这是一款神秘游戏 游戏对面是真实世界 在那里 你可以招募兵种 建设领地 还可以把游戏中的物品 兵种具现至现实 什么性感魅魔 绝美精灵 亡灵骑士 只要你够强 都可以召唤出来 吴江插掉广告推销 默默点开了游戏界面 领地之外群狼环绕 又有哥布林部落虎视眈眈 而他自己 看着祭坛下方 那十道残破的身影 吴江抹了把不存在的汗珠 开局十只小骷髅 你让我怎么玩 但突然 他敏锐地看到 骷髅头顶的加零点零腰 吴江 啊这 小骷髅 骷髅怪 骷髅守卫 骷髅勇士 海谷大帝 当领主若干年后 我的目光扫过众多卫面 诸神毛骨悚然 第一章 穿越都有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 兄弟们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穿越了 吴江在贴吧上开了条帖子 并附上一张背景图 然后在下方输入一串字 很快 下方就滴滴答答地 出现大量的回复 就好像这群家伙 蹲守在贴吧里一样 只要一看到帖子 就立马点开 穿越 楼主要不发表一下 你的穿越感言 不是哥们 骗人也不带你这么骗的呀 你这张背景图 好歹也用一张现实里的图片 你这 给我一张星空背景图 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还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一言丁真 鉴定为一言假 我 秦始皇 打钱 懂 看着当代网友的发言 吴江直呼内行 难道现在说实话 也没人信了吗 摇摇头 收回目光 他缓步 走到一旁的镜子前 看着镜子那头的一位 身高接近一米八 长相清秀 但身材略显单薄的身影 不由地摸了摸鼻子 就在三天前 吴江在路边摊 独自吃着烧口 结果没成想 一辆泥头车 向他静止冲来 虽然他反应已经够快 及时进行躲闪 但那司机 就像喝了二辆甲酒一样 车子左摇右晃 硬是预判了他的预判 最终 在吴江绝望的目光下 把他送到了这个世界 浑穿到这个世界的吴江 起初还以为是 自己在做梦 但经过 他这三天的摸索 发现这个世界 根本不是前世的地球 这里是一个名叫 灵星的世界 与上一个世界的科技发展 几乎相同 不同的是 他所在的国家名叫 九州 好在 文化传承与前世的华夏 几乎一模一样 起初在得到这些信息后 吴江是有些高兴 毕竟两个世界 虽然科技发展相同 但文化发展 多少还是有些差距 就他脑子里面 那些有名的神曲 随便写出来 都是一笔大大的收入 再不济 当一回文抄公 写个小说 也能让自己的小日子 过得相当滋润 但当他打开原主的手机 看到里面的新闻时 内心再也平静不下来 震惊 居民家中养的八只母鸡 深夜被开缸而死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嗨嗨 点错了 是这个 吴江轻咳一声 尴尬地把这个新闻划掉 看向下方的新闻 26岁冷艳继母惨死家中 身上遍布爪痕 监控显示在案发前14日内 均无其他生物 进入女子家中 北大洋海涛出现巨型脚掌 专家推测 这可能是现金遗存的史前巨兽 并建议封锁海滩附近区域 米联邦经线30米长的恐怖巨鳄 有图 有真相 即便有打马神器的阻挡 但那血腥恐怖的照片 依旧让隔着屏幕的吴江 感到触目惊心 按理说 像这种网络上的东西 作为一名生活在现代 曾经的男大学生 吴江是根本不会相信 但 抛开自己都穿越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这个问题不谈 就说 原生是怎么死的问题 就不得不相信 这一切的存在 想着 他缓缓低头 看向自己左胸 心脏的位置 入目所见的 是一道梗盖整个心脏的伤疤 就好像是被人一见穿胸而过 在奇迹般复活 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痕 事实也正是这样 原主是被人一见穿胸而死的 至于原因 那就不得不提到 他电脑上面的一款 没有名字的神秘游戏了 在五天前 原主下班回家后 坐在电脑前 正准备玩玩游戏放松放松 但突然他发现 屏幕正中心 出现了一款没有名字的游戏 好奇心使然之下 他下意识地点开了这款游戏 然后就 这是一款经营类的领主游戏 刚进入游戏后 玩家会降生在一个随机的位置 然后送个固定建筑 祭坛 并完全随机地获得兵种 什么叫完全随机 就是兵种随机 状态随机 数量随机 原主初始获得的兵种 是五只由血液后缀的 普通一星兵种 成人脑袋大小的血浮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介绍 没有新手指导 更没有漂亮小姐姐的在线讲解 只有一片荒凉的景象 还有五只面目猙獰 通体血红的血浮 围着他游戏里面的小人传 没有新手教程 怎么能行 为了玩好这款游戏 原主各种翻墙 到处收集这方面的信息 你还真别说 真让他找到了 外网一篇名叫 神秘游戏简介的帖子 就简单地介绍了这款游戏 开篇就是一段血淋淋的警告 可怜虫 当你看到这段文字 就代表你的小命 已经不属于你了 你在笑 很好笑吗 确实很好笑 刚开始我也觉得好笑 但很快你哭都没地方哭去了 记住 如果游戏里面的人物死亡 对 就是现实世界里的你 也会死亡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要知道最初的一批天选领主 坟头草都割了一茬又一茬了 在游戏里 你需要做的是很简单 尽一切努力 让自己强大起来 你可以让你的角色强大起来 也可以让你的兵种强大起来 永恒之界危机遍地 你永远不知危险何时降临 但也别太悲观 要知道游戏里的一切都可以具现到现实 前提是要你有钱 当然不是现实的钱 所以 你懂我意思吧 懂 我当然懂了 不仅吴江懂 元主也懂 游戏里面的一切都可以具现到现实 就意味着被选中的人 拥有了超凡的机会 超凡啊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不知不觉间 吴江已经坐在了电脑桌前 看着屏幕正中心的那个图标 忍不住地吞了口唾沫 虽然他心动不已 但回想起胸口那道猙獰的伤疤 心里止不住地打起了退堂鼓 超凡虽好 但也要有命哪 就好比元主 才玩了多久 两天 就被一只高等级的 哥布林剑士杀上门来 结果好巧不巧 血浮白天处于休眠状态 元主在跟哥布林剑士玩了一会儿的 秦王绕住后 被一剑穿胸而死 回想起这些 吴江眉头一条 我这个年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去冒险 这不是脑子修斗了吗 吴江话音落下 叮 屏幕上的游戏不知为何自行启动 一扇古朴 灰红的石门缓缓打开 星红的月轮高悬于空中 惨白的月光 将荒凉大地呈现于眼前 镜头快速下坠 于屏幕前勾勒出囚禁的大字 不祥降临 永恒力竭 年轻的灵主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 从死亡中复生 再次为拯救世界而战 大字轰然破碎 画面瞬间拉进到小吴旁 那具倒在血泊之中的身影上 先前那灰红的场景 如镜花水月般破碎 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 注定是一段令人歌颂的史诗 为此 吴江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屏幕 把头偏向右侧 哦 我TM晕机啊 第二章 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夜晚的临江市 车水马龙 与外界的繁华不同 在某个房间里 一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正趴在垃圾桶上 疯狂地倾泻垃圾 直到将肠胃都清理结束后 吴江顺手拿起纸巾 擦拭干净嘴角 马德这游戏不讲武德 竟然还来抢买抢卖 不过好在 吴某人前世 也是一名游戏高玩 不就是个游戏 盘塌 说不定 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一不小心成了的大领主 手握一万大军 完美魔 齐巨龙 拳打众神 脚踩万剑 你慌吗 我不慌 在一阵阿Q精神洗脑后 吴江感觉自己行了 立即将目光投向电脑屏幕 看着里面那位身高 长相 穿着 都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小人 吴江歪嘴一笑 知道这个帅逼就是自己 这游戏不错 不但能第一人称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还能两种视角共用 甚至还能通过思想 进行微操 比如 现在吴江念头一动 游戏角色就做出一个千年杀手势 嗯 不错 在设定上给予肯定后 挪动目光 看向周围 几间破破烂烂的木头房子 拱卫着一块直径两米 由大理石堆砌而成 刻录着大量魔法纹路的 崭新圆形祭坛 祭坛 将兵种残魂和一定量的 魂杀放入其中 可以召唤出某一兵种 看到这里 吴江下意识地磨杀起了下巴 现在有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摆在他面前 按照原主的记忆来看 每一位新人玩家 都能召唤一次随机兵种 现在的我 到底是新人 还是救人 从灵魂的角度上来说 自己绝对是一名新人 可要是从肉体上来说 如果算新人的话 算上原神留下来的五支血服 自己再初期就拥有了两种兵种 未来发育上面领先一些新人玩家 可如果算救人的话 想法闪过 吴江操控着里面的自己 大手一挥 随着阵阵风声响动 五支成年人头颅大小 浑身血红 皮肤上面布满肉眼可见的青筋 眼眸棕色的血服 裹挟着一股心风 来到自己面前 见这五个家伙 咕噜噜地看着自己 如果不是脑海中传来些许联系 他都想转身就跑了 看来 我应该是继承了原主 心中 闪过这个念头 吴江整个人 瞬间低沉了些许 原因无他 这血服的弱点太致命了 白天处于休眠状态 也就是说 白天他就光敢私令一个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一个普通人怎么活 摇摇头 他还是硬着头皮 来到祭坛前 女娃娘娘 观音菩萨 三清道祖保佑 一定要有啊 祷告完 小人将手伸出 紧接着念出一串 吴江自己完全听不懂的话语 就在这时 叮 惶惶宛如天籁 滚滚犹如惊雷 年轻的天选领主 正在随及你的兵种 恭喜 您获得初始兵种 小骷髅X10 提示结束 在吴江诧异的眼神中 祭坛表面的魔法纹路 散发出幽蓝色的光芒 一道道矮小 破败 僵直的身影出现 将里面的小吴江 硬生生从祭坛上面挤了下来 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他赶紧将目光 投向这些小骷髅 兵种 小骷髅 品阶 普通 等级 学徒灵级 天赋 无 技能 无 简介 深埋土地的海骨 受到死亡气息的污染 爬出土质疏松的坟墓 拿起武器重新作战 PS 作为永恒大陆的底层 小骷髅虽然是战武渣 但当涌动机来用 也确实不错 插掉属性信息 吴江无奈地抹了一把脸 这些小骷髅的形象 着实不敢恭位 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但亲眼看到 心里还是有些发虚 新手玩家的初始冰种 一般都比较垃圾 普遍都是普通层次的冰种 强一些的 可能会随机到普通三星的 冰冰 枪冰 獠牙凶狼等等 但大多数还是普通的冰种 至于小骷髅 哥布林 史莱姆 这堪比桃园三坑的存在 谁碰见谁倒霉 很不幸的是 吴江成功碰见了 三坑之一的小骷髅 眼前这些骷髅骨头灰白 一看就像是生前 天天喝肥宅快乐水 腐蚀到骨头 一副骨骼发育不好的模样 再看向他们手里 那把袖迹斑斑 感觉一用力 就会被掰断地砍刀 吴江轻抚额头 啊 上天啊 我吴江虽算不上好人 但自认做得最坏的一件事 不过是在闲者时间 反手举报了 给自己提供学习资源的小网站而已 有必要这么折磨我吗 吴江终究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从好的方向来看 有了小骷髅 自己白天就不再是光感私令一个 最起码能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 而且 这里整整有十只小骷髅 累也得给哥布林见识累死 想到这里 心情不由得好了起来 接下来 我应该做什么 外出探索 还是聚成固守 吴江下意识看向 在一旁扑腾着肉意的血浮 正准备让他们一边玩去 却不想眉头猛然一跳 加零点零药 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他疼得一声站起来 双眼死死盯着屏幕 很快 另外一只血浮头顶 也飘出一个小小的 加零点零腰 很快 第三只 第四只 第五只 头顶都闪过这个东西 随着他将目光锁定那个数字 眼前缓缓浮现些许信息 血液进化点 零点零五 简介 一股无法窥探的伟岸力量 可以对特定兵种 进行洗经伐水 极大的激发兵种潜力 提升其品阶 作为纵横网文界十几年的老书虫 吴江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金手指可能会迟到 但一定不会缺席 进化点 竟然是进化点 看着眼前的信息 吴江差点激动地跳起来 要知道 永恒大陆 为什么那么容易死亡 抛出环境因素外 不外乎就是兵种太垃圾了 根据原生查找到的资料 兵种按照品质高低分为 普通 优秀 稀有 卓越 其中各个阶段又分为道 品质越高的兵种 在初始阶段 实力就越强 每升一级 属性的提升 也是天差地别 就拿吴江召唤出来的 小骷髅来说 这家伙升一级 可能没什么变化 还是手无复昆之力 可要是换个稀有品质的 自然精灵 属性几乎是翻倍的增加 同等等级下 别说十只小骷髅 就是十五只 二十只 在自然精灵面前 可能也就是多动几下手 跟少动几下手的差距 但现在 我有了进化点 只要给我足够的进化点 小骷髅 哼 海骨大地都给你整出来 甚至高喊出那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骷髅穷 心情澎湃的同时 吴江连忙让自己镇定下来 稳住 狗住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现在还有最重要的事要做 接下来 为了确认这些进化点的来源 和获取速度 他将小骷髅分为两部分 其中五只啥也不干 就发呆 另外五只辛勤劳作 布置防御工事 至于五只血浮 就不断地围着周围巡逻 一小时过去 第三章 小开不算开 一个小时后 随着一连串加零点零腰浮现 吴江欣慰地笑了 其中 发呆的骷髅头顶干干净净 没有数字浮现 反倒是工作的小骷髅 和巡逻的血浮头顶 浮现了加零点零腰的字样 吴江又等了一个小时 直到那些工作的骷髅 又加了一次零点零一 剩下发呆的骷髅 才终于浮现出这串数字 这么说来 劳动的兵种 加零点零小时 发呆偷懒的 要两小时 才会加零点零一 而且 目前来说 普通阶段的兵种是这样的 至于进化后的话 到时候再说 吴江将这个结论记在心里 立即操纵人物 让这群家伙动起来 偷懒 你们怎么敢的呀 劳动才有收获 勤劳才能致富 作为骷髅 能不能有点觉悟 给我动起来 作为本领主手下的兵 你们怎么能满足于 区区的996 要知道 007更能产生价值 只有007 才能博得一个辉煌的未来 游戏中的人物角色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很好地印证了两者的统一性 但当他看着那些呆头呆脑 看着自己的小骷髅 还有那拥有睿智眼神的血浮 吴江知道自己 在对牛弹琴 吴江不知道的是 某个角落中 一只骨头明显 更白些的小骷髅 在听见他的话后 头盖骨里的浑火 陡然大了一分 按照园主的记忆 新人领主 在接管领地的第一天内 都有概率遭遇一次袭击 据说这次袭击 是神秘游戏特意安排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玩家明白 这并不是一个养生类游戏 就比如园主 在开局第一天 就遭遇了五头灰狼的袭击 只不过那次袭击是在晚上 正好血浮处于苏醒状态 拥有制空权的血浮 轻而易举地干掉了来犯之敌 而现在 吴江冷眼扫视四周 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 处于森林中的一块平坦地带 这种地方四面八方都会遭遇袭击 而且 最为让他头疼的 莫过于干掉原主的哥布林剑士 那玩意 简直就是新手噩梦 根本不是新人领主能够抗衡 哪怕是拥有金手指的他 也需要安安稳稳地发育几天才行 如果真到了危急时刻 那也只能汽车保帅 想到这 吴江立即操纵鼠标 指挥小骷髅 在哥布林剑士离开的方向挖坑 然后又让雪服 根据周围的房屋布局 布置防御工事 在将任务的安排下去后 看着那些用手挖坑的小骷髅们 吴江 我就不该对你们抱有希望 叹了口气 他操纵鼠标 亲手为骷髅装备上石头木板 虽然小骷髅是战武渣 但在工作方面 确实是一把好手 怪不得有些大领主 都喜欢骷髅兵种 就这不灰类的特性 简直深刻体现了 什么叫做无本劳动力 摇摇头 趁着这个闲暇 吴江赶紧穿好拖鞋 冲下楼去买宵夜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不把防御工事 做好他怎么睡得安稳 要是在睡梦中 哥布林剑士又杀回来 自己岂不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好在吴江所在的楼层下方不远处 就有一家便利店 在里面逛了一圈 最终还是选择了便宜又实惠的泡面 外加一瓶肥宅快乐水 没办法 穷啊 原主出生 就经历了一次史诗级地域难度副本 植高女厕所求生 不过好在 他响亮的哭声 成功引起了宿管阿姨 这一关键剧情角色的注意 最终 在找不到父母的情况下 被送进了孤儿院 成为了其中一员 艰难地成长到18岁后 原主不愿意再继续拖累孤儿院 毅然决然选择了辍学打工 而且 每月的工资 都会打一半到孤儿院 再抛除租房水电 可以说 生活过的是相当结局 不行 苦了谁也不能苦了我自己 是未来的大领主 怎么能被这点东西打发 不行 必须加一根火腿 吴江拿起三样东西 在收银台含泪之出 九块九周壁后 赶忙冲回房内 正好看见血服 奋力扯下顶梁柱 然后 哄 这个原本可以住人的房屋 彻底塌了下来 吴江 我真的能成大领主吗 靠他吗 不对 我靠的从来不是他们 而是我的金手指 想到这 吴江沉生一句 挂来 然后点击 小骷髅图标 骷髅进化点 0.25 快了 十只小骷髅 一小时产出 0.1个进化点 只需要再等八个小时 就可以 这是一种直觉 直觉告诉他 当进化点达到一时 就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 而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安静的等待 不过 吴江是谁 他可是未来的大领主 怎么可能平白浪费着 宝贵的光影 于是乎 他悄悄打开手机 挂上一个外网的 VPN 按照原主的记忆 找到了那个神秘的网站 也不用担心看不懂的问题 现在的网页都自带翻译功能 很快 吴江就找到了一位 名叫先行者的歪果人 分享的干货 新人领主的注意事项 第三期 直接掠过前面部分 已经知道的东西 吴江很快就找到了 这一期的干货 新人领地一旦被野怪发现 基本上就会面临 无止境的骚扰 不过各位萌星也不用怕 风险往往伴随着机遇 野怪被击杀后 会掉落一定量的 残魂和魂杀 如果你击杀的野怪足够强大 甚至可能会掉落出战魂 乃至是大领主 都可遇而不可求的阴魂 也不是没可能 最重要的是 战斗对于兵种的提升 也是非常之大 比起用魂杀提升等级 战斗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残魂 战魂 阴魂 这么来说 目前野怪魂魄主流的掉落 就是这三样了 还有就是 魂杀可以用来提升等级 吴江将这些信息 画上重点符号 然后继续向下看 接下来 我给广发萌星补充一个知识 灵主烙印 作为灵主的专属能力之一 正常情况下 灵主烙印只可以使用三次 被打上灵主烙印的兵种 永远无法背叛 并且跨界召唤的花费 只需要原来的十分之一 几乎可以做到瞬间召唤的速度 极大的提高了 咱们灵主玩家的人身安全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 灵主烙印只能使用三次 且一旦使用 终身无法更改 也就是说 如果被灵主打上烙印的兵种死亡 那么这位灵主 将永远失去灵主烙印 所以 这东西的使用药 慎重 慎重 再慎重 无将翻着翻着发现 居然已经到底了 好货 当赏 无将大手一挥 拿出手机 就要往下方的二维码上扫一扫 奖励一下这个知识渊博的楼主 奈何 爹 余额不足 干 我无大灵主能忍得了 呃 好吧 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都特么快成习惯了 就在这时 一股危机感悄然袭来 让正在查余额的无将 眼皮直跳 此刻屏幕上 阴森 黑暗 寂静的丛林中 一道道绿色身影 缓缓自阴影的角落里浮现 嗜血的目光 不断打亮着游戏角色所在的村落 敌人 来了 第四章 真是 菜鸡护拙 夜晚的寒风吹拂着秋夜 发出沙沙声 不知何时 月亮已被黑云遮掩住了双眼 此刻 无将浑身紧绷 死死盯着电脑屏幕 准确来说 应该是屏幕那头 从阴影里钻出来的敌人 尖锐的利爪 满口獠牙 古怪的耳朵 还有那一身墨绿色的皮肤 再配合上不足一米五的身高 奇丑无别 这特么不就是三坑之一 哥布林 随着黑暗中的身影不断出现 无将扫视一眼 发现这次来犯的哥布林 足足有十二只 不对啊 不是说新人领主的手战 只是为了让我们认清现实 所以一般都比较水吗 但我这十二只哥布林 怎么看也不像是放水的样子 无将嘴上抱怨 但手伤动作却没有停下 立即招呼出十只小骷髅 严阵以待 同时让血服在身边保护自己 但 你特么贱人就冲着什么拐 十只小骷髅 见到哥布林站在远处 拿出秀迹斑斑的大砍刀 就要冲上去 跟他们一决生死 对此 他也只能扶着额头 赶紧将这群热血上脑的 小骷髅拉回来 战斗 要讲策略 不能忙干 你看着那些哥布林了不 该偷袭就偷袭 戳他眼珠子 踹他下盘 反正能赢的手段 都给我是出来 别管下不下做 赢了就是这个 说完 无将赶紧竖起大拇指 然而 小骷髅依旧猛逼地看着他 显而易见 他们那版本老旧的CPU 并不支持这么高负荷的运转 哎 罢了 对牛弹琴 无将摆摆手 某处 一直拿着粗制长枪的小骷髅 眼中的火焰抖了抖 好像明白了什么 吃鸡 小骷髅莫名后退的模样 在这群哥布林 看来是怕了他们的表现 围首的哥布林尖叫一声 十二只哥布林 立即发动冲锋 见状 无将嘴角上扬 十五对十二 优势在我 凶性大发的哥布林 冲起来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闯进村落里 然后 砰砰砰 重物摔地的声音响起 无将先前安排小骷髅们 挖的坑发挥了作用 成功限制了 嗯 还能爬出来 操 无将整个人都差点跳起来 你挖的一米左右的坑 是拿来困住敌人的 这能困得住敌人吗 这怕不是拿来买偶无某人的吧 与此这时 双方军队靠近 无奈之下 无将只好放开了束缚 派遣小骷髅们迎敌 算了 你们也去 无将挥挥手 让五只血服也加入了战场 然后他就看见一场旷势大 嗯 菜鸡护拙 只见哥布林用尖锐的力爪 往小骷髅身上抓去 结果砰的一声 爪子没有骨头坚硬 指甲直接崩了 而后小骷髅的反击来到 就像是生锈的机器 颤颤巍巍的向哥布林的脑袋砍去 但就这速度 被哥布林轻松闪开 无将 我家旁边80岁的二大爷 挥刀速度都比这块 至于血服 这玩意每次要咬到哥布林的时候 被对方一下 立即抽身离开 生怕被撕下一块肉似的 双方你来我往 相互大战三百回合 仍旧不分胜负 看得让在一旁的无将 都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他准备手动干预一下的时候 战局突生变故 只见一只小骷髅手持石枪 阴缩缩的 来到一只和小骷髅 战斗的哥布林身后 然后 在无将不解的目光下 他双手抓紧手里的石枪 腰部发力 身子骨向地面贴去 紧接着瞅准时机 猛的发力 一把将石枪自下而上 向哥布林捅去 凌惚 凄惨的叫声响彻林间 天上的黑云都不禁抖了抖 无将猛地菊花一紧 下意识拿手往后面捂住 至于受害者 那只哥布林 浑身抽搐地倒在地上 下身已经血肉模糊 整个怪生死不知 死 无将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谁的步将 竟如此阴损 什么 是我的呀 那没事了 挺好的 歪瑞古德 结束这边的战斗后 那只持刀小骷髅 立即加入其他战场 至于被无将竖起大拇指的小骷髅 静悄悄地消失不见 很快 又一道惨叫声响起 无将直呼辣眼睛 赶紧用手遮住 自此 战斗的天平缓缓倾斜 在一只只被菊杀的哥布林倒下后 剩下的哥布林 不但要应对眼前的敌人 还要时刻谨慎自己的菊花 在这种情况下 战斗呈现一面倒的情况 甚至到了后面 持枪小骷髅 几乎没有了发挥的机会 那些哥布林 就被小骷髅斩于刀下 随着第九只哥布林倒下 余下的三只哥布林撒腿鸭子就跑 可惜无大领主料事如神 早就算到了 他们会逃跑 五只血浮静静地出现在三只哥布林面前 前方有五只面目猙獰的血浮 后方有菊花霞 绝境之下 三只哥布林双眼一发狠 砰砰砰 直接跪在地上 朝游戏角色所在的地方 疯狂磕头 无将 二者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哥布林竟然还会求饶 这特么不科学啊 你做一个游戏 NPC怎么能求饶的 但很快 他终于反应过来 这终究是一个真实世界 而不是游戏 无将叹息一声 唇齿威气 杀了 三道寒芒闪过 三只哥布林眼含不甘地倒下 同时 死去的哥布林身上 冒出些许白光 无将操纵游戏角色上前 一一拾取 恭喜 获得魂杀0.5克 恭喜 获得魂杀0.3克 恭喜 获得魂杀0.6克 除了获得4.8克魂杀 无将还获得了两枚哥布林残魂 收拾完毕 五只血符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同时脑海中传来进食的想法 闻言 无将看了看身前的哥布林尸体 又看了看一旁的血符 貌似 一吸 似乎 好像血符是可以通过吸血 来提升等级的 秉持着浪费可耻的念头 无将挥挥手 趁热吧 滋滋 血符发出欢快的声音 冲向哥布林尸体 不再管五只大块朵一的血符 无将大手一挥 十只小骷髅发出阵阵骨骼磨砂的声音 将他团团围住 无将 别挡路 把面前的路让出来 发出指令后 这群家伙才终于让出一条路 无将围着这些家伙转了一圈 发现小骷髅的损伤并不严重 要知道 这款神秘游戏的兵种 可是需要日常护理的 虽然说 比起精灵 人类兵种来说 小骷髅不需要吃喝拉撒睡 保养起来非常简单 但有损伤 还是需要日常维护 毕竟缺胳膊少腿的兵 怎么可能打圣战吗 至于怎么维护 很简单 吃浑沙 只要兵种不死 在足够的浑沙支持下 骷髅只剩下一个脑袋 都能恢复如初 无将左看看右丑丑 却发现不对劲 嗯 我的菊花大将呢 咔咔 骨骼碰撞的声音响起 两排的小骷髅缓缓让开 一头骨质明显坚硬些的小骷髅 缓缓走向前方 在无将身前一米处停下 紧接着 他从手上扔下一只到膝盖高度的小哥布林尸体 煞时间 无将瞪大双眼 他懂了 全懂了 这次来犯的哥布林 应该是13只 至于这个小家伙 明显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 回去搬救兵的 这要是让小哥布林回去通风报信 接下来岂不是要打了小的来老的 面临更大的危机 没来由的 无将后背冒出阵阵冷汗 还好 还好 逮住他了 想到这 无将豁然抬头 看向这只小骷髅 你 不对劲 第五章 亮得像吗 小宝贝 小骷髅脑袋微偏 头顶冒出一个大大的 无将仔细地端向了一会这只小骷髅 发现这家伙的灵魂之火更剩一些 骨头也更为坚硬 武器也是石枪 而不是锈刀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这家伙 明显更聪明 无将伸手拖住下巴 思考良久 突然脑袋上冒出一个灯泡 难道这是一只精英怪 是了 玩游戏的时候 多有精英怪 现在自己玩这个真实游戏 有个精英怪怎么了 自己可是穿越加金手指的天选领主 还是标准孤儿开局 植高女厕所求生 不就是一个精英怪吗 很好理解的好吧 也就是这个时候 无将总算是理解了 什么叫兵种完全随机 感情一堆兵里出现精英怪和boss怪 都是随机的 这随机的含金量有点高啊 豁然间 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出来 精英怪进化后 会是什么样子 他用鼠标点击了一下这只小骷髅 骷髅进化点 1.05 私战斗果然是好东西 竟然还能加快进化点的获取 先行者大佬层不起我 要知道战斗前 骷髅进化点也就才看看到0.35 一场战斗 直接增加了0.7 战斗果真是个好东西 如果不是自己太弱 兵种也需要日常维护 无将都想带着他们 直接冲出领地 开启战斗模式 但也仅限于想想 真要出去 战斗是不可能的 自己手里就这么15个兵 在没有兵种来源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都弥足珍贵 浪不得 浪不得呀 想到这 他伸手一招 对着眼前的骷髅道 菊花大将上前听风 小骷髅脑袋一歪 虽然不知道领主大人 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他听见了上前两个字 立即一步上前 看着眼前燃烧着 幽灵鬼火的小骷髅 无将操纵鼠标 点击一下进化点 然后再点击了一下 这只小骷髅 在永恒之界里表现则是 人物角色伸出白皙的手指 手指上汇聚着亮眼的白光 而后轻轻点在小骷髅的头颅上 煞时间 光点瞬间化为白色的丝绸 仔细看去这哪是什么丝绸 根本就是一个个晦涩 深奥的白色符纹 成千上万的符纹连成白线 将小骷髅整个包裹在里面 远远看去 小骷髅几乎成为了一束光 在光源的改造下 小骷髅的身形被瞬间拉高 而后身宽也在膨胀 两久 带到光芒散去 原本沟楼 矮小 脆弱的小骷髅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头 身高一米八 比吴江本人还高一些 骨骼粗壮 左手拿着直径一米的盾牌 右手的十字长枪 也变成了铁座的 眼眶中魂火猛然大了一截 整个站在小骷髅群里 就好像凤凰在鸡窝里 鹤里鸡群 小骷髅先是一脸茫然 然后他端向了一回现在的装扮 而后用长枪拍了拍盾牌 他露出一个满意的表情 我变强了 也变大了 但依旧是突的 在这个时候 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小骷髅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小骷髅 普通 骷髅怪 普通 吴江一脸满意的点点头 不错 虽然只是一头普通三星兵种 但怎么说 也是吴大领主的第一个大头兵 这是进步的象征 为了铭记这一刻 我决定给你取个名字 听见名字二字 骷髅怪瞬间来了精神 动作立即变得庄重起来 似乎对于他们来说 被赋予名字 是一件极为神圣的事 只见吴江一脸严肃的喃喃道 哭着 受天地之死气 酝酿而成 唯不死足一员 而你又手持长枪而复活 可见你曾经必然是一名枪兵 既然如此 那就叫你骨枪吧 说完 他立即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我果然没什么 取名天赋 接着他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后者眼眶中的魂火猛然大胜 显然是非常高兴 爹 骨枪情绪剧烈波动 觉醒技能 置物 置物 将手中物品向特定位置投掷 伤害以及距离 使兵种实力而定 哦 进化又送技能 这么好的吗 吴江心头威喜的同时 招呼这些小骷髅们继续干活 好为下一只骷髅怪凑齐进化点 至于他自己 则是带着骨枪走到一旁 来试试你的技能 吴江指着20米开外的一棵树道 闻言 骨枪浑火跳动 明白了吴江的意思 只见他持枪换成倒卧 右腿微微向后拉开距离 双腿微曲 重心下调 紧接着身体往右边微侧 而后蓄力 射 搜 长枪被制出 然后飞行了五米距离 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吴江 看见这一幕 吴江只感觉 额头上有只乌鸦嘎嘎嘎地飞过 满头黑线的他 只好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虽然我没有技能 但我知道 技能肯定不是这样的 要不你想想 再给我展示 哭噜噜 骨枪点点头 回应道 留下骨枪一直哭思口 吴江抬起步子 走向另外一边 根据刚才脑子里传来的信息 血浮似乎已经把血吸干了 等到他来到那一堆 哥布林尸体前时 看到的是一具具干尸 死 怪不得说 这游戏前期要用设备玩 这要是让我轻身到里面去 不得天天吐 把胃都给吐出来 先行者 在第一期就提过这件事 前期用设备玩这个游戏 也有保护新手玩家的意思 毕竟永恒之界 是来寻求帮手拯救世界的 又不是来养一群 性格扭曲的精神病 先通过设备 让玩家适应那边的情况 到了后期清零战场 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了 而且 里面的游戏角色 是可以根据玩家思考 来发出指令 这很好地解决了 光用电脑命令 下达命令死板的问题 真正做到了实时响应 伸手招来两只小骷髅 将就一米深的坑 把胳膊里埋了 又让这些家伙 重新整宫室 为下一次做准备后 吴将抬起头 往椅子上一靠 看了眼时间 三点二十一分 不知不觉间 都玩到凌晨了 想着明天还有工作 不得已之下 他打断了骨枪的摸索 告诫他守好 领地的安全后 轻轻关上电脑 躺在床上 睡得很安详 第六章 我有大将骨枪 清晨的第一缕鼠滑破天际 蓄日东升 晨起的朝露凝聚在一起 而后 啪哒一声低落 与此同时 九州临江市的一座小区内 你儿子来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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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铃声 回荡在这个 不到六十平米的房间内 熟睡中的吴将悠悠转醒 朦朦胧胧间 他伸手拿起一旁的 水果手机 点击接听键 姜哥 这都九点钟了 你再不到公司 经理该发火了 电话那头 传来焦急的声音 九点啊 卧槽 九点了 原本朦胧的吴将猛然惊醒 整个人瞬间坐了起来 看着手机上的时间 九点零一分 卧槽 完了上班迟到 要被扣半天工资 姜哥 你在听没 我跟你说 经理那边 我已经帮你请了半天的假 中午十二点前 你必须到公司 不然 母老虎发威 你懂的 电话那头 继续传来声音 吴将听见母老虎发威五个字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好的小李 我省的 回了一句 他赶紧起身洗漱 母老虎自然是他们营销部的经理 张燕 一位25岁的高级白领 据说他的背景也极为了得 来吴将所在的部门 也是为了累积经验 再加上这位张经理长得极美 身材跟脾气一样火爆 营销部的人 无论男女被他训起来 就跟爸爸训儿子一样 这要是被他 发现自己睡懒觉 而导致迟到 可不得给自己骂的狗血淋头 思索之间 他已经完成了洗漱 正当他整理好 准备去工作时 突然想起了什么 不对啊 我都请了半天假了 这么早去 不是当廉价劳动力吗 想到这 他立即转过身 一屁股坐在电脑前 一夜不见 不知道骷髅们都怎么样了 赶紧看看 毕竟是玩命游戏 六个小时过去 不看一眼 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不踏实 打开电脑 双击神秘游戏图标 随着熟悉的游戏开始见面 这次没有了突然降落的画面 吴将表示 非常人心化 随着画面逐渐清晰起来 游戏角色也从睡梦中醒来 入眼就是一堆骷髅脑袋围着自己 要不是他早有准备 估计得被 吓出心脏病 人物角色缓缓起身的同时 骨枪正双手捧着一堆东西 小跑到他面前 那副欢快的模样 活脱脱像是来妖宫的小弟 这一幕 可把吴将整得哭笑不得 你可是我吴大领主手下第一大将 这个样子 岂不是有损威风 他正准备好好教育一下骨枪 好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大将风范 可当他看到对方手里的东西时 到嘴边的话被硬生生被咽了回去 恭喜 获得魂杀4.6克 恭喜 获得哥布林残魂X3 吴将 二者 哭噜噜 见自家领主一脸猛逼 骨枪语气频繁地解释起来 原来在吴将睡觉这段时间 领地一脸遭受了两次哥布林袭击 骨枪见自己睡得太死 也不好打搅领主大人的美梦 就学着他的操作 将来犯之敌统统留下 斩杀哥布林供11只 尸体在被血浮吸干后 直接挖了个坑埋了 了解到这 吴将惊了 语气不定地问道 看了一遍你就记住了 要知道这群骷髅的智商 他可是有幸领教过的 见到敌人二话不说 提刀就上 现在 你告诉我 队伍里 有骷髅不但完美干掉来犯的敌人 还能学着自己 收集魂杀跟残魂 可能吗 说实话 吴将心里是不幸的 奈何 事实总是令人难以置信 骨枪茫然地点点头 不但记住了 你还能举一反三 带领小骷髅 全见了敌人 骨枪继续点头 操 官方我举报 这个逼开挂 什么 这是我的兵啊 那没事了 毕竟小开不算开 想到这 他伸手 拍向骨枪的肩膀 不错 不错 我兵骨枪 有大地之姿 在给予了骨枪 无上荣耀后 吴将挥挥手 将骷髅们全都打发走 紧接着 点开骷髅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1.2 战斗果然是一个好东西 可以极大的激发 骷髅们的潜力 加快进化点的获取 吴将抬起脚步 在余下的九只小骷髅中 找出了一只受损最严重 肋骨都少了一排的小骷髅 骨枪进化前 它的枪损坏严重 但进化后枪 完美恢复并强化 这么看来 我的进化点 还有修复功能 为了进化点利用最大化 这次就你了 话音落下 游戏角色手指 轻点小骷髅的头盖骨 随着熟悉的场景变化 在十双眼睛的注视下 又一头身形高大 左手持盾牌 右手持崭新大砍刀的骷髅怪 出现在众人眼前 小骷髅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小骷髅 普通 骷髅怪 普通 白光淡去 这头骷髅怪 明显没有骨枪聪明 进化后的他 根本没有观察自己 只是呆呆地注视着吴江 这么看来 我的进化点 并不会开发脑子 没来由的 吴江心里一阵失落 要是骷髅 都像骨枪一样聪明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当一个甩手掌柜 压力直接降到零 但突然 他不禁自嘲一句 唉呀 想什么呢 真以为自己是天命之子 手底下的兵 各个都有大地之子 摇摇头 重新收拾心情 将目光投向眼前的骷髅怪 按道理说 你应该叫骨二 但二这个字 在我的世界 是个贬义词 既然你持刀而胜 那就叫你 骨刀吧 话音落下 骨刀的眼中的魂火 闪动了一下 显然是 认可了这个名字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你的骷髅怪 骨刀 情绪剧烈波动 觉醒技能 挥砍 挥砍 向指定位置 使用两倍力量 挥砍出一刀 造成大量伤害 游戏 有技能就是好事 吴江欣慰地点点头 转头看向血浮 这五个家伙 整个白天都在睡觉 现在这回还在这个村落中 仅剩的房屋里面安眠 吴江轻轻滑动鼠标 轻点血浮 血液进化点 0.95 快了 马上就能攒够一个进化点 把血浮进化一下 也不知道要进化多少次 才能免疫白光 不用沉眠 在发现自己确实没什么事情 可做之后 吴江再度叮嘱骨枪守好领地 他则退出游戏 整理着装 推门向公司走去 一路辗转 吴江的身影最终在一座 名叫新秀国际的现代写字楼大门前停下 刷卡进去后 正好遇见自己的熟人小李 李峰 江哥 你终于来了 快进来 母老虎正在亲人 你如果还不在他就要打电话了 李峰一脸焦急着说完 也不管吴江做何反应 直接拉着他 就往里面走 少请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营销部 推门而入 正好看见披着大波浪 穿着职业OL 下配黑气高跟 双手抱胸 挺着凶器的张经理 正脸带怒容 看着进门的两人 吴江 听说你生病了 没事吧 张燕上下打量了一下吴江 发现这小伙比起以往 精神确实有些违靡 为此脸色稍缓 语气也柔和了不少 嗯 多谢张姐关心 没什么大事 得到肯定的答复 张燕点点头 听说你们小区出了命案 还以为你出啥事了 既然没事 那就准备工作吧 张燕自顾自的说完 转身踩着恨天高歌歌的离开 留下吴江 一脸猛逼 我在的小区 出命案了 第七章 危险就在身边 随着张燕的离开 没了压力的众人 再也按耐不住 开始叽叽喳喳的聊起天 张姐说的命案 是咋回事 有知道的人没 话音落下 一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女生 转过头 理解这你都不知道 今早 咱们临江市市区新闻 都播报了这事 据说挺吓人的 而且 到现在凶手都没抓住 搞得人心惶惶 那个小区的人都不敢出门 雀斑女孩说完 立即在手机上搜索起来 很快她就把手机递过 看吧 就是这个新闻 老血腥了 文言 吴江坐下的动作一致 也伸长脖子 探出脑袋 毕竟这事就发生在自己小区 由不得她不重视 这是一段不满马赛克的视频 入眼就是拉满光线 站着FBI的事故现场 记者在那里拿着话筒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吴江是听也没听 直接掠过去 观察那一坨血淋淋的东西 干 这马赛克是真的烦 吴江心头骂娘 每次到了关键位置 就是一堆马赛克 根本看不清楚 伤口究竟是什么样 只知道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祸口 但很快 她眉头一挑 是找痕 虽然只是眨眼一瞬间 但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 那道尖锐利爪留下的痕迹 痕迹很浅 但依稀能够分别出 是鹰类的爪子 而且表面平整 由此可以看出 这只利爪极为锋利 而且这形状 看着爪印的形状 吴江没来由的一阵熟悉 但又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奇怪了 真的感觉很熟悉 就好像昨天才见过 昨天 卧槽 我想起来了 这跟昨天我游戏里 遭遇的胳膊鳞爪很很像 想到这里 吴江赶紧让对方 再看一次视频 视频重新看完 他一屁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爪痕跟昨晚哥布林 留下的痕迹很像 但 哥布林的爪痕没那么大 就在这时 吴江脑海中 立即浮现出一个猜测 难不成是大哥布林 马德 大哥布林都出现了 这个世界真特么不安全 但他转念一想 不对啊 我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世界是安全的 就从神秘游戏的角度来看 这个世界一点也不简单 在看不到的地方 各种危机四伏 毕竟游戏角色死亡 人也会跟着死亡 光从这一点来看 这个游戏就相当的不对劲 里面的水 非常深 而且 现在居然有领主召唤大哥 布林过来兴凶 这特么 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没来由的 吴江只感觉背后一阵凉意 不行 得赶紧把骨枪品阶提升上去 然后打上领主烙印 要不然真到了关键时刻 我得亮 对方不一定是朝自己来的 但万一呢 自己小命就一条 可开不得玩笑 是是 可就真是是了 吴江 吴江 呼喊声打断了吴江的思考 后者回过神来 不由地侧头看去 我给你泡了杯茶 趁热喝吧 说着 张燕也不管他接不接受 直接把茶杯放在桌子上 转身就走 反倒是此刻的吴江 一脸猛逼看了看桌子上的茶 又看了看张燕那凹凸有致的背影 这到哪样啊 来自上司的慈爱关怀 啪 就在吴江疑惑的时候 一旁的同事拍了拍他的肩膀 要我说 咱们张总就是刀子嘴斗腐心 别看他平时凶的不行 其实人老好了 是啊 是啊 这是雀斑女孩也来插话 上次下雨我没带伞 还是张姐亲自送我回去 说实话 可给我激动的 那时候我都差点觉得 女的也不是不行 呸 你可别恶心人家张总吧 李姐一脸嫌弃的碎了口唾沫 人家张总是人好 不是对你好 你可别自作多情了 还有你 说着 他把矛头对准吴江 文言 吴江一脸猛逼地指着自己 我 对 就是你 别以为拿来的一杯茶 就有什么非分之想 吴江 说着张燕 众人仿佛是打开了话匣子 你一言我一句聊个不停 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下班时间 对了吴江 后天晚上八点 咱们营销部团建 计准时间 可别到时候来晚了 似乎想到了什么 却把女孩提了一嘴 经过吴江一个下午的回忆 总算是找到了女孩的名字 刘悦 啊 团建 我有事可能来不了了 吴江推辞道 说实话 如果不是囊中羞涩的 连饭都吃不上了 吴江是真的想宅在家里 狠狠发育自己的领地 毕竟是玩命的游戏 由不得他不重视 至于多余的时间 游戏前期 怎么可能有多余的时间 张总知道你的情况 所以这次团建 咱们用公费 刘悦白了吴江一眼 显然是认为 吴江吝啬那点小钱 呃 这样啊 那到时候再看吧 吴江说着 拿起东西赶紧溜 哎 你这人 看着对方讨写式的离开 刘悦也是无语了 咋的 跟他这个有点雀斑的小美女说话 难为他了 哼 刘悦一跺脚 开门 关门 吴江到家后 把身上的东西一扔 立马打开游戏 小的们 你们伟大的领主回来了 吼 游戏画面刚清晰起来 就看见一道惨绿色的身影 向自己飞扑而来 操 操 操 吴江王魂大帽 赶紧让游戏角色 一个驴打滚 躲过这个不讲武德的偷袭 下一个瞬间 嗖 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紧接着 一杆凌厉的长枪降临 轰隆 尼沙飞剑 尘土飞扬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 原地留下一个 直径一米的半圆形坑洞 至于那只不讲武德的哥布林 已经被打得四分五裂 虽然不是第一次 看到这血腥的一幕 吴江还是忍不住双手合十 说了句 阿弥陀佛 少请 大将骨枪 浑身沾满鲜血 手里捧着一坨光团 递到自己身前 恭喜 获得浑纱8.4克 恭喜 获得哥布林残魂X5 叮 你的骷髅怪 骨枪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学徒接三级 伸手接过这些东西 吴江的第一反应 不是兴奋 而是陷入了沉默 8.4克魂杀 都快是之前的两倍了 这也意味着 在下午这段时间内 来犯的敌人更多了 这么说来 攻略上面全是真的 一旦领地被发现后 接下来就是数之不尽的骚扰与袭击 而且 敌人会越来越强 想到这 吴江抬起头看向周围 血腹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苏醒过来 两只骷髅怪浑身是血 但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反倒是剩下的八只小骷髅 有两只都出现 缺胳膊少腿的情况了 小骷髅太弱 得加快进化点的获取 尽早把他们进化成骷髅怪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哦 我亲爱的顾客 看样子 您似乎遇见了什么烦心事 不妨跟希尔维亚说说 虽然我也没什么办法 第八章 行伤 吴江被吓得浑身一个哆嗦 连退三步 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也不怪他反应这么大 主要是这家伙 翘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身后 这要是对方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哦 哦 亲爱的顾客 您大可不必这么谨慎 希尔维亚是和善的行商 不会对您产生威胁 我以财富之神普鲁托启示 说的没有半点虚假 接下来 在希尔维亚不断地解释下 吴江终于放下戒备 不放下也不行啊 大将骨枪 好像根本没有看见这家伙 就好像 只有他能看见 或者说 只有领主玩家能看见 根据他所说 行商是这个世界中立阵型的一员 不参与任何势力之间的斗争 只进行交易 顾客小到哥布林骷髅 大到天使恶魔 行迹更是遍布整个世界 再看向对方 一张标准的西方脸 身着某些野兽皮革制成的装备 骨骼粗壮 身形高大 整整比他高了一个头 似乎 一息 好像 真的是个商人 看着对方身后的推车 吴江内心终于平静了下来 永恒之界的商人 吴江语气不定地问道 文言 西尔维亚笑着解释 尊贵的客人 感谢您对西尔维亚高度评价 但不得不说 卑微的西尔维亚 可不敢以永恒之界的商人自称 毕竟 我只是万森大陆中 一位身份低微的行商 万森大陆 吴江瞬间捕捉到了 对方话中的关键点 我降临的地方 叫万森大陆吗 吴江难难道 啪 啪啪 西尔维亚拍拍手 打断了他的思考 尊贵的客人 咱们得时间 都是宝贵的不是吗 与其浪费时间 不如 开始交易 文言 吴江立即来了精神 说得很好西尔维亚先生 但如你所见 我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与你交易 哇哇 尊贵的客人 宁可谦虚了 要知道 魂纱和残魂 都是可以的交易的 吴江按道果然 魂纱真就是这个世界的 硬通货币 既然这样 那先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 如你所愿 西尔维亚大手一挥 吴江眼前瞬间浮现 大量光团 天使之剑 蕴含着大量圣光的神剑 拥有斩灭一切的力量 对恶魔阵型生物的伤害 增加100% 售价 500魂石 破灭全套 受到战神祝福的全套 戴上它 你将拥有 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售价 3000魂金 免死金牌 能够抵挡一次致命攻击的道具 用过即消失 售价 1000魂金 炎魔 战魂 深渊地狱中的中阶恶魔 沐浴地狱之火而生 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售价 800魂金 魅魔 瓷 残魂 深渊地狱中的下阶恶魔 在战斗上可能不行 但在某方面 却广为人称赞 售价 600克魂纱 吴江目光灼灼地 看着魅魔残魂 可惜自己手里魂纱不够 不然 唉 忠世身上无分纹 辜负小巷俏家人 尊贵的客人 希尔维亚看出了您的为难 要不这样吧 您将您的灵魂卖给我 希尔维亚愿意出50魂金收购 希尔维亚一本正经地说完 文言 吴江止不住地擦了一把汗 还能卖自己的灵魂 按照攻略上说 100克魂纱等于1块魂金 100块魂金等于1块魂石 这么说来 我的小命还是挺值钱的 价值5000克魂纱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嘴上还是连忙道 不了 不了 见吴江拒绝 希尔维亚也并未感到遗憾 在他眼里 只要是个正常生物 都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良久 经过吴江的不断努力 直到翻到最后 总算是找到了自己能买的东西 哥布林 残魂 可用于祭坛 配合一定量的魂纱 召唤哥布林 为你而战 售价 两克魂纱 小骷髅 残魂 可用于祭坛 配合一定量的魂纱 召唤小骷髅 为你而战 售价 两克魂纱 史莱姆 残魂 可用于祭坛 配合一定量的魂纱 召唤史莱姆 为你而战 售价 两克魂纱 便宜的残魂 连介绍都几乎相同 要不要这么现实 吐槽完 吴江不由地思考起来 目前 我手里有17.8克魂纱 最多可以买8只小骷髅 但后续召唤也要花费 所以 最好只买5只 但5只似乎又太少了 想到这 吴江语气不定地问道 我的朋友 你这里 收购残魂不 收 当然收 不过 我只按售价的50%收购 希尔维亚道 就不能多点 希尔维亚笑着拒绝 见状 吴江暗骂奸商 拿出手里的10只戈布林残魂 成功从对方手中 获得10克魂纱 然后在希尔维亚满脸的笑容下 吴江含泪买下10只小骷髅残魂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用戈布林 一来金手指的特性 注定了他必须得走专精道路 兵种多了 反倒是拖后腿 毕竟在有限的魂杀情况下 肯定是优先培养高品质的兵种 二来嘛 不说吃喝拉撒睡 这些繁琐的问题 哥布林作为三坑之一 最致命的是 这玩意会被吓破胆 遇见一面倒的屠杀 你还指望他拖出敌人 逃跑起来比领主都快 再说了 这哥布林长得这么丑 是个正常人 有点选择的余地 就不会选他 想通其中关爱的同时 吴江挥手与希尔维亚告别 直到对方的身影 彻底在自己眼前消失后 他才收回目光 现在 又是熟悉的召唤环节 走到祭坛之上 吴江把小骷髅残魂放入其中 立即得到了提示 一枚小骷髅残魂加一具魂纱 即可召唤出对应兵种 吴江 欧下花线欧 干掉一只哥布林才零点几的魂纱 召唤一只小骷髅 竟然要一颗魂纱 吴江嘴里骂着奸伤 手上则是乖乖的 地上七颗的魂纱 至于剩下的三只小骷髅残魂 会有用的 随着熟悉的光芒闪过 一道道僵直的身躯 缓缓浮现 吴江挥挥手 七只小骷髅 零零散散地走下祭坛 直到目前 吴江共有 骷髅怪X2 小骷髅X15 血服X5 比起一些新人领主玩家 一开始才五只大头兵 这个阵容还是挺不错的 他伸手轻点骨枪 眼前立即闪过一条讯息 骷髅进化点 2.75 4 从12点到现在 满打满算 也就才七个小时 竟然暴涨了整整2.25的进化点 吃惊完 吴江再度陷入沉思之中 现在 放在他眼前的路有两条 要么再进化出两头骷髅怪 要么攒一攒进化点 让骨枪再度进化 普通三星的兵种 再进化 应该是优秀一星的兵种 两者相差一个大阶层 实力差距必然不小 但攒进化点的话 万一遇见更强的敌人来犯 又该怎么办呢 想了想 吴江还是决定等一等 如果三点进化点就可以进化的话 就给骨枪进化 如果三不行的话 那就再来三头骷髅怪 在吴江的安排下 一个小时过去 骷髅进化点 2.94 快了还有一个小时 少请 骷髅进化点 3.13 第九章 吴江出征 寸草不生 夜晚的临江市下起了大雨 来往路人撑着雨伞 行色匆匆 此时 某处小区的 一间六十平的小房子里 吴江挪动鼠标 颤颤巍微地 再点击了一下骷髅后 又将鼠标放在骨枪身上 随着他重重点下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游戏角色缓缓走到 还在整理队伍的骨枪身前 在对方一脸疑惑的目光中 伸出食指 后者顿时反应过来 单膝跪地 右手放于胸前 熟悉的白光闪动 骨枪的身躯 再度发生改变 身高被拉长到两米有余 至于宽度倒是没变 待到由未知浮温 凝聚而成的光芒散去后 一位劈盔代甲 手持两米长枪 威风凛凛的高大身影 出现在无将身前 那双眼眸中 散发着的幽蓝色火焰 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恭喜 骷髅怪 普通 骷髅枪兵 优秀 还没完 骷髅枪兵 骨枪 对枪的掌握得到提升 喜得五道 枪术 出击 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技能 动膝 枪术 出击 对枪方面拥有一定的领悟 能够熟练地运用 刺 跳 挡 聊等操作 动膝 有10%的概率 看透对方攻击中的破绽并反击 有概率造成一击必杀的效果 四 等到提示结束 无将多少倒吸一口凉气 这这这 这是一发出惊了 而且还是双惊 我冰谷枪 果然有大地之姿 要不换个名字 叫谷傲天怎么样 这个想法刚浮现 就被他打断 算了 算了 咱做人要低调 低调才能干大事 苟住 才能成大业 与无将的高兴不同 此刻的骨枪 急得不行 他左看右看 盔甲里的浑火 疯狂燃烧 盾呢 我那么大一个盾呢 没有盾 我怎么抵御敌人的攻击 没有盾 我怎么为领主大人保驾护航 盾没了 可给骨枪急得 差点跳起来 身为他的领主 无将通过精神链接 清晰地感知到了对方的情绪 不就是了盾吗 没了就没了 看我无大领主给你洗脑 不 开导开导 只见他冲骨枪招招手 后者会议 赶忙停下动作 单膝跪地 骨啊 你要知道 盾 只能守护你一时 不能守护你一时 骨枪 无将拍了拍他的肩膀 目视前方 一副深沉的模样道 骨啊 你要知道进攻 才是最好的防守 只要你干掉敌人的速度够快 他怎么会有出手的机会 你又怎么需要防御 骨枪 对啊 只要把对方扼杀在摇篮里 他不进攻 我又为什么要防御 骨枪悟了 瞬间悟了 拜 谢 主 沙哑的声音从他嘴里传出 满是敬仰与佩服 无将 Sigma 你会说话 你竟然会说话 你怎么可以会说话 无将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眼前的骨枪 这这这 这怕不是一只精英怪 而是一只BOSS吧 竟然还能口出人言 两久后 无将终于回过神来 是了 这是一个真实游戏 会说话的骷髅 有啥好意外的 这很真实好吧 想通后 他转身看向身后的五只血浮 血浮进化点 1.95 相比起骷髅们 开过山车一般的 进化点速度 血浮这边就比较正常 这么久过去了 也就才增加了一点 不过一点也够了 说着 他顾忌重施 手指轻轻点在血浮头上 光点化作符纹链接 而成的丝绸 轻松地将血浮包裹在其中 只见光芒中 头颅大小的血浮 被迅速放大 血红色的皮肤 也极快地变成深红色 带到光芒散去 一头站在地上 有一米五个头的巨型蝙蝠 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那双深褐色的树桶 直勾勾地注视着无将 恭喜 血浮 普通 腐蚀蝙蝠 普通 爹 您的冰种腐蚀蝙蝠 觉醒天赋技能 探测 探测 以自身为中心 方圆百米内的一切生物 都逃不过你的探测 嗯 侦查并有了 随着进化结束 腐蚀蝙蝠立即兴奋地 叽叽叽地叫个不停 同时不断扑朔着那双肉翼 看着眼前的蝙蝠 无将脑海中 浮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你说 有没有可能 再进化一次 我就可以骑蝙蝠了 这蝙蝠如果再大一点 是不是可以算是 双足飞龙的青春版了 双足飞龙 作为这个世界的顶尖做起 我无大领主做不起 难道他的青春版还不行吗 看着头顶上 那只一盏进两米五的腐蚀蝙蝠 无将觉得 还真有可能 不过 那也是之后的事了 目前蝙蝠还太小 现在 有兵 骷髅枪兵 有马 腐蚀蝙蝠 兵抢马撞应该干嘛 当然是立兵莫马 开城拔寨 进攻啊 想到这 无大领主大手一挥 在不停修筑攻势的骷髅 跟负责巡逻的血服纷纷停下 规规矩矩地来到祭坛下方 不错 骨枪 果真有大地之姿 上次让他训练一下这群家伙 别看起来乱糟糟的 没想到一下午过去 就能做到这种程度 微微点头 在众多兵马中 除了骨枪和骨刀之外 又轻点了三只刚召唤的小骷髅 血服方面 就一只腐蚀蝙蝠和两只血服 这八位 就是他手上的顶尖站立 而今天 他 无大领主 就要外出巡视一番自己的领地 顺便清扫一下周围的障碍 但话又说回来 走势肯定要走的 但走的距离嘛 还是得近一点 自己手上的兵种 除了新出炉的小骷髅外 其他都已达到二级 其中 大将骨枪 更是达到了三级 不过 这显然还没到横行无际的地步 出门在外 还是要低调行事 夜晚的森林格外的黑暗 秋风萧瑟带上阵阵乌叶声 歪脖子树身形勾楼 上面包着人色的树皮 远处一双双绿油油的目光 如鬼火在寂静的燃烧 林间突然闪过的黑影 不由得令人几倍发亮 唉 这叫什么事啊 身为领主 竟然要亲自外出 无将通过第三人称视角 看着眼前的一切 总有一种玩恐怖游戏的感觉 而且 这路也太特么难走了 倒也不是地势原因 而是好好的路 以被粗壮的树根覆盖 盘取折叠的巨型树根 让游戏角色无从下角 时而跳跃 时而弯腰 时而深蹲 时而匍匐前进 明明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却像跑了三公里 等我手下兵种强大了 就把这些树统统扫平 这样走路 太特么累了 无将想到 突然 大将骨枪陡然抬起手 队伍立即停下 有情况 第十章 哥布林营地 无将轻轻从小骷髅身旁走过 很快便来到骨枪身旁 什么情况 无将刻意压低声音 骨枪没有说话 而是指了指前方 神秘兮兮地示意他去看 后者会议 转头向他指的地方看去 只见在层层树木的空隙中 依稀可以看见 远处的点点火光 火光 难道是有人 在森林里面烧火做饭 无将旋即又摇摇头 这里可不是什么和平地区 在这万森大陆 即便有人足 也大概率不会半夜在这里生活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 也怪 想到这 无将伸手 对着后方扑腾着翅膀的腐蚀蝙蝠招了招 紧接着通过精神链接 让他探测一下 前方究竟是什么东西 后者点点头 棕色的双眼瞬间变得心红 而后两只尖锐的耳朵疯狂摆动 一道看不清 摸不着的波浪 向周围播洒出去 很快 腐蚀蝙蝠眼睛恢复 冲无将笔划起来 看着对方的笔划动作 他一把 扶着自己的额头 忘了这家伙很蠢了 摇摇头 还是耐心地观察对方的笔划 约莫过了十分钟 无将才大致明白了他的意思 前方是个类似营地一样的东西 里面有十来只哥布林 其中有两只比小骷髅高大一些的 显然是大哥布林 至于余下的 都是普通哥布林 我说怪不得最近老是有哥布林骚扰 感情这外面 有一个哥布林营地 通过腐蚀蝙蝠表达的信息 里面的哥布林已经非常少了 想来这也是谷枪的功劳 说着 无将向谷枪投以肯定的眼神 后者魂火一盛 受到鼓舞 开心不已 但随之 回忆起最初谷枪抓回的小哥布林 无将心里一阵后怕 如果那玩意真的逃出来了 并且成功通风报信 第二波 怕不就是整个营地倾巢而出 除恶无尽 斩草出根 无将暗暗告诫自己 以后对付敌人 就应该把路走窄 把事做绝 绝不能给对方任何机会 做完这些 他将目光看向腐蚀蝕蝠 进化而来腐蚀蝠蝠 比起血腹速度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用它来牵制哥布林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所以 你 去把这群哥布林 引向森林那头 指令下达后 腐蚀蝠蝠 立即扑腾着翅膀飞出 很快 好 好 好 丛林深处 传来阵阵怒吼声 原来腐蚀蝠 趁哥布林们不注意 一把先掉了他们干饭的锅 这让正准备饱餐一顿的哥布林们 怒火中烧 发誓要把这家伙碎尸万段 紧接着 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再然后 吴江就看到一群哥布林 怒气冲冲地追出营地 走 吴江大手一挥 剩余的兵马 立即冲向哥布林营地 走在最前方的骨枪浑火跳跃 他似乎又学到了什么 等到吴江带兵来到哥布林营地时 看到的东西 差点恶心地隔夜饭出来 堆叠起来的腐肉骨头 心肝 眼珠子被扔得到处都是 阵阵恶臭扑面而来 一侧的木架子上 还有一只被开膛破肚的哥布林 这些东西真恶心 饿了连同类都不放过 是真该死啊 吴江心里对哥布林的评价 一降再降 到现在是看着就觉得恶心 他挥挥手道 搜 找找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拼铃汤龙 阵阵打杂的声音响起 不多时 两样东西出现在吴江眼前 一个白色的箱子 一块木质的牌子 我擦 掉宝箱了 他正准备打开宝箱 远处响起哥布林的叫声 抬头看去 不知何时 前方已经有两只 大哥布林折返回来 大哥布林 普通 学徒接三级 简介 比起普通哥布林 他明显更为强壮 也更为残暴血腥 正常情况 五只哥布林都不是他的对手 一只学徒接三级 一只学徒接二级 骨枪比他们整整高了一个品阶 而且还有骨刀助力 完全没问题 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吴江叹息一声 而后对着骨枪道 干掉他们 骨枪浑火飘动 一步来到吴江正前方 两只大哥布林怒吼一声 四肢着地 疯狂向吴江冲来 骨枪单手紧握长枪 身子微微倾斜后退 重心下压 做出一副投掷的动作 随着他的动作 一缕缕黑气 不断向长枪汇聚 但他并没有急着投掷 而是在等 等一个机会 一百米 八十米 五十米 突然 骨枪动了 在某个瞬间 两只大哥布林奔跑到身形相互重叠的时候 蹭 利剑出鞘的声音响起 长枪在夜空中如荧光炸现 下一刻 扑扑 两道西瓜破碎的声音响起 一秒钟后 两道重物倒地声音 才随着而来 吴江瞪大双眼 秒杀 真正的秒杀 两只堪比骷髅怪的大哥布林 被秒了 与吴江的惊讶不同 骨枪反倒是在收回长枪后 做出思考的姿势 似乎 是对刚才的一击感到 不太满意 但很快 骨枪立即回过神来 走到两具尸体前 蹲下身子 捡起掉落的浑纱 然后递到吴江身前 恭喜 获得浑纱1.7克 直到提示音响起 吴江才回过神来 现在的他 只能憋出一句 骨枪 却有大将风范 紧接着 伴随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余下的十来只哥布林 终于赶来 他们看着倒下的大哥布林 先是一惊 但紧接着看着地上的血肉 瞬间露出嗜血贪婪的神色 不顾一切地冲过来 见此一幕 吴江战术性后腿两步 将战场交给自己手下 失去了大哥布林的哥布林们 简直就是一群垃圾 在这个过程中 吴江特意让骨枪 控制几只哥布林 与小骷髅战斗 发现在十分钟的时间内 小骷髅的头领 三次出现 加0.01的字样 反倒是骨刀与骨枪 无论怎么样 都无法出现 这么看来 兵种只有跟势均力敌的敌人战斗 才会加快进化点的产出 直到骷髅进化点刷 但0.85后 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存在的注意 骨枪几枪 收下哥布林的小命后 打扫战场 吴江又拿到4.3克魂纱 和一个哥布林残魂后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遇见了两拨野狼 好在吴大领主指挥得力 轻而易举地 拿下了这群菜鸡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一来一回路走下来 游戏角色明显整个人都尾了 走路翩翩倒倒 一副虽然可能会记的样子 让吴江不得不说一句 年轻人 晚上节制点 同时转头饱寒期待地 看着腐蚀蝙蝠 你要快点进化 好让我可以骑着出去 而不是走路 此刻 腐蚀蝙蝠正在巡逻 突然间仿佛 被什么危险的东西看到 浑身打起冷战 回到熟悉的破财村落 吴江看着眼前的建筑 总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这 应该就是家的感觉吧 笑着摇摇头 踢脚走路其中 随手将一只血蝠 进化成腐蚀蝠后 他一屁股坐在祭坛上 开始清理这次外出的收获 第十一章 收获满满 吴江转身从兜里掏出那块木牌 木牌通体呈现褐色 有三指宽 为止长短 上面还用血红色墨水 绘制出了一个 吴江根本看不懂的字 不过看不懂没关系 鉴定一下就完事 物品 精力木牌 简介 增加佩戴者50%的精力恢复速度 少量的提升佩戴者身体素质 哟 好东西啊 吴江正烦闷着自己 每天都要睡六七个小时养精神 这样严重影响了领地的发展 这不有了精力木牌后 自己睡四五个小时就完全够了 只需要考虑 睡少了会不会秃的问题 好东西 话说怎么具现啊 念头产生瞬间 眼前弹出一条提示 是否具现精力木牌 需要花费浑纱 十克 操 什么家庭啊 具现一个木牌 竟然要我十克浑纱 你知不知道 召唤十只小骷髅 也才十克浑纱 突飞 强盗 奸伤啊 吴江心痛 难受 最终 还是回答了 是 随着一阵白光闪动 木牌静静地躺在电脑桌上 伸出手轻轻握住 入手略感粗糙 紧接着 感觉大脑好似一阵凉风俯过 整个人浑身一阵 有种一觉到天明的爽朗感觉 有了这东西 我感觉可以熬夜到四点 坐到四点睡觉 八点起 阎望夸我好身体 虽然花了整整十克浑纱 但吴江觉得这花得值 按照贴吧里的大佬说的 一样物品 无论是由永恒之界具现到灵星 还是从灵星投放到永恒之界 都是没有上线的 当然 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浑纱 如果浑纱多得没地方用 倒是可以投放一栋别墅过去 略微把玩了一阵子 而后将木牌揣进裤兜里 双眼看向电脑里面的那个小箱子 鉴定 名称 普通宝箱 简介 打开后可获得些许普通物品 如浑纱 残魂 锻造石等 是否打开 是 是 是 吴江赶紧回答道 花音落下 宝箱缓缓打开 里面散发出一阵刺眼的白光 待光线散去 眼前闪过提示 恭喜 获得浑纱60克 恭喜 获得随机残魂X5 恭喜 获得锻造石X1 其实吧 有时候觉得 这游戏其实容易的 紧接着 他招呼来手下所有的骷髅兵 而后在他们的目光下 将一只少一条腿的小骷髅 进化成了骷髅怪 现在 整个领地内 除了两只损射手臂的骷髅之外 其他骷髅都还有一战之力 紧接着 他招呼来骨枪 主 嗯 吴将点点头 而后在很多双目光之下 拿出十克魂纱 递给骨枪 酷 骨枪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仿佛在说 领主大人 咱们什么时候这么富了 面对骨枪那认真的不掺一点假的眼神 吴将强忍住妈脸的冲动 与其平静道 骨枪杀敌有功 这是赏你的 记住要把每一克魂纱 用在刀刃上 争取早日 进阶职业级 闻言 骨枪眼中的魂火 猛然大胜 领主大人 这是要把自己当大将培养啊 为了让自己早日晋级职业级 更是不顾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豪智魂杀给自己修炼用 明明他自己都不舍得用 领主他真的 我哭死 拜 谢 吴 主 骨枪一字一顿道 吴将拍了拍他的肩膀 给了个鼓励的眼神 然后道 下一个 紧接着 两名骷髅怪 各获得了四具魂纱 每只小骷髅分了一颗 血斧每只一颗 腐蚀蝙蝠每只四具 再召唤了三只小骷髅 又给了三具魂纱 总共花去49克魂纱 剩余11.8克 接下来 吴将便让他们去修炼 虽然战斗能够加快进化点的获取 但对于兵种本身等级并没有什么帮助 用魂纱修炼虽然不是最快的 但必然是有用的 做完这些 吴将伸手再将招呼鼓枪过来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 打上领主烙印 坐在屏幕前的吴将默念 领主烙印 只见屏幕那头的游戏角色 缓缓抬起手 将手掌轻轻碰到骨枪的身上 丝丝血线从他的手上钻出 而后没入骨枪体内 在他体内 逐渐形成一个怪异的符文 开始骨枪是抗拒的 但感受到领主大人的气息后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接受 人死则符文散 符文散则冰亡 可以说 在这一刻 骨枪的生死直接与吴将挂钩 吴将死亡 骨枪就会死去 而骨枪死去 吴将并不会受多大的影响 做完这些 他明显感觉游戏角色气息弱了不少 这让他接下来的工作 也不得不往后推一推 正好得此空闲 吴将看着自己手下的五元大将 和二十只小骷髅 总算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找到了些许安全感 或许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 会回忆起来 我曾经也是一个递不过百米方圆 将不过五元的小卡拉米 关上电脑 拉起被子 关上灯 这一觉 吴将睡得很安详 与吴将的安详不同 此刻在距离他所在的小村庄 三十公里外 直击 惨叫声响起 大哥布林应声倒地 只见这里被火焰包围 火焰中有数十只小哥布林瑟瑟发抖 胆战心惊地看着外界 火焰外有一道墨绿色的身影 正手持 大剑不断进攻 挥舞之间 带上阵阵风声 威势非凡 若是吴将在这里 一定能看出 这位手持大剑的存在 正是将他一剑穿心的哥布林剑士 哥布林剑士周围 在与其不断缠斗 远处还有两名 手持破烂人骨法杖的 哥布林萨满 远程提供火力支援 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正有双狭小的眼睛 愤愤看着火焰外的 哥布林剑士 操蛋玩意 这哥布林剑士 就跟个狗皮膏药似的 走了那么远 竟然还能跟过来 说着 尺骨前突 额骨后凹 双眼狭小 目光阴折的矮个子男人 往一旁吐了口口水 操蛋 上次那小子 也是真的废物 竟然连哥布林剑士 一击都挡不住 白白浪费 老子道具的使用次数 男人是一名游戏时 长一个半月的老玩家 在十天前 他机缘巧合之下得知 距离这里几公里外的 哥布林小型部落内 藏有一张传承圈轴 于是乎 这人凭借手里的诸多底牌 成功潜入这个小型部落 可惜 到最后竟然被他 碰见了哥布林大祭司 这玩意 可是稀有三星兵种 而且到了恐怖的 职业街九级 几乎是半只脚 踏入精英街恐怖存在 被识破后的他 不得已知下 只能逃跑 结果没想到 竟然被哥布林大祭司 施法标记 并派遣稀有一星兵种 职业街的 哥布林剑士来杀他 为此 他不惜运用目标 转移卷轴 将对方的目标 换成三十公里外的 那个家伙 结果 自然是失败了 操蛋玩意 又得浪费老子 一次使用机会 希望东边的娘们 一张羊皮纸卷轴 嘴上念着 无法理解的咒语 紧接着 卷轴发出一道鸿芒 飞速没入 哥布林剑士眉心 正在战斗的 哥布林剑士眉头一皱 转身就向着 东边方向飞速跑去 男人看了又看 直到哥布林剑士远去 他才终于松口气 退出游戏 临江市的某处别墅内 这个男人突然睁开双眼 死死盯着大门方向 谁 周大师 是我 钱三啊 钱三 你小子又来找我干什么 你让我杀的人不是给你杀了吗 嗯 难道你小子又要让我动手 周长一脸不爽 这种被人荡枪食的感觉 对他这位自认为早已脱离凡人 高人一等的存在来说 简直是侮辱 怎奈何 钱三那小子 似乎抓住了自己的爱好 让他难以拒绝 果然 钱三的话语再次响起 乔大师说的 这次三啊 是来孝敬您老人家的 这不 我可是给您带了一个 极品 您老要是不看看 可就是人生遗憾啊 哐 周长听到极品二字的下一瞬间 大门就缓缓打开 但开门的并不是他 而是一只身高近两米的大哥布林 钱三眼含畏惧地看了一眼大哥布林 若是仔细看去就可以发现 那双充满畏惧的眼眸中 多了一丝羡慕与向往 大 大师 钱三非常懂得拿捏分寸 看完一眼后 立即将目光投向周长 那副卑躬屈膝 摇摆起帘的模样 活像一条哈巴狗 极品 真是极品啊 周长看着被保镖抬进来女人 险些留下哈喇子 只见这个女人一袭后妈裙 勾勒出凹凸有致的曲线 红唇杏眼 柳眉如画 长发如铺 略施粉带 气质婉约 不似人间的女子 倒像是画中走下来的侍女 不错 不错 周长连说两个不错 看着女子的身体 眼中的色欲 近乎化为了实质 说吧小子 这次要本大师帮你办什么 周长满不在意地说道 眼睛就没从女人身子上离开过 周大师瞧你说的 我只要 前三话未尽 却见他身后的大门缓缓打开 哥布林萨满 正单手掐着一个黑衣男人的脖子 缓缓走进房间里 屋里萨多 下一瞬间 原本陷入昏迷的女人 突然睁开了双眼 一个翻身挣脱束缚 手持不知道从哪里取出来的匕首 向周长胸口刺去 定 可惜 这势在必得的一击 失败了 周长双指夹住匕首 原本满是色欲的神色 早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狡狭的目光 放了这么久的耳 今天终于上钩了 第十二章 领主得落 清晨 吴将骤然起身 紧接着高举双手 深吸一口气 啊 伴随着恶龙咆哮结束 翻身下床开始洗漱 准备迎接新一天的生活 不得不说 自从开始玩这款神秘游戏后 直接性地治疗好了他的起床困难症 而且在精力木牌的加持下 看了眼时间 这才早上七点 距离上班的八点半 还有整整一个半小时 这是当代青年人 能想象的事 这特么是不可能的事啊 精神倍棒的吴将 立即坐在电脑前 打开了游戏 熟悉的开场动画结束后 游戏角色也缓缓醒来 睁开眼的第一幕 就是骨枪一把戳爆 最后一名敌人的脑袋 而后轻轻收回长枪 哭噜噜 恭喜 小骷髅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学徒接二级 恭喜 小骷髅等级提升 恭喜 骷髅枪兵 骨枪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学徒接四级 恭喜 骷髅怪 骨刀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学徒接三级 此起彼伏的提示音响起 吴将抬眼看去 发现自己第一批的骷髅们 大多数都迈入了二级 三级有两个 四级也有一个 不错 是个好兆头 说着 他点开了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2.14 嗯 还有两个残兵 先进化成骷髅怪再说 随着两阵白光闪过 两只缺胳膊的小骷髅 成功进化成了骷髅怪 除了骨枪和骨刀之外 余下的骷髅怪吴将 均以骨三 骨四 骨五的方式命名 主要是这样记起来也方便 起名还不费脑子 第一个这样起名的人 真是个天才 直接治好了 我的起名困难症 吴将如是想到 很快 随着小骷髅们 将魂纱和残魂收集起来 系统的提示音再度响起 恭喜 获得魂纱9.1克 恭喜 获得地精残魂X2 吴将 嗯 地精 不是哥们 我才刚料理完一个哥布林营地 咋的 就怎么想不开 要为自己隔了几百代的远房亲戚报仇 说实话 单从外形来看 地精比哥布林还要矮半个头 而且同样 长得是面目猙獰 光看着就有点甚人 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地精的样子 吴将摇摇头 招呼骨枪大将过来 地精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自从骨枪进化成骷髅枪兵后 脑子似乎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不但可以开口说话 而且还能思考 这让吴将是喜忧惨伴 喜的是 自己手下有如此猛将 何愁王爷不兴 领主梦不原 忧的是 太聪明的兵种 一旦诞生了思考能力 那可就不太容易操控了 若昆领主如何服众 到现在 他连若昆哥布林都不是对手 但这是暂时 根据先行者大佬 发出来的第五期攻略上的内容 领主玩家的强化路线 主要有两个 第一种 采用暴冰流 其实每一个兵种变强后 都会反补一部分属性给领主 之所以感受不到 是因为初期兵种本身就弱 反补来的属性少得可怜 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以量变 引起质变 第二种 运用专精流 有一种名叫传承石 传承卷轴之类的珍惜道具 能够让普通人 直接转职成对应的职业 然后领主 就可以像兵种一样 通过魂杀提升实力 也可通过感悟觉醒技能 天赋等 吴江感叹 大佬果然是大佬 干货满满的同时 也产生了一个疑惑 两者并行可不可以 但很快 他注意下方多了一排留言 绝大多数的观点都是 踢法双修 只适合一些大领主后代 或者克金玩家 至于平民玩家错过尚且困难 黄论踢法双修发展了 对此 吴江摇摇头 小了 格局小了 阁下可知 游戏界的森严等级 平民怕甘地 甘地怕克金 克金怕挂臂 作为游戏世界金字塔的顶端 老十字克老 干老 游二代 都是垃圾 我吴江就是要提法双修 哭噜噜 骨枪看着领主大人张开双臂 仰天大笑的样子 一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 难道是兵马越来越强 领主大人因此开心 是了 想到这里 骨枪不由地感叹起来 想当初领主大人 兵不过十五 将无一人 如今兵强马壮 自然该高兴 同时 他看了眼身后努力工作的骷髅怪 暗暗告诫自己 不能因为暂时的强大懈怠 要不断变强 保护好领主大人 骨枪 加油 很快 等到吴江笑完 骨枪立马伸手比划 少情 你是说在东面有一个大洞 地精就是从里面出来的 吴江吃惊地看着骨枪 好家伙你怎么知道 东边有大洞的 当他问出一个疑惑的时候 骨枪立即指了指吴江身后的腐蚀蝙蝠 吴江 你小子 这么快就懂得安排人手 收集情报了 不得了 不得了 不愧是有大帝之姿的骷髅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啊 惊讶完 吴江见领地一切正常 不由得点点头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并不支持他这位领主带兵出征 上号也是因为吴爸爸 对他们放心不下 见大伙多个思其直 没有人摸鱼 吴爸爸欣慰地笑了 007 真是太适合骷髅了 在交代好一切事以后 他关上电脑 下楼点了一份拉面吃完后 又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工作像往常一样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今天抽签加班三小时 吴江那张飞球脸正常发挥 直接重彩 无奈之下 吴江只能趁着蹲大号的时间 利用手机登录游戏 不过好在 这游戏似乎是灵魂绑定 只需要一个载体 就能上号 看着眼前小不拉几的屏幕 无奈之下 吴江直接切换了第一人称视角 骷髅进化点 2.04 本来准备进化小骷髅的吴江手 突然一顿 要不 咱们攒一攒进化点 让骨枪再进化一次 这样的话 不说其他的 起码骨枪说起话来 也会更顺畅一些 至于下一次进化所需的点数 吴江猜测 应该是9点 第一次1 第二次3 那么正常来说的话 第三次应该是9 没错 9点进化点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只需要一天多一点而已 一天多 吴江一拍大腿 干了 他也很想看看 优秀三星兵种的实力 上完厕所 吴江刚来到电脑前 准备坐下 就听见身后 传来一阵悦耳的女声 吴江 下班吧 第13章 第一次交手 吴江回头看去 只见今晚的张燕 穿着就比较休闲 上身穿着一件运动服 下身是牛仔短裤 配运动鞋 露出那双白皙 且圆润的大长腿 整个人与昨天的霸道 总裁感完全不同 今天的更显青春色彩 好的 张姐 吴江微笑回应后 立即开始 收拾自己的东西 其实也没啥好收拾的 主要是等领导离开后 他好关灯 营销部向来 是最后走的人负责关灯 毕竟只是关灯而已 大家都不是斤斤计较的人 也就不甚在意 待到他将一切弄好后 下楼时 整个人都傻了 天气预报 不是说晴天吗 这么大的雨你 跟我说是晴天 看着天上的倾盆大雨 吴江心里着急啊 领地的部将们 可还等着自己 带领他们外出征战呢 怎么可以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就在他纠结是打辆车 还是顶着大雨冲回去时 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卡焰 缓缓停在了门口 吴江 需要我送你不 窗户下降 露出一张明媚动人的脸 这怎么好意思啊 吴江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身上动作却是不停 一把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坐好了 伴随着一脚油门的共鸣声 吴江真切地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推背感 车内有一股清新感 不出意外的话 是吴江买不起的香水 前世25年 加上这辈子19年的时间 吴江都属于是单身狗的行列 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 自然不会搭话什么的 这也导致整个车内的氛围 都略显沉默 不过 这沉默的氛围即将结束 突然 当车辆行驶过一段 城区老路的时候 一位红衣女子突然出现在车前 准确来说是飞到车前 紧接着 碰 碰撞声响起 几乎是同时张晏一脚刹车踩下 猛打方向盘 这一套操作下来 整个人相当镇定 跟马路杀手完全不沾边 死了 好在雨天行驶较慢 车辆很快便停了下来 打开门 张晏飞奔向前方 满脸焦急 就在这时 倒在地上的女人 用她嘶哑的声音大喊 别 别过来 什么 张晏瞪大双眼 什么情况 我把你撞了 你竟然叫我别过来 但下一刻 天空中闪过一抹黑影 张晏下意识抬头看去 只见黑暗的天空中 出现一抹白色光点 在她的瞳孔中 这抹光点迅速放大 最终经过路灯的反光 她终于才看清楚 那是一柄寒光灵灵的砍刀 张晏想躲 但身体却没有丝毫动作 就仿佛被施加了禁锢魔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砍刀落下 我 要死了吗 她喃喃自语 双眼绝望地闭上 听 清脆的声音在耳旁响起 想象中的疼痛 久久未曾出现 张晏眼眸颤抖地睁开 正好看见一具高大的身影 正站立在自己身前 她 浑身铁甲 雨水打在那山一般的身躯上 溅起阵阵水花 她 手持长枪 盔甲间那若隐若现的幽蓝色火焰 更富有压迫感 这满满的视觉冲击 几乎令张晏忘记了下一步动作 走 沙哑的声音响起 直到此刻 张晏仿佛才重新掌控自己的身子 又看了眼前方的红衣女子 最终咬着嘴唇 缓缓转身向车上跑去 直到现在 那道偷袭的身影 才终于显露出来全貌 哥布林勇士 学徒接九集 简介 大哥布林的进阶版 拥有比大哥布林更强壮的身体 更残忍 也更为奸诈 还没完 哥布林勇士 借力抽身后退的同时 巷子的拐角处 又走出一道身影 这是一只身形钩楼 穿着羽衣式的 袍子的老哥布林 哥布林萨满 学徒接九集 简介 一位会使用魔法的哥布林 在哥布林族群中 拥有较好的地位 看完 站在车外的吴江 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两只优秀品质的兵种 而且都到了学徒街的极限 这怎么打 谷啊 你顶得住不 顶不住的话 咱们先跑怎么样 吴江一直崇尚的 是以多打少 以强凌弱 自己是挂逼 但自己又不是天命之子 这种越急 越数量的打法 根本不是自己作风 也就在这时 哥布林勇士动了 他猛的双腿发力 横跨剑步 举着大刀 冲破雨水 向骨枪砍过来 这是大力尘 势不可挡的一击 在骨枪看来 也就那样 只见骨枪骨眼中的魂火 猛然大胜 东西 此刻在他的眼里 哥布林勇士的攻击 简直是破绽百出 骨枪紧记领主大人的 钻钻钻叫道 对付敌人 就要把路走窄 把事做绝 而后 他在0.01秒的时间里 选出了那个最致命的破绽 骨枪横枪改直卧 紧接着在某个瞬间 静止向前方刺去 噗 力气如肉的声音响起 与此同时 还有哥布林勇士 凄惨的叫声 但随着骨枪发力 扯出长枪后 惨叫声戛然而止 原本还不可一世的 哥布林勇士 此刻如死狗一般倒在地上 啊 这 这转变发生得太快 太突然 以至于在场的人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战斗就已经结束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吴江 他看着这熟悉的一幕 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怎么又想不起来 只得在心里感叹 我古 竟强悍如斯 好强 红衣女人 原本都不抱有什么希望了 可见到哥布林勇士 被秒杀后 他觉得又有希望了 自己 似乎还能活 阿里苦拉 后方的哥布林萨满 不知何时 已经高举起法杖 在那里念念有词 然而 深得狗到精髓的骨枪 又怎么会忘记了他 只见骨枪从背后 掏出不知从哪里得来的钢筋 然后做出一副投掷的动作 随着大量黑气的涌入 嗖 钢筋脱手而飞 裹挟着一往无前之势 哥布林萨满见状 亡魂大帽 赶紧中断施法 换成了一个防御性魔法 哄 两者碰撞 带到一切尘埃落定 哥布林萨满愤怒地 从土灰中爬出来 看着空空如也的街道 怒从心来 与此同时 周长干受的身影 才终于赶到 看着孤单单一个人的 哥布林萨满 以及死相凄惨的 哥布林勇士 他目自欲裂 心头在滴血啊 哥布林勇士 他费了多少心血 多少个日日夜夜 才培养出来一只 结果今天折在了这里 还死得这么凄惨 你让他如何担心 无论是谁 老子一定要弄死你 周长怒吼一声 形如蜂魔 第十四章 官方玩家上门 与兮兮立立地吓着 吴江一把推开门 坐在里面 重重喘着粗气 一方面 是因为一口气跑了五公里 身体有些顶不住 你让他这个年纪的人 如何不喘气 另一方面 根据骨枪传来的讯息 据说在吴江召唤他的时候 领地正巧遭遇了 近二十只地精的袭击 为此 在确认安全后 吴江果断把骨枪传送了回去 就在刚才 骨枪总算是通过 精神链接传来消息 战斗结束了 这群地精当真不讲武德 竟然趁我大将 不再搞偷袭 可给吴江气的呀 一拍桌子 手疼得不要不要的 草 这群地精 已有取死之道 吴江估摸着 等到骨枪再进化一次 就去老十字地精洞穴 把他们一锅端了 梁九 待到心情恢复好后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呼 深深呼出一口浊气 怎么说呢 这一次战斗看似惊险 实则极为惊险 光骨枪头顶冒出 加零点一都不知道出现了几次 由此可见 我大将骨枪受到的压力也不小 他去卧室拿了套换洗衣服 在卫生间里冲洗干净后 立即登陆游戏 查看自己的战况 主 骨枪发现吴江醒后 立即把东西递上 恭喜 获得魂杀 11.7克 恭喜 获得随机残魂X2 恭喜 骷髅枪兵骨枪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学徒接五级 恭喜 小骷髅升级 恭喜 骷髅怪升级 一阵阵悦耳的提示音 响起 仿佛在攻迎 自己这位伟大的领主回归 再看向两类兵种的进化点 血液进化点 3.01 骷髅进化点 5.61 卧槽 大风收啊 吴江看着这么多的进化点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自己准备攒一团的进化点 直接到了5.61 距离9 也只有3.39 也就是说 大概明天下午左右 自己将拥有一名优秀三星的兵种 而且 血液的进化点 已经来到3了 是时候 让自己这位伟大的领主出门 不再需要甩火腿了 你 过来 吴江指着那只最早进化出来的腐蚀蝙蝠 后者会议 扑腾着肉意 来到吴江身前 而当吴江看清楚对方的等级后 不由得眉头一挑 腐蚀蝙蝠 学徒接六级 这 比大将骨枪都还要高一级 你小子不会是吃金克拉长大的吧 这句话刚说出口 他就想起来 这家伙好像每次收尸的时候都会吸血 吸完后 就会陷入沉眠 似乎 这就是血液的升级道路 攻略上说 每一种生物都有特定的炼击方式 找对方法 炼击速度可提升10%至50% 这么说来 我这五只蝙蝠炼击方式 应该就是吸血 吴江略微有些惊讶的点点头 这感情好啊 又可以升级 还能省去一堆食物 自己领地蝙蝠省了食物 游戏角色与自己互通 自己吃饱了 对方就不会饿 至于骷髅 007工作从未停止 不错 以后有机会 给你找一些兄弟姐妹 游戏角色拍了拍腐蝙蝠蝠的脑袋 而后伸出食指 轻轻一点 耀眼的白光 再度将其笼罩 在白光中 原本近一米五高度的身影 再度被拉长拉宽 深红色的肉液 逐渐变成灰色 腐蝕蝠蝠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腐蝕蝠 普通 紫童幽浮 优秀 您的紫童幽浮 觉醒技能 隐秘 带到红光完全散去 一头站着高度近一米六 拥有成年男性体宽 一盏近五米的巨型蝙蝠 出现在无疆眼前 它灰色的身躯上 附着浅浅的黑色条纹 宽大的肉衣上 搭配上尖锐的骨刺 原本就猙獰的头颅更为骇人 紫童幽浮兴奋地闪动翅膀 仿佛在庆贺心声 但很快 一只巨大巴掌砰的一下 打在他脑袋上 他先是一愣 而后便是怒不可遏 谁 谁他妈敢偷袭老子 紫童幽浮愤怒地转头看去 正好对视上骨枪那双冰冷的毛子 仿佛被泼了一盆凉水 整只幽瞬间从老鹰变成了鞍唇 弱弱地抱怨了一句 知 他可不敢在骨枪大将面前放肆 要知道 眼前这位狠人 杀起敌人跟砍瓜切菜一样简单 自从他见过这位后 从来就没见过 有人在跟眼前这只骷髅动手后 能活过一个回合的 如果有 那一定是骨枪大将放水了 骨枪 哭 噜噜 你没看到领主大人 都要被你扇飞了吗 后者会议 立即匍匐在吴江面前 祈求原谅 至于吴江 他一脸镇定地 拍了拍子童幽浮的头 而后语气平淡地说道 下辈子 注意点 啪 B调冒出的画面 吴江根本没有理会 匍匐在地上的紫童幽浮 而是观察起对方的这个技能 隐匿 你是黑暗中的阴影 在黑暗情况下 你能够躲避绝大多数的窥探 只要不发动攻击 便不会被发现 这个技能不错 就是不知道我在上面 会不会一起隐匿 想到就做 吴江坐上紫童幽浮的背 轻轻拍了对方一下 后者立马知道什么意思 赶紧煽动翅膀飞起来 虽然飞得比较慢 也没多高 但终归是飞起来了 隐匿 吴江到 随着紫童幽浮眼眸中的紫色闪动 一股看不清楚的波纹 将吴江和紫童幽浮笼罩进去 下方的骷髅们 立即就看不到他们的领主 也只有骨枪还能通过感知 依稀知晓吴江的方位 大约飞了十分钟 紫童幽浮就转过脑袋 对着吴江滋滋见 表示体力不行就 可能要等到职业级 或者再进化一次 才能实现飞翔自由 吴江也不气馁 这不就是九点进化点 他有的是机会 做完这些 他揉了揉太阳穴 十一点了 那群人差不多要来了吧 按照今晚自己的表现 如果真的没有人来查水表 那才不对劲 说完 他又给骨枪为以重任 而后退出游戏 关上电脑静静等待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咕噜噜 人没等到 反倒是肚子饿了 起身正准备给自己泡一桶老檀酸菜 房门就被人敲响了 第十五章 官方论坛和领主试炼 毒毒毒 沉闷的敲门声响起 吴江整理心情 缓缓上去 将门打开 入眼是一位披着西装 身穿红色连衣裙的美丽女子 吴江一眼就看出 这是被张燕撞到的美女 上下打亮了一眼 开口问道 有事 方便吗 我有些事想进来说说 女子说话很有礼貌 脸上始终带着令人沉醉的微笑 请 吴江伸手示意 既然都准备好了跟官方接触 遮遮掩掩的反倒是让自己落了下城 女子身后跟着一位国子脸中年男人 通过观察两人的微动作 吴江判断出 国子脸男人才是领导 两位来得突然 没什么准备 只能给二位准备摆开水了 小事 中年男人微微一笑 给人一种父亲般的慈祥 自我介绍一下 本人姓江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这位是我的搭档 苏青年 这次上门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感谢吴兄弟出手救下我的搭档 江姓男人说完 两人立马就要站起来鞠躬 见状 吴江赶忙站起来制止 哪里 哪里 举手之劳罢了 文言 江姓男人也是话不多说 直接从兜里掏出来一块浑金 对吴兄弟来说是举手之劳 对江某来说却是意义重大 如果我这侄女有什么意外 我可怎么对得起天上看着我的兄弟 小小感谢 不成敬意 得 人家都这么说来 还能怎么办 只能满脸为难地把魂金揣进裤兜 见吴江收下魂金 两人相视一眼 都看出对方的喜色 至于这第二件事嘛 就是向吴兄弟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官方的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 也欢迎像小兄弟这样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加入 似乎因为吴江 救过苏青年的原因 江姓男子说话明显更为谦虚 江两人完全摆在了同一位置 跟某些官老也完全不同 文言 吴江率先问出了自己最想问的问题 那就是 神秘游戏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神秘游戏的有关一切 在官方论坛里面都有介绍 只是有些需要支付九州币 如果吴兄弟想要详细了解 不妨考虑一下我们 但如果只是想见到了解一下 江某倒是知道一些 这样啊 那麻烦江队 跟我简单介绍一下 吴江道 文言 江姓男人神色不变 娓娓道来 神秘游戏的来源无人知晓 但通过最近几年的消息 可以判断 最早的一批人 应该是在五年前产生的 而且这个游戏似乎在有意的挑选 至于目的嘛 吴兄弟应该知道 吴江心里无语 这不是废话吗 游戏开头就说了 拯救世界 拯救永恒之界 而且这个挑选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 只是年轻人的概率比较大 但即便如此 一百个人中 也就只有一两个名额 听到这里 吴江不禁眉头一挑 1%至2%的概率 看起来低 但要知道 灵星最低也有150亿人口 算下来 灵主玩家也有1.5至3亿人 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 接着 吴江问起了九州的情况 九州情况并不乐观 因为灵主玩家的不确定性 以及初始兵种随机性 还有游戏难度等问题 导致新人死亡率极高 基本上五个平民新人里面 能活着一个就不错了 而且 哪怕度过了前期的危机 后面也会发生诸多困难 导致咱们许许多多的新人 被活活拖死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但就咱们单个灵江市而言 现存的灵主玩家数量 绝不会超过5万 5万听着多 但要知道 灵江市内有500万余人口 这么算下来 这才1%不到 江信男人 一连说出几个不好的信息后 似乎想到了什么话风一转 不过 吴兄弟 你也别气馁 因为最近几年的发展 死亡率已经有所下降 而且 咱们官方对于民间领主 有许多的扶持 最基本的 只要你去记个名 每月就有59周币可以拿 而且 只要你加入我们 每月除了补助外 还有魂纱 魂金 就连一些残魂 乃至珍贵的战魂 也能优先兑换 看着对方绘声绘色地说着 吴江很想打断对方 这样不经意见地推销 但又不忍心 所以 他只能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真的超级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拿了好处是肯定要办事的 如果真到了危急的时刻 在不影响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吴江倒是不介意出手 但现在只顾尚且不暇 哪还有精力管其他 这所谓的扶持 特么的烫手 将信男人见吴江 只是就露出异动 并没有实际的行动 当下心头一横 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新人领主试炼吴兄弟知道吧 嗯 新人领主试炼是啥 说真的 吴江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玩意 就是每一位新人领主 在一个月后 由永恒之界的世界 意志为领导 将新人领主及其领地 传送到一个名为试炼场的地方 与怪物进行一场无尽对抗 苏青岩插了一嘴 无尽对抗 吴江微微吃惊 果然 这游戏还是玩命的 将信男人看了一眼他 接着补充 不错 新人领主试炼非常重要 如果挑战成功 并夺得前一百名 会得到海量的奖励 哪怕是阴魂都曾奖励过 但如果失败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也就是正常发展罢了 正常发展 有人关注跟放养之间的区别 吴江还是明白的 不过这世界奖励确实不错 有机会的话 倒是得去争一争 反正又不危险 只是要去争夺的话 我现在的兵马 还是太弱了 吴江如是想到 见吴江神陷入沉思 将信男人 立马又开始他的营销 其实吧 只要吴兄弟加入我们 在官方的扶持下 不说在新人领主 试炼上争钱一百名 通过试炼还是不难的 吴兄弟可以想想 一个人发展多么困难 如果加入了组织 我们还能提供兵力帮助 职业级的兵种 不是不可能 精英级也还是有希望的 而且 一旦兄弟你发展不下去了 也可以考虑放弃领主 选择当一名游侠 虽然上限不高 但能保得一条性命 说完 将信男人顿了顿 接着道 怎么样 要不加入我们 真的好处多多 吴江深知 拿人手短 吃人嘴短的道理 咱能公平交易的是 为啥要跟人绑在一起 如果自己加入进去 远的不说 就今天那只 哥布林萨满的领主 就是一个大麻烦 别看骨枪 给哥布林勇士一招秒了 但要知道 骨枪是谁 那可是有大帝之姿的哭啊 放在小说里 可是妥妥的古奥天 哪怕是古奥天 也还用了洞西这个技能 换成其他同等级别的兵种 怕不是要大战三千回合 才能奋出胜负 陈阴烧雪 吴江笑着拒绝道 江队的提议很不错 但我还是想一个人 发育发育再说 就是嘛 这么好的条件 哪里去找 来 契约书我都带来了 嗯 不对 你说啥 你拒绝了 第十六章 论坛现状 我说 加入官方 固然有很多好处 但我还年轻 还是想闯一闯 啊 吴兄弟 你能够拥有一只优秀的兵种 这点确实是你的实力 你也有独自发育的能力 但加入我们 你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咱们给时间都是宝贵的 为什么不节约一点呢 文言 吴江还是摇摇头 江姓男人还想再说什么 但看到吴江 那副心意已决的表情 挪了挪嘴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行吧 年轻该有冲净 说完 他随手拿起一张纸 在上面写了一个网址 然后附带认证账号 以及密码后 递给吴江 吴兄弟 话不多说 这是官方搭建的论坛 里面或许有一些你想知道的东西 然后进去 需要有一个实名认证 你扫一下脸就行 里面也有咱们分布的地址 里面有咱们自己人开办的交易市场 童走无期 如果有需要 可以来看看 说完 他拍了拍吴江的肩膀 意味深长道 年轻人 如果撑不住了 你背后还是组织 别好那点面子 小命底什么都珍贵 而后 缓缓起身 再度为官方争取了一下 剑实在拗不过吴江 也就告辞离开了 吴江轻轻地关上门 感叹这个世界 还是有好人的 就刚才姓江的那个 对方说话间流露出来的真情实义 确实没得说 不过 金手指是吴江的底线 绝不能有一丝被发现的风险 但这个分布建立的市场 确实是个好地方 有时间去逛逛 看看有没有小骷髅 血液之类的残魂 不对 明天就有时间 今晚收到了惊吓 于是乎请个两天假 这貌似很合理吧 相信善良的张燕 张经理应该不会发火的 心里想到的同时 吴江打开电脑 启动神秘游戏后 看了一眼骷髅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6.92 嗯 不错 吴江微微点头 骨枪回去后 吴江悄悄叮嘱了一句 有机会多多操练手下的小骷髅 而后 一旦有机会 骨枪就会模仿吴江的操作 可以控制敌人的数量 让小骷髅跟对方大战300回合 极大的提高进化点的产能 如果不是考虑到 兵种需要日常维护的情况 吴江甚至都想让敌人活活累死 至于为什么不让兵种对练 就小骷髅这脑子 不小心伤到对方了 还不都是吴大领主的损失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与其打着自己疼 不如折磨敌人 嗯 不错 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吴江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稍加鼓励一二 他就会高兴得不得了 为此 他也只能表示 真是个喜欢007的好孩子啊 至于他自己 则是登陆成功后 扫了一把脸 爹 身份认证成功 欢迎新人领主 吴江加入论坛 以为您切换到新人频道 操 感情咱们这些新人 还不配跟老玩家同评 他先加入的是九州频道 结果那消息闪动的速度 快的几乎出现了残疑 也不知道这群人是怎么交流的 无奈地摇摇头 最终还是选择了 最有亲切感的临江式频道 孤独的王 真操蛋啊 我这才第三天 就被15只哥布林打的 只剩光感司令了 有没有好兄弟援助我一波 等我东山再起 必定涌全相报 刚进入频道 就看到一位求救的老哥 光感司令 确实挺惨的 心里默哀的同时 吴江这便是爱莫能助 主要他也只是一个 踩入坑两天半的萌星 又有新消息出现了 龙神五天商 草 我背着我爸妈 把家里房子偷偷卖了 还带了30万 买的10个随机残魂 竟然只出了一个三星半兽人 其他全是垃圾一星 这游戏怎么玩 江南第一申请 楼上二笔吧 一套房子 最少70W九州必起步 再加上30W 你小子100W 买10个随机残魂 不得不说这 很小学生 大调萌星 666 李唐第一郎 不是 10W一个 都可以直接去买三星残魂了 你特么去买随机残魂 我只能说 你是真的有 于下来的回答 大多以调侃嘲讽为主 似乎对于这种人 傻钱多的做法 非常不屑 其中虽然有仇富的思想 但更多还是当得乐子看 吴江想了想 还是决定做一个 萌星该做的事情 路人甲 吴江 各位大佬可知道 骷髅系的兵种 怎么快速提升等级的 小弟开局 十只小骷髅 现在急需升级 此话一出 立即有人回答 江南我最狂 我好像记得 爆肝开局 也是随机到骷髅系的 不过这家伙运气好 有三只普通三星的骷髅怪 说不定他知道 我帮你at一下 at 爆肝改命 很快 爆肝改命就上线了 爆肝改命 啊 快速升级方法 有道是有一个 就是吸食魂力 每只亡灵生物都有魂力 吸多了 自然升级就快了 吴江沉默了 如果想要依靠 吸食魂力提升等级 那就必须有海量的亡灵生物 但吴江附近 升级盎然的模样 根本不可能好吧 吴江无奈地看向电脑 正好看见在狠狠压榨 哥布林的骨枪 恭喜 骷髅枪兵 骨枪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学徒接六级 啊 似乎 好像 依稀 可能也不需要那么麻烦 骨枪身为 有大地之资的枯 才不需要魂力呢 枪者从不抱怨环境 你说是吧 枯 骨枪 欧下花线欧 正在指挥着小骷髅 与哥布林对练的骨枪 忽然感觉他那不存在的 右眼皮狂跳 整个枯都不好了 再回到论坛 守夜人 卧槽 卧槽 兄弟们 你们知道吗 我特么随机出来了 十只普通三星兵种 人马 老板大气带我飞 我开局十只史莱姆 你跟我说 你到手十只人马 礼堂第一郎 卧日尼马 神特么狗运 十只三星 老子开局 五只二星枪兵 都觉得自己牛逼的不行 你这十只 这游戏玩不了一点 天选之子 赵 看着你到手高级兵种 比特么杀了 我还难受 到底谁特么才是天选之子 江南第一身情 牛逼呀兄弟 十只普通三星 你这是天狐开局啊 兄弟 狗富贵 勿相忘 张三 狗富贵 勿相忘 李四 狗富贵 勿相忘 大调萌星 666 后面都是 一堆狗富贵 勿相忘 吴江直接掠过 通过观察论坛 吴江发现 绝大多数人 都是普通一星兵种 且大多都以哥布林 史莱姆为主 当然也有其他强一些的 比如 大哥布林 普通 枪兵 普通 半兽人 普通 民兵 普通 帝金 普通 除此之外 吴江看到运气最好的 是一个游二代 家里直接给他安排了 十只优秀的自然之灵 对此 吴江酸啊 难受啊 香菇啊 有人出生在罗马 而有的人 终身还是个牛马 努力奋进了快两天 竟然只赶上 人家一个零头 这特猛 谁受得了啊 不行 我要悄悄发育 然后惊艳所有人 第十七章 骷髅勇者 智慧原石 阴谋完 吴江重拾心情 毕竟 生活还是要过下去的 自己也就比别人 多个挂而已 算不得什么 想到这 他立即退出论坛 看了眼时间 一点二十三分 早睡早起身体好 啪大 灯一关 双眼一闭 年轻就是好 倒头就睡 次日清晨六点半 随着吴江咆哮一声 瞬间起床 然后在手机上 敲出自己的请假信息 滴 得一声发送了过去 然后就随便应付了点吃的 坐在电脑前 开始新的一天 骷髅勒 你们伟大的领主回来了 骷 骨腔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领主大人这么高兴 难道是有什么好事 嗨嗨 吴江看着有些呆萌的骷髅们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得清了清嗓子道 你们继续 别管我 说完 自顾自地点开骷髅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9.21 不愧是你阿谷 你是董007的 吴江甚至都能想到 那些被活活累死的地精 跟哥布林 凄惨的模样了 伸手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恭喜 获得魂杀18.6克 恭喜 获得地精残魂X4 恭喜 获得哥布林残魂X2 吴江满意地点点头 大手一挥 大将骨枪上前听风 文言 骨枪立即单膝跪地 右手扣于胸前 做出一副宣誓的模样 骨枪大将 为了领地的发展 呕心沥血 今天 本领主将给予你丰厚的奖励 希望你未来继续努力 成为真正的 不死者之王 不死者之王 紧接着 吴江给他描绘了一个 住在地下18层大墓穴 左手吸血鬼女郎 右手魅魔 挥手间就用了上一魂纱 统领一切亡灵的存在 酷 18层大墓穴 酷不清楚 魅魔跟吸血鬼女郎 有什么好的 但他一直都想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大墓穴 今天听完领主大人一席话 骨枪知道自己小了 格局小了 区区一个墓穴 怎么能满足他呢 要住就要住18层大墓穴 骨枪 为了墓穴 嗯 不错 吴江看着自己洗脑 不 展望未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由得点点头 我还是很有演讲天赋的 随着游戏角色伸出手指 白光再次笼罩了巨大的骷髅身体 骨枪的身体再度被拔高 原本两米的身躯 已经来到了两米二 伴随着未知能量的吸纳 他的每一根骨头 都在进行着强化 叮 骷髅枪兵 优秀 骷髅勇者 优秀 白光散去 原本布满刀枪伤痕的铁甲 已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崭新的银白色 致式盔甲 而且这次的盔甲 将骨枪庞大的身躯 完美地包裹起来 如果不是头部空隙中 散发出出来的点点幽蓝色光芒 谁又能知道 这其实是一只骷髅 当 长枪落地 发出响亮的撞击声 光听这声音 就知道是一把好枪 叮 您的骷髅勇者 骨枪 喜得技能 统领 统领 在你的统领下 亡灵类生物 增加10%的恢复 10%的伤害 提示音结束 吴江总算是回过神来 看着比自己高 那么多的骨枪 吴江由衷的感觉 儿子长大了 吴爸爸总算是可以放心些了 但 这一切还没完 定 您的骷髅勇者 骨枪 经过不断的厮杀与魔力 在枪术的精进下 习的技能 破军 破军 以极致的力量 在窥探到对方破绽的瞬间 发出雷霆一击 对目标造成高额的破甲破膜伤害 操 大将骨枪 果真有大地之姿 竟然能够自己习的技能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败谢无主 愿为无主扫尽一切阻碍 骨枪说话很沙哑 也很慢 但没关系 起码已经能清晰地说出来了 吴将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最近领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说实话 这是吴将随意开口 没想到骨枪听到这句话后 立即点头 吴将 嗯 还真有情况啊 闻言 骨枪微微靠近他 而后指了指远处正在飞行的子童幽浮 然后浑火闪动 什么 此子生有反骨 得到骨枪传来的信息 吴将不禁眉头一挑 先是看了眼骨枪 又看了眼远处的子童幽浮 酷 骨枪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吴将 不对啊 按道理说 领主召唤的兵种 属于是先天上的绝对忠诚 虽然会有高级兵种不服管教的情况出现 但一只优秀一新的子童幽浮 怎么也跟高级兵种不沾边吧 不过是吴绝对 为了保险起见 吴将还是决定好好看看 于是乎 深夜的破财村落内 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猫着腰 一步三回头的 往领地的某个不起眼的地方走去 与此同时 骨枪在吴大领主的引导下 坐针在领地的正中心 但注意力早就集中在某处 至于吴将 他此刻正通过电脑屏幕 以俯视的方式 看着下方那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按理说 子童幽浮应该发动了技能隐秘 不过问题不大 身为领主的吴将 可以通过精神链接 清晰地感知到他的位置 只见一米八的子童幽浮 正亲手轻脚地走着 而且一步三回头 总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有什么东西在窥视他 然而当他发动技能探测后 发现领主大人和那个大块头 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 这就让蝙蝠的CPU完全过载了 两久 思索无果的他 摇摇鼠头 在地下扒气吐来 大约过去了两分钟 一块菱形的晶体状固体 被他掏了出来 紫童幽浮就仿佛像看到宝贝一样 爱不释手 这是好宝贝啊 紫童幽浮点点头 是啊 好宝贝 但突然 他仿佛想起了什么 浑身一颤 就见他僵硬地转过头去 正好看到领主大人 正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 在领主身旁的 正是让他瑟瑟发抖的大块头 环顾一周 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骷髅包围 天上还有四只同类 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己 这让他有一种 做贼被逮到的羞耻感 拿出来 吴将伸出手 目光平静地看着眼前的紫童幽浮 闻言 紫童幽浮虽然不愿意 但领主大人都开口了 不愿意也得愿意 这可由不得他 菱形固体入手一阵冰凉 这玩意通体透明 里面有一股奇怪的气体 正在不断翻涌 鉴定 一发鉴定术下去 物品信息瞬间浮现在眼前 物品 智慧原石 第十八章 利兵莫马 直冲地精巢穴 智慧原石 吴将看着名字的瞬间 心跳都慢了半拍 要知道 在永恒之界 只要跟灵魂 智慧相关的东西 向来都是极为稀有 价格也是提高不下 每次出现 都会引起玩家哄抢 像他这样的萌新 哪有机会到手啊 看到实物都是奢望 吴将继续看下去 简介 一枚可以为兵种开辟智慧 生成自我意识的神秘道具 当前使用次数01 当前目标 紫童幽浮 进度61% 需要魂杀剩余 78克 卧槽 看到这一幕 吴将差点跳起来 他不是惊讶于 这个智慧原石的作用 而是这生物39%的进度 需要78克魂杀 算一下 61%进度 已经花了121克魂杀了 这这这 吴大领主什么家庭 经得起这么挥霍 妈了个把子的败家玩意 此话一出 身后的骷髅们 响起一阵瓷器笔伏的拔刀声 蹭蹭蹭 啊 把刀收着点 别激动 剑身后大有一副 一言不合 立马开干的趋势 吴将赶紧摆手制止 接着 他看了看手里的智慧原石 心头微动 事已至此 过多追究 已经没有意义 但话又说回来 用区区200克魂杀 换取一名 拥有自我意识的兵种 这 稳赚不亏啊 可能 在某些大领主看来 将这么贵重的智慧原石 花费在一只品质 只有优秀一新的兵种上 简直是爆天天物 但在吴将这里 却是正好 他家兵种 全都前途有路 未来可期 没办法 谁让他有挂呢 想到这 他把智慧原石 放回子童幽扶手上 在后者满脸疑惑的目光下 吴将又递过去 78克魂杀 别问他 怎么这么富有的 要知道一枚魂金 兑换100克魂杀 哪怕扣去了20克运费 到这个世界 也有80克 再加上最近打怪掉落的 这78克魂杀 他无大领主 还是出得起的 子童幽扶健壮 先是呆愣了两秒 然后 砰砰砰 对着吴将离开的背影 疯狂磕头 虽然他只觉醒了一点智慧 但也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 何其珍贵 领主大人 他真的 我哭死 与此同时 吴将的声音响起来 完事后来找我 我有事要问问 至于现在为什么不问 很简单 这家伙现在脑子还不行 问出来的东西会失真 还是等他CPU硬件更新成功后 再说吧 少请 子童幽扶在吴将身前 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我就不该对一只蝙蝠抱有幻想 吴将无奈地扶着呃呃 放在电脑桌上面的图纸 不知道怎么进行下一步 在图纸正中心画了一个圈 这是领地的意思 在南边吴将标注了一个哥布林营地 然后备注 已被消灭 然后根据子童幽扶的叙述 智慧原石是来自于东边五公里外的地金洞穴 说实话 吴将根本无法想象 这玩意是砸进洞的 在他的印象里 地金很矮 地金洞穴自然不高 这一米八的大个子 究竟怎么进去的 不过这个问题暂且放在一边 吴将问他 地金有多少时 子童幽扶只能给出一个大概 30的左右 问冰种组成 他也只能说出 有三种给他不一样感觉的冰种 对此 吴将真的很无奈 这玩意虽然有点脑子 但明显不多 甚至连侦查的任务都无法胜任 似乎是看见吴将有些失望 子童幽扶急了 叽叽叽 叽叽叽叽 吴将看着他在那里比划半天 但突然 他疼得一声站起来 目光灼灼地盯着 眼前的子童幽扶 此话当真 子童幽扶 叽叽叽 真 草 那还等什么 立冰莫马 只待今日 原来在刚才那一瞬间 子童幽扶突然告诉吴将 像之前那样的石头 他在地精的巢穴里面 还见过一个 这等宝物 竟然放在地精的巢穴里 这不是让宝珠蒙尘吗 他无大领主 最见不得这种事 于是乎 吴将大手一挥 三十只地精 按照子童幽扶给出的情报显示 大概有三种地精 刨除最垃圾的普通地精外 还有两种强化兵种 二十五对三十 我有大将骨枪 优势在我 想到这里 他看着眼前的子童幽扶 毕竟对方觉醒了自我意识 又立下如此大功 不给他安排一个名字 实在不妥 小家伙想不想要你个名字 吴将的话刚说完 子童幽扶投如捣算 狂点个不停 其实他老羡慕 那个大块头有名字 所以听到领主大人说要赐名 他愣是没有丝毫犹豫 见状 吴将微微点头 南南道 你既然是血液 那就遵循祖法 信谢 在整个领地内 你也算是资历最老的一批 既然这样 那就叫你 血液 怎么样 子子 血液满意的点头 高兴极了 取完名字 吴将立即呼出两者的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0.56 血液进化点 1.15 不错 又可以多一只腐蚀蝙蝠了 在最后的三只血浮中 吴将选了一只更合演员的 然后拍拍手 召集大军 放眼看去 目前 吴将有骷髅系兵种 骷髅勇者1 骷髅怪4 小骷髅15 血液系兵种 子铜幽服1 腐蚀蝙蝙蝠2 血服2 为了保险起见 他安排了五只小骷髅 和两只血浮手架 其他兵马 随着他的大手一挥 出征 咔嚓 行军路上 吴将一脚踩断一根腐朽的树枝 看着前方 哪怕是大白天 依旧略显昏暗的森林 浑身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在不知名的阴影处 有一双双绿色的眼眸 正满是贪婪地注视着他们 扑吃 走在最前方的大将骨枪 一枪收掉灰狼的小命后 他身后的骨刀 立即上前拾取浑纱 似乎在骨枪的调教 呸 训练下 整个骷髅大军 越来越向军队靠齐 对此 身为大领主的吴将 老心宽慰 不愧是有统领技能的骨枪 不愧是我的大将 就该这样 突然 吴将头顶的阴影发生扭曲 紧接着一头巨大的子铜幽浮 出现在眼前 吱吱吱 快到了吗 吴将喃喃道 很快 就见到最前方的骨枪 高举长枪 队伍瞬间停下 小骷髅们 立即分散在两侧 为吴大领主让出道路 发现了什么 吴将走上来的同时 轻声问道 闻言 骨枪点点头 示意他看向右侧方 后者看去 却发现黑乎乎的一片 草 你难道不知道 你家领主最近几天 天天盯着电脑 眼睛有点惊涩了吗 干 第十九章 愚蠢的决策 不过很快 吴将就不需要看不看得清了 因为对面那边 突然传来因为战斗 而发出的巨响 为了更方便地看到情况 他立即招呼来血里 骑上去后立即让他发动隐匿 向那边飞去 很快 当吴将来到战场边缘时 看到的鹰幕微微惊讶 只见十多只地精 正在不断地围殴三只 体型巨大的沼泽鳄 每只地精 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三四 但胜在动作灵活 打完就跑 与之相反 沼泽鳄虽然有近 五米长的庞大身躯 但在陆地上反应迟钝的 比隔壁二大也还慢 即便如此 战事依旧焦灼 因为地精根本破不了沼泽鳄的方 一个给另一个脑痒痒 另一个给这个蜿蜒吃 卧龙凤雏 神特们两个卧龙凤雏 吴将立马招呼血里往回飞 当他来到骨枪身旁后 将整个情况告诉了对方 而后 轻拍骨枪的肩膀 骨啊 作为一名部落的大将 未来的不死者之王 你要学会独当一面 接下来 就交给你了 骨枪文言 在胸口连拍三下 表示放心交给我 紧接着 在吴将奇怪的目光下 安排了一只腐蚀蝙蝠 飞向战斗地点搔手弄姿 这是在 拉仇恨 但在地精发现 腐蚀蝙蝠出现的一瞬间 几乎是没有丝毫犹豫 转身就往洞里跑 见到这一幕 骨枪傻了 难道不是应该一声怒吼 然后被吸引到别处吗 疑惑之下 骨枪摇摇头 罢了 先把这三个大块头 收入囊中再说 随着骨枪连出三枪 三头沼泽鳄立即归西 在河流中的霸主 在陆地上 就是个弟弟 但随即 骨枪犯难了 这玩意进洞了 还怎么打 他虽然产生智慧早 实力也强 但面对自己 从来没见过的情况 真不糟啊 骨枪终究是一个聪明的哭 他不知道没关系 聪明又伟大的领主大人 肯定知道 另外一边 吴将看着急匆匆 跑回来的骨枪 不由地抹了把汗 还好爷聪明 支开骨枪后 立马找我的网络后援团 不然我高大智慧的形象 铁定保不住 说着 他立即看向论坛 果不其然 立马有老哥给支了一招 其实对付地精 最好的办法 是把他们引出来 只需要点燃千灵油 这群家伙 就会疯了般地冲出来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下面立即就有人问 在哪里有千灵油 千灵油啊 市场上就有的买 也不贵 三块浑金而已 这该死的客金了 路人已 路人饼 吴将又问 难道就没有什么 简单又有效的办法吗 很快 江南第一 申请老哥 给出了一个不错的办法 其实可以用树枝点个半燃 放在他们的洞穴外面 把浓烟吹进去 因为地精洞穴是通的 所以浓烟进入后 只需要守住洞口就行 申请大老牛逼 这个方法 本人清测有效 不过打火机 带过去没法用 这边建议用火柴 下方立即有人回复 吴将闻言 一拍大腿 是啊 这个办法 我怎么就没想到 于是乎 他也在下方 回了个大老牛逼 立马下楼买了一盒火柴 然后又被黑了 五巨魂纱传送过去 再到骨枪这边 吴将胸有成竹地 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说道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然后就安排几只小骷髅 弄来了些许多草和树枝 放在地精的洞穴门口 在骨枪诧异的眼神中 用火柴点燃后 又放了诸多木柴 随着枪鼻的浓烟升起后 他立马让一只腐蚀蝙蝠过来扇翅膀 龙烟随着风流 钻入洞穴中 一分钟 两分钟 哟 还挺能忍的 我看你能忍多久 吴将立马又安排同样的配置 去另外两个洞穴熏烟 三管齐下 果然有地精顶不住了 一头钻出洞穴 骨枪 星号at omicronat星号 领主大人 不愧是你 骨枪眼疾手快 一枪就拿下那只还没回过神来的地精 有了第一个 很快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直到 从洞里钻出一个拿着锤子的褐色皮肤地精 地精锻造师 学徒皆八级 简介 作为地精一族的手艺人 普通三星的地精锻造师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地精锻造师 确实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我没时间慢慢培养他的亲密度 所以 不吃 可怜的地精锻造师 哪怕是在某些大领主那里 也可以活得滋润潇洒 今天却死在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屠夫手中 要知道 永恒之界里面的地精锻造师 女巫裁缝 精灵药剂师等等 这些手艺人都是极为稀缺的 所以 当领主遇见他们的时候 大多采取的是攻略 培养对方的好感度 而不是想靠着那低的 几乎没有可能的暴力 爆出残魂来 也该是他倒霉 遇见了不需要手艺人的无将 除了地精 就是地精锻造师 按照谢力的说法 应该还有一种地精 想到这 无将目光悠悠 紧紧注视着每一个洞口 因为洞口狭窄的缘故 里面的地精 只能一个个出来 这也导致每一个出来的地精 都被瞬间杀死 可怜三十多只地精 明明群起而攻之之下 再怎么说 也可以让无将 损失几只小骷髅 结果 因为领导者的一时失误 被无将打出了 林焕恩的辉煌战警 可谓是惨不忍睹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这真的是一个真实世界 更是一个真实游戏 28 29 30 31 32 直到无将数到32后 再也没有地精闯出洞穴 为了避免这群家伙玩鹰的 他特意多熏陶了一阵子 在确认真的是 没有地精之后 无将摸索着下巴 招呼身后的小骷髅 进去 把里面的东西 通通搬出来 小骷髅身高一米五 比地精高了十几厘米 勾着腰 还是能进去的 至于让自己进去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自己小命只有一条 万一里面有机关 自己岂不是凉了 所以 伟大的无大领主 在外面等待属下们的凯旋 大约过去了十分钟 随着进去的小骷髅 陆陆续续地走出来 一堆垃圾出现在无将眼前 跟垃圾一起出来的 还有一个昏迷的地精 嗯 这家伙 怕不是直接被熏昏迷在里面了吧 无将抬手一发鉴定术 地精酋长 学徒接七级 简介 地精部落的实际掌权者 虽然是优秀一星兵种 但因为常年不战斗 实力甚至比不过骷髅怪 鉴定出来信息后 无将刚准备结果了这只地精 对方竟然突然醒来 第二十章 藏宝图 传承时 哇里哇呀 哇里哇呀 地精酋长醒来后极为愤怒 那副张牙舞爪的动作 看得甚是骇人 但下一刻 一杆冰冷的长枪放在他脖子上 这位曾经的酋长瞬间流尾了 留之无用 杀了吧 无将轻轻的一句话 决定了眼前这位酋长的命运 伟大的领主大人 求您饶了普安斯修的性命吧 说完 地精酋长无体投地 这 你会说人话 无将非常惊讶 是的 尊贵的领主大人 我曾随师父去过人类的城池 因此学会了人族的语言 普安斯修诚皇诚孔道 他是真的怕无将一个不顺意 直接收下他的小命 也就在这时 一只小骷髅爆出了一个木质宝箱 见状 无将瞬间眉开眼笑 又有宝箱了呀 普安斯修眼见无将看着里面搬出来的东西 心情明显愉悦起来后 眼睛灰溜溜地转了一圈 伟大的领主大人 普安斯修愿意用宝物换取我的生命 什么 无将瞬间回过头 双眼满是惊讶 好家伙 还有这种操作 但很快 他就控制好了自己的情绪 与其平淡道 希望你不要骗我 否则 说完 他警告式地看了一眼骨枪 后者会议 长枪一抖 风力出立即出现了些许血迹 啊 不敢 不敢 卑微的普安斯修 怎么敢欺骗伟大的您呢 而后在无将的目光下 普安斯修从怀里 逃出一张泛黄的羊皮纸 尊贵的领主大人 这是我师父留下的藏宝图 据说里面埋藏着一位亚龙种的宝藏 不知道这东西 能不能换取普安斯修的小命 骷髅接过藏宝图 确认没有问题后 递给了无将 无将看也没看一眼 直接扔给血里 普安斯修 你难道想用一个虚无缥缈的藏宝图 换取你唯一的生命 你觉得我傻吗 普安斯修一听 哪里还不知道对方的意思 无奈之下 只能从怀里掏出一块 绘制有蓝色纹路的石头 伟大的领主大人 是普安斯修最后的宝藏了 说着就他递上十块 心头几乎在低血 无将脸色平淡地接过石头 使用了一次鉴定术后 心脏却陡然慢了半拍 物品 传承石 稀有 简介 使用该道具后 可转制为哥布林龙骑士 仅限于哥布林种族和平民 啊这 稀有的传承石 再看到这玩意的瞬间 无将几乎没有丝毫有余 骨枪 杀了他 什么 你 不吃 鲜血洒落 普安斯修眼中还是难以置信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送出了所有的财富 竟然还是死了 对此 无将也是深表无奈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如果让其他人知道 我拥有了稀有层次的传承石 所要面临的 必然是数之不尽的麻烦 而且 这还是一只会说人话的地精 更让无将留他不得 毕竟只有死人 才会永远地保住秘密 在等到地精巢穴 几乎清空后 无将在里面选出了 几样有用东西 招呼队伍开始了返程之路 一路辗转 等到大部队回到领地的时候 天色已经明显暗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 回来的路 并没有去时的太平 一路上 都是骚扰不断 不过这么一来 也有许多好处 就比如 队伍里多出来的两头骷髅怪 古六古七 就是那些野怪的贡献 除此之外 兜里又多了20克的浑煞 但话又说回来 这哥布林龙骑士传承时 怎么处理呢 无将妈撒着下巴 整个人陷入沉思之中 首先这玩意 自己肯定不会用的 要知道 随着职业的深入 越到高深处 越会向这个职业的物种靠拢 并且不仅限于形象 连行为习惯性格 思想都会向该种族靠拢 虽然哥布林龙骑士 比大哥布林要威猛 高大 强大更多 但依旧是丑得可怜 要无将转之称这玩意 说实话 他心里挺抵触的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自己不用 那只有卖出去 不然放在自己仓库里击挥 这东西 就跟路边的破石头 有啥区别 摇摇头 就目前看来 只有把这玩意卖出去 而且要卖给对自己没威胁的地方 说实话 无将首选 就是之前遇见的行商 他们明显是局外人的态度 那些家伙明明强得可怕 但依旧安心做一个行商 由此可见 背后的存在 究竟有多恐怖 再其次 可以卖给九州官方 反正他不准备卖给私人 因为那样才是麻烦不断 思索之间 骷髅们已经把疫情的收获 送到自己面前 又是紧张又刺激的开保环节 按理说 这种神圣的时刻 应该沐浴粉项 然后再祷告半个小时 最后感恩众神 开启宝箱 不过嘛 咱们是粗人 也不讲究那么多 用我公司小李二十年单身 换这次出京 说完 无将默念开启宝箱 下一刻 一阵熟悉的白光闪动 叮 普通宝箱已开启 恭喜 获得魂纱 100克 恭喜 获得残魂 地精锻造师X3 恭喜 获得道具 守护玉石 话音结束 无将拿出守住玉石 这是一块 类似和田玉的圆圈形玉块 入手便传来一股暖意 上面 还贴心的又一根 近乎透明的线 鉴定 物品 守护玉石 简介 佩戴者受到攻击时 可被动激发护主 维持一定的时间 十命 十命 助 攻击仅限于学徒层次 不错 总算是有了防御手段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 再加下来 无将拿出剩下的两瓶 类似药剂的东西 力量药剂 服用后可使力量提升20% 持续5分钟 治疗药剂 服用后可大幅度提升身体恢复能力 持续时间5分钟 子子 要不说那些领主怎么乐中于进攻野怪营地部落呢 这收益不就来了 紧接着 无将拿起最后一样道具 那是一把匕首 粗制匕首 能够轻易划破普通生物的皮肉 并有概率造成破伤风 效果 力量加一 啊 这 原本以为你是 应该是最让我满意的 没成想 你是最垃圾的 摇摇头 让游戏角色把匕首藏在身上 至于他 是时候该出门了 无将可没有忘记 今天准备去集市逛逛 看看有没有骷髅残魂和血液残魂 他控制游戏角色 来到正在练枪的骨枪身旁 后者自从觉醒舞蹈 枪术 之后一直是勤学苦练 不像某只蝙蝠 吃饱就睡 此刻 正在沉眠的血力 突然产生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睁开疲惫的目光 发现没任何问题后继续沉眠 第21章 骨枪的小迷妹 无将下楼后 正准备打俩出租车的时候 身旁缓缓驶过一辆豪车 定睛一看 好家伙 竟然是张大经理的保驾 无将 有空吗 张晏一改之前的高冷郁姐打扮 今天的她 只是化了一个淡妆 披肩长发 也被砸成了青春气息的小辫子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 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 这 满满的青春活力啊 这哪里 像是一位25岁的职场精英 你说 她是林家小妹无将兜姓 张姐 你这是 对方这操作给无将CPU干得快过在了 张姐这是 谈恋爱了 不过这涉及人家的私事 她也不好过问 只能试探性地问一句 张姐你 有事 嗯 张晏点点头 文言 无将暗道果然 随后以告辞口吻道 既然这样 那我先走了 不打搅张姐的好事 说完 她转身就准备离开 却没想到被张晏叫住 无将 你别急着走 啊 有啥事 无将满脸疑惑 嗯 你能不能 啊 张姐你说啥 无将第一下没听清楚 下意识凑近耳朵 你能不能 这次 张晏的声音更小了 简直就是声若文盈 张晏害羞地 捏着自己的手指 脸颊上不知觉地爬满了红蕴 她低着头 樱桃小嘴动得不停 无将却半天听不清一个字 直到某个瞬间 张晏抬起眼帘 正好看见 耳朵几乎贴着自己的无将 哼 见这一幕 她猛地一跺脚 伸手一把 捏住无将的耳朵 然后一拧 哎呀 疼疼疼 张姐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你轻一点 轻一点 无将连连摆手 后者见无将求饶的模样 突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同时拧着耳朵的手 这才松开 逃离魔爪之后 无将揉搓着自己的耳朵 马德 这老娘们有毒吧 无奈地摇摇头 张姐 有事您老就赶紧说 没事我就先走了 我还忙不像你 一天24小时都是假期 张燕见无将的样子 以为对方是真的有事要离开 敢忙到 有 有事 就是问你 能不能 能不能 告诉我 那天那个大高哥的联系方式 那个 你也别误会 我就是想当面感谢一下他 毕竟人家冒险救我一命 你别胡思乱想哈 真的就是感谢一下他 看着对方这副含羞的模样 哪里像只是简单地感谢一下对方 无将没吃过猪肉 好歹见过猪跑 这怀春期想谈恋爱的母猫 他能没见过吗 无将的第一反应是 坏了 自家的骨 被人惦记上了 想到这 无将有些不敢相信 但还是硬着头皮问道 你为什么想感谢他 文言 张燕有些羞涩地低下头 主要是当时那么危急的情况下 他奋不顾身地冲过来救我 还让我先走 他真的 好帅啊 说到后面 张燕甚至都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手舞足蹈起来 得 这一下是真的完了 无将仔细回忆了一下那天的情况 张燕冲出车门 哥布林勇士一跃而起 欲将张燕斩杀 而在张燕最绝望 最无助的时候 他出现了 他那庞大的身躯 无敌的身姿 抵挡住了敌方必杀的进攻 并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 温柔地说了一句 走 而等张燕走了之后 跳梁小丑奋跑偷袭 却被他瞬间秒杀 在这一刻 他本就高大的身躯 更显得英武非凡 而张燕 则露出了花季少女般的花痴 操 我特么明白了 你如果把他换成骑士 会怎么样 这特么不就是标准版的公主与骑士 英雄救美环节 试问 那个女孩子没有幻想过 有一天 会有一位强大的骑士出现 拯救他于水火之中 哪怕 他已经是25岁的老阿姨 呸 呸 呸 不对 重点不在这里 问题是 普通人家骷髅等于 这注定是一场禁忌之恋 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情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谷啊 他才出生三天啊 这老娘们 怎么下得去手的 摇摇头 将这些想法 驱除出脑海 他一脸严肃地看着张燕 不好意思张姐 我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说实话 吴江有联系方式 但没法给他 难道跟张燕说 我是靠脑袋联系的 你要啊 那把我头拿去吧 但这句话 在张燕耳朵里 却完全不同了 他认为 吴江是拒绝的意思 想到这 张燕脸色一正 不给吗 那我买行了吧 不是买不买的问题 这个 50万 把他联系方式给我 不 张姐 这不是50万的事 这 50万不行是吧 那就100万 死可是张姐这 500万 张姐你放心 就算他在火星 我也给你把他绑过来 就算是死了 我给你边吃边活 这件事必须给你办妥 吴江拍着胸脯保证道 而后 在心里想着 对不起啊 古 不是领主大人 经不起诱惑 主要是 主要是 给的太多了 禁忌之恋算什么 无果之恋算什么 既然他想花500万 吃一吃爱情的苦 那就满足他 嗯 既然这样 我就不打扰你了 钱稍后会打到你账户上 到时候你再兑现你的承诺吧 说完张燕戴上墨镜 一脚油门 绝尘而去 独流无疆 在风中凌乱 早就听说张燕 张经理是大家族出身 来公司只是混合资历 今天一看 传言果然不虚 500万只为一个联系方式 果真是没把钱当前看 想到这 他忍不住眼面痛哭 我 古啊 你少走了几十年弯路你知道不 你特么才出生三天 就傍上了富婆 这辈子刚开始 就是一条坦途 不像我 呜呜呜 与此同时 正在练枪的骨枪 固然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哪怕长枪在手 也无法带来一丝安全感 满心疑惑的他 只能将目光投向沉睡的领主大人 酷 少情 随着刹车声响起 吴将来到一座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建筑前 身腿跨入其中 立即感觉到 自己穿过了一股无形的屏障 看来官方还是有些东西的 起码这个屏障 就可以清晰区分领主玩家跟普通人 第二十二章 群鹰汇聚 这个大哥 布林有点板正啊 刚进门 就有人发出惊叹的话语 寻声望去 就见一名长相普通 但透露着一点干瘦的男子 正站在两只守门大哥布林面前 一丝不苟地端向着 他一会儿 抬抬大哥布林的手 一会儿转动大哥布林的头 可怜大哥布林 在永恒之界 好歹是一霸 在这里竟然如此工人玩弄 实在是太惨 惨个屁啊 有没有 谁来解释一下 魏毛这里守门的 都是大哥布林 哥们 新手 这时 身后走来一位 即将快要秃顶的男人 根据面相来看 年纪不会超过三十 但就发龄来看 已经年过半百 文言 吴江清了手嗓子 兄弟也是新手 哦新手 都是新手 两人同时哈哈一笑 打断了正在端向大哥布林的男子 张峰 林江是北门区的 兔头哥伸手 吴江 本是海拙县的 吴江双手紧握 几人都是官方登记过的领主 稍微动点手段都能查到彼此的信息 没必要在这点上遮遮掩掩 至于最后那位男子 他自数名叫赵云 跟某某同名同姓 为此更是昂首挺胸起来 对此 吴江仔细看了他一眼 差不多得了 还赵云 你有人家子龙一半的英雄气概 都不会看起来一脸伪像 所以 吴江很快给他安排上了称号 杨伟哥 吴兄弟是第一次来 兔头哥张峰打开话茬 主动询问起来 是啊 听说咱们林江是卧虎藏龙 今天特地来见识一下大佬们的风资 吴江道 说实话 吴江也确实是来打探一下的 毕竟自己一个人闭门造车 不了解世界情况的话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及时进行版本更新 才能更有助于发展 好吧 其实就是想来看看 萌星究竟是什么层次 老玩家发展到哪一步了 大佬又是多么恐 此行主要以收购残魂为主 打探消息次之 三人走过大哥不领手的门后 眼前的景色仿佛换了一幅天地 入眼是一块巨型的高尔夫球场 在每个边缘地带 都有一座复古式建筑 最中心的广场上 更是挤满了人 草坪上人来人往 注意了 这里的人并不单止玩家 更有兵种 就拿从吴江眼前 恍过的波涛汹涌来说 对方在路过三人的时候 还特意抛了一个魅眼 皮一立二 恶魔尾 前突后翘 水蛇腰 配合上那魔物 独有的魔法纹路 这特么不就是 未婚男人的梦中情人 魅魔吗 这位领主真会享受啊 竟然召唤出了魅魔 秃头哥张风 擦了一把差点留下来的哈喇子 露出男人都懂的神秘笑容 闻言 吴江等两人 也露出了一副 大家都懂的表情 果然 都是性情中人啊 随着他目光扫去 发现这里的兵种真不少 勇者 牛头人 精灵 德鲁伊 半兽人 怨灵 哥布林萨满 等等 到最后 吴江甚至看到了一头熟悉的骷髅守卫 乖乖 这可是骷髅怪的进化版本 隶属于骷髅兵的范畴 也就比大将骨枪低一级而已 吴江收回目光 看着身边两人 一脸看稀奇的样子 不由得心头微宽 兄弟都是时尚人啊 还真是新手 也就在这时 迎面走来一位 带着职业微笑的美丽小姐姐 三位 我叫王丽 是这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 几位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 而如果想要在这里消费 则需要加入我们 林江市领主联盟 吴江 怪不得什么人都能进来 感情坑在这里啊 加入联盟后 有什么责任义务吗 杨伟哥赵云 问出了吴江想问的 加入联盟的玩家 没有任何责任义务 而且加入我们之后 非但可以自由出入驻地 还能够参加咱们联盟内部的比赛 获取丰厚的奖励哦 小姐姐脸带微笑着道 比赛 什么比赛 当然是领主比赛了 小姐姐从身后的精灵手里 拿出三张海报 逐一递给三人 相信你们 也能感觉出来 咱们领主玩家的困境与无奈吧 文言 三人深以为然 领地的发展 简直不要太困难 光是应付每天来犯的敌人 都让许许多多的新人领主 熬黄了脸 愁吐了头 更别说 还有后面的新人领主失恋了 对此 吴江摸了摸鼻子 难吗 回想着大将骨枪 顺秒敌人的场景 吴江点点头 确实难啊 而联盟举办的比赛 正是为了解决新人玩家的困境 在比赛的前十名 不但有丰厚的奖励 还有几率被大领主 或者地方财团看中 到时候 身后有了势力支持 这些困境 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招募势力吗 说实话 在吴江看来 这所谓的比赛 不过是有财力的人 在挑选有天赋的被投资者 毕竟永恒之界 太大太大了 哪怕是大领主 兵力雄厚 占据一大块土地 但面对那个世界 源源不断的挑战时 也会有些独目难知 大领主尚且如此 其他弱小的领主们的情况 更是不必多说 为此 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 发展成潜在的伙伴 很有必要 人多 力量大吗 大势力有需求 小人物有梦想 这个临江市领主联盟 就抓住了这个市场 来办比赛 一举多得 让三方都受益 何乐而不为呢 张峰和赵云 在听见介绍后 双眼瞬间冒出红光 这可是改变阶层的 一个好机会啊 被大佬看中 进入大势力 出任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美女 那这个比赛要怎么报名 有没有什么要求 吴江开口问道 说实话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想来试一试 要求也不是很高 参赛的前提就是 至少拥有三只 普通三星的兵种 且等级超过五级 文言 兔头哥与杨伟哥 瞬间掩气息鼓 脸上纷纷浮现苦涩 这个要求会不会太高了 杨伟哥试图讨价还价 新人玩家绝大多数初始兵种 都是普通一星 而且面对数之不尽的骚扰 自保尚且困难 哪还有有机会发展 当然 这种情况 也就出现在普通新手玩家身上 神秘游戏中的欧皇 甘地 克老 游二代 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欧皇 甘地 就不说了 一切靠运气或甘 克老直接大手一挥 耗费巨资 购入普通三星以上的兵种 在前期就跟普通玩家 拉开了巨大的距离 至于那些游二代 更是恐怖 其父母双方不计代价的支持资源 前期甚至可以直接挑战 人数过百的大型营地 获得的好处 也是普通玩家难以想象的 说实话 游客老跟游二代的存在 严重破坏了游戏平衡 第23章 老玩家的自我修养 如果不是无将有挂 他觉得这游戏 根本玩不了一点 到处都是破坏游戏平衡的家伙 如果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就当自己没说 并不高 要知道 咱们临江市每一届新人都过千 如果不提高门件 就会严重浪费资源 三位也不用灰心 只要参加挑战 就能获得联盟提供的20克魂杀补助 而如果兵种在战斗中损伤 甚至死亡了 也不用担心 我们有专门的建筑 可以让兵种恢复如初 文言 三人都微微惊讶了 这联盟是真的有啊 不但拥有了神秘游戏里稀有的建筑 而且还具现到了现实事件 作为领主游戏 自然有建筑 这类的存在 就说无将了解到的建筑就不少 包括 锻造台 附魔屋 魔法塔 酒馆 延武场 灯塔 水等等 这些 无疑不是极为稀有的建筑 或许尚且难上加难 更别说传送过来了 要知道 小小的一盒火柴 都让无将心疼 这些庞大的建筑 耗费脑子想象 这传送费 起码得用浑石 作为计量范围 是真的 好 土豪的好 收拾心情 无将拿起笔 亲自在申请入盟表上 签上自己的大名 反正又不要自己干什么 偶尔还能来免费白嫖一波 何乐而不为呢 见无将如此豪爽地签了名 另外两人也不含糊 快速写上自己的名字 多问了一些 关于新人领主大笔的信息 得到的结论是 想要获得前十名 非常困难 按照无将自己估计 最少也要有五只 优秀一星的兵种 才有角逐前十的机会 看来 我跟这一届顶尖新人之间的差距 还有那么大 也远远还没到 可以安享太平的地步 还需要苟住 还需要努力啊 收回三张海报后 接待袁小姐姐脸上的笑容 更加灿烂 又完成了一笔单子 成功又忽悠 介绍三位新人入盟 为此 他还贴心地告诉几人 新人大笔 将会在三天后开始 记得达到要求后 及时参加 我想问一下 联盟提供的交易市场在哪里 无将问起了此行的关键 哦 顺着这个方向走 大概一公里后 又转就到了 无将 说了等于没说 一路辗转 无将很快就来到了 对方所说的急事 但想象中的珠光宝气 丝毫没有 反倒是路边摊随处可见 这些名义上的老玩家 还真是 不拘一格呀 吴将收拾心情 走入其中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上等的哥布林 残魂便宜卖了 只需要三具魂杀一只 骨折架 骨折架 普通二星的地精残魂 今天只需要五具魂杀一个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新人开荒秘诀 便宜卖了 只需要1W6九州币 可保你安全度过新手期 见无将走进市场内 立即有一位中年老哥 把他拉到摊位前 小伙子 新人啊 知道海温 吴将瞥了他一眼 后者显然没想到 他会这么回答 不由得微微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小伙子 新人最重要的 就是兵种数量 只要人手够多 哪怕是哥布林中型营地 都可以拿下 新人之所以会恐惧 都是因为火力不足 只要有足够的火力 谁不想享受横推的乐趣 你说是吧 说完 他立即示意无将看向下面 来 老哥这里有13个哥布林 残魂便宜卖 只需要 说着 他竖起两根手指头 只需要2.5克 浑纱一只 便宜吧 啊 敢请你跟我说半天的废话 只是想推销啊 不过正好 无将也有购物的需求 老板贵姓 无将道 免贵姓李 李老板道 李老板这里 有没有小库楼卖 无将问道 文言 李老板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小骷髅 小兄弟可算是找对人了 正好 我手上就有一批现存的小骷髅 大敌有5只 残魂不知道你 才5只啊 无将看着老板 一副老油条模样 本以为是个很强的老玩家 结果手里 就5只小骷髅残魂 听见无将说 才 李老板顿时绷不住了 为了维护自己商家的颜面 不由地为无将解释起来 小兄弟这么说就不对了 要知道 咱们整个临江市 无论领主还是游侠 基本都复活在万森大陆 这片大陆 根据已经探查过的地方显示 这一片都是森林 骷髅系生物 作为亡灵生物的分支 一般都在死灵大陆较多 咱们这里的 多是哥布林 地精 精灵系居多 所以说 不是老哥实力不行 底蕴不够 而是确实来源少 无将 二这 自己随意的一句话 竟然还有这种隐秘消息 老哥的意思说 整个临江市的领主 都在万森大陆 无将心里有些诧异 理论上来说都是 据说江省绝大多数 都在万森大陆 李老板道 嘶 陡然间 无将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李老板 按你这么说 如果两个领主 在获得资格的时候 距离很近 那么他们的领地距离 也不会很远 嗯 李老板略微有些迟疑 但很快 随着无将拿起一样东西后 小兄弟果然聪明 根据我兄弟老婆的 大舅子的二公的消息 这就是官方最新的研究情况 这 这下 轮到无将惊讶了 那么这么一来 岂不是说 自己周围应该是有领主的 这要是对方偷偷摸摸来偷袭自己 嗨嗨 李老板倾咳一声 其实有一点小兄弟你猜错了 哪怕两个人紧贴在一起 获得领主资格 领地在永恒之界 距离也会非常的远 据说目前已经探测到的最近距离 大抵在25公里左右 当然 这个数据并没有什么参考性 你看看就行 而且 不说永恒之界了 光万森大陆 面积之大 简直难以想象 真碰撞领主玩家的概率 还是非常低的 李老板笑着说完后 冲手里的小骷髅残魂拢努嘴 后者会议 在一番价格拉扯后 以三具浑纱每个的价格买下 而后 吴江努力了整整一个下午 堪堪收拢到十个小骷髅残魂 至于血浮则更少 只有区区三只 这个结果 让吴江失望不已 他为了这次采购 可是准备足足一百克浑纱 结果 就十三个 当代老玩家 就这十例 这就是当代老玩家的自我修养 不是应该老玩家大手一挥 一堆堆的残魂涌出 惹得新人玩家 连连惊呼大老牛逼吗 咋到了我这 这些老玩家如此拉垮 操 怀着郁闷的心 吴江找到李老板 没办法这家伙的摊子最大 叮嘱他 遇见小骷髅残魂就拿下 自己这边价格好说 说着 又递过一个地金残魂 惹得李老板对他刮目相看 新人手里出二星残魂 这个新人有实力的 第24章 原来我是这么死的 回去的路上 为了安全 他特地绕了一个大圈 连行头都换了两次 结果就是 安全到家 屁是没有 现实世界终究是比较安全的 虽然也有些血腥与肮脏在阴影的角落里 不过这是大白天的 普遍还是比较正常 安全好啊 只有这个世界足够安全 自己才能安稳地苟着发育 但别人给的安稳 终究是虚无缥缈的 唯有自己实力强大起来 才能守护住自己的小窝 想到这里 无将摸了摸身上的小骷髅残魂 加上这10个小骷髅 我的领地总计拥有骷髅30位 哪怕一小时什么都不做 都有0.39的净化点入账 但账不能这么算 经过无将这阵子的观察 普通一星每小时贡献0.01 三星就是0.02 以此类推 骨枪在不战斗的情况下 每小时贡献0.04的净化点 不过 这是正常情况 一旦发生战斗 净化点的增量将会大幅度上升 小骷髅甚至可以达到每10分钟 头顶就闪过一个 加0.02 骷髅怪则是0.04 至于骨枪最特么离谱 这家伙打起加来0.1 0.1的加 无将仔细一算 如果一场战斗 不算上骨枪 就动员所有小骷髅和骷髅怪 一小时进化点 可以获取到4.2的程度 一小时就有四只 普通三星的骷髅怪 这还是目前兵种 普遍比较低且少的情况 等品阶数量提上去 当自己手上有百万骷髅大军 那又是什么情况 完了 这笔账不好算 无将CPU快烧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CPU 无将决定不再思考 一门心思的赞路 很快就来到了自己家门口 却正好看见国字脸的江队长 江队长 你这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 对方这次来 难不成是有啥大事 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咱们进去说 江队一有所指道 哦 好 请 两人相继入座 可怜无将一身清瓶 只能以水带茶 好在江队长 似乎也不在意这些 这次上门 主要是想告诉你 一些关于上次那位 哥布林领主的事 毕竟 你出手干掉过对方的 一支高级兵种 难保对方不会对你出手 知己知彼 有备无患吗 文言 无将立即笑着感谢 江队说得不错 您请讲 嗯 江队长喝了一口水 接着道 根据我们的人传来的情报 这人名叫周长 是一位混乱阵营的领主 他领地基本一样 哥布林为主 最强的有三位 哥布林萨满 哥布林勇士 哥布林屠夫 现在哥布林勇士 已经被你干掉 只需要小心余下的两个就是 至于对方的阵营 无将表示很好理解 如果把官方比作正义阵营 那么如无将这种 就是中立阵营 至于如周长这类人 应该就是混乱阵型的人 至于邪恶阵营 没见过 见无将把消息消化完毕 将信男子接着道 另外 我方基本定位到了 他在万森大陆的领地位置 正在筹备队伍 去清理掉这个祸害 将信男人的话落下 作者的无将瞬间不淡定了 连忙问道 官方有定位领主位置的能力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好了 这意味着 所有领主将不再有秘密可言 而他 今天侦查无将的部落 嗯 骷髅怪五只 明天侦查 嗯 骷髅怪十只 后天正常 卧槽 二十只 这特么跟在脑袋上 写着我有大秘密 有什么区别 如果真是这样 他就不得不考虑 怎么隐藏领地的问题了 不是 就目前而言 整个灵星都没有定位领地位置的能力 除了派出队伍地毯式搜索外 没有其他方式 这样啊 那我放心了 无将重重呼出一口气 那你们 是怎么发现周长的领地位置的 将信男人闻言 不禁冷笑 说来这小子也是夜路走多了 遇见了鬼 把祸水 引到了副盟主千金的身上 无将 这小子 似乎被一只哥布林剑士缠上 但又没办法解决 于是就用道具将仇恨 引到了临江市领主联盟 商负盟主千金所在的领地 结果 商家的大小姐 冰雪聪明 在解决了哥布林剑士后 觉得是出反常必有妖 追根溯源之下 发现就是这小子在作怪 这不 正好被逮着了 哦 那确实挺惨了 这还好是商负盟主的千金 要是换个人岂不是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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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人 隔布林剑士 转移仇恨 我尼玛 换个人不就特么是 原主的死法吗 得到这个消息的吴江 差点跳起来 感情原主死 不是因为运气不好 而是有狗东西 祸水东影啊 草 但也不对啊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距离周长领地 应该不远啊 想到这 吴江立即开口 将对 可以给我看看周长领地的位置吗 江信男人文言 先是略微迟疑 但很快眉头舒展开来 当然可以 怎么说 也在这件事里立过功的 说完 江拿出随身的平板 打开一张地图 不断放大之下 下方的红点尤为醒目 与此同时 吴江回忆起地精酋长的藏宝图 发现两者几乎一模一样 这里是周长领地 这里应该是哥布林中型营地 这里是地精洞穴 这里是黑色小溪 干 那这里应该就是 我的领地了 妈蛋 这家伙距离我的领地 只有三十公里不到的距离 怪不得霍水东影 进一步山穷水进 退一步越想越气 这笔账不能这么算了 吴江多瞟了一眼 发现在周长领地右上方 有一个蓝色的点 想来 这应该就是 那位千金的领地了 三十公里的四十公里 那位大小姐 距离我足足七十公里的路 总的来说 还是安稳的 想到这 吴江心头微宽 她最不喜欢的 就是完全暴露在 别人眼皮子底下 人 就得有些私密空间 将对 话说这周围 还有没有其他领主玩家 为了保险 她还是多了一嘴 就目前而言 暂时没有 当然 如果有这附近的玩家 主动登记的话 那就会抄标记出来 哦 好 那就多谢江队了 随后两人客套了一番 吴江成功将将队长送走 少请 吴江打开电脑 让游戏角色拿出那张藏宝图 在某个点做了个红色标记 接着又在对应位置 做了个蓝色标记 按照江队长给出的地图来看 这张藏宝图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但没问题 这张藏宝图 比他们的地图甚至更为详尽 里面甚至记载了十几个野怪聚集地 原本吴江对于这个藏宝图还处于怀疑态度 现在来看 这玩意十有八九是真的 这么一来 岂不是说自己有概率继承一位亚龙存在的财富 吴江想想就激动 第25章 备战 接下来 为了获得更详细的藏宝图信息 吴江直接来到论坛里的知识贴 毕竟藏宝图上面的字 他一个也不认识 不过他不认识不打紧 有人认识啊 九州境内能人知识还少吗 不认识 上论坛啊 各路神仙都在论坛里 内魔的36种姿势 可可爱 跳过 跳过 吴江赶紧用鼠标往下滑 哥布林习性分析 及最佳培养计划 论最适合小骷髅的十种工作 新手前妻必须具备的二十个常识 找了许久 吴江总算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递经文字翻译 目前已更新到十万字 刚一打开 眼前立即闪现出一条支付马 草 我就查点东西 竟然要我一百块大洋 我 付了 弟 支付成功 随着眼前画面进度条转动 再次出现的是满屏幕的鬼画幅 险些让吴江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但很快 他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屏幕右上角的快捷搜索栏 于是火 递经翻译官开始了他的工作 一小时后 要不说翻译是一个技术活 只翻译了藏宝图上零零散散的二十来个字 竟然用了我整整一个钟头 吴江低头看去 只见在电脑桌上摆放着一张A4纸 上面记载了他所在的领地 往南三十公里的一大块区域 那个信州的领地正好在地图的左上角 而他的领地在右下角 不急 让我先看看一路上的情况 嗯 图进三个哥布林中型营地 这个哥布林小型部落必须绕过去 现在的我还不是对手 还有这里是地穴珠的领地 可以去灭了他 吴江匆匆算了一下 发现在这三十公里的路上 整整有二十一个野怪据点 通过最近两天疯狂补功课 现在的吴大领主 早已不再是曾经那个少年 对于永恒之界的常识 基本融会贯通 也知道现阶段 自己什么能打 什么不能打 什么剑道必须绕着走 就比如 中型营地 一般存在兵力在四十左右 最高上线学徒皆九级 兵种上线优秀一星 大型营地 兵力存储在一百网上 拥有一名以上的职业级兵种 兵种品皆上线稀有一星 小型部落 兵力在五百左右 拥有顶尖职业级兵种 某些传承时间长的 可能有精英价格的怪物 兵种品皆上线稀有三星 偶尔会有卓越层次的兵种 中型部落 兵力在两千网上 拥有精英层次的兵种 兵种品皆上线为卓越一星 基本不存在卓越三星兵种 可能会有种族英雄这类存在 再往上就是大型部落 拥有一W兵马 萌星就没必要去了解了 据说在永恒之界最强大的 还是那些国度 光军队都是十数万 数十万 如果是帝国 那更是恐怖的近百万 几百万 就我目前的实力 挑战中型营地 如果有骨枪大将谷的话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但大型营地 就有些吃不消了 想到这 他立马把那几个中型营地 往上的野怪聚集地划掉 而后又排除掉 几个占据地里的野怪 最终 规划出来的路线 途经四个野怪聚集地 路线跨度达到了三十多公里 这显然是一个大工程 骨枪 血力 哭 骨枪单膝跪地 叽叽 血力扑腾着翅膀 无将扫了一眼 发现骨枪的等级 已经来到了七级 距离职业级 还差三级 至于血力 卧擦 你小子怎么都九级了 文言 血力手舞足蹈 配合上叽叽叽的声音 弄个不停 生怕领主大人又误会他 原来 这家伙每天的工作就是 打架 吸血 沉睡 打架 吸血 沉睡 这样一来 几乎是等级提升最快的速度 所以 他竟然来到了学徒街九级 反倒是骨枪 每日勤学苦练 到现在 这才堪堪七级 这就反映了一件事 那就是 选对方向很重要 如果单论天赋 骨枪绝对是领地里最强的一个 可惜 这片土地 并不适合他 而十级 属于是一个极限 只要兵种到达了十级 凑齐晋升材料 就可以立马升到十一级 也就是职业级 至于你认为的挑战 不是哥们 这才多少 十级啊 修仙世界 都要金丹圆英才有天节 小小的筑基 哪里有什么节可度的 等血历这家伙到了十级 就得给他准备升级材料 不对 马上就要准备了 想到这 无疆无奈的挠挠头 升级太快 也是个问题 算了 算了 以后的事 就交给以后的我吧 现在 先把兵种召唤出来再说 游戏角色缓缓走到祭坛之上 伴随着熟悉的光芒浮现 十只小骷髅步履蹒跚地走下祭坛 骨枪 骨枪 主 这些小骷髅 交给你管了 骨枪 遵命 而后 无疆又顾忌重施 召唤出来三只血符 归给血历掌管 紧接着 他一点骷髅 骷髅进化点 4.21 嗯 不错 一个下午 加半个晚上 凑齐了4点进化点 无疆叫来四个资历最老的小骷髅 在阵阵白光的沐浴下 骷髅怪的名字 排到了古十一 看着整整十只骷髅怪 无疆觉得 有必要凑一下进化点 进化出几只优秀层次的骷髅了 能不能进化出优秀层次的骷髅 就看今晚的战果 说着 无疆大手一挥 安排骨枪 带领十只骷髅怪 血历 带领三只俯视蝙蝠 刚进化出来一只 总机动员15元兵马 直冲路上的第一个野怪聚集地 地穴珠巢穴 地穴珠作为普通一星野怪中 最难缠的一类 无外乎是因为这家伙的毒液 不过 骷髅最不怕的 就是毒液 至于蛛丝 这玩意不吐丝 类似于前世的狼猪 有的是物理降服路线 只是那磨盘大小的身子 不知道是狼猪的多少倍 为了这次行程 能够走远一些 无疆带上了力量药剂 力量药剂增幅的是全身力量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缓解疲劳的一种 下午的森林依旧阴森恐怖 偶尔传来猛兽的咆哮声 但 如今的无疆 已不是曾经的菜鸟 手下十几只普通三星兵种 等级基本都达到了五级 更有大将骨枪 在前方带路 路上也碰见了几只不长眼的灰狼 甚至都不需要发动挥砍这个技能 死相极其凄惨 也有一两只不长眼的哥布林 被秒杀后 剩下的知道这是一块铁板 仓皇逃命 随着队伍的前行 不多时 无疆沉声道 到了 第26章 碾压式的战斗 随着无疆的话音落下 原本还在行进的队伍瞬间停下 真正做到了另行禁止 对此 无疆不得不再感叹一句 我古 真乃大将之风 只见他熟练地爬上泄力的后背 随着一阵风声响起 隐匿技能发动 一人一幅如幽灵般 向某个位置靠近 当无疆来到洞穴正上方的时候 往下一看 好家伙 原本好好的土地 被这群蜘蛛搞得千疮百孔 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蜘蛛洞口 这些洞口 每个都有一米的直径 透过微弱的光线 依稀能够看到 里面那些附着在土壁上面的暗红色猪卵 无疆微侧耳倾听 下面立即传来阵阵嘻锁锁的声音 一听就知道是节肢类动物的爬行声 偶尔间也能看见墨盘大小 通体黑色 钢毛树立的地穴珠身影 这些洞口比地精洞穴都还要小 哪怕攻下来 也不好拿出放在里面的宝贝啊 无疆抹擦着下巴 CPU疯狂旋转着 良久 算了 就当是来打怪升级的 没必要那么在意一些宝藏 再说了 地穴珠这种野兽 有什么宝藏可拿 想通以后 无疆也不再纠结 招呼血力回去后 把洞穴的结构 以及情况给骨枪大致说了说 后者在听完情报后 露出沉吟的神色 同时 无疆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道 骨啊 不要事事都问我 你也是一个成熟的哭了 要学会自己思考 文言 骨枪浑火大盛 重重点头 紧接着 在无疆惊讶的目光下 他招呼来所有的蝙蝠 在那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 随后分散开 紧接着 他又安排了七只骷髅怪 到处收集什么东西 十分钟后 无疆看着旁边堆成小山的干草树枝 瞬间明白了 他想干什么 火攻 地穴猪躲在洞里 又畏惧火焰 用火攻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无疆微微点头 而后就见骨枪大手一挥 带出来的四只蝙蝠 立即充当起了搬运工 将大量的干枝 枯叶扔向那些地穴猪所在的地方 七七七 地穴猪看着在空中飞行的腐蚀蝠 发出无能的狂怒 也有聪明的蜘蛛 喷射出毒液 奈何两者距离实在太远 够不着 随着大量枯枝败叶的落入 远处又有几只骷髅怪 扛来干枯的树木 骨枪 哭 冲 骷髅们拿起刀就冲 只有骨枪来到吴江身旁 伸手讨要什么 吴江当然知道他想要什么 火柴吗 然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一只身高两米二的大骷髅 放着身边的长枪不拿 反而俯下身子 在那里点着什么 当火焰点燃的瞬间 骨枪试图学着吴江吹一口气 却发现自己的嘴巴漏风 根本没有空气 无奈之下 他只有拿手扇风 随着一阵凉风吹过 干柴烈火之下 在某个瞬间 哄 星星之火 转眼间化为了熊熊烈火 有雪莉在一侧扇风的情况下 火焰迅速向地穴珠的洞口烧去 地穴珠天性畏火 原本因为兵力原因 地穴珠打得骷髅节节败退 结果伙势一起 这些家伙瞬间方寸大乱 放弃敌人转身就逃 反观吴江这边 骷髅们根本不畏惧火焰 甚至因为火焰的燃烧 他们的魂火都更胜一筹 于是乎 一场近三比一的战斗局势 瞬间扭转 变成了一方面的追杀 骷髅怪们 回一刀如切菜 哐哐哐的灰砍声 不绝于耳 等到火焰散去 地穴珠们重新杀回来的时候发现 几方只剩寥寥数珠 反观对方 还是十几名壮汉 扑吃 骷髅怪使出一记灰砍 成功结束了最后一只地穴珠的生命 一场战役 宣告结束 不错 零战损 是我喜欢的战斗方式 吴江微微点头 同时不着痕迹地点开了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1.96 血液进化点 1.82 血液的进化点 增长了半个进化点 而骷髅则是增长了过1.5 不错 我家兵种 未来可期 恭喜 获得魂沙19.6克 恭喜 获得地穴珠残魂X3 恭喜 获得随机残魂X1 提示音结束 吴江满意地拿出随身的地图 仔细端向起来 这一场战斗损耗较小 骷髅们明显还有一战之力 所以 继续推进 他将目光投向下一个目标 哥布林中型营地 上次 我用吊虎离山记 成功干掉一个哥布林营地 不知道这次骨枪会用什么办法 骨枪每次操作 都能出乎吴江意料 而他对这次骨枪的操作 也是极为期待的 少请 大军就来到了中型哥布林营地 所在的范围 然后还没等 吴江看到哥布林的身影 走在前方的骨枪 立即招呼队伍停下 剑撞 立即悄悄走到吴江身旁 骨枪 哭 前面有敌人 文言 吴江立即眯眼望去 正好发现 远处有四只哥布林 向一个方向走去 虽然他们走起路来 整个队伍歪歪扭扭 但吴江还是认出来 这特么是巡逻队 则 有巡逻队就意味着 这个营地存在拥有智慧的哥布林 这场战 不好打啊 正当他想开口 让指挥权回归自己时 骨枪动了 只见他冲身后的 骷髅怪咕噜噜地说着什么 而后在吴江的目光下 骷髅怪拿来了五根木毛 吴江 Sigma 木毛两段 被削得极为锋利 通体匀秤 没有多大瑕疵 一看就知道是惊心之作 紧接着 他就看见 骨枪拿着三根木毛 捏手捏脚地走向某个草丛后面 难以想象 这么个大块头 是怎么做到 走路没有声音的 再看向骨枪 等到了某个位置 他右手紧紧攥着一根长毛 双眼死死盯着 缓缓走来的 哥布林寻罗队 一秒 两秒 三秒 他在等 等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 就在这时 他突然侧身 随着庞大的黑色气体 附着在长毛之上 他动了 嗖 长毛划破傍晚的森林 只有惊鸿一线的瞬间 下一刻 噗哧 噗哧噗哧 一连三道声音响起 长毛精准动穿了 三只哥布林的脖子 并且其强大的后座力 连带着哥布林尸体 稳稳定在了身后的树木上 唯一一只幸存的 哥布林剑状 顿时肝胆剧烈 吓得双腿打颤 刚准备发出求救声 就被一毛补掉 做完这些 骨枪擦了擦 他不存在汗珠 好险 好险 差点就被他发出声音了 第27章 技能叠加效果 笑啊骨 看完骨枪一套行云流水 翘无声息 干掉四只哥布林的操作 无将不由地感叹 孩子长大了 吴爸爸也老 老个蛇 吴爸爸表示极为欣慰 接下来 骨枪在原地蹲守了一阵子 成功又干掉了三队 紧接着又带领队伍转移阵地 再度干掉三队 如此循环往复 总计干掉了八个哥布林巡逻队 共计32只普通哥布林 也就在这个时候 哥布林中型营地里的大家伙 坐不住了 只见他庞大的身躯 从帐篷里走出 身后缓缓走出四只大哥布林 哥布林统领 学徒接八级 简介 作为哥布林勇士的进阶版 优秀三星的哥布林统领 拥有更为令人恐惧的身躯 战斗力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动 动 动 巨大的脚掌踩在地面上 传来阵阵响动 近四米的巨大个头 跟个小巨人似的 在他的面前 大哥布林连弟弟都算不上 顶多算个儿子 好 哥布林统领怒吼一声 宣泄着心中的怒火 中型营地里 四十余只哥布林 但现在除了自己身后的四位 仅剩几个烧火做饭的小卡拉米 这让他这位统领 如何不愤怒 只见他猛地抬起巨脚 重重踩在地面 轰隆 大量石块飞起 他伸手从里面随之抓住一块 不但丝毫停滞 直接向远处的草丛扔去 嗖 破空声响起 一头骷髅怪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巨石砸中 手臂被轰断 肋骨瞬间被击碎 如果不是没有对准脊柱 恐怕是会被一击打残 好强 不愧是跟骨枪一个层次的存在 吴将不由得打起骨 当他准备问骨枪行不行时 后者拿起长枪 猛地钻出草丛 大将者 自当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好 哥布林统领再次大吼一声 充满挑衅的意味 但 骨枪回应他的 只有手中的长枪 魂火跳跃 大将的魔力 倾注进锋利的长枪之中 直到某个瞬间 长枪发出瘟银声 骨枪身子后偏 技能 投掷 蹭 如利剑出鞘 似金雷炸现 空中闪过一抹白芒 随之而来的 就是极致的致命危机 哥布林统领 见到这视如破竹的一击 大如统领的眼珠子 骤然收缩 不多 会死 但躲 也来不及了 万般紧急之下 他一左一右 抓起两只大哥布林 交替往身前横挡 刺了 长枪瞬间穿破血肉 骨头抵住了其一瞬间 但很快便被恐怖的力道碾碎 紧接着第二根 第三根 直到两只高度压缩的大哥布林 被完全刺穿 锋利的枪间 距离哥布林统领的头颅 只有0.01公分 糊吃 糊吃 哥布林统领大口呼吃着 太恐怖了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一击威力 竟然如此恐怖 好 他再度怒吼一声 反手把长枪向侧面一扔 庞大的身躯震动起来 直挺挺地向骨枪冲来 但骨枪终究是 无大领主的手中大将 打架怎么都没枪 他一个剑步冲向前方 接着纵身一跃 于空中 接将长枪阵阵接住 紧接着 空中接力一个360度旋转 抓住长枪尾端 接力就是一记横扫 就这灵活的动作 完全不像是一只骷髅 奈何事实就是如此 品阶越高的兵种 越是灵活强大 即便小骷髅动作 比这二大爷都不如 但骷髅勇者的灵敏度 肉眼都就难以捕捉 当 金哥相接的声音响起 哥布林统领那双铁支手腕 挡住了横扫 但看他略微有些颤抖的手 可以知道 这一击是大里程 技能 洞悉 在这个瞬间 骨枪精准捕捉到了对方的破绽 双脚着地的同时 魂火闪动 发动技能 破军 紧接着 一记回马枪 从哥布林统领的下额没入 头顶刺出 这个瞬间发生得太快 快到吴江都没反应过来 哥布林统领庞大的身躯 便直挺挺地倒下 牛逼 吴江疼得一声跳起来 不过他很快发现 这样子有失领主风范 这时候就应该云淡风轻地来一句 嗯 还行 其实也不怪吴江这么大惊小怪 主要是在骨枪两技能同时发动的瞬间 他的头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加零点五 草 直接干了半个精华点 这让他怎么不激动 安抚下激动的心 吴江挥挥手 一个不留 身后的骷髅大军 如恶狼一般冲进哥布林营地之中 骨枪 哭 啰啰 别急着弄死了 慢慢来 一个小时后 碰 一只浑身是伤的哥布林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不断地求揉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位大哥布林 堂堂普通三星兵种 竟然被如此折磨 整整一个小时啊 对面换着轮子来折磨他 一秒 一秒都没停过 这个打累了 换下一个 隔壁的兄弟都忍受不了这种怎么 一刀结果了自己 至于他 怕死 还想再挣扎一下 对于这只求饶的大哥布林 吴江招呼一只骷髅怪发动技能 挥砍 扑痴 头颅落地 血如喷泉般射出 吴江并没有躲避这种场景 因为这是他迟早要经历的 与其到时候恶心反胃 不如现在主动适应 很快 骨枪双手递过来一些战利品 恭喜 获得魂杀36.6克 恭喜 此战 总计获得魂杀36.6克 大哥布林残魂2 哥布林残魂6 哥布林统领护腕一对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战利品 以及熟悉的普通宝箱一个 但这里终究不是一个 清点战利品的好地方 今日大事已成 班师回朝 但在这前有一件事需要完成 只见吴江的身影 缓缓走到那只大残的骷髅怪身旁 看着眼前熟悉的身影 吴江不禁眉头一挑 好家伙 古刀怎么是你 你小子运气这么背试吧 无奈地摇摇头 吴江呼出净化点 骷髅净化点 5.32 四 一场战斗加了三点解 都是大哥布林的功劳啊 游戏角色缓缓伸出食指 清点在骷髅怪的头顶 一股无法言说的伟岸力量降临 圣洁的白光将这具残破的枯海笼罩 在白光中 原本破破烂烂的骷髅身体 被重新拼接 破碎的地方 重新长出新骨头 身躯被拉长 骨质被改善 叮 骷髅怪 骨刀 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骷髅怪 普通 骷髅守卫 优秀 白光散去 净化成功的骨刀 缓缓显露出身形 骷髅身躯被金铁所覆盖 睁您的头盔里 有两团幽明之火不断燃烧 左手的劣质盾牌 也换成了精致的钢盾 手中大刀 也变成了长刀 勾楼的身躯被拉得挺拔 巨大的身体 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如果说之前是怪 那么现在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兵了 恭喜 您的骷髅守卫 骨刀 获得技能 盾机 第28章 大风烧啊 叶 伸手不见五指 吴将顺手拿起一旁的手机 2点21分 这么快就凌晨2点了 我才刚回到领地啊 感叹时间过得飞快的同时 吴将点开骨刀 新获得的技能 盾机 用手中盾牌冲击敌人 有概率打断对方的动作 并造成震撼效果 使敌人陷入短暂的沉默 这个技能不错啊 试想一下 有敌人冲过来 被盾机反手冲的呆愣起来 紧接着又使出一技灰砍 这不就拿下了吗 而且 我的骷髅怪进化 应该骷髅守卫 那骷髅枪兵 难道是骨枪特别的缘故 吴将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 索性就不想了 开始喜闻乐见的 清点收获环节 叮 恭喜获得火焰手杖 优秀 火焰手杖 附带法术 火球术 魔力恢复速度 正10% 呦 领主大人终于有进攻的手段了 吴将乐呵呵地 给游戏角色装备上 然后看向下一个 定 恭喜获得强化药剂 强化药剂 服用后少量提升身体各项素质 并有概率获得技能 力量翻倍效果 介绍看完那一瞬间 吴将就把它具现了出来 这种好东西 留着干什么 当然是马上用啊 他打开瓶塞 一股清新的药箱扑面来 确认没有放毒药后 一口闷 哥 嗯 似乎没什么效果啊 进入肚子里的药剂 被瞬间吸收 紧接着 一股暖意 流过四肢百骸 让吴将整个人浑身一震 原本有些还有些困意的他 精神百倍 掀开衣服 原本还干瘦的身躯 此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实起来 我感觉 现在我一群能把泰森打成泰迪 力量的突然增加 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 随着身体的适应就会消失 收敛思绪 他继续看向里面 接下来的东西 是一张 纸 鉴定 恭喜 获得奴役卷轴 奴役卷轴 可以强行奴役其他生物为你做事 奴役效果是地方精神力而定 仅限于职业阶五级以下 这玩意不错 到时候 再遇见职业级的哥布林统领 可以奴役一支来用用 毕竟是奴役过来的生物 不需要花费浑纱培养 用完就扔 多省心 想到这 吴将把卷轴放在一边 选择第三次打开宝箱 别再出魂纱 藏魂这些普通东西了 能不能给我来些好玩意 我愿意用骨枪十年单身换 骨枪 欧下化线欧 随着它的一声开启 宝箱缓缓打开 恭喜 获得物品隐身斗篷 脸膝斗篷 穿上后可以遮掩气息并隐身 主动攻击后失去效果 职业阶五级以下 极难发现 卧槽 骨枪的单身这么有用 对不起啊 骨 我不到啊 吴将在心里忏悔完 缓缓起身 这次战斗 总计获得了百鱼科的魂纱 一样道具 一瓶药剂 两件装备 还有许多的进化点 大丰收 这才是这儿八斤的丰收 当同界新人 还在为爆出残魂而欢呼的时候 他吴将 吴大领主 已经爆装备了 高兴了一阵子后 他看着进化点 最终还是决定 再熬两个小时 把第二只骷髅手卫 熬出来再说 两小时后 吴将看着沐浴白光的骷髅怪 转身跑到床上 倒头就睡 次日 晨光细微 一则恐怖的消息 将他惊醒 九州银行提示 您的账户到账 五百万元 卧槽 五百万 突如其来的信息 吓得吴将连滚带爬的 从床上起身 结果一个 不注意脚下踩空 啪击 一声摔在地上 嗯 吴将心头有些奇怪 不对 我自己以前摔跤老痛了 为什么这次 紧接着 他低头看去 我这身材 两块结实的胸大鸡 八块腹肌 肩挺的弓二头 怪不得摔倒 都不怎么痛了 原来浑身都是肌肉 身子骨强壮起来了 对于自己现在的身材 吴将是越看越满意 圆主的身材 属实有些单薄 甚至说难听点 可以是细狗 但现在 堪称少妇鬼见仇 起身洗漱完 吴将拿起国产水果手机 看起里面显示的五百万余额 说实话 刚开始他甚至以为 对方就是说说完 给自己你个台阶下 结果 你特么给我玩真的 吴将马大惊刀地坐在沙发上 看了看手机 又看了看电脑 这老娘们是玩真的 对方玩真的的话 自己该咋办 联系方式根本给不了好吧 要不 让骨枪跟他见见 也不行啊 骨枪那呆呆的样子 万一被卖了可咋办 但很快 他就没有时间思考了 因为电话来了 喂 吴将 钱我已经打到你账上了 我现在在XX地方 你自己说 要让他来见我的 我在这里等你 不见不散 说完 根本不给吴将机会 直接挂断电话 韶情 吴将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联系员啊 那就去看看 出门 随便拦下一辆低视 在司机的侃侃而谈中 很快到了张燕所说的地方 吴将看着眼前 略微显得有些荒凉的地方 下意识觉得 对方是不是什么邪恶组织派来的 但转念一想 自从上件事后 他跟自己都被官方彻查了一遍 真的有问题的话 基本不可能放出来了 而现在 对方约自己在这个地方碰面 想来应该是知道些什么 想到这 吴将沉吟了一会儿 大手一挥 身旁的空间瞬间发生扭曲 旋转 最后变成一个直径两米的黑暗漩涡 紧接着就看见骨枪庞大的身躯 从里面缓缓走出 骨枪 哭 去吧 那边 有个女人想找你聊天 你去陪她聊聊 记住无论她说什么 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 吴将叮嘱到 闻言 骨枪点了点钢盔下的头颅 庞大的身影走在路上 竟然没有什么声音 随着骨枪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很快 她就见到了领主大人所说的女人 她穿着一身令人眼前一亮的白色连衣裙 头上扎成的辫子 看起来满满的青春活力 似乎注意到有人注视的目光 张燕轻轻轻转过头来 再见到骨枪的瞬间 她嘴角下意识上扬 眼睛变成月牙状 你好啊 大块头 文言 骨枪觉得自己该说些什么 但又不知道说什么 于是乎就想起了领主的话 于是乎 她呆愣地点点头 引得对面那头的张燕 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大块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见你吗 很简单 因为除了你 从小到大 没有人这么为我拼命 我们 说到这 张燕头微微抬起 看着青春的蓝天 我们 都是孤独的一个人啊 第29章 这武德 不要也罢 吴江独自一个人 在外面站了20分钟 直到远远地看见 张燕牵着骨枪的手 脚步轻快地从远处走过来 张燕冲吴江点点头 随后转身对骨枪道 再见了哦大块头 可能以后 也没有机会再见了吧 说完 转过头 陶也是地离开了 等到对方的身影 彻底消失 吴江摸了摸鼻子 沉声道 走吧 吴江抬起脚步 走了两步 却发现骨枪纹丝未动 略微有些诧异的他 转过头看着骨枪 骨枪 我觉得他很可怜 我想 话还没说完 就被吴江抬手打断 只见吴江目视前方 意味深长地道 骨啊 你还年轻 不懂人世间的险恶 要知道 越是美丽的女人 越会撒谎 我们无法判断 别人是否撒谎 我们能做的 只有旁观 而且 我们连自己的命运 都没有掌握 又拿什么来帮助他 说完 他背负双手 静止向前走去 随着夜幕降临 临江市也终于陷入黑暗 与其他地方的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充斥一片 惺惺向荣的繁华不同 此刻的某个昏暗的富人区 正在爆发一场恶战 剧烈的碰撞声响起 黑暗中依稀可见 一道黑影倒飞而出 但很快 在那道身影即将落地的瞬间 一位身穿西装 脚踩皮鞋的男人 出现在下方 将其稳稳接住 可可 你们几个小东西 也想抓老子 回去洗洗睡吧 周长双眼心红 整个人站在别墅三楼楼顶 静静俯视着下方的五人 在他的两旁 各有一头哥布林散满 在他下方的地面上 还有十数只大哥布林 手持狼牙棒 目光冷冽地 看着眼前的五个人类 随着月光的洒下 下方的五人 也逐渐显露出身影 三男两女 其中有两位 是吴江的老相识 江姓男子和苏青年 另外 还有穿着JK的女高中身 和给人以老父亲 感觉的中年男人 至于最后一位 浑身包裹在披风之下 看不清长相 只知道 这人身高不足一米八 特别是你江上 你这点实力 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江上文言 不禁眉头微皱 他向前一步 正准备说些什么 突然脑袋往旁边倾斜 一只隐晦的利剑 搜得飞向周长 后者见状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只见他伸出手 身前能量汇聚 迅速凝聚成盾 砰 利剑被挡下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凝聚一个巨大的火焰 如陨石般坠下 周长刚想抽身离开 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 低头看去 自己脚下 竟然被施了禁锢魔法 他抬起头来 目光满是责人 而逝得暴怒 在江上五人身后 赫然有精灵法师 刚刚施法结束 一袍上在烈烈作响 你们 下一刻 哄 巨大的火球自空中落下 见射出耀眼的流光 连带着整座别墅 化为了废墟 见到这一幕的五人 相继露出笑容 这个老鼠 总算是解决了 只是可惜 事情远没有到此就结束 你们真该死啊 寻声望去 就看见一道惨绿色的身影 自火焰中缓缓走出 点点眼眸不断散发着血色的腥味 尖锐的牛头骨脚更显猙獰 配合上布满浑身的锁链 整个一出来就令 在场的众人瞳孔骤然收缩 这是 哥布林王 周长已经转职成为哥布林王 而且还是职业街 情报有误 快跑 随着江上的话音落下 众人瞬间朝不同方向逃窜 跑得了吗 此刻的周长獠牙微章 露出嗜血的意味 与此同时 万森大鹿 大将骨枪一把将长枪从孔雄的胸口抽出 后者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掀起大片落叶 恭喜 您的骷髅勇者 骨枪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学徒接八级 恭喜 您的骷髅守卫 骨刀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学徒接六级 恭喜 您的 忽略掉嘈杂提示音 吴将从怀里掏出一张A4纸 将线路中的最后一个野怪聚集地划掉 这么一来 这一路的障碍都清理完了 他转头看向身后 骷髅勇者1 骷髅守卫3 骷髅怪10 再将古四进化为骷髅守卫后 趁着还有多余进化点 顺便进化出了三只骷髅怪 目前 单就顶尖战斗力来讲 自己这副阵容 再搭配一些远程手段 完全可以去进攻大型营地了 吴将摸索着下巴 收回目光 看向地图上的某个标记点 也就在这个时候 雪莉飞了回来 在头顶上叽叽叽叫个不停 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吗 快了 原生我马上就给你报仇 你也可以安息了 收起地图 他大手一挥 全军出击 十四只身形庞大的骷髅 在路面上行进 居然没有产生丝毫声音 因为身体强化的缘故 几百米的距离 只用了十分钟就到了 吴将身上披着隐身斗篷 目光则是盯着前方的诸多帐篷 一个 两个总共有六个帐篷 之前有二十四只大哥布林 想到这 他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老玩家的底蕴 都这么深厚的吗 或者说 都只有周长底蕴 比较深厚而已 但当他往里面看时 却发现 里面竟然都是空的 而且 这个领地外面 虽然有非常多的哥布林巡逻 但真到了里面 竟然连一个大哥布林都没有 更别说 哥布林萨满之类的存在了 不对 难不成这家伙在埋伏 想到这 他立即命令血力 赶紧在周围看看 结果 得到的结论是 真就没人 一个都没有 啊这 但很快 他就想到了 江上跟自己说的话 已经在筹备人手 准备拿下周长 难道说 官方已经动手了 而这周长现在 还处于激战状态 兵力全部拿去打架了 吴将越想越有可能 甚至有点跃跃欲试了 对方正在激战 现在肯定没空管自己这边 这个时候 我悄悄把他家偷了 会不会有些不讲武德 操 趁他病 要他命 这武德 不要也罢 想到这里 吴将伸手招来骨枪 而后把权杖递给骨刀 窃窃私语起来 两者一边听 一边点头 少请 目送两窟离去 吴将静静地看着周长领地方向 露出沉思的神色 不久后 随着远处响起爆炸声 巡逻的哥布林登石一惊 紧接着 如潮水般向那边涌去 至于另外一边的骨枪 已经悄悄摸进领地 骨枪步伐轻盈 动作谨慎地摸进领地 领主大人说过 这是一场应战 所以不能有半点马虎 不对 是不能马虎 正当他掀开帐篷 准备狠狠大干一场的时候 却发现 这里的帐篷实事久空 根本就没有敌人 反倒是骨刀那边 面对着整整51只哥布林 感觉压力山大 但即便如此 骷髅没有后退可言 拎起菜刀就是干 普通三星的骷髅怪 相较于哥布林 不知疲倦 没有疼痛 更不会胆怯 所以 除了前期被等级压制 而有点吃力外 后期是越打越得劲 越打越猛 在领地遭受攻击的一瞬间 周长便已经感觉出来 此刻的他 看着眼前 已经被自己打成重伤的八人 恨得牙痒痒 可恶啊 明明差一点 他就能干掉这几个家伙了 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家被偷了 可恶啊 究竟是哪个狗东西 竟然如此不讲武德 让我逮到你 一定要抽筋八皮 点天灯 因为战斗的缘故 几人的手机设备 早就废了 所以 周长必须去找手机 而且 想到领地的情况 实在是一秒钟都耽搁不起 操蛋 周长怒骂一声 掉头就跑 与此同时 在吴江的不断寻找下 总算是找到了领主周长的游戏角色 这家伙竟然在领地后方的树根底部 挖了一个洞 将自己藏在里面 如果不是雪莉这家伙 喜欢到处搜索宝物 还真没办法发现他 看着眼前还处于沉睡的游戏角色 吴江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随之拿出昨天才到手的匕首 给也死 他一把扎向对方的心脏 却不想对方瞬间睁开双眼 急忙翻身躲避 但比他速度更快的 还有一把寒光灵灵的长枪 碰 长枪在力量刺到周长身体的瞬间 被阵阵白光抵挡住 难以寸进 但骨枪是谁 未来的不死者之王 他没有丝毫停顿 一连用出了三次破军加持下的攻击 随着第三次攻击落下 白色屏障硬生破碎 操 壮士 有话好说 周长一身装备都在现实世界 游戏角色上 只有一个还能用四次的护身符 可以抵挡攻击 保全小命 他也有其他手段 但眼前的傻大个攻击密不透风 根本不给他掏道具的机会 这让周长又急又气 一边求饶 一边找机会拉开距离 奈何 眼前的傻大个明显不对劲 根本不会有丝毫停顿 而且还极为灵敏 诧异之下 他用了一发鉴定术 什么 骷髅俑者 你 突然 他背后传来莫名的凉 紧接着菊花传来一阵刺痛 刺了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第三十章 骷髅战队雏形 刺了 鼓刀一把抽出长刀 在尸体上擦拭干净后 抬头挺胸地站在无疆面前 就仿佛在说 报告领主大人 敌人已经击毙 请指示 再踹了周长好几脚 确认这家伙真的是死透后 吴将立马俯下身子 开始摸尸 摸尸的同时还不忘指挥骷髅 赶紧麻溜地收拾战利品 准备撤 他的话说到一半就 卡在喉咙里 因为 此刻的骷髅 早已将所有之前的东西打包装好 并且扛在肩膀上 等待领主大人说撤退 良久以后 吴将终于憋出一句 不愧是我的部将 一个小时后 天空中有大量巨型生物 降临这块土地 在发现周长游戏角色的尸体后 又在周围寻找了一阵子 结果都没有什么收获 无奈之下 招呼队伍返航 而现实世界那边 江上看着周长尸体 菊花处的巨大窝口 陷入了沉思 呼 大仇得报 怎一个爽子了得 为了奖励自己 吴将特意去下面买了一桶泡面 正在由于自己 要不要加个火腿的时候 一拍脑袋 我特么都是有五百万的人了 还在意这点钱 再加一个卤蛋 和一瓶肥宅快乐水 结账走人 老板看着吴将离去的背影 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 这小子 吃泡面 竟然加卤蛋了 趁着这个机会 吴将特地以匿名的方式 给曾经养育原生的孤儿院 分批次 共计转入了二百万 呼 这两百万转过去后 孤儿院养育这份恩情 基本上算是还得差不多了 没有负担后 吴将只感觉一身轻松 走路的步子 不知觉地 都快了几分 回到房间里 吴将看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整个人对着电脑傻笑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就他从周长游戏角色身上 摸出来的浑纱 都高达八百克 这特么是他这种穷人能想的 至于残魂一个都没有 不过吴将也能理解 毕竟这里盛产哥布林残魂 对方又是经营哥布林的领主 有残魂才怪了 尤也用了 存着干嘛 并没有因为这个东西而沮丧 他继续看向下一个东西 这是一块暗黑色的鳞片 足足有吴将巴掌那么大 可见 鳞片的主人 必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鉴定 物品 地龙尾灵 一头亚龙的龙铃 吴将拿起看了又看 这玩意对我来说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摇摇头 正准备扔在一边 却没想到 血力扑腾着翅膀 快速朝自己飞来 叽叽叽 他似乎在焦急地诉说着什么 文言 吴将微微汗手 你想要这片龙铃 后者文言点头回应 得到确切的回答后 吴将随手将龙铃扔给血力 在后者的一阵败血操作下 让他一边玩去了 回到眼前 继续轻点战利品 这是 药剂 恢复药剂三瓶 精力药剂两瓶 魔力药剂一瓶 嘖嘖嘖 要不怎么说 老玩家富有呢 这药剂都不是我能想的 笑着把药剂收入囊中 吴将继续看向最后一个口袋 把一些过碗瓢盆扔出来后 里面还剩下两样东西 一张牛皮纸 一块双全大小的水晶 鉴定 奇迹图纸 附魔台 简介 将特定的稀有材料 与需要附魔的武器放入其中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附魔台 确实不错 有了附魔台以后 自家库龙们的武器都能附魔 大幅度提升伤害 只是材料的获取有些麻烦 也不知道附魔后的武器 在净化点的作用下 会不会越变越强 吴将如是想到 物品 充能水晶 简介 法师类特定职业锻造装备时可用 提升魔法数量以及魔法威力 充能水晶自己暂时用不上 所以直接放在一边 接二 拿起奇迹图纸 建造要求 魂金X10 锻造石X15 木材X50 金属X20 看完建筑要求 吴将就知道周长这家伙 为什么会有800克魂纱了 感情这家伙 也想见附魔台啊 吴将看着眼前附魔台所需的东西 魂金自己已经是够了 锻造石还差12块 木材X50不过问题不大 让骷髅守卫进山转一圈就有了 倒是金属 也不知道论坛上面有没有 想到这 吴将立即登陆上论坛 哈哈 兄弟们老子攻下来一个哥布林营地 打出了10换20的战绩 就问 还有谁 楼上哥们牛逼啊 这才第六天就已经单刷营地 不像我 被外面的哥布林营地骚扰的都快记了 老哥平民玩家吧 如果不是欧皇的话 这战绩确实可以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啊 大佬求带 大佬快教教我怎么打的 我手里已经培养起三只大哥布林 十只哥布林 目前想单刷一个哥布林营地 吴将发现一个情况 那就是 本县的领主 大多都是平民玩家 克老和游二代几乎没有 上论坛水 打探情报这么多次 都没见过人家发言 作为一名成熟的领主 要学会向上兼容 于是乎 吴将将论坛切换到了 临江市的大论坛上 听说 哀帝副哥不是哥 以召唤出优秀三星兵种 并带领十只普通三星兵种 成功剿灭了一座 中型地精巢穴 不愧是克老 就是牛逼 不过 我听说商大小姐在他爹妈的帮助下 成功拿下一座大型哥布林营地 获得了奇迹建筑 精灵之术 以后可以特定招募精灵了 哎呀 这些克老跟游二代 有什么好看的 我记得有个欧皇玩家 ID武大郎暴打西门庆 初始召唤出 十只优秀一星的石像鬼 昨天拿下了一座古遗迹 成为了各大财阀的攻略对象 嘖嘖嘖 兄弟知道 是啥古遗迹不 嗯 这个我不太清楚 好像是亡灵目的吧 这玩意 对于亡灵系的玩家来说 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临江市的论坛 大多是在品鉴当代最出名的几位新人 吴江总结下来 一共有八位新人 异常强横 其中 以商家大小姐最为出名 据说其父母都是资深大领主 这位大小姐 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从游戏开始 就顺风顺水 一路狂奔 而克老也有好几位 比如 富哥不是哥 隐形的翅膀 关公大概帽等等 无意不是大财阀的一员 相对来说 这里的讨论含金量高了一些 拿我的战绩一看 似乎这里更适合我 摇摇头 收回目光 吴江伸手轻点骷髅 进化点立即弹了出来 骷髅进化点 十点零二 吴江 十 十个进化点 吴江不由地吞了口唾沫 记得打架前 也就两点进化点 怎么一仗打完 加了这么多 不对劲 根本不对劲 事出反常必有妖 必须找出原因 想到这 他立即围绕着骷髅们转了一圈 在他的仔细打量之下 发现这群家伙身体里面 似乎多了些许红色的光点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吴江不由地瞪打双眼 这是 发生了什么吗 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 他赶忙翻动之前的提示记录 随着提示的翻动 他很快锁定了目标 您的军队 在进攻过程中 汗不畏死 士气极大提升 一股未知的能量被激发 难道是激活了进化能量 吴江这么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啥是不做的兵种 两小时加一次 越是战斗 增加越快 上次自己的骷髅怪 虽然是普通三星兵种 但对战高等级的普通一星哥布林 就兵种素质上 会强上不少 但在等级和数量的双重压制下 几方的骷髅怪 仍旧处于劣势 不过好在骷髅守卫 杀哥布林如砍瓜切菜 狠狠地震慑住了这群家伙 再加上骷髅汉不畏死 这才艰难打赢 可以说 这场战斗 已经将骷髅怪的进化能力最大化 可能十只骷髅怪 在一小时的进化点增量 最大值也就六左右 这么说来 等以后领地强大起来 骨枪和血力 都可以考虑单独带兵出去征战 至于我 当然是坐镇后方了 吴江想到这 从怀中探出智慧原石 说实话 这玩意可以开辟智慧 但到现在 吴江仍旧没有一个心意对象 骷髅一边有骨枪足够了 血液那边更别说了 或许 我可以考虑 在领地多招募一类兵种 现在 我有骷髅可以进战 血液可以暂时用于空战 就还有 远程作战能力了 说起远程作战能力 吴江首先想到的是精灵一族 毕竟精灵射手 精灵法师的远程能力 用过的都说好 而且又撒又美 完全符合广大男性玩家的审美 但话又说回来 自己这个领地 吃喝睡全没有 精灵一族又极为娇贵 根本不适合自己 难道就没有获取方式简单 攻击距离远 扬起来还很容易的兵种吗 思索许久 依旧不见得有什么结果 吴江只能将这个念头暂时搁置 转而思考起 骷髅进化点的用处 十点骷髅进化点 首先可以用于提升鼓刀 达到优秀三星 不过我 暂时不缺顶尖战力 就算了 就目前来说 主要有两个方向 要么全用来提升小骷髅 让骷髅怪的数量直接翻倍 这么一来 哪怕是进攻大型营地 也能有些底气 要么就是在进化出 三只骷髅守卫 这样一来 足足六只骷髅守卫 由他选择进攻目标 再由血力带队 基本不用吴江亲自去指挥 这么一来 就可以实现中型营地副本自由 说实话 两个选项吴江都想要 奈何进化点只有十点 陈阴烧血 吴江最终决定 进化十只小骷髅 十骷髅怪战力全开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就有六点进化点 二十只骷髅怪 就是十二点 明显 进化十只小骷髅 这个选项更为长远 想通其中关爱后 随着十道光芒闪动 十只体态壮瘦的骷髅 骷髅怪静静地守在四周 整齐排列成两排的骷髅怪 一双双幽蓝色的魂火不断燃烧 看起来犹如置身深渊之中 在他们身前 还有三只骷髅守卫 以及大将骨枪 总计二十四只骷髅 组成一个骷髅战队 至于多余的六只小骷髅 拿来运货也是不错 好 军队的雏形有了 紧接着 吴江将目光头像守护在一旁的血翼们 血翼进化点 三点六九 再攒一攒 凑齐九点 净化血裂 我真的不想出征的时候 再钻狗洞了 吴江如是想到 第三十一章 一墙之隔 犹如天欠 次日清晨 当第一缕 阳光穿过窗户 降临到吴江所在的房间那时 他知道自己应该买窗帘了 起身洗漱 穿好衣服后 开始出门 马路旁人们熙熙攘攘 马路上车辆穿流不息 人们或相互讨价还价 或急匆匆拿出手机扫自行车 还有一边打电话 一边奔跑着赶时间的打工人 毕竟是身价几百万的人 几地铁几公交 终究不适合自己 伸手拦下一辆低势 吴江坐在里面没多久就后悔了 看着前面一眼望不到的头的车流 还有那几乎归宿的车辆 其实吧 几地铁也挺好的 路上整整拉扯了一个钟头 总算是在八点钟的时候 来到了临江市领主联盟所在地 吴江抬头看向上面不存在的牌坊 静莫明觉得 今天的大门宏伟了些许 收回目光 抬起脚步迈入其中 紧这一墙之隔 便犹如天欠 各种豪车整齐滑衣地停放在指定位置 一道道身影从车内出来 也有玩家坐在独眼巨人肩上 居高俯视 有精灵脚步轻盈 有巫师沉默独行 也有半兽人拿着巨斧 目光炯炯有神 吴江甚至看到一头浑身沐浴着火焰的高大恶魔 在他周围十米内没有一道人影 这是地狱俱乐部的炎魔吧 好帅啊 有人看着威武不凡的炎魔 羡慕地说道 还有这个 这是精灵法师 哇 这长相 这身材 好撒 好美 好高的小姐姐 我好爱啊 卧槽 这是 双翼天使 这这这 这是哪位领主的兵种 太美了吧 要是我也能召唤就好了 吴江顺眼看过 发现这些让玩家惊讶的兵种 无意不是稀有层次的存在 可谓是一兵难求 这些兵种 哪怕是一些资深老玩家 都求之不得 更别提 他们这些萌新 也只有羡慕的份 不过快了 只需要再等一两天 我的大将骨枪 也可以进化成 稀有层次的兵种了 吴江暗暗为自己打气 人也走到了上次的操场 这里的人就更多了 他还在寻思 自己该去哪时 肩膀便被人拍了一下 嘿 哥们 吴江转过头 发现原来是秃头哥张峰 和杨伟哥赵云 除了他们两个人 身后还多了一个小女生 看这样子 应该是个高中生 我妹妹 张晴 昨天刚被永恒之界选中 成为了一名领主 吐头张峰刚介绍完 其妹张晴 立即传来声音 哥 这新人大笔 我就不陪你看了 还要赶紧回家 经营领地呢 嗨呀 要哥跟你说几次 你领地 有我的三星兵种 十元在 起码前三天 不需要的 担心安全问题 反正前期 你也没啥事干 多见见世面 提升一下眼界 努力起来 也更有动力 闻言 妹妹张晴斜着 腻了她一眼 转身就走 根本没有把她的话 当一回事 对此 张峰也只能挠挠头 露出无奈的表情 老张牛逼啊 普通三星兵种 十元 你怎么弄到的 我记得 你之前不是哥布林玩家吗 听见赵云的提问 扑头张黑黑一笑 拉近两人距离 窃窃私语起来 不满两位兄弟 如今的张某人 已经非西比了 就在三天前 有一位本地富豪的千金 被邪恶分子挟持 正好我遇见 就派遣大哥布林 救下了这个千金 至于后续吗 你们都懂 哦 英雄救美吗 都懂 都懂 赵云听完 整个人都不对劲 不是 好兄弟 咱们一起出道 立志成为一名 伟大的领主玩家 本人 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着 结果 你小子倒好 一生不想帮上了富婆 这好吗 这不好 至少得带我一个吧 张兄弟 狗富贵 勿相忘 你发达了 可不能忘了兄弟我呀 赵云急忙到 好说 好说 兄弟你把领地位置告诉我 等大笔结束 我就去支援你 张峰一拍胸脯 显得极为洒脱 两人转过头 互换了一下领地位置 他们这个操作 反倒是给吴江整不会了 不说领地位置 是一名玩家的重中之重 不能轻易给他人 哪怕是亲兄弟都不行吗 而且话又说回来 被富婆包养 这现实吗 虽然吴江很想说 不现实 但却不得不承认 这非常现实 九州有钱人不少 身价一个小目标的人 都不敢自称富豪 与之相比 存活的领主玩家 却少得可怜 而且 大多数实力的领主玩家 已经发现 就会很快地被强大的工会 或者俱乐部吸纳 这些工会和俱乐部 都是一些顶级财阀势力所属 看不上其他富豪 除此之外 流落在外的玩家 要么就是官方玩家 普通的有钱人 根本无法染指 要么就是独狼玩家 独狼玩家 一般都是游侠 而不是游侠的话 背后也注定不简单 毕竟放着有钱人的招揽 官方的好处不去 这要么就是脑子嗅痘了 要么就是别有所图 正因如此 身家干净且野生的 有天赋玩家 少之又少 张峰看似是被富婆包养 实则是他庇护富婆一家 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天上掉线饼 在不你看不见的地方 其实早已进行了等价交换 但话又说回来 也并不是什么玩家 都能被富豪招募的 张峰被包养 这意味着 他必然有过人之处 别的不说 开局四天就有大哥不灵 不是欧皇 就是有一定的实力 脑海中闪过诸多念头 张峰赵云两人 已经完成了地址互换 接着 张峰转身看向吴江 吴兄弟 要么你也一起 闻言 吴江笑着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却互换了联系方式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未来的某个时刻 会用到对方 势必 三人相视一笑 在张峰的带领下 一起走进大笔场 刚入场 抬头就是一块巨大的屏幕 上面显示着一排排ID 显然 新人大笔已经开始 经过询问才知道 现在正在开始检验 新人玩家资格 需要亮出足够的实力 才能获得参赛资格 前几天不才说 只需要三支五级的 普通三星兵种吗 怎么今天要五支了 一名玩家激动到 但很快就有相关负责人 上前进行解释 最终在温柔的劝解下 该名玩家离开了高台 五支三星兵种 我领地里满打满算 也就才两支 这根本不是 咱们平民玩家能参与的 一人愤愤不平道 是啊 是啊 这要求太高了 平民玩家怎么可能达到 咱们应付野怪袭击 都抓破了头 你这么高的要求 可怎么让人活啊 面对激愤的市民玩家 官方立即派人出来解释 原来是 这届的新人玩家名额 明显比上届更多 而且存活率也相较 以往也更高 所以 这就出现比斗场不足的问题 要知道 这里的比斗场 可不是随随便便 来一块地那么简单 都是从永恒之界 具现出来的奇迹建筑 延无常 每一个都价值不菲 其实也可以考虑把时间延长 但考虑到玩家们时间宝贵 毕竟新手试炼摆在眼前 哪里有两三天的时间可以浪费的 没有办法 官方也只有抬高门键 择优选取 对此 吴江表示可以理解 只见他缓缓走进 测试资格的通道 府一进入 就发现 里面别有洞天 在外面看着 也就是一座面积 50个平方方的小房间 可里面却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 周围布满了各种颜色的水晶 而且头顶上一眼看不到头 在工作人员的示意下 吴江缓缓走到高台之上 请展示您的兵种 身旁的机器响起提示 文言 吴江微微点头 随后沉吟了些许 就你了 随着他大手一挥 身旁的虚空骤然破碎 旋转成一个漆黑的漩涡 漩涡之中星光点点 仿佛天际的银河 酷 漩涡之中 突然伸出一只被铠甲包裹着的手 这双手抓住两侧 而后微微发力 紧接着一颗巨大的头颅钻了出来 正在记录的工作人员见状 不由地停下了手上的笔 连呼吸都粗重了些许 优秀一新兵种 骷髅守卫 第32章 这是我见过最强的一介新人 与此同时 整个联盟驻地最中心处 这里布局高雅 来往之人皆是西装革领 他们着落有序 奋力忙碌着 不多时 一位身材高大 浑身透露着凶煞之气的中年男人 迈着龙形虎步走进大厅 老宋 这些新人领主简直离谱 有些人甚至都招募到了 稀有一新兵种 要知道 这才第七天 第七天啊 当年我们第七天 还在为一只优秀兵种的残魂 打声打死啊 被称为老宋的中年 背负双手 文言他微微汗手 你说的是商家那个小妮子吧 确实不错 虽然他的成长 离不开老商 夫妻俩的支持 但这小妮子 是我看着长大的 天赋确实非常惊人 先天清和自然之力 又觉醒了精灵天赋 对经营培养方面 极具天资 再加上他父母给的 精灵奇迹建筑 嘖嘖嘖 说实话 老宋我都羡慕了 凶煞男人 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而后又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道 不止啊老宋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诶 我一时叫不上名字 反正就是培养恶魔的 这小子 也是一个狠人啊 要知道 地狱里面的兵种 是最难以驯服的 结果这小子倒好 不但靠着装备 和一身蛮力 硬生生把恶魔兵种 而且啊 我还听说 这小子不久前 招募了一只恶魔英雄 这小子跟对方打爽了后 更是带那位恶魔英雄 到灵星来喝酒 撸串搓麻将 好好的领主与兵种 硬是被这小子 弄成了兄弟 凶煞男人说着 门外又走来一名 剑眉心目 面容刚毅 五官立体浑然天成 骨子里透露着 传统哑的男人 即便已经两兵 已有些许白霜 但依旧遮挡不了 男人的帅气 老五说的是廖云帆吧 这小子我知道 取个ID叫九十一廖先生 可给他老子雷的 当场被他妈拧着耳朵 硬是不换 伤红说着 突然话锋一转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些新人确实不错 除了老五说的两个外 还有四五个新人 都招募到了优秀三星的兵种 优秀一星的也不少 而且各个都是取名天才 什么顺风快递想记就记 什么夜戏寡妇村 铁杵磨成针 等等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就在这时 站在一旁 管理这一届 所有新人大笔的周教官 也开口道 是啊 这是我带过 最强的一届 现场一副 其乐融融的场景 可是临江市领主联盟 少有的情况 要知道 过往的领盟高层 为了手底下的新人 那叫一个仇啊 仇发育 仇新兴 仇资源 但这一届 天赋卓绝者有 新兴坚韧者亦有 资源富足者还有 这可给几个大领导乐坏了 不过 这些新人确实有些猫腻 似乎不止咱们临江市 而是整个九州 似乎新人领主 召唤出高级兵种的几率 都上升了些 这 此话一出 在场的几人 都不由地陷入了沉默 天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么高的招募率 必然有它的原因 现在没发现 不代表没有 不管如何 加大这方面的调查 尽早给我一个确切的消息 宋盟主道 是 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 用笔在平板上记录 ID 路人甲 26号 兵种 优秀一新骷髅守卫 暂时 评价 合格 记录完 就听他喃喃道 今年的新人怎么回事 这都是我手上第八个优秀兵种了 摇摇头 他接着道 下一位 吴江离开后 手机立即收到一条消息 经过阅读 他大概了解了比赛方式 以及流程 比赛总计有两轮 第一轮由玩家自主抽签选择对手 因为人数原因 想要进入第二轮 领主玩家必须要连胜四场 对战方式也比较简单 每一位领主 可以召唤至多十位几方兵种应战 直至兵种完全死亡 或者领主玩家主动认输 第二轮大笔 叫做手类战 主办方一共推出20个演武场 领主分为两类 挑战方和手类方 手类方负责兼手类台 将挑战者通通击败 直到战胜至少五名挑战者 就算类台首位战胜利 而且 为了防止手类方被撤轮战 每一场挑战结束后 都会留出十分钟休息 并且提供一定的恢复帮助 之后 负责方就会根据挑战者的表现 进行排名 吴将起初看抽签选对手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感觉 但当他看到手类战的时候 双眼都亮了起来 这里面 似乎有操作空间 公告上面说 至少需要战胜五轮 而没有设置上限 这就意味着 我可以一直不断地接受挑战者 而且 官方还设有专门恢复兵种的奇迹建筑 哪怕兵种死亡 也能够恢复如初 根本不用担心兵种损耗问题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骷髅不会产生莫名情绪 大规模战斗之下 我的进化点 到这里 吴将已经不敢往下想了 如果自己一直霸裂不下 这些玩家会给自己贡献多少进化点 十点 二十点 还是三十点 多少他不知道 反正绝对比自己这阵子 辛辛苦苦打工得来得多 请 各位参赛玩家 下载本次大赛专业APP 注册验证成功后 开始抽签 再一次重复 很快 吴将就按照显示屏上方的提示 完成了下载注册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吴将随手点下 眼前的屏幕不断变换 最终停留在一个数字上 八十九 一百零八号是哪位 出来亮个像 耳旁响起其他声音 我是三百六十九号 有哪位抽中我的 哥们我萌星 打清点 操 谁不是萌星 老子抽中了二百五十八 这是哪位小子 现在你来找我的话 可以考虑 让你死得没那么惨 小张老哥说完 远处立即响起一阵细血的声音 二百五十八号 这不是天药集团三公子的号码吗 这位三公子 在前天刚招募一只优秀三星的笔蒙 哥们说话小声点 当心闪了腰 哈哈 此话一出 现场立即响起了一阵唏嘘声 这样的场景 也让大多数人原本躁动 立即心不由地沉了下来 对于手上的号码 立即生出了敬畏之心 毕竟谁也不知道 对面的究竟是谁 人 还是低调些好 不然 这位老哥 就是前车之剑 第三十三章 进化点给我刷起来 第一轮领主大赛已经开启 因为演武场数量的缘故 每次只能攻六十位新人领主参赛 吴将根据手机上的提示 下一轮比斗应该就到他了 说实话 不紧张是假的 毕竟是第一次 能不紧张吗 这还是伟大的吴大领主 真枪实弹地跟同届新人玩家竞技 而且 为了能够狠狠地搜刮 不对 操练手下的骷髅们 自己高低也得打进类台赛 最好 能够坚持五次挑战 每次战斗 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小时 那就更好了 不过 吴将新知 这几乎不可能 毕竟操控兵种 对于领主来说 也是一件高消耗的事情 哪怕是一些资深玩家 也顶不住一小时的战斗 这也是为什么游戏之初 要通过媒介进行游戏操作 而想要灵魂降临 必须要求玩家转职成功 一来灵魂降临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两个世界之间的壁垒间 存在干扰因素 如果灵魂不够强大 降临一旦失败 必死无疑 二来 降临后意味着 每天至少要操纵十几个小时兵种作战 没有转职的玩家 再怎么强大 也是普通人的范畴 怎么可能应对长时间的兵种操控 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 如果是召唤骨枪 和三只骷髅守卫的话 压力会大大减少 坚持一个小时不是问题 但如果是骷髅怪的话 召唤十位 坚持半小时还行 一个小时的话 难 到时候是出三只骷髅守卫 还是十只骷髅怪 根据那些天才领主的实力出牌 至于骨枪 吴江是说什么都不会拿出来的 不说骨枪强大的单兵实力 就说他那惯用的杀招 呃 同为萌新 还是不能太过分 思索之间 第一轮战斗已经结束 吴江就看见神采翼的秃头张 满目红光地走出来 不用问都知道 这家伙肯定是赢了 张哥怎么样 赵云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底地位 嘿嘿 自然是赢了呀 对面那小子 竟然有五只大哥不灵 算是有些实力 不过还好我技高一筹啊 有六只十元 三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张峰说得云淡风轻 但吴江还是看见了他额头上的 尚未完全干涸的汗迹 显然没有他说得那么轻松 眼见差不多 吴江跟两人说了一句 随后毅然决然地走进笔斗场中 疲了 哄 吴江刚走进演武场 一头体型高大 浑身健子肉 长得跟个移动坦克式的蛮人 抱起他的敌人 狠狠砸在地上 噗 如西瓜摔碎的声音响起 最后一位枪兵被砸得稀烂 这血腥又恐怖的一幕 如果放在几天前 吴江可能会转身呕吐 但现在不一样了 经过这几天的刻意训练 单就画面而言 最多引起吴江的不适 呕吐基本不存在了 医护 快 这人晕倒了 工作人员大声呼喊道 下一刻 两位抬着担架的医护人员 立即冲上来 将枪兵的领主 抬上担架 向急正式走去 至于他 已经死亡的枪兵 只见演武场周围的四座尖塔 发出阵阵魔法波动 一鼓看不见 也摸不着的波纹 扫过场上的五只枪兵尸体 随着周围大量的魔力 灌入枪兵们的尸体 原地形成了一团巨大的黑雾 少请 黑雾散去 五只枪兵完好无缺地出现在原地 6号演武场比斗结束 99号领主胜出 工作人员说完 就冲那位蛮人的领主道 请99号领主迅速离场 我们将开始下一轮比斗 随着那人的离开 工作人员立即将目光投向吴江 请26号领主站上擂台 随后 吴江对面的小门中 走出一位面容年轻的男子 请 89号领主尽快走上擂台 话音落下 两人纷纷站上擂台 吴江在外面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感觉 但当他一上演武场后 瞬间就感觉不一样了 周围被一层薄薄的白雾所笼罩 平白添了抹神秘感 原以为这是一个不大的演武台 结果这里足足有篮球场大小 奇迹建筑 果然不能以常理度之 吴江南南道 请双方召唤兵种 而后有两分钟适应时间 两分钟结束 比斗立即开始 话音落下 对面的年轻人 冲吴江礼貌地拱手道 兄弟 承让了 请 吴江伸手示意 随着熟悉的召唤场景结束 对面出现了整整石头大哥布林 这些大哥布林身体壮硕 皮肤上面布满了伤痕 眼中满是嗜血的杀意 而且这些大哥布林 普遍达到了六级 一看就知道 是酒精沙场的大哥布林 吴江打量了片刻 心里也是纳闷 怎么一开始就遇见这种家伙 连给我滑水的机会都没有 收起思绪 既然对方是酒精沙场的大哥布林 那么自己这边 也铁定不能派钢进化完的骷髅怪 至于骷髅守卫 三个攒进化点的速度还不如十只骷髅怪 思绪落下 随着身后漩涡的旋转 一道道猙獰的身影 手持大刀 整齐排列在他身后两侧 骷髅怪 十只 年轻男子看着吴江 也派出十只骷髅怪时 也不由得心头微微惊讶 这么看来 这人要么是欧皇开局 要么也是获得了骷髅类的奇迹建筑 而且这些骷髅 普遍都达到了七级 嗯 男子扫尸一圈 整个人再也平静不下来 他发现 这里的骷髅 普遍都达到了七级 甚至有两只骷髅怪 竟然都八级了 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骷髅啊 而且 他还发现这些骷髅怪从出来后 整齐华翼分居着人的两排 跟他身前这些乱糟糟的大哥布林 完全不一样 就感觉 自己这边是杂牌军 对面的是特种部队一样 不好办啊 这是个猛男啊 男子一边适应现实操作 一边开口道 哥们 我叫丁华叶 不知道哥们你叫啥 吴江 东吴的吴 江山的江 吴江回道 吴兄弟 打完加个联系方式不 可以 吴江点点头 两分钟时间转瞬即逝 随着工作人员的声音落下 笔斗开始 小心了 丁华叶长鹤一声 瞬间放开了对大哥布林的束缚 同时瞅准战成 一排的骷髅怪中心冲去 企图将他们的队形打破 支 支 十只大哥布林张开血盆大口 齐齐冲吴江所在的方向吼叫 毕竟是第一次直面大哥布林 这股气势和吼叫声 不说其他光 旧耳朵都给你震得生疼 如果心神不稳的人 说不定要被震得呆愣数秒 不过 吴江只是双眼微眯 看穿了对方的计划 只见他身体微微后撤 同时通过脑海中的链接 让骷髅们左右分为两排 采用夹心饼干打法 支 酷 很快 两者短兵相接 场面瞬间乱成一团 有手持聚棒的大哥布林 重重一棒 砸击到骷髅怪的盾牌上 那块做工粗糙的盾牌 瞬间凹陷下去 强大的后座力 这让骷髅怪连退三步 但这些骷髅 终究是五大领主手下 经历过数场大战的强兵 其中一只挡下攻击的骷髅怪 反应极为迅速 只见他借着残余的力道 身躯微微侧倾 将大哥布林牵引向一侧 紧接着举起手上 寒光灵灵的大砍刀 随着屡屡黑气没入刀中 技能 挥砍 蹭 随着破空气响起 这熟练的一刀 精准地砍在大哥布林的肩膀上 扑驰一声 利刃入肉 鲜血剑射 卧槽 这TM是技能 一头普通三星兵种 你特么有技能 而且 还使用得这么熟练 丁华叶吃惊完 也明白了 几方大哥布林 与对面骷髅怪的巨大差距 如果自己这位领主 不强行干预的话 五分钟内 必败无疑 丁华叶到底也是 一名出色的玩家 很快就想到了破解的方法 那就是近身肉搏 不给对面骷髅怪 发动技能的机会 反倒是吴江这边 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见 自家骷髅那熟练的操作 但真让他亲身体会 还真别说 真牛逼 看着对面大哥布林的身上 逐渐挂起踩来 吴江急了 干 别打那么快啊 我精化点还没刷够呢 无奈之下 吴大领主只有强行干预 这些骷髅们 让他们下手轻点 动作再慢点 诶 这个不错 这一下放水 就很有水平 呦 这次攻击不错 有伤弹不多 这只大哥布林 还能再压榨一下 吴江不断压制着 自家骷髅们的行动 在对面看来 却完全不一样 此时 丁华叶的眼中 看到的是吴江满头大汗 艰难地操纵着骷髅怪 而且即便这样 相比起刚开始 这些骷髅怪的动作 明显僵硬了不少 他顿时心中大喜过望 我就说嘛 这么强的骷髅怪 操纵起来 绝对不简单 看着人吃力的状态 想来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再坚持坚持 说不定就赢了 就这样 一方帮助兵种 一方限制兵种 双方的领主都消耗着 五分钟过去 丁华叶看着满头大汗的吴江 我再坚持 坚持 十分钟过去 丁华叶看着脸色 有些发白的吴江 他要不行了 我还行 十五分钟过去 碰 一声脆响 丁华叶眼前天旋地转 直接被泪倒在台上 在他倒下的瞬间 工作人员立即大手一挥 将双方兵种隔离开 第三十四章 各大天才领主 泪台站 吴江拍了拍身上 不存在的灰尘 这一场仗真难打 真的难 他举手扶着额头 头昏脑胀 眼前甚至出现了虫影 好在身旁 及时出现一位工作人员 递上一瓶蓝色药剂 喝下去 可以快速恢复精神力 闻言 吴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一口闷 恢复药剂入腹 丝丝 药力灌入四肢百孩 原本眼前漂浮着的虫影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打了兴奋剂般的清醒 腰不疼 腿不酸了 吴江将注意力 集中在骷髅怪身上 骷髅进化点 五点三二 一晚上大概能获得 近三个单位的进化点 而现在有五点多 这么说 我这十五分钟 共到手两个单位的进化点 吴江并没有感到意外 主要是 这十只大哥布林 还是不够强 自己限制骷髅怪的同时 也限制了他们进化点的 获取速度 两个单位的进化点 也在可接受的范围 点点头 在工作人员的请离下 他离开了演武场 再次回到后站台 吴江发现 铺头张和他目前的小弟 已经消失不见 反倒是刚才的对手 丁华叶找了过来 这人开口第一句就是 哥们你是真能装 明明游刃有余 偏偏跟我玩消耗 能够拥有十只 等级不低的大哥布林的丁华叶 你可以说他不聪明 但绝对不蠢 在战斗中当局者迷 可能还发现不了 但自从他苏醒过来后 稍微一覆盘 什么都明白了 对此 吴江也是善善一笑 哪里 哪里 其实我压力也很大的 丁华叶白了他一眼 也不过多纠结 输了就是输了 他丁家的男人 还不至于输不起 反倒是 对方那些等级不低的骷髅怪 那精湛的战斗技巧 让他羡慕得紧啊 说什么 也要拉近关系 狠狠借鉴一波 哥们你论坛号是多少 我来加你 我呀 ID路人甲 吴江道 很快 吴江就收到了一个 ID名叫一夜七次郎的申请 回想着对方累趴下的场景 怎么也跟一夜七次搭不上条啊 经过简单的交谈 吴江总算是弄清楚 这家伙的背景 丁江室内的大集团 天行集团的大公子 赤字一个小目标 通过上层渠道 买下了整整十只哥布林萨满 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克金佬 面对吴江的目光 丁华叶平静道 一个小目标 这有啥的 你知不知道 咱们九州第一财阀世家 杜家大公子 杜绍甫 他家豪志千金 开局就给他安排上稀有级兵种 背后更是有专业的智囊团 为他出谋划策 到现在 已经单枪匹马 赶翻了一个小型部落了 而后 他又给吴江狠狠恶补了一下 这一届的最强心人 可给吴江震惊了 果然不能小觑其他人 小小的临江市 就有如此多萌心强者 更别说偌大的九州 想到这 吴江拿起手机 看着那头练枪的大将鼓枪 鼓啊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很多的事要学 是必 很快又到了上场的环节 吴江的第二个对手 是个萌妹子 兵种是普通三星的自然之灵 实力比起丁华叶还不如 即便放水 也没坚持到五分钟 第三个对手召唤的兵种 是普通三星的牛头人 这玩意战斗力 简直不要太强 差点给小骷髅们直接干费 不过好在 吴江手里的 都是身经百战的骷 在吴大领主的各种骚操作下 两人僵持了半小时 最终以对方领主倒地 而结束战斗 骷髅进化点 10.02 不错 虽然赢得很艰难 但总的来说 都是值得的 至于他的最后一场 吴江静静地站在擂台的一边 看着对面黑暗漩涡中 走出的一道道凹凸有致 皮肤略显暗黑 五官立体 耳朵肩长的女性兵种时 心头微震 暗精灵 又可以称为堕落精灵 严格来说 这也属于精灵的一种 但暗精灵信仰的神灵 与精灵完全不同 他们信仰的是黑暗之神霍德尔 而且 与精灵异族的社会结构不同 黑暗精灵采用的是母系氏族 这也导致了 女性黑暗精灵在部落中 总有较高地位 而男性则地位低且数量稀少 就比如眼前这位黑丝玉姐 召唤出来的黑暗精灵 全是母的 黑暗精灵射手 黑暗精灵护卫 黑暗精灵可以通过吸收黑暗物质 满足日常所需 根本不需要担忧食物问题 而且与精灵相同 这类兵种主要以远程为主 最大的优势 莫过于不娇贵 好生样 吴江摸索着下巴 看着对面还在适应兵种的黑丝玉姐 问题也是有的 最初始的黑暗精灵只是普通一星兵种 而同等阶段的精灵却是三星兵种 相较于精灵来说 黑暗精灵品阶提升极为困难 想要提升他们的品阶 需要到深渊之中 与那群深渊怪物战斗 哪个领主会脑子嗅斗了 干这种事 不过我不一样 我只需要兵种满足好生样 不娇贵 提供远程输出能力就行了 想到这 吴江微微点头 就决定了 是你 暗精灵 我的第三类兵种 比赛开始 十分钟后 黑丝玉姐相悍淋漓 浑身湿透地瘫坐在地上 被打湿后的白衬衫 依稀可见里面的红尾山穿 她脸色泛红地 看着对面的那个男人 迎牙紧咬 双眼满是不甘 却也只能一跺脚 愤然离去 吴江刚大的摸了摸鼻子 暗精灵近战能力太弱 虽然对面采取近战拉扯 加远距离支援 可惜 她的敌人是骷髅怪 这可不是一般的骷髅怪 骷髅们三下五除二干掉前面的暗精灵后 剩下的射手也就简简单单了 26号领主已完成四场战斗 请到外面休息一下 手类战将在下午开始 吴江刚走出大门 就看到在远处守候已久的丁华叶 哥们怎么样 又有谁被你折磨了 经过几轮的交谈 丁华叶基本确定眼前这位 就是典型的实力强大且低调 闷声发大财的那种人 所以 她没有怀疑吴江会输 除非遇见那些大克老和游二代 不过丁华叶也是混那个圈子的 里面能吃下十只高战斗素养骷髅怪的 也就那么几个 而且号数她都记得 正好 吴江下面的三场都没有这种号数 文言 吴江只能推辞到哪里哪里 都是切磋交流而已 而后转身看向骷髅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12.5 手类战需要努力了 第35章 领主现状 为了避免领主外出 领盟在内部设置了专门的餐厅 虽然应对几百人的就餐有些拥挤 但勉强能够解决食物问题 少请 吴江和丁华叶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自顾自地坐下吃饭 我跟你讲 要不是遇见那个不讲武德的家伙 说不定我也能连通四关 进军守类战 大哥布林终究还是太弱了 如果给我十个蛮人 我能杀船 差一点 明明就差一点 早知道我就多干一会了 如果我努力努力 说不定就赢了 抛开兵种的原因不谈 都怪我 耳边传来不断的话语声 整个餐厅嘈杂得不像个样子 但这跟吴大领主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来吃饭的罢了 不过 随着身旁一阵乡风拂过 他刨饭的动作一顿 缓缓抬起头 正好看见 身着官方工作人员 制服的苏青岩 来到自己的桌子旁 不得不说 美帝人哪怕穿得破破烂烂的 也是我见油帘 对于这位长得有些犯规的小姐姐 吴江其实还是挺有好感的 毕竟对方当时江上送来的一块浑金 可是帮了吴江大忙 苏小姐来了 请坐 开口的是丁华叶 两人似乎认识 丁华叶 你们 苏青岩清秀的眉子上 闪过疑惑的神色 啊 我跟这位哥们 是比赛场上认识的 随着丁华叶的解释 苏青岩也了解了事情大概 并且 他偷偷瞄了一眼 自顾自吃饭的吴江 心里也是有些惊讶的 要知道 他可是一位官方人员 虽然级别不高 但仰仗着表叔江上 也能获得一些特权 就比如 观看某位参赛领主的比斗情况 因为查找信息耽搁了点时间 所以他没有看到吴江的第一场战斗 但后三场他都看了 正因为看了 他才心里惊讶无比 几天前 这位新人领主 拿出优秀层次的骷髅枪兵 几天后大手一挥 直接就是十只骷髅怪 而且是等级普遍较高的存在 如果说 吴江是一名克老 或者有二代的话 苏青岩还能理解 但他可是调查过吴江背景 这位小男生 植高女厕所开局 孤儿院长大 无父无母 身家白的就像一张纸 唯一的变数 就是七天前获得了领主资格 再回到今天的比斗 在苏青岩看来 他完全没当这是比斗 完全就是来练兵的 对此 苏江二人 也只能将原因归咎于 对方天赋卓绝的同时 说不定还有一些奇遇 可惜这人不愿意加入官方 否则必然有一番成就 苏青岩有些惋惜 但这些他也就在心里想想 表面上没有丝毫流露出来的情况 吴先生 苏青岩笑夜如花 嗯 苏小姐有事吗 吴江嘴巴里吃着饭 含糊不轻道 有 当然有 苏青岩一边说着 一边在吴江对面位置坐下 之前周长的事 还是要多谢谢你 小事 举手之劳罢了 而且 江队长已经感谢过了 吴江平静道 不知道为什么 吴江的话总给苏青岩一种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这对于他这位 从小在聚光灯下长大 收到的都是夸赞和追捧的女生来说 尤为奇怪 他生平第一次对自己的长相 产生了怪异 与苏青岩的奇怪不同 吴江是真的不想跟他打交道 作为博览群书 纵横网文界十几年的老书虫 吴江深知红颜祸水的道理 鲜花旁边都是蜜蜂 嗡嗡地叫个不停 在他的感觉里 这种美帝犯规的女人 往往都伴随着麻烦 恰好 吴江是一个喜欢低调的人 麻烦吗 自然是能躲就躲了 果不其然 鲜花盛开的时候 麻烦也随之来 青岩 好久不见 来人西装革履 仪表堂堂 一身大牌 不用问都知道 是某位大家族的少爷 得 反派出现了 接下来又是熟悉的 装逼打脸剧情 不过 吴江是个实在人 这种没有任何意义 赢了还得一身骚的事情 自然是敬而远之 眼见情况不对 冲苏青岩道 苏小姐 我还有事 咱们有缘再会 而后拿起餐盘 转身就走 根本没给苏青岩反应的时间 诶 诶 吴先生 你别急着走啊 转过头 发现吴江已经下楼 身影彻底消失在眼前 不公平 严重不公平 那些个克老根有二代 严重破坏了游戏平衡 他们有钱有势 我们没有 咱们平民玩家 跟他们完全就不一样 为什么要在同一赛道比斗 这太不合理了 吴江刚离开餐厅 耳边便传来嘈杂的抱怨声 顺着思路一想 也觉得有道理 平民玩家 真就开局几个兵 发育全靠肝 万一要是运气不好 天降灾祸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反观那些克老 游二代 有充足的资源 人力进行挥霍 前期根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只需要一股脑发育 将两者放在同一赛道 同台竞技 也确实有些不合理 这个想法出现没多久 人群中间立即响起反对的声音 差不多的得了 说句实话 开局七天 还没凑出五个三星兵种的领主 要么就真是普普通通 要么就是个废物 咋的 官方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人家放弃明显具有巨大优势的大佬不扶持 跑来扶持你一个普通人 图啥 图你没用 图你猜吗 而且 你仔细看看 参加守类战的一百多号人 又有多少是克老哥有二代 百分之十都不到吧 绝大多数也还是普通人 你进不了 要么本身实力不行 要么运气不行 有人天赋不行 靠肝改命 有人运气好 靠欧改命 你啥没有 将来一族入侵 难不成靠你手 但话又说回来 这次守类战取前十名 为了给咱们平民玩家一个机会 采取的是大领主平分制 十个名额中 有六个是留给咱们平民玩家的 就冲这点 咱们都得支持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陷入短暂的沉默 这个世界终究是现实的 就九州官方而言 无论是克金玩家 有二代玩家 亦或者平民玩家 都是九州玩家 相互之间没有差距 发育起来都是九州的一员 在官方看来 没什么不同 就比如吴江 在进化点有限的情况下 会选择优先提升骨枪 而不是骨刀 这就是资源合理利用化 就在现场沉默时 所有人的手机传来震动 手类战即将开启 请各位领主进入演舞场中 重复 吴江跟随人流 再度回到了演舞场中 由于他所在的地方比较远 进来的时候 已经有人站在演舞场里面的演舞台上 按照手类战要求 这些玩家纷纷亮出自己的兵种 吴江走到最近的擂台下 往上看去 手类的是一位中年大叔 胡子拉叉的他身边 正矗立着一头高达三米的兵种 狼人 狼人 优秀 学徒皆九级 吴江下意识拿骷髅守卫 来跟对方做比较 但很快就不得不承认 作为优秀一心中的顶级兵种 狼人确实强于骷髅守卫 大叔身边除了狼人外 也还有许多头壮瘦的野狼 但普遍只是普通一心 可见 这位走的是单兵素质路线 收回目光 吴江向右侧走去 右边这一路走来 看到的大多是十只木精灵 半兽人 民兵 孔雄之类的普通三星兵种 直到吴江转了一圈 来到大门靠左边 最边上站着的 是一位穿着黑色长裙的年轻女子 目测年纪在二十以下 有点大学生的感觉 在她的身上 有一位手持银白色法杖 笼罩在白色法袍之下的神秘身影 精灵大祭司 西友 职业界一级 四 西友级兵种 还是职业界 到底我是挂笔 还是你是挂笔 在精灵大祭司周围十米范围 近空无一人 看来完全没有愣头青 想上去试试 吴江也不是愣头青 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的想法 所以他赶紧转头离开 这边的强者比较多 还有西友一星的魔族 优秀三星的亡灵法师 吴江一直走到快末尾 总算是看到了一个简单点的目标 一位光头老操纵的十只暴徒 第三十六章 这小子不对劲啊 暴徒这种类人形的兵种 具有极其强大的爆发力 但只要扛住了这家伙的第一次冲击 基本上问题不大 而正好 吴江的骷髅不怕的正好是冲击 想法刚刚结束 就见擂台上的暴徒 双手捏拳 伴随着一阵刺脸的拳风 哄 巨大的声音响起 随之还有树枝三星诸如 倒飞而出 圣出方 341号领主 请问是否需要休息 裁判的声音落下 诸如的领主 如霜打的茄子般 垂头丧气地离开 反观暴徒的领主 则是拥有正亮的光头 在灯光下周围光彩照人 此刻的如同斗圣的攻击般 昂首挺胸 冲裁判道 那人太弱了 不需要 文言 裁判点点头 这人说的也确实是事实 老子打得正进性 还有谁 马上上得老子过过手瘾 光头难嚣张地冲下方吼叫 被他看到的人纷纷低下头去 至于那些超级克老和有二代 则是一脸不屑地路过 对他们来说 跟平民玩家争类 即便胜出 评判分数的大领主 也不会给高分 这要是运气不好 大领主觉得 你故意欺负人 直接打低分 那可就真的没地方哭去了 所以 他们这类人 也只有找跟他们同一阶层的存在 吴将扫尸一眼 见很多人跃跃欲试 却始终不见站出来 摇摇头 他纵身一跃 跳上擂台 小子 老子名叫贺方 记住这个名字 言罢 他冲一旁的裁判点头 事已可以开始 吴将召唤出十只崭新的骷髅怪后 也冲裁判点头 后者会议 沉声道 开始 好 好 好 随着声音落下 对面的暴徒陡然怒吼 而后直接高高跃起 并守成拳 借助惯性重重砸下 见到这一幕 吴将刚想发出指令 却见骷髅们 几乎下意识斩制了刀 对准跳起来的暴徒 就要使出那必杀一击 卧槽 别啊 这才开始就一击必杀 岂不是会少了很多 刷进化点的机会 作为一位目光远大的领主 自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吴将赶紧利用精神链接 操控十只骷髅怪们 骑骑后退一步 轰轰 此起彼伏的坠地声响起 暴徒们一击落空后 立即就是一击鞭腿 对方的攻击一波紧跟着一波 稍有不慎便会落入挨打的局面 不过好在 骷髅们身经百战 在吴大领主的指挥下 都能料敌于先挡住对方的攻击 代价就是 盾牌被打得几乎破碎 砍刀也有些卷了 而与此同时 骷髅怪们头顶不断冒出 加零点零四 看得吴将心动不已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在某个瞬间 骷髅们举起大盾 解力挡住的同时 反手就是一刀 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 这一刀下去 原本还气势如虹的暴徒 瞬间尾了 接下来的攻击 也越来越显疲惫 真拿人体验卡 吴将抬头看向对面的光头 发现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是大汗淋漓 清精直冒 显然 暴徒们最致命的一点 后继法里出现了 吴将望了眼头顶的时钟 这才十五分钟啊 哥们 你行不行啊 为了更好的刺激对面的光头 吴将伸出右手 并指成拳后 瞬间抬起中指 在光头差异的目光下 逆时针旋转180度 虽然光头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但他知道 这有嘲讽意味 操 给老子干死他 光头怒吼一声 再度加大输出力度 连带着骷髅怪慢下去的进化点 再次快了起来 不错 不错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吴将心头舒畅的同时 继续加油 直到时间过去半个钟头 对面的光头先一步倒下 继丁华叶之后 这是被他熬倒的第五位领主 胜出方 26号领主 请问是否需要休息 需要 半个小时的战斗 对于吴将来说 消耗也非常大 不过在官方准备的精神药剂作用下 他再次满血复活 骷髅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13.8 太少了 希望接下来的对手 持久力好些 吴将收敛思绪 盘坐下来 闭目养神 十分钟转瞬即逝 随着裁判的一声钟响 他缓缓站起身来 准备下一场战斗 在他休息这段时间 下面的人也躁动不已 在场的人也都看明白了 吴将之所以能赢 完全是因为 抓住了暴徒后继乏力的弱点 就因此 产生了重 我上我也行得错觉 下一位 谁来 之前的战斗 让吴将热血沸腾 也不顾自己往日的形象 冲下面喊道 我来 落阴落下 一道干瘦的青年走上擂台 紧接着 在吴将的目光下 五只身高达到三米 浑身巨石覆盖的石人 缓缓从地下爬了出来 石人 普通 学徒皆七级 石人那庞大的体型 还有比人头还大的眼珠子 以及浑身坚固的皮肤 给了吴将极大的震撼感 果然 九州境内 果然是卧虎藏龙 他收起刚才因为胜利 而产生的些许骄傲 来时沉下心来 仔细分析当下情况 石人防御力惊人 想要破防 估计要鼓枪才行 骷髅怪们的刀 远远不够 不过 我也不需要太悲观 石人的速度和数量 明显是对方的弱势 只要拿捏好这点 想赢不难 吴将眼神闪烁 显然是 有了想法 开始 话音落下 石人们应声而动 庞大的身体 走在擂台上 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在配合上那恐怖的外形 极富有压迫感 但吴将手下的骷髅怪们 早已不知何为恐惧 拎起大刀 就是干他压的 集中攻击他的腿 吴将发下指令 骷髅怪们瞬间领会 他们两两配合 不断在石人腿部挥砍 起初对面的干兽男子 还不在意 但当他看到 石人逐渐被破开的皮肤 流出棕色的泥浆石 彻底慌了 哪怕是在坚固的防御 面对不断的攻击 也终有击碎的一天 一次不行就十次 十次不行就一百次 一百次不行就一万次 吴将正是用这种思想 硬生生让骷髅们 砍了几十刀 干兽男子 见自己家石人受伤 赶忙让他们聚集在一起 相互掩护 避免骷髅攻击 同一个部位 奈何 吴将早已掌控了 战场的主动 在一头骷髅怪的 灰砍技能下 石人的腿 被硬生砍断 大量棕色泥浆 喷涌而出 对面领主见状 目自欲裂 立即招呼 剩下的石人上前 但为时已晚 吴将顾忌重施 继续创造伤口 一直到战斗 持续了四十分钟 随着最后一只石人倒下 吴将再次取得了胜利 这次 原本跃跃欲试的人 仿佛入凉水泼下 牛逼 又拖死一个 观看的人道 确实 这位领主耐力是真美地说 光这身体 婚后幸福有保障了 有人感叹 也有人 看出了问题所在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些骷髅怪的配合 非常之好 甚至到了恐怖的地步 此话一出 下面的人瞬间反应过来 卧槽 老哥一言惊醒梦中人 我就是怎么感觉怪怪的 原来问题在这里 啊 有吗 为啥我没看出来 有人问道 文言 众人用看傻子般的目光看去 你傻呀 这些骷髅怪每次战斗 无论是暴徒 还是这次的石人 他们战斗起来 都是分工明确 有条不紊 没有出现丝毫的乱象 而这 才是胜利的原因 至于这位领主 我猜测他是在锻炼自己的精神力 锻炼精神力 这位萌星表示很疑惑 很简单 大量消耗精神后 服用精神药剂 可以小幅度地提升精神力上限 而在这里 有官方免费提供的精神药剂 不嫖白不嫖 文言 这位萌星双眼放光 仿佛打开了新大路 这样啊 那我也去试试 话音落下 众人右头来看傻子的目光 精神力的消耗 没有人能够控制 如果不是真的实力很强 谁敢这么尝试 怎么昏过去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要知道 精神力亏空严重了 甚至会导致死亡 话而言之 这种锻炼精神力的方法 只是强者的专项 众人思索之间 休息时间结束 又一位不信邪的挑战者 走上了擂台 几十分钟过去 现场再度响起一阵唏嘘声 吴江 再次显之又显地胜出 一次可能是凑巧 两次可能是运气好 但到了第三次 就没那么好糊弄了 而因为吴江的每次表现 也成功引起了官方人员的注意 此刻 在之前的领主联盟会议室内 伤红看着自己屏幕前 至今无一人挑战的女儿 无奈地撇撇嘴 这届新人是真的怂 自己女儿 不就强了那么一点点 也不就是一位稀有异心 职业界的精灵大祭司吗 咋就把你们这群年轻人给唬住了 年轻人 就该有冲净 就该迎难而上 怕输算啥 万一赢得了自家女儿的欢心 自己这个当爹的 又不会阻止 两久 伤红也只能叹了口气 这届新人明明那么有实力 为什么就是不敢尝试呢 然而 还不等伤红发完牢骚 就听见身后的老友惊一道 这小子 有些不对劲啊 第37章 别急 这次让我来 对方这一嗓子 瞬间引起了在场大领主们的注意力 老吴咋了 这么大反应 姓武的中年男人 一拍大腿 指着屏幕那头的年轻人道 这贼小子 坏得很 明明实力很强 结果还故意装作显之又显的获胜 而且这家伙 似乎有意限制自己手下的骷髅怪动作 难道就真的是 为了锻炼自己的精神力 说完 他将目光扫向周围的大领主们 要知道 在场的都是经营领地数年 独当一面的大领主 眼光可都不赖 新人领主提出的问题 有99%都能给出解决方案 但对于眼前这类青年人 他们却不由地沉思起来 少请 伤红快速看完整个笔多过程 率先开口道 说不定是想激发骷髅们的潜力 提升他们的灵魂强度 从而获得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不见得吧 几场战斗 就想觉醒自我意识 明显不可能 要我说 不就锻炼精神力吗 一个新人而已 不用想得那么复杂 另外一人道 这人说完 其他人都反应过来 是啊 一个普通新人能有什么想法 估计就是锻炼精神力 顿时大领主们一晃而散 唯独伤红看着屏幕前的吴疆 总感觉这小子的意图 绝对不仅仅是 为了锻炼精神力那么简单 必然另有所图 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想了想 他缓缓起身 老商你起身干嘛 伤红文言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去试试那位新人玩家的实力 胜出者 26号领主 大佬 这绝必是个大佬 不是的话我倒立吃食 又又又赢了 这人怎么可以这么坚挺 26号兄弟 我最近也招募了一些骷髅怪 麻烦你对如何训练骷髅怪这方面 写一个详细的教程 本人立即购买 价格好商量 是啊 大佬 我远方表弟也是骷髅系的 希望能够邀请你去给他讲讲道 这位老哥 嗨嗨 家中有一妹 不知道 原本看热闹的人还没啥 当他们了解到 这位竟然是平民大佬后 瞬间一发不可收拾 纷纷闹腾起来 更有甚至直接为他介绍起 家里十岁的妹妹 十五岁的女儿 这个操作 让喝恢复药水的吴江 差点撑不住 直接喷了 话说哥们 起哄也不带这样的呀 最终 还是裁判人员开口 这场闹剧才宣布结束 吴江坐在一旁休息的同时 也没忘拿出手机 查看进化点数 骷髅进化点 32.12 这 是真的 这恐怖的进化点数 吓得他赶紧用手擦了擦眼睛 再看去发现 还是这个数字 心安了许多 按照我之前的估计 骨枪进化成稀有一星的兵种 需要27个单位的进化点 这么一来 还剩下了 五个单位的进化点 吴江拖着下巴 这次的一天获得的进化点 比几天都要多 而且 最后两场战斗 吴江可谓是倾尽全力 连带着骷髅怪们 浑身都散发出上次的红色光点 可谓是玛丽开足 当然 仅仅靠着这些骷髅怪们 进化点获取速度 还不至于这么变态 但别忘了 这边战斗的同时 永恒之界可没有停下 那边的小骷髅们 可在深刻地执行007工作 骷髅怪们 则在守卫领土 他家的兵种们 都在为未来而奋斗 休息的时间很快过去 随着裁判伸手示意 最后一场战斗立即开始 当然 如果吴江愿意 还可以继续下去 但 就在一位白丝小姐姐 刚准备踏上擂台时 却被一只厚重的手 拍向肩膀 别急 这次让我来吧 众人纹身望去 呼吸猛地停了下来 来人正是领主联盟副盟主 商家当代组长 商红 商副领主的大名 谁人不知 服员万里大成 英雄之城的领主 九州第一位拥有四阶 战将皆兵种的男人 去年领主国战试炼中 差点杀穿敌国的存在 关于这个男人的传说 太多太多 这些传说 无疑不再表达这位的强大 商红没有理会周围人 诧异的目光 昂首阔步地走到擂台上 当看到来人时 吴江整个人都傻了 不是 你个超级大领主上来 是不是有些欺负人了 小伙子别着急 我来只是为了来帮你 帮我 吴江满脸疑惑 不错 我看出你是在 有意训练精神力 所以 我觉得测试一下你的极限 顺便也提升 一下你的精神力 当然 还有一点他没说 那就是看看 吴江到底是不是 在提升精神力 提升精神力 吴江先是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对 被您看出来了 吴江打了个哈哈 嗯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开始吧 话音落下 随着这位传说中的男人 微抬手掌 周围立即出现五个漩涡 漩涡之中 一道道身影走出 鲜血干涸般的肤色 青面獠牙 两只肩且长的耳朵 足有头颅长短 最主要的是 这玩意 有一头红褐色的头发 看起来 还有那么一点 酷 巨魔王 优秀三星 学徒皆十几 四 当众人看到走出来的是巨魔王后 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这玩意 怎么可能打得赢 而且 这商负盟主 还给来了一手卡极限 十几的巨魔王 而且还特么整整五支 直到巨魔来到商红周围站定 他又一挥手 三瓶精神药剂 落在吴江手中 来吧 我会尽量控制巨魔王的力量 保证不会秒了你的骷髅罐 此话一出 吴江心头瞬间浮现一个想法 我还能叫人不 也不多就一个 但这也终归于想想 骨枪他暂时还是没有打算的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战斗开始 一个半小时后 商红看着被泪趴下的吴江 陷入了沉思 难道真的是我想错了 这人真就只是为了锻炼精神力 商红皱着眉头 直到吴江被医护人员抬走后 他才满肚子疑惑地离开 商红的出现终究只是插去 其他擂台的战斗依旧持续着 可惜 直到大笔结束 也没有一位领主 挑战自己的宝贝女儿 这结果可给商妇猛主气的 太阳西斜 白天已经接近尾声 此时 吴江在保健室里悠悠转醒 回想起自己被狠狠折磨的情况 吴江只能说一句 真爽 别误解 他不是有兽女的倾向 而是 在那一个半小时内 骷髅怪们的红点都没有减少过 一直处于高负荷运转 而进化点也来到 骷髅进化点 45.8 十比五十大关 一天的进化点获取量 比以往加起来都多 这怎么能不爽 踢除骨枪的27 还有18点剩余 18点 可以进化出6只骷髅守卫 加上之前的3只 就是9只骷髅守卫 到时候由骨枪带领 都可以组成十人的特种部队了 不对 应该叫 特种骨队 或许 我可以考虑 把这些骷髅守卫 提升到职业级 到时候配合上骨枪 缔造一队 真正的核心战力 这样一来 我也有跟那些克老和有二代们 搏一搏的底气 第38章 换取英雄之政 作为一名未来的大领主 吴江知道自己的时间非常宝贵 既然自己已经恢复了 他自然没有理由 再躺这里浪费光阴 于是乎 他挣扎着起身 却不想这时候 门恰好被打开 吴江抬头看去 正好看见 伤红在两位医护人员的陪同下 走进房间 那个男人 又回来了 伤父盟主 吴江主动打起招呼 嗯 伤红看了眼吴江 发现这小子挺精神的 恢复得不错 说完 就让两位医护人员 检测吴江的身体情况 确认真的没有一点问题后 挥手送走两人 此时的保健室 就只有两人 嗨嗨 因为你昏迷的原因 错过了下午的颁奖典礼 不过没关系 奖励我都帮你拿来了 说着 伤红从兜里 掏出一枚银白色戒指 轻轻放在吴江身前 按理说 颁奖有专业人员 怎么也轮不到他这位副盟主 但吴江昏迷 毕竟是他的原因 而且 伤红对这个年轻人很看好 反正没事 就正好顺路来了 这里面有这次比赛的奖励 你只需要将精神力 输入里面就可以了 哦 对了 你这次的排名 是平民玩家中的第二名 总成绩的第六名 另外 有一个我要告诉你一下 那就是关于势力的选择问题 伤红提出这件事 吴江并不意外 广大新人领主参加比赛 除了是奔奖励区的之外 为的也就是势力选择上 根据吴江所知 领主一共有三种 官方的 财阀的 还有就是个人 个人领主基本不说 因为个人领主 注定死路一条 除非是挂臂 重点还是官方 和财阀世家的领主 官方领主的好处就是 加入一个大势力 基本上只要自己努力 就可以获得 源源不断的好处 但前提是 竞争也比较激烈 资源获取比较困难 财阀领主者不一样 当你成为一名 财阀世家的领主后 会受到该势力的 大量资源倾斜 你需要做的 就是展示出你的天赋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财阀世家的领主 上限不足 毕竟财阀世家的顶尖领主 跟九州官方的顶尖领主比起来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哪怕你在如何发育 上限在那里 上不去还是该上不去 所以 吴将总结一下就是 官方领主属于后期英雄 前期非常难发育 不过一旦发育起来 前途不可限量 财阀领主属于前期英雄 在前期猛的不要不要的 但到了后面 就会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 前途有限 领主玩家的三条路各有优劣 如何选择 还是要依据自己的情况 你懂吗 伤红语重心肠道 文言 吴将点点头 明白 嗯 明白就好 说完 他又从兜里拿出十块魂金 递给吴将 这就算本人给你的资助吧 虽然不多 这怎么好呢 吴将一边说着不好 一边手上动作不停 旁边看着的伤红 眼皮子直跳 好小子 拿起东西来脸 不红心不跳的 跟我当年有几分相似 见四下无事 伤红刚想离开 却被吴将叫住 伤父盟主 我有样东西想跟您交易 不知道 说实话 吴将说出这话的时候 他心里多少有些忐忑的 不过手里那东西 不趁这个机会出手 以后怕是会很难 所以 他准备冒点风险出手 什么东西 你先拿出来看看 伤红看着对方 小心翼翼的神色 不由地来了精神 文言 吴将缓缓从兜里 掏出刚具现出来的传承石 递了过去 后者看到传承石的时候 眼皮抖了抖 显然对于一位新人 能够拿出这玩意 很是震惊 甚至是自家女儿 到现在 也就到手一枚 优秀层次的传承石而已 这小子 有些机缘啊 伤红看了看吴将 又看了看手里的传承石 他没有问吴将 是怎么拿到传承石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都有自己的机缘 而且 稀有层次的传承石 对新人领主来说 可谓是珍宝 但在他这位大领主看来 并没有那么珍贵 再加上 袍根问底 不是他的作风 只见他轻轻 将传承石收入囊中 沉声道 你想要换什么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复 吴将心头大定 说出来自己的想法 不瞒父盟主大人 我想要一枚英雄试炼石 价格有不足的地方 我可以补差价 英雄试炼石 又叫做英雄之正 专门为觉醒智慧 诞生自我意识的兵种 进阶成英雄而准备的东西 所谓 千军亦德 一将难求 英雄角色 拥有部分玩家的权力 能够独立开辟新的土地 成为你的附属领地 这只是英雄角色 最普通的作用 英雄角色严格意义来说 已经属于是诞生了 独立人格的兵种 他们拥有极高的上限 甚至有一丝成神的可能 据说大领主的实力 强大与否 直接与英雄数量挂钩 而且有些强大的试炼 只允许英雄参加 这些都是吴将了解到的片面 至于英雄的作用非常之多 不然也不至于 让那些大领主都屈之若物 说实话 用一枚稀有层次的传承时 换取英雄之证 基本上是换不到的 因为两者虽然价值相同 但战略意义相差巨大 所以 吴将只能寄希望于 对方所谓的看好 良久 伤红深深呼出一口气 你领地中有觉醒智慧的兵种 有 吴将无比坚定 好 我可以给你换英雄之证 但你得先答应我 如果领主试炼中 我女儿需要帮助时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你得帮她 可以 少请 伤红独自一人离开了宝剑室 甚至到现在 她都没想明白 自己为什么要拜托一位新人 自己女儿 目前已经拥有了一名 稀有层次的兵种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 凭借她的天赋 还有自己的助力 必然会走向一个新高度 到时候职业接兵种 都不止十位 这是普通玩家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需要一个 平民新人的帮助 想到这 伤红不禁哑然失效 最近因为玩家兵种 出精率高的问题 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的 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 回去得好好养养神 下次可不能这么冒失了 第39章 暗精灵残魂 特殊体质 吴江离开宝剑室后 并没有急着回家 而是再次来到了交易市场 现在我手里的兵种 基本进化到了瓶颈 想要继续提升兵种品阶 还需要多招募些兵种 吴江的想法也很简单 进化点 无非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自己多多准备些 进化点生产机器 以供给最上面的兵种就是了 来到交易市场 这次人明显比上次多多了 放眼看去 每个摊子前面 都至少有五个人 在考虑要不要买的问题 至于吴江早有打算 很快就来到自己第一次 买小骷髅所在的摊位 此时的李老板 虽然忙得满头大汗 但看着兜里 越来越多的浑纱 脸上的笑容 从来没有消失过 深刻地表现了什么叫 痛苦并快乐着 我预定的小骷髅到了没 吴江开门见山 文言 摊位上找东西的李老板 动作一顿 抬头看向吴江 是你啊 不是我还能有谁 吴江反问 文言 李老板黑黑一笑 正准备说些什么 但突然看见 就吴江手上的戒指 顿时瞪大了双眼 露出惊讶的神色 新人大笔前十名专用的 存在奖励的储物界 作为在这个地方 混迹了好几年的他 怎么可能不认识 吴小哥 你这 李老板指了指他手上的戒指 又指了指沿五场方向 对于他的表现 吴江则是抱以微笑地点点头 谦虚道 运气好 运气好罢了 后者瞬间会议 满是惊讶的脸 瞬间被热情堆满 哎呀 李老板一拍大腿 吴小兄弟 果然是真人不露相 这么大的事 也不跟老哥我唠嗑唠嗑 当外人了不是 说着 赶紧一把拉住吴江的手臂 走到摊位旁 来来来 今天为了庆祝吴小哥 大笔获胜 这里的东西 你要买的话 全场五折 随便拿 随便拿 李老板那副热络的样子 一时间让吴江不知道说什么 不就是个新人大笔吗 至于吗 如果李老板知道 吴江心中所想 当然会说 肯定至于了 大笔前十名 那肯定是妥妥的官方新秀 或者财阀世家的预定领主 能够跟这种人物打好关系 怎么都不亏 你摆摊赚不到钱 这有啥的 只需要未来的大人物说一句 想当初我刚开始的时候 XX兵种 就是在李老板那里买的 产生了明星效应 还害怕自己没有裁员 李老板的热情 让吴江受宠若惊 但他也没有忘记 此行的目的 李老板 我上次预定的小骷髅残魂 吴江再度提醒道 唉 你看我这高兴的 都差点忘了 李老板笑骂一声 赶紧从摊位上的包裹里 拿出一堆小光团 吴小哥你也知道 我这是小本生意 这里有15个小骷髅残魂 是我这阵子特意收购的 说起来 小骷髅也不怎么值钱 这些都当是我 祝贺小哥获胜的贺礼了 说完 李老板慷慨地 把这些包裹 放在吴江手里 丝毫不给对方推辞的机会 见状 吴江也被弄得哭笑不得 这也太热情了吧 把小骷髅残魂们 统统收起来 然后想了想 还是开口问道 李老板 这附近有没有暗精灵残魂卖 我最近准备入手一批暗精灵兵种 暗精灵 听见吴江说 想要暗精灵 李老板明显愣了一下 你要那玩意做什么 培养暗精灵 还不如培养普通精灵 战斗力不高就算了 还贼费资源 但抱怨归抱怨 李老板还是给吴江指了一个方向 说 那边有一个女孩 就是专卖暗精灵的 他没有多问吴江 为什么要这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想要生意做的长久 就要少问 多想 顺着对方说的方向走去 吴江很快就来到了他所说的女孩 只见女孩蹲在路旁 浑身包裹在法袍之下 只露出两条浅灰色的手臂 吴江快步上前 女孩发现有人来到 立即抬起头 正好看见吴江那双明亮的毛子 你 要买暗精灵残魂吗 女孩清脆的声音 带着丝丝颤音 嗯 你这里有多少暗精灵 我要能够提供远程输出的那种 有多少 我要多少 吴江道 小女孩 哦 听见有多少要多少 小女孩瞬间来了精神 激动的疼的一声站了起来 直到现在 吴江才终于看清楚 这是一位身高不到1米6 年龄15往下 浑身皮肤都是灰色 五官却尤为立体的萌妹子 只是 这形象太像暗精灵了 似乎是察觉到吴江的目光 小女孩原本的兴奋荡然无存 立即蹲下 缩起身 软糯糯道 这是我手里的暗精灵 除去近战系的 还有大概20个暗精灵射手残魂 说完 他把残魂放在地上 轻轻推到身前 而后以极快的速度 把手收了回去 似乎 很不愿意让其他人看到他的异样 特殊体质 吴江在心里想到 特殊体质很正常 父母都是转职角色的话 子女也有概率获得特殊体质 经过这段时间的知识恶补 吴江早已不是纯正的萌星 对于体质的说法 众说纷纭 但总得都提到 特殊能量的入侵 虽然灵主游戏是在五年前才开始的 但在之前 灵星早就在发生细微的变化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魔力 而特殊体质的人 在正常情况下 不会表现出异常 但在魔力的刺激下 就会完全展现出来 就比如眼前这个小女孩 十有八九 就是被魔力刺激 觉醒了暗精灵方面的体质 体质有强有弱 强的 就比如商家大小节的体质 猛的一匹 弱的嘛 不说也罢 这些暗精灵残魂 就算小哥哥2.5克残魂 一只就行了 如果小哥哥觉得贵了的话 我们也能再商量商量 两克 每只也不是不行 女孩怯声声地道 但为了促进这笔交易的完成 他咬咬嘴唇道 如果小哥哥要得多的话 其实 1.5克我也 小女孩声音越说越低 到最后 直接沉默了下去 暗精灵不好卖啊 肤色并不符合大众审美 培养起来耗费太大 本身等阶又低 普通一星 最主要的 还是太脆了 容易被秒 等等 一系列问题 导致暗精灵价格 一直处于下跌状态 到现在 市场价仅2.5克 魂纱一只 虽然像他们这类 买卖残魂的商人 有些一些神奇的道具 具现残魂的所花费的魂纱 可以压到非常低的程度 但2.5克魂纱 卖暗精灵 也属于低价见卖了 在这里苦苦等了三天 到现在 也就才来过两个顾客 其中一人听见要2.5克魂纱 头也不回地离开 哪怕他最后要2克 都完全没有想买的欲望 吴江点点头 从兜里掏出50克递给对方后 拿着20枚暗精灵残魂 在小女孩欢快的笑声中 缓缓离开 吴江并没有一价收购 因为没必要 人 都是有尊严的 你以为的好心 给别人高价购买 但在别人眼里看来 这是强者对于乞丐的施舍 是高位者 对身份低位者的怜悯 是对他人尊严的践踏 在某些自尊心强的人眼里 这毫无疑问 就是赤果果的侮辱 会反目成仇的那种 接下来 吴江又继续找了好几个摊位 总算是又到手6只血服 为了凑个整 他整整在市场等了3个小时 直到天快黑了的时候 总算是等到了那位摊主 再次拿下6只血服 吴江随便打了个出租车 一路上 看着卫生计而奔波的普通人 吴江也由衷地感到 超凡真好 前提的你有挂 一路上 司机大叔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他自己辉煌的上半生 吴江则安安静静地听着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 吴江爽快地结完账后 便推门回到家中 从手上把储物戒扣下来后 又拿出手里的一堆残魂 吴江心里默念 投放 物资投放成功 消耗魂金数量 一 吴江 草 第40章 物资到账 实力大增 天杀的两届搬运费 这么收费 你们良心不会心痛的吗 再将收取自己高额投放费的那个存在 祖宗十八代问候了整整九遍后 吴江只感觉身心舒畅 这跨界运输是真的废魂杀 如果可以 以后还是尽量在永恒之界里面交易吧 吴江不是个纠结的人 既然花都花了 人也骂了 那就让这个钱花的值 来吧 让我看看 新人领主大笔第六名的奖励 到底有多丰盛 精神力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只要吴江有了打开储物界的念头 一缕未知的能量立即没入其中 随着一阵阵白光闪过 储物界的东西通通摆放在他身前 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五十块魂金 四 吴江瞬间吸一口凉气 五十块魂金就是五千克魂纱 这这这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魂纱啊 有了这些东西 我基本上可以购买材料 把附魔台建出来了 而且 还能够分出部分魂纱给兵种们 让他们也能够加快修炼进步 想到这 吴江满意地把魂金连带着伤红给的十块 一起放在储物界之中 转动目光 看向下一张东西 奇迹建筑 大坟墓 简介 一座属于亡灵生物的大坟墓 可以加快亡灵生物恢复 修炼速度 这难道是 商妇盟主做的 除了商妇盟主外 吴江实在想不到 除了他 还有谁会对自己这么伤心 将这一份人情记在心里 他继续看向下一件物品 接下来的东西 是一堆药剂力量 速度药剂 精力恢复药剂 生命恢复药剂 各种药剂三瓶 共剂十二瓶 除了这些 还有随机残魂二十枚 算起来 也是一笔不菲的魂纱 除此之外 接下来 就是最有价值的几样东西 玄灵液 燃魔根 还有破阶令牌 这三样 可都是用来提升兵种 突破职业级概率的东西 不说其价格 哪怕是有魂纱 都不一定能够搞到手 但即便是这样 临江市领主联盟 还是给广发盟星们弄到了 而且还是以奖励的方式发放 对此 吴江只能说 官方这波操作 真特么的良心 有了这些进阶用的材料 骨枪进阶 不说十拿九稳 也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 想到要不了多久 领地就可以增添一位职业级兵种 吴江难免有些激动 放下手里的东西 吴江缓缓站起身来 先将注意力 集中在领地里的一头腐蚀蝙蝠身上 血液进化点 七点九五 还差一点 不过等我把手里的血液召唤出来后 最迟明天早上就能凑够 血液进化的点数 到时候再让这家伙进阶 吴江为未来思量着 立即拿着一枚魂金 和十二个血液残魂 走上祭坛 随着阵阵血色光芒闪动 一头头面目猙獰的血液 围着他头飞个不停 看着这些血液们睿智的眼神 吴江也不慌 毕竟又不是自己带这群家伙 有的血液头疼的 但很快 他突然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血液那家伙了 那么大一只蝙蝠 怎么这次没有出来迎接我 难道这小子真的有反骨 趁我不在这段时间 出去自立门户了 吴江这个危险的念头刚浮现 天空中立即响起阵阵破空声 随着长啸传来 一头通体深灰色 一展过十米 体长达到三米的巨型飞行物 来到自己上空 血液 吴江有些不确信的 子子 头顶上的大家伙 立即响起一阵欢快的叫声 嗯 还真是你小子 吴江心里微微有些诧异 这家伙吃金克拉了 长这么大 但突然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浮现 难不成这家伙进阶了 不过吴江转念一想 嗨呀 怎么可能 鉴定 兵种 子童幽浮 血液 品阶 优秀 等级 职业阶一级 天赋 无 技能 探测 隐匿 吸血 简介 一头体型巨大的血液 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 能够胜任一些 复杂且繁琐的侦查工作 职 职业街 你小子背着我 偷偷晋升职业街了 吴江双眼瞪大 满是惊讶与烦闷 闻言 血液看着自家领主 那明显不爽的表情 不禁有些奇怪 自己实力变强了 领主大人咋还不高兴了呢 难不成领主大人 就喜欢比他弱的 他猛逼地点点头 那副无辜的样子 吴江真想两个大逼都给他招呼上去 不是 你晋升也要等进化成优秀三星再说吧 品阶越高的兵种 突破的时候 获得的好处越多 结果这个家伙偷偷偷摸摸背着自己 区区优秀一星就晋升了 干 此子天生反骨 骨枪 哭 骨枪听见领主大人叫他 瞬间出现在吴江身旁 闭了 闻言 骨枪拿着长枪的手一抖 庞大的死亡气息不断攀附 致命的杀意 瞬间笼罩了谢力全身 犹如深秋的寒风袭来 冰冷彻骨 支 滋滋滋滋 领主大人 你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啊 没有听血力的任何辩解 吴江抬手制止 算了 好歹也是领地的 一名职业级兵种 还是先用着吧 如果哪天不听话了 嗨嗨 件事情还有转机 血力赶忙表忠心 什么以后 必然以领主大人马首是瞻 领主大人指动他绝对不敢往昔 没有领主大人的命令 别说近身了 就是拉西 也得兜住 吴江见自己的敲打有了效果 满意地点点头 血力这小子天生反骨 三天不打上方接瓦 不敲打敲打 万一实力提升 而导致信心膨胀 可就不好了 嗨嗨 看你修炼不容易 这里有两块魂金 给你提升实力 吴江把魂金地上 同时悠悠道 见领主大人 给了自己足足两块魂金 血力两只树铜 几乎快冒出花来 先前的威胁 仿佛根本没发生一般 兴奋得难以自己 其实吧 咱就说其实吧 领主大人 还是怪好的嘞 随手打发掉血力 他招呼骨枪 走到自己身旁 枪啊 你随我征战多久了 吴江平视前方 一副故作深沉的模样 整整 七天 骨枪严谨地说道 嗯 七天了 也该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说完 他突然伸出食指 熟悉的光点将骨枪笼罩 不断地改造着他的一切 骷髅俑者 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改变 骷髅俑者 优秀 叮 你的兵种 骨枪 激发神秘伟力的作用 在提升品阶的同时 开启晋升之路 正在进行蜕变 蜕变完成 您的兵种 骨枪 以自主激发 英雄之症试炼 是否进行试炼 成为英雄类兵种 无疆 英雄之症被激发 没时间给自己惊讶 吴将赶忙到 是 第41章 选择势力 英雄之症已开启 提示音结束 光团缓缓收缩 逐渐变成一个直径半米的光团 悬浮在虚空之中 吴将无法看到里面的景象 自然也不知道 试炼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他能做的 只有相信 我枪有大地之姿 区区英雄试炼而已 必然成功 在给予骨枪足够的信心后 吴将大手一挥 来到祭坛前 再次召唤出 整整20只小骷髅后 看着这些步履蹒跚 一副骨头缺盖的小骷髅 有些手上的刀 只剩半截 心里郁闷的紧啊 这是我召唤出 最差的一件小骷髅 摇摇头 招呼骨刀上前 将这群家伙 带领到一边接受训练 至于他自己 骷髅进化点 19.91 45减去27 按理说 还剩下18点几 但现在明显多了些许进化点 所以我回来这段时间内 领地又有敌人来反 吴将转眼 这棵树明显比周围的树木 长得更好 原因也很简单 来袭击领地的怪物们 都得吸干血埋在下面 在肥沃的土地滋润下 长得能不好吗 吴将也不知道 自己杀了多少 反正很多就是了 接下来 耗费6个进化点 将老一批的小骷髅 进化成骷髅怪后 还剩下13.91 随着阵阵白光散去 古巴成功进化为 优秀一星的骷髅守卫 并掌握了盾机这个技能 到现在 领地拥有骷髅守卫7 骷髅怪22 小骷髅20 子童幽服1 腐蚀蝙蝠3 血服16 其中 职业皆子童幽服一头 哪怕不算上大将骨枪 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回想起七天前 自己刚降临时的模样 吴将由衷地感叹道 这都是我努力的结果呀 狠狠地夸奖了自己一顿 他再次来到祭坛前 该召唤自己领地的第三类兵种 暗精灵了 随着20枚残魂放入 原本放在祭坛上的魂金 再度缩水 紧接着 祭坛上的符纹 瞬间亮起深黑色的纹路 大量的黑暗之力 涌入一个个残魂之中 重塑这些兵种的身躯 随着深邃的黑色光芒消失 祭坛上面挤满了一个个身高1米6左右 身材凹凸有致的暗精灵 这些暗精灵 一头黑发 穿着不知名草皮制作而成的草甲 草裙 身后背着草编制而成的剑楼 手上拿着粗质的弓箭 如果能够无视 他身灰色的皮肤 还有新红色的眼眸 确实和精灵别无二致 暗精灵 普通 学徒接龄级 粗略扫过眼前这些暗精灵 吴江发现 竟然没有一名男性的暗精灵 既然你们 没有男性暗精灵 那就来一场公平的较量 选出最强者担任头领吧 吴江说完 暗精灵们没有丝毫反应 就好像他在跟空气对话一样 好在他早有心理准备 也不尴尬 带领着一对雌性暗精灵 离开祭坛 来到一块空地之上 坐下 吴江下达完命令 这些暗精灵 瞬间双腿盘坐下来 有些暗精灵 因为动作幅度太大 草群跳起 差点看到不该看的 对此 吴江只能双手核实 阿弥陀佛 我是这样的人吗 当然不是 在给自己树立了一个 正人君子的人设后 他逐一为二十名暗精灵 发放了两颗浑纱 测试兵种潜力高低的方法有很多 但公认最简单有效的 还是浑纱修炼速度比较法 就是在相同的时间内 谁最快将浑纱消耗完 那么 这一批兵种里 谁资质就最好 这个方法 虽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找出资质最好的那个 但对于目前的吴江来说 却是适合的 所以 没有犹豫 他直接开始了 一个小时后 吴江立即喊听 紧接着 他逐一看过去 成功从二十位暗精灵内 发现了五只消耗完浑纱的暗精灵 将它们全部单独分出来后 吴江这次递给 每一位暗精灵三具浑纱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一位暗精灵 率先消耗完浑纱 吴江将目光放在这位暗精灵身上 发现这家伙 身高明显更高一些 身前的规模也更宏伟一些 嗯 我很正经的 你信吗 说完 不管他信不信 反正吴江自己是信的 他为了更好地区别出这位暗精灵 特意给他缠上了一层丝巾 看起来特别闲 而后 安排这群家伙去巡逻 这样有助于加快进化点的产出 至于他则是伸了个懒腰 拿起手机 开始选择自己的势力 没错 吴江综合自己本身考虑 决定加入财阀世家 成为其中的领主 财阀世家的领主 前期可以获得大量的资源倾斜 这点是官方领主所没法比的 而且 成为官方领主的条件之一 就是告知领地位置 以及领地兵力情况 在官方领主遭遇危机时 安排就近的领主前往支援 以减少伤亡 或者防止领主背叛等等 要你的领地位置信息 这点无可厚非 吴江表示能理解 不过 理解归理解 领地位置及兵力情况事关金手指 这可是吴江的逆龄 哪怕仅是有一丝风险 也绝无可能接受 所以官方领主 直接pass 而且 对于世家领主上线不足的缺点 吴江丝毫不担心 有进化点 上线这种东西 还是问题吗 综合以上考虑 吴江没有犹豫 果断选择加入财阀世家 至于为什么不选择 做一个散修领主 也很简单 实力提升太快 有财阀世家的支持 勉强能说得过去 当然 最主要的是 自己时间珍贵 没有那么多时间 能够浪费在搜集资源上面 远的不说 就残魂 每次都要亲自上市场 而且就只有那么十来个 缓慢的资源获取速度 严重制约了自己的发育 所以 有一个能够打后勤的势力 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选哪一家 将神秘游戏的画面 移动到手机上 吴江用电脑 接收起了讯息 首先 直接略过那些不知名的家伙 再怎么说 原生也在商业圈 混了好几年 哪家企业资金雄厚 哪家企业空有其表 心里还是有谱的 最终 吴江从中挑选出了 三个知名财阀势力 决定从里面 选出自己的合作对象 首选第一个 星星俱乐部 一个由张氏 李氏 丁氏 三个大家族组建的 领主俱乐部 底蕴深厚的同时 里面领主玩家不多 正好适合自己 吴江拿起手机 拨通了对方 就在信息里面的号码 赌赌赌 框 电话接通 你好哪位 对面传来雌信的男鹰 我 吴江 第42章 我叫吴江 早晨 星星俱乐部大门口 与自己想的金币辉煌 人来人往不同 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写字楼 从上往下有十几层 按照昨天对方给出的位置 应该是在八楼 吴江在围着写字楼转了一圈后 总算是找到了电梯 随着哐当一声响 当他走出电梯门的时刻 立即有两双眼睛望了过来 这是两位戴着墨镜 西装被称的老大的西装暴徒 加上那块一米九的身高 充满了压迫感 只见西装暴徒扫了一眼自己 而后立即弯腰伸手 请 进门左拐 两条长队映入眼帘 这些都是玩家 没来由的吴江这么想到 但很快 他的猜测就得到了印证 在对话的末尾 一鸣顶着两个大大的熊猫眼 皮肤辣黄 维米不振的男人看了过来 兄弟 你也是来新兴俱乐部应聘的玩家 嗯 玩家来新兴俱乐部 还得应聘 这是吴江没有想到的 似乎看出了吴江的疑惑 另一边穿着古装风的小姐姐 收起手机 把目光投向这边 帅哥第一次来吧 吴江点点头 见状 两人立即露出恍然的神色 眼见还有半口气的男子主动解释道 哥们你这样的 估计不只是第一次来 还是完全没有详细了解过新兴俱乐部啊 吴江继续点头 人家说的确实没错 自己还就真没详细解过 两人看出来 吴江是真的啥也不懂 也就耐着性子给他解释起来 其实之前的新兴俱乐部 还是挺容易进 只不过 最近俱乐部有一位领主大佬 开发出了一处大型资源点 要知道 整个九州的领主 拥有大型资源点的数量 也不超过二十 而且 这个资源 还是能够提升兵种修炼速度的浑香矿 在发现浑香矿的同时 新兴俱乐部部长 更是高调表示 凡是加入这个俱乐部的领主 每月可以根据实力 领取一部分的浑香 用于加快提升兵种等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新兴俱乐部名声大振 在领主团体中的位置迅速上升 目前已经是一流俱乐部 听完这个哥们的介绍 吴江大致是懂吗 大型资源点作为战略性资源 可遇而不可求 一旦被发现 都是各大势力争抢的对象 而新兴俱乐部 能够在众多大领主的眼皮子底下 独吞这个资源点 估计也有过硬实力 这么说来 这个势力我选对了 吴江心里微微点头 帅哥 空着手来的 古风小姐姐开口问道 文言 吴江不禁眉头一挑 是啊 难道还要带什么吗 此话一出 两排队伍的人 纷纷投来目光 将吴江两手空空 又收回目光 嗨呀 哥们 咱们这是来应聘的 怎么可以空着手来 最起码得带个简历吧 你看我这简历 还有的信息都有 而且还有我的经历 说着 男子把简历递给吴江 后者看到简历 才知道 眼前这人叫燕妇人 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至于简历里面的个人经历一览 出生在哥布林营地旁 却仍旧活着 外出领地八百米 活着回来 独立击杀过近十元的 哥布林小队 目前拥有普通三星兵种五位 参加过林江市领主联盟大比 吴江浏览下来 心里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于是乎 他又虚心让古风小姐姐的简历 给自己看看 孙小丹 领主经历一览写着 击退来犯之敌十次之多 领地拥有普通三星兵种 怨林三支 组队探索过领地附近 一公里范围 有幸参加过 林江市领主联盟大比 说实话 吴江看完两个简历 人有些不对劲了 这 这么水的经历 也能写上来 是不是很优秀 羡慕吧 其实我这也不算什么了 要知道我姐 可是一位独立拿下过 哥布林营地的高丸 有机会的话 带你们认识认识 孙小丹说起他姐 下意识地抬起头 高傲地像个白天鹅 健壮 吴江只能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很优秀吗 那就优秀吧 哥们姓啥 如果有机会一起加入 星星俱乐部的话 咱们相互照应 也好发展一些 行 我叫吴江 吴江爽快地答应下来 燕妇人听着这个名字 有些耳熟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总觉得自己应该看见过 不过他也没有过多在意 而是问道 吴兄弟既然没有准备简介 那不如跟我们说说你的经历 我们也好帮你参考参考 让你在面试的时候 也能顺利些 吴江文言 也觉得有道理 自己那么点东西 都不知道说啥 陈寅稍许他开口道 独立攻下一个中型 哥布林营地算不算 此话一出 燕妇人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让你说经历 不是让你吹牛逼 此刻 前排的男人也转过头来 后面那哥们 人家好心帮你 让你说经历 你倒好直接吹牛逼 独立攻下一个中型 哥布林营地 要知道 那里面不但有三位 大哥布林 而且还有四十位 普通哥布林 哪怕是一些克老 都不一定是能拿下吧 我看你的打扮 也不像有钱人 年轻人 死要面子 活受罪 唉 哥们 骗骗我们就行了 可别骗自己啊 单挑中型 哥布林营地 你咋不说 你是林江市领主联盟 大比前十呢 前方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就连上方的接待人员 也不由得摇摇头 心里打定主意 等会这人上来 无论他说什么 刷掉就是 再回到吴江这边 他也很无奈啊 这是世道 说真话 还就真没人信 别人不信 自己也没必要过多辩解 也就在这时 面试房间外的门被打开 一名西装革履的男人走出房间 问一下 吴江吴先生在吗 此话一出 人群多少议论纷纷 这吴江是谁 竟然让新兴俱乐部的人 亲自出来迎接 而且还带上了先生二子 要知道 他们也就是直接报名字 还要排队的 文言 吴江立即走出人区 这里 那人看了看远处的吴江 又看了看手里的文件 一种名为谄媚的笑容 说了爬满整张脸 吴先生 您可是贵宾 哪里需要排队 男人说着 赶紧走到吴江身前 而后带着吴江 就向门内走去 也就在这时 一名光头男人 突然反应过来 操 我记得 昨天临江市领主联盟大笔的 第六名 就叫吴江 因为某些原因 导致这个大佬没有露面 所以我没认出来 此话一出 人群纷纷反应过来 不由得哀声叹息 自己错过了 与大佬打好关系的机会 特别是上面的几个工作人员 不禁忌被发凉 这要是自己把对方刷掉了 总公司的领导 不得包了自己皮 其中 反响最大的 还是阴府人 他看看孙小丹 又看看吴江离开的方向 好消息 拘老金在我身边 坏消息 我没认出来 第43章 中年骑士 两人很快便完成了协议的敲定 对方每月必须提供给自己不低于5块魂金的薪资 并供给20颗魂箱矿 如果有珍贵材料 也要优先给自己购买 至于吴江要做得很简单 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为对方提供兵力支援 保障新兴俱乐部会员们的生命安全 还有就是一些保密要求等等 总的来说 任务轻功作少 待遇还不错 当然 这也有自己是大笔第六名的缘故 对方重点在拉拢 而不是压榨 合同过程很顺利 但到了负责人方面 却尤为困难起来 因为 对于吴江这样的优秀新人领主 他们的负责人必然不能是一般人 负责人本人能力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得安排张丁李三家的自己人进去 如果能跟这个有潜力的新人绑定关系 那就更好了 对于这部分利益的分割 三方工作人员并没有达成共识 没有时间跟对方浪费 吴江直接认 因为领地里传来动静 骨枪的英雄试炼结束了 夜晚的万三大路漆黑的一片 遮天蔽日的巨树 让生活下面的生物 无法窥探到丝毫月光 一头游荡着的灰狼 正叼着今晚的食物 路过废弃的村庄外 一股强烈的魔力波动传来 吓得他夹紧尾巴 疯狂逃窜 此刻 领地之内 吴江看着原本洁白的光团 变成现在的漆黑的一片 不由得紧皱眉头 突然 原本悬浮着的光团瞬间坠落 而后没入泥土之中 随后只见一条条黑色纹路 从地底钻出 相互缠绕折叠 形成一个巨大而又晦色的符纹 符纹形成瞬间 地面立即亮起 阵阵幽蓝色的光芒 只听得 大 大 大 似乎是马蹄的声音 很快 一头壮硕 高大 浑身沐浴浑火 劈盔待甲 双眼蹦射出骇人光芒的码头 突然钻出 他摇晃着脑袋 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周围 确认没有问题后 纵身一跃跳 而后落在钻出的草地上 在他的后背上 正坐着一位 身高2米5的甲咒骑士 骑士手持长枪 在他周围的死亡之气笼罩下 如同地狱中的魔神 高大而恐怖 身上那副争鸣的铠甲 更是添加了几分压力 强大 威猛 霸气 等到他身上沐浴着的死亡气息散去 提示音才姗姗来迟 定 恭喜您的兵种 骨枪 完成英雄试炼 评价等级 S 获得额外职业奖励 中烟骑士 您的兵种 骨枪 以成功转职 成为中烟骑士 并获得对应技能 适者之伤 死亡召唤 一起当千 您的兵种 骨枪 天赋得到强化 天赋 枪术 进阶为宗师级 技能 投掷 破军得到强化 并推演出新技能 雷灵枪法 直到提示音彻底结束 吴将 才终于将目光放在自己的大将身上 吴主 在一阵铠甲碰撞声中 骨枪单膝跪地 右手抚胸 巨大的身影 即便跪着 也快跟吴将一样高了 吴将默念 鉴定 英雄 中烟骑士 品阶 稀有 等级 职业阶二级 天赋 枪术 统领 技能 投掷 破军 雷灵枪法 逝者之伤 亡灵召唤 一齐当千 简介 死亡与骑士的完美融合 高等职业之一 中烟骑士 放在亡灵系中 也是强大的一员 吴将拍拍骨枪的肩膀 示意他可以站起来 至于他自己 则是看向技能 逝者之伤 中烟骑士的每一次攻击 都附带死亡之力 被沾染上的兵种 将被死亡之力限制 所有属性负20% 亡灵召唤 作为一名强大的骑士 你能够将死亡不久的兵种 暂时复活 为你而战 持续时间及数量 由本身魔力所决定 一齐当千 你拥有强大的意志 战斗之中 能够激发自身潜能 获得巨大的实力 发动该技能 以所有属性症100% 并附带20%的穿透伤害 看完中烟骑士 自身附带的技能 吴将只能说 牛逼 不愧是大将骨枪 果真有大地之姿 三米多的亡灵马 骨枪坐在上面 都快赶上两层楼的高度 吴将看他 都需要抬着头 这 太棒了 没来由的他 想到昨天看到的那位 商大小节手下的精灵大祭司 将对方跟骨枪进行对词 呃 那么可爱的精灵大祭司 一拳下去 应该会哭很久吧 骨啊 最近领地增加了一批兵种 就交给你打理了 是 无主 骨枪攻身领命 现在的骨枪 已经脱离兵种 成为了一员强大的英雄单位 不但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本身智慧 自我意识 也得到了巨大的增强 可以说 现在的他 当代理领主绰绰有余 嗯 现在我的领地 已经有了两员职业级兵种 而且 我手上还有一枚英雄之症 和智慧原始 凭借这两样东西 可以再塑造出一个英雄单位 至于人选吗 人选方面 还需要继续思考 无将打算有三 要么给血力 要么就是在培养骨刀 至于暗精灵 在最后面 毕竟前两者为领地披荆斩棘 征战已久 不说功劳也有苦劳 论功行赏 也轮不到暗精灵啊 作为一名公正的领主 无将也有纠结血力和骨刀 毕竟血力这二伙优秀一星 就进职业街 本身前能大大缩水 唉 这不急 现在我的目标是根据藏宝图的内容 争取在新人试炼之前 找到那头亚龙的宝藏 想到这 无将从兜里 拿出最近几天努力 已经将藏宝图 完全翻译出来 领地到藏宝点的距离 大概有25公里 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野怪聚集地 这些聚集地中 最大的有两个 一个小型哥布林部落 目测会有职业级的存在 另一个就是古老堡垒 里面什么东西没有说明 反正必然不简单 按照藏宝图的记载 这两个地点 都拥有一部分亚龙宝藏 上面的建议是 则奇异攻占 但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无大领主都要 我有大将骨枪 区区野怪 不足为惧 紧接着 他手指轻击血力 血液进化点 9.23 骨枪骑亡灵马 我骑蝙蝠 这似乎很合理吧 说着 他手指轻点 白色光立即将血力笼罩 与此同时 在距离吴江领地 数十公里外的某个地方 这里满是奇迹建筑 树屋 作为房屋性建筑 树屋能够提高 精灵异族的恢复 及修炼速度 比起吴江获得的墓穴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如果仔细看去 你会发现 树屋也有些许区别 因为有些树屋竟然会动 而且这些树屋 拥有类似于眼睛和嘴一样的东西 这便是 树人 作为精灵一系的战争武器 树人兼顾了冰与屋的合并 不但可以用于后勤 也可以用于正面战场 此刻 在这些树屋之中 有一棵最为奢华 庞大 瑰丽的巨树 奇迹建筑 巨型树屋 里面有大量的精灵走动着 精灵弓手 精灵卫兵 精灵法师 精灵勇士 等等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充斥着精灵异族的巨大领地 而他的主人 正是临江市副盟主 伤红的宝贝女儿 伤心柔 此刻的伤心柔皱着好看的梅子 看你的自家英雄 大祭司看向远处的目光 精灵之主 我感受到了一股同类的气息 第44章 亚龙宝藏 同类的气息 伤心柔念头闪动 能够被自己手下大祭司 称为同类的存在 必然也是一员稀有品阶 职业级的英雄 你对比起他怎么样 伤心柔几乎是下意识开口问道 他 精灵大祭司眼中闪过点点心芒 他很强 沐浴死亡之力而生 拥有着与我精灵异族相伯的力量 精灵之主大人 如果要说 我与他孰强孰弱 很难 如果在森林之中 我有把握战胜他 而如果不在森林之中 我没有把握获得胜利 至于在死亡气息浓郁的地方 怎么样 伤心柔的手不自觉地捏紧 整个人紧张无比 那您的仆人 我将必死无疑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落下 宣告着夜晚的结束 呼 一阵风声吹拂而过 下方的中型哥布林营地 已经被骷髅军团彻底占领 围三的哥布林勇士 还在和三只骷髅守卫苦苦纠缠 但也无力回天 至于这场战斗的主导者 吴江 他正坐在一头一盏达到12米 体长近5米的巨型蝙蝠身上 龙灵服 优秀 职业皆一级 吴江消耗了9个单位的进化点后 血力再度进化 得益于上次获得的那片龙灵 他成功进化成了龙灵服 拥有了那么一丝龙族血脉 本身属性极大提升的同时 载着吴江就跟晚一样轻松 而且彻底没有了沉睡限制 做到了睡眠自由 此刻 吴江坐在血力身上 居高俯视着下方的一切 有一种掌控全局的感觉 离开领地后 我的视角就从俯视 变成第三人称视角 现在坐在血力身上 再度回归俯视 看着下方已经彻底清理干净了的 大型哥布林营地 吴江也是老心宽慰 骨枪 不愧是我军中大将 这场战斗 他几乎没有出现 就已经结束 不错 这是一个好兆头 拿出随身携带的藏宝图 在上面画掉一个野怪聚集地 不知不觉间 自己领地周围的危险 已经清理了大半 剩下的距离自己领地都比较远 需要行军十几公里路 才能到达 周围的野怪基本清理完毕 如果想要继续练兵的话 就不得不前往更远的地方 吴江看着手里的藏宝图 和自己绘制出来的地图 难难道 根据血力传来的情报 领地往东 主要是蕴含矿物的地质为主 其中的主要怪物为地金 而如果延伸到西边的话 就是地梁珠的领地 大部分都是节肢类巨型生物 南边不用说 老乡时搁不灵 北边的话 吴江敲击着笔头陷入沉思 北边被一股迷雾所笼罩 哪怕是血力的音波 都难以穿透进去 将北边区域暂时搁置一旁 自己现在的目标 主要还是南边的亚龙宝藏 至于亚龙宝藏有些什么 吴江不清楚 他不清楚也没关系 论坛的老大哥们肯定清楚啊 于是乎 他在论坛提问起来 江南第一申请大佬 率先给出了答案 亚龙宝藏有些什么我不清楚 但据说资深玩家 有一位培养亚龙的领主 埃地龙林之怒 据说这位大佬 原来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哥布林玩家 但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碰见了两个野怪部落 发生战争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但要知道 永恒之界的怪物们 也确实会相互攻法 文言 吴江深以为义 远的不说 就说自己第一次剿灭的地精巢穴 那时候 地精就在跟沼泽恶战斗 所以 他瞬间就懂了 这位大佬 趁着两个部落 发生巨大的战争 偷袭了其中一个部落的大本营 结果在抢夺中发现 那个地方 原本是一位亚龙留下的宝藏 龙林之怒大佬 在里面获得了许多好处 众所周知的 就是传承卷轴 玉龙史 和大量的龙雪精粹 凭借这批宝藏 这位大佬 从一个岌岌无名之辈 一路横推逆袭 最终在新人试炼上 斩获了第三名 获得了巨大的天道奖励 你们可别小觑这第三名 要知道在一年前 那可是一个克老争霸 欧皇与甘帝都 不敢大声说话的时代 龙林之怒大佬 以一介不一 逆袭第三 狠狠抽了那些克老的脸 也就是那个时候 官方才注意到了 咱们平民玩家 所以说 目前咱们平民有现在的待遇 有一半是这位大佬的功劳 江南第一深情大佬说完 下方清一色的龙林大佬 牛逼跳过 吴江也赶紧打上 大佬牛逼 而后 将藏宝图上面的宝藏 归入了自己的必得像 还不止 藏宝图显示 这两个副本 都有一部分宝藏 如果我都搞到手 说不定比龙林之怒 当年得手的宝藏还多 想到这 吴江立即开始筹备起来 哥布林部落 哪怕是最下面的小型部落 兵量多过了三百 更有数位职业级作证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仍然是一根硬骨头 但即便是硬骨头 也得砍下来 现在的我 虽然勉强赶上了 这届的那些克老和游二代 但距离顶级克老和领主后代 还有些距离 况且 我一个人不比人家一堆人 如果不继续努力 安于现状 不是白下了我的金手指 所以 给我狠狠地卷死他们 给自己定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后 吴江将目光 放在了目前自己位置 左边的一个大型哥布林营地上 大型哥布林营地 至少拥有一位职业皆兵种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用奴役卷轴 收入手下 用来补充军备 吴江沉吟了一会儿 开始计算起 目前自己身上的物品 奴役卷轴 智慧原石 英雄之政 大木穴 隐身斗篷 法杖 木牌 除了这些东西外 还有哥布林护腕 数十块魂金 和残魂若干 提到智慧原石 吴江立即从领地的仓库里 把这玩意掏了出来 而后来到骨刀面前 再将智慧原石 和两块魂金递给他后 拍了拍他的肩膀 刀啊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培养骨刀 也是吴江目前最好的选择 毕竟骨枪下次进化 需要整整81个单位的进化点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现在没有了新人大笔的恢复建筑 他可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刷进化点 而如果要攒够81个单位的进化点 起码需要6天时间 6天时间太长 而他又准备吞下完整的亚龙宝藏 所以这6天时间浪费不起 吴江只能退而求其次 培养起了骨刀 至于血力 这家伙天生反骨不说 血液数量只有20只 进化点获取速度太慢 完全没有性价比 挥手送走骨刀后 吴江捏了捏太阳穴 也就在这时 房门被敲响了 第45章 负责人的选择 哪位 吴江谨慎地开口道 吴先生 我是新兴俱乐部的新人盟主 负责人管事 门口响起充满雌性的男婴 闻言 吴江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负责人还没有定好 这可是件大事 可不能马虎 对方深夜上门 看来利益划分总算是结束了 起身开门 外面立即走进一位 穿着工作正装 眉宇间满是严肃的年轻男人 但当他看见吴江时 立即露出职业化的微笑 并热情地伸出双手 吴江见状 也只好伸出手回应 吴先生 关于您负责人的人选 我方最终还是决定 将选择全交给您 请看 顺着男人的手看去 门外走进一道道身材高挑 青春靓丽的身影 但在这些人中 吴江发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 曾经的顶头上司 张燕 张氏集团 张燕是一个背景深厚的人 在这瞬间 吴江似乎明白了什么 看着对方有意躲闪的目光 吴江也不在意 伸手示意几人坐下 并亲切地围四人 上了一杯白开水 我们大晚上上门打扰 吴先生哪里需要这么麻烦 不用准备水 真不用 男人赶紧双手握住 吴江递过来的水杯 嗯 没事 真没事 示意对方坐下后 吴江逐一递上一杯水 而后 四人你看我 我看你陷入沉默 嗨嗨 男人倾咳一声 示意起最左边穿着粉色旗袍 眼角有一颗类质的美女 后者会议 立即挂出职业化的微笑 吴先生您好 我是新兴俱乐部 丁氏集团派来的合作者 如果吴先生选择我当您的负责人的话 每月除了俱乐部的相关资源之外 我们丁氏集团 再多提供一批魂箱矿和魂纱 另外 我们了解到 吴先生生活拮据 可以每月提供三万九州币 车房等都不是问题 如果吴先生有什么需求 我们丁氏集团会尽一切满足 说着 美女不着痕迹地冲吴江眨巴了下眼 其中深意懂得都懂 看着对方投来的那种炙热的目光 吴江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反倒是一旁的男人开口了 嗨嗨 见吴江没有立即答应 第一位美女心头微沉 第二位 是一名穿着运动服 下配白色丝外运动鞋的小姐姐 她的年纪似乎与吴江相仿 充满了青春活力 小哥哥如果加入我们丁氏集团 除了丁氏集团的好处外 我们在额外 附赠您五个骷髅守卫残魂 而且小哥哥 星星俱乐部中 公认的最强的领主月影孤星 正是我们李家人 如果小哥哥 有需要解决领主方面的问题 甚至可以直接获得 向月影大佬提问的机会呢 这 真是太诱惑 别误会 吴江指的是条件 不是人 吴江等了一分钟 却没有听见最后一人开口 想了想他 还是对着张燕道 这位 还没说吧 不如一起说了 我再综合考虑 嗯 啊 哦 张燕似乎在走神 直到吴江冲他示意 这才反应过来 见状 那位年轻男人 不由得皱起眉头 我们张氏集团的话 张燕看了看另外两位美女 又看了看吴江 最后 有些尴尬地道 承诺每月额外供应一批魂金的同时 我们张家有其他家族比不了的人脉 只要魂金到位 就没有拿不到手的物品 另外 张家跟官方有不少合作 加入我们的话 甚至有机会进入官方的资源投影点 挑战获得资源 文言 其余两位美女 起起松口气 张家的条件看似很好 其实都是空头支票 人脉方面 基本上对于新手平民玩家 毫无用处 平民玩家最缺的就是魂金 有那么多钱 提升兵种不好吗 非要去一家买东西 而至于官方的投影 那是专门留给顶级克老 和有二代的 平民玩家 哪怕是天才 进入挑战资源点 得不到好的挑战名次 见入场费都回不了 而且 对方也说了 有机会 这个有自用的相当灵活 吴江文言 也是眉头微皱 见到吴江皱眉 张燕不由的心头一紧 回想起自己大伯临走时 跟自己说的话 侄女啊 你父母走得早 这些年 家族没有少亏待你吧 而且 按照族内要求 你二十岁那年 都应该婚嫁的 结果你执意要自己 闯出一份天地 想要证明自己 主宰自己的命运 大伯我也支持你 为你挡下了所有反对的声音 不过 一晃五年了吧 你除了吃家族的 用家族的 成绩 一点都没看到 所以啊 侄女该你报答家族的养育之恩了 说到这里 伯父递给他一份文件 这是伯父最后为你争取的东西 这是本届新人大笔的第六名 听说他曾经是你的员工 如果你能成为他的负责人 那么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说到这里 伯父话音一顿 转而无奈道 如果失败了 大伯也帮不了你 说完 张燕的大伯转身离去 留下他一个人坐在玻璃窗内 正正地看着手里的文件 张燕从小就是一个要强的女人 从不甘心于命运 但长达五年的努力 也比不过人家一句话的分量 这让他很无力 不知所措 而且 家族这次 可谓是稳赢的决策 要么他没有招揽到吴江 张家与周家联姻 借助这位强大的古老家族 张家继续往上爬 要么 招揽到吴江 获得一位高潜力的新人领主 怎么算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家族的算盘 张燕自然知道 而且 正是因为深入了解了这所谓的领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后 他才会如此无力 领主玩家很难 非常难 他们经营领地 稍有不慎 就是死亡 所以 为了能够活下去 买只更好的活下去 他们比商人都更为看重利益 商人失利益 没钱 起码还能活 但他们一旦失去了浑纱 等待的只有死亡 张燕不想去联姻 更不想跟一个自己完全不喜欢的人结婚 所以 他在那天豪制五百万 获取大块头的联系方式 当然 他也绝对不是真的那么傻 为的不仅是拉近 他跟吴江的关系 还有拉拢对方的手下 甚至家族派他 来当吴江的负责人 也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可惜 他张燕千算万算 没有强大的资本实力 最终还是被家族将了一军 没有实打实的好处 怎么可能招揽到一名领主玩家 吴江 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但家族开出的条件 这一刻 张燕确实无力了 可能在那些高位者 财阀世家眼里 自己的一切计划 都像是小丑般的可笑 他们只需要略微出手 就是普通人达不到的高度 这时 另外两位美女相视一笑 露出开心的神色 距离这里几十里外的 一座高楼之上 一位穿着睡衣的男人 举起手上的高脚杯 对月庆祝 但突然 等等 张燕猛地抬手示意 紧接着 在四人的目光下 他递给吴江一枚预制的颁纸 第46章 寇谢吴主 在这枚颁纸表面 附着着大量红色血丝 但你如果仔细去看 就能神奇地发现 这些血丝 似乎盘取折叠成了 一个个怪异的 文字 这事 吴江心里有些诧异 但还是伸手 接过预班纸 紧接着 他看了看张燕 后者冲他点点头 想到这 他立即将预班手 投放到永恒之界的游戏角色上 鉴定 物品 伪装班纸 未知 简介 一枚由邪神祝福过的班纸 获得了伪装的效果 戴上它 你可以伪装成 与伪装者本身相似度 大于20%的所有生物 等级差距 不跨越一个大阶段 无法被识破 啊 这 未知品质的道具 吴江虽然不知道 未知品质的道具是什么 但这玩意 肯定要高于稀有品质 而且 有了这玩意 对自己来说 具有战略意义 有了这东西 可以执行斩首行动 极大的降低几方兵种的损耗 可以想象一下 双方兵马正打得一片火热 鼓刀借着伪装班纸 来到对方BOSS身后 出气不易 将其击杀 一场战斗 只要高层死亡了 基本上下方的士兵 很快就会士气大将 甚至是直接溃败 当然 这只是用法之一 如果可以的话 吴江有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可以伪装成官方人员 去打探官方的机密情报 这玩意 也是做卧底的神器啊 藏魂补给可有可无 毕竟我主要需求是小骷髅 张家的人脉正好 大领主的指导 是很不错 但比起伪装班纸差远了 魂纱方面 三者相差不多 这么说来的话 想到这 吴江豁然抬起头 对着张燕伸出手 我这人比较懒 工作也比较多 以后就麻烦张负责人了 吴江送走其他三人 再次给张燕倒上一杯白开水 这几年里 我这位小员工 可没少被张经理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我成领导了 张经理做好被我骂得准备了没 吴江打趣的声音响起 张燕瞬间破涕微笑 只见他举起水杯 以茶代酒 多谢合作 吴大老板 小女子 以后可就仰仗你讨生活了 嗯 吴江点点头 紧接着神色一正 从电脑桌下方的柜子里 掏出一个口袋 里面装满了最近一段时 获得的残魂 为了保险起见 他只拿出了能见光的那部分 至于自己打出来的残魂 只选择了部分大哥不灵残魂 这么做的想法有二 第一 就代表自己认可了这位负责人 毕竟交易残魂这么重要的事 都交给他了 第二 就是向俱乐部的领导们递交投名状 你们看吧 有幸拉拢伟大的吴大领主 第一天就给你回馈了 帝国结实的塑料袋子 张燕还没来得及看 就听见吴江的声音响起 这里面是我成为领主以来 收获的所有残魂 你拿去交给俱乐部的相关责任人 换取相对应的进阶材料 如果换不到 可以帮我用来收购小骷髅 血液 暗精灵 记住 我目前主流就这三种兵种 其他兵种不需要收集 知道吗 文言 张燕立即郑重道 没问题 交给我 可能张燕也是一位专业的女强人 在得到上司的任务后 立即行动 在她走到门口的时候 郑重的鞠躬90度感谢 因为身体幅度的原因 春光乍现 吴江再次感慨道 果然是横看成岭侧成风 远近高低个不同 擦了擦鼻子上不存在的鼻血 等本领主以后 当上大领主了 一定要找个三六D 富白貌美大长腿的女朋友 其他的我不要 为自己狠狠打了一波气候 吴江坐回电脑前 继续开杆 只见他鼠标 轻点暗精灵 眼前立即跳出一串提示 暗精灵进化点 5.95 20个兵种的效率 果然不同反响 这才多久 一天不到的时间 就累积了快6个单位的进化点了 对于这个速度 吴江还是能理解的 毕竟现在领地处于高速发展期 不断倾角周围的野怪 一天时间内 连续进行三场大型战役 进化点不多才怪了 暗精灵是远程射手 在骷髅怪后面安稳地输出 丝毫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从这点上看 也算他们运气好 属于是前人灾树 后人乘凉了 至于灾树的是谁 这还用说 肯定是吴江啊 毕竟这些骷髅怪们 哪个不是他培养出来的 但话又说回来 普通异星兵种 是真的辣 这群暗精灵 站在后面输出 手上的弓都能拉断了 吴江也只能表示 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二十位暗精灵中 有五位暗精灵 手上拿着断成两截的弓 正瘫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这些暗精灵 竟然连一坤之力都没有 想他吴大领主 虽然还没转职 但通过兵种们强大起来 共享给他的属性 自持拿把大砍刀 对付三五个等线的哥布林 还是没有问题的 身为兵种 你们怎么能猜成这个样子 摇摇头 吴江操控游戏角色 走到这些暗精灵身旁 可惜这些兵种 没有自我意识 更没有觉悟 哪怕是领主大人走到身边 也没有站起来的想法 只见游戏角色伸出食指 轻点暗精灵的额头 进化尾立凝聚而成的白色符纹 将暗精灵们包裹起来 带到白光散去 暗精灵的身高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反倒是身上的打扮变了不少 原本由草皮制成的 简陋草衣草裙 变成了某种坚韧兽皮 皮衣皮裙也相较于之前 更长 遮掩面积更广了 并且 暗精灵手上的木质弓箭 变成了精致长弓 弓弦也更为厚实 换成了牛筋材质 最重要的是 无将发现 随着进化暗精灵的皮肤 似乎颜色更浅了 啊 这 进化点难不成 还有美白作用 这个念头浮现瞬间 无将下意识向自己点一下 结果啥也没有 暗精灵射手 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暗精灵射手 普通 暗精灵弓兵 普通 您的暗精灵觉醒技能 精准 精准 作为一名优秀的弓兵 你拥有更为精湛的射数 发动该技能后 你的剑必将百发百中 熟悉的提示音响起过后 无将看着眼前 明显不一般的暗精灵弓兵 微微点头 不错 做后排输出的 就是需要准头 无将把手放在这只暗精灵眼前 晃了晃 结果只收获到对方迷茫的眼神 而后 等到凑齐六个单位进化点 他连带着五个断弓的暗精灵 和之前自己选出的队长都进化后 又试了试 最终发现 暗精灵队长的反应虽然大些 但跟智慧还是不沾边 唉 不是每一个兵种都叫骨枪 都有大地之姿 无将无奈道 正在远处修行的骨枪 听见领主大人夸奖他 不由得浑火一跳 骨枪 第四十七章 古建筑 腐朽古堡 夜晚 秋风阵阵掀起大片大片落叶 嗷嗷 嘹亮的狼嚎声响彻整片树林 但很快随着一道轻轻的咔嚓声 这头浮古巨狼头身分离 死相凄惨 血烈 要我说多少遍 不要飞太高 不要飞太高 无将披着隐身斗篷 看着几十米距离的地面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恐高了 白天还好 注意力都集中在骷髅们的战斗上 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但到了晚上 发现自己距离里面很高之后 心里止不住地打鼓 你说万一 万一掉下去了 可咋办 血烈 滋滋 领主大人别怕 我稳健得很 死了算我的 脑海中想起血烈的保证 无将只想一巴掌呼死他 什么叫死了算你的 小命只有一条 死了你陪我一条命是吧 好在没过多久 此行的目的地总算是到了 远处的夜幕逐渐模糊 露出一座灰红的角楼 如冰山一角般 向无将诉说着 这座古老建筑的宏伟 无将拍了拍谢烈的脑袋 后者会议 立即缓缓向地面贴去 经过他的观察 在这座建筑附近 根本没有怪物 或者说怪物们 都畏惧这座建筑 无将也上论坛问过 据说这类建筑 统称为挑战建筑 在它周围500米范围内 是不会担心安全问题的 玩家可以安心进行挑战 至于它的作用 挑战建筑顾名思义 是用来挑战的 完成挑战的领主 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奖励 失败也不用担心 伤亡问题 都拥有恢复 复活 效果 像这类挑战型的建筑 一旦被某些势力发现 会马上封锁起来 等到下次招心的时候 就是宣传广告的一部分 按照自己跟俱乐部之间的 合作协议 一般发现这种东西上报后 都会有一笔不菲的奖励 但无将并不准备上报 一来 周围没有其他的俱乐部领主 自己上报的话 十有八九会让自己 来助手这个地方 自己那么忙 哪里有这闲暇 二来嘛 这玩意你别看它那么大意图 实际上周围有着强大的隐匿阵法 如果不是藏宝图 上面有标记 自己根本找不到 就先让它在这里 藏着吧 新人试炼结束后 再处理 无将看着眼前的巨大古堡 抬起脚步向门口走去 古堡的大门 与九州古时候修建的古堡类似 采用的是木质双开门 抬头就能看见牌匾 腐朽古堡 至于门口 则是一个长两米 宽两米的漆黑漩涡 里面如银河般星光点点 逆时针不断旋转 第一 发现挑战建筑 腐朽古堡 投影 挑战要求 预备领主可挑战 提示 每次挑战失联至多一小时 连续五次挑战失败后 将永远失去挑战资格 看到这些挑战限制的瞬间 无将不忧反省 因为限制时间和次数的挑战 都属于困难型挑战 一旦胜利奖励 将是非常丰厚 有时间限制的挑战建筑 一般来说 时间越短 奖励越高 毫无疑问 眼前这座挑战建筑 正好属于此列 可惜 这只是一个投影 如果是正主建筑的话 价值将不可限量 无将叹了口气 收敛心神 那就开始吧 念头落下 无将一步迈入其中 据了解 秘境和挑战建筑 都是永恒之界 对领主玩家的扶持和帮助 所以 进入这类建筑时 只需要领主进入就是了 兵种会以召唤的形式 进入其中参战 脑海中预想的天旋地转没有出现 就仿佛是穿透了一层薄薄的水层 睁开眼看到的 就是一块广阔的空地 神奇的是 他目前是处于灵魂降临状态 无将捏了捏手 发现跟现实世界差不多 低头发现 脚下有一根黄线 右侧则有一块石碑 贴近看去 石碑上面有几行字 编号0013 试炼通过时间0.03分 编号0002 试炼通过时间0.04分 这时 脑海中响起提示 领主玩家可在警戒线外召唤兵种 挑战成功后会出现向上阶梯 失败五次后 强制退出 提示一 若挑战者对自己的成绩不认可 可进行重复挑战 取最短时间为评价项 提示二 每次兵种数量不超过10位 无将听到这个提示的第一瞬间 是惊讶 旋即陷入惊喜之中 挑战五次 每次制作一小时 这特么 不就是送上来的刷进化点的地方吗 无将正愁 最近没地方给自己刷进化点 都准备耗费巨资 购买千层卷轴换个野怪多点的地方发育了 想到这 他立即掏出藏宝图 不愧是藏宝图 里面的东西果然都是宝 想到这 无将大手一挥 随着一阵黑雾翻涌 骨枪和六只骷髅守卫 满是诧异的出现 至于骨刀 这家伙还在开会的路上 无将发出命令 他们瞬间摆出严阵以待的架势 是否开启挑战 是 无将心头默念 话音落下 远处的空地上大量魔力凝聚 转眼间便出现石头四肢粗大的普通胳膊铃 他们手持各类武器 满目凶光地看着无将 支 支 巨大的吼叫声响起 无将只是伸手扇了扇面前不存在的口水 下一刻 骨枪动了 他横握长枪 一个剑步瞬间将双方距离拉近 而后压腰横扫 八只头胳膊铃瞬间被腰斩 至于余下的两只 也被骷髅守卫框框两刀砍死 时间0.02分 拉距离一秒钟 出手一秒钟 普通一心的胳膊铃 剑撞连个照面都不打 直接秒了 对此 无将只能竖起大拇指 强 与此同时 他的右侧方的石碑上 一个0025的编号出现在第一排 无将 这么说来 我是第25个挑战的人 好在不是250 这 好吧 也不是不能接受 无将虚心接受了这个编号 很快金光洒落 在空地左侧一道金色阶梯 缓缓浮现 无将想了想 伸手一挥 十只小骷髅出现 是否继续发起挑战 若挑战时间超过当前 则取最短时间为评价项 无将没有犹豫 回答 是 在确认再次挑战后 自己走上二楼 将这层挑战 交给小骷髅们 刷进化点 来到二楼 无将顾忌重施 召唤出骨枪和骷髅守卫 值得一提的是 他发现自己的六只 骷髅守卫等级 都来到了八级 还差两级 就可以晋升职业阶 这让无将压力山大 总不能让自己的骷髅元老们 再区区优秀一星 就晋升到职业级吧 这样传出去多不好 有损我无大领主 公正威严的形象 再怎么 也得是优秀三星 如果可以的话 稀有一星也行 当然 具体怎么样 还是要看这次试炼的战果 无将止住思考 目光放在眼前 搜搜搜 收到声音响起 这次出现的是十只 普通三星的民兵 无将大手一挥 熟悉的一幕又出现了 骨枪一记横扫 对面直接歇菜 0025 试炼通过时间0.02分 嗯 骨枪稳定发挥 杀这种菜机 根本没有挑战性 在原地留下十只骷髅怪后 无将继续上楼 第三层 普通三星 怨灵 三秒 多花费了一秒钟 因为怨灵没有实体 骨枪没见过 所以第一击落空了 留下骷髅怪石头 第四层 优秀一星 精灵护卫 花了五秒 留下六只骷髅守卫 和四只暗精灵攻兵 第五层 优秀三星 柴狼人 稍有困难 依旧问题不大 耗时七秒 但可惜 柴狼人实力太强 无将并没有留兵种 与其对战 时间往前推一阵子 与无将的稳定发挥不同 腐朽古堡的另外一处投影 轰隆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随之倒飞 而出三头体型壮硕 高达五米的兵种 巨人 身为优秀三星兵种 巨人拥有堪比 十人般坚韧的皮肤 刀砍斧剁兜 难以破防 而他的领主 临江世心人大笔第四名 郑成 一位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领主二代 简称领二代 作为由二代的进阶版 领二代背后 拥有大领主的支持 兵种品阶问题 对于郑成来说 根本都算各式 见自家兵种胜利后 他一脸得意地 走出挑战黄线 郑少出来了 快 看看郑少排名多少 一人呐喊道 随之另外一人按下计时器 满脸难以置信 十十秒 郑少通关第五层 只用了十秒 此话一出 多少引起轩然大波 周围看热闹的人 议论纷纷起来 郑少不愧是顶级大佬 十秒钟干掉了 同为优秀三星兵种的石像鬼 我记得前阵子商大小姐 都用了十一秒吧 是啊 这些顶级大佬 一天一个样 说不定过不了多久 个位数的时间都要出来了 除了夸赞 也有讽刺的声音 七 这又啥 不就是有个好爹吗 换我 我也行 此话一出 郑成的脑残粉 纷纷不乐意了 我家哥哥 明明靠的是自己努力 你们就是又财又不服输 就是 我家哥哥人长得帅 家世又好 能力又强 不像某些矮琢穷 啥也不行 只会叫 郑成刚出挑战区域 就听见自己的小迷妹们 为自己声援的话 顿时大为受用 不过 身为一名公众人物 还是要注意形象的 于是乎他伸手压了压 大家别吵 比我强的人不知反解 我还很弱小 与此同时 一旁的石碑上 也刻录出他的排名 编号0012 试炼通过时间0点10分 然而 呐喊声还没响起 另外一边 反倒是传来惊呼 卧槽 九十一廖先生 通关第五层只花了9秒 第四十八章 我只是略微出手 就已是这个阶段的极限了 此话一出 原本还在吹捧正成的人 如墙头草般 纷纷倒向那边 只见另外一边 正有一位青年 处立于人群之上 他一袭深红发 眼睛中时刻散发着 猛琴般的锐利 右半边脸上 有个暗红色的恶魔符文 看起来充满邪性 这人正是新人领主 大比第二名 那位跟恶魔喝酒 撸串的领主 廖云帆 在他身旁 站着一头面目猙獰 浑身沐浴烈焰的恶魔 容颜狂魔 稀有 职业皆一级 自从上次新人大比结束后 不甘落后的廖先生 在自家父母 不遗余力的支持下 总算是让自己的英雄严魔 品阶提升到 稀有一心的容颜狂魔 容颜狂魔的实力 自然不是严魔能比的 但即便这样 他还是感觉到了丝毫压力 因为 在他目光看向的位置 一位亮丽的身影 正轻轻点起双脚 目不转睛地盯着里面的挑战 只见精灵大祭司 一记大范围 AOE落下 优秀三星的娇人 请客间化为粉末 编号0021 通过试炼时间0.08分 死 不愧是我的女神 8秒 仅仅8秒 就通关了第五层 是啊 伤女神真牛逼 伤女神 你们家缺狗吗 会说人话那种 操 兄弟 当狗也要排队 我在你前面 一天时间 第五层的战绩 接连三次被刷新 搞得吃瓜群众们 人都傻了 生怕再来一个7秒 但正所谓 怕傻来傻 就在众人以为 8秒已经是极限的时候 伤心柔的021 突然间往下挪了一位 众人只感觉忽一致 0025 瞬间登顶榜首 再看其时间 7秒 众人 25号是哪位 7秒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优秀三星兵种 怎么可能7秒干掉 还是TM10个 外号杨伟的 我都比这9 这个B 不会是卡bug的吧 哥们你逗我笑呢 这个真实游戏 可能有bug吗 就算有 也是预备领主 能卡的 无外乎众人如此惊讶 撂伤二人的心中 也满是不解 7秒 这真的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伤心柔没有怪异石碑 而是思索起来 大祭司施展大型魔法 可以迅速解决掉这些怪物 但魔法吟唱至少也是6秒 而如果换小型魔法逐个击破 单个魔法耗时更长 更是不可能在7秒中内完成 想到这 伤心柔不得不承认 8秒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反倒是廖云翻一挥拳 带着熔烟魔王 再度踏进第5层的挑战空间 奈何 直到他将次数耗尽 依旧还是9秒 这便是他的极限 这人究竟是谁 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惑 与此同时 吴将来到第6层 他对于另外那头的情况 丝毫不知 哪怕知晓 也不会在意 正所谓 强者从不吹嘘 而他也只会平平淡淡地说一句 我只是略微出手 就已是这个阶段的极限了 目光放在前方 这次出现的是稀有一星兵种 阴影刺客 阴影刺客 是一群穿着灰蓝色宽帽头棚的人形兵种 它们身高在1米7左右 手持两把锋利的匕首 匕首属于双开刃的那种 刀锋上面肉眼可见有点点绿芒 一看就知道是脆毒匕首 鉴定 武器 阴影匕首 稀有 剪剑 一把经过脆毒 覆魔 祝福的匕首 拥有大量的负面效果 并附带锁猴必杀被动 123 五个 吴将清点完 发现这里的阴影刺客有五位 这是唯一的好消息 想了想 为了节省时间 吴将召唤出血力 让他也加入战斗 随着提示音响起 吴将再次默念 是 他只感觉眼前一花 原本亮色的空地 转眼间被浓雾所笼罩 周围的光线 瞬间变得昏烂 原本还站着的阴影刺客 消失不见 吴将 嗯 还有环境助力 古啊 有没有压力 吴将用意念问道 古枪 哭 没有一点压力 吴将 只见古枪 拿着长枪的手 往地下轰的一声杂趣 紧接着 周围凭空浮现大量死亡气息 在这股死亡气息的影响下 本就昏暗的环境 更加难以直视 嗖 悄无声息中 阴影刺客来到古枪背后 最独匕首轻轻地放在他脖子上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紧接着 阴影刺客的斗篷下 陡然间闪过一抹绿芒 静谧 迅速 邪意 但突然 正当他准备抹脖子的时候 一只满是盔甲的手 突兀地抓住了 他锁后的手 古枪头盔中浑火大胜 幽兰色的火焰 连铠甲也无法遮挡 只见他紧握阴影刺客的手 猛然发力 一把将其重重砸在地上 右手同时拿起长枪 准备一击结果他的时候 在骨枪双腿 双手处 各出现了一位阴影刺客 他们手上的脆毒匕首 摇曳着冰冷的锋芒 一同向骨枪刺去 显然 第一个刺客 只是个诱饵 吴将下意识身体前倾 瞪打双眼 他嘴巴微微张开 舌头配合着嘴巴变化 一个小心二字 正准备发出声势 骨枪动了 他微微压低身形 躲过正上方的两位阴影刺客偷袭 下方两位阴影刺客健壮 嘴角不由地勾起一抹弧度 但下一刻 黑雾中突然浮现两把寒光灵灵的砍刀 自上而下 正中阴影刺客拿着匕首的手臂 扑哧 扑哧 巨大的窝口 见射起鲜红的血液 躲 几乎瞬间 四名阴影刺客抽身引入黑暗 奈何 在死亡之力的附着下 受伤的两个阴影刺客动作迟缓 又中一刀 失去紧剩的手臂 战斗发生在一瞬间 直到现在 吴江都没有反应过来 嘴巴张成一个O型 哥拉 脖子被拧断的声音响起 带到黑烟散去 两只阴影刺客失血过多 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一只阴影刺客被拧断了脖子 原来骨枪早有准备 在黑烟笼罩的瞬间 施展了死亡召唤 并将自己的手下 藏在黑暗中 至于自己则轻声为耳 勾引刺客上钩 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 给吴江上演了一幕 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的戏码 可谓是精彩至极 转眼瞬间 五位稀有异星的兵种 一去其三 杀 骨枪身影移动 叮 挑战结束 0点15分 15秒钟时间 以一敌五弯杀 同等品质的兵种 这就是骨枪 未来的不死者之王 等到阴影刺客们 化为了数据精纯的魔力后 原地留下来五把匕首 和一枚残魂 一块勋章 匕首自然不必多说 阴影匕首 至于残魂 恭喜获得残魂 阴影刺客X1 4 稀有异星的兵种残魂 就这么到手了 至于最后一个 物品 强化勋章 简介 一枚拥有强大隐秘效果的勋章 将其放在装备上 可以大幅度提升其隐秘效果 PS 警线辅助性装备 呦 有了这东西 我的隐身斗胖安全性暴增了 直到骨枪将匕首和残魂勋章 都送到吴江手上时 他才终于反应过来 但随之提试音也想了起来 叮 恭喜 你已完成获得奖励的最低要求 请问是否继续挑战 若选择是 下次挑战失败后 奖励清零 吴江妈撒着下巴 陷入沉思 想了想 他还是决定专业的事 问专业的人 鼓啊 你觉得还能继续吗 文言 鼓枪重重点头 悠悠道 主 我还未曾出力 好 那就继续 没有丝毫犹豫 吴江直接选择了继续 另外一边 当几位新人天才 来到第六层的时候 看着空空如也 至今还是白板的石碑石 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这里没有0025这个编号 就在这群人庆幸没有编号的下一刻 石碑上凭空出现一行字 编号0025 试炼通过时间0点15分 众人 第49章 这人究竟是哪位大佬 下一层楼的金色阶梯出现 吴江迈入其中 转眼 来到第七层 第一层 您已进入腐朽古堡第七层 七八九层均为英雄层 仅可派遣一位英雄参战 请慎重考虑 吴江听着提示音结束 目光灼灼地看着对方空地上的那位存在 他骑着一匹亡灵古马 手持长剑 身上穿戴着与骨枪一样坚韧的铠甲 散发着阵阵不祥气息 腐朽骑士 稀有 职业皆九级 正当吴江感叹于对方恐怖的职业等级时 对面的腐朽骑士开口了 挑战者 哈哈 我也有很久没有见过挑战者了 腐朽骑士伸长投在周围 秀了秀 突然双眼睁大 满脸的惊喜 你 小家伙 让你的那位英雄出来吧 我嗅到了同类的气息 强大而充满压力感 哦 这美妙的压力感 真是让我热血沸腾 这是一位英雄存在 吴江心里微微惊讶地看着他 有些琢磨不定起来 嗯 小家伙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快快 我的大剑 已经饥渴难耐了 腐朽骑士冲吴江挥挥手 一副极不可耐的模样 吴江沉吟了一会儿 突然眼珠子转了一圈 生出了一个坏心 想法 那个腐朽骑士 你要跟骨枪战斗也行 起码也得给我一些好处吧 不然 你们光打来打去 多没意思 说实话 吴江还是第一次 跟游戏里面的 NPC讨价还价 但联想到 这是个真实游戏 也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尝试一下 反正试一试 自己又不掉块肉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腐朽骑士不由地 陷入到沉默之中 你这小家伙 腐朽古堡的那位骨 存在 早已为你准备好了奖励 你这家伙 竟然还向我讨要 他笑骂一声 算了 算了 下一位挑战者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就给你些好处吧 说着 腐朽骑士在身上找起来 搞了好半天 才拿出一样东西 扔给吴江 吴江下意识伸手接住 低头一看 腿肚子猛地直哆嗦 物品 腐朽古哨 卓越 简介 腐朽军团的古哨 吹响后 可召唤出腐朽军团 为你作战 持续时间一小时 剩余次数 三分之三 卧槽 卓越层次的物品 吴江惊讶的嘴里 可以塞下个榴莲 这特么 自己就是试试 这哥们是真的给啊 而且给出的东西 竟然是卓越层次的道具 收拾心情 吴江抬起头 也没有再做地旗架之类的 直接召唤出来鼓枪 熟悉的身影出现 两位高品质骑士 相视而立 竟然是中烟骑士 好好好 比老子 还要强大的职业 只可惜 你才区区稀有一星 还差了些 等级也太低了 才职业接二级 想到这里 腐朽骑士 从兜里掏出一顶短剑 上面缠绕着大量的魂力 拿去 提升你的等级 骨枪捡起短剑 看了看腐朽骑士 又看了看吴江 颇有询问的意味 使用吧 得到自家领主的命令 骨枪立即开始 吞噬里面的庞大魂力 恭喜 您的中烟骑士 骨枪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职业接三级 恭喜 您的 恭喜 您的中烟骑士 骨枪 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职业接六级 我尼玛 这把短剑这么猛的吗 吴江这个念头刚浮现 对面那头的腐朽骑士 则是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小家伙 这可是 老子当年斩杀的 统领阶战争名图 手上的配件 用它来提升等级 就是精英阶的家伙 也是能升个两三级 说完 腐朽激动地牵动身下的战马 战马戈登 戈登的踩地 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 来吧 中烟骑士 虽然我现在实力被压制 只有职业接九级 不过杀你 仍旧没有压力 是否开启挑战 是 或 否 鼓啊 准备好了没 鼓枪 哭 准备好了 是 哄 伴随着场内沉闷声响起 一股腐朽气息扑面而来 周围原本嫩绿色的草坪 直接化为枯草 但很快 随着另一股死亡气息迸发 两种不知名的气息 在虚空中不断地摩擦抵抗着 战斗 一触即发 吴将站在外面 看着充斥着大量黑色气体 和灰色粉尘的挑战空间 心里也是无奈的紧啊 因为 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他也可以通过精神链接去了解 可这样 万一让鼓枪分神 而导致失败 可就不好了 四下无视 索性就看看骷髅进化点 心中默念骷髅进化点后 骷髅进化点 18.56 话说下方的骷髅们应该都完成挑战了吧 想到这 他赶紧咚咚咚地跑下楼 再次开启一到三层的挑战 再次回到骨枪这里 发现战斗还没结束 无奈地摇摇头 身为领主大人 耐心是必不可少的 50分钟后 无奖看着又被砍下头颅的腐朽骑士 一个头两个大 这玩意 他根本死不了啊 与无奖的头疼不同 腐朽骑士的头颅反倒是发声笑了起来 爽快 哈哈 不愧是中烟骑士 同等阶位上 果然比老子更强一些 骨枪把他的头颅一扔 中烟骑士笑着把脑袋放回自己的脖子上 而后晃动着脑袋 发出骨骼的碰撞声 卡拉拉 腐朽骑士似乎是个话牢 唧唧喳喳喳说个不停 小家伙 中烟骑士虽然能够战胜我 却无法杀死这具被诅咒过的身躯 不过作为这一层的守护者 我算你赢了 你要努力活下去 努力变强 老子可还等着你杀死我的那一天 老子 等着 借 拖 随着腐朽骑士爽朗的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开始逐渐变得透明 直至消失不见 无奖耳旁立即响起清澈的声音 第一 恭喜完成第七层挑战 是否积蓄 无奖看着状态并不是太好的骨枪 陈鹰片刻还是回答了 否 战胜腐朽其事 骨枪明显已经有些吃力 他们的实力根本不够再上一层 与其浪费机会 不如直接放弃 反正到手的好处 已经不低了 第一 试炼结算中 结算完毕 综合评价 A级 恭喜您获得奖励 魂精X10 小骷髅残魂X5 豺狼人残魂X2 阴影刺客 残魂X1 以及神秘宝箱X1 基础材料 宝箱X1 青铜宝箱X1 吴江只看到树道白光降落 他看也不看一眼 直接收入储物界中 清理收获这种事 还得回到领地再说 随着结算提示音结束 眼前画面一转 人已经出现在一层 网上的路 也已经断绝 见到这一幕 吴江一拍大腿 亏了 亏惨了呀 最下面三层 我还有一次 挑战没刷 想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 平白痛失十几个单位的进化点 吴江顿时感觉心如刀脚 十几个单位的进化点啊 十几个骷髅怪 五六个骷髅守卫啊 虽然心痛 但是已至此 悲伤已经无用 挥手召唤出血力 坐上对方后背 让对方向领地飞回去 在空中的时候 他呼出骷髅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五十一点六 莫名心头一颤 险些掉下去 第五十章 平民玩家的窘境 几经辗转 总算是安稳地回到了领地之内 而自从离开了腐朽古塔后 吴江顿时感觉到 意识模糊了一阵子 但等他恢复过来后 发现自己还安全地 坐在电脑桌前 意识降临状态结束 还好还好 还活着就行 吴江深深呼出一口浊气 不得不说 意识降临情况 是真不行 就说人类脆弱的身体 在面对怪物的吼叫时 容易出现呆滞情况 在面对特殊情况时 这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但这缺陷仅限普通人 至于转值成功的领主 则不在此脸 说到这里 吴江又拿出那块藏宝图 在其中一个资源点打上后 他将目光放在第二个目标 堂堂一位亚龙的宝藏 我不幸连个传承时转值卷轴都没有 把藏宝图放进兜里后 又是一次喜闻乐见的开宝环节 吴江先是取出所有的物品 逐一排列整齐 魂金X10 小骷髅残魂X5 柴狼人残魂X2 阴影刺客残魂X1 以及神秘宝箱X1 基础材料宝箱X1 青铜宝箱X1 首先魂金石块 不多不少 他把石块魂金交给骨枪 让他交给需要提升等级的兵种 相信身为英雄的骨枪 应该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 而后 他则是在祭坛上召唤出五个小骷髅 补充一下自己的兵种数量 至于豺狼人残魂和阴影刺客残魂 说实话 吴江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这两个残魂 采取以物一物的方式 换取突破职业阶的材料 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了 距离新人领主试炼 还有二十天 作为一名励志争夺前一百的领主 需要早做打算 就比如 在领地里 培养出十几二十个职业阶兵种 预备领主兵种等级受限 最高也就是职业阶十级的程度 但根据往年的数据 这个程度根本不够 所以我还需要多培养一些 想到这里 他将残魂放在一旁 拿出第一个宝藏 基础材料宝箱 是否开启基础材料宝箱 是 吴江默念 白光闪现 提示音响起 恭喜 获得木材X100 恭喜 获得锻造石X50 恭喜 获得金属X50 待到提示音结束 吴江立即从兜里 掏出那张快发霉的附魔台图纸 放了这么久 这玩意终于可以用了 奇迹建筑 附魔台 建造要求 魂金X10 锻造石X15 木材X50 金属X20 定 检测到材料已满足 是否建造 是 吴江默念 请选择建造地点 吴江拉动鼠标 最终选择将它建立在 距离祭坛5米外的某个方向 随着鼠标点下 建筑图纸无火自燃 化为一抹光点 坐落在吴江选择的地方 而后伴随着一股犀利产生 吴江身前的材料 快速被吸纳进去 韶青 白色光芒猛然大胜 紧接着光芒退去 一座高1米5 长1米 宽半米的附魔台 静静矗立在那里 附魔台通体暗黑色 上面遍布着大量的符文 它后面有一个巨大的槽口 似乎是用来放置 需要附魔的道具 吴江尝试 将刚到手 还热乎的阴影匕首放进去 眼前立即闪过一条讯息 请放置附魔材料 附魔效果依材料而定 见状 吴江只能把匕首又拿出来 因为他身上 别说附魔材料了 东西都少得可怜 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考虑让骨枪收集相关材料 至于为什么不去俱乐部收购 很简单 因为吴江穷 别看他现代兜里 还有几十块魂金 但别忘了 领地里还有好几个兵种 等待着晋升职业界 孩子们的奶粉钱 这是他能动的 但附魔台的出现 这让吴江脑海中 闪过另外一个念头 骷髅怪们的武器 较小骷髅来说 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硬度上面 还是不太行 而且 每次进化后 装备也会说 带着强化 如果说 我在现实世界为骷髅们 打造一把武器 或者装备 是不是意味着 可以换掉骷髅们本身的装备 从而侧面提升战斗力 吴江越想越觉得 这个计划可行 毕竟兜里 还有三百万 这件事完全可以试试 至于热武器 因为两个世界规则的不同 连打火机带过去 都用不了 还指望能用热武器 想到这 他立即掏出手机 告诉张燕 帮自己联系一下 这方面的人才 而后 继续投身于领地建设中 把剩余的材料交给骨枪后 他继续拿起下一个宝箱 青铜宝箱 是否开启青铜宝箱 是 话音落下 青铜色的光芒闪动 恭喜 获得装备 精致藤甲 优秀 恭喜 获得魔力药剂X5 恭喜 获得进阶能精X1 恭喜 获得奇迹建筑 瞭望台 恭喜 获得魂金X10 提示音结束 吴江手上莫名多了一堆东西 首先他 马上开出来的装备 鉴定 装备 精致藤甲 简介 由黑魔藤编制的藤甲 抵挡一定量的伤害 移动速度正10% 恢复速度正10% 加一速 加恢复的装备 不错 青铜宝箱 不愧是青铜 吴江将藤甲穿在身上 多少感觉身体轻了不少 纵身一跃都能达到9米 最近这段时间 得益于兵种的强化 吴江身体素质提升的相当大 现在有阴影匕首和藤甲后 他自认拥有了一鲲之力 哪怕是遇见大哥布林 都敢过过招 不过 想到周围已经没有了大哥布林 也就没有单挑的必要 吴江脸上 写着大大的从心二字 心平气和地拿起瞭望台 奇迹建筑 瞭望台 简介 建造后可安排兵种助手 视野范围正50% 建筑要求 魂金X5 木材X20 皮革X10 燃料X10 看见又多出的皮革和燃料 吴江欲骂 听说永恒之界是有资源点的 类似于古代打仗时的仓库 如果有机会拿下一个 便可以极大的解决 目前领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可惜附近好像真的啥也没有 吴江叹了口气 顺便把官方奖励的大坟墓拿了出来 奇迹建筑 大坟墓 建造要求 魂金X20 木材X50 硫金矿X50 金属X100 花钢岩X50 吴江 操 怪不得说 奇迹建筑是克老和二代们的专属 就不说其难以获取的问题 光说这建筑材料 都能让许许多多的萌新望而却步 而其中 正好有一个人叫吴江 赶紧把这个看着心烦意乱的奇迹图纸 放回储物界里 吴江来到最后一个宝箱 神秘宝箱上面 默念开启 奇迹宝箱开启后并不是熟悉的白光 而是昏暗无比的黑色光线 但光线不光线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系统提示 定 您获得一封来自神秘剑士的信 嗯 难道就没了 但下一刻 三道紫色光芒闪现 摆放在吴江面前 卧槽 三张传承卷轴 吴江还没来得及惊讶 提示音再度响起 定 请选择 操 还以为是直接送三张卓越层次的传承卷轴呢 原来是选一个呀 吴江摇摇头并没有立马选择 而是看起了神秘剑士的信 这些东西都是一起开出来 说不定人家信里面有提示什么的呢 第五十一章 古刀转直 死亡阴影 是我的朋友 吴江打开信封 发现自己虽然不认识这些字 但却能清晰地知晓 他们所代表的意义 前面的部分序就一扫而过 很快他便找到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有信通关了腐朽古塔的第七层 及以上 那么便意味着 你有资格继承伟大的斯尔曼家族的遗志 接替我的职位 炼气室 第一 发现隐藏职业 炼气室 吴江没有管提示音 继续看下去 伟大的斯尔曼家族 为了抵御外界而来的不祥存在而战斗 斯尔曼家族的每一个族人 都对得起永恒之见 他们勇敢 他们无畏 他们永垂不朽 而那些该死的叛逆者 他们背弃了家族 背弃了族群 甚至背弃了信仰 他们都该死 而你 我的朋友 你愿意继承斯尔曼家族的荣光 为守护整个世界而战吗 第一 发现隐藏任务 斯尔曼家族的遗志 任务要求 斯尔曼家族一生为守护世界而战 他们虽然被灭族 却留下了火种 现在 你将继承他们的遗志 为世界而战 时间 直至世界覆灭 是否领取任务 该任务唯一 这个任务没有时间要求 而且跟领主们的中心任务不谋而合 所以 我接受 叮 恭喜接受任务 斯尔曼家族的遗志 随着提示音结束 信封中猛然蹦出一抹巨大的金光 这抹金光 瞬间没入吴江脑海 甚至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 信封上面的文字消失不见 但很快一排排新的文字 出现在吴江眼前 感谢你我的朋友 你将与斯尔曼一道 永世被世界所铭记 那么 我的朋友 藏宝图的另外一个地方 便是我给你留下的宝藏 里面有我斩杀的一头亚龙 并且 我也将传承留在里面 唯有我斯尔曼家族的印记 才能打开它 去吧 我的朋友 重拾斯尔曼的辉煌 诛灭所有的叛逆者 信封的一瞬间 一股无名之火 便将其焚烧殆尽 至于他本人 则陷入沉思 这玩意一看就知道不简单 而且完成任务极难 而且 对方口中的叛逆者 能够将斯尔曼家族灭族 说不定已经拥有了极强的势力 所以说 我得低调发育 在没有强大起来前 一定要低调 如果被其他生物发现 我与斯尔曼家族有关系 务必斩草出根 灵魂都得给泯灭了 为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后 他继续看向眼前的三张卷轴 不败号角 战士 死亡阴影 刺客 永恒之源 法师 三种职业吗 吴江南南道 我现在的职业基本确定 就是炼气士 那么 在这三个之中 我应该为兵种选一个 思绪至此 吴江不禁沉吟起来 骨枪大量拥有强大的统帅能力 而且 他实力强大 可以算是一个战士 法师主远程 而据说稀有层次的暗精灵 就是法师 所以 法师我也即将拥有 所以说 吴江两将手清点死亡阴影 定 恭喜获得传承卷轴 死亡阴影 卓越 提示结束 一张泛着紫色光芒 周围镶嵌着名贵的五色宝石的卷轴 静静地躺在吴江手上 这张卷轴 如果被九州的新人领主知道 必然引起一阵心风血雨 哪怕是那些成名已久的大领主 怕是都要蠢蠢欲动 因为传承卷轴 比传承时转至卷轴 更为稀有 后者只会给你一个职业 其他关于技能 等级如何提升 完全没有 相当于只给你一个身份 但前者完全不同 它是一个完整的职业传承 里面包含了冥想法 技能 等级提升方式 等等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传承 吴江一斗卷轴 说不喜欢那是假的 如果自己没有获得 练骑式传承的消息 说不定会立马把它用掉 但现在吗 只见他点点头 自言自语道 好才 自然要用在刀刃上 至于人选 吴江转头看向 虽然已经拥有了自我意识 依旧埋头苦干的骨刀 与骨枪和血力不同 骨刀是一个比较沉默的骷髅 他总是能够不遗余力地 完成自己的任务 而且 耐心是相当的足 身为自己的老员工 骨刀身经百战 为领地立下无数战功 吴江是那种念旧情的人 他不会为了说 好好培养一个兵种 而抛弃自己的老员工的想法 所以 这份传承 非骨刀莫属 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52.13 这才多久 又涨了 随着骷髅数量的增加 现在进化点 几乎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缓慢提升 虽然慢 但胜在持久 男人 最重要的就是持久 吴江沉声道 骨刀 听见领主大人呼唤自己 骨刀赶忙来道 单膝跪地 骨刀 酷 主 只见吴江伸出手指 轻点他的额头 熟悉的白光亮起 骷髅守卫 骨刀 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骷髅守卫 优秀 骷髅勇士 优秀 您的骷髅勇士 骨刀 觉醒技能 乱刀 乱刀 短时间内挥出数次重刀 每一刀都附带穿透效果 还没完 提示音结束 光芒退去 吴江再次将手指点在骨刀额头上 骷髅勇士 骨刀 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骷髅勇士 优秀 骷髅消卫 稀有 白光笼罩的身形再次被拉高 来到了两米五 黑色的兜帽将头颅笼罩 原本幽蓝色的魂火 变成新红色 无间不摧的战甲之上 布满了未知的符文 仿佛是冲火焰中重生的不败萧起 您的骷髅勇士 骨刀 觉醒技能 刀芒 刀芒 由大量死亡气息凝聚而成的巨大刀芒 一刀之下 造成大范围 高额伤害 好 总算是有了一个大范围 AOE技能了 无将洗心余色 重重拍了拍骨刀的肩膀 后者起身左右 环视了一番此刻的自己 刀 很闪很亮 假 很硬很强 自己体内的死亡之力不断翻用 浑身充满了力量 如果遇见之前的自己 骨刀有信心 一拳可以干掉二十个 骨刀重重跪在地上 右手抚胸 语气无比坚定道 愿为无主之刀 占尽最后一刻 无将满意地点点头 而后将传承卷轴 递到骨刀手上 刀啊 别让我失望 骨刀颤颤巍巍地接过卷轴 他知道 从这一刻起 领地的心圣 将有一半的任务 落在他的肩上 但他没有丝毫退缩 正好印证了那句话 骷髅从不知何为恐惧 死了 卷轴被撕开 巨大的紫色光芒 将骨刀笼罩 死亡阴影传承 开始了 第五十二章 未知印记 转职过程会持续 一到两个小时 趁着这点时间 无将立即招呼血力 带着他的蝙蝠小跟班们 来到自己面前 滋滋 血力来到后 熟练地露出讨好的神色 脑袋转个不停 唧唧地一直叫 无将拍了拍他的鼠头 看着这一批自己的老员工 龙龄服一 腐蝙蝙蝠五 血服十四 血液进化点 十点八九 经过两天的辛苦积攒 总算是让进化点 突破了两位数 不得不说 白天沉眠极大的影响了 进化点的获取 虽然说腐蝙蝠 比起血服 沉眠的时间会少很多 但这个问题不解决 依旧是个麻烦 我记得血力在子童幽浮的时候 基本可以克制沉眠 保持一天的兴奋 但这玩意号进化点 这条路有点走不通 无将妈撒着下巴 想了半天 也没有个解决办法 索性走一步看一步 他看了眼天色 凑到血力耳边低语一阵 而后又拍了拍他的鼠头 去吧 争取多战斗战斗 闻言 血力叽叽叽地点头 快乐不已 目送他把一堆蝙蝠带出去 无大领主欣慰地点点头 兵种产生了自我意识 还是比较好的 最起码 很多事都不用自己亲力亲为 极大的解放了自己 无将也不担心 血力会把队伍 带到危险的地方去 主要是 这家伙比自己这个领主还怕死 想让他孤军深入 怎么可能 你说他胆小如鼠 他说 这叫稳健 对此 无将也只有回答 啊 对对对 55名骷髅 20名血液 还有20个暗精灵 不知不觉间 领地里的兵量 都快破百了 如果可以的话 无将也想玩一手暴冰流 想要玩暴冰流 就意味着 要大面积 大量地收购残魂 按理说 只要有魂杀 这应该不是问题 但事实却是 残魂掉落率非常低 哪怕是最垃圾的小骷髅 掉落率也只有15%左右 而且 领主玩家无时无刻不再战斗 在这种兵种产出少 消耗大的情况下 残魂几乎是供不应求 这样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下 残魂价格必然疯涨 但九州内 却根本没有这种现象 根据无将获得的小道消息 是九州官方亲自下场 强行压低价格 据说因为这件事 当年可是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大领主都陨落了好几位 为的就是给平民玩家留一条活路 不至于让所有的残魂被财阀施加 大领主领主所垄断 想要大量买入残魂 除了资金更需要有人卖 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就只有等待官方偶尔放出的一些残魂 这些残魂 基本上都是为平民玩家准备的 那些民间势力敢染指的话 必然面对官方的铁血镇压 无大领主一边思考着未来的方向 一边往暗精灵的所在走去 不多时 皮肤深灰的暗精灵映入眼帘 他们大多三五成群 围着一团篝火 篝火架子上面悬挂着树根狼腿 也有暗精灵正拿着几颗不知名的果子 正肯得得尽 在他们周围 有一个个用树枝 瘦皮 草绳编制而成的简易帐篷 其实 单独抛开肤色不说 暗精灵还是挺好的 最起码 这好生养是真的好生养 吃些野果子 吃些没有盐的烤肉 就能生存 收回目光 吴将来到自己清定的队长面前 发现这只暗精灵正在仰望星空 星红的眼眸透露着茫然 鼠标在他身上点了一下 暗精灵进化点8.23 嗯 快两天的积累 总算可以有一名优秀品质的暗精灵了 话音落下 游戏角色伸出食指 点在暗精灵额头上 熟悉的白光闪动 这次在光芒之下 暗精灵的身高 总算被拉长了一些 来到了1米65的程度 暗精灵弓兵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暗精灵弓兵 普通 暗精灵队长 优秀 白光散去 他的身形逐渐显露在眼前 身上的皮衣变得更加厚实 下半身的皮裙被换成了紧致的皮裤 将大腿完全遮掩 只露出点点小腿 腰部多了一柄短刀 这位远程兵种 貌似进化出了近战能力 身后的弓更长 看起来充满了金属质感 上面也出现了少量的符纹 当然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吴将发现他又又白了一些 现在皮肤的颜色属于是灰色 而不是之前的深灰色 如果真的这样发展下去 进化到某个程度 难不成会转白 吴将如是想到 下一刻 提示音响起 您的暗精灵队长 觉醒技能 五连射 吴将看着此刻眼前的暗精灵 微微点头 按照领地的传统 每位兵种第一个到达优秀品阶的 都会拥有一个名字 你这不例外 吴将看了看 暗精灵队长 陈音少许道 你皮肤没那么黑 所以就信 非 寓意着不黑 再加上是黑暗的丑 谐音 儿 就叫你 菲尔 话音落下 菲尔立即单膝跪地 菲尔 拜谢领主大人赐名 嗯 吴将立即瞪大双眼 你会说话 不过很快 吴将发现对方的目光 并没有那种灵动的感觉 之所以能够说出这句话 更像是一段提前设定的程序 只要自己取名 他就会这么回答 不过问题不大 据说 卓越品阶的兵种 或多或少 都会拥有一定的智慧 而且 如精灵这些类人的兵种 其实智慧就比骷髅一类高些 吴将估计 如果是精灵的话 说不定稀有异星 便能够简单对话了 而暗精灵 至少也要稀有三星 至于骷髅 除了骨枪 其他的高低 也得卓越一星都够强 这群家伙本来就没有脑子 只有一团混合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多提一嘴 经过吴将这几天的水 打探 据说精灵一族有个叫啥 生命母树的奇迹建筑 长期居住在里面的精灵 智慧能够得到缓慢的增长 乃至觉醒自我意识 出于好奇 吴将特意问了问 暗精灵有没有类似的建筑 你别说 还真有 根据江南第一深情大佬所言 暗精灵有一个奇迹建筑 黑暗之拳 据说 凡是在黑暗之拳沐浴过的黑暗精灵 都有极大概率觉醒自我意识 还有极小概率提升自身品质 只不过 无论生命母树 还是黑暗之拳 都是可悦而不可求存在 那些顶级大领主都没有 更别提他们这群小萌星了 摇头不再思考这个问题 他用剩下的进化点 在天五名工兵后 又进化出两头骷髅勇士 安排骨枪带领22只骷髅怪出征后 他就要为那些建筑资源而头疼了 为了让自家兵种有一个安稳的后方 吴爸爸可是操碎了心 抬起头 看着骑着马的骨枪 说不羡慕是假的 不过 这也快了 现在领地即将拥有第三个职业界 只要凑够五个 立马起兵拿下哥布林小型部落 我的修炼之路也即将开启 吴江给自己进行了一阵 那Q精神洗脑后 立马逃出手机 钻进论坛 与吴江领地的一片欣欣向荣不同 临江市 九龙酒店内 数名穿着法衣服式的工作人员 不断地在房间内走动着 或拍照 或采集毛发 或收集血液 也就在这时 门口缓缓走进三道身影 正是江上和苏青岩 同行的还有一位 穿着高领大衣的男人 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进门的三人 齐齐皱起眉头 只见一名法衣 脸色凝重地来到三人身前 和之前的两人一样 心脏不翼而飞 另外 说着 法衣缓缓起身 指向尸体的正上方的墙壁 也还是这个符号 三人抬头看去 正好看见一只 用血液绘制而成的眼睛 不含丝毫情感地注视着下方 惊悚 阴森 不翔 高领大衣男人 来到受害者身前 附身观察起来 调查过背景没有 文言 苏青岩立即开口道 副队 受害人名叫徐灵 两个月前获得领主资格 在上一届新人大失恋 获得第八十名的成绩 而后被临江市官方看中 招揽为官方领主 目前就职于官方的三会之一 天地会 昨天还在执行调查任务 结果今天就 三会分别是 夜玫瑰 游侠会 天地会 现在官方组织的领主被杀了 这件事 严重了 第五十三章 世界太平 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罢了 深夜的临江市领主调查局 灯火通明 根据下面截取上来的视频来看 许灵市 昨天下午五点进入的九龙酒店 期间唯一与外界交流的机会 就是他点的外卖 不过 我们的人深入调查了当晚的外卖小哥 基本上排除了对方的嫌疑 直到今天早上九点 负责酒店清理的护工 在长时间敲门 没有人应答后 推开房门 发现许灵身亡 在幽形会议桌上 伤红位于上位 在他的右边有三人 左边则是两位 最左边的下位 是一位穿着红色旗袍 妩媚少妇 他的旗袍 开口直达大腿根处 露出白皙而水嫩的长腿 配合上那双高跟鞋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在他的上方 坐着一名剑眉心目 中年男人 美艳少妇的对面 是一位身着棒球服 扎着高马尾 戴着白色球帽 满满运动感的小姐姐 至于这名运动小姐姐的上方 一位是之前的高领大衣男人 和一位笼罩在法师袍子下的人 话音结束的同时 伤红按下视频暂停键 目光阴沉地看着 在场的其他六人 接着到 就目前现有的情报来看 问题应该出在 外卖小哥送的餐上面 不过凶手似乎知道这一点 提前将其拿走了 也就是说 线索到这里就断了 主委都是官方的精英 是不是该说些什么 作为官方领主 兼职九州领主联盟 副盟主的伤红 他此刻很愤怒 极端的愤怒 竟然有人赶在自己的地盘上 杀自己手下的领主 而且还不止一个 是整整三个 这不仅是在打这位 资深大领主的脸 更是对九州领调局的挑衅 这个藏在阴沟里的老鼠 必须死 伤红的目光 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五人顿感压力骤增 不由地低下了头 唯有美燕少妇皱着柳眉 红唇清起到 凶手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还有就是 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 下面的人查出来了没有 文言 高领大一男人立即回复 杀人动机还不知道 至于这个标志 我倒是有些消息 此话一出 其余五人纷纷投来目光 前阵子美丽国 曾发生过一起 邪恶组织掀起的暴乱 在那些邪恶分子的手上 都吻有这种标志 所以 你的意思是 美丽国的邪恶组织 来到咱们临江市 棒球小姐姐疑惑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高领大一男人道 这时 法袍人插了一嘴 许玲的人际关系如何 近期有没有接触过 什么奇怪的人 还有就是 三位受害者 似乎都是上一届新人试炼的 这里面似乎有什么联系吧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陷入沉默 这些情况目前还在调查 现在人未有突破性进展 就在这时 伤红的电话响了 嗯 是我 对 怎么了 三分钟后 伤红原本就阴沉的脸 此刻更是多了几分凝重 他声音低沉道 这件事很不简单 接下来这件事 就由夜玫瑰的庄禄主要负责 你们尽全力配合 伤盟 这是 名叫庄禄的少妇 脸上满是惊疑 九州北方的空间裂缝更大了 里面甚至出现了 五阶统帅阶存在的身影 那边压力骤增 其他大领主都抽不开身 组织派遣 我去支援 空间裂缝 伤红提到这东西的时候 现场的氛围 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目前 单就九州境内 已发现的发型空间裂缝 已经超过双手之数 这些空间裂缝 连接的 正是永恒之界 在裂缝的那头 有大量的魔物 企图跨越界壁 冲入零星 传播恐惧 肆意杀戮 其中 南方裂缝最为恐怖 据有关消息显示 在那里面 甚至看过六阶 传奇阶的恐怖存在 空间裂缝 每年到了一定的时间 都会发生暴动 最为明显的表现 就是出现强大怪物的身影 为了抵御这群异界的侵略者们 每年都是数之不清的领主们 前仆后继 为了家园战死一乡 用血肉堆砌而成的防御 挡下魔物们的入侵 灵星 从来都不和平 所谓的世界太平 不过是有人在负重而行罢了 而此刻 北方裂缝出现的强大身影 也就意味着 今年的魔物潮 即将来临 伤红缓缓起身 表情严肃道 这件事必须要在半月内解决 遇见无法解决的问题 立马联系我 是 五人齐声道 伤红目光深邃 看向窗外 新人们 赶紧成长吧 留给我们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 回到吴江这边 白色的光团 逐渐散发出深蓝色的幽光 仿佛黑暗中的鬼火 寂静燃烧 突然 幽蓝色光团骤然收缩 紧接着 问 光芒大圣 一道高大的身影 从内缓缓走出 他穿着古时的武士战衣 背后的黑色披风 因为战斗而变得残破 甲骤覆盖全身 独留出一颗笼罩在 东帽之中的头颅 手持散发着寒芒的长刀 于黑暗中 绽放着灵力的气息 恭喜 您的骷髅消卫 鼓刀 晋级升成功 恭喜 您的骷髅消卫 鼓刀 获得死亡阴影传承 获得职业技能 破晓 入微 绝杀 恭喜 您的死亡阴影 鼓刀 觉醒天赋 阴影 技能 灰砍 盾击 乱刀 刀芒得到强化 无将立即将目光 投向古刀的天赋 和专属技能 阴影 天赋 你是阴影的蠢 是黑暗的一份子 在黑暗中 敌人极难发现你的身影 且无法被探测性道具发现 破晓 你的攻击自带高强度穿透 及破膜 在你的眼里 没有无坚不摧的防御 入微 你能够轻易地 看透对方的弱点 以及对方攻击中的破绽 对方浑身都是破绽 绝杀 当你来到敌人身后时 有大概率触发该被动 在绝杀之下 你的攻击无法被闪避 无法被格挡 并有大概率被你一击避杀 刺客 顶级刺客啊 无将看完古刀的技能后 整个人陷入到了震惊之中 不愧是腐朽古塔 这奖励简直是耸人听闻 早知道这玩意这么离谱 当初我就该选择法师的 无将那叫一个悔啊 关键是 谁知道这玩意 竟然这么强 简直是超标了好吧 主 古刀单膝跪地 等待着无将的下一步命令 剑壮 无将从兜里 忍痛掏出五块魂金 递给对方 刀啊 你要好好努力 争取早日到达职业界的巅峰 我的安全 可就靠你了 刀 必不负无主之愿 古刀接过魂金 无将只感觉眼前一晃 然后古刀就不见了 顶级刺客 果真恐怖如斯 感叹完 无将默默点开论坛 第五十四章 物资交易 建筑成型 今天的论坛格外的热闹 无将刚进来 就看见层出不穷的消息 太 我本以为单挑拿下一个中型野怪营地 已经是极限了 没想到蔡坤不是坤大佬 已经单刷大型营地成功 我跟这些大佬比起来 真是蔡坤 蔡 蔡就多练 卧槽 刚才看到红月工会的直播 执剑人 以三十名普通三星兵种为代价 强行攻下一个野外建筑 获得了奇迹建筑 魔法师塔 魔法师塔 是不是那个 可以让兵种进入学习 转职成为法师的那个建筑 卧槽 如果真是这个的话 我特么实名恰宁吗 楼上这不是废话吗 世界上只有一个建筑叫 魔法师塔 魔法师塔 无将难难道 不由得想起自己之前看到的一则帖子 名字就叫奇迹建筑分类 里面将奇迹建筑分为若干类 有防御类 锻造类 生产类和学习类等 其中就提到了一个名叫 魔法师塔的学习类建筑 这个建筑类似于现实世界里的学校 在里面可以定向培养兵种 据说越聪明的兵种 越能在里面被培养成魔法师职业 可以说 这位名叫执剑人的玩家 以后不会缺乏师类兵种了 想到这 无将那叫一个酸啊 这种好事 为啥就轮不到我吗 他正在Emo 突然看见了右下角的一个脚镖在闪烁 这是啥啊 下意识点了一下 立即探出一个聊天框 兄弟再步 怎么样了 卧日 牛逼啊兄弟 新人大比第六 不得了 不得了 大佬竟在我身边 不行 以后我就称呼你为大佬了 大佬球带 大佬 你选势力了没有 我丁家虽然算不算什么顶级豪门 但也算是本省一把 要不大佬考虑考虑 哦吼 大佬 你来新兴俱乐部了 这感情好吧 记得选丁家哦 那可是我专门给你挑的小姐姐 大佬 回我消息啊 大佬 操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别逼我跪着 求你回我消息 从上网下 看完丁华叶发来的消息 吴江不禁有些汗颜 得 自己都快把人家给忘了 嗨嗨 不好意思哈 最近太忙 都忘记登论坛了 吴江尴尬地回来的消息 哪知道对面那边 几乎是秒回 卧槽 大佬 你回我了 不可思议 健壮 吴江顿时语色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但很快 论坛那头的丁华叶 立即发了一个邀请 一夜七次郎邀请您 加入新兴俱乐部论坛群 是否同意 吴大佬 按照要求新兴俱乐部的会员 都需要加入这个论坛群 里面有些资深玩家 有时候会发起任务和资源交易 大佬有需要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 看完丁华叶的解释 吴江几乎是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同意 随着他加入进去后 发现这是一个有着215名成员的群 同时谈出几则消息 玩家夜游审领地 遭遇哥布林小型部落袭击 请求帮助 玩家尽量十二天发起兵种交易台 需要的玩家请 玩家放开那个魅魔 让我来发布悬赏任务 收购魅魔 玩家 吴江一眼看去 从上往下 将近20条公告 而且这些公告 大多是一些请求性的 正儿八经出售东西的告示 几乎没有 而后又多看了几眼 总算是在这个论坛的上面 看到了自己想找的东西 兑换物品栏 吴江轻轻点进去 里面立马闪出许多物品信息 破烂手镯 英雄之症 售价 未知 雷霆之石 道具 售价 五块魂石 翡翠灵液 晋升材料 售价 十七块魂金 近卫护甲 优秀 售价 十块魂金 初级资源箱 售价 二百克魂砂 枪冰残魂 普通 售价 三十克魂砂格 目送匆匆扫过 吴江不由地摸了摸 自己兜里的几十块魂金 自己终究还是穷人啊 而后手指一点 花费二百克魂砂 购买初级资源 宝箱X1 扣除费用二十克魂砂 操 扣了我百分之十的运费 拿火箭送快递 都没这么贵吧 吴江在额头上 擦了把不存在的汗 赶紧将兑换栏插掉 买不起 根本买不起 但为了将自己手里的灯塔 和大坟墓修起来 他想了想还是决定问问丁华叶 虽然问张燕也行 但负责人终究不是领主 打打杂还行 想要解决某些大事情 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助 负责人可以理解为小跟班 就是处理些闲杂小事 正儿八经的大事 还是需要自己做的 这人好歹也是在客老圈子里面混的人 总得知道一些渠道吧 丁少爷 知不知道 咱们私下有什么好一些的渠道 可以交易的 吴江刚发完 那边立即回了消息 大佬还是叫我小丁吧 那头的丁华叶 擦了擦额头的汗 实话实说 官方搭建的兑换物品栏 每次收取10%交易物品 价格的巨线费 确实非常高昂 不过好在 咱们新兴俱乐部的大领主 建造了一个物品传送器 说着 消息中探出一个物品 物品 未命名 简介 一个不知名的道具 拥有双向传送物品的能力 吴江清点这东西 而后提示再次出现 扣除投放费 50克浑纱 操 下一刻 一块长宽高个20厘米 通体由紫檀木制作而成的 单开口木盒 出现在游戏角色身前 吴江赶紧投去目光 在木盒的上方空着的一面 有一层根本看不见的紫色迷雾 与此同时 他论坛界面的右下角 也多了一个 标志 吴江清点这个标志 立即谈出一则消息 是否向一夜七色狼发起交易 吴江点击是 而后对面那头 立即发来消息 大佬要跟我交易 大佬要啥 文言 吴江沉吟了一会儿 便把自己需要的材料 报给了对方 修建奇迹建筑的材料 大差不差 完全不用担心暴露 木材 皮革我这里倒是有许多 至于金属 硫金矿 花钢盐和燃料这个 我帮你问问 其他领主有没有 吴江大概等了 有半个钟头的样子 那头的丁华叶 总算是回了消息 吴 大佬 信不辱命 总算是给你搞到了 很快熟悉的交易提示出现 吴江立即点击了同意 大致估计了一下自己 这批采集的物资 价值应该是 二十块魂金上下 而自己又让别人 忙上忙下了这么久 总不能当铁公鸡 一毛不拔吧 而且 这人明显是一位 可以深交的小伙子 略师小力 收拢人心 思索了片刻 他心中顿时有了决断 将两枚残魂 放入传送盒中 随着双方相互确认后 木盒猛然闪过一抹紫色 大量的光团出现在吴江面前 与此同时 提示音再度响起 奇迹建筑 大坟墓 瞭望塔 以满足建筑要求 是否修建 是 轰隆 轰隆 巨大的声音响起 在吴江预设的地方 一座木头 制成的高塔坐落 而在领地的后方 一个巨型的地下坟墓口出现 不错 另外一边 完成交易后的丁华叶 深深呼出了一口浊气 呼 总算是给这位忙完了 他坐在一块比无将电脑 不知道大多少倍的显示器前 看着那头忙碌着的 众多绿色身影 整个人都略显烦闷 他的领地 虽然拥有近50只大哥不灵 但优秀层次的兵种 却只有三名怨灵 跟自己同阶层的那群混蛋 都培养出优秀三星兵种了 而且 眼看领主试炼就还有十几天了 自己却受制于兵种品阶 这让他极大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官方兑换栏 上面的东西 溢价太高 而想要从其他渠道 收集高品质残魂 太难 太难 世界上的有钱人 不止我一家 根本抢不过那群顶级富二代 平民玩家都羡慕克老 却不知克老们也有烦恼 丁华叶思考了很久 还是没有想出个所以然 但很快 他注意到了传颂和旁的异样 嗯 我不是没有向大佬要报仇吗 他怎么给了 满心疑惑之下 他缓缓上前 操纵游戏角色 捡起地上的光团 鉴定 豺狼人残魂 优秀 豺狼人残魂 优秀 丁华叶 第55章 该算算我的事了 呼 电脑桌前的吴江 重重吐出一口气 手上的奇迹建筑 总算是全部建造出来了 随着灯塔的建造完成 吴江明显发现 将视角拉到最高时 自己的视野更大了 原来将视野拉到最高后 只有屏幕正中心的一个圆 是可以看见的 但现在 整个屏幕都在自己的可视范围内 甚至还能不向周围微拉一下 如果说之前我的视野 是半径为100米的圆 那么现在至少是500米 而且还不止这么简单 吴江敏锐地发现 自己对于周围的感知 明显更强 在黑暗中的 一双绿油油的树桶 虽然看不清楚它是什么 但吴江能感觉出 它应该一头狼 收回感知 它目光往下看去 骨枪盘正坐在一块 巨大的空地之上 手上拿着数块魂金修炼 骨刀则被一群骷髅怪们包围着 它再叫它们制作羽剑 为了更好地利用 骷髅们的劳动力 吴江命令它们 为暗精灵制作羽剑 可惜 骷髅怪实在是太笨 骨刀掩饰了八九遍 它依旧一刀下去 木头断成两半 而后呆呆地看向骨刀 哪怕骨刀此刻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吴江都能感觉到 这满满的无奈 还好 还好我有三位大将 不然我这位领主 不得被契约 看着自家骷髅怪 那拙劣的动作 吴江忍不住抹了一把脸 但很快 它又觉得不对劲 小骷髅和暗精灵们 在巡逻领地 骷髅怪在制造羽剑 骷髅兵在砍木头 蝙蝠们在吸血 血力呢 这个逼崽子 又又又不见了 想到这 它立即动用精神链接 血力 你死哪里去了 鸡 鸡鸡 黑暗的远处传来 一阵叫声 吴江脸色一黑 这家伙又出去鬼混 比自己这个领主还潇洒 鸡鸡 血力剑换两声 而后降落在吴江身旁 张嘴示意着什么 剑撞 吴江伸出双手 做出捧东西的动作 很快 一颗石灰色 表面纹路明显 成人脑袋大小的蛋 落在他手上 什么蛋 这么大 得益于兵种反馈的属性 这颗蛋虽然有些沉重 它却也能稳稳拿着 鉴定 吴江心中默念 生物 蛇兽蛋 稀有 简介 作为战争巨兽的一种 蛇兽蛋乃是蛇人一族的珍宝 每一枚蛇兽蛋 都不可施 卧槽 战争巨兽蛋 我尼玛 看完简介 吴江差点跳起来 战争巨兽 竟然是战争巨兽 这玩意的鼎鼎大名 吴江怎么可能没听过 战争巨兽 顾名思义 就是专门用于战争的巨型生物 这类生物非常巨大 成年时自立起来 体格都不会低于五十米 站在巨大的军队里 就跟擎天柱 站在人群里一个样 城池九宫不下 一尾巴拍下去 城墙都给你拍稀烂 当然 仅仅是战争巨兽 还不至于让吴江爆粗口 让他爆粗口的原因是 这玩意血力 是怎么搞到手的 简介里可是说了 这是蛇人一族的珍宝 不容有失的那种 结果这玩意 现在落在了自己手上 这东西 你怎么搞到手的 吴江反问 文言 血力唧唧唧地叫个不停 一边叫还一边比划 很快 吴江就知道了整个过程 什么嘛 原来是偷来了的 这家伙自从觉醒自我意识后 就喜欢到处去偷值钱的 贵重的东西 怪不得是老鼠的远房亲戚 小事 小事 小个蛇啊 此刻 原本重音声不知何时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爬行类动物 行动时的嘻嘻索索声 吴江放眼看去 树上 石头旁 草丛中 水里都是蛇 密密麻麻 将整个地面都覆盖得一丝不漏 突然 远处默然想起一道隐晦的破空气 搜搜搜 眨眼间 三道白光已来到吴江身旁 速度之快 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米 半米 十五厘米 三厘米 直到最后0.01公分时 定 定 定 清脆的声音不断响起 不知何时 鼓刀已经来到他身后 两把散发着寒芒的长刀 将三道攻击尽数挡下 呼呼呼 吴江重重喘着粗气 差点 就差一点 自己就记了 随着脑海中的惊恐退去 随之而来的是抑制不住的愤怒 究竟是谁 想死不成 与此同时 远处的黑暗中 骤然亮起无数双墨绿色的树铜 这些眼睛层层向蝶 一眼望去 密密麻麻如同潮水般 嘶嘶 蛇类独有的声音响起 在黑暗中 五道巨大的身影 出现在吴江视线里 只见他们下半身 有些比成年人腰还粗壮的蛇躯 长而巨大的蛇尾盘在周围 撑起两米多高的类人影躯体 最上方则是一颗猙獰的蛇头 吴江将目光放在正中心 那个明显最为特殊的蛇人身前 生物 蛇人先知 品阶 稀有 等级 职业阶九级 天赋 智慧 魔法清河 技能 蛇术 复活术 星神攻击 简介 一名强大的本土生物 作为最先拥有智慧的蛇人先知 他已经是一名合格的领导者 而在蛇人先知身后的四头蛇人 蛇人护卫 优秀 职业阶一级 五只职业阶的存在 其中一位更是稀有层次 职业阶九级的蛇人先知 身后还有密密麻麻 一眼看不到头的蛇人 吴将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毫无疑问 这是领地从建立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 吴将视线注视前方 在夜幕的空闲下 让人看不清目光 死死 蛇人先知双手下垂 吐着蛇性子 往前走动了些许距离 人类 把我族的圣物交出来 声音尖锐刺耳 听着有一种针在脑袋里面的痛感 对此 吴将按下心中的愤怒 单手托起蛇兽弹 转而对着蛇人先知道 你说的是 这个 死 死 吴将举起蛇兽弹的瞬间 蛇人先知身后的蛇人护卫 下意识要冲出来 却被他张手挡下 蛇人先知 一脸谨慎地看了眼吴将身旁的身影 他从这道身影上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哪怕他知道对方等级和品贴不如自己 好强大刺客 蛇人先知用冷力的目光 扫尸四只蛇人护卫 后者瞬间搭拉着头 往后退去 人类 交出来 对于你们偷窃我族圣物这件事 本先知可以代替蛇神 饶恕你们的偷窃之罪 如若不然 说到这里 蛇人先知用那双冰冷的树桶 扫尸完整个部落的存在 你们 都得死 吴将文言 双眼微眯 向前一步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只要把这东西还给你们 那么 偷窃蛇兽弹的事情 就一笔勾销 不错 无可以带伟大的蛇神 宽恕你们盗窃的罪行 蛇人先知养天道 好 这就还给你 说完 吴将手臂发力 蛇兽弹飞向蛇人先知 后者立即张开双手 施展一种不知名的魔法 只见一股看不见的风 将蛇兽弹缓缓拖住 而后安全地落入蛇人先知怀中 他仔细观察了一番怀里的圣物 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 又深深看了吴将一眼 既然这样 无便代替伟大的蛇神 饶朔等的罪行 说完 他转身就要离开 但黑暗中 立即钻出一位苍老的身影 处着拐杖 冲他叫个不停 斯斯 他们亵渎我族圣物 必须死 见状 蛇人先知立即反驳 人类身旁的家伙很强 为了圣物的安全 我们必须先离开 否则圣物出了问题 吴等该如何面对蛇神 一听是为了圣物 老蛇人瞬间没了脾气 愤愤看了吴将一眼后 身影引入黑暗之中 也就在这时 吴将缓缓抬起手 慢着 嗯 蛇人先知侧过身子 双眼死死盯着身后的人类 人类 有事 嗯 吴将点点头 而后 退后两步将阴影斗篷穿上 既然你们圣物的事情结束了 那么 是不是应该算一算 你们偷袭我的事了 第五十六章 骷髅们的实例 人类 你想与我蛇人族开战吗 蛇人先知怒吼一声 体内磅礴的魔力倾泻而出 引起周围空气产生波动 形成恐怖的锋利 双手不知何时已经拿起来 时刻准备着 发出灵力一击 该死 这个人类究竟是怎么想的 难不成真的想与我族开战 蛇人先知 看着眼前寸步不退的人类 脸色逐渐难看起来 难道他发现了我的计谋 不 不可能 吴已经势敌已弱 只要等到圣物回归 吴必然带领族人 让这卑微的人类 知道何为敬畏 蛇人先知的想法很简单 这人偷窃蛇人族圣物 早已在必死的名单上 现在的忍让 一来是保全圣物的安全 二来嘛 能够偷袭 为什么要正面战斗 蛇人先知 用冰冷的目光看向吴将 见对方没有接下来的动作 不由得内心轻蔑一笑 卑微而又耗面子的人类 转过身 继续行走 但很快 身后又传来一道声音 我没说 你可以走了 此话一出 蛇人先知勃然大怒 他愤怒地转过头 正好看见吴将戴上兜帽 整个人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周围响起一阵平静的话音 沙 蹭蹭蹭 最先回应吴将命令的 是暗精灵们 那没有温度的剑语 四 蛇人先知轻蔑一笑 就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他们蛇人族的勇士来说 连挠痒都算不上 伴随着 一阵丁丁的声音响起 事实也正如他所料 攻击太弱了 连蛇人自带的鳞片都破不开 但突然 蛇人先知心头莫名发生一阵悸动 他慕然看向自己右侧 下一刻 骨刀身影逐渐浮现 那双幽蓝色的目光 横握双刀 恍若收割生命的死神 思思保护先知大人 四名蛇人护卫 下意识抽出随身的蛇叉 组成一道肉墙 站在先知与骨刀中间 上 蛇人先知道 随着蛇人的四名声响起 四把脆毒的蛇叉 分四个方位刺向骨刀 四面八方 已经被四名蛇人守卫锁定 除了后退 没有第二条路 但作为一名刺客 骨刀怎么可能放弃这个距离 特别是对方 还是一名法师 骨刀正准备抽刀强攻 却得到无将由大脑链接发来的命令 退 骨刀挥舞长刀 将四位蛇人护卫的攻击 尽数挡下 甚至还能在他们的身上 留下一道道深刻的伤痕 突然 虚空中突然凝聚一股庞大的魔力 放眼看去 蛇人先知 即将完成吟唱 一个专门针对刺客的恐怖魔法 即将生效 也就在同时 他浑身莫名站立 仿佛被洪荒猛兽锁定 他抬起舌头 将目光投向右侧 只见一名坐在高大死亡战马身上的黑影 缓缓放下手臂 似乎在刚才完成了什么动作 蛇人先知 树铜骤然收缩 强行中断魔法吟唱 双手交叉护在身前 几乎是同一瞬间 攻击来到 碰 如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 他的身影从原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他身后丛林间 响起剧烈的碰撞声 一击之威恐怖如斯 与之相比 骷髅怪们的攻击 就像是过家家一样 嘶吼 低沉的嘶吼声响起 原本还没有动作的蛇群们动了 他们如同洪流一般 向着所有的兵种涌入 密密麻麻看不到尽头 骷髅们不断挥动长刀 每一刀下去 都会带走三四条蛇的生命 暗精灵射出一根根箭矢 至于血液 也在不断撕碎着蛇的身躯 可惜太多了 蛇太多太多 就好像根本杀不完一般 哪怕骷髅不知疲倦 不知恐惧 但面对爬满身体的蛇群 被限制住动作 空有一身力量 却没有丝毫办法 一个 两个骷髅倒在蛇流之中 他们并没有死 只是被限制了动作 很快 整个领地充斥着大量的蛇 但紧接着 一头高大的马匹 缓缓走出丛林 只见战马上面的骨枪 正单手掐着蛇人先知的脖子 冷漠道 让他们停下 可可可 没用的 蛇群一旦行动起来 根本就停不下来 闻言 天空中缓缓浮现 无疆和血力的身影 无疆看着蛇人先知 嘴角逐渐勾起一抹弧度 既然那群蛇无法控制 那就都杀了吧 话音落下 在蛇人先知难以置信的目光下 骨枪将长枪扔进领地中央 紧接着屡屡死亡之气 从里面一出 但凡碰到这股气息的 蛇瞬间死亡 死亡之气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骨枪张开手掌 对着长枪方向猛然一握 骨枪 嗡 大量死亡气息喷涌而出 瞬间将整个领地内的所有蛇笼罩 三秒钟后 死亡之气退去 原地留下了大量蛇类的尸体 仅剩的二十名蛇人 还在尸体之上 不停地战斗 但面对从蛇尸潮中 爬出的一个个骷髅们 他们太少 也太弱小 随着扑吃 扑吃血肉声音响起 很快 随着大量力气划破血肉的声音响起 一只只蛇人 倒在血泊之中 见到这一幕的蛇人 先知目自欲裂 该死的人类 我认输 放过他们吧 我都认输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个该死的东西 伟大的蛇神 不会放过你的 卑微的人类 该死的人类 啊 不要 放过他们 该死的人类 快让他们停手 快让他们停下 不 不要 孩子们 我的孩子们 放过他们吧 放过他们吧 吴江坐在血泥的背上 冷漠地看着蛇人先知 由最开始的歇斯底里 到现在的绝望麻木 任凭他如何谩骂 如何恳求 他都没有任何其他动作 少情 随着下方最后一只蛇人倒下 蛇人先知 仿佛被抽空了浑身力气 砰的一声倒在地上 至于蛇兽弹 已经回到了吴江手里 作为一名觉醒智慧的生物 他悔啊 为什么不直接偷袭 为什么要保全圣物 为什么要来 无尽的悔恨将他淹没 一如蛇巢 将领地淹没般 吴江看了眼 半死不活的蛇人先知后 向骨枪示意了一个 看住他的眼神 而后观察起了 自身损失情况 他大手一挥 大量兵种整齐战略 发现小骷髅们 遭受的损失最大 25只小骷髅 还剩20只 而且全受了伤 严重地只剩一个脑袋 轻得少了两根手指头 至于骷髅怪们 都还好 只是刀砍卷了 骷髅守卫 则是没啥问题 骷髅勇士 更是浑火意义 一副极为亢奋的模样 真不愧是 是我的骷髅 就是强 在给予了骷髅们 高度的肯定后 吴江又将目光 放在暗精灵上 发现许多暗精灵们 都在处理身上的蛇毒 好在他们生存在 永恒之界里 身体里早已具备了 不少的毒亢 至于血液 一个个正趴在远处的 几头巨蟒尸体上 大快躲移 干 一场战斗 折损我五元小骷髅大将 蛇人族竟强横如斯 蛇人先知 第57章 蛇人先知 可愿坐门下走狗 这场战斗严格来说 还是吴江抢占的先机 蛇人先知 可能到最后都没有想到 吴江竟然有开战的魄力 而且 他来袭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骨枪 这一顶尖战力 至于吴江 为什么开始要视敌以弱 很简单 拖延时间 等待大将回归 而后采取斩首行动 限制住蛇人先知 再用死亡之气 干掉所有蛇 最后内外夹击剩下的蛇人 完美结束了一场战斗 在这个过程中 最令吴江感到神奇的 是蛇人先知 这家伙都被骨枪禁身了 他这个脆皮法师 还死死护着怀里的蛇兽弹 简直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 当然 也有可能是自己 无法理解这种部落 对于所谓圣物的执着吧 就在这时 远处的骨刀 一手拎着两只 只剩上半身的蛇人护卫 来到吴江面前 后者立即示意 扔到蛇人先知面前 蛇人先知见四只蛇人护卫 赶忙上面 发现这些家伙都还活着后 立即试了一招直血术 和缓痛术 而后满是疑惑地看向吴江 这个人类不杀他们 难道是要 人类 你究竟想干什么 蛇人先知 抬起高傲的头颅 闻言 吴江咧嘴一笑 蛇人先知 我要你坐门下走狗 此话一出 蛇人先知 先是愣了片刻 而后 他只感觉冰冷的蛇血沸腾起来 整条蛇暴躁无比 卑鄙的人类 无恨不得抽出你的灵魂 扒皮抽筋 哄 重物扎地的声音响起 骨枪发现这个手下败将 竟敢辱骂伟大的领主大人 直接用手掐着他的脖子 重重砸向地面 掀起一片泥沙 同时把他的脸 按在泥土中 防止这家伙 继续口出狂言 哭 吴江缓缓来到蛇人先知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蛇人先知 你似乎对于自己的处境 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坐我门下走狗 与我签订契约 我就放你 与这四个家伙离开 要么 要么直接杀了吴 思思蛇人一族 永不为奴 蛇人先知倔强道 哼 吴江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缓缓从兜里 掏出奴役圈轴 放在蛇人先知的面前 要么 我强行奴役你 当着你的面 找到蛇人部落 再将他们通通杀光 什么 蛇人先知艰难地 抬起头颅 对上的 却是那双隐藏在东帽之中 黑暗中 只剩一双冷漠的眼神 潜意识告诉蛇人先知 屠戮蛇人一族 绝对不是说手 而且 没有自己的蛇人部落 能抵御住对方的进攻吗 想到这 蛇人先知沉默了下来 奴役圈轴他当然认得 作为蛇人族的先知 蛇人族的长者 那些蛇人们 是他看着长大 娇着变强的 那些蛇人 既是他的族人 又是他的晚辈 更是他的孩子 那一生生先知大人 不仅仅是对他的尊敬 更是一份责任 一份使命 不 蛇人一族 不能消亡在吴手上 也不应该消亡在这里 吴曾向蛇神大人发誓 要带领族人们 获得荣耀 走向辉煌 走向繁荣 绝不能让蛇人一族死在这里 死在这个人类手里 蛇人先知 内心不断挣扎 两久 只见他深深看了一眼吴江 将仇恨深埋于心底 蛇 蛇人先知 斯黛罗普向您 臣服 闻言 吴江顿时露出久违的笑容 拍了拍骨枪 压着斯黛罗普的手 后者会议 立即松开手 同时 吴江拿出匕首 在小拇指上 划出一个小口 印红的鲜血 滴落在奴役卷轴的主之上 又将其 递给斯黛罗普 斯黛罗普 为了蛇人一族的未来 只能强忍屈辱 将血滴在奴旨上 随着卷轴 闪过一抹血色光芒 化为一个晦色的符文 没入斯黛罗普头颅之中 刻印在灵魂之上 这意味着 斯黛罗普将永远是 吴江的奴仆 直到灵魂泯灭 感受到脑海中 多出来的那抹感觉 吴江心情大好 斯黛罗普的一切念头 都在吴江的掌握之中 吴江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斯黛罗普 灵魂泯灭 这种掌握 其他生物生命的快感 简直令人沉醉 不对 怎么感觉 我像一个邪教头子 吴江一拍脑袋 将自己拉回现实 只见他看着眼前的 蛇人先知斯黛罗普道 把你的手下治疗好 然后跟带着他们 回到你的部落 献上蛇人族的财富 文言 斯黛罗普不断吐着蛇性子 显然是愤怒不已 这个人类果然贪婪 竟然还要蛇人族的财富 但念头浮起瞬间 灵魂便传来一股剧痛 就好像被一双大手强力撕扯 他转头目光 正好对向吴江 那双冰冷的毛子 斯黛罗普话我不想说两遍 如果再敢违逆我的命令 死 文言 斯黛罗普恍如冷水泼下 只感觉整个蛇区冰冷无比 是 人 斯黛罗普刚想说人类 正好看见吴江那微秘的目光 赶忙改口道 是 我的主人 主 蛇人口服心不服 枪担心这只蛇人会 暗中威胁主的生命 目送斯黛罗普带着四个蛇人离开 骨枪来到吴江身旁 劝见道 吴江文言 目光依旧平视前方 枪啊 他拍了拍骨枪肩膀 你和刀和骷髅们才是我的底气 仅仅一个蛇人先知 有奴役卷轴在 还翻不起什么大风浪 你多盯着点 至于其他 胆敢谋反者 杀 是 送走骨枪 吴江缓缓收回目光 枪说的不无道理 蛇人先知口服心不服 毕竟强扭得瓜不甜 奴役卷轴 虽然能够奴役其他生物 但却无法改变其思想 生有反骨 彻底摆烂的兵种 吴江又不是没听说过 据某些大领主反映 奴役卷轴 奴役而来的兵种 没有智慧还好 有智慧的家伙 会玩躺平 对于领主的命令 他们不反抗 而是采取摆烂的态度 属于是啥也不干 你要折磨我 那就折磨吧 反正我也无所谓的态度 为了避免蛇人出现 这种情况 吴江直接以覆灭蛇人族 来要挟对方 虽然手段算不上光彩 但对于斯黛罗普来说 却是正好 这位蛇人族的先知 对于蛇人族尤为看重 几乎成了齐软肋 不过逼急了总归是不好的 可以考虑给点好处 想到这里 吴江妈撒着下巴 他从兜里 拿出这次掉落的残魂 蛇人残魂X3 太少 没啥大用 而且 吴江也不准备培养蛇人 好处的事情以后再说 现在先看看进化点情况 骷髅进化点 18.89 血液进化点 19.32 暗精灵进化点 5.5 骷髅进化点 全部用来进化小骷髅 血液进化点 留着给血力进化 暗精灵吗 吴江招呼过来5只暗精灵 在白光之下 又添加了5只暗精灵弓兵 而后等了一阵子 凑齐20个单位的进化点 将小骷髅们 完全进化成骷髅怪后 领地共有 鼓刀和鼓枪 鼓三 三元稀有一星的兵种 除此之外 骷髅勇士2 骷髅守卫5 骷髅怪41 血液不说也罢 暗精灵队长1 暗精灵弓兵15 暗精灵4 接下来 我应该召唤一批小骷髅 充当后勤 让骷髅怪们 尽早进化成骷髅守卫 想到这 吴江拿起手机 拨通了张燕的电话 自己这位负责人 这几天也没个姓 不知道在干啥 自己让他联系几个住气师傅 到现在还没消息 第58章 暗流 深夜 临江市的老城区 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一名黑衣人 来到角落的上方 头颅微微低下 别玩了 官方的人快来到了 话音落下 下方是一位 穿着红色短袖 体型壮硕的男人 只见在他的身下 一名长相娇好的女人 正目光呆滞地看着夜空 他衣衫不整 身上遍布伤痕 双手双脚 已经被这个男人扭断 连下巴也被卸脱臼 只能发出乌声 下方的男人 文言 停下动作 而后起身穿上裤子 嘿嘿 不愧是玩家 就是比那群给钱 救上的得尽 男人迎邪一笑 男人满是横肉的脸 看起来尤为令人恶心 呸 这群家伙 真是狗鼻子 横肉男按骂一声 而后在女人绝望的目光下 扭断了他的脖子 做完这些后 他就好像是杀了一个蚂蚱 魂不在意 一步跳到黑衣男人身旁 走吧 两人快速离开现场 在路上黑衣男人 递给横肉男一张纸 这是组织这次的任务 黑衣男紧了锦衣领 最近官方似乎有了线索 为了干扰对方 这次的目标 是那些世家财阀玩家 不过你也不必担心 考虑到你的实力 这次我特意给你挑选了 几个不错的平民新人 哦 多不错 横肉男饶有趣味道 都是天才 黑衣人道 嗨嗨 老子最喜欢杀新人了 横肉男舔了舔嘴 但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表情瞬间变得严肃 另外 杀我兄弟的人找到了没 老子可还等着给他报仇 咳 黑衣人尴尬地咳嗽一声 因为周长死得太奇怪 又加上最近官方查的警 组织也没有查到 杀周长的凶手 但为了稳住这位 他眼珠子一转 语气极为肯定道 情报上说 就在这批新人里 横头男文言 瞪大双眼 紧紧握住纸张 两人离开后不久 一行人员匆匆赶到 带头的正是夜玫瑰的领头人装露 除他之外还有乌江的老熟人江上 高领大衣男人 和一个光头壮汉 看到现场的惨状 几人怒火中烧 碰 一位身形高大的光头 一拳砸穿旁边的墙壁 干奶奶的 这个狗东西真是个畜生 庄露则是脱下身上的大衣 为受害者盖上 并默念一定帮你报仇后 合上了对方的双眼 江队长 开始吧 话音落下 江上从怀里拿出一块木牌 输入魔力 现场立即浮现出刚才的整个场景 只是场景比较模糊 也没有声音 又是这两个狗砸碎 要是被老子抓住 老子要碾碎他的每一根骨头 光头难骂完 就听见庄露开口道 江上处理后续 南昆召集人手 其他人跟我追 毒 毒毒 清脆的敲门声响起 吴江立即从电脑桌前起身 去开门 房门打开 一道充满成熟韵味和靓丽感的身影 出现在门口 张杰请进 吴江挑了挑眉 暗叹 美的人怎么都美 采集工作完成得怎么样 还不等对方开口 吴江直接一句话 让对方无话可说 文言 张燕白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走进吴江房间里 找到沙发 一屁股坐了上去 感谢吴大领主 给我这个老女人一份好工作 信不辱命 收集到了不少东西 张燕美好气地说着 同时拿起自己的LV包 从里面拿出许许多多的光团 吴大领主给我的残魂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总共卖出三块魂金 另外 为了感谢吴大领主的选择之恩 我呢 托家族里的人 特意将三块魂金 换成了等价的东西 其中包括小骷髅 残魂20个 血液残魂12个 暗精灵 残魂20个 再有就是一份进阶材料 翡翠纸 说完 他将东西一股脑 推到吴江身前 后者笑呵呵地收下 不错 有个帮忙的就是好 两天时间搞到手这么多残魂 残魂收集不容易吧 也没啥 也就是坐飞机几个小时 跑到了北方的城市 然后又出了汤国 买了十个血液残魂 吴江听出了对方话语中的 打趣意味 赶紧安慰道 辛苦了 如果吴大领主觉得 辛苦我这个老女人的话 可不可 让我渐渐大块头 得 果然来了 吴江抬头 正好对上张晏那双七季的目光 嗨嗨 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他比较忙 想要见面 还得等上一等 张燕 真的 吴江点点头 这就要看张负责人的敬业程度了 文言 张燕瞬间站立起来 做出一个不标准的敬礼姿势 保证完成任务 吴江 这位27岁的老女人 还真是人老心不老啊 吴江把东西投影到永恒之界后 又从兜里掏出十块魂金递给张燕 张姐 最近我对骷髅的需求比较大 这批魂金全部用在采集骷髅上面 兵种不仅限于小骷髅 这次侧重于法师方面 懂吗 见吴江那副郑重的表情 张燕没来由地收起了刚才的玩闹之心 好 点点头收下魂金后 他想了想 还是决定说件事 十块魂金可是一笔大买卖 这么大的购买量 如果你可以一直保持的话 我可以通过国外的朋友 给你联系一位专门售卖骷髅系列 残魂的商人 毕竟 我们国内几乎没有领主降生在死亡平原 反倒是国外的某个国家 有不少领主降生在死亡平原的 死亡平原可是生产骷髅的地方 里面的骷髅数量 跟万森大陆哥布林的产量差不多 你还有这种渠道 吴江有些惊喜 小看老娘 想我天生力至 要知道 当年我可是美丽国某佛大学毕业的博士 一路跳级上去的 人脉可不是一般的广 说着 张燕骄傲地挺起宽广的胸脯 真广 吴江说的是人脉 而后他综合考量了一番自己的情况 新人试炼在即 我最近的任务主要在提升现有兵种上 而且 手里的魂金最近消耗的也有些大了 陈寅些许 他还是告诉张燕这件事 等到领主试炼结束再说 张燕文言也就不再多言 毕竟 这是对方综合考量后做的决定 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三张名片 这三张名片都是我托朋友得到的 都是国内最好的铸造师傅 打造了冷兵器几十年 可以说经验相当丰富 值得信赖 说完 他把名片推到吴江身前 辛苦了 吴江拿起名片 塞进兜里 然后见四下无事 便将对方请离 直到张燕来到门口 突然想起什么 多提了一嘴 对了 公司的人士那里 还缺一份你的辞职报告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补上 这样还能领取一笔补贴哦 吴江 知道了 第五十九章 暗中窥探 清晨 吴江睡了一个大大的懒觉 直到太阳晒屁股了 才终于从床上爬起来 洗脸刷牙后 看了眼时间 九点四十五分 嗯 一觉睡了这么久啊 匆匆下楼 买了罐八宝粥 应付了早饭后 他又来到电脑桌前 又是扩充军备的一天 随着屏幕视线的放大 领地的兵种们 正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自己的工作 没有惊动任何人 吴江独自一人 走到祭坛之上 随着阵阵晦涩 难懂的咒语响起 小骷髅加二十 暗精灵加二十 目前领地的兵种破败 到了现在的一百四十元 放眼看去 偌大的领地头颅涌动 一个个身影不断变化 这都是我吴某人 努力的结果呀 进化点 加点 骷髅进化点 十三点五六 按照我的计算 不战斗的情况下 普通一星兵种 加零点零小时 普通三星 加零点零二小时 剩下的兵种 以此类推 这么算下来 骷髅系列兵种 大概每小时加一点四十一 昨天吴江熬夜到一点半睡 到现在九点半 共计八小时 算下来 也就十一个单位多的进化点 配合上偶尔冲进来的野怪 十三点多的进化点 也在意料之中 吴江并没有急着加点 准备凑一凑进化点 让古三进化为骷髅消位 再加上进阶材料 领地中 就可以拥有第五位职业阶 稀有一星的骷髅消位 突破个职业阶 还是没多大问题的 而且还是 在有突破材料的支持下 十拿九稳 时间飞逝 吴江抽了个空 网上复制了一篇辞职信 按上手印后 亲自递交给公司 从而得到了2000块的辞职补贴 少吗 作为一个勤俭持家的男人 要懂得资助比较 这可是足足2000块大样 泡面4.5元一桶 都可以买444桶了 于是乎 吴江乐呵呵地 拿着2000块钱 回到自己的小窝 可能 我说可能哈 有机会换一个大别墅柱 吴江看着自己的小窝 又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 开门 关门 突然 在关门的瞬间 他莫名感觉到了一道窥探的目光 下意识侧头看去 结果啥也没看到 难道是最近休息好了 有些精神过剩 想不通 吴江就不想了 接下来的时间 他全城督战 下方则是由骨枪和骨刀带队出征 值得一提的是 吴江发现自己的进化点 无法作用在蛇人族身上 对此 吴江也能理解 一个被奴役的蛇人先知 对自己属于是敌视状态 又不是自己人 能用才怪了 并不过多在意这个东西 反倒是最近领地 外界野怪的汇聚速度 逐渐快了起来 永恒之界 毕竟是个世界 不存在一个地方怪物清理后 就再也不会出现的情况 当其他地方的野怪 发现这里有屋主之地后 会迅速朝这头聚集 逐渐汇聚 发展成为营地 甚至是部落 故此 哪怕骨枪天天带兵出征 也还有不少野怪会冲进领地作乱 时间飞逝 两天后 吴江从外面买了一桶泡面 并加上了一块鸡腿 直到他进门的瞬间 熟悉的窥视感再度出现 这已经是这两天来第四次了 不对劲 吴江目光扫视过周围的建筑 心中不免浮现一股不好的预感 自己被人盯上了 是谁 难道是官方 不可能 我良明一个 官方完全没必要监视我 难道是俱乐部的 也不可能啊 俱乐部监视自己干啥 突然 吴江灵光一闪 想起来之前被自己因死的周长 难道对方身后 还有什么神秘事例 吴江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但目前 自己还有事要做 想到这里 他一头钻进房间 电脑屏幕上 此刻领地内的兵种格外的齐全 三类兵种分站于两侧的中间 等待着吴江大领主的检阅 吴江放眼看去 精神不错 快速三连点后 三类兵种的进化点 出现于眼前 骷髅进化点 73.12 血液进化点 38.56 暗金灵进化点 30.21 四 吴江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 不禁感叹 兵种多的好处 可惜 鼓腔要81个单位的进化点 不然真想看看 稀有三星的他 心中难难玩 吴江率先将手点在鼓三头上 随着白光散去 领地有多了一位 稀有一星的兵种 骷髅消卫 而后在鼓五六身上一点 进化点瞬间缩水18 白光散去 增加两只骷髅勇士 剩下的进化点 分别进化出 9只骷髅守卫 和一只骷髅怪 自此 骷髅系列结算完毕 在递给鼓三两份 进阶材材料后 吴江便遣散了骷髅们 接下来的目光 放在暗金灵上 30个单位的进化点 再攒攒 我完全可以培养出 一个高品质暗金灵 但这对于目前的我来说 没有意义 暗金灵射手作用 在于远程消耗敌方兵种 所以 我需要大量的弓兵 于是乎 他直接花去24个单位进化点 将暗金灵全员 进化成暗金灵弓兵 剩下的六点 则再添两位暗金灵队长 自此 暗金灵进化结束 目光来到血力身上 叽叽 似乎察觉到领主大人投来的目光 血力高兴地手舞足蹈 是要给我进化了吗 肯定是了 伟大的领主大人 要进化他最强的座棋了 想到这里 血力心里那叫一个高兴 却听见吴江的声音响起 血力此子天生反骨 不培养也罢 血力 警号 叽叽叽 不要啊 领主大人 血力我呀 最听话了 绝对没有天生反骨 最多也就一点而已 看吧 孩子急得 都在原地转圈圈 见状 吴江心为地点点头 血力天生反骨 一天不下下他 心里都不安稳 不过 看在你当做妻有功的份上 就再培养一下你吧 血力 领主大人 还是爱我的 随着游戏角色的手指落下 熟悉的白光 将血力笼罩 在光团之中 他的身影没有再度变大 反而是急速缩水 逐渐变成比吴江要矮一截的人形态 吴江 烧情 白光散去 原地出现了一个身高一米 穿着小型红色燕尾服的小孩子 小男还有些一头白发 红颜尖尔各两颗长牙 最为标志的还是身后那双蝙蝠翅膀 龙灵符 血力 受到神秘威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龙灵符 优秀 血腥难绝 稀有 血腥难绝 血力 获得技能 置换 觉醒天赋 血迹界限 置换 技能 你的双眼拥有将他人拉入幻境的能力 幻境持续时间及敌方陷入程度 是施法者 魔力而定 血迹界限 天赋 作为高品阶血液都拥有的天赋 只要心脏不被击碎 便无法杀死你 并可以通过血液感染的方式 发展眷属 看着眼前只有一米高的小皮孩 吴江无奈地抹了八脸 草 又是最烦人的小皮孩 把剩下的进化点 全用在进化血浮身上后 吴江就让血力带着这群家伙离开 至于他 想到这里 吴江不由地将目光从电脑屏幕下挪开 看向某个方向 是时候该解决这只老鼠了 吴江可不想在自己进攻哥布林部落的时候 被人破门而入 到时候两界受敌 说不定得记掉 拿起一旁的挂有勋章的隐身斗篷 关上灯 他的身影即刻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六十章 名为招揽 也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的某个阳台上的漆黑身影 逐渐探出头来 黑影看着对面陷入黑暗中的房间 不禁陷入思索当中 这么早就关灯 难道是发现我了 旋即摇摇头 一个平民新人罢了 就算有些能耐 拿下第六名 实力也是有限 发现我 可能吗 黑影不禁为自己的猜想感到好笑 左右不过是一个发育半个月不到的新人 难不成真能发现自己 这位资深玩家 正当他准备上前一探究竟时 耳旁的特质联络器响起声音 杜老三 你那边解决没有 解决了就快来帮老子 这边的家伙有点扎手 耳旁的话音消失 黑影深深看了眼吴江的房间 还是决定先去支援 至于这小子 到时候集他们两位资深玩家之力 就不幸一个新人还能翻天 想到这 黑影转过身 身形跳跃之间 很快引入黑暗之中 在黑影男人的背后 正有一道毫不起眼的阴影 也在跟着对方 吴江一路跟着黑影男人 但不得不说 资深玩家就是资深玩家 光体力上就胜过自己不少 为了跟上对方 他都干了两瓶恢复药剂 而且 这人走的地方 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监控 走的路 那是一条比一条偏僻 专门往角落投钻 还没到吗 吴江看着远处的身影 再次从怀里 逃出一瓶药剂 也就在这时 前方的黑影突然停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 他赶紧把药剂揣回戒指里 向前方看去 这里杂草丛生 如果不是 旁边还有这一座破旧的厂房 吴江都感觉自己 走进了深山老林 漆黑一片 荒凉无比 突然 伴随着哒啦声响起 远处的破旧厂房中 新处的某个车间 突兀地亮了起来 黑影男人见状 也立即转换方向 向着那头跑去 而且 似乎是出于谨慎还是怎么的 这家伙几乎是一步三回头 生怕被发现的一副做贼模样 不过好在在勋章加持下的 隐身斗篷足够给力 完美地将吴江隐藏了起来 小子 你的狼骑士 似乎也不怎么样啊 轰隆 伴随着话音的结束 一道巨响声传来 黑影男人闻言 心头不由地生出些许不满 组织安排这种话多的人给自己 难不成是想搞死自己 作为混乱阵营的一员 男人深知 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 结果好巧不巧 周莉这家伙就tm话多 赶紧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然后立马跟周莉这个白痴话 开界线 黑影男人心底暗骂一声 身影闪烁之间 便出现在了战斗中心 等男人离开后 原地缓缓浮现出吴江的身影 他看着男人去向的地方 心里不由地泛起了嘀咕 自己是去呢 还是不去呢 说实话 作为一个曾经的资深读者 吴江是不想参与这种闲事的 但没办法 这家伙似乎对自己 有些别样的想法 吴江还不会天真的以为 这家伙守在自己家外面 监视自己好几天 只是因为自己帅 为了多看自己几眼 这些家伙明显是来者不善 想到这 他平静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冷意 他下意识拿起手机 准备给警察叔叔扣电话 自己不愿意卷入其中 倒是可以借他人的手 干掉两人 但直到快按下拨号键的手时 却停了下来 或许自己应该打给江上 正当他说好号码 准备拨打电话的时候 身后突兀地产生一股魔力波动 没来由的吴江 只感觉背后汗毛杂力 致命的危机感将他笼罩 草 被发现了 来不及管其他 他立即抽身躲避 轰隆 火光散尽 他刚才站着的大树 此刻已经被轰成碎屑 点点火焰 仍旧附着在树根之上 嗨嗨 想不到 竟然有老鼠跟过来了 点点火光 照亮了对面的黑影男人 他手持一杆缠满暗紫色木藤的法杖 浑身笼罩在黑色的魔法袍之下 露在外面的手掌 干枯而蜡黄 随着这阵魔力波动 吴江才终于发现 周围笼罩着一个 自己看不见的魔法屏障 似乎 自己刚穿越的屏障的时候 就被对方发现了 想到这里 他不禁心头微沉 好在还能感受到脑海那头与骷髅们的联系 让他心头烧暗 砰砰 两刀巨响声落下 很快 一鸣脸上满是横肉 他鼻梁后嘴唇的丑恶男人 落在黑影男人身旁 嘿 想不到还要送上门的 周立伸出舌头 舔了一把手上的匕首 不久后 另外一个浑身是伤的身影 走到吴江身旁 这人浑身笼罩在西方假皱之下 手持骑士长枪 站在吴江身旁 几乎跟他一样高 走起路来都是哐当 哐当的响得不停 这是 玩家 吴江看着身旁的人 下意识往另一侧退了两步 没办法 主要是分不清对方是敌是友 他的动作 也让这位西方骑士打扮的玩家 感到困惑 难道这人不是来支援自己的 呵呵 原谅我邀请的方式 有些粗鲁 但该说不说 我还是觉得 给两位一次机会 如果两位愿意加入我们组织 或许可以留得一条命 黑影男人说话 颇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高傲感 仿佛吴江两人的小命 就在他一念之间 与此同时 周莉拍了拍手上的匕首 之前刚买了两个硬骨头 你们两个如果想去陪他们的话 某人还是很赞同的呢 闻言 吴江看了眼右侧的西方骑士一眼 正好见到对方投来的目光 那是一双浅金色的瞳孔 这人 似乎是一名中西混血 小子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要么加入我们 要么 周莉一晃匕首 死 面对周莉那挑衅时的话语 笼罩在兜帽之下的吴江 忽然笑了起来 自己似乎被威胁了 想到这 他不禁有些好笑 如果我不同意加入你们呢 此话一出 对面响起阴侧侧的笑声 小子 你觉得还有机会吗 只见在阴影男人身后的黑暗中 缓缓浮现出两道身影 其中一位漂浮在空中 身体介于虚幻与现实之中 手持一把长帘 散发着阵阵恶意的兵种 邪灵 优秀 职业阶七级 另一个 则是一名拿着修长踢骨刀 长得像个替病毒 感染体丧尸似的 恶心人形怪物 尸毒感染者 优秀 职业阶八级 健壮 吴江不禁双眼微眯 眼前这两人不出意外 也是两名职业阶的转职老玩家 配合上两只职业阶的优秀兵种 不得不说 遇见真的行人领主 还真就是碾压 框框 吴江思考的时候 身旁的西方骑士 两步走到他的前方 将他护在身后 等会我会全力拖住他们 你抓紧时机赶紧跑 从这里一路向东 就是临江市领主联盟分部 去那里迅速帮助 慈性的男声音 在脑海中响起 吴江眉头一挑 反问道 你呢 我 他轻笑一声 仿佛想起了什么 盔甲下的脸上 浮现出炸裂般的杀意 我要让这两个狗东西 死 第六十一章 静咒 绝望 看来 双方应该是死仇状态 吴江脑海中 闪过这个念头 但为了防止 这是对方给自己设计的圈套 他还真就往西方骑士身后退了几步 做出一副随时都能跑的架势 男骑士用余光瞥了眼他 不由的心中叹息一声 终究是我是想多了 还以为是来了个帮手 收敛心神 他将目光投向眼前的横肉男人周立 明教复仇的火焰 瞬间在心底疯狂燃烧起来 这么说 你们是拒绝了 黑影男人 语气不善起来 话音落下 骑士立即以长枪回应 只见他猛的一跺脚 周围稀薄的魔力 快速向其涌入 在这股魔力的灌输下 他浑身甲皱 发出灿灿金光 骑士冲锋 他手持长枪 气势如虹 如一辆战车般 向前冲杀而去 但对面的黑影男人早有准备 只见他挥挥手 竖道土墙树立起来 挡在两者中央 土墙虽然无法抵挡住骑士的冲锋 但那些泥土 却如同有沾水般 附着在骑士身上 一毒 两毒 直到最后 他的身影被大量泥土包裹 魔力耗尽 也没来到黑影男人身前 哼 骑士男大喝一声 发动第二个技能 荣耀之光 附着在身上的泥土 速速掉落 但与此同时 三道身影也来到了他周围 砰砰砰 金属猛烈撞击的声音响起 眨眼间 骑士男的身影倒飞而出 落在吴江身前 这位勇猛的汉子 似乎并不是对方的对手 而且 腹部的装备被打凹陷 腿上留下了一道窝口 上面一片漆黑 显然是附着上了尸毒 呼呼呼 沉重的呼吸声响起 他的情况不容乐观 但即便如此 对方却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三道篮球大小的火球 飞射来 骑士拿起长枪横挡 轰轰轰 炸裂声响起 火光之中突然闪过一道黑影 手持匕首的周莉 不知何时来到了他身旁 噗哧 噗哧 利刃划破血肉的声音响起 这位职业界的老玩家 似乎是一名战斗老手 他精准地从盔甲的缝隙之中 对骑士男造成巨大的伤害 呼呼 挥刀速度几乎化为残疑 周莉宛若风魔一般 死死死 给老子死 直到某个瞬间 他抓住机会 一刀刺向骑士的眼眶出的空隙 但突然 砰的一声响起 一道护照将它护在其中 放眼看去 只见他手里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块木牌 显然 这块护照 便是这个道具的结果 乌龟壳罢了 给老子破 现场只有周莉在进攻 至于另外两只兵种个黑影男人 似乎只是用来掠阵 防止吴江两人逃跑的 见到这一幕 躲在护照里的吴江知道 该自己出手了 你怎么还没跑 骑士男强忍疼痛 挣扎起身看着吴江 他此刻内心非常绝望 自己是逃不出去了 而且这个新人 似乎也要跟自己陪葬 一股深深的无力 将其笼罩 就像自己虽然空有一身实力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自己妹妹死在眼前 回忆起曾经那张可爱的脸 他目光死死盯着外面的男人 妹妹别怕 哥马上就帮你报仇了 说着 他正准备动手解开护照 拼死也要拉着周莉一起死时 却被一只手拉住 什么 骑士男侧头 看向身后笼罩在斗篷中的人 对方似乎是一位年纪不大的男子 只见他缓缓 从斗篷中拿出一瓶恢复药剂 拍了拍他的肩膀 剩下的交给我吧 吴江一把拿过木牌 随着他向里面注入一些精神力 周围的护照瞬间消失不见 外面的周莉健壮 脸上立即浮现一抹残忍的笑容 死 但还没等到 他有下一步动作 身后传来黑影男人的声音 小心 周莉几乎是下意识转动眼珠 却发现不知何时 一道巨大的身影来到自己身后 两把寒光灵灵的长刀 已经将自己所有生路都封死 什么时候 周莉百思不得其解 亡魂大冒 蹭 蹭 黑暗中闪过两道白芒 周莉的身体由脖子和腰部被展开 预想中的鲜血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她的身影逐渐变得虚幻 而后消失不见 当虚影消失不见的同时 距离无将二十米外的某个地方 周莉的身影突兀地出现 只见她正用手死死捂住肚子 在她肚子上有一道巨大的窝口 鲜血鼓鼓而流 而她手上的一个稻草人无火自燃 化为飞灰消失不见 物品 替死稻草人 简介 可以替使用者 遭遇一次死亡 操蛋 还看着干什么 给我上啊 周莉怒吼一声 鼓刀的出现 给她带了死亡的阴影 这让这位杀人魔 直接恢复神志 心拔凉拔凉的 再没有半分封魔 好 呀 两道叫声响起 邪灵和尸毒感染者 呼啸着冲过来 见状 吴江冷喝一声 枪 郁郁 高亢的马鸣声响起 只见黑暗中 一道极为恐怖的身影 冲出树林 她浑身沐浴着死亡之力 回吴的身影 让人难以直视 她手持长枪 随着一股令人战力的死亡之气 疯狂涌入其中 而后 猛地智出 如黑夜之中的流星 惊鸿一现 下一刻 长枪贯穿了 尸毒感染者的身体 恐怖的尸毒在死亡之气下 甚至没有撑过两秒 直到现在 其余三人才施展鉴定术 中烟骑士 稀有 职业街七级 看着那红彤彤 中烟骑士四个字 三人哪里还不知道 这TM是英雄 稀有层次的职业街英雄单位 三人 跑 黑影男人 没有丝毫犹豫 招呼了邪灵一声 扭头就跑 一名稀有层次的 职业街高级英雄单位 就凭借他手上的 这几个兵种 根本不是对手 更何况 死亡阴影 稀有 职业街二级 他乃哪个头 这TM是新人领主 给老子情报 那个小逼崽子 别让老子活着回去 不然老子干死你 黑影男人 在心里破口大骂 但他的反应速度虽然快 但也绝对没有 身为刺客的骨刀块 眨眼间 骨刀已经跨越百米距离 来到他周围 散发着致命气息的长刀 仿佛是死神的咆哮 草 草 草 黑影男人破口大骂 也顾不得什么 眼貌狠利 咬破舌尖 一股鲜血喷在法杖之上 鸿芒大胜 静皱 血顿千里 大量的血色快速浮现 不过瞬间 即将将黑影男人包裹完毕 但也在这时 血色包裹的速度 陡然一致 而后扑的一声 化为虚无 黑影男人绝望地抬起头 在他正前方二十米开在 蛇人先知 缓缓放下了双手 他还来不及有接下来的动作 骨刀的刀 已经来到面前 第六十二章 你可以称呼我为 K先生 当了 清脆的碰撞声响起 刀被一层暗紫色的护照 挡在外面 哪怕骨刀已经在一个地方 挥舞了上千次 也不见护照有丝毫削弱 没用的 这东西 你不可能打破的 别浪费时间了 黑影惨笑着 可他话音刚落下 远处飞出一抹紫色光芒 这抹光芒没入护照后 护照如玻璃般破碎 你 黑影男人睁大双眼 还想说什么 却感觉自己的视角突然拔高 低下眼瞼 下方竟然看到了 一具无头尸体 作为一名职业阶的存在 黑影男人并没有第一时间死亡 他目光逐渐由惊恐 转变成愤怒 而后到怨毒 老子要拉 你们垫背 只见他双眼死死盯着 吴江两人所在 而后张嘴念出一连串晦色难懂的咒语 诅咒 不祥之地 吴江脚下的土地 在对方施展诅咒的瞬间 变化为沼泽 以极快的速度 吞噬上面的一切 而且 沼泽似乎还在不断吞吐着毒物 让本就黑暗的环境 更为漆黑一片 可 死也要拉你们垫背 黑影男人的念头还没落下 就看见一道巨大的身影 从毒物中窜出 他不由地瞪大双眼 那是一头一掌过二十米的巨兽 在他的下方赫然抓着两道身影 一位是吴江 另一位则是骑士 碰 头颅落地 随之带走的 还有黑影男人的意识 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一个平民心人 就算是天才 哪来的这么多职业皆兵种 另外一头 周莉颤颤巍巍地站在石头上 在他身前 是一位近两层楼高的威猛骑士 他敢动吗 丝毫不敢 更何况 当他看着远处的搭档 就那么被一刀削手的惨状后 更是动都不敢动 太特么离谱了 一个新人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职业级兵种 而且个个都是西游品阶的存在 就算是一些资深领主玩家 怕是也拿不出这种阵容吧 血力飞到安全地带 将两人放下 此时的骑士 仿佛被人抽空了力气 不负刚才那般不屈与强大 他正正地养着远处 那个无头尸体 还有最远处 那位站立着的蛇人 蛇人先知 西游 职业阶九级 而后又看了看天空中 盘旋着的巨大身影 血腥男爵 西游 职业阶五级 中烟骑士 死亡阴影 蛇人先知 血腥男爵 全部都是西游层次的职业阶兵种 而且四个里面 更是有一位英雄角色 这 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象 自己能拥有的兵种啊 结果眼前这位神秘存在 竟然全部拥有了 而且 根据他的观察 似乎这些兵种 都拥有不低的智慧 觉醒了自我意识 天哪 这怎么可能 四名觉醒了自我意识的兵种 当了那么久的领主 他当然明白 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究竟有多难得 自获得名额到现在 他经营领地 长达三个月之久 只有几只聪明些的狼骑兵 至于觉醒了自我意识的 一个也没有 别说是某些资深领主了 哪怕是自家组织 叶玫瑰的大解头庄录 都没有这么多 觉醒了自我意识的兵种 这位神秘强者 难道比大解头还强 这个想法浮现瞬间 他不由得苦笑一声 这不是废话 九州境内卧虎藏龙 有强者不是很正常吗 在他自我震惊的这段时间内 吴江则是快步 走到黑影男人身上 动作熟练地进行摸尸 而后招呼蛇人 先知一把火烧掉尸体 转身走向骑士所在 看着迎面走来的人 骑士男人深感惭愧 自己竟然对着一位 比大解头还强的存在 大呼小叫 想到这里 他难看地低下头 擦 擦 吴江来到近前 后者抬起头 我想 我应该还没有自我介绍吧 吴江伸出手 在隐身斗篷的遮掩下 让人看不清长相 你可以称呼我为 K先生 K先生 转眼来到厂房内部 吴江一个人走在里面 看着周围那些机器上面 干涸的血迹 心头略微有些沉重 这两人真是罪孽深重啊 这么厚实的血迹 绝不是一两个人能够造成的 而且这些干涸的血迹 一层压一层 明显能够看出 是不同时间段覆盖上去的 由此可见 周立二人 手上的血腥可不少 是真该死啊 小杂碎 你有本事杀了老子 啊 啊 听着另外一头传来的惨叫声 吴江赶紧缩了缩脖子 骨枪将周立生情后 吴江准备去严刑逼供 结果这家伙嘴巴还挺硬的 愣是一个字不说 这时候 骑士李兰站了出来 表示这件事交给他 然后 啊 杀了我啊 草 站在外面又等了一会儿 门的那头 蛇人先知走了出来 主 主人 只见他递给一块记忆石 这里面就是那个人类 关于这次事情的记忆 闻言 吴江收起记忆石 说了句干得不错后 就把蛇人先知 送回永恒之间 不对啊 这东西不都到手了 为什么还要严刑拷打 怀揣着满肚子的疑惑 吴江打开木门 往里面看了一眼 四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惨啊 确实惨 不过也是罪有应得 现在该到手的东西 也基本已经到手 外患也已经除掉 所以 该溜了 想到这吴江 赶紧发动隐身斗篷 整个人瞬间 没入黑暗之中 消失不见 少请 四道身影 出现在破旧厂房 很快就来到吴江之前 所在的位置 李兰 庄陆疑惑喊道 里面听见声音 一名身高一米七的高个子 充满西方骏狼感的男子 走出门 只见他浑身血污 但脸上 却是报仇血恨后的舒爽 庄解 李兰扫尸一周 反问道 K先生呢 K先生 四人你看我我看你 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 见几人满脸疑惑 李兰赶紧为四人描述起了事情经过 少请 什么 四名觉醒了自我意识 稀有层次的职业皆兵种 而且里面还有一名英雄单位 光头南南昆瞪 大了双眼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四名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怕是拥有三阶精英皆兵种的领主 都不一定拥有 我们临江市有这等实力的领主 就那么十来位 我都认识 根本不存在 你描述的那样 文言 李兰认真的点点头 没错 那是一位浑身 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 与此同时 江上也走了过来 装队 根据临江市领主官方总局的录入信息里 根本没有对上的人 如果李兰没有看错的话 很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强者 路过我们这里 其他地方的强者 庄露眨拌了下好看的眼睛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 但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这位不知名的强者 就是临江市本地的 这时 光头南南昆推开木门 看到的场景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惨 实在是惨 第六十三章 血腥教会 与混乱阵营 哒哒 脚步声响起 无将的身影回到房间内 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脱下衣服的同时 把兜里的一堆物品 全部投放进永恒之间 而后钻进浴室里 狠狠搓了半个钟头 没办法 身上血腥味太重了 不清理掉的话 万一被查水表的发现 可就不好了 收拾完后 她收拾心情 抚平心中的波澜 坐在电脑前 回忆整个过程 其中有许多时候看似惊险 实则稳的一批 没办法实力太强 熟悉的画面再度出现 视觉由上往下拉低视角 最终稳定在能够看完整个领地的范围 只见骷髅们正排列整齐 井然有序地从大墓穴中走出 眼眶中的浑火不断摇曳 画面一转 无将看见血力带着一群血液小弟 从远处飞来 领主大人 来到无将附近后 只见血力浑身突然浮现出大量的血色烟雾 而后她的身体仿佛火炉旁的蜡烛 疯狂融化 最终成为一个身高一米 穿着黑色燕尾服的邪魅小屁孩 嗯 无将汗手后便不再理会她 一米多点个头的血力 看了看自己家领主大人 哦 还是那么高冷 又高又冷 不行 我血力也要做一个高冷的人 血力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后 赶紧带领着自己的小分队去做事 在这个领地内 谁要是敢偷懒 那个浑身金属疙瘩的家伙 分分钟要你小命 无将并不知道血力的心理活动 她此刻 正将目光放在暗精灵之上 只见菲尔带着暗精灵们 在那里用腰间的刀 将树头狼尸的皮包下来 制成地毯或者床背 整个领地 一副惺惺向荣的场景 不错 不错 见自家兵种们都在工作 乌大领主欣慰地笑了 而后 她笑容不停地席地而坐 从兜里掏出此战的战利品 一根法杖 两把匕首 一个储物戒指 还有一件被骨刀斩成两截的斗篷 首先是法杖 装备 巫妖法杖 优秀 简介 一根优秀品质的法杖 附带延迟术 恢复术两个快捷法术 拥有后 魔力恢复正15% 对魂体伤害正20% 少量提升精神力 有了这玩意 我这个领主 是不是可以考虑 当一阵子的奶妈 快捷法术不需要魔法吟唱 虽然威力上会大打折扣 但胜在速度快啊 为了实验一下 他特地叫来一头腐蚀蝙蝠 切开对方的皮肤 而后补上一剂恢复术 随着绿色光芒的笼罩 伤口迅速愈合 整个过程仅持续了两秒 不错 不错 奶爸领主上线 吴将把法杖揣进自己的腰侧 至于之前的那个法杖 则被扔给了暗精灵 两把精致匕首没啥看的 甚至不如阴影匕首 直接扔在一边 拿起了此行最珍贵的东西 储物剑 得益于原主死亡的缘故 吴将很容易地将精神力输入其中 心面一动 白光闪烁 少请 白光散去 原地留下了一堆东西 吴将首先拿起地上的一本书籍 药剂原理及普通药剂制法 怒吼 前世有剂师 吴将原本按捺下来的心 再度火热起来 药剂师 这可是一个稀缺玩意啊 这东西 就跟前世修仙小说中的炼丹师一样 稀有且珍贵 吴将曾了解过 一个领地想要发展好 最重要的 就是资源产出 领地不只是战斗 更重要的是 发展和经营 而经营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那便是资源产出 说人话 就是你要有赚钱的路子 要么赚手艺钱 要么赚资源钱 一些大势力 占领某些大型资源点 依靠出售这些资源 换取魂杀 残魂等 就比如 种植魔药 开采矿石等 也有领主 以售卖某种特定的兵种谋生 比如施旧 战鹰这类能够飞行的兵种 但 这些终究只是个小道 制作卷轴 打造装备 配置药剂 布置魔法阵 剑 才是真正的赚钱大道 如果我在药剂师方面 有天赋的话 岂不是拿麻袋装钱 吴将乐呵呵地想到 按压下自己躁动的内心 把书籍放进自己的储物界后 他继续将目光投向其他物品 吸血鬼的爪子 食人心脏 胳膊铃尿液 鬼哭疼 猪如牙齿 这些都是用来调配药剂的材料 而且非常多 达到堆积成山的地步 吴将继续把这些东西 放进储物界后 发现地上还有六瓶药剂 和五块魂金 除此之外 就没了 不是哥们 你出门在外 不多带点宝贝的吗 好吧 吴将表示 确实不该多带 毕竟是执行任务 万一自己死了 带多了 岂不是资敌 而且 黑影男人是法师家药剂师 这类人什么罪值钱 当然是脑子里的知识了 只可惜 当时情况紧急 而那家伙一股脑地想逃跑 只有一刀结果了他 不然 抓起来狠狠搜魂 吴将摇摇头 把东西都揣进储物界 拿起蛇人先知 给自己的记忆石 记忆石属于是一次性道具 能够提取生物的部分记忆 至于能够有多少 就要看提取人的实力了 想到这 他将记忆石贴在额头 精神力没入其中 问 只感觉 脑海一阵昏沉感袭来 而后闭着的双眼前 一张画面逐渐清晰起来 你弟弟周长死了 画面前站着一位脸上 带着伤疤的西方长相男子 需要我做什么 周莉似乎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怒 很简单 回到九州 制造混乱 不断地猎杀新人领主 可以 周莉同意下来 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画面中的男子 听见周莉的反问 整个人明显不爽起来 身为手下 最忌讳问为什么 这里面的情报 你还不够资格知道 不过我可以大发慈悲告诉你 西方男子缓缓靠近 因为大神官大人 在九州有大动作 而你只需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们在那边有一些合作的家伙 你可以找他们获得助力 顺便帮你弟弟报仇 这不是很好吗 这不可能 周莉有些愤怒 九州内各式 都是至少一名四阶 同领阶的大领主 除此之外 还有十数名三阶精英阶的资深领主 你是想让我去死吗 周莉怒吼道 不不不不 外国男子摇晃着脑袋 周 别那么悲观 根据血腥教会的情报上来说 九州的空间裂缝变大了 资深领主以上的 全被派上了战场 现在正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 而你 不正好想要报复他们吗 这是真的 周莉来了兴致 当然 这是教会的任务 除了你还有其他人 只不过 你们没有相互接触的机会而已 说完 西方男子拍了拍打 去吧 周 让那个曾经抛弃你的地方后悔吧 后面的记忆大多是一些日常 而且相当破碎与模糊 哪怕是些模糊的记忆片段 也是充满了血腥与杀戮 吴江强忍着恶心看完后 将记忆石从额头拿下 西方的血腥教会 在九州策划了一场计划 吴江抹撒着下巴 陷入沉思 能够培养周莉这种货色的势力 十有八九是混乱阵营的家伙 这群人的计划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事 重置一下阵营 手续 中立 混乱 感觉这样归纳比较好 至于自己是否要把这个消息给官方 吴江表示 没必要 人在官方手里 害怕对方得到的情报 会比自己少吗 现在计划被官方知晓了 应该没我什么事了 就算对方真搞破坏 这不还是有高个子顶着吗 至于我 吴江收回目光 现在要做的应该 框框 金属交加的声音响起 骨枪的身影来到吴江身旁 单膝跪地 主 最近领队来了些老鼠 嗯 来了些老鼠 吴江睁大眼睛 是的 骨枪缓缓起身 只向某个地方 就像他们 但似乎对我们没什么恶意 所以枪没有直接动手 文言 吴江不禁挑眉 但因为今天高强度的劳作 身体累得慌 下意识瞥了眼时间 三点零八分 该睡觉了 嗯 既然对方没有恶意 那这件事明天再说 时间不早了 我该休息了 恭送吴主 退出游戏 关上电脑 倒头就睡 第六十四章 神秘来客 阳光明媚的一天 从早上十点钟开始 吴江一闭一争 就来到了早上十点 匆匆洗漱完成后 下楼一口气 把早饭和中午饭一起吃了 一连干了五碗饭 这才终于停下 似乎因为兵种反馈而来的属性 我身体变强了 饭量也增加了 拍了拍自己的肚皮 起身负账结束后 他快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 新的一天 兵种们 你们的大领主 又又又回来了 骷髅们 哭 画面定格 吴江发现 里面竟然是夜晚 说来也奇怪 永恒之界的流速 与灵星不一样 而且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流速比 有时候这边白天 那边也是白天 有时候则是黄昏 黑夜 反正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流速差 不过进化点获取速度 似乎是按照现实世界的时间 这让吴江有些郁闷 要是按照永恒之界的时间 说不定获取能够快很多 So 远处的黑暗中 闪过一道阴影 见到这一幕的吴江 不由得骤起眉头 自己似乎被什么玩意盯上了 对方没什么恶意 而且 也仅仅是在观察这里 但被监视着 终归让吴江不爽 他伸手一招 身旁的虚空 凭空产生阵阵波动 而后骨刀的身影缓缓浮现 吴主 骨刀沿袭了骨枪的传统 来到吴江身旁后 便立即单膝跪地 去 把黑暗中的那个家伙 给我抓出来 记住我要活的 吴江压低声音道 是 话音落下 骨刀瞬间消失不见 并没有让吴江等多久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后 骨刀单手掐着一道身影 出现在吴江面前 主 骨刀来到吴江身前站定 只见他手上的那道身影不断挣扎 并且嘴里一直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这是 暗精灵 看着那个不断挣扎的身影 吴江心头一突 自家暗精灵造反了 这是他的第一反应 但很快转念一想 也不对啊 自家暗精灵没有觉醒自我意识 怎么可能造反 但眼前这只 身上穿着的是精致的坚韧皮甲 身体也比自己的暗精灵更壮硕一些 背后没有长弓 反而是大腿上绑着两柄匕首 鉴定 暗精灵护卫 优秀 学徒皆久急 嗯 野生的暗精灵护卫 也就在这时 尊敬的人类领主大人 请您饶恕西曼手下的不敬 我们并没有恶意 低沉而有些别角的人类声音响起 吴江侧目看去 只见一位笼罩在黑暗中的身影 缓缓走出 他有些浅灰色的皮肤 双眼之不再星红 而是海蓝色 一双尖锐而修长的耳朵 配合上手上的短剑 赫然是一位高等阶暗精灵 暗精灵前行者 稀有 职业皆四级 随着他的出现 周围的丛林中 窜出许许多多的身影 他们或拿长枪 或拿弓箭 或手持法杖 但无一例外 都将目光锁定在 领地内的吴江身上 哭 古刀用余光扫尸一周 随后身形 闪烁到吴江身旁 刀 放开这只暗精灵 碰 古刀一松手 手上这只暗精灵 立即落在地上 而后撒开脚丫子 跑向对面 感谢您的宽恕 西曼将那只暗精灵 拉到身后 没入暗精灵群之中 阁下远道而来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吴江刚说完 骨枪骑着马 走到他身后 吴主 这些家伙 骨枪灵魂闪动 如果不是刚才 吴江让他按耐住 现在 他已经拿下了 这只暗精灵的头颅 吴江抬手微微下压 示意稍安勿躁 当然 暗精灵西曼 打了一记响指 周围的暗精灵 立即没入黑暗之中 见状 吴江点点头 让自家兵种们 去干自己的事 只有骨刀和骨枪 守在自己周围 尊敬的人类领主大人 西曼想跟您 做一笔交易 相信我 您应该会感兴趣 交易 吴江深深看了 对方一眼 伸手示意 不妨直说 暗精灵西曼文言 从腰间的口袋里 拿出一张羊皮纸 上面绘制着山川草色 似乎是地图 而后他又拿出 四块能够发光的水晶 放在地图的四个角 人类领主大人 西曼所在的 古麦伦士族的王女 路过此地 被这个地方的 哥布林袭击 王女被捕 但 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难以救回王女 所以 你想找我合作 共同救出你们的王女 吴江插话道 是的 聪明的人类领主大人 西曼道 难道你们没有 向士族求援吗 吴江微微皱眉 士族 是一个巨大的势力组成 能够自称士族的族群 所属的存在 最低也是个大型部落 士族内部 最少也得有一位 四阶统领阶的强大存在 而按照对方这么说 古麦伦士族的王女 说明这一群 暗精灵背后的 十有八九 是拥兵数万 联邦国度的王族之一 身为这种庞大势力的王女 来这里做什么 而且 护卫还这么弱 被哥布林洗 这附近最强的 也不过一个小型 哥布林部落 这 根本就讲不通好吧 难道是对方 是迪士尼再逃公主 话揣着满心疑惑 吴江瞥了眼 暗精灵西曼 却见对方道 王女不愿意接受 士族的联姻 而逃跑出来 我们已经向士族求援 但支援 最少也要三天 哥布林明天就要举行 邪恶祭祀 而祭品就是 王女和我的同类 我插 还真是迪士尼再逃公主啊 吴江皱眉 沉阴稍许 再度问道 我记得这个方向 几十里外 有一个精灵领主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他 对方应该实力 比我更强吧 暗精灵西曼 如您所说 我们不仅找过那位领主 连带着周围的领主都找过了 但无一例外 都遭到了拒绝 这些领主 似乎因为要准备什么 而不愿意掀起纷争 折损他们的士兵 剑暗精灵西曼满脸疑惑 吴江不由地想到 人家肯定不愿意啊 先不说你说的是真是假 就算是真的 现阶段攻伐 哥布林小型部落 哪怕是大名鼎鼎的商大小姐 也要伤筋动骨 领主试炼还有十五天 在这个接骨眼都忙着发育备战 谁愿意为你伸出援手 虽然其他人拒绝 但吴江真有一些想法 不为别的 因为根据对方所指的方位 正好是自己的目标 那个哥布林小型部落 如果真如对方所言 自己非但可以获得 一支暗精灵友军 极大的降低本身 因为战争而造成的损失 还能从对方手里 索要到一些好处 这 就是一十二鸟的好事啊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 对方所说的 都是真的才行 万一这时的坑 难不成自己还要跳 第六十五章 进攻哥布林部落 首先 你还如何保证 你所说的是真的 又怎么让我相信 其次 如果我帮你 攻打那些哥布林 又能获得什么 吴江话说完 对面的暗精灵 西漫就笑了 尊敬的人类领主大人 如果你愿意帮助我 救回我们的王女 你不但可以获得 古麦伦氏族的善意 还有这些东西 说完 只见他手一挥 原地留下两个木头箱子 一大一小 两名暗精灵 立即上前将其打开 第一个小木头箱子里 有一块半个巴掌 大小的石块 石块酷似鹅卵石 但表面却有些 黑色符文附着 浑石 一块浑石 抵得上一万克浑纱 一百块浑金 巨款 毫无疑问 这是真正的巨款啊 光是这个箱子里的浑石 就已经足够吴江出手了 要知道 最近因为兵种多了的缘故 吴江手里的浑纱花的 跟流水一样 现在他手里仅剩三十块浑金了 兵种保养要花 修炼也要花费 巨线投放 还要花浑纱 浑纱 浑纱 到处都是浑纱 如果不是大坟墓建起来 极大的缓解了骷髅们的维护 吴江怕不是要破产了 仅仅是这个小木盒里的浑石 便已经足够自己出手了 那另外一个 这是我族药技师的巅峰之作 精神力药剂和魔力药剂 吴江放眼看去 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两个瓶子 左侧的长颈瓶 里面有些一堆蓝色的液体 右侧的长颈瓶里面 则是红色药液 对方的暗精灵抱着木盒子 来到吴江身前 物品 精神力药剂 简介 无副作用提升服用者100%的精神力上限 仅限职业阶以下 职业阶以上 效果随着等级增加而降低 另外一个 物品 魔力药剂 简介 无副作用提升服用者100%的魔力上限 仅限职业阶以下 职业阶阶以上 随等级增加而降低 这 说实话 吴江眼红了 精神力是领主 能否大规模操纵兵种的前提 而魔力又是施法的前提 两者 可都是现阶段自己缺少的东西啊 想到这 吴江深深看了一眼对方 这家伙还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从而投其所好 尽管心里十分易动 但吴江脸上 还做出那副严肃且纠结的表情 在原地来来来回回走了几趟 诚意不错 但我想问问 你如何让我幸福呢 文言 暗精灵西漫 极为随意地道 很简单 我们可以定立契约 并且 我可以向伟大的黑暗之神发誓 誓言和契约 这个世界 据说是存在神明的 而黑暗之神 作为黑暗精灵们信仰的神灵 向他所发出的誓言 任何黑暗精灵都不敢违背 违背神灵誓言 必然会遭到这个世界的审法 而契约 这玩意 只要敢违背 分分钟收走你的灵魂 哪个混账玩意感随意违背契约 契约和誓言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吴江南南道 紧接着 他向暗精灵西漫道 可以 见吴江同意 暗精灵西漫 瞬间露出满意的微笑 而后从怀里 逃出平等契约 这是一张血红色的不知名皮纸 上面那浓郁到极致的契约之力 完全做不得假 但吴江为了保险 还是用了一发鉴定术 物品 平等契约 简介 受到规则之力影响的契约 约定持续期间 任何一方违背契约 都将受到经过泯灭的惩罚 即便是神明也不例外 嗯 这个契约没有问题 接着 他又看向里面的内容 契约中写道 双方必须在明天 哥布林献祭王女前 共同进攻哥布林部落 救下王女 不得出现出攻不出力的情况 不得攻击契约双方人手 双方任何人违背契约 都将被灵魂之神收走灵魂 吴江仔细查阅了契约好几遍 并没有发现其中的漏洞 双方滴血签订契约后 西曼也发下了一个 令吴江满意的誓言 自此 双方合作开始 既然这样 那么尊敬的领主大人 您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呢 或者说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吴江将浑石和两瓶药剂 放入储物界中 而后义正言辞道 王女大人饱受哥布林侮辱 身为盟友的我 也能袖手旁观 马上出发 说完 他看了眼周围 正在忙活着的自家兵种们 呃 你们先去 我整理好队伍 马上就来 闻言 西曼看了吴江两秒钟 随着转过身 还希望领主大人尽快 说完 大量的暗精灵跟着离去 吴江粗略看了一眼 人数得有一百多吧 再加上自己手里能战斗的百余兵马 两百多的数量 进攻对方五百左右的部落 呃 依旧是一场硬仗啊 但很快 他一拍额头 我怎么忘了蛇人部落 我这个大领主出征 这些蛇人 怎么能在家里等着 都给老子上 想到这里 他立即沟通脑海中的蛇人先知 在对方里不情愿的态度下 勒令对方带领 至少50名蛇人族的士兵参战 而后 他手速三连点 骷髅进化点 28.45 血液进化点 6.17 暗精灵进化点 13.8 昨天晚上凌晨到现在中午 大致12个小时 仔细一算的话 兵种们稳定发挥 对于骷髅们的进化加点 吴将陷入到了沉思 我方兵力不足 正面打仗 硬刚的 明显是不治之举 而且 我有鼓刀 这类刺客兵种 适合搞突袭 突袭的话 就需要兵种有高强度的实力 所以 吴将选择了三只骷髅守卫 在白光的空闲下 骷髅勇士们的数量加三 剩下的进化点 用在进化小骷髅身上 血液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加点两只紫童幽浮 这次战斗都在白天 所以只有紫童幽浮 拥有一战之力 至于腐蚀蝙蝠 这玩意要睡觉 最后 来到了暗精灵们面前 吴将用手撑住下巴 思考了三秒后 食指倾点在菲尔额头上 强盛的白光将其笼罩 随着未知力量的不断改造 他身后的匕首 与长弓消失不见 很快 白光散去 原地出现了一位 穿着黑色长袍 身着制式黑色青甲 下身着复古式战裙 双脚穿着黑色长靴 将查而比之的大腿 入在空气中 配合上手中那一米长 由不知名黑木头制成的法杖 吴将的队长 俨然成为了一名脆皮法士 暗精灵队长菲尔 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暗精灵队长 优秀 暗精灵护法 优秀 叮 由于职业发生改变 您的暗精灵护法 菲尔 遗忘之前技能 获得技能 藤万束缚 箭矢束 恢复束 菲尔完成进化后 他的神色 依旧没有大多的改变 吴将也不感到意外 顺手在进化出一名 暗精灵队长后 此次进化完毕 第66章 战前准备 点兵点将 三分钟后 吴将总计选出 兵种如下 骷髅系列 骨枪骨刀和骷髅消卫 是不能少的 其次骷髅勇士6 骷髅守卫7 骷髅怪30 留一个骷髅守卫 和小骷髅们看家 血翼就是血力 和两只子同幽浮 暗精灵尚菲尔 和三位队长 肯定是有的 留下五名工兵看家后 带走了其余的32只 总计兵马81元 都是领地精锐 嗯 够了 说完 他纵身一跃 跳上血力的背上 大手一挥 全军出击 黎明十分 吴将乘着血力 带领着大部队 走过荆棘密布的丛林 绕过蜿蜒的大山 总算是看到了 远处的暗精灵们 其实也不是他看见的 而是血力看见的 现在的血力翼展 达到了20米 整个飞行在空中 就是一头巨兽般 而且 因为双足飞龙 和蝙蝠的构造上 极为相似的缘故 这家伙还真就越来越像 双足飞龙 青春版了 主人 我们到了 血力张着嘴 口吐人言 嗯 找个好点的地方 咱们落下去 好的 血力双翅一阵 身影缓缓向下方飘去 与此同时 骷髅们也已经到达 现在前方的三位 稀有品贴的骷髅先不说 光是后方四十多只 拿着明晃晃大砍刀 头颅中的魂火 在这黎明时分 更显压迫与阴森 暗精灵稀慢看着这一堆 站着井然有序的骷髅 还有身后那几十只暗精灵们 不由得侧目深深看了眼 站在他身旁的吴将 自己邀请到了这位领主 似乎 有点强 在队伍最前方的三位 身形各异的骷髅 带给他强大的压力 特别是 那头骑马的家伙 他甚至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这时 骨枪看着吴将的目光收了回来 紧接着满是盔甲的头颅转过来 看向暗精灵稀慢 后者仿佛做贼心虚般 赶紧收回目光 再回到吴将这里 他左右看了眼 发现周围并没有 蛇人先知的身影 正当他准备联系一下对方时 远处的树林 发出稀稀索索的声 蛇人先知 带着他的四名护卫 和五十名蛇人战士来到 蛇人战士 普通 学徒皆八级 蛇人战士 大多拿着一根粗质的铁三叉 比起骷髅怪们的大刀 质量上还是要更好些 与吴将的感慨不同 此刻的暗精灵稀慢 看着后来的蛇人先知 心中满是震惊 在去吴将领地之前 他不但尝试拉拢附近的领主 更试图去拉拢过 附近拥有智慧的族群 其中就包括蛇人部落 蛇人部落 虽然只是个半成品部落 仅有两百多余的蛇人 但其蛇人先知 拥有非凡的智慧 精通各种魔法 整个蛇人部落的实力 在这附近 也当得上强者的行列 自己当初去拉拢对方时 被毫不犹豫地拒绝 结果 对方今天竟然亲自领兵前来 一副映照的姿态 这让暗精灵稀慢 如何不惊讶 没想到这个人类领主 比看起来还要藏得深 古麦伦士族的名声 都请不动的蛇人族 竟然被这个人类 一句话叫来了 看着眼前这个 没有任何魔力波动的人类 喜曼不由的眼神闪烁起来 其实 相比起暗精灵的惊讶 蛇人先知斯黛罗普 感觉到极为不可思议 眼前这位不是当初被他拒绝的 古麦伦士族的暗精灵吗 难道说 这家伙之前来拉拢自己 就是受到了这个人类领主的要求 斯黛罗普 作为一名聪明的先知 他在与吴江接触的这段时间里 早就隐晦地发现了 这位人类领主的目标 就是这里的哥布林部落 至于为了什么 他不清楚 但一定价值不菲 这个人类为了攻下哥布林部落 甚至连古麦伦士族的人 都拉拢了过来 简直不可思议 斯黛罗普仔细思索 这位人类领主的人际关系 发现在自己与他的接触中 根据以德的情况来看 这人明显是独立发展的领主 他也一直认为 这位人类领主 与他一样孤立无援 立志将领地发展好的领主 结果 这人的身份竟然如此神秘 古麦伦士族 可是暗精灵中的王族 能够与他们有牵连的存在 背景必然不是一个普通领主 能解释得通的 想到这里 蛇人先知看向吴江的目光 变得深邃起来 或许 依附于这个人类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想法刚浮现 就被斯黛罗普掐灭 身为蛇人一族的先知 吴怎可受制于人 哼 蛇人族 永不为奴 与身旁两人活络的思维不同 吴江此刻 看着暗精灵西曼拿出的地图 站在高处仔细观察着 远处庞大的哥布林部落 西曼女士 这个部落的哥布林 有多少可参战数量 吴江的突然提问 打断了西曼的思考 他思考了片刻 便回答道 之前赤后带回过的消息 心里面有六位职业街的 高品质哥布林 另外 哥布林全员为雄性 全都可以参战 数量吗 在五百左右 文言 吴江不禁心头一尘 对方有五百只众多 自己这边加起来 可能才不到对方的一半 这场二比一的战斗 似乎对敌方更有利 西曼女士 你有什么计划吗 吴江抬头问道 文言 暗精灵西曼 听见对方的话 不由得露出思考的神色 我的族人们 擅长远距离消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让您的骷髅们 在前方抵挡哥布林的冲击 暗精灵们在后方消耗 我的族人们 可以在两百米外射中目标 在敌人冲刺这段时间内 我有信心消耗掉 对方近二百名哥布林 西曼说完 他立即以询问的目光 看向吴江 面对西曼的目光 他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是看向一旁的骨枪 骨啊 你有什么想法 酷 骨枪早已将马匹收起来 自己则是两步来到吴江身旁 他先是扫视 哥布林部落四周 紧接着思考了一会儿 吴主 这周围大片森林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树木点燃 大伙一起 敌人必定混乱 我再趁乱杀去 必然拿下 听完骨枪的话 吴江不由地沉吟起来 自己这位大将 似乎对火攻之术 情有独钟啊 暗精灵西曼 与蛇人先知斯黛罗普 皆不由地向哥布林部落 周围看去 用火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哪怕哥布林有着法师 这么大面积的火焰 也于事无补 西曼觉得可行 其实西曼听见骨枪 说出的计划后 他差点显些笑出声 火攻 火焰之下限制的 不仅是哥布林 也有暗精灵才是 甚至对于暗精灵的限制更大 到时候 吴江必然是主力 而自己只需要在外围打打辅助 既不用冒险 也没有违背契约 还能保存己方的有生力量 这种好事 他怎么可能拒绝 但他还没有开心多久 吴江抬手否定了这个计划 火焰对暗精灵限制更大 这个计划伤敌800 自损1000 不可行 第67章 战斗 起 此话一出 骨枪不由地看了看周围的暗精灵们 他突然想到 己方的暗精灵似乎也是在树丛之间穿梭的 火焰之下 暗精灵确实会压制得更大 只见他浑火跳跃 看向吴江 不愧是我的主啊 瞬间发现了枪的问题 吴江扫尸一周 将目光放在蛇人先知丝带罗谱上 对方却对他摇摇头 见状 他也不甚在意 既然如此 我就说说我的计划 初步计划是兵分两路 一路正面进攻 一面背后偷袭 至于细节方面 到时候 我坐在血力身上 居高俯视 根据现场情况 制定相应的计划 说到底 吴江只是一个被命运眷顾的普通人而已 他也才成为玩家十几天 没有那些战略家的指挥才能 也没有资深领主的眼光 要他在短短时间内制定A计划 B计划显然是不可能的 也没必要 左右不过是一个500人左右的哥布林部落 随机应变就是了 想到这 他立即开始调兵遣将 暗精灵 西曼将兵分两路 一部分人手并入吴江的暗精灵中 充当远程输出 另外一部分实力更强的 由西曼自己带领 提供火力支援 蛇人先知斯黛罗普 作为队伍里唯一的法师 自然是要坐镇后方 应对地方法师 对我方士兵的魔法手段 至于骷髅们 吴江安排鼓刀和鼓三 加上斯黛罗普的四个护法 还有六只骷髅勇士 七只骷髅守卫 配合上十只优秀品阶的暗精灵 组成突击小队 总计29元兵种 以最快的速度 最猛的火力 从对方后背突袭 弹掉对方的火力输出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剩下的蛇人 骷髅怪 暗精灵 全部交给大将鼓枪 用作正面战场 安排完毕后 吴江大手一挥 在领队的带领下 兵种们如潮水般散去 斯黛罗普 在 斯黛罗普道 跟我上血力的后背 我们空中观战 吴江说完 率先走上血力的后背 随着他展翅高飞 视角很快被拉高 吴江 以俯视的姿态 纵观全局 他将目光 向哥布林部落周围看去 鼓刀带领的小队 自己几乎 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反倒是 暗精灵西漫的队伍 虽然动作灵巧 但还是能发现 我加入骷髅们 单兵素质确实没得说 在给予自家骷髅 充分的肯定后 他侧目看向斯黛罗普 斯黛罗普 说实话 为了避免被部落里的高阶 哥布林发现 血力飞得很高 高到自己看着下面的巨数 就跟铅笔星一样小 更别说下方的兵种们了 有的 斯黛罗普眼瞼一概 随着一阵魔力波动 下方的场景被迅速拉大 他甚至能够看到 哥布林们嗜血的目光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划破黎明 哥布林部落内 已经是头颅涌动 密密麻麻的绿色身影 将那座血腥 而又残破的祭坛 团团围主 有大哥布林手吃巨棒 不断来回巡视 今天早饭没吃 就被头领要求出来工作 他现在很饿 也生气 需要找一个刺头 来发现发现 支 支 支 一只哥布林 按耐不住自己 激动地大喊起来 见状 大哥布林 眼疾手快 碰 巨棒落下 这只哥布林 被砸成肉饼 在其周围的哥布林 先是一愣 紧接着 没有丝毫犹豫的将其分食 在他们眼里 你活着是同族 死了可就是食物了 做完这个动作 哥布林满意地点点头 火气消了大半 他侧身看去 砰砰砰 清脆的脚步声响起 15名手持法杖 浑身穿着 破布衣上的 哥布林萨满走过 为首的是一个 体型体型更大 长相也更为猙獰的 哥布林 哥布林记久 优秀 职业皆三级 姑鸡 支支支 小家伙们 这次祭祀非常重要 谁敢出问题 我扒了谁的皮 优秀一心的 哥布林萨满们文言 吓得缩紧脖子 连走路的动作 都聚紧了起来 再到祭坛的下方 不远处 这里有些大量 被绑住手脚的 暗精灵们 他们浑身湿漉漉的 大量的泥沙草屑 粘在身上 更有许多的暗精灵 肚子高高隆起 显然是怀孕了 哥布林的种族天赋 繁殖 据说 哥布林与任何体型的 生物交配后 都可以令对方怀孕 繁殖下来的 也只会是哥布林 不过 其中也有问题 哥布林全员雄性 根本不可能 出现在雌性哥布林 想要交配 只有去掠夺 其他种族的雌性 因为这个特性 有的领主 甚至尝试过 暴兵哥布林 结果 自然是失败了 哪怕是自家兵种 生下来的哥布林 也不会是 领主们的兵种 而是这个世界的生物 似乎 只有召唤出来的 才能算作 领主们的兵种 从另外一方面看 这种情况 似乎是永恒之界 对领主们的限制 在这群暗精灵中心 有一个漆黑的铁笼子 铁笼里面 有一具娇小的身影 被大量的锁链锁禁锢 连带着他的嘴 都被一张兽皮风死住 唯一值得庆幸的 是他身上还算干净 肚子也没有高高隆起 突然 这具娇小的身影 被惊醒 整个哥布林部落 瞬间沸腾了起来 吱吱吱 唧唧唧唧 吼吼吼 此起彼伏的叫声之下 三头身形恐怖的身影 从吴法的帐篷下走出 哥布林王 稀有 职业街七级 坐在血力身上的吴江 看见那三个身影的瞬间 心脏都慢了半拍 什么玩意 三只哥布林王 随着哥布林的出现 周围的大型帐篷里 也陆续走出一个个身影 五头稀有一心的 哥布林统领 而且全是职业街的存在 这么一算 这个小型哥布林部落里 足足有八只高品质的 职业街兵种 反观自己这边 血力要保护自身安全 无法参战 剩下的就是四加二 一共六元职业街 六对八 卧日 这场战 不好打呀 斯黛罗普 你觉得 我们有胜算吗 吴江头也不回地问道 闻言 蛇人先知斯黛罗普 先是深深看向下方一眼 脸色逐渐沉了下来 人 主人 我们很难获得胜利 这样啊 吴江沉吟稍许 又将目光放在下方的骨枪身上 后者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微微抬起头颅 看向这边 吴江只听得脑海中的一阵声音 吴主 枪觉得对面的哥布林王如何 吴江问道 骨枪听完 坐在马匹上放眼瞭望眼后 收回目光 不如何 吴江 吴主 他们比起腐朽其实差远了 第六十八章 利刃出鞘 进攻腹部 好 不愧是我的大将 吴江顿感老心宽慰 与此同时 骨刀也传来消息 主 我们到了 藏好身心 等我命令 吴江回到 谨遵主命 而后 吴江又将目光放在最后的一方 暗精灵西曼带的队伍上 这个家伙带着队伍躲在了哥布林部落的右侧 在那里的是哥布林们的仓库 看到对方这个操作 吴江不由的眉头微皱 哥布林部落的祭坛 在偏左上角 也就是部落的后方偏左 而那些暗精灵们也关押在祭坛左侧 这家伙 不应该先救队友吗 难道真的是良心发现 准备战斗的时候 狠狠出一波力 吼 一到身后 且极富有穿透力的吼声 将吴江从思考中拉了出来 屋里哗啦 祭祀开始 吼 吼吼 子子里 鸡鸡屋 下方的普通哥布林 哥布林长毛手 大哥布林 哥布林萨满 等等 奇奇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 那副激动的按耐不住的模样 让吴江不由的妈撒起了下巴 这群家伙的祭祀 搞得还挺火热的 嗯里哗 祭坛上方的哥布林祭酒 在得到身后的三只哥布林王的同意后 大喝一声 紧接着 远处的那副巨大铁龙 便被四只哥布林统领高高抬起来 至于为什么不找大哥布林干 这么高贵的祭品 那群肮脏且卑劣的大哥布林也配 哥布林统领们一左一右晃动着 并且还有时耸肩跳跃 看起来像是在进行什么舞步 卧槽 黑人抬关 也不怪吴江不懂欣赏 主要是这玩意左右扭动 配合上那夸张的舞步 简直像极了前世那魔鬼的抬关步伐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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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布林们高举着武器 奇奇呼喊 就仿佛是前世的脑残粉 看见了自家哥哥 吴江拍了拍谢力的鼠头 示意对方降低些高度 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乌鲁鲁龙子应声落地 巨大的响声 甚至盖过了哥布林们的吼叫声 而后围首的哥布林王一步走到最前方 只见他昂起头颅 扫尸一周 呼呼 献祭开始 话音落下 两头哥布林统领 合力从里面架出一头穿着残破衣裳 拥有着淡灰色皮肤的暗精灵 暗精灵王女手脚上 拴着布满魔法纹路的巨大锁链 行动时不断摩擦碰撞 发出叮铃当哐的声音 她的身上满是被撕扯的伤口 和撞击后的紫黑色血肉 显然在被囚禁这段时间并没有放弃过打破囚龙的尝试 好 两只哥布林统领将其暗倒在祭坛中心 哥布林祭酒在吟唱 哥布林王拿出一把尖锐的匕首 对准其心脏 斯黛罗普 动手 声音响起的瞬间 斯黛罗普也完成了魔法最后的步骤 随着哥布林部落上空产生一道剧烈的魔力波动 下方的哥布林们不由地纷纷抬起头来 呼呼 九颗巨大的陨石与空气不断发生摩擦 恐怖的温度让周围不断响起呼啸的声音 呼噜 呼噜 嫡喜 嫡喜 哥布林祭酒高呼一声 随之部落中所有法师不约而同地举起法杖开始吟唱 三秒过后 轰 轰 轰 陨石落在一道道由魔力凝聚而成的空气屏障之上 被砸碎成一个个较小的石块 这些石块透过魔力屏障的缝隙 落入哥布林部落之中 下方的哥布林们顿时乱作一团 然后 这还不止 吴将大手一挥 负责正面战场的骨枪带领着的队伍正好到达了指定地点 只见他高高举起自己的长枪 浑身的死亡气息如拉开闸的洪水般疯狂倾泻而出 不断地向长枪中汇聚 同时 他身后的暗精灵们则将长弓拉到极致 只待一声令下 技能 投掷 碰 骨枪将长枪制出 恐怖的力道直接让亡灵马身下的地面都发生了凹陷 嗖嗖嗖 百鱼之箭矽随其后 远处 哥布林王见下方乱作一团 长笑一声 恐怖威压 让混乱的哥布林们立即停了下来 正当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一股致命的危机爬满全身 他抬头看去 只见天空中划过一抹难以发现的光点 而后 十数米的祭坛瞬间被烘成粉碎 站在原地的哥布林们成为碎肉 原地留下一个直近二十米的巨坑 在巨坑中一杆长枪静静处理 压压压声响彻整个部落 受到这一击的哥布林们直接被吓破了胆 再度混乱起来 百鱼之箭矢随后来到贯穿了一个个哥布林的身体 眨眼间 哥布林营地损失了数十兵马 站在血历背上的吴江 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职业强者的一击 当真恐怖如斯 与此同时 哥布林一方经过短暂的混乱过后 也立即反应过来 他们怒吼着拿起手上的武器 不约而同地冲向骨枪所带领的骷髅大军 剑撞 骨枪抬起手 身后的暗精灵们立即开弓搭剑 随着骨枪手压下 嗖嗖嗖 又是一轮剑语射出 如此又进行了两轮 冲来的哥布林队伍锐减大半 其中已经难以看到普通哥布林 但即便如此 也还有百余之重 大哥布林举起巨棒 朝骷髅怪们重重砸下 但面对这个老对手 骷髅怪们几乎是本能地 用盾牌挡下这一击 而后抬手就是一刀 顿时鲜血四箭 手臂被砍下 两者紧一个照面 大哥布林们便落入下风 暗精灵们则凭借灵巧的动作 不断规避着哥布林的攻击 并找准时机 射出一剑 也有哥布林剑士手持巨剑 紧一剑就将骷髅怪的盾牌 斩成两截 紧接着横扫将骷髅怪们击飞 骨枪剑状 对准远处的长枪握拳 嗖 长枪眨眼间便飞回其手中 紧接着 他三下五除二解决周围的哥布林后 将长枪重重插在地面 地面立即浮现出一个深奥 晦涩且无法理解的符文 技能 死亡召唤 符文形成的瞬间 大量的死亡之气喷涌而出 地面密密麻麻的哥布林尸体 迅速溶解 一根根骨头重新组装 少请 一道道身影出现 他们右手持骨棒 长矛或长刀 左手拿着一个 由骨头组装而成的盾牌 无将放眼扫去 发现这种身影 足足二十有余 骷髅守卫 唯 简介 由死亡之力 暂时召唤的骷髅守卫 在足够的魔力支持下 即便散架 依旧能够重组 杀 轰隆隆 二十余位骷髅守卫 加入战斗 原本被压着打的骷髅怪们 顿感压力一清 眼见正面战场趋于平稳 事先藏在丛林中 由西曼领导的暗精灵们 从侧面杀出 直接给还在激战的 哥布林们 直接干猛 什么情况 竟然还有支援 不过他们 还没有过多疑惑 身后的哥布林祭司 终于清理完内部 开始着手进行支援工作 只见他们高举法杖 点点绿芒 在哥布林身体上闪耀 治疗术 见此一幕 无将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敌方脆皮法师已经出现 到 该你了 第69章 六臂绿魔哥布林王 好 放 随着哥布林统领一声令下 一排排 哥布林长毛手们 将手中的长毛制出 数十只长毛飞向空中 随后如雨点般洒落 从侧方冲出的暗精灵 见到向自己投来的长毛 只感觉头皮发麻 因为他们大多在丛林间作战 以轻巧为主 几乎没有防御手段 寻找掩体 西曼长笑一声 暗精灵们纷纷在周围寻找石头 树木充当掩体 可惜 他们的动作终究没有长毛块 一根根长毛贯穿了暗精灵的身体 有些倒霉的更是直接化身刺猬 该死 这群头毛手为什么不去往前线 然而 他这个想法还没有结束 就发现 眼前再次浮现出大量的长毛 其中甚至还夹杂着 火球 退 西曼大吼一声 赶紧带领队伍拉开距离 与此同时 他对面的哥布林所在 哥布林统领克恩 回头看了眼身后的哥布林记久 正好对方视线也对了上来 二者不禁相视一笑 冲去最前线 傻子才冲 没看见远处的那个骑着战马的傻大哥 杀哥布林见识 都跟杀狗一样吗 虽然自己比哥布林见识强那么一一点 但看着那个家伙 克恩只感觉头皮发麻 仿佛灵魂都在颤抖 杀 怎么上 拿头上 虽然他智慧不多 但也知道什么是战斗 什么是送死 而且还有那家伙周围的骷髅 杀了一个 又站起来一个 根本杀不绝 所以 留守后方这个决定真正确 好 扑扑扑 砍瓜切菜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 克恩转头一看 身子背下的连退三步 部落后方竟然冲出了一对骷髅 并且 对方速度奇快无比 刚刚还在部落之外 现在已经杀了进来 一个职业街 两个职业街 足足五个职业街 孤呼鸡 杀 为了部落 克恩怒吼一声 身后的哥布林们如疯了一般 向前方冲去 至于他 默默从人群中转过身 向着一座毫不起眼的帐篷走去 还是等三位大人出手吧 至于自己这小身板 可受不了折腾 克恩刚走进帐篷 就发现哥布林祭九 早已在里面待着 见状 两者皆是一愣 随即又是从心的笑容 怂 吴江坐在血厉的背上 看着被狠狠反击的暗精灵西漫 不禁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这个家伙 喜欢耍些小聪明 结果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战争之中 怎么可能没有兵马留守后方 如果对方真愿意支援骨枪 对冲来的哥布林进行前后夹击 损失必然非常低 可惜 战场上没有如果 他将目光放远 鼓刀带领的精英分队映入眼帘 一路如长蛇般 贯穿了半个部落 杀得哥布林们 人仰马翻 溃不成军 虽然原本也很乱 突然 吼龙 蕴含着磅礴魔力的吼叫声 传遍整个部落 原本与骷髅们 斩成一团的哥布林们 如潮水般退去 而后在距离骨枪百米处停下 并聚拢成团 听见这个吼叫声的 哥布林统领克恩 也缩了缩脖子 不情愿地冲出帐篷 随着其他几位统领 杀向后方袭来的骷髅 至于哥布林祭九 他带领着自己的祭司小队 站在大部队后方 目光紧紧盯着天空中的那抹黑点 准确来说 应该是黑点上的蛇人先知 So 哥布林王将手中的长矛 投射而出 目标直指天空中的黑点 健壮 血力甚至连躲都懒得躲 只见他叽叽叫了一声 浑身的黑色鳞片飞速增长 眨眼间覆盖全身 技能 灵甲 长矛在接触到血力的鳞片后 甚至都无法在其上方留下痕迹 就这 就这 血力扑腾翅膀 叽叽地笑个不停 如果不是他此刻 无法化为人形 他一定要对着下方的哥布林王 做出从自家领主 那里学来的动作 竖起中指 好好好 哥布林王在下面气得直跺脚 刚才被偷袭 要不是自己躲得快 顺带把祭品带走 怕是两者都凉透了 他算是看出来了 真正有些威胁的 只有眼前这个骑马的 和后方冲进来的 那几只高品质的骷髅 至于侧方的暗精灵 跳梁小丑罢了 为此 他让手下的统领们 牵扯住后方的敌人 等他们哥仨解决了 眼前这个骑马的 就回首支援 碰 碰 碰 三只 哥布林王角落地面 庞大的身影 如炮弹般 向前方射去 哒哒哒 身下的马匹 不断交替着马蹄 显然 他也已经急不可耐了 骨枪轻拍马背 马儿立即纵身一跃 风驰电撤般冲向前方 就在两者即将接触的瞬间 骨枪突然猛然一扯 身下的马匹 抬起巨大的马蹄 对准最先冲过来的 哥布林王 就是重击 借助惯性与马儿的 强大的前腿 只听得砰的巨响 哥布林王以更快的速度 倒飞回去 与此同时 后来的哥布林王 也来到骨枪两侧 那都快赶上成人 头颅大小的拳头 裹挟着万军之势 速度之快 甚至产生了音爆声 剑撞 骨枪眼眶中浑火 陡然大胜 技能 洞悉 在这个瞬间 两只哥布林王的速度 仿佛被拉慢了许多许多 在他的眼里 两者的攻击 简直是漏洞百出 蹭 碰 骨枪闪电般 见出两枪 前一次攻击自上而下 将右侧的哥布林 砸向地面 后一次攻击 刺入左侧哥布林王的左胸口 可惜哥布林的心脏并不在那里 否则就这一击 就能带走对方生命 瞬间而过 被击飞的哥布林 再度冲了回来 三者交战 巨大的声音 甚至连带着地面 都发生了震动 哥布林王爆吼一声 血色纹路覆盖全身 技能 狂暴 开了狂暴后的 哥布林王攻击速度 明显快了不止一倍 拳头砸在地上 甚至能轰出直径半米的坑 但即便如此 也仅仅是让骨枪有些压力而已 杂乱无章的攻击 即便再来 在宗师级别的枪术面前 依旧不够看 随着轰隆声响起 三只哥布林王 被骨枪连续三机轰开 双方再度拉开距离 吼吼 中间哥布林王冲两边一吼 后者顿时会议 三者在大军面前 贴在一起 高空中的无将健壮 眉头皱成一个穿字 这是闹哪样啊 难不成打着打着 瞬间搞机 但很快 在一双双眼睛之下 三只哥布林王的血肉 仿佛有生命般开始蠕动 他们在融合 嗖 骨枪瞬间扔出长枪 在他的字典里 从没有等待对方施法 结束在攻击的道理 然而 长枪去得快 飞回来得也快 不过是眨眼的时间 一头身高四米有鱼 有着三颗争獰头颅 六条肌肉球渣手臂 两根成人腰粗大腿的恐怖身影 出现在原地 他身前的绿色皮肤 被浅黄色所覆盖 星红的双眼也多出来一抹黑色 身上满是看不懂的奇怪纹路 古怪 残暴 混乱 即便隔着老远 也是感觉到压力巨大 六臂绿魔哥布林王 卓越 精英皆一级 零食 第七十章 你这是开了无双吗 在六臂绿魔哥布林王出现的瞬间 无论是暗精灵西曼 蛇人先知斯黛罗普 还是那位又被关回铁龙的暗精灵王女 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远处的那道巨大的身影 随之将目光投向无将 他又该如何应对呢 三者不约而同地想到 与西曼和四代罗普不同 无将在看到对方融合的时候 就感觉大势不妙 他不着痕迹地将腐朽古少拿在手中 只要情况不对 立即吹响古少 召唤腐朽军团 相信卓越层次的古少 不说干掉六臂绿魔哥布林王 起码能拖延对方一段时间 留给骨枪撤退 攥着手中的古少 无将感觉自己又有了些许安全感 他立即通过脑海链接 向骨枪传话 枪 有把握吗 哭噜噜 主 我感觉浑身都在沸腾 我要出全力了 主 放心 必将其斩于马下 无将 我问你有没有把握逃跑 你说 必将其斩于马下 下一刻 下方起了一阵风 吹动着树叶 发出沙沙声 专属技能 一骑当千 在骨枪所在 大量的死亡之气 从四面八方涌来 不断灌入他体内 由于死亡之气实在太多 甚至在周围 形成了一个黑色龙卷 也就在这时 龙卷之中 缓缓走出了骨枪的身影 它更高了 骑在亡灵马上的身躯 达到了七米有余 死亡之气笼罩全身 如浑火在不断摇曳 燃烧 身上的盔甲 攀附上许许多多的符纹 相互叠加 形成一个巨大的站纹 头颅中的浑火 甚至从头盔的空隙中不断涌出 在漆黑一片的死亡之气中 不断燃烧 仿佛是万丈森林绿色中的 一抹极致黑暗 唯一且鲜明 恐怖 强大 无敌 可能从现在开始 无将才终于知道 何为 终焰 卧槽 枪 你这是开无双啊 蹭蹭蹭 骨枪连出三枪 在磅礴的死亡之气的附着下 形成了三道枪芒 斩向前方 六臂绿膜胳膊 缓缓抬起手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抓住枪芒 随后 捏碎 碰 声音响起 两道巨大的身影 应声而动 嗷 蹭 蹭 蹭 划破空气的声音响起 树头墨盘大小的蜘蛛 被切成肉块 漆黑的液体洒满周围 不久后 一名身上挂满防御道具 输着中分 拿着法杖 走着六亲不认步伐的男子出现 男子看着被豺狼人秒杀的 五只地狼猪 满意地点点头 不错 不错 如果吴江在场的话 一定能认出这头狼人 就是他送给丁华叶的豺狼人 而这个男子 正是丁华叶 在获得大佬送来的豺狼人后 丁华叶连续给大佬发了几十条信息 他的第一反应是 对方放错东西了 自己那点资源 怎么可能换得了豺狼人 而且还是两头 要知道这玩意 在优秀三星兵种中 也属于上等层次 就算十个他的人脉叠起来 这种好东西 也轮不到他 结果 大佬直接给 几十条消息发过去 丁华叶怀着三分不解 三分惊讶 四分渴望 总算是等到了大佬的回话 送你了 操 要不说是大佬 说送就送 为了不辜负吴大佬的一片好意 丁华叶连夜把自家的大别墅卖了 又狠狠地回笼资金 凑齐五个亿的资金 豪至千金 买下大量快速提升等级的材料 这不 才一天多点的时间 两头豺狼人 已经来到了学徒皆八级的程度 在自己这个小团体中的实力排名 从原本的末尾倒数 到现在的名列前茅 可让他这个一直被看清的边缘人 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番 丁哥哥 你的豺狼人好帅啊 是怎么搞到手的 给妹妹也说说嘛 后方缓缓走来四人 四人中 两女两男 不出意外 四人身上都挂满了防御道具 对于他们这群有钱人来说 小命比什么都重要 外出 没有一身的道具 你怎么敢的 哼 走了狗屎运罢了 两男中 一个有些大肚男 长得有点哼肉的男子冷嘲道 哟 如果是这狗屎运 那我可愿意他天天来 丁华叶也不生气 反倒是得意的 七 大肚男男子葛东南 愤愤地回了一句 他差点连后槽牙都要咬碎 丁华叶这个家伙 是怎么得到这种兵种的 要知道对方几天前还在吊车尾 自己平时可没少嘲讽他 结果 这家伙昨天突然拿出优秀三星的豺狼人 而且还是两头 为了搞清楚状况 他连夜派人去调查 结果屁都没有一个 因为这个事 葛东南想了一晚上都没想通 难道真的有狗屎运 不可能 所谓的狗屎运都是有原因的 自己没发现 不过是情报不足罢了 哼 等着吧 我迟早会发现你的秘密 而后为我所用 又到丁华叶这边 今天可是他的辉煌时刻 以前身为吊车尾的他 只有在后面羡慕别人的份 但今天 这些人都在围着自己转 而且 那群家伙 为了拉自己 一起出来狩猎 花费重金 丁华叶估摸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再加上其他人的话 基本上不踏足那些大型营地 网上的聚集地是没问题的 于是乎 他豪爽地答应了别人的邀请 加入了狩猎的一员 这不 在恭维声中 险些迷失了自己 不行 不行 我的还不能骄傲 还不能自满 我的一切都是 大佬给的 必须抱紧这根大腿 但转念一想 不对啊 这种层次的兵种 大佬怎么会拿出来卖 而且看他的样子 似乎不缺顶级兵种 必然是有什么秘密 如果我能 操 丁华叶猛地 给了自己一个巴掌 丁华叶 你真TM不是个东西 大佬 自然是有大佬的机缘 人家的机缘关我啥事 就算有 也与我无关 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不能贪 哎 我不贪 我不贪 能细水长流 我又何必 把路走窄了呢 想到这里 丁华叶顿感浑身轻松 我真TM聪明 我靠 那是什么东西 也就在这时 爬上前方小秋的队员 发出惊呼声 闻言 后方的丁华叶 与其他两人 立即朝上方快步走去 等到五人都来到小秋上时 立即拿出远望的道具 握你马 哥布林部落 跟其他部落打起来了 一人道 张二春 你他妈是不是傻 看见那个天空中的人隐蔚 这明明就是有领主进攻 哥布林部落 刘碧啊 单挑 哥布林部落 这时 一个弱弱的声音响起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场战斗 有多少个职业级存在 第七十一章 战斗结束 闻言 其余四人 立即转动自己的道具 发出一个个鉴定术 卧槽 哥布林统领 哥布林祭九 然后这是 西游品街的骷髅消卫 王德发 这是骷髅 这么帅的吗 还不止 你看到一个闪动的身影了没 跳 死亡阴影 又是一只西游品街 职业街的骷髅 得到提醒 这个人直接被吓了一跳 不止 还不止 你看战场中心的那两个家伙 卓越层次的六臂绿魔 哥布林王 而且还是特么精英界 与他战斗的是 中烟骑士 但很快众人 就发现问题不对劲 西游一星职业街的中烟骑士 竟然压着卓越一星精英街的 六臂绿魔 哥布林王打 这个结果 直接让众人都惊呆了 按照常识 在等级与品质的双重压制下 不应该是哥布林王大发神威 要着中烟骑士打吗 这个中烟骑士开挂了吧 葛东南南南道 嗯 中烟骑士开挂了 队伍里面那个 安静的女生开口了 众人 你们仔细看这头中烟骑士 打开真实只眼看 你就会发现 他的攻击非常有章法 就像是在施展 枪术 枪术 兵种怎么可能会枪术 一人吃惊道 文言 女生李萌萌点点头 的确 兵种是不可能会使用枪术的 但如果对方是先天觉醒 自我意识的兵种呢 啊 这 此话一出 四人纷纷沉默下来 作为临江市第二梯队的新人领主 他们对于这个神秘游戏的理解 自然不是普通平民玩家能比的 其中关于先天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就有一个系统化的了解 自我意识的觉醒 分为先天和后天 虽然同为觉醒自我意识 但两者差距极为巨大 先天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可以用游戏里的bug来形容 这类兵种拥有自我领悟 自我思考突破的能力 它们拥有极强的天赋 哪怕是传说中的作尔文道 举霞飞升都不是不可能 甚至有传闻称 每一个先天觉醒自我意识的存在 是在遥远的横古时期 陨落的神灵 陨落的神灵 终究还是神灵 它不会死亡 但会失去所有 一望一切 独留下一个名为火种的东西 火种这玩意看不见 摸不着也感应不出来 但拥有火种的兵种 再初期就会显现出种种不凡 别说领悟枪术了 就是神术都不奇怪 当然 这只是传闻并没有认证过 但无论是传闻还是其他 无不预示着 先天觉醒自我意识兵种的强大 萌萌姐的意思是说 这是一名先天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队伍里最后的一个男生道 不错 李萌萌肯定地点点头 不止如此 他还是一位英雄 而且 六臂绿魔哥布林王似乎有些问题 他打着打着就陷入混乱当中 有时候自己的手打自己的手 还有就是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 这只中烟骑士 他似乎有些强得过分了 明明只有职业界八级 但实力远不止职业界 文言 丁华叶目光闪烁 萌萌姐说的没错 六臂绿魔哥布林王 一身实力只发挥出六成 但中烟骑士则是火力全开 这么下去 估计要不了多久 中烟骑士就会胜利 说完 众人无不将目光看向天空中的 那个坐着的黑袍身影上 向往 羡慕不可思议等等 不意而足 一场战斗 牵引出二十名职业界的兵种 更有一尊精英界的存在 这种程度的战役 在资深领主当中 也算是大型战役了 李萌萌眨眨巴着大眼睛 话音满是感叹 作为领主 谁没有一个 指挥大型战役的梦想 谁不想挥手间 百万大军压境 横推一切之敌 自己何时才能亲自指挥 这种级别的战斗啊 萌萌姐别气嘞 咱们还只是新人领主而已 等姐姐到了那个程度 肯定比她还强 队伍里的另一个女生道 嗯 但愿吧 李萌萌虽然口头说着但愿 但她知道自己 永远也比不过对方 因为先天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万一中无一 稀有的跟这方世界的神灵一样 自己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种兵种 这时 葛东南开口道 大佬就是牛逼啊 中焉其事 我想都不敢想 丁华叶文言破口道 这是大佬吗 这明明是巨佬好不好 其他三人也是点点头 确实是一个巨佬 哥布林部落所在 地面早已被打得千疮百孔 大片大片的土地被轰得稀烂 一个个巨大的焦黑坑洞密密麻麻 没有下角的地方 在这块土地的正中心处 骨枪虚晃一枪 六臂绿膜哥布林王果然上当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剑撞 骨枪手上的长枪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突然折转过来 技能 破军 只见枪间闪过白芒 而后以万军之势 向着头颅贯穿而去 扑吃 六臂绿膜哥布林王 紧急时刻 左右两颗头颅慌忙躲避 中间的那颗头颅 躲闪不及 如西瓜般被刺破 墨绿色的血液 喷涌而出 剧烈的疼痛 让本就处于混乱之中的 六臂绿膜哥布林王 彻底陷入蜂魔之中 他的攻击更加没有章法 破绽之大骨枪 甚至不需要使用洞吸这个技能 而且 在死亡之力的影响下 对方的速度 力量 以及反应力大打折扣 反观骨枪 把一枚魂筋放入体内后 状态再度恢复 少请 扑吃 随着最后一个 西瓜破解的声音响起 不可一世的六臂绿膜 哥布林王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而死 骨枪默默收回长枪 目光冷冽地扫尸一周 杀 此起彼伏的轰隆隆声响起 无将一方的兵种 大吼一声 彻底疯狂起来 反观对面的哥布林们 则一脸惊恐与迷茫 跑 这是哥布林统领的 第一个想法 他在这顾不得眼前的对手 转身就跑 没有丝毫犹豫 有了第一个 就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而后 大面积的哥布林开始逃窜 真正的杀戮才刚刚开始 战斗结束了 我们走吧 李萌萌深深看了一眼 空中的黑点 向其他人说道 文言 葛东南心里满是疑惑 这场厮杀还没结束 这么早就走了 闭嘴 白痴 丁华叶直接开队 现在不走 等那位巨老认为 咱们是抢夺战利品的人 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此话一出 队伍里的另一个女生质疑道 不至于吧 在这个地方的 都是九州的领主 我们都是九州人 不至于因为一个猜疑就动手吧 哼 年轻 丁华叶冷笑一声 转身就走 余下的一个男生也是点点头 跟着离开 满心不解的女子 拉住李萌萌的手 萌萌姐 要不咱们去认识认识那位大佬 说完 她还冲李萌萌暗示 可却遭到了对方的明确拒绝 不行 现在出去 就像是御棒相争鱼翁得利的鱼翁 容易惹人猜忌 而且 永恒之界可是真正的法外之地 在这里死了 可没有为你伸张正义 说完 李萌萌拉着她的手 赶紧离开 边走边说道 资深领主大多已经转职成功 因为转职的原因 品性 性格 也会偏向职业所属的那个物种 可能在灵星 她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大好人 但在这个世界 很难说 为了安全 我们必须马上走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女子似乎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紧接着又想到了 自己最近得到的转职道路 为了安全 她还是试探性地问道 啊 那这样我们转职后 不是要变成另外一个字节 这个不一定 李萌萌摇摇头 抛开种族这一因素不说 越是高品质的转职职业 对我们的心智影响越小 这也是为什么 领主们对高品质职业 须之若物的原因之一 文言 女子立即做出一副惊喜的模样 拍上了马屁 萌萌姐真厉害 连这都知道 其他人 第72章 抱歉你的计划似乎失败了 呼 坐在电脑桌前的吴江 重重呼出一口浊气 对方强者基本浮诸 剩下的收尾工作 也不需要自己亲力亲为了 得此空闲 吴江拿起一旁的水果手机 打开看了眼时间 18点25分 这么快 就晚上6点钟啊 感叹时间过得飞快 他赶紧走出房间 以最快的速度 出去吃了一顿饭 至于为什么不点外卖 我的天 作为一名曾经当过外卖员的人 某些做外卖的那材料 卫生简直是一言难尽 你敢吃吗 反正吴江不敢吃 他情愿多花点钱 出去搓一顿 或者辛苦一下自己 亲自做一顿都行 在下面的餐馆 吴江先瞅了一眼环境 发现没啥问题后 点了两婚一复 吃饱喝足以后 截了账 继续往家走去 路过小区公园 看着里面在散步 或者打太极的老爷老太们 吴江有时候觉得 或许做个普通人 也挺不错的 但自从自己接触到超凡以后 就注定无法再回归平凡 回到家 打开门 坐在电脑前后 看着下方已经结束了战斗的场景 同时传来鼓腔的话音 闻言 吴江不由地挑了挑眉头 而后让血力在一个地方落下 不久后 吴江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哥布林部落中 那个曾经是祭坛的位置 原本宽大神圣 而不可侵犯的祭坛地带 现在被哥布林们的血迹 净染成红色 更有半截哥布林身子落在洞底 血腥 令人厌恶 吴江走到这里时 蛇人先知斯黛罗普 和暗精灵希曼 早已站在这里 斯黛罗普并没有什么想说的 在冲吴江点头示意以后 便去找自家的蛇人去了 至于暗精灵希曼 他缓缓走向吴江 尊敬的人类领主大人 希曼代表古麦伦士族 感谢您的援助 如果没有你的这些强者们 我们的王女必然无法存活 面对希曼的马屁 吴江只是简单地点点头 各取所需罢了 不不不 希曼赶紧摇摇头 然后从兜里拿出一样东西 为了弥补您的损失 希曼愿意 将这个东西献给您 请看 说着 他缓缓上前 摊开手一枚玉石映入眼帘 这是 吴江难难道 突然 在他周围 浮现一抹隐晦的魔力波动 吴江瞬间瞪大双眼 抬起笼罩在兜帽里的头颅 难以置信地看着希曼 你 只见希曼手上的玉石 化成了一柄 由水凝聚而成的冰锥 冰锥从他的手上 刺穿了吴江的整个心脏 而后 嗡的一声脚的稀烂 烟红的鲜血 染红了整个上半身 咯咯咯 单纯的人类领主啊 忘了告诉你 王女并不是逃婚到这里的 而是 被我拐来的 暗精灵希曼 缓缓脸上满是猙獰的笑容 他缓缓松开手上的冰锤 后退两步 感谢你啊 单纯的人类领主 你的强大 得到了我的认可 可是你的愚蠢 葬送了你的性命 接下来 我将继承哥布林部落的财富 并用暗精灵王女 来敲诈古麦伦氏族 想来 我的未来 必将一路坦途 说到这里 希曼似乎陷入到了狂热之中 他手舞足蹈地摆动着身体 哦 对了 忘了 告诉你人类领主 我的全名叫 克利斯·希曼 另外 我可不是暗精灵哦 我是 希曼话音落下 他周身浮现出大量的紫色光芒 带到光芒散去 一头拥有着直径两米大小的蜘蛛下身 和人类上半身的猪女 梦魇珠母 稀有 职业皆七级 就见希曼变成梦魇珠母后 手上拿着一块上有符文的石块 物品 塑形石 简介 可以将自身改造成任意存在 但本质不得发生改变 在高阶存在面前 容易暴露 据我了解 你们人类领主一旦死亡 兵种便会陷入无止境的混乱 是不是很气 没能发现我 哥哥了 哥哥了 一分钟 两分钟 直到吴江倒在地上 彻底死去后 兵种们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反倒是不知不觉间 大量的兵种将希曼围住 这这 在这一刻 希曼急了 他满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周围的职业皆存在 你们为什么还没陷入混乱 为什么 在他自我怀疑这段时间内 那个倒在地上的吴江 逐渐缩水 最终一名雄性暗精灵躺在地上 彻底陷入沉睡之中 在他的右手大拇指上 赫然有着一个预知的扳指 血力不知何时 已经变成了人形态 他缓缓走到暗精灵身旁 俯身将伪装扳指取下 嗨嗨 清脆的咳嗽声响起 希曼寻声望去 一名笼罩在黑袍当中的身影 正在远处缓缓站立 抱歉希曼女士 你的计划 似乎 失败了 为什么 这不可能 希曼瞬间歇斯底里起来 虽然他很不想承认 但自己似乎真的是被耍了 哼 我可没有为死人解释的习惯 花音落下 骨枪瞬间来到希曼身前 他拿着的恐怖长枪 浑火于风中摇曳 居高临下地看着对方 在面对这个大块头时 希曼没有任何反抗的念头 对方的强大 他是亲眼见过的 他能做的 只有 求饶 不 等等 我可以当你的奴仆 奉你为主 不要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 以灵魂起誓 我可以 他话还没说完 就又被吴江打断 抱歉 我这里 不收废物 蹭 一抹寒芒闪过 寒光灵灵的长枪 从上往下 将巨大的猪身披成两半 墨绿色鲜血 溅满周围的骷髅们 吴江目光平静地 看着这一切结束 早在开始前 对方的进攻操作 就让他心生疑虑 结果 到后面骨枪传来消息 这家伙 竟然让他把骷髅们 派向外围 这个做法 瞬间让吴江疑心大作 秉持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想法 他找来蛇人先知 施展魔法 配合上自己的伪装班纸 成功将一名西曼 带来的雄性暗精灵控制住 并且 让对方临时充当自己 至于声音和动作 很简单 一个模仿魔法 和传音魔法就搞定了 结果 这家伙傻愣愣的 没有确认 就直接动手 吴江拿着血力 递过来的伪装班纸 继续带回自己的手上 主人真是太聪明了 这个该死的老妖婆 真该死 文言 吴江脸色一黑 有人告诉我 你跟这个家伙 暗地里做了些 不干净的交易 啊 谁说的 不可能 血力只感觉头皮发麻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紧紧抱着吴江的小腿 领主大人 你要相信血力 我从来没有 跟这个家伙交易过 我对您可是忠心耿耿的 与此同时 骨枪也来到他身后 冰冷的长枪 缓缓抽动 啊 究竟是谁诬陷我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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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血力我啊 别 别 我真的没有做过这种事 吴江文言 睁开一只眼睛 抬手制止骨枪 并反问道 真的 真的 比珍珠还真 嗯 好 那我相信你了 去吧 帮我找出 这里最值钱的东西 保证完成任务 血力领命 赶紧去找东西 见状 吴江点点头 不下一下血力 他担心这个凡骨仔 偷偷把奖励藏起来 虽然他不敢 但有备无患吗 想到这里后 他抬起脚步 向暗精灵王女 所在的铁龙走去 第七十三章 咫尺而后 勇 咔啦啦 吴江走过来的同时 铁龙中的暗精灵王女 也动了起来 他满怀激动地 用那双与其他暗精灵 迥然不同的金色弯眸 游下往上帝 仰视着吴江 就仿佛是跌倒在地上的公主 等待着王子伸出手 吴江并没有伸手 也没有第一时间打开铁龙 而是缓缓蹲下身子 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暗精灵王女 吴江语气不定地道 毕竟他也不知道 对方听不听得懂 这方世界的人类语言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铁龙中的少女连点两下头 吴江见状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听得懂就是好事 这样会省去自己不少麻烦 一会儿我放你出来 你必须得跟我保持距离知道吗 此话一出 暗精灵王女虽然觉得奇怪 但那联想到对方 被诸女偷袭的一幕 那双弹金色的眼眸 赶紧眨巴了两下 显然是同意了 好 打开吧 蹭蹭 鼓刀的刀很快 也很锋利 瞬间将铁龙切割成若干块 而后又从怀里 拿出吴江给他的阴影匕首 三下五除二 就解决掉所有锁链 随着哐郎一声响起 这只被囚禁数日的暗精灵王女 总算是重获自由 娇小的身影从牢笼中走出 在傍晚的余晖下 播洒着淡金色的光辉 她拥有着更有更为立体且精致的五官 修长的精灵耳上挂着翡翠般的耳垂 耳朵上方有些一对树立着的尖角 这是王族的象征 站在一米八的吴江身旁 就像是一个林家妹妹般的感觉 布妮娜 感谢您的援助 我的朋友 声音空灵 没有暗精灵般的沙哑与低沉 不用谢 那个家伙已经帮你付过买命钱了 吴江指了指 被分成两截的西蔓尸体 布妮娜扑斥一声笑出了声 而后拿出了一枚绘制着王的戒指 能告诉我 你的名字吗 布妮娜捏紧小手 有些羞涩地问道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文言 吴江沉吟稍许 觉得没啥好隐瞒的 索性就承认了 吴江 你好吴江 这是象征着古麦伦士族的戒指 拿着它 你可以调动我祖手下的任意一个 暗精灵聚集地的力量 这东西 就算是布妮娜给你的礼物 作为朋友的礼物 说完 她用那双修长而充满美感的双手 递给吴江 后者接过 好的 吴江收好礼物后 看了看眼前的布妮镜 她在考虑怎么安排对方 接回领地是不可能的 金手指的秘密是自己的底线 这点上可不能让步 但在外面的话 人家好歹给了自己礼物 总不至于直接撒手不管吧 布妮娜似乎看出了吴江的困难 不由得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吴江 你不用担心我 马上就会有人来接我了 布妮娜的话音落下 在她身后的虚空 陡然闪过一抹白芒 这抹白芒 切割开了虚空 两只修长的灰色手掌伸出 将这个空间裂缝撕开 一颗巨大头颅 从中探了出来 布妮娜 我来接你了 吴江也看到了对方 她几乎是下意识 用了一记鉴定术 名誉领袖 史诗统帅接十几 凯撒哥哥 是这位人类领主救了我 见到来者 布妮娜明显激动起来 话音落下 名叫凯撒的暗精灵 侧目瞥了一眼吴江 这一眼之下 吴江感觉自己 好像没有穿衣服 整个人被完全看穿了一般 任何秘密都无处遁形 而后 她又扫了眼远处的兵种们 吴江敏锐地发现 对方在看到暗精灵兵种的时候 明显慢了那么一瞬间 而后 她收回目光 将一座雕刻着暗精灵的雕像 放在吴江手上 就这样吧 说完后 也不管吴江有没有什么动静 直接带着布妮娜离开 人类 从现在开始 忘记今天的一切 你从未见过布妮娜 居高临下的眼神 语气仿佛是下命令般 没有给吴江任何选择的余地 其实也不需要选择 在五阶统帅接强者的面前 如果不是吴江救了她的妹妹 凯撒甚至不会浪费一丝念头在她身上 普通人 凯撒吹口气 都不知道会吹死多少 在强者的眼里 没有弱者的席位 同时 一股强大的压力 瞬间降临在吴江身上 身后的骨枪 骨刀 几乎是下意识要动身 很快 凯撒的目光转向他们 两者瞬间被限制住 哪怕骨枪魔力全开 依旧无法动弹嘶吼 就好像 是被规则之力束缚住一般 再到吴江这边 只见他的双腿止不住地打战 站着已经极为费力 对方这一手红枣 一手大棒的玉下之侧 让吴江不禁汗言 碰 吴江被压得单膝跪地 膝盖都得蹭出丝丝鲜血 他紧咬着牙齿 心想 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 从未见过 妮娜 此话一出 压力立即消失不见 人类 记住你今天的话 话音随着空间裂缝的愈合 而消失不见 吴江身体恢复过来 他挣扎着站起身 同时 限制着兵种们动作的力量 陡然消失 无主 骨枪缓缓走到近前 他还想说什么 就被吴江抬手打断 落后就得挨打 唯有强大 才能获得尊重 正因为我们弱小 所以才要努力变强 不是吗 说话间 骨枪看到了领主的目光 那仿佛是黑暗中的两团火焰 那是为了变强 为了掌控自己的命运 更为了赢得尊重的火焰 是 枪 必不负无主之愿 好 吴江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而后向前走去 看着自家领主的背影 骨枪头颅中的魂火燃烧 陡然大胜 甚至比战斗的时刻还要大 这是他第一次感到 名为愤怒的情绪 主赋予他一切 但今天他 没有守护住这份尊严 更对不起曾经的承诺 这让骨枪很愤怒 非常愤怒 主 总有一天 枪要按着那个家伙的头颅 在你面前忏悔 没有人 能折辱无主 哪怕他是神 也对 死 与此同时 吴江步伐轻快地走着 脑海中思绪闪动 愤怒吗 其实也没多愤怒 所谓 有错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对方做的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自己 站在对方的角度的话 为了保证自己妹妹的安全 让对方保密 没有丝毫问题 吴江也能理解 但 理解不等于认同 老子好心救你妹一面 你竟然这么逼迫他的救命恩人 迟早有一天 要率领骷髅们 冲进你们的王宫 看看到时候的统帅 还有没有那么不可一世 收敛思绪 他拿出从对方手中 获得的暗精灵雕像 雕像只有八掌发现 通体雪白 鉴定 物品 大祭司雕像 简介 一个被封印的阴魂 只需要提供一块魂石 就可以解除封印 获得一枚暗精灵大祭司 阴魂 阴魂 顾名思义 就是召唤出来 直接是英雄单位的残魂 这等于白送了一个 暗精灵大祭司残魂 和一个英雄之证 看着手里的雕像 吴江嘴角 勾起一抹弧度 如果凯撒 被自己送出的暗精灵大祭司 按在地上摩擦 会作何感想呢 第74章 挑好看好 打道回府 自吴江 站在哥布林部落之后 就感觉冥冥中有一个声音 在不断地催促着自己 按照这个声音 他不断前行 为了安全 他让鼓刀全程跟着自己 很快 他的脚步在一个坟堆前停下 说是坟堆 不过是一个个堆积起来的 小泥土堆子 吴江跟着冥冥中的感觉 来到了最正中心的某个土堆前 他伸手招呼来四头骷髅勇士 另外让鼓枪派遣骷髅们 将周围封锁起来 任何其他生物都不得进入 骷髅们总是不知疲倦 拿着从哥布林部落 搜出来的铁锹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 挖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其实这种事情也很无奈 明明蛇人先知一个魔法 就能解决的事情 硬是让骷髅们辛苦那么久 但为了安全 吴江觉得 这份等待十分值得 随着时间流逝 一个长三米 宽一米五的恐怖石门 出现在眼前 石门口紧紧关闭 上面布满着大量的魔法纹路 给人一种 除非得到钥匙 否则无法打开的直觉 吴江也不犹豫 他将手放在石门之上 随着没入脑海的那抹金光一闪 石门轰然破碎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漆黑的漩涡 快进去 快进去 脑海中的噎语越来越重 甚至一度到了影响神志的程度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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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不断呐喊 塞尔曼家族的遗产 不可能让我这么入魔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之中根本就没有提示 想到这 吴江疯狂运转大脑 拿出随身携带的粗质匕首 一刀扎进大腿 噗 如水魔破碎的声音响起 眼前的画面 如梦幻泡影般破碎 当吴江的目光再度聚焦的时候 惊恐地瞪大双眼 手脚冰凉 一阵后怕 在他的眼前 赫然是身不见底的万丈悬崖 我这是 吴江赶紧退后几步 正好发现了古刀的身影 主 您刚才一直往悬崖边走 我出手阻拦 被你推开 所以 闻言 吴江不由的心头一突 对着古刀下达命令 刀 以后我要是再出现这种情况 不必理会我 直接把我控制住 等我恢复过来再说 是 回过神来的吴江 这次小心了很多 这些古老家族的遗产 每个都充满了无尽的危机 需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 想到这里 他再次出现在石门前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 直接将其打开 熟悉的漩涡 但脑海中再也没了干扰的业余 不过为了安全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去 而是派了一头骷髅守卫进去 骚情 骷髅守卫完好如初地走了出来 哭噜噜 确认没有问题后 吴江一步迈入其中 就像是正常进入一个房间般 没有发生任何的不适 吴江抬起头颅 目光向前方看去 哄 哄 哄 大量的火把突兀地点燃 幽兰斯的鬼火不断地燃烧着 寂静地燃烧着 在火焰的照耀下 吴江第一眼看到的是金子 堆积成山的金子 这些金子密密麻麻 堆积成为一座座十米高的金子堆 这么多金子 这还不是斯尔曼家族的遗产吧 只是炼气室的遗产 这么多 怕是比王国的国库都还要庞大 吴江惊叹着不断前进 很快 一个布满大量珠网 有着庞大巨物骨架 类似大殿的地方映入眼帘 抬头看向这个骨架 保守估计长度得有五十米 两只骨刺展开的话得有百余米 这就是亚龙吗 还真是大 这么看来说 血力是双族飞龙青春版 似乎真的没有问题 随着吴江靠近 一股淡淡的龙威扑面而来 让他不由的汗毛炸力 下意识退后一步 即便死了许久 龙族的威严 依旧没有完全散去 不愧是龙族 就是牛啊 在这个巨型骨架的下方 有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瓷瓶 吴江招呼骷髅首位 过去拿过来 鉴定 物品 龙血精脆 简介 大量龙血浓缩汇聚而成 可以帮助亚龙提升血脉 也可以让其他种族 拥有龙族血脉 PS 龙族嗜血 残暴 贪婪 如果不想变成这样 最好别自己用 看完介绍 吴江深呼一口气 将之放入储物界中 继续向里面走去 不多时 一个盘坐着的骷髅 出现在他的眼前 在骷髅的身前 有一个紫色黑檀木制成的小盒子 脑海中不断传来催促 叮 发现任务道具 传承之合 哦 有提示 那应该没有问题了 吴江心头稍缓 两步上前抱起盒子 用手擦去上方的灰尘 他并没有急着打开 而是将其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储物界里 而眼前的骷髅手上 并没有储物界 可让吴江狠狠失望了一把 得到了最重要的东西后 吴江也不再那么拘谨 他大手一挥 十只骷髅怪们 开始寻找值钱的东西 至于他 则是来到了一个房间里 这里面有着一个大型箱子 里面有着一块块 类似于鹅卵石的石头 吴江刚想高兴 但很快就笑不出来 这些魂石 全部都魂力散尽了 他赶紧两步上前 不断翻找着 好在在底部发现了 五块完整的魂石 和两块失去一半魂力的魂石 还行 有收获就好 他的目光继续向里面看去 桌子上的一块石头 引起了他的注意 鉴定 物品 传承石 稀有 简介 一枚狂战士的传承石 使用后可转置成为狂战士 仅限人族与类人族角色使用 把传承石放进储物界 确认没有其他东西后 吴江走出房间后 其余的骷髅们 也纷纷出现在他眼前 只见他们大多两手空空 似乎是没找到什么东西 吴江也不感到失落 时间太久了 连魂石都放飞了一堆 还有多少东西 能够坚持那么久 再说了 传承荷龙血精粹 这两样最值钱的东西 都到手了 还要杀飞机 不过好在后进来的那只骷髅守卫 扛着一柄长剑来到他身旁 物品 破败者之剑 卓越 简介 一柄沾满死亡之气的不祥之剑 手持他的人 都会受到不幸与灾厄 可惜 是把剑 骨枪和骨刀都用不了 算了 算了 好歹也是卓越层次的东西 卖了也是一笔收入 吴江将破败者之剑 收入储物界 开始离开这个地方 至于这里的那堆金子 他从里面随便拿了些金币 至于多余的 先拿出去是试水 反正这里只有自己能够打开 相当于自己的稳定宝库 随时拿随时取 起身离开石门 吴江让骷髅们 把土重新埋了回去 而后 他的身影再度出现在 哥布林部落之中 看着 已经将值钱的东西 打包成功的骷髅们 吴江老心甚位 挑好扛好 打道回府 他大手一挥 血力立即从远处归来 同时 嘴巴上还叼着一张卷轴 物品 迁移卷轴 卓越 简介 能够将领地的建筑 极小化为光团 并且将领地迁移到指定位置 见状 吴江摸了摸他的鼠头 不错 干得漂亮 第75章 这些我都想要 稀稀索索 密密麻麻的行动声 回荡在整个黑暗的丛林之中 有不长眼的灰狼王豪一声 猛地钻入草丛中 而后 啊 随手扔掉偷袭自己的灰狼 蛇人先知丝带裸脯 嫌弃地擦干净手上的鲜血 看着自己身后的三十来位族人 到现在 整条蛇都是麻的 今天见识的东西 比自己活了这么久 加起来还要离谱 由于少打多 获得胜利的打法 有能够合体的哥布林王 还有跟开挂了一样的中烟骑士 最最最离谱的是 暗精灵西曼 竟然是诸女变的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清晰记得自己 施展了好几次求真术 都显示对方是暗精灵 结果 事实却是被狠狠地抽了一击脸 那家伙真是假冒的 但即便是这样 竟然被一个没有任何魔力波动的男人看穿了 斯黛罗普目光复杂地看着头顶上 那个坐在巨型蝙蝠身上的男人 而后 他甚至见到了 这辈子都不一定见得到的强者 统帅阶的存在 似乎 自己的命运 从遇见这个男人开始 发生了改变 斯黛罗普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他虽然自诩蛇人先知 但也不过是比其他蛇人聪明一点 拥有了自我意识 能够思考罢了 或许 跟着这个男人 我将会更上一层楼 见识到曾经的自己 一辈子也看不见的风光 斯黛罗普目光闪烁 但看着自己周围的族人 他抬起手 就给了自己两耳光 该死 斯黛罗普 你为何会如此自私 那个人类是想奴役蛇人族 你身为蛇人异族的先知 怎么可以心甘情愿 为他人奴隶 斯黛罗普 在内心狠狠臭骂了自己一通 但异样的种子已经种下 发芽也是迟早的事了 大部队的行军速度很快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就成功回到了领地之内 看着外面再次堆积起来的尸体 无将心头略为有些紧迫感 自己还不够强啊 强 安排完骷髅们 就把我需要的东西拿过来 至于其他的东西 有用的就留下 是 无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教导 骨枪基本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每次战斗过后 他都能将自己需要的东西拿过来 对此 无将表示很欣慰 我家大将学会了甄别物品 距离大地又进了一步 至于无将 他立即派遣鼓刀去清点人数 看看这场战役 自己损失了多少 主 骷髅怪少了11元 骷髅守卫少了2元 暗精灵少了12元 听见鼓刀的汇报 无将点点头 此战折损人手25元 毕竟是攻打小型部落 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很快 骨枪拿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袋子 快步走到无将面前 无主 嗯 不错 你去忙你的吧 无将拍了拍对方肩膀 是 坐在祭坛之上 无将缓缓将此行 对于自己有用的东西打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由大量魂纱凝聚而成的 石块魂金 这是击杀哥布林掉落的 自家兵种 深知勤俭节约的道理 每一刻魂纱都不放过 无将甚至还看到 自家骷髅销尾 为了得到掉进石头缝里的魂纱 将石头硬生生掰开的操作 对于这种不浪费的好习惯 他只能竖起大拇指说一句 好样的 第二个 是一块拳头大小怪异石像 无将放进一筹 哇 竟然是六臂绿膜 哥布林王的形象 鉴定 必须鉴定 物品 召唤石像 简介 使用后可以召唤出 六臂绿膜哥布林王为你而战 持续时间15分钟 剩余次数 1 回想起这个家伙那恐怖的姿态 如果不是自己 陷入混乱之中 导致实力下降 骨枪还真不是对方对手 嗯 底牌又多了一个 紧接着 他看像下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紫光团 伸手将这玩意拿出来后 他立即化为了一本书籍 技能书 物品 技能书 稀有 简介 使用后将获得技能 合体 合体后 数量最多不得超过五个 且各自具备自我意识 会有相互干扰的可能性 合体 无将看着这个技能书 他算是明白 为什么那三头哥布林王 能够融合了 感情就是这个技能啊 使用后都保持有原来的自我意识 怪不得那家伙打起架来 毫无章法 甚至会出现在 自己打自己手的情况 回想起之前的场景 无将觉得这个技能 似乎有些累赘 但转念一想 不对 这个技能不能这么用 他看了看骨刀 又看了看泄力 一个奇怪的想法 浮现在心头 骷髅加蝙蝠 当我拿出一只会飞的骷髅刺客 对面的脆皮法师 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个想法浮现后 又出现了大量的奇葩思维 无将赶紧打断 往这方面的思考 技能书只有一本 只能用一次 好刀要用在刀刃上 所以等等 事缓则缘 想到这 无将立即又在里面翻了翻 发现大多是一些 乱七八糟的装备 而后他喊来蛇人先知 人 主人 换武有何事 蛇人先知丝带罗普 威低头颅 这次剿灭哥布林部落 蛇人族虽然不是主要力量 但对方好歹也出了一份力 蛇人都死了十五六只 不给点辛苦费 有点说不过去 也没什么大事 我这里有些用不着的东西 你看蛇人族需要不 需要的话拿去便是 说完 他直接将口袋里的东西扔了过去 丝带罗普惊喜地接过口袋 看着里面的刀棍 还有些装备假咒 甚至还有优秀层次的法杖 顿时露出难以置信的目光 这是给自己的 面对他询问时的目光 吴将点点头 主人 请饶恕斯带罗普的贪婪 如果可以的话 这些东西吴都想要 斯带罗普诚惶惶惶惶地说完 用饱含七记的目光看着吴将 说实话 蛇人族除了下半身有灵甲覆盖之外 上半身跟人类一样 都是血肉之躯 零零散散的灵片 没有丝毫的防御作用 人类有着非凡的智慧 和灵巧的双手 可以打造出一样样装备防护身体 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但这蛇人族不行 蛇人族一来 智慧不够 大多蛇人都未开花 二来 蛇人族的手构造 也与人类不同 无法胜任精巧的工作 装备对于蛇人族来说 护甲类装备 是实打实的稀缺品 今天有了这些装备 蛇人族的儿郎们 下次外出狩猎 就可以极大的减轻伤亡 甚至做到灵伤亡的情况 这么一来 制约蛇人族发展的问题 又减少了一个 哦 这些东西都给蛇人族的话 那你们又能反馈 给我什么呢 文言 蛇人先知丝带罗普 瞬间陷入沉默 能给什么 给忠诚吗 蛇人一族永不为奴 给装备吗 自己都没有 给浑纱吗 自己都不够用 蛇人先知沉思了许久 依旧不知道 自己能给出什么东西 这个强大的人类 似乎并不太需要蛇人族 丝带罗普 紧紧攥着双手 这是这位蛇人族的先知 第一次对自己产生质疑 自己手上的蛇人族 在这个人类面前 似乎不值一提 良久 丝带罗普深深叹了口气 无 东西可以给你 但你需要帮我收集魔法材料 无将开口了 你也看到了 我的领地有一座附魔台 所以我需要大量的魔法材料 文言 丝带罗普看了眼里面的那个建筑 按下内心的欣喜 丝带罗普 遵从您的命令 嗯 无将一把将口袋扔给斯带罗普 而后挥手将对方打发走 再紧接着 他终于拿出来一个雕像 寄存这阴魂的雕像 第76章 弗雷亚为您而战 光阶解除这个类似封印的石像 就要花自己整整一块浑石 这要是放在几天前的自己 可不得大出血一波 未来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不过现在 嘿嘿 无大领主已经脱贫致富 迈入小康行列 从储物界中掏出一块浑石 将两者放在一起 只见浑石中磅礴的魂力不断一出 几乎化为了黑色的烟雾 钻进一旁的白色雕像里面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整整持续了五分钟 随着咔嚓一声响起 石像化为了碎屑 一颗闪着点点金光的阴魂 出现在地上 无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阴魂 他左看看右瞅瞅 结果发现 除了颜色在 似乎也没啥不同 当他将阴魂放入祭坛的时候 终于知道另外一个不同在哪里了 钉 请放入魂金数量 五 草 掏出五枚魂金 无将将其放入到祭坛之上 呼呼 周围忽然引起阵阵微风 风中大量的魔力 没入祭坛上的光团 为其重塑肉身 与此同时 下方的魔法符文 罕见地闪烁着阵阵金色 似乎阴魂特有的出场特效 问 金光大圣 璀璨夺目 一道身影自光灰中踏出 他脚下穿着高贵的法式长靴 两条笔直的大长腿 显露无遗 并拢在一起 没有丝毫缝隙 大 大 大 高跟长靴 响起清脆的踩地声 仿佛在耳畔的曲音 宽松的衣袍 也遮掩不住傲人的身姿 红唇尖耳 大眼睛 还有那独属于 暗精灵王族的尖角 让人看着 满是原始的冲动 他的身高大底有一米七 皮肤也与其他暗精灵迥异 属于是白色里面 有这些暗沉 聆听您至高无上的召唤 弗雷亚为您而战 柔软的声音中 充斥着一股洒气的豪爽 金光彻底散去 这位暗精灵大祭司 恭敬地站在吴江身前 他那双白色眼珠中的红色瞳孔 满是炙热地看着他 而后在吴江诧异的目光下 弗雷亚轻抚一袍 单膝跪地 挽起他自然下垂的手 放在红唇前 轻轻一吻 弗雷亚以此为事 永不背叛 作为几十年的单身狗 吴江不禁老脸一红 不过还要有大冬帽盖着 让人看出出来 可 与此同时 他也不禁奇怪起来 倒不是他有什么奇怪的想法 而是根据这阵子的了解 这种单膝跪地 亲吻手背的动作 是精灵一族宣誓用的仪式 与精灵里面完全相悖的 暗精灵一族 是这种亲吻他人手背的行为维持 甚至若是有暗精灵这么做的话 会被架在十字架上面焚烧 但 眼前这位还就真做了 这就让吴江很懵了 这是啥操作 喊不到啊 他清点弗雷亚 属性面板浮现于眼前 英雄 暗精灵大祭司 弗雷亚 品阶 西友 等级 学徒灵级 天赋 黑魔法专精 坚韧 技能 黑暗锁链 亡灵召唤术 僵尸制作 神灵祈祷 简介 暗精灵异族的大祭司 拥有丰富的知识 与强大实力 但因为悲惨的绅士 被暗精灵异族唾弃 永世不被认可 啊这 简介一栏 再次给吴江甘无语了 悲惨的绅士 啥绅士 有多悲惨 他轻轻将弗雷亚扶起 他细腻的皮肤 和柔软的手臂 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弗雷亚 身为你的主人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绅士 吴江缓缓说道 文言 弗雷亚立即行了一礼 能让您感兴趣 是弗雷亚的荣幸 说完 她的目光由炙热变得温柔 仿佛陷入到了回忆之中 弗雷亚的母亲 是一名善良的水精灵公主 而父亲 则是一位强大的暗精灵王 但我的出生 却是这一切美好破灭的开始 弗雷亚还想往下说 就被吴江打断 好了弗雷亚 不用继续说了 听到这里 作为纵横网文界十几年的老看客 她基本已经想到了后续的故事 两个理念相悖 思想 生存情况 完全不同种族的两个领导层结合 这注定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同时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让吴江明白 为什么弗雷亚的肤色这么好看的原因 原来有一半的水精灵血脉啊 怪不得这么水灵 很好 现在 你是领地内的颜值担当了 吴江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对于这个强大而可怜的孩子 吴江不介意多给对方一些关心 但 作为吴大领主的手下 该干的活 还是一样不能少的 这里 不养闲人 枪 框框框 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骨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好强大的骑士 这是弗雷亚看到骨枪的第一想法 这位是弗雷亚 也是自己人 你带他去暗精灵所在的地方吧 以后 暗精灵就交给他管理 是 吴主 目送弗雷亚和骨枪离开 吴江缓缓收回目光 接下来的是袋子里的最后一样东西 青铜宝箱 中型营地奖励普通宝箱 大型营地是黑铁宝箱 小型部落就是青铜宝箱 除去一些哥布林自身就要用的东西之外 这支战利品中 值钱的也就是宝箱了 吴江从没有指望过 哥布林会在大本营里放值钱的东西 这些家伙的卑劣是刻在骨子里的 除了制造杀戮就是破坏 谁能指望这家伙搞发展 想要宝藏 还得是掏巨龙的窝 收回思绪 他缓缓看向手上的青铜宝箱 爹 是否打开宝箱 是 或 是 话音落下 随着一阵青铜色的光芒闪过 数个光团出现在吴江眼前 恭喜 获得魂金X10 恭喜 获得奇迹建筑铁匠铺 恭喜 获得装备 水晶吊坠 恭喜 获得魔力药剂X5 青铜宝箱 稳定发挥啊 把魂金和魔力药剂收入储物界中 吴江看向水晶吊坠 物品 水晶吊坠 简介 由尼瓦格人打造而成的吊坠 佩戴上后 魔力恢复速度正10% 嗯 不错的东西 直接戴上后 也没有什么感觉 紧接着 他拿出铁匠铺的建造图纸 这是一张绘制着大量火焰 中心处有着一个木制房屋的建筑图纸 他看了看手里的铁匠铺 又看了看自己领地内的兵种 依稀 似乎 好像 可能自己并不需要这东西 骷髅们的武器 因为净化的原因 这段时间都没有遇见刀砍卷的情况 版本更新速度 甚至快过了消耗 如果可以的话 吴江准备用这玩意 去交换另外一个奇迹建筑 药剂实验室 毕竟自己有了药剂原理 也准备往这方面发展 而奇迹建筑 一般都是以物异物的交易方式 到现在 吴江还没听到过 有哪个憨货 用奇迹建筑换魂金的事 我手里有铁匠铺 而且还存着很早前打出来的 地精锻造师残魂 两者配合换一个药剂实验室 应该没啥问题 吴江妈撒着下巴 把铁匠铺放进储物界 又从里面拿出了此型 最最最重要的东西 传承之河 第77章 唯一职业 炼器室 第 检测到传承之河 是否打开 是否否 吴江深吸一口气 是 木盒缓缓打开 里面是一块看起来 平平无奇的钻石边怀表 就在这时 怀表上的指针 陡然跳动了一下 吴江只感觉眼前一晃 再度回过神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出现在 一座巨大瑰丽的碉堡前 碉堡周围 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这是 吴江双手握拳 这种逼真的触感 让他不禁感到惊奇 因为能够很明显地感知到这里 并不是真实世界 是的 吴江知道 这里不是真实世界 而是一个类似神秘空间的虚构空间世界 看来 这瑟尔曼家族 确实有些东西 吴江难难道 哼 小家伙 伟大的瑟尔曼家族 可不仅仅是你口中的有点东西 含笑的声音自后方响起 吴江赶紧转过头去 入眼所见的 是一位白发苍苍 穿着黑色燕尾服 一副管家打扮的老者 一百年了 你终于是来了 管家老者背负双手 目光上扬 伟大的寓言之神曾说过 如果你看见一个人 感觉很熟悉 那么他一定与你有不解之缘 而今天 我不仅看着你觉得很熟悉 更有一股亲切的感觉 说不定 你的前世 就是我斯尔曼家族的一员 听见管家老者的话 吴江忍不住地擦了擦汗 自己的前世 那不就是一个 混吃等死的社畜吗 跟斯尔曼家族 哪怕是十八杆子 也打不着吧 不过 为了不打这位老者的脸 吴江还是没有说 只能一个劲地点头 啊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管家老者伸手一扶 眼前的虚空 突然出现一道画面 画面中 闪过一幕幕悲惨的场景 有地狱恶魔 献疾万亿生灵 有人类与邪神交易 有天使拿出长剑被刺神灵 也有精灵施展魔法 让整片大陆陷入死寂 这些画面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 但不可否认的是 都给吴江一种怪异的感觉 就好像 他们都是在故意破坏这个 他们自己生存的世界 这些背弃信仰 试图毁灭永恒之界的家伙 斯尔曼家族将之称为 叛逆者 叛逆者并不是一个种族 而是做这些叛逆之士的生灵 管家老者说完 转过身看着吴江 而你 我的继承者 你将重拾斯尔曼家族的荣光 诛杀叛逆者 斯尔曼家族 与永恒之界有约 我们的传承者 每集杀一名叛逆者 都将获得天道的奖励 所以 如果你遇见一个 实力增长很快的家伙 说不定他就是斯尔曼家族的人 管家老者转笑道 而后突然一指 顶在吴江额头上 光芒闪烁之间 大量的知识与记忆 进入他的脑海中 但神奇的是 他并没有因为一次性 灌输太多的知识 而感觉头昏脑胀 反而是更加的清醒 少情 等到吴江将脑海中的东西 接收完毕 他悠悠睁开双眼 眼中骤然迸发出 灵力的金光 整个人的精气神 与先前 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不错的小伙子 你的灵魂力量非常强大 普通人里面 有这种灵魂力量的人 可以说是万中无一 管家老者点点头 随后 见他打出一记响指 周围的魔力 疯狂向这边涌来 管家老者伸出食指和中指 并拢两指 在胸口高度 自左 往右缓慢滑动 在他手指滑过的地方 磅礴的魔力迅速凝聚成形 当他手指滑近的时候 一柄一米有余的一方长剑 赫然悬浮在空中 炼气室 是斯尔曼家族先祖 从另外一方大世界中 所学习到的职业 不过时间太长 也太过久远 追溯到根本已经不可能 只知道这个东西 叫做炼气之术 用自身的气 引动外界的气流 牵引魔力汇聚 而成你想的东西 再以此 杀敌 花音落下 管家老者手握长剑 对准远处 轻轻一划 手上原本安安静静的长剑 骤然迸发出极致的灵力 一股看不见的恐怖剑气 倾泻而出 死了 不过是眨眼间 远处的草原 瞬间被割出一道长不见终点 深不见谷底的巨大裂口 这道裂口 若是从上往下看的话 几乎将整个草原 切割成两半 一剑开天门 一剑断山海 一剑之威 恐怖如斯 可惜 我现在不足曾经的百之一二 否则这一剑 说不定会让这方虚幻空间直接崩碎 管家老者摇摇头 似乎对这一剑极为不满意 反倒是吴将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我插 这一剑的威力 怕是精英层次的强者 使出吃奶的劲也没这么猛 吃钱再睡 可 论坛上打探情报的时候 吴将曾有幸看过 精英层次的转职大佬的实力 一拳直接将一座小山打爆 而今天的那头 临时突破精英街的六臂绿膜 哥布林王 他的破坏力 吴将也是亲眼见过 这两位的破坏力 比起眼前这位老者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难道眼前这位是一名四阶统领阶存在 或者在大胆点 是一员五阶统帅阶的强者 想到这 吴将不禁汗言 这位 前辈 敢问你曾经是什么层次的强者 文言 管家老者仿佛回忆起了什么 忍不住地叹了口气 唉说出来 简直难以启齿 我修炼练气之术百余年 也不过是到达了六阶传奇阶而已 距离七阶王座阶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只不过可惜 如今的我不过一缕残念 再也没有突破王座的机会 唉 修特 瑟尔曼 愧对瑟尔曼家族的先祖啊 吴将 凡 你就接着凡 难道大佬都喜欢文凡尔赛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六阶 是六阶啊 这可是传奇层次啊 整个九州名面上 也不过只有一位五阶统帅阶的而已 整个灵星 说不定都没有一位六阶存在 而你 堂堂传奇层次的大佬 还愧对先祖 我心好心好心好 你的心好心好 在心中将其狠狠鞭策了一顿 吴将只感觉身心舒畅 也不知道 我在炼气道上 有没有天赋啥的 想到就做 吴将立即盘腿坐下 根据脑海中的记忆来看 炼气室这个职业 更像是自己前世 那个传说中的道教职业 再结合对方的说话 就很容易理解了 瑟尔曼家族的先祖 曾经破碎虚空 去到其他世界学习到了炼气术 而后回到家族 将这门技能传授给自己的族人 这 很好理解的吧 不管怎么说 我前世也是华夏之人 这炼气室 必然跟我有些渊源 老祖宗保佑 吴将败谢了 默念完 他立即根据脑海中的知识 寻找并调动自身的气 看着传承人坐下 管家老者微微摇摇头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着急的 炼气室入门 需要很长时间 等你出去了之后 可以慢慢尝试 现在 先陪我好好聊聊天 我在这里等了你一百年 这不得好好补偿我 嘿 我说 你小子别太认真了 炼气室门槛极高 就算你能侥幸入门 也凝聚不出常见的 听我的 跟我聊聊天 指不定我就传授你一些经验 早点入门了 小伙子 管家老者 似乎是在这里困了太久了 长时间没人说话 现在终于遇见了能交流的人 整个人化身化牢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但吴江依旧盘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少情 吴江缓缓睁开双眼 重重呼出一口浊气 小伙子怎么样 是不是啥也没感觉到 这练气室 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 想当初 我可是花了整整三天才入门 你也别灰心 花个六七天入门 也正常 管家老者 还在安慰吴江 耳旁却想起询问的话音 你说的常见 是不是这样的 休特 斯尔曼 第七十八章 斯尔曼家族会议 休特缓缓转过身 当他看见吴江手上的东西时 脸上的表情仿佛见了鬼一般 他嗖的一声冲到吴江身前 这这这 是你刚刚凝聚成的 吴江点点头 你这么快就 入门了 吴江点点头 不仅入门了 还完全靠自己 凝聚出了一把 见 吴江点点头 解释了一句 并不是全靠自己 你给的知识 也发挥了很大一部分作用 斯 管家老者休特 倒吸一口凉气 拿起对方手上凝聚而成的剑 这是一柄长度只有半米的小型剑 而且整体构造 与自己所凝聚而成的剑 完全是两种艺术 硬要说区别的话 吴江凝聚的剑更为板正 纹路更为端正 正开 给人一种大气 威严的感觉 而休特的剑 则是独属于永恒之界的审美 有种高贵 优雅的阴柔之美 休特仔仔细细端向了一遍 这把袖珍长剑 忍不住感叹道 天才 真正的天才 一吸入道 半日宁建 而后他立即看向碉堡方向 眼中满是火热 老师 祖先说的是真的 真的存在一吸入道 半日宁建的天才 此刻 休特看待吴江的目光 彻底变了 在他的眼里 此刻的吴江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名为希望的象征 瑟尔曼家族 有这种天才的加入 只要他不意外陨落 重拾瑟尔曼荣光 只日可待 只日可待啊 瑟尔曼家族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家族 恰恰相反 他们非常乐于吸纳人才 也敞开大门欢迎 一切有实力 且真心加入瑟尔曼家族的人 也正是如此 曾经瑟尔曼家族 遍布整个永恒之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辉煌 鼎盛 繁荣 但现在 休特笑了 笑得很张狂 笑得很畅快 笑得很肆意 仿佛是积压了许久的东西 突然间得到了释放 天佑瑟尔曼 叛逆者都该死 休特仰天长笑一声 整个人仿佛年轻的十几岁 完备 既然你接受了我的传承 那么也算半个瑟尔曼人 我也算你半个老师吧 嗯 吴江点点头 好 休特大笑一声 也不再过多废话 记住 你还没有完全入门 等你将剑凝聚到心目中的长度时 才算真正入门了 而想要晋升职业阶的话 你需要凝聚九把剑 而经过我多年的修行 凝聚九把剑并不是极限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尝试凝聚第十把剑 如果成功自然晋升 失败也没多大影响 至于后面的路 需要你自己摸索 说完 休特根本不给吴江任何说话的机会 他紧闭双眼 手上的长剑悬浮在身前 至于他的身体忽然破碎 而后背长剑吸纳 紧接着 这柄剑以无法想象的速度 钻入吴江体内 最终停留在右手小臂上 凝聚成一个极小的剑纹身 同时 休特的声音在吴江脑海中响起 后背 我已是死了一百多年的人 没什么礼物送给你 这是我曾经凝聚的一把剑 虽然不及巅峰的12% 但斩杀一元统帅界的存在 还是轻而易举的 但你要记住 机会只有一次 一旦催动后 便无法停下 永知 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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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我亲爱的学生 老师只不于传奇 你与我不同 你天赋卓绝 必将问鼎王座 哪怕是圣者也有机会 祝愿你 我的学生 愿你一路向前 登临神位 话音逐渐远去 眼前的世界逐渐模糊 等到吴江回过神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盘坐在祭坛之上 为了确认 刚才并不是做梦 他立即挽着右手衣袖 一把中指长度的小型剑 像纹身一样 刻在皮肤之中 现在我最强的底牌 就是你了 吴江抚摸着手上的剑纹 突然觉这个世界 再也不那么危险了 但 打铁还得自身硬 这柄剑 终究还是身外之物 实力还是得来自于自身 同时 吴江对于 所谓的叛逆者 也有了些许压力 传奇层次的 修特都陨落了 究竟是什么样 强大的势力呢 良久 吴江深深呼出一口浊气 罢了 开弓没有回头见 既然来了 那就一往无前到底 正当他准备再度 投身于修炼之中时 手上的怀表 发出钉的一声 斯尔曼家族聚会开启 是否加入 住一 该会议仅继承 斯尔曼家族传承者 才能加入 且均为领主玩家 住二 家族会议内部 不允许打斗 进入的人 将被封锁一身实力 无法使用道具 及一切手段 只能使用鉴定术 直至会议结束离开后 即可恢复 住三 您为练气室 属于斯尔曼高阶位 对于下面的人 具有踢出会议 禁言等特权 住四 怀表是您身份的象征 失去后 将无法进入 斯尔曼家族会议 去 还是不去 当然是去了 斯尔曼家族的会议 一看就知道 相当的高端 安全方面 应该也没问题 封锁一切实力 道具也无法使用 这简直不要太安全 想到这 无将默念 是 问 怀表内部 突然发出一道黑芒 黑芒击中一旁的虚空 下一刻 一个漆黑色的门框形成 内部是漆黑的石门 枪 无主 鼓枪来到 无将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我不在这段时间内 领地就交给你了 是 游戏角色一角迈入其中 坐电脑桌前的真身 只感觉眼前一黑 再度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处于 灵魂降临的状态 看了眼自己的装扮 熟悉的漆黑隐身斗篷 里面挂着勋章 将整个人完全遮掩起来 配上短靴 满满的神秘感 低头看向自己左胸口 怀表不知何时 已经挂在了上面 嗯 这身打扮不错 我喜欢 点点头 抬起脚步 往前方走去 再次穿过一扇黑暗的漩涡门 眼前的场景映入眼帘 这是一个巨大的房间 房间上方整齐地镶嵌着紫色 白色水晶 为这个房间提供光亮 下方则是一个幽形长桌 桌子不高也不矮 大抵在一米二三的高度 在桌子边 有着足足两米高 顶端为三角形的靠背椅 房间周围的墙壁上 都悬挂着漆黑的帘布 将整个会议室 完全包围起来 吴江深吸一口气 没入鼻腔的 不是那种封闭会议室内的 沉闷气味 反而是如野外般的清爽感 真是 神奇啊 吴江收回观察的目光 扫视一眼 发现有七条椅子上 已经坐着漆位 跟自己装扮差不多的人 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隐私啊 吴江心中这么想着 步伐很快地走进房间 他的出现 立即引起了七人的目光 说说说 这些目光不约而同地 降临到他的身上 练气室 低沉的男生响起 里面还透露着些许 兴奋 吴江将目光头像声音 传来的那个男子 黑袍下看不上长相 但那黑袍被完全撑起来 一看就是某个肌肉猛男 吴江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对于这个会议不太了解 所以 他只能延续自己的传统 做一个高冷的人 嗯 随意地回了一句 来到那个那个 写着练气室三个字的座位上 这个位置处于U形桌的右下方 一看就知道是领导的位置 嗯 真皮座椅 坐下来后 有种舒心的感觉 吴江感叹座椅的时候 下方七人你看我 我看你 直到这个时候 吴江发现他们胸口 都挂着各种东西 有五角星勋章 有插着一根羽毛的笔 有十字架 有吊坠 甚至有的挂着一朵玫瑰花 这些人的身份象征 真是抽象啊 也就在这时 又有两道身影突兀出现在房间里 在两者出现瞬间 现场氛围瞬间一沉 感受到这个情况 吴江不禁眉头一挑 第79章 菜鸡竟是我自己 永恒之界 滚滚黑云 积压在天空之上 仿佛随时都会有一阵 倾盆大雨落下 整个环境都极为沉闷 压抑 此时 在一座由不知名黑矿石 打造而成的 巨大堡垒群下方的石桥之上 一道高大身影 正带着一位娇小身影走着 凯撒哥哥 你怎么把弗雷亚姑姑 送给那个人类领主了 万一被长老们发现 可就完了 布妮娜一脸担忧地道 暗精灵凯撒闻言 神色不变 发现 他们发现又能怎样 再逼死姑姑一次 说到这里 凯撒脚步停下 眼神中逐渐浮现出些许愤闷 当年爷爷爱上水精灵公主 我本以为 这是一次士族之间联合 相互变强的机会 结果 哼 那群老顽固 真是名顽不灵 为了什么狗屁的荣耀不容玷污 姑姑的诞生 是暗精灵一族的耻辱 以此为由 强行拆散了爷爷 让姑姑被族人们唾弃 噓 布妮娜小声劝慰道 凯撒哥哥 你 小声点 凯撒则是无所谓的摇摇头 哼 这群老顽固 真是白痴 弗雷亚姑姑 先天黑魔法专精 靠着自己的坚韧和努力 成为了英雄 这本应该是我族的机会 结果 他们硬生生逼死了他 如果不是父亲大人机缘巧合之下 获得了那个神秘雕塑 保存下来了姑姑的阴魂 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个亲人 凯撒越说越激动激动 但最后仿佛整个人都要被怒火吞噬 他最厌恶的 莫过于身为暗精灵王的爷爷 竟然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 那可是古麦伦氏族的王啊 结果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凯撒甚至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被族人所拖累 被那群老顽固所限制 这让他愤怒却又无力 但 现在不一样了 凯撒豁然抬起头 眼中迸发出金光 什么不一样了 布妮娜惊讶道 永恒之界发生大变 那些异族的人类领主 出现在了这个世界 这便是变故 说着 凯撒目光神秘地看向远方 那是万森大陆的方向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 我发现这些异族人类领主 非常奇怪 他们似乎没有种族的偏见 信仰实力为主 哪怕是最卑劣的哥布林 都有人类领主培养 而且 他们对于培养手下 几乎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 只要你展露出足够的天赋 就会获得大量的资源 这点 与我们完全不同 如果说 永恒之界 真正没有种族歧视的存在 那必然是那群异族人类领主 如 小骷髅 哥布林 史莱姆 这些在凯撒眼里 他看都不会看一眼的种族 却能受到重用 这让凯撒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 你就将姑姑交给了 救我那个人类领主 布妮娜差一道 不错 那个人类领主身上 有着不小的秘密 相信以姑姑的天赋 肯定会获得大量的资源 等到弗雷亚姑姑归来之时 也是我清理这群老顽固的时候了 我古麦伦的王 不应该被这群家伙限制 而且 现在天地大变 想要变强 我们就不得不学习 曾经的斯尔曼家族 高傲与自大 只会带来灭亡 古麦伦士族 需要变革 可是 如果古姑抛弃了我们 彻底加入了人类领主 又该怎么办 布妮娜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哼 我愚蠢的妹妹啊 凯撒畅快地笑了 如果那样的话 证明这位人类领主 已经比我们更强了 那样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与他结盟 拥有一位强大的领主盟友 对于古麦伦士族 会是一件坏事吗 而他 又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 那你刚才喊 布妮娜想起刚才 无力压迫无疆的场景 哼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记仇 说明这个人类气量狭小 难成大气 而且 我以利益为基础拉拢他 不信他会拒绝 人类不是有一句话吗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斯尔曼家族会议所在 嘿嘿 这次人挺奇的 哦 我们又增加了一位新人 这个位置是 练气室 说话者装扮有些怪异 漆黑的斗篷笼罩着全身 唯独流出一颗头颅 这个头颅与人类迥异 是一颗鳄鱼头 吴江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 这有啥好猜的 一看就知道 是某些变化身体的道具 这种道具诸女希曼 就给自己留了一个 在鳄鱼头男的身后 是一位虎头男 为了方便记忆 吴江直接给两人 以鳄鱼头与虎头简称了 鳄鱼头静止走到了 游行桌的左下方 看位置 应该是与自己地位同高 再看向对方桌子上的名称 大主教 见状 吴江不由地思索起来 根据休特留给自己的记忆 斯尔曼家族 一共有三位最高领导者 三人分别是 龙母 炼气室 大主教 记忆中显示三者是不分高低 同等地位的存在 但看着今天这个座椅顺序 吴江怎么感觉 龙母应该是地位最高的 在吴江思索之间 又有两道身影浮现 到现在 整个房间内已经有12人 座椅一共有17个 分为左右个7张 下方三个主位 剩下的是没来 还是没找到继承者的 吴江更偏向后者 毕竟斯尔曼家族的传承极为隐蔽 想要获得传承非常困难 而能获得17主位的传承 更是难上加难 在他思索间 鳄鱼头目光扫视一眼 既然人都来齐了 那就开始会议吧 话音落下 周围的人影 没有丝毫动作 这不禁让鳄鱼头男脸色一沉 既然大家没什么想说的 那就开始交一把 就按以往的规律 每人上交一块魂金 当作交一费 说完 他又看了眼新来的吴江 斟酌片刻后 炼气时刚来 就不用交了 此话一出 众人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他们仍旧坐在原地不动 看到这一幕的吴江 心里不由地奇怪起来 这是闹哪样啊 碰 你们这群家伙 想造反不成 马上交出魂金 否则就永远也别想进入 斯尔曼家族会议 鳄鱼头勃然大怒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鳄鱼头也配合他的语气 露出猙獰的表情 那副遗旨气使的模样 就仿佛斯尔曼家族会议 是他开的一般 就在这时 最后进来的两人中 那位胸口挂着双插剑 勋章的黑衣人站了起来 这人的职业是 骑士团长 我们这么多人里面 最少的人也交了一年魂金 大主教摊没了这么多魂金 也没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 既然这样 练气使也是上三位之一 老子今天就要把魂金交给他 看你个调毛能怎么样 听见骑士团长的话 无将不禁眉头一挑 这个大主教摊没大家魂金 这件事还不算啥 最主要的是 在这些人里面 最少得都交了一年时间 说明这十二位领主中 最年轻的都经营领地 有一年之久 他最低都是拥有四阶 统领阶兵种的资深领主 毕竟是斯尔曼十七主位 哪怕是末尾的存在 如果没有让传承者认可的天赋 也不是可能获得传承的 天赋加时间 加不夭折 等于大佬 所以说 垂死病中经作起 采坤竟是我自己 第八十章 我提供一个情报 你 放肆 鳄鱼头大主教在拍桌子 滚回去冷静一个月 如果认识不到错误 下辈子也别想进来 说完 他立即要动用上三位的权力 将骑士团长提出会议 骑士团长赶忙将目光投向吴将 炼骑士大人 帮我 大主教仗势七人两年半 已经压榨了 我们很久了 今天终于等到了炼骑士大人 大人帮帮我们 我愿意每次会议 给您两块魂金 骑士团长语速飞快地说道 大主教决定 将成员骑士团长 提出会议 是否同意 是 看见提示 无将不由地来了精神 他目光扫尸一周 其余十人 纷纷点头同意 这样吗 否 炼骑士对大主教的决议 提出反对意见 该指令失效 本次会议 不得再次提出该决议 提示讯息 闪过所有成员的脑海 原本上三位只有大主教在 只要他提出的决议 在没有龙母和炼骑士的情况下 直接通过 现在他提出的任何决议 只要无将不同意 基本告吹 除非等龙母出现 到时候决议 都是其他两人同意 无论吴将是否同意 都能通过 你 炼骑士 你要与我为敌吗 恶于头目光森然地 看着吴将 见状 吴将坐在位置上 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语气平静中 带着一丝冷意 大主教 我可以理解为 你在威胁我吗 新官上任三把火 自己新来 如果不能把威严立主 如何在这里面 坐稳上三位 更何况 我就算真跟大主教为敌 他又能把我怎么着 这里又没法动手 出去又找不到我 想到这里 吴将多少感觉 自己充满了底气 哼 同为上三位之一 别给脸不要脸 这小子 今天必须滚蛋 话音落下 提示再度出现 大主教使用特权 再度提出 将骑士团长 提出会议的决议 是否同意 是 我 否 特权 吴将脑海中 闪过这个念头 那我的特权是啥 很快 随着脑海中的 一抹记忆浮现 他不由得心头一跳 练气是 如果你敢否决我的提议 那么以后你的提议 也别想从我这里通过 鳄鱼头大主教威胁道 文言 吴将轻笑一声 重重说出了那个字 否 你特吗 鳄鱼头勃然大怒 但他的身影 却瞬间从座位上消失 这时 提示音再度响起 您使用特权制裁 已将成员大主教 提出会议 该特权已被锁定 无法再用 本次会议中 你将失去提议权利 吴将的特权很简单 将任意成员 直接提出会议 特权仅能使用一次 代价就是会失去提议的权利 也就是说 他使用特权后 就变成了一名普通成员 本次会议 无法使用上三位的权利 整个过程发生的太突然 直到现在 其余十人终于反应过来 练气是大人威武 骑士团长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见状 吴将顿时声音一冷 这次把我当枪使 我记住你了 此话一出 团长瞬间陷入沉默 而后赶忙从兜里 掏出一把魂金 练气是大人别生气 我这是被压迫得久了 受不了大主教这个吊锚 您来了 今天自然就有了 吴将深深看了一眼 这个家伙 也不废话 伸手将这些人的魂金 收了过来 扫了一眼 哇 整整十八块 虽然很不爽 他们这招驱狼吞虎的计策 但不得不说 对于大主教那个家伙 吴将也是毫无好感 得罪就得罪吧 这种货色 迟早会跟我发生冲突 正好借此 树立出微信的同时 拉拢一下下方的人心 想通其中关爱后 吴将缓缓起身 继续刚才的交易环节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今天的交易吧 大家初次见面 第一场交易 就由我来吧 说完 他从储物界里 拿出铁匠台 和两个地金锻造石残魂 推到桌面上 奇迹建筑的交易规则 大家都知道吧 吴将扫尸周围一眼 我想换取药剂实验室图纸 他的话刚说完 现场有几人 立即呼吸粗重起来 铁匠台 有了这玩意 就就可以卖手艺挣钱了 而且 最最最良心的是 对方还赠送两枚地金 锻造石残魂 这这这 简直就是送魂杀的呀 与这些人的想法不同 吴将出售铁匠台 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一来 他准备专攻一下药剂师 二来嘛 想要靠铁匠台赚钱 最起码 你得有一座金属矿资源点吧 不然的话 就只有自己去找资源售卖商 来回资源交易跑断腿不说 就挣一挣加工费 这对于空运能力不强的自己来说 简直就是折磨 至于现实世界交易 跨界费又高得要死 所以 经过吴将的深刻思考 最终决定 换 这时 会一桌右侧末尾的人 突然站了起来 正好 前阵子攻陷一座大型部落 骄人海城 黄金宝箱就爆出了这个玩意 正愁不知道用来干什么 今天看见练骑士大人的锻造台 我知道该交易了 声音清脆而动人 一听就知道是女性领主 吴将瞥了眼他的职位名称 星矢 按照记忆中理解 星矢满是一个观测天空星路 预测家族大型决策成果的角色 这个念头闪过 他立即收回目光 星矢说完 他拿出一张幽蓝色的图纸 走到吴将的座位前 严格意义上来说 炼骑士大人的铁匠铺 价格高于药剂实验室 既然这样 说完 他又拿出一瓶药剂 多余出来的价值 就当我给大人的见面礼了 健壮 吴将拿起两样东西 药剂实验室 奇迹图纸 没什么好看的 吴将将其放入储物界中 品质提升药剂 稀有 简介 冰种单位服用该药剂后 有70%概率 从优秀品质 突破到稀有品质 啊 东西是折八斤的好东西 但看着这玩意的用途 吴将撇撇嘴 这东西对于自己来说 留之无用 弃之可惜 根本就是可有可无 用途有限制不说 也只有70%的成功率 最主要的是 进化失败 冰种本身 还会受到一定的损伤 奶相进化点 只要足够 就是100%提升品质 而这时 在他身旁的女子 仔细观察吴将的微动作后 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因为对稀有层次的品质提升药剂 都兴致缺缺的领主 这么看来 这人应该不是新人 甚至不是资深玩家 新人和资深玩家 见到这东西的反应 他简直不要太熟悉 至于这人是不是装的 他从不认为 有人能在他的天赋 第七直觉面前装起来 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将吴将放在了 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上 至少是一名大领主的存在 交易完毕后 吴将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静静地看着其他人交易 虽然过程中有好几样东西 他都有想法 奈何 怎一个穷子了得 这些家伙 交易都是以魂石为单位 自己到手的十来块魂石 都上不得台面 马德 这群人不会都是 大领主级别的存在吧 经过这阵子的了解 新人领主又称为 初始领主 预备领主 还不属于正式级别的领主 新人一旦通过新人试炼后 就可以改变预备领主头衔 成为真正的领主 开启祭坛等级 祭坛等级过低的话 会限制兵种等级 就比如新人领主 手里的兵种 最多也就职业阶十级 无法突破精英阶 祭坛初始为灵级 即为初始新人领主 灵级祭坛 对应最高兵种等级为 职业阶十级 一级祭坛为精英阶十级 二级祭坛为统领阶十级 以此类推 普通领主 想要提升祭坛等级 就必须通过领主试炼 或者参与永恒之界的战斗 获得称号后 也可提升祭坛等级 一到二级的祭坛 为普通祭坛 这时候的的领主 被称为普通领主 三到四级的祭坛 为资深祭坛 这时候的的领主 被称为资深领主 五到六级的祭坛 为大型祭坛 这时就被称为大领主 据说后续七到八级的领主 叫做称号领主 成为这种级别的领主 有着许许多多的条件 条件是什么 吴江没能打探出来 在他思索这段时间内 这些人也陆陆续续完成了交易 这时 左侧一个影刺客队长职业的人 突然站起来 这次我没什么想交易的 就提供给诸位 一则秘密情报吧 第八十一章 来自大佬的测试 文言 众人纷纷停下动作 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等待着男人接下来的话 根据我的线人来报 据说血腥教会的人 最近获得了一样不得了的东西 似乎可以影响到新人试炼 而且受到这玩意的影响 永恒之界的时间流速 变快了一些 也就是说 新人试炼可能会提前几天 如果诸位家里有后辈 要新人试炼的话 最近最好加紧准备一下 血腥教会这次的动作 可能有些大 此话一出 现场的所有人 不约而同陷入沉思 这个情报 太过于惊世骇俗 能够影响新人试炼的东西 血腥教会什么时候 搞到这么高端的玩意了 情报准确吗 艺人问道 尹刺客队长一摊手 我的情报什么时候出现过问题 顿时 现场氛围陷入诡异的沉默中 吴江健壮 拍了拍手 既然会议结束了 那我就先走了 恋气试试赶着回去 给自家后背做准备吧 胸口挂着玫瑰的女人 打趣地说道 虽然吴江很想说是给自己准备 但想了想 还是顺着对方的话说道 是啊 我为自家那几个不争气的东西 可是操碎了心 说完 他率先走到自己进来时的门口 各位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恋气试大人 再会 说完 一步走进漩涡之中 等到吴江离开一分钟后 漩涡彻底消失不见 预言之时 你发现了什么没有 那个黑袍壮汉说道 文言 之前与吴江交易的那个预言之时 女人回答道 其他不好说 但恋气试 最少也是个大领主层次的存在 他对于品阶提升药剂 是兴致缺缺的情绪 这点我的感觉不会出错 那你的预言呢 又有人问道 无法预言 他的一切都被一层黑暗的薄膜所笼罩 无法窥探 这样吗 黑衣壮汉道 他沉音稍许 最终一拍桌子 以后不必试探炼气势了 引起这位大领主的不满的话 咱们可又要被大主教剥削了 众人闻言 都觉得有道理 月 宝马圆润 悬浮在悟空中的黑色漩涡 陡然发生魔法波动 一道漆黑的身影 陡然从里面迈出 吴主 骨枪立马上来汇报领地情况 在确认领地一切照常后 吴江欣为地点点头 我枪 国有大地之姿 说完 骨枪魂火发生抖动 显然高兴不已 而后 吴江拿出刚到手的药剂实验室 看了看周围荒凉的领地 似乎没有地方 给自己安稳地进行药剂实验 也就在这时 弗雷亚脚步轻盈地来到吴江身前 主人 弗雷亚为您准备了一个 可以居住的地方 请您去看看是否满意 吴江听到这话 不禁眉头一挑 哦 是吗 走去看看 两人一前一后 没走几步就来到一座木制的树屋前 这里的树屋并不是奇迹建筑 而是一个由大量树木弯曲声响 相互缠绕成的一个六十平大小的房子 树屋距离地面有五米高度 以吴江目前的身体素质 只需要轻易一跃就跳入其中 走进里面 吴江发现 头顶有些不少发光藤的藤蔓 这种藤蔓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彩 为房屋提供一天的光亮 除此之外 还有木桌 木椅 木制的书桌 柜子和软木做成的大床 整个房间精巧 但充满生命的意味 我的主人 弗雷亚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房屋 只能自作主张 按照我自己的爱好 为您做了一个 弗雷亚有些拘谨 他是真不知道吴江喜不喜欢 就在刚才 在这个领地转了一圈后 他惊讶地发发现 自己伟大的领主大人 竟然没有一座自己的房子 这让弗雷亚深感不解的同时 赶紧使用魔法 打造了一间 闻言 吴江拍了拍弗雷亚的肩膀 很好 我很喜欢 同时不由地感叹起来 女性英雄确实对于这方面比较用心 您的喜欢 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弗雷亚笑盈盈地道 吴江拿出药剂实验室 奇迹建筑 药剂实验室 建造要求 魂金X50 金属X10 水晶矿X10 高等兽皮X5 特质橡胶X1 铁矿X15 得 又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材料 吴江再次从兜里 掏出水果手机 发现手机里还有张燕发来的信息 我在国外给你收购了一批量的残魂 因为业务的原因抽不开身 就用空运给你送过去了 记得查收 吴江回了句 好的 接着打开APP 进入论坛 似乎因为最近太忙的缘故 自己已经好久没有水 可 学习经验了 打开临江市的论坛 强 太强了 本市最强的五位新人 以200兵种损失为代价 拿下了一座400人口的小型地精部落 获得大量资源并得到奇迹建筑 防御塔楼 这又啥 咱们91廖先生已经成功组建一队 由30名优秀品质魔物的小队 有把握拿下新人试炼前十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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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炼古堡 出现神秘新人 将五位最强新人压着打 以下是计时杯照片 又是一阵熟悉的吹牛逼环节 吴江直接掠过 转而把视线放在好友一栏 发现丁华叶这家伙在线 在线就好 就怕你不在线 想到这 他主动联系对方 小丁再播 几乎没有任何延迟 下一秒消息地回了过来 大佬有事吗 不对 没事也欢迎来找小丁 文言 吴江继续打字 我最近又要收集一些材料 所以大佬放心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就算是火星上的外星人 我也给你整过来 吴江赶紧回了不至于 而后把自己需要的东西 发送了过去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 一个个资源被送了过来 将药剂实验室建造在树屋内后 他想了想 还是试探性地问道 明天有空没 我准备去定制一批武器 需要人手 说实话 在听到新人试炼 可能要提前几天 和血腥教会的大动作后 吴江总感觉心头慌慌的感觉 总感觉要有大事要发生 还是特别严重的那种 赶紧提升兵种们的实力 把需要的东西 尽早完工才行 有有有 大佬需要 没时间 也得给你留出来 好 事成之后 我再给你报仇 大佬你说什么话 这些东西 连那两头豺狼人的毛都比不上 哪里还需要什么报仇 一码归一码 豺狼人说送你就送你了 另外 你再帮我收集一批 提升升级速度的材料 升级对象是暗精灵 我希望你尽全力收集 争取两天内送到我手上 说完 为了让对方积极活跃一点 吴江沉吟片刻 从怀里掏出那瓶品阶提升药剂 上次自己给了对方两头豺狼人后 并没有其他人来骚扰自己 这说明 丁华叶这家伙 守口如瓶 是个值得交易的小伙子 另外 对于这个家伙 吴江也有拉一把对方的想法 永恒之界实在是太大了 哪怕吴江自己拥有金手指 也不一定安稳 对于他来说 盟友也是需要的 无论是永恒之界还是灵星 丁华叶为人机灵 办事有能力 做人也有分寸 是一个不错的发展对象 想到这 他看着手里的药剂 这东西 既是自己对方的投资 也是一次人品的测试 如果对方因为这玩意动了贪念 而威胁自己生命的话 就只有 杀 第82章 灵魂降临的感觉 临江市的某座大别墅内 丁华叶正穿着华柜睡衣 正经微作地 看着自己眼前的大屏幕 从上次之后 每次跟大佬聊天 他都恨不得打起十八分精神 生怕出现疏漏 失去这条大腿 丁哥 丁哥 代代我呀 门口的哥布林中型营地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丁哥 你就把你的狼人借我用用 丁兄弟 还有没有珍贵兵种渠道 有的话给老哥介绍介绍 无视论坛上大量的私信 丁华叶目不转睛地 看着吴江的私信界面 洛人秉发起交易 是否同意 是 丁华叶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看着眼前的交易界面 丁华叶陷入沉思 毫无疑问 大佬又要投胃了 总不能一直让人家大佬亏本 不然这样 我会失去这条大腿的 想到这里 丁华叶赶紧从领地内 拿出一百魂金 这样 大佬应该不会亏了吧 想到这里 他轻点确认 而后 看到一瓶药剂 静静地躺在游戏角色的座椅前 鉴定 品质提升药剂 稀有 简介 兵种单位服用该药剂后 有70%概率 从优秀品质突破到稀有品质 丁华叶 卧 曹 在这瞬间 丁华叶险些差点哭出来 大佬真是太太太 好横了 我该怎么弥补大佬 钱 低俗 大佬是那种人吗 房子 大佬肯定是 准备在永恒之界买房的男人 这个世界的房子需要吗 不需要 车子 大佬肯定不需要车子 那么就只有 女人 不对 我当初派去的大美女都被拒绝了 这莫非 想到这 丁华叶不由地惆怅起来 打字发给吴江 大佬介意男人不 吴江 滚 看见大佬的回答 丁华叶赶紧缩起脖子 还好还好 大佬是直的 想到这 他赶紧马上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是我 丁华叶 嗯对 就是上次卖别墅那个 什么事 我准备再卖一栋别墅 少请 一辆保时捷911停在丁华叶别墅门口 一位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一脚踹开门 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 仔细看去会发现 这个中年男人跟丁华叶有几分相似 正是丁华叶亲爹 丁雄 马了个八子的败家玩意 一个月卖了家里三栋别墅 真当老子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今天不扒了你的皮 老子跟你小子姓 说完 他完全不顾保镖的阻拦 气冲冲地闯进丁华叶房间 龟儿子 你又卖了老子一栋别墅 我 丁雄抽出腰间的七匹狼 直接冲了上去 丁华叶见自家老爹闯进来 赶紧把药剧剧线出现 举过头顶 嗯 丁雄挥下皮带的手突然停下 这是 说实话 丁雄其实也是一名玩家 只不过当时情况复杂 导致发育失败 无奈放弃祭谈 成为了一名游侠 自从自家儿子成为玩家后 他彻底退出舞台 退居幕后全力辅助自家孩子 但 即便他许久未曾登陆游戏 一些简单的技能还是能释放的 就比如 鉴定术 品质提升药剂 稀有 看到名字的瞬间 丁雄几乎是倒吸一口凉气 再看完介绍 他瞪大双眼 腾腾腾地后退了好几步 才稳住身子 这玩意他当然知道 上个月在国际拍卖会上 一瓶突破概率 只有50%的药剂 都卖出了5个亿 美元 见自家老爹的样子 丁华叶不禁脚狭一笑 来了精神 老爹 我就问你 一栋别墅换一瓶药剂够不够 够 当然够 还有的多 丁雄吞了口唾沫 那我卖别墅有没有问题 丁华叶再问 没问题 一点问题也没有 既然这样 老爹你还在这里干嘛 丁华叶反问 对 我干嘛 丁雄一拍脑袋 当然是卖别墅了 说着他赶紧转身离开 老板 你不是说不包少爷皮 就跟他姓吗 一位跟班道 闻言 丁雄直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呼过去 老子跟他姓 还不是丁 清晨 乌江伸了个懒腰 疼得一声从床上跳了起来 洗漱完成后 他再次下楼吃了一顿走饭 而后回到房间 看着眼前的电脑屏幕 自己似乎已经转职成功 可以灵魂降临了 可 怎么灵魂降临呢 他这个想法刚浮现 心头立即响起一道提示音 是否进行灵魂降临 是 或 否 是 乌江只感觉眼前一黑 整个人再度躺在床上 一抹看不见的隐晦白光 从身体内部钻出 迅速没入虚空之中 永恒之界 万森大陆 其中的某个森林边缘处 死 一股灵魂被撕扯的痛感袭来 乌江逐渐转醒 缓缓起身 入眼所见的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绿意 紧接着 他感觉自己手臂上传来一阵酥麻感 他起身 正好看见枕在床边抱着自己手臂的弗蕾亚 嗯 弗蕾亚 你怎么在这里 乌江刚开口自己就惊讶了 因为他说的话不是九州语 而是这个世界的通用语言 闻言 弗蕾亚瞬间睁开了那双好看的眼眸 白中戴红的眼眸 有种另类的美感 弗蕾亚必须为您的安全负责 弗蕾亚站起身 恭敬地行了一礼 呃 其实也不必那么麻烦 乌江摇摇头走出房间 刺眼的阳光带来阵阵暖意 在这个位置 正好将整个领地尽收眼底 放眼看去 不大的领地内满是各种身影 现在我也能灵魂具现到这个世界 可以考虑一下建设领地了 自己这里哪里算什么领地 连最简单的御敌建筑都没有 顶多算个聚集地 但话又说回来 如果要建设领地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 自己站在这里彻底定下 居住 如果说之前没有千一卷轴的话 乌江还就真这么定下来了 但现在有了千一卷轴 如果可以 乌江想找一个资源 比较丰厚的地方 建立领地 这么一来 也方便后续发展 但具体位置 想到这 乌江立即调动脑海中的链接 血力过来见我 很快 小屁孩形态的血力 出现在他面前 看着这个 也就到自己要的小屁孩 乌江只感觉汗颜 你去附近看看 有没有什么资源点 就是买有宝贝的地方 尽量不要太远 周围50公里范围 血力听见资源点 那张小脸 立即露出疑惑的神色 但听见乌江补充说 买有宝物的地方 他瞬间明白了 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 他往外面跑了一段距离 随着浑身血气翻涌 大量的血气喷涌而出 将其覆盖 一米高的小屁孩 瞬间变成一头庞然大物 起初在屏幕前还不觉得 亲眼看见 发现这玩意还真是 大 收回目光 乌江正准备出房子 就产生一股莫名的感觉 灵星那头 丁华也给他打电话 该去定制武器了 第83章 武器的准备工作 成为领主的第20天 早上8点到9点 一个令人心塞的时间段 一辆红色超跑 被堵在马路上 那疯狂嗡鸣着的引擎声 似乎在宣泄着 某种极度的不满 乌江看了看前方堵的一眼 望不到镜头的车流 又看了眼身旁的丁华也 对方看似镇定地坐着 其实脚下的油门就没有松过 大佬别急 很快就好了 等小丁下车去看看 说完 丁华也走下车 在前方的车辆上 几里呱啦说起了什么 许久之后 两人总算是来到了目的地 勇帮器材打造基地 吴江拿出水果手机 刚准备打个电话 就见到一位两兵有些斑白 脸上满是岁月流痕的男人 走上前 是吴江 吴总吗 文言 吴江笑着回答道 当不上吴总 只是一个打工人罢了 唉 哪里哪里 吴总一表人才 未来有无限可能 到时候发达了 可要记得照顾方某生意啊 你看看人家做生意的 说话就是好听 对方都这么说了 自己还有啥好说的 当然是同意了 得到吴江肯定的回复后 中年男人开心不已 他转头看向吴江身后的丁华也 这位是 我呀 我是吴总的助理 你可以叫我小丁 丁华也赶紧说道 方信男人文言 立即上前握住对方的手 丁助理 幸会幸会 三人你一言 我一答 很快就来到了临时接待厅 三人坐下 上好茶后 吴江直接进入正题 方师傅 这是我这批准备打造的兵器 麻烦你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说完 吴江从背包里 拿出三张图纸 分别是骷髅怪们手持的大刀 骷髅怪们的盾牌 骷髅守卫的大刀 至于骷髅勇士的武器 已经非常好了 说实话 现代工艺哪怕打造出来 也会非常昂贵 完全没有性价比 至于小骷髅 那个袖技斑斑的刀 拿出来 吴江都觉得丢人 而且话又说回来 进化点能不能进化打造的武器 都两说 万一不行的话 打造小骷髅的武器 自己不得亏死 所以 吴江只能综合一下 选择骷髅怪 和骷髅守卫的武器 而且 为了保证骷髅们用起来没有问题 他特意绘制图纸 不但要求形状大小要一样 重量也要相同 方姓男子 看着桌子上的图纸 状态瞬间拉了上来 他仔细端向了一下 而后抬起头 目光深邃地看着吴江 吴总 你这武器 我们公司不敢打造 为什么 吴江反问 这些武器毫无例外 无论是长度 材质和构造 都超过了九州制定的安全标准 所以 这个你不用担心 稍后就会有相关文件送来的 官方对我们打造武器的事情 是批准的 丁华叶直接插了一嘴 在今天早上 他通过张燕了解到 吴江市准备打造武器后 几乎是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虽然疑惑于 大佬为什么要在县市打造装备 大佬有大佬的想法 咱当小弟的跟着就行了 为此 他亲自前往 临江市领主联盟总局提出申请 不出意外的话 许可文件自己的秘书 就要送来了 真的 方姓男子 还有些不幸 真不真 你可以等文件下来后再说 现在你先估计一下 这些武器的价格吧 丁华叶道 方姓男人看拟着对方 那不似座位的眼神 深思片刻 还是点点头 两位不要介意哈 小本买卖 不敢跟官方对着办 对此 吴江二人表示理解 少请 方姓男人仔细看完图纸后 抬起头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图纸基本没啥问题 但材料和质量方面 还需要足够的参数 当然 如果有实物的 就更好了 这个没问题 我这就去车上拿 吴江说完 转身离开 来到车内 他灵魂降临永恒之界 挑了两个工作 比较轻松的骷髅 把武器全部收缴 骷髅 很快 他就带着三样东西 走了回来 吴江把东西放在一边 接着道 方师傅重量方面 不能跟我这个食物 相差太多 最好一模一样 材料方面 尽量采用好钢 钱吗 他看了看丁华叶 后者无所谓的白白手 钱 不是问题 方姓男人 上前拿起武器 好粗略的武器 盾牌 嗯 这个又好一些 方姓男人斟酌许久 抬头看向吴江 吴总 我也不框你 你这玩意大小和长度都不低 如果要用好钢好材的话 这三件精工打造的话 我给你的价格在一万左右 质量绝对有保障 文言 吴江点点头 还好 还在自己的预料之内 好 既然这样 这些武器 我大概要个一百份 一百份 方姓男人瞪大双眼 随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不好意思哈 是我太激动了 他喝口茶缓解一下 接着道 吴总大概什么时候要 如果要加急的话 可能价格方面会增加许多 毕竟刀具是管制物品 无论是材料 还是制作方面都比较麻烦 三天 三天之内能完成吗 吴江道 三天 方姓男人再度惊讶 三天的话 我们的工人压力很大 需要紧急抽掉人手 材料方面也要加急 如果这样的话 一份需要两万左右 您看 一份两万 一百份就是两百万 这钱花的 就像流水一样 钱不是问题 丁华叶再度豪爽道 嗯 行 方姓男人点点头 立即打电话 抽掉人手 很快 一名身穿白衬衫 踩着恨天高 长腿黑丝包臀裙的美女秘书来道 少爷 您要的东西 秘书对丁华叶 抛了个媚眼 嗯 丁华叶拿过文件 对方秘书的动作 仿佛没看见盘 确认无误后 递给方姓男人 这就是官方的文件 你看看吧 方姓男人确认真的没问题后 深深看了三人一眼 拿出一份合同 双方确认无误后 合作正式完成 回去的时候 秘书一屁股坐在丁华叶的副驾驶上 见状 吴江不禁眉头一挑 超跑只有两个位置 你坐了 难不成我坐后备箱 秘书把他自己的车钥匙递给吴江 这 其实我没有驾照 吴江尴尬地说道 啊 那怎么办 女秘书皱眉道 这样吧 我自己打车回去 说完 吴江转身就独自离开 说实话 今天让丁华叶忙得够多了 这秘书都来了 还不让对方享受享受 所以 他果断打了辆车离开 很快 上完厕所的丁华叶走到跑车前 左看右看 愣是没有发现吴江的身影 于是乎 他向车里的秘书问道 人呢 刚才跟我一起那个 他呀 秘书放下手里的口红 他自己打车回去了 文言 丁华叶先是一愣 而后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竟然让大佬自己打车回去 我特梦 丁华叶极力压制着愤怒 你下来 啊 少爷怎么了 秘书瞬间感觉大事不妙 赶紧下车抱着丁华叶的胳膊撒起胶 但面对秘书的如何撒娇 丁华叶是看都不看一眼 只见他抽出手转身上车后 重重关上车门 语气平静道 你 以后不用再来上班了 第84章 大阔员 备战 吴江并不知道自己的好心之举 导致一位美女的直接失业 此刻的他 刚回到小区 刚到房间 正好遇见送快递上自家门的小哥 不用敲门了 我在这里 哦 好 小哥很快反应过来 而后把怀里的特制密码相递过 签好名字 又拍了个照 回到房间 关上门 不用猜 吴江都知道这是张燕送来的快递 在花费了50克魂纱 投放到永恒之界后 又是熟悉的魂穿环节 吴江睁开眼 又是熟悉的一幕 但这次手臂并没有传来苏玛感 想来弗雷亚应该没有待在这里 但 随着他转醒后看着床边 弗雷亚依旧是安安静静地候在那里 吴 弗雷亚 你不用 每次都守在我旁边 邻地内还没有这种传统 吴江道 吴江坐在床上 弗雷亚就那么跪坐在床旁边 抬起头看着他 好好的一个高冷欲解 此刻硬生生成了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 没有任何东西 比您的生命更重要 弗雷亚必须保证您的安全 弗雷亚起身 行了一个贵族礼仪 直到现在 灵魂降临后 吴江终于可以亲身看看自家的兵种们 弗雷亚拥有着白中带灰的肤色 细腻的皮肤 看上去无比水嫩 如铺般的白色长发 被他扎了起来 淡脸而又洒爽 往下看去 隐隐一窝的水蛇腰 配合上两条长而比直的大长腿 则则则 据说某些灵主在灵魂降临后 而兵种对于灵主的态度 是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反抗 吴江脑海中闪过这些念头 至于他 嗨嗨 兔子不吃窝边草 吴吴江是那种人吗 作为一名高冷的灵主 怎么可以对自己的手下下手 收回目光 他一步跳下树屋 吴主 正在修炼的骨枪 感觉到吴江的苏醒 立即停下修炼 快步向这边走来 近距离看着自家的大将 怎么说呢 两米五出头的高大个头 让自己这位灵主 都要抬着头仰视 那巨大身影带来的 是吴与伦比的安全感 嗯 吴江回了一句 刀呢 主 您呼唤我 鼓刀的身影 突然来到他右侧 也是两米五的个头 依旧要抬着头看 好好好 都去忙自己的事吧 是 X3 送走自家的大将们 吴江快步走到祭坛之上 拿出头放进来的包裹 打开后大量的包裹钻出来 小骷髅 一二三 嗯 五十个 暗精灵 三十个 血液 二十个 不错呀 这次张燕给自己收集了足足一百个残魂 为了方便召唤 吴江直接在祭坛上放了一块魂石 这下一段时间内 都可以不用管这里面的消耗问题了 嗡 嗡 大量的声音响起 一道道残铺的身影 出现在吴江眼前 早有准备的他 已经来到了祭坛的远处 背负双手 静静地看着召唤 少请 幽蓝色的召唤纹路消失 祭坛周围 占满了小骷髅 那密密麻麻的头颅 足足五十克 依旧是缺盖的骨质 秀气斑斑的砍刀 和那明显跟聪明 沾不上边的目光 对此 吴大领主 还是多看了一眼 得 全是拿刀的 就没有一个拿法杖的 这里就得提一句 兵种特性 根据论坛大佬的介绍 每一种兵种 都有其独特的兵种特性 就比如暗精灵 就以雌性射手居多 狼人都以近战居多 枪兵都是拿枪的士兵 德鲁伊主要以牧师为主 怨灵都是灵魂形体 等等 每一种兵种 都有专属的兵种特性 小骷髅的特性 就是近战骷髅居多 想要召唤出骷髅发法师 骷髅射手 不能说不可吗 只能说概率极低极低 别说吴江的一次 召唤五十个小骷髅 大领主们 一次召唤一千个骷髅 也不见得有一个骷髅法师 除此之外 还有两种方法 可以获得骷髅法师 要么直接购买骷髅法师残魂 但是这么一来 性价比就没了 骷髅法师是普通三星兵种 而且暴率极低 每个六十克魂杀 基本拿不下来 还有就是奇迹剑筑 法师石像 在法师石像的buff加持下 可以极大的提高残魂 召唤出法师兵种的代率 当然 吴江没那多身家可以挥霍 也没那啥精力 收集奇迹剑筑 所以 他选择最有性价比的方法 购买并培养暗精灵 兵种搭配 干活不累吗 吴江叫来骨枪 把这一批小骷髅 安排了下去 接下来又故技重施 召唤出了暗精灵和血液 至此 领地的兵种 来到了215元 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116.89 血液进化点 37.2 暗精灵进化点 79.63 两天时间 骷髅们的进化点 直接破百 以现有的进化点来说 完全可以进化骨枪了 吴江也很乐意 提升自己的大将 但 上次交战的场景 历历在目 骷髅怪们似乎 跟不上节奏了 之前只不过是进攻 一个小型哥布林部落 骷髅怪们的实力明显不够 甚至需要骨枪 使用技能进行支援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毕竟自己的技能点 是靠兵种们堆积出来的 如果因为兵种实力不足 发生战斗 而导致大面积死亡的话 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重新培养兵种 进化点不足 而且 我的武器还在打造中 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话 进化骷髅怪们 似乎更合适 吴江沉吟稍许 还是决定缓一缓 事缓则员 万一到时候 自己的猜测失败 再进化骨枪也不急 想通后 吴江立即招呼来蝙蝠们 再将12只腐蝎蝙蝠 进化成子童幽蝠后 又进化了一头血蝠 按精灵就简单了 新来的直接进化成 按精灵工兵 老公兵挑选出十位进化成 按精灵队长 在进化出两名护法后 还剩一个单位的进化点 做完这些 他立即退出魂精降临状态 变成自己独自坐在电脑前 今天我给了丁华叶药剂 如果对方有别样的想法的话 吴江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空 不知不觉间已经是傍晚时分 如果对方真有想法的话 今晚就是一个机会 为此 吴江特意在电脑桌前 一直等待着 他的目光看似盯着电脑 其实所有注意力 都分散在周围 时间悄然而过 第85章 星红降临 试炼将起 次日清晨 意料之中的黑眼圈与偷袭 都没有出现 吴江看着出生的太阳 重重松口气 他昨晚因为紧张 甚至都没有带领兵种们外出 毕竟他在丁华叶身上 也投入了一些资源 对方真要有别样的想法的话 吴江对于培养盟友这个计划 就得往后推一推 还好 吴大领主没有看错人 丁家的小子似乎是个值得深交的家伙 不过 我也不能因此放松警惕 昨晚没来 也有可能是利益不够罢了 吴江暗暗告诫自己 毕竟财不动人心 在足够的利益情况下 人 经不住考验的 唯有自己的强大 才是一切的根本 哪怕是自己手下的大头兵 也有不在身边的一刻 打开论坛 把新人试炼有关的情报 隐晦地告诉丁华叶后 吴江赶紧浑穿到那个世界 安排大将们外出历练后 自己则是留守后方 安静修炼 时间飞速流逝 直到某个瞬间 吴江豁然睁开双眼 抬头望向天空 一抹红月高挂于天空之上 同时 在某个有大量 数人的领地中心 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少女 抬起洁白的下巴 目光复杂地看着天空中的红月 在她的身后 一名拿着法杖的精灵 轻轻跟上 今年的试炼 似乎要早几天 画面一转 来到另外一个充满硫磺与硝烟的领地 大量红褐色皮肤 身形高大猙獰的恶魔 不断地冲着决斗场里面的两道身影高呼 只见里面的人 一拳将眼前的恶魔干趴下后 抬头仰望红月 红月降临 试炼快开始了 呼 呼呼 高空之中 一名穿着皇家服饰 坐在一头巨型施救身上的年轻男子 看着下方的战斗 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成功拿下一个小型部落 但突然 他的目光转向天空之中 鲜红而巨大的月亮 如赤铜般看着自己 这次 似乎更有趣 一天前 大江省领主调查总局 一名浑身遮掩在黑袍之下的男人 突然从黑色漩涡中走了出来 如果仔细看去 就知道 这个家伙 就是瑟尔曼家族会议中 那个胸口挂着一个十字架 转直的 乃是瑟尔曼家族的教父 教父出现的瞬间 远处的一位 散发着上位者威严的老者 出现在他面前 福司令 九州现在的大员之一 但他更喜欢别人 叫他福老 有什么收获吗 福老问道 文言 教父点点头 瑟尔曼家族会议 又多了一个人 谁 福老立即反问 三位领导者之一 练气势 教父平静道 嗯 我知道了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情报吗 福老处着拐杖 神色淡然 让人看不出喜怒哀乐 有 血清教会针对新人试炼 有大动作 而且 据说新人试炼 因为流速变化的原因 可能会提前几天 他的话刚说完 下方的工作人员 疼得一声站起来 福老 万森大陆混乱气体爆发 预测明天将会出现红月 按照以往的经验 红月第五天 新人试炼就会开启 知道了 福老点点头 目光扫视周围一圈 告诉下面的人 全力准备新人试炼 另外 监督好血清教会 有事 再找我 是 时间回到现在 临江市领主联盟总部 外出数日的大领主商红 今天奇怪地出现在了会议厅 除此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 临江市官方领主们 事情都知道了吧 这次新人试炼比以往早了五天 据说是血清教会的手笔 详细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但有一点需要知道 今年的新人试炼会更难 说完 他立即冲会议室末尾的一人道 小猪 告诉那些世家财阀 试炼有关的情报 小副 详细情报告知我们手底下的领主们 说完 商红又看向自己右手边的一个中年男人 贺九 提前预知五个月的资源 给手底下的新人领主 是 商萌 说完这些 商红立即起身 剩下的一切事宜 你们自己商量 另外 祝飞 商萌 祝飞腾的一下站起来 把新人大笔前十名叫来 我有事要跟他们说 速度快点 我没那么多时间等他们 说完 商红走出会议室 祝飞赶紧追了过来 商萌 除了加入我们官方的领主 叫那些其他势力的领主来 似乎不符合规定 文言 商红目光闪烁 看了一眼祝飞 心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只见他思索片刻道 既然这样 就通知大笔前十中 加入官方的那些人吧 是 血月之下 仿佛某种混乱在涌动 整个森林就像是一个炸药桶 只带某个火星 就会将其引爆 羞羞羞 吴将盘坐在祭坛之上 周身大量的红色光点 如繁星般闪耀着 在他的身前 一柄镜一米长青铜剑模样的魔力 长剑不断发出破空气 仔细看去 就会发现 吴将体内不断向长剑输送魔力 勺琴 翁碰 一声乍响 长剑瞬间破碎 呼 吴将常常输出一口气 缓缓睁开双眼 练气室作为唯一职业 果然不简单 虽然我以老祖宗的青铜剑为基础 极大的减少了观想常见的时间 但走捷径的路终究是小道 吴将缓缓起身 自从转职成功后 他越发感觉自己的身体强大起来 练气室 所练的气不单指这个世界的魔气 还有生灵本身的气 但因为这个世界魔气充裕 所以吴将也就直接练花外界的魔气 整个过程中也在对身体进行洗涤 自己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强 根据论坛中那些老玩家说的 血液降临后 新人试炼会在第五天开始 这么说来 我的时间不多了 他看了看远处的骷髅们 骷髅怪鹰对小型部落都已经不够了 新人试炼必然不会比这简单 而且 这次因为血腥教会的原因 还会更难 吴将保守估计 骷髅守卫可能也比较勉强 最好能够以骷髅勇士们为主 时不待我 新人试炼必然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 到时候长时间的战斗 可以给我提供大量的进化点 骨枪进化不着急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兵种存活率 所以 进化骷髅怪们 想到这 他退出灵魂降临模式 灵星中的本身 缓缓醒来 灵魂降临 终究无法解决问题 而想要肉身降临的话 据说需要二阶精英阶的实力 到那个时候 肉身受到魔力的洗涤 变得极为强横 才能承受得助降临中的虚空之力 毕竟是穿越两个世界 世界薄壁中的虚空之力 可不是区区职业街的小卡拉米 能够顶得住的 想到这里 吴江只感觉自己未来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现在 先把弗雷亚的升级材料拿到手 第86章 新的领地 是否接受一夜七次郎的交易申请 是 我 否 是 在随意给了对方几颗魂纱后 他成功得到了弗雷亚的升级材料 黑暗灵液 枯木鬼藤 幽冥石等等 木盒子不断吐出材料 到最后竟然多出来三十个小骷髅残魂 吴江 这让他惊讶的同时 赶紧联系丁华叶 只见他这么说道 大佬 我听说张燕在外面收集小骷髅残魂 想着 应该是你需要 正好丁家 下面有个领主申请的小骷髅到了 我想着 这家伙 反正是拿来挖矿的 也不急着用 就先给你截胡过来 看完对方的话 吴江只能由衷地说道 小伙子不错 我果然 没有看错你 至于那个被截胡的哥们 吴江只能双手合十 说一句抱歉了 随着祭坛发出阵阵光亮 小骷髅再度扩原三十 小骷髅的数量 已经来到恐怖的九十八 几乎占据了小一半的兵种数量 吴江思考了些许 还是决定 先进化了二十七只骷髅怪 让骷髅怪凑起五十头 好为接下来的武器实验做准备 接下来的生活 就是修炼 吃饭 睡觉 直到第二天傍晚 那个紫色盒子 发出阵阵响动 论坛上也传来丁华叶的申请提示 是否接受 一夜七次郎的交易申请 是 我 否 这小子 会做人啊 吴江原本以为 对方最多也就派个大卡车 把一堆武器送过来 结果人家 不仅直接帮自己把钱付了 还投放到永恒之界 给自己送了过来 心底默念 是 只听见乒铃啪啪的声音 一把把大砍刀割盾牌 从里面飞出来 少请 整整三百件装备 堆叠在一起 这动静 直接将领地里的五元大将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吴江上前 拿起一把骷髅怪用的砍刀 鉴定 物品 金弓长刀 优秀 简介 一把由人类工艺 专门为骷髅怪打造而成的长刀 具有坚硬的刀身 与锋利的刃口 哦 想不到几千块钱打造的一把刀 竟然放在这个世界 属于优秀层次 如果这样的话 自己的铁匠铺似乎 也没那么值钱吧 毕竟现实打造过来的装备 在这里竟然都是优秀层次的 他招呼了一声 枪 让骷髅怪们 换上这里的装备 骨枪文件 只见他缓缓走到高台上 骷髅 紧接着 吴江就看见骷髅怪们排成长龙 纷纷把自己的刀 盾扔在一旁 换上崭新的武器 与此同时 吴江也来到了 最早换上装备的骷髅面前 只见他抬起手臂 轻轻点击骷髅怪的头颅 随着熟悉的白光闪过 骷髅怪进化 成为了一名骷髅守卫 而后 吴江甚至等不及 听完提示音 直接冲上去 观察起了对方的武器 并让一名骷髅守卫过来 进行对比 结果发现 自己的计划 成功了 新进化出来的骷髅怪武器 明显更为强大 在火焰的照射下 发出白晃晃的光亮 盾牌的质量也达到了 接近骷髅勇士的程度 最最最重要的是 骷髅守卫身上的甲咒 似乎也比原来的更好 铁甲换成了钢甲 这战斗力 保守估计提升了一倍啊 骷髅进化点 吴江心中默念 骷髅进化点 178.23 从前天傍晚 到现在 两天时间 增加了90多的进化点 速度照常 紧接着 吴江手速飞快 在一阵阵耀眼的白光中 150点进化点 迅速蒸发 取而代之的是 浑身钢甲 气势汹汹的50位 骷髅守卫 他们排列整齐 左手拿坚固的盾牌 右手持优秀品质的钢刀 头颅中浑火跳跃 给周围黑暗的景色 染上一层幽蓝色的光辉 阴森 壮阔 强大 算上之前折损后 剩余的骷髅守卫 现在领地内 共有骷髅守卫56元 剩下的进化点 进化出28元骷髅怪后 骷髅系列的准备 基本完成 也就在这时 血力巨大的身影 出现在空中 看见对方那激动的模样 吴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看来是找到地方了 在将最后一头血符 进化成腐蚀蝙蝠后 这次的进化工作彻底结束 吴江站在祭坛之上 自上而下看去 目前领地共有兵马 骷髅系列 除去骨刀 骨枪 骨三 三位公骨之臣之外 还有骷髅勇士6 骷髅守卫56 骷髅怪28 小骷髅43 血液系列 除了血力外 还有子童幽蝠15 腐蚀蝙蝠34 血幅19 暗精灵系列 除了弗蕾亚外 有暗精灵护法3 暗精灵队长32 暗精灵工兵23 整个领地佣兵264元 除去小骷髅43元 和血幅19 其余都是战力不错的兵种 就现在的情况 如果再给吴江一次 攻打小型哥布林部落的机会 他有把握独自一方 不使用道具的情况下 将伤亡控制在20以内 拿下对方 这种阵容 怕是在新人领主当中 也能稳稳排上一流的层次吧 吴江如是想到 至于顶尖的那一批 吴江倒是没什么想法 毕竟顶尖领主 大多都是一个大势力 培养着 资源之庞大 自己难以想象 前期自己超越对方的 可能非常低 只有到了中后期 中后期才是进化点的 最强时刻 到那个时候 兵种品阶超越卓越阶后 每提升一次品阶 都是海量资源 哪怕是顶级势力 也得掂量掂量培养的 成功率问题 但进化点不需要 只要有足够的进化点 就是100%进化成功 所以 吴江一直发育得非常低调 哪怕是新人大笔 也不过派区区骷髅怪上场 收起思绪 吴江接过弗蕾亚绘制出的地图 不得不说 弗蕾亚的业务能力 还是不错的 完全可以胜任秘书这个行业 这个是蛇人部落 这些是野怪营地 这里就是血力找到的资源点吗 吴江目光闪烁 目前自己距离目的地 有40公里的距离 途经6个野怪聚集地 不过还好 最强也不过一个大型营地 而那个地方距离蛇人部落比较近 只有10公里的距离 资源点位置并不太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需要将领地打造在 这里 吴江拿出笔 在距离资源点旁边 画上一个圈 在圈旁边有一个 小型部落 弗蕾亚 知道这个是什么部落吗 吴江问道 弗蕾亚文言 立即恭敬地回答道 主人 根据库里前辈的描述 这里应该是一个人马部落 人马 不对 等等 库里是谁 吴江瞪大双眼 顺着弗蕾亚的手指看去 正好看到双手插兜 仰头45度朝天大笑的血力 见状 吴江顿时脸色一黑 这个反骨仔 他几步走下台 来到血力身旁 听说 你叫库里 不错 以后 库里就是本大爷的大名了 血力听见是鼓刀的声音 立即大言不惭地道 那我是不是也要叫你 库里大爷 吴江的声音响起 听见领主大人的声音 血力吓得差点跳起来 他转过头 正好看见领主大人漆黑的脸 和正在拔枪的骨枪 不 不 领主大人 别 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啊 啊 第87章 灾厄神格碎片 这次吴江没有喊停 血力在骨枪面前 连三个回合都没撑住 他试图化成蝙蝠逃跑 结果骨枪丝毫不给他机会 就在这样 在吴江的见证下 血力被揍得很惨 鼻青脸肿的那种 如果不是关键时刻 他一把抱住了吴江的大腿 说不定还要被继续暴打 吴江摆摆手 骨枪立即退下 说吧 为什么改名字 文言 鼻青脸肿的血力 赶紧解释道 血力没有改名字 我觉得血力这个名字 不符合我高冷的形象 所以 所以 你就擅自改自己的名字 吴江反问 不不不 名字 是领主大人赐语的 小血力怎么敢改 我在前面加了库里两个字 就叫 库里 血力 擦 真是个反骨仔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吴江一挥手 三个骷髅放下武器 挽起衣袖 领主大人 别 少请 在一顿社会的纯纯教导后 血力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伟大的吴大领主 也宽厚地允许了他这个名字 这次 吴江没有再坐在血力的背上 作为一名转职成功的领主 今天 他就要亲自走完这二十公里的路 好吧 其实是血力被打得太惨 现在还被两只小骷髅 用担架抬着 目测估计 不躺一天是好不了了 只见吴江拿出那张牵衣卷轴 走下祭坛 向卷轴注入魔力 而后 撕拉 被撕碎的瞬间 吴江只感觉眼前 闪过一抹巨大的光芒 在光芒的笼罩下 领地内的所有建筑迅速弱小 而后化为一个个光团 这些光团受到未知力量的牵引 飞到吴江身前 紧接着 被撕裂的卷轴化为一个大型光球 将所有光团吸纳入内 而后压缩 便小成一个拳头大小的盒子 可以说 目前吴江领地的全部家当 都在他自己身上 手里的盒子 暂时保管住了所有建筑 等到了新领地 重新放出来 就可以建起来 不再需要第二次材料 这便是牵移卷轴的作用 做完这些 吴江抬头看向前方大量的身影 不对啊 我前世初中的时候 一个年级两三百号人 站在操场上 看起来也没这么多啊 但他转念一想 又不觉得好笑 就骷髅怪的身材 怕是两个初中生也贴在一起 也没那么大 在个体非常大的情况下 看起来密密麻麻 也很正常 不再纠结这些问题 吴江深深看了眼 陪伴自己二十多天的领地 大手一挥 起程 两百多个兵种们 浩浩荡荡地 向着目标方向走去 一路上遇见一些不长眼的东西 直接一刀砍成两段 骷髅们眼眶中 散发出来的幽灵火光 甚至照亮了 整个队伍前行的路 视角拉高 在漆黑的森林中 有一道幽蓝色的 长蛇贯穿其中 途中遇见 两火不长眼的 哥布林中型营地 弗雷亚直接一个沼泽树 将其控制住 而后骷髅们 如砍瓜切菜般 淡掉所有哥布林 反倒是那个 哥布林大型营地 在看到吴江的队伍时 第一时间是缩回营地 而不是冲上来送死 对此 吴江也只能说 小伙子 有眼力尽 四十公里的路 在这次只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就到达 比起刚降临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知道快了多少 看着周围漆黑一片的景象 丛林间还有许多绿油油的眼睛 吴江伸手一招 主 鼓刀来到 你去方圆两百米内的生物清理一下 吴江道 是 枪 吴江低语 吴主 叫上骷髅守卫 把方圆百米范围内的树木砍了 一边削尖 一边切平 长度控制在五米左右 是 交代完两元大量 吴江又将目光转向自己身旁的弗雷亚 弗雷亚 在的 弗雷亚吟应一礼 等他们把木头准备好 你即可安排人手用那些木材 在周围建一个围栏 把方圆百米笼罩在里面 吴江道 主人是要建造领地吗 弗雷亚恭敬地问道 嗯 吴江点点头 其实您的仆人 我可以使用黑魔法 将周围树木笼罩下来 构成一个复杂的迷宫 不用这么麻烦 文言 吴江沉阴片刻 而后摇摇头 自己并不准备在这边常住 每一个大领主的领地所在 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这里 也不过去暂时用的地盘 骷髅怪们没有那么聪明 而且居住在树上 并不是那么方便 就按照我说的来就行 吴江道 是 接下来 吴江走到血里的身旁 就听到对方趴在那里哭个不停 吴 附近的人马部落 终究是个问题 还是得有人去盯着才行 想到这里 他从储物界中 掏出一瓶恢复药剂 递给血里 血里 星号 邻主大人 还是爱我的 喝完后 帮我监视着旁边的人马部落 对方有任何动静 立马告诉我 血里 收到 永恒之界中 距离吴江所在地 不知多少距离的一处高塔之上 十数名身穿褐色长袍 胸口袖着黑暗之眼睛 标志的人 矗立在那里 仿佛等待着什么 很快 高塔站台处 突兀地出现一道黑色的门飞 一位高大的紫色长袍人 从里面钻了出来 巨大的冬帽之下 一双星红的眼睛 不断闪烁着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大神官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差您的灾厄神个碎片 一人道 闻言 大神官点点头 低头看向下方 高塔之下 是密密麻麻的尸体 横七竖八地摆放着 周围的漆黑小秋 竟然是尸体堆积而成 浓厚的血腥味 几乎到了刺眼睛的程度 大神官抬起那干枯的 如僵尸般的手掌 尖锐的指甲 漆黑而腐朽 多路卡 晦色的文字 从其口中念出 引起周围的空间 产生阵阵波动 突然 他手上汇聚出一个 漆黑的能量团 猛然打向下方 嗡 仿佛是某种阵法被启动 高塔下方浮现出一个 诡异而巨大的阵法纹路 漆黑的纹路 组成一个骇人的眼珠 自下而上地注视着天空 血腥 混乱 不想 轰 轰 轰 受到暗紫色的光柱冲天起 逼迫黑云将周围 都染上一层紫色光辉 还差最后一样东西 他缓缓攻下身 从长袖里 拿出一个头颅大小的木盒 木盒之中 不断散发着一股 令人心悸的波动 哪怕是木盒 已经加固了36道封印 也无法完全隔绝这股力量 可可可 灾厄之神的神戈碎片 哪怕只是原来的万分之一 经过数十万年的力量流逝 也还是那么恐怖 大神官凝笑着将木盒放在地上 而后 扑扑扑 周围的石树人 头颅瞬间炸裂 星红的鲜血喷洒而出 他施展加了一个魔法 周围的血液 不断地向木盒汇聚 木盒中的波动 也逐渐强大起来 仿佛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在复苏 星人失恋 我要让它变成星人的坟墨 大神官的身形一闪 眨眼睛已经距离高塔数千米外 筹备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该结束了 自此之后 再无星人失恋 第88章 失恋开始 难度暴增 永恒之界 万森大路上 悬挂着的星红之月 突然发出阵阵波动 就像是有人用针头 往里面注射红色燃料一般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更为星红 再看去 已经变成血液的颜色 与此同时 论坛之上 卧槽 月亮怎么瞬间变得这么红 总感觉要出大事啊 有没有大佬出来解释一下 我尼玛 这些星人失恋 怕不是要出大问题 问一下我能不能申请参加下一次星人失恋 楼上想屁吃 永恒大路是你大就开的 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红月当空 妖心乱世 诸位 这是大凶之兆啊 论坛上早已乱作一锅粥 就在这时 江南第一申请大佬发话了 所有星人领主请注意 所有星人领主请注意 因为某种不可抗拒原因 本届新人试炼将会在五小时后开始 请你们立即做好准备 而且 本次星人试炼难度将会非常之大 有钱有关系的星人领主 立刻 马上聚拢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 发完消息后 江南第一申请特意动用官方权限 将这四句话加红 而后置顶在所有论坛顶部 好让所有星人都能看见 什么 前天跟我说 五天后星人试炼我 已经够惊讶了 今天跟我说五小时后开启 逗我完呢 有没有搞错 星人试炼已经够整死人了 今年难度还增加 麻蛋 这个领主当不了一点 领主套路身 我要回农村 音音音 有没有哥哥带带我 妹妹人美 生甜 活好 保管哥哥你满意 搞毛啊 你这么说 搞得我很慌知不知道 不对 等等 我是上届的星人 那没事了 惨啊 各位星人 自求多福了哟 有哭穷卖惨的 也有老玩家幸灾乐祸的 但不可否认 星人试炼难度突增 给广大星人领主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压力 此刻 商家宅院的某个别墅里 商红将手里的一个道具 交给自家女儿 而后目送对方灵魂 进入永恒之间 孩子 爸爸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孩子他爸 我怎么感觉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心揉他 咳 商红咳嗽一声 别乱说 咱们得女儿 她有多强你还不知道吗 她拍了拍自己老婆的后背 安慰道 放心吧 一切都会没事的 相信他 嗯 好 哥 你要加油啊 一位扎着双马尾的女孩 冲那个即将冲上战场的男子 捏起全助威 文言 丁华叶重重点头 放心吧 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丁华叶目光扫过自己的父母与妹妹 亲人们眼中那关切 担忧的神色 不禁让他眼角湿润 他曾无数次问自己 为什么执着于当领主 执着于变强 很简单 我就是为了守护着他们 守护我的亲人 护住这股家的感觉 丁华叶捏紧拳头 这就是我拼死奋战的理由啊 某个平民哭 一群浑身脏兮兮 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们 静静地站在原地 看着那个被带走的大南海 李大哥 你要加油 别给我们丢人啊 是啊 李大哥 让那群家伙瞧瞧 咱们穷人也能成为强者 咱们平民哭的人 也能很牛逼 坐在车里的李征 静静听着窗外的呐喊声 整个人早已泪流满面 放心吧大家 你们把吃的 用的全部给我 甚至为了我放弃自己的领地 甘心做游侠 李征在心底暗暗发誓 我一定会回来的 将荣耀与财富 带回咱们平民哭 等我归来的时候 一定带大家走向美好生活 与其他人的告别不同 静静地拿了一个躺椅 坐在阳台之上 仰望着天空 我好像 已经许久没有这么看过月亮了 收回目光 在他的感知下 整个临江市 都被一股淡淡的魔法波动 所笼罩 天空中不时闪过阵阵虚影 各个街道 小巷中也有便衣行走着 似乎在新人试炼开始前 整个城市都处于戒严状态 防止有人乘虚而入 偷袭试炼中的新人 领主转之后 只有成为三阶精英阶石 才能凭借肉身之力 横渡世界壁垒 肉身降临永恒之界 据说永恒之界 那头的人族角色 不过是这个世界人的一个真实投影 而为了保证新人们的身体安全 九州官方可谓是全员出动 可能 只有新人试炼的时候 整个九州 才会这么出气的安全 吴江点点头 下楼吃了个晚饭 而后走回房间 关上门 打开窗 整理心情 静静地躺在床上 呼 重重呼出一口气 开始 仿佛灵魂穿透一层薄薄的壁垒 又像是人刚从水里钻出水面 随着意识逐渐回归 身处永恒之界的他 豁然睁开双眼 突然 天空中的红月 发出剧烈的波浪 波浪席卷过永恒大陆每个角落 只要是新人领主的祭坛 皆不约而同地散发出新红的光芒 响应着天上的红月 也就在这时 红月之中 突兀地浮现出一颗眼睛 这只红色的眼睛 充满了不祥与恐怖 红色眼珠子 咕噜噜地转动着 如同好奇宝宝般 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新人试炼即将开始 请新人领主做好准备 天道的声音 在脑海中炸响 吴将立即招呼自家兵种 停下其他工作 来到祭坛之前静候着 少请 新人试炼开始 请新人领主 做好御敌准备 定 试炼受到灾恶之神的影响 已由常规试炼 灾恶试炼 通关奖励提升五倍 难度提升十倍 受灾恶神格的影响 试炼发生改变 改变中 改变完毕 本次试炼将由三阶段构成 领主个人战 时间 一天 五人城池守卫战 时间 三天 二十五人势力抵御战 时间 九天 提示一 详细规则会在领主 进入挑战时介绍 提示二 挑战中领主注意自身安全 死亡如影随形 提示三 物品传送 交易功能已锁定 除试炼专属交易渠道外 无法进行交易 传送 所有新人领主 脑海中的提示音结束 无将整个人都陷入呆滞之中 灾恶之神的神格 血腥教会 真特么畜生啊 第八十九章 炼器事入门 脑海中的提示音结束 散发着红色光芒的 无将刚安排下去的建筑 也被这股鸿芒所笼罩 紧接着 地面发生震动 整个领地都被强行腾空 周围的场景陡然发生变化 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事实也正是另外一个空间 试炼之垫 根据某些大领主的猜测 这个所谓的试炼之地 其实应该是某个破碎的上古战场之一 里面有着大量蜂魔的种族 他们只知道杀戮 完全没有神志 当然 这些跟无将暂时没有关系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 观察周围 拍了拍谢力的鼠头 随着一阵破风声响起 很快就来到了百米高空 无将粗略放眼望去 以自己领地为中心 方圆五百米都是可视距离 在外面就被一层浓郁的黑雾所阻隔 自己也无法出去 这么看来 我只有在方圆五百米范围内布置公式 他赶紧从储物界中拿出一张白纸和笔 将能看见的地方绘制出来 而后又拍了拍谢力的鼠头 他立即在这无将落下来 看着周围差不多完工的领地 无将表示老心甚畏 但仅仅靠这几块木头桩子 显然不可能支撑起一场战役 拿出刚才画的简易地图 无将将其放在木头桌子上铺开 这是一个平原地带 四面八方都有可能遭遇进攻 除了领地的范围内 周围都得巨树所笼罩 无将自顾自地说完 突然抬起头 看着自己领地内的大将们 大家伙 有没有什么好计划 不妨说说 文言 古刀赶紧摇摇头 作为刺客的他 是真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天赋 然后就是弗雷亚 抱歉主人 弗雷亚对于这方面并不擅长 再然后就是骨枪 枪 你有想法没 骨枪文言 先是目光灼灼地看了眼周围 而后道 无主 枪以为 可以将附近所有的树木砍下来 然后点燃 用火焰焚烧那些冲过来的敌人 啊这 无将看了眼周围 不可否认 火攻确实可行 特别是对于一些没有脑子 只知道往前冲的野怪 但这个方法 只能奏效第一波 毕竟树木有限 火焰燃烧结束后 就再也没了第二次 无将眼中不断闪烁着光芒 想要最大程度地用好火攻 靠着周围稀疏的树木可不行 得聚拢起来 一拍桌子 枪 带着所有骷髅 把周围所有的树木砍了 是 骨枪离开后 他又将目光转向弗雷亚 弗雷亚 你有改变地形的魔法没 启禀我的主人 弗雷亚只能微缩地改变土地 弗雷亚不好意思道 身为一名暗精灵大祭司 按理说应该是各种魔法精通 但他却独中于黑魔法 所以 这方面的魔法涉猎极少 弄出一个长十米的凹槽 应该没问题吧 无将问道 轻而易举 好 而后 无将带着弗雷亚来到领地外围 估摸着 距离大概有一百米的时候 看着弗雷亚 把这里做成一个深五米 宽十米的战壕 整个战壕将领地围成一圈 可以做到吗 弗雷亚点点头 如您所愿 紧接着 就见弗雷亚的红唇不断开合 一个个晦涩难懂的阴符出现 磅礴的魔力翻涌 轰隆隆 地面尘土飞扬 只见前方的泥土不断下沉 来到五米的时候停下 紧接着 两端开始拓宽 宽度一直延伸到十米 总算是停下 整个战壕宽十米 深五米 长度十米 无将非常满意 他转头看向弗雷亚 只见对方额头冒出了些许香汗 对于学徒街的弗雷亚来说 魔法还是有些吃力的 毕竟对方也才学徒街四级而已 无将满脸肉疼地 从兜里掏出两块浑石 递给弗雷亚 弗雷亚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 说完 他想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但转念一想 还是摸了摸对方的头 弗雷亚 型号 Omega型号 弗雷亚必定完成任务 而后 无将回到领地 站在瞭望塔上望远处看去 只见骨枪手持长枪 一记横扫 大片大片的树木倒下 而剩下的骷髅守卫们则拎起大刀 匡匡匡将树砍成几节 再由骷髅怪们两两扛回领地 整个过程分工明确 干起事来井然有序 无将忍不住点点头 我枪 实乃大将之风 看了眼进化点 无将随手再度进化出十二头骷髅怪后 让他们继续加入工作 趁着这个空闲的机会 无将回到祭坛之上 盘腿坐下 从储物界中拿出两瓶药剂 精神力药剂和魔力药剂 现在 就是嗑药的时候 无将打开精神力药剂 一股腥味扑面而来 他没有丝毫退却 捏着鼻子一把灌进嘴巴里 而后 咕咚一声咽下 嗯 闻这是新的 喝起来是甜的 就在这时 药剂很快化为一抹抹精唇的药力 从腹部扩散到全身 再汇聚在脑海 无将只感觉一阵舒爽的凉意 不断袭来 他赶紧按耐下躁动的心 观想起常见 周围磅礴的魔力迅速汇聚 眨眼间 剑饼已经凝聚完毕 当然 之前无将也能完成 只不过是袖珍般的青铜剑 到现在 精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他直接从剑饼开始 凝聚一把真正的长剑 丝丝缕缕的魔力 从他体内钻出 没入胸前悬浮着的长剑 长剑之上纹里分明 各种细节先毫必现 如果它不是透明的淡红色 就真像是一柄剑了 剑剑的 长剑来到了剑剑的部分 但在这时 一股虚脱感 瞬间将无将锁笼罩 魔力 不足了 想到这 他陡然睁开双眼 拿起魔力药剂 仰头灌下的同时 还不忘刻了一瓶魔力恢复药剂 瓮 巨大的药力 仿佛是一双手 在无将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 重重推了一把 原本难以凝聚出来的剑尖 随着如潮水般的魔力涌入 瞬间完成 整个过程犹如水稻渠成 再没有丝毫阻碍 嗡 一阵看不见的波动 从无将体内发出 一直扩散到两米的位置 才堪堪停下 练气室 入门 无将感觉自己闭着的双眼 突然亮了起来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宽阔海洋 在海洋的上方 悬浮着一柄三尺长剑 万事开头难 有了这把剑 以后应该会简单许多 想到这 无将豁然睁开双眼 去 念头闪动 长剑如臂指使 在空中盘旋周折 做出一个个高难度的动作 无将尝试了一下 发现剑的控制范围 在十米左右 再远的话 就会有些吃力 一百米是极限距离 在这个距离时剑都是抖的 毫无杀伤力 事事威劣 无将走到一块石头前 心念一动 争 剑银声响起 这颗直径半米的石头 被瞬间切割成两半 好剑 这时候 提示才姗姗来迟 转直成功 开始个人属性面板 属性面板 无将默念 领主 无将 心人是炼中 职业 炼气室 唯一 等阶 学徒阶一级 属性 精神力时 魔力时 体质时 敏捷时 力量时 天赋 无 体质 无 兵种上限 无限 领主特权 普普通通的面板 就像本人一样 除了有些小帅 没有任何亮点 无将收起属性面板 方圆五百米的树木砍伐完毕 第九十章 试炼开启 此刻的论坛比以往热闹了不知道多少倍 以往那些潜水的老玩家们纷纷冒出头来 开始叽叽喳喳地聊着 今年的新人难捞 五倍的奖励虽好 但十倍的难度更为致命 谁说不是呢 像以往咱们试炼的时候 即便试炼失败也不过是被踹出来 起码能够保住小命 今年的新人 哼哼 完了 也不一定 根据最新的情报显示 今年好几个领主都不错 说不定能出黑马 黑马 你有马吧 十倍难度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一头普通胳膊铃 都得给你换成大胳膊铃 一百头野怪 都变成一千头 怎么玩 你告诉我怎么玩 楼上说的有道理 这次难度确实有些太大了 而且还解锁了一些新玩法 是啊 是啊 咱们往年也就固守领地三天 三天结束后 基本就没问题了 这些新人强度拉满 直接十三天 我靠 谁这么顶得住啊 当然 也有新人开枪 灾厄之神 是哪个别毒子玩意 老子日他祖宗 臣 副义 臣 副义 我得赶紧通知我爹 给我提前预定个好地方 不然到时候死得多了 抢不到风水宝地 可就不好了 难吗 我觉得一般 楼下 接着 这名ID叫做蔡坤不是坤的人 接通了直播 众人点开后 就看见一道道巨型身影 行走在一个巨大的领地之外 在场的都认识 这玩意 就是岩石巨人 至于领地更是离谱 中间一座法师高塔静静矗立 其上雷霆光芒闪烁 蕴含着无穷的威力 下方高五米的大理石城墙 上一道道优秀三星的长弓手 持弓而立 身后更是有几个火焰投石车 严阵以待 光着阵容 第一阶段个人守卫战 基本上是没啥问题了 蔡坤不是坤 更是嚣张地表示道 叔 你告诉我 怎么说 拿什么说 下方则是清一色的大老牛逼 论坛上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论坛下方的官方会议室内 根据新人们传回来的消息 这次试炼的情况 你们都清楚吧 庄露道 文言 坐在他右边的南坤接过话茬 嗯 血腥教会也是舍得 灾厄之神的神格都拿出来了 此话一出 下方的人也都不由地陷入沉默 血腥教会不惜使用神格 影响新人失恋 背后的图谋 怕是有些大了 高领男人陆武接着道 希望这一届新人 能多活一些吧 不然九州的死亡率太高的话 哪怕有记忆暗示 平民方面没问题 但上面 怕是不好交代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点点头 最近一些年 因为官方许多政策的实施 死亡率得到了有效的降低 如果这次死亡率飙升 不就意味着之前的一切白费了吗 坐在上方的庄路柳梅微醋 心里也是忧心忡忡 通知下面的人 加紧一些治安管理 另外重点关注 那个几个有潜力的新人 出现任何情况 及时上报 是 主人 你安排的任务完成了 弗雷亚相悍淋漓地 来到吴江身前 他用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满是七记地望着吴江 就像是一个做了好事 等待表扬的孩子 对此 吴江伸手 摸摸头 嗯 干得不错 紧接着 他大手一挥 暗精灵们纷纷站上修建出来的站台 三位护法各站东西南三方 至于北面 弗雷亚镇守 这些暗精灵们 五五成队 一队挨着一队 在每一队暗精灵的身旁 都放着一大堆剑士 这可都是古刀和骷髅销尾古三 还有几个骷髅勇士的杰作啊 再到领地外围 数十名骷髅守卫排成一排 站在战壕之后 手上寒光灵灵的大砍刀 满是杀意 至于小骷髅们 吴将安排这群家伙 躲在领地的大坟墓里 毕竟是未来的有生力量 等进化点足够后 又是一个好汉 至于大将们 除了古刀石刻护卫自己安全外 其他通通站在外面 看着领地围墙在的大量木材 吴将思考了一下 还是决定稍后再用 根据自己多年玩游戏的经验 这种挑战一般刚开始 都不会是高强度 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火弓 自然要在对方进攻最强的时候用起来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少请 在某个瞬间 吴将忽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感觉 放眼看去 不知何时 整个世界都昏暗了下来 风声 树叶飘落声 虫鸣声 凭空消失 仿佛被人紧紧捏住了脖子 黑云遮日 一轮星红的圆月缓缓升起 突然 红月中心 睁开一道漆黑的眼珠 眼珠扫视下方一圈后 骤然微眯 不 一股看不见的波动 自红月产生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困扰开来 吴将站在原地 低头看向地面 在他脚下的土地上 有些许泥土 这些泥土 以肉眼可见的状态 跳动着 这是 下一刻 围绕着领地 方圆五百米的黑雾中 浮现出一双双星红的眼睛 一双 两双 密密麻麻 一眼望不到尽头 比之蛇人先知来饭时还要多 还要密集 还要恐怖 这些眼睛里面血丝密布 星红色的光芒下 满是混乱 残暴与血腥 如同厌世者般 憎恶 怨恨 想摧毁眼前所见的一切东西 好 黑雾之外 一声震天的吼叫声 仿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煞世间 密密麻麻的数字不清的野怪们 如潮水般涌来 地魔 野人 地穴珠 哥布林 豪雄 僵尸 半狼人 严虫 平时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此刻都不要命的 发了疯的般冲过来 直到现在 吴江才明白什么叫做野怪巢 居高临下看去 就仿佛是清潮而出的蚂蚁 将整个土地完全覆盖 能看到的 只有攒动的头颅 弗雷亚 能提供远程火力吗 吴江问道 主人 弗雷亚等街 不够支撑大范围的魔法 中小型魔法 还是可以的 文言 吴江点点头 好 那就开始吧 枪 无主 冲进去 打乱他们的阵型 吴江目光闪烁 是 500米的距离 在暗精灵队长的射程之内 却不在弓兵的射程内 对此 吴江静静地看着冲来的野怪巢 500米 400米 350米 300米 就是现在 吴江举手往前一摆 射 嗖嗖嗖 暗精灵队长 直接发动五连射 配合上暗精灵弓兵 百余之箭矢破空而出 向远处射去 做完这个动作 暗精灵继续拿起下一只羽箭 不断地射出箭矢 弗雷亚身体缓缓浮起 磅礴的魔力在其身边笼罩 随着他双手一合 虚空中不断凝聚成一个个火球 这些火球每一个直径都有半米大 放眼望去 足有二三十个 呼呼呼 呼啸声响起密密麻麻的火球砸下 轰轰轰 爆炸声此起彼伏 箭矢穿透血肉的声音 一个接一个 骨枪站在战壕外 周围的魔力疯狂向他汇聚 亡灵马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大 轰 一声炸响 长枪飞射而出 骨枪纵马一跃 飞身降临战场 第九十一章 买骨之地 野怪们前仆后继 前面冲锋地死了 后面的就爬上尸体 继续向前冲 骨枪巨大的身影 在野怪群中央 如巨人般站立着 他手上的长枪 几乎挥舞成残影 在他周围五米范围内 空无一怪 有的只是大量 破破烂烂的尸体 这时候 骨三和血力 也冲入了战场 骨三忽然抽出背后的大砍刀 大量的死亡之气 在长刀上汇聚 而后 一刀斩出 技能 刀芒 轰的一声 对面的野怪被撕裂 一个长五米 宽一米的痕迹出现 但很快 又被密密麻麻的野怪填充好 骨三连用四次刀芒后 也不得不冲进野怪巢中 近身战斗 至于血力就更简单了 他将龙铃覆盖上全身 而后冲入高空中 突然俯冲而下 借助锋利与惯性 整个庞大的蝙蝠身躯 如推土机一般 推平大片的野怪 而后腾空而起 进行下一轮的横推 多 太多了 密密麻麻 根本杀不完 虽然这些家伙只有学徒街 品街最多也不过普通三星 极个别能到优秀一星 但实在是太多了 暗精灵的箭矢射下 弗雷亚的魔法轰炸 骨枪的死亡之气笼罩着 血力推平一堆又一堆 骨三也如闪电般 带走一个个生命 即便如此 十个野怪中 也还有两三个冲破防线 来到战壕之外 这些怪物们浑身浴血 身材高大 在那星红而残暴的双眼加持下 如沙神般充满压迫 但 骷髅们没有畏惧 当他们从战壕下方冲上来后 骷髅守卫们寒光灵灵的大砍刀 没有丝毫犹豫 一记灰砍招待 噗哧 噗哧 鲜血四剑 红的 绿的 蓝的 甚至还有棕色的血液流淌在地面上 一个 两个 三个 越来越多的野怪冲入战壕中 骷髅守卫们手上的长刀不断挥舞 至于他们的领主 吴江 此刻正站在领地内 在他面前站着一个非常长的队伍 前面是几十头骷髅怪 后面是小骷髅 吴江侧目看向自己的进化点 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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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度的战斗之下 进化点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 基本上两分钟能增加1.5 他伸手在骷髅怪的头上一点 白光散去一头骷髅守卫出现 吴江大手一挥 加入战场 酷 每隔四分钟左右 就有一名骷髅守卫加入战场 每隔八分钟就有一名暗精灵队长出现 而每一个兵种的加入 又让前线巨大的压力稍减 半个小时后 呜 仿佛是停战的号角响起 野怪们冲锋动作一致 陶冶式地向后退去 残肢断壁 真正的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看着眼前惨烈而又恶心的一幕 吴江只感觉胃部有些翻涌 好在之前的战役中 他有刻意训练 不然 可不得要在大将们面前丢人了 战壕内的骷髅怪们身上跟土壤料般 各种颜色叠加起来 看起来怪模怪样的 都回来 吴江高喊一声 在外面的兵种们纷纷回到领地内 而后 战场上的土地逐渐发生变化 原本坚硬的土地 眨眼间化为了一个巨大的沼泽 沼泽不断冒出气泡 上面的尸体也以极快的速度被吞入其中 神奇的是 每一个尸体被完全吞入后 都会有些许浑纱和极少的残魂出现 浑纱和残魂以及掉落的垃圾装备 不会没入沼泽 就那么静静地落在面上 虚余以后 尸体和血液被吞食殆尽 沼泽再度变回坚硬的土地 甚至都不需要吴江开口 骨枪大手一挥 兵种们飞速冲上去打扫战场 骨枪拿着一大捧残魂回到领地 看着那一堆的残魂 吴江不由得有些汗颜 主要是太杂了 一堆残魂五光十色 他甚至没有过去一一鉴定的想法 反倒是魂煞 从骨枪巨大的手掌上 结果由魂煞汇聚而成了魂金 13块魂金 前期修筑工事 零零散散地加起来 起码耗费了我两块魂石 结果一场仗打下来 就给我15块魂金 到现在 吴江基本上能够明白 这次的难度 为什么是10倍了 按照现有的野怪来说 远没有10倍那么夸张 但 在资源 恢复时间的压缩下 战斗时间拉长后 重重困难的加持 让难度陡然增加到了10倍 而且 这才第一波 第一 第一波试炼已结束 剩余次数 三分之二 开启战争石碑 开启领地命名 注意 距离下一波战役 还剩一小时 提示音 在成千上万的新人领主脑海中响起 随之而来的是命名界面 请为你的领地命名 看来 上线是四个字 看着上面的四个空格 吴江想到 陈英片刻后 他看了看自己家的主力骷髅们 在上面输入四个字 买骨之地 恭喜命名成功 您的领地 买骨之地 已开始战争石碑 还不等吴江反正 地面发生剧烈的震动 一个直径三米 高五米的巨大石碑 从吴江领地旁的泥土里钻出 战争石碑通体清灰色 上面布满着大量的未知符文 正中心的地方 有一个玫瑰花心的标志 战争石碑 吴江快步走到石碑之前 伸手轻轻放在上面 道具 战争石碑 简介 一个由天道做成的小玩具 为试炼中的领主 提供兑换 交易功能 交易范围 以大陆为单位 当前范围 万森大陆 啊 这 好东西啊 吴江赶紧把刚才收集来的 残魂拿了过来 本来他都准备 直接召唤出来 补充兵力了 虽然也是炮灰 但有炮灰 总比没有强 到现在 随着他精神力 攀附在石碑之上 眼前瞬间闪过一个蓝色屏幕 远古契约 等价交换 八个大字 清晰地闪耀在最上方 吴江立即在上面翻找起来 很快小骷髅就被找到了 小骷髅 残魂 价格 一击分各 当前剩余 二十五 积分 难道 吴江赶紧把残魂扔了进去 顺便把一些爆出来 躺在地上的垃圾装备 也扔了进去 下一刻 提示响起 您获得积分 一百四十九 没有丝毫犹豫 吴江直接全部兑换 煞时间 二十五个小骷髅残魂 静静地出现在他脚下 吴江并没有急着 去召唤小骷髅 而是继续翻找起来 很快 暗精灵也被他找到 暗精灵 残魂 价格 二积分各 当前剩余 四十六 吴江一咬牙 换了 拿着一堆残魂 他快步走上祭坛 伴随着阵阵光芒闪烁间 一道道身影 出现在祭坛之上 弗雷亚 轻声道 主人 弗雷亚来道 这里的暗精灵 有你带去安排 吴江说道 遵从您的命令 弗雷亚带着四十六位 暗精灵离开后 吴江收回目光 看着眼前的小骷髅 暗精灵可以用作远程手段 换伤召唤出来 就可以参与战斗 但小骷髅不行 太弱了 上了战场 撑不了两秒 就得散架 摇摇头 把这批小骷髅 安排进大坟墓后 他继续走向石碑 这次 看向的是兑换界面 第九十二章 团计 万丈刀芒 兑换界面就比较简单了 鸣灭卷轴 售价 二十W积分 海妖之池 售价 十W积分 战争巨兽 龙龟 售价 九W积分 第四改造卷轴 售价 五W积分 死灵军团号角 售价 五W积分 前面的兑换物品 看得无将牙藤 太贵了 这是我这种穷人能想的吗 无将摇摇头 赶紧将排序方式 更改成倒序方式 直到他看到最便宜的东西 简易城墙 售价 三百积分 无将 这兑换 换不了一点 无将随意翻了两下 突然一样东西 如昙花一现 让他赶紧停下翻动的手 万剑齐发 团祭 售价 六百积分 远征号角 团祭 售价 六百积分 众志成城 团祭 售价 七百积分 万丈刀芒 团祭 售价 八百积分 何为团祭 就是团体技能的意思 无将清点第一个团体技能 技能 万剑齐发 简介 激活该技能 至少需要100名优秀一星的射手兵种 使用后可令箭矢数量暴增10倍 箭矢穿透提升50% 伤害提升50% 祭 兵种数量上限1000 四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无将看了看自己手上的暗精灵们 总计114元 正好达到了万剑齐发的最低要求 必须拿下 甚至 他更想要另外一个团体 技能 万丈刀芒 简介 使用该技能 至少需要100名优秀层次的持刀类近战兵种 且需要一名稀有层次的领刀者 使用后可召唤出百丈巨型刀芒 主一 伤害随兵种数量增加而增加 基础伤害正100% 破魔正50% 破甲正50% 主二 兵种数量满百即为百丈 满千即为千丈 万为万丈 万丈刀芒需要800积分 目前对于我来说 还是比较困难 甚至万剑齐发都是一个挑战 无将妈撒着下巴 整个人陷入沉思 还剩下一些积分 可以用来兑换血液 不过这群家伙 基本上没啥大用处 与其浪费积分 不如存起来 想到这里 他将手从石碑上放下 脚步轻快地走回领地 一场战役结束 兵种们大多都在进行着恢复 也有一些损耗不大的兵种们 他们将堆在领地外围的树木 拿进领地 拿出武器进行加工 骷髅怪们就主要进行切块 毕竟太精细地活 他们干不了 骷髅勇士则将木块 制作成一个个小木棍 最后由骨刀和暗精灵们 进行加工成剑身 看着领地内兵种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吴大领主欣慰地笑了 他站在瞭望塔上 由上往下看去 看着那个包围整个领地的战壕 不由地思考起来 接下来的野怪 靠着领地内的兵种们 明显是不够的 所以 火宫该动用起来了 想到这里 他立即下令 让能动的骷髅们 全部行动起来 将之前砍来的木材 以锦字形摆放在战壕内部 为了让这些木材尽可能地稳固 更是对木材进行加工 使其相互之间 能够镶嵌在一起 半个小时过去 一个环绕整个领地 被木头填满的战壕 出现在吴江眼前 为了确认稳固 他还特地安排骨枪站上去跳了跳 确认稳固后点点头 不错 吴江再次叫来骨枪 吴主 按照之前的安排 让骷髅们各就各位 另外 弗雷亚也让暗精灵们 准备好下一波进攻 是 做完手头工作后 闲着没啥事 他特意打开论坛 看看附近领主们的战况如何 我干 第一波野怪 就来了小一千 我的大头兵们 直接折损大半 这还怎么玩 楼上 你就偷着乐吧 老子遭遇的野怪 最少都有三千 现在手下 就还活着不到四十个兵 我都准备买个好地了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连第二波 都撑不过吧 说着 这个ID叫野生驯龙者的家伙 上传了一则视频 吴江下意识点开 只见画面中 一头头恐怖的战争树人 行走在密密麻麻的野怪巢中 每一步的落下 都有十几只怪物 被踩成肉泥 而突破树人战线的野怪们 迎接他们的 则是一块巨大的沼泽 但因为怪物实在太多 有的野怪踩着同类的身体 成功冲过沼泽 到了最后一道防线 他们面对的 是近十米高的巨大城墙 墙上还有着不少优秀层次的兵种 这些兵种拿的并不是弓 而是由现代工艺打造的连弩 在城墙的上方 还有数十个巨大的床弩 这种发型武器 每次发射都能洞穿十数头怪物 用的常见都是青形金属 吴江的第一反应是 好 这仗打的是发育吗 这打得明明是钱好吧 卧槽 这特么才是真正的克老啊 战争树人 地形改造卷轴 数百连弩 还有造价近五万一个的床弩 嘖嘖嘖 乖乖 克老真特么恐怖 这里的一具床弩 五万就想拿下来 楼上你在想屁吃 你有没有仔细看看 这些床弩身上 甚至捐刻有符纹 这特么是 附魔床弩 卧槽 金哥们这一提醒 这床弩 明显不对劲啊 野生驯龙者大佬 你这床弩多少钱一个 听见有人问床弩的价格 ID野生驯龙者的玩家表示 也不算太贵 能够承载符纹的材质 加上各种从永恒之界弄来的好材料 也就百来万一句 又花了十几块魂金 刻录上了几个符纹 所有人 无视这个床弥惑 吴江继续网上翻阅 发现大多发出视频的玩家 不是零二代 就是克老和某些游二代 平民天才玩家 几乎都是默默无声 看来仅第一波野怪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都非常艰难 如果是第三波的话 又该怎么成功 吴江摇摇头 感觉自己有些启人忧天了 明明自己都还自身难保 还有空关心别人 就在这时 他眼睛一瞥 看见了丁华叶的消息 大佬怎么样 损失大不大 文言 吴江回复道 还好 基本没啥损耗 大佬不愧是大佬啊 竟然没啥损耗 我这个圈子的人都在吐槽 首战损耗太过严重 对此 吴江只能安慰了对方一番 哦 对了大佬 你需要火油布 之前我带进来 结果 我降临一片沙地 这玩意对我来说没用 丁华叶突然提了一嘴 要 当然要了 听到火油两个字 吴江差点蹦起来 枪 你的火攻神助力来了 你知道不 但很快 又一个疑问出现了 对方怎么给自己呢 这样啊 那大佬 我马上把火油卖给战争石碑 你赶紧兑换出来 文言 吴江回来的好的 随后身影赶紧来到石碑前 做好充足的准备 很快丁华叶发来消息 吴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在检索栏开始搜索 在花费了50积分后 成功获得了石碑火油 嗡嗡嗡 随着一阵嗡鸣声响起 石碑家用筒装的火油 静静地摆在在吴江面前 突然 冥冥中 一股危机感袭来 周围瞬间充满躁动的氛围 就仿佛是极致的贪婪在酝酿 邪恶在积累 吴江下意识从论坛上收回目光 第二轮战斗 来了 第93章 游侠的重生之路 临江市 九州领调局分部 周历 根据特殊时期领主处理办法规定 你已经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 现对你处以死刑 可有异议 身着官方制服的特殊警员 目光冰冷地宣读着手里的文件 在他的对面 正有一个男人 四肢被特殊道具束缚住 头颅上面带着一个镜魔头架 周历 跪在巨大的符文中心 目光平静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可可 处置我 你们也配 等着吧 我周历不会死的 嗨嗨 可可哈 周历疯狂咳嗽着 到后面 甚至吐出来些许内脏肉末 他强称已经走到尽头的身体 目光中满是怨毒 死死盯着那面 看不透的玻璃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 等着吧 你们这群伪君子 周历 总有一天 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杀戮 我要无止境地杀戮 碰 一声脆响 行星男人扣动了扳机 一颗 受过未知祝福的特殊子弹 瞬间贯穿了周历的头颅 连带着的 还有他的灵魂 碰 周历应声倒下 关于他的一生 仿佛彻底画上了句号 这位恶贯满盈的罪人 得到了应有的审判 但 倒在地上的他双眼中 突然隐晦地闪过一抹黑芒 与此同时 永恒之界内 大神官步伐沉重地 走到刚才的高塔之下 看着周围充满不祥气息的一切 他非但没有避而远之 反而张开双臂 深深一用 赞美您 伟大的灾恶之神 说完 大神官漆黑的都冒下 点点星光闪过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漆黑的漩涡 漩涡仿佛有生命般 从他的灾恶中爬出来 来到灾恶神格消失的地方 汲取神力 吸收魔力 缓缓长大 最终 一个古朴而又猙獰的虚空之门 缓缓浮现 这个大门仿佛介于虚幻与现实之中 若隐若现 实名实案 出来吧 大神官低语 嗖嗖嗖 随着大量的黑色身影闪动 数十道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机会只有一次 大神官平静地不含丝毫生气的声音响起 这是伟大的神灵 赐给你们最后的机会 杀戮新人领主 摧毁他们的祭坛 掠夺他们的印记 重铸你们的一切 炎霸 大神官一挥手 大量黑色的气团 在众人手上凝聚 而后变成一个木偶 灾恶木偶 可以帮你们吸纳新人领主的印记 恢复你们那破碎的祭坛 记住 这是灾恶之神 给你们这群游侠的最后一次机会 而这次机会 也是你们用尽功劳换来的 所以 尽情杀戮吧 越多越好 吸纳的印记越多 你们的祭坛就会越强大 来 跟我一起高呼 赞美您 伟大的灾恶之神 赞美您 伟大的灾恶之神 XM 嗡嗡嗡 一道道身影 冲进石门之中 大神官就像木头般处在那里 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 神官大人 干涩而低沉的声音响起 周莉 想不到你竟然回来了 大神官略微有些惊讶 哼 一个替身罢了 周莉咧嘴一笑 露出森白色的牙齿 不过 那群家伙的手段 确实有些东西 差点 差点我就回不来了 咳 大神官轻咳一声 既然回来了 那你也去吧 毕竟这是游侠最后的机会 哼哼 周莉冷笑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 灾恶木偶 恢复祭坛 不过是一个幌子 哪怕是恢复过来的 也不过一个伪祭坛吧 祭坛的一切 静在你们的一念间 到时候他们 就成了你们的 狗 周莉说完 双眼迸发出 灵力的锋芒 与之前的人 简直判若两人 祭坛乃是天道 对于灵主们的赐福 破碎后 也只有天道能够恢复 神灵都要仰仗 天道的鼻息 而 他们想要恢复 自己的祭坛 哪怕再如何 也只能做出一个半成品 我我 既然这样 神秘的判官大人 您需不需要栽恶木偶呢 说完 大神官用那只 干枯而苍老的手 将一个满是鲜血的木偶 递了过来 那语气 满是细血 似乎根本不担心 周莉会不要 要 我当然要 周莉争鸣一笑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不能掌控我的一切 二人相视一眼 发出震天般的笑声 哈哈 周莉突然停下张狂的笑声 神色一正 我还需要一些东西 可以 大神官没有丝毫拒绝的意思 不过因为天道的原因 你们都只能带五样道具进去 所以 你要什么 灵魂毛具 生机迷雾 破壁骨子 还有 逆反残卷 周莉平静地 说出四样东西 文言 大神官语气有些捉摸不定起来 灵魂毛具定位灵魂位置 破壁骨子 破除限制壁垒 这么说来 是要找人 再加上逆反残卷 难道 这些灵主里面 难道有什么你看上的英雄啊 哼 这就不关大神官大人事了 哼 大神官冷哼一声 手一挥似到白光 飞到周莉的手上 还有一点需要告诫判官大人 虽然教会跟地府有合作 但 这并不代表 你可以为所欲为 这点你放心 本人还是很守信的 周莉道 嗯 那就好 大神官点点头 恕我问一句 现在的你是本人吗 文言 周莉抬起的脚步一顿 你猜 直到周莉彻底消失 大神官目光深邃的 看着黑色漩涡 不由得喃喃道 无相判官 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周莉一步 迈入漩涡之内 只感觉灵魂处 传来一阵莫名的排斥 但这点排斥 随着他浑身魔力的激荡 瞬间消失的 无影无踪 而后 他拿出刚到手的灵魂毛具 呵呵 小家伙 跟我玩 我的记忆 是那么好获取的吗 无知 可笑 说完 他伸出一只手指 一把 将其扯了下来 煞时间血流如注 但很快 手指周围的血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起来 不过五秒钟就恢复完全 随着他深吸一口气 一个淡淡的蓝色手指虚影 出现在虚空之中 他将虚影没入灵魂毛具 毛具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 是冥冥中一股指引之力 紧接着 他大手一挥 周围的虚空 瞬间产生五道裂痕 五道黑影走出裂缝 冰冷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他们浑身散发着强大的威压 远不是职业界的存在 能够比拟的 但在走出裂缝的一瞬间 一股天地间的磅礴磅力袭来 五道身影的一身实力被压制 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一 如果不是受到天道压制 每名游侠只能召唤五名兵种 他说不定直接带着自己的兵种们 直接大军压尽了 做完这些 周围饶有趣味地点点头 转身向着指引的地方走去 先天觉醒自我意识的存在 真是珍贵地让人着迷啊 周围离开后不久 某个不起眼的黑暗处 闪过一道星红的眼眸 第九十四章 我有大将骨枪 优势在我 好 好 嘶吼响起 一道道身影不断从黑雾中钻出 他们大多双目血红 举止怪异 吴江敏锐地发现了 第二轮怪物的异样 这些家伙的体型 明显比前一次的怪物 身形更为壮硕和高大 就比如那只自己的老乡时 哥布林 这家伙不知道吃啥长大的 四肢粗壮 恐无有力 完全跟瘦弱不沾边 比起大哥布林 也不过是小了一丢丢 再比如 这头哥布林身旁的地精 这玩意 身高明显不对劲 竟然达到了一米六七的程度 简直就是普通二星生物地精里面的姚明 除此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野怪 都极为庞大 明显不对劲 看到这里 吴江不禁心头微微沉下来 这场战 似乎更麻烦了 见状 吴江赶紧收回目光 招呼道 枪 吴主 骨枪快速出现在吴江面前 安排石头骷髅守卫 把这些火油 均匀地撒在战壕里的木头上 是 骨枪虽然不知道所谓的火油 有什么作用 但领主大人发话了 那还费什么话 做就是了 骨枪的安排非常到位 一分钟后 火油均匀地泼洒在所有木材之上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硝烟的气味 现在还多 添加了一抹火油的刺鼻味 让吴江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万事俱备 指 好 好 好 熟悉的吼叫声再度响起 只是 这次的叫声更为雄厚 充满暴虐的意味 轰隆隆 野怪们硬生动了起来 一道道恐怖的身影 从黑雾中钻出 他们狂抱着 疯狂着 星红的眼眸 再没有哪怕一丝的理智 优秀一星的怨灵 手持黑镰刀身形飘荡过来 有优秀二星的石猿 怒吼一声 纵身越来 有面目猙獰的巨魔 狂笑而冲 吴江甚至在这群家伙中 看到了一堆的骷髅守卫 但那些骷髅守卫 似乎浑身破破烂烂 武器也没那么正量 跟自家的骷髅守卫比起来 就像一个人杂牌军 一个人特种部队一般的差距 将周围的野怪 大致扫了一眼 吴江大手一挥 迎战 更好地发挥他们多的优势 熟悉的一幕出现 自家大将们依旧照常发挥 每一次出手 都带走成片成片的野怪 但即便如此 也有大量的野怪 冲过大将们的防线 抵达战壕之外 见状 吴江没有丝毫犹豫 他转身看向弗磊亚 弗磊亚 点火 得到命令的弗磊亚法杖一挥 密密麻麻的小火球 洒向四周 火球在接触到 交由火油的木材后 轰的一声 火光大盛 顷客之间 一条包围着整个领地 高度达到五米的巨型火墙出现 为了让火焰更为强大 弗磊亚还特地添加了一道爆燃术 这样的话 火焰就如同高压火枪喷出的火焰般 即便隔着老远 吴江都感觉到一股炙热感 骷髅守卫 后退二十米 好 吴 啊 汉不畏死的野怪们 如飞蛾扑火般冲入火焰中 出来时 浑身都被点燃 有些身子瘦弱些的 直接被烧成焦炭 成为了火源之一 十个冲进来的野怪 冲出火焰的 有五个左右 但这五个中 只有一个挺到了骷髅守卫的面前 一个强弩之末 一个叙事待发 相互接触的瞬间 战斗就结束了 可即便有如此神助 冲过来的怪物 也让骷髅守卫们的刀 砍成了残影 怪物太多 太杂 整个领地外围 密密麻麻的恐怖身影 咆哮着向骷髅守卫冲去 攻击毫无章法可言 但吴江的骷髅守卫 可是大将骨枪训练出来的特种兵 相互配合将实力发挥到极致 一个小时后 倒在战壕中的尸体 彻底将火焰扑灭 吴江不知道 这一个小时内 死了多少野怪 他只知道 在自己的努力下 骷髅守卫的数量 突破了八十只数 达到了惊人的八十一头 按精灵弓兵增援二十只具 但即便如此 远处的黑雾中 依旧不断地冲出大量身影 似乎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吴江伸手拖着下巴 看着站在距离领地 还有五十米距离的骷髅守卫们 思考着另外一样东西 这些家伙里面 似乎没有大观 按理说一场战役里面再怎么说 也不能没有大家伙吧 然而 就在吴江的想法 刚落下瞬间 一声震天的吼叫声 响彻整个森林 吴江只听到轰隆隆的地震声 伴随着地面的剧烈抖动 看不清的黑雾 仿佛被什么恐惧所压制 不断翻涌起来 紧接着 一头头大如别墅的身影 缓缓走出 他们拥有着火红色的毛发 大卡车一般粗壮的大腿 同龄般大小的眼珠子 满是血腥而残暴 暴炎巨熊 优秀 职业街舞级 简介 这是一头恐怖的巨熊 它似乎受到了未知能量影响 变得更加残暴适血 实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拥有技能 狂暴 中甲 投石 一二三 二十头 密密麻麻的怪物 再加上二十头职业街的暴炎魔熊 怕是一些小一点的克老和游二代 见到了也得凉 狂暴很好理解 就是用脑子换实力的短暂性技能 至于中甲 用来加防御的 这时候 无将不由地想到了之前那位的床弩 暴炎巨熊 本身就是皮糙肉厚 再加上中甲的话 那张附魔床弩 能不能打穿呢 无将的思绪变化 看似很长 实则不过是短短一瞬间 看着远处的巨熊 无将不由地妈撒起了下巴 头石 石头呢 话音落下 只见暴炎巨熊怒吼一声 学着星星 砰砰砰地锤打着自己的两块巨型胸肌 随后 在无将惊讶的目光下 使出两拳 重重砸在地面上 煞时间 数十头野怪被震飞起来 同时 地面发生军裂 而后 他一把将两只巨掌插进地面 随着轰轰轰的声音响起 一块跟他个头一样巨大的 由泥土组成的石头 出现在无将眼前 这这这 这特么都可以 好 暴炎巨熊怒吼一声 浑身红色光芒突然大胜 手上举着的东西 瞬间投向无将所在 巨型泥土团 在飞行的过程中不断脱落 来到无将领地所在的时候 只有五米直径大小 但即便如此 也必须解决 不然无大领主 还是会被砸成肉饼的 他面色不变 沉声道 刀 蹭蹭蹭 虚空中的巨雾 闪过十数道刀芒 古刀的身影 几乎快到了肉眼 无法捕捉的程度 等到古刀落下 站在无将身前时 上方的泥团化为泥沙 如雨水般洒下 对此 无将赶紧撑开自己 随身携带的雨伞 替他和古刀挡下了这些泥沙 好 好 远处的暴言 巨雄箭一击不中 瞬间暴怒地不行 他顾忌重施 树枝巨雄再度抱起 巨型泥土团的时候 骨枪动了 骨枪浑身死亡之气喷勃 在一骑当千的加持下 坐在马背上的他 比起巨雄也挨不了多少 他举枪挺腰 在某个瞬间 亡灵马骤然双腿一蹬 前身高高跃起 而后 轰得一声落地 与此同时 骨枪借助这股力道 手上的长枪飞射而出 投掷 加蓄力一击 加破军 So 长枪周围的死亡之气 几乎凝聚成实质 原本两米长的长枪 此刻更像是一枚呼啸而过的导弹 无将只听到 扑扑扑的声音响起 原本还不可一世的 暴言巨雄们 瞬间倒下了五位 他们头颅被轰炸成血污 直到现在 还保持着举时的动作 见状 无将微微点头 密密麻麻的野怪 加上二十头职业街 暴言巨雄 对战我方领地 无将自问 慌吗 旋即一笑 我有骨枪 我慌啥 第九十五章 还差一点 啊 一头浑身腐烂的腐毒孤狼 冲到了无将身前 那猙獰的血盆大口 散发出无止境的腥臭味 看着眼前的巨口 无将只感觉耳旁 响起一道声音 王复剑 王复剑 蹭 顷刻间 一柄三尺长剑突兀出现 在腐毒孤狼混乱的目光中 从口中没入 从头颅中刺出 哄 随着最后一声巨响 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怪物潮 终于是结束了 无将心念一动 长剑飞回自己身旁 看着浸满整个长剑的血液 他脸色阴沉如水 太多了 这次的怪物太多 太离谱了 对方不但突破了骷髅守卫的防线 甚至冲破了领地的防线 来到了自己身边 不过好在 他已不是曾经的那个少年 手中的三尺长剑 斩杀了足足35头怪物 想到这 无将不禁喜上眉梢 抛开怪物 都是强弩之末这个事实不谈 难道我无大领主就不强吗 很明显 无大领主还是很强的 至少 同等等阶下 大哥布林已不再是他的对手 就算是哥布林勇士 无将也有把握立于不败之地 哼 无将冷哼一声 如果再遇见哥布林剑事 无某人要让对方知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无某穷 压下自己躁动的心 他大手一挥 兵种们纷纷走回自己的领地 熟悉的沼泽再度出现 趁着这个时间 无将叫来鼓刀 让他轻点这一战的兵马 折损情况 少请 鼓枪带着剩余的兵种 去拿回收获 鼓刀则回到无将身旁 主 骷髅勇士折损一位 骷髅守卫损失十一位 暗精灵队长少了三位 暗精灵工兵损失十五位 紫童幽浮少了一位 啊这 听见战损情况 无将当当的好心情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次战役 损失了自己足足三十亿元兵马 其中更是失去了一位老兵 鼓九 这让无将心疼不已 作为最早的一批骷髅 鼓九可是自己手上 历经沙场的老兵 他怎么死的 身为他的领主都不知道 也就在这时 无将脚下的大堆泥土翻涌 一只苍白的骨手伸出 见状 他赶紧让开位置 只见一头骷髅勇士缓缓爬出 只是右边 拿着大刀的手 不翼而飞 哭 无将 少请 听完鼓九的介绍后 无将欣慰地笑了 在不久前 鼓九见敌人冲进领地 义无反顾地杀回来 他以一敌三 拼死奋战 以一条手臂为代架 斩杀三元敌方 就在他胜利的时候 突然被一块巨大的泥块砸下 在后来他爬起来的时候 不愧是我手下的老兵 以一敌三反杀三人 不错 不错 无将拍了拍鼓九的肩膀 同时换出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三十一 正好 领地又多了一名骷髅消卫 说完 他伸出手指 清点鼓九的头颅 带到白光散去 领地的骷髅消卫加一 而后用剩下的进化点 让骷髅守卫 和骷髅怪各加一 无大领主又从储物戒指里 掏出一样晋升材料 交给鼓九后 就将对方打发到了 一边提升等级去了 做完这些 无将又走到暗精灵所在 除去已经阵亡的暗精灵 存活下来的暗精灵中 暗精灵队长的损伤比较小 紧一位暗精灵队长 背后挨了一刀 暗精灵队长进化出了进战能力 所以 哪怕被敌人晋升 也不会有多危险 与之相比 无将看向暗精灵工兵 超一半的工兵身上都带着伤 有四位甚至出现缺胳膊缺腿的情况 他们痛苦地躺在地上 如果不是弗雷亚的止血术 说不定尸体都已经凉了 进化点 暗精灵进化点 16.56 还好 还好 在连续五道白光之下 四肢吊着一口气的暗精灵工兵 成功进化为队长 无将选出一名暗精灵 进化为工兵 而后 他又换出血液进化点 血液进化点 10.56 凑一凑 整一头龙灵符再说 说到龙灵符 无将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自己手里 貌似有龙血精脆 虽然提示上说 吃了会变得嗜血 残暴 贪婪 如果少点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想到这 他沉生道 血液 呼 空中一阵呼啸 血液庞大的身影 出现在无将面前 随着一阵血物的变化 小屁孩血液再度出现 领主大人 叫小血液 是有什么奖励吗 血液一把抱住无将的大腿 那副球奖励的模样 看到无将 只想给他两个大嘴巴子 但想着对方之前 奋力杀敌的场景 无将不由的心头微宽 虽然是个反骨子 但做事还是挺不错的 想到这 他从储物界中 掏出一枚龙血精脆 这 哇 龙血精脆出现在的瞬间 血液的目光 就没有从上面挪动过分喉 无将把手左动 血液的头就左转 右动 他的头就右转 嗨嗨 听见咳嗽声 血液瞬间回过神来 领主大人 是给我得吗 不错 无将点点头 无 领主大人万岁 血液立即高呼 见状 无将脸色不由得一黑 东西可以给你 但以后你要是敢偷懒的话 哼 听见无将威胁的话语 下意识缩了缩脖子 上次被打的阴影还没散去 到现在 屁股还疼吗 领主大人放心 血液绝对不会偷懒 血液绝强道 嗯 既然如此 这东西给你了 血液一把 结果龙血精脆 当着无将的面 就夸夸夸地啃起来 当他吃完后 突然抬起目光 看向无将 而后瞳孔发散 砰的一声 倒在地上 陷入沉睡 啊这 无将妈撒着下巴 看来一枚龙血精脆 已经是血液的极限了 他摇摇头 回想着之前的一幕 血液血红色眼瞳中的那一抹 充斥着混乱的黑色 无主 东西已经放进去了 骨枪缓缓走到无将身旁 闻言 无将点点头 把沉睡的血液扔给一头子铜幽浮 自顾自地走向战争石碑所在 也不知道 这次够不够买下万丈刀芒 心头闪过这个念头 他将手放在石碑之上 脑海中立即浮现出相关信息 第96章 苏醒了猎杀时刻 您获得积分912 也就是说 除去上一次剩下的积分 光第二轮的战斗 我净赚800多的积分 无将想想 也不觉得惊讶 毕竟野怪的数量摆在那里 这次还有20头巨熊的存在 再加上时间跨度是之前的5倍多 这么算下来 积分净赚800也很正常好吧 摇摇头 打断自己的思绪 他在检索栏输入团记后 看着万剑齐发与万丈刀芒 陷入纠结中 都是神界 自己都想要 奈何 穷啊 万剑齐发就不说了 自家兵种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 基本上拿起来就能用 而万丈刀芒 自己有优秀层次的骷髅守卫 和稀有层次的骷髅销位 这个团记一旦施展 必然强于万剑齐发 而且 骷髅作为自己的主力部队 说不偏心 那是假的 就在他纠结的时候 脑海中再度响起提示音 第一 受到灾厄神格的再次影响 个人领地守卫战第三轮 变更为池野之战 战争迷雾消失 池野之战 开启领主祭坛吞噬功能 击杀其他领主后 可吞噬对方领主祭坛 将对方兵种收为己用 主一 领主需要亲自到底指定城池 才算成功 失败者 迷失于荒野 主二 池野之战将于五小时后开始 请诸位领主做好准备 这是要开启大乱斗模式啊 跟吴将的想法一样 绝大多数领主在听完介绍后 都是这个想法 祭坛吞噬功能的开启 必然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毕竟到这个时候 领主们的兵力 受到第二轮野怪的冲击 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损失 而后续还有两部分的失联 补充兵力刻不容缓 在这种情况下 开启这种模式 对于一些本身实力极强 兵种损失严重的领主玩家而言 无异于天赐良机 似乎 一场强者的盛宴即将开启 吴将目光闪烁 心头默念 兑换万丈刀芒 领主玩家 除非是顶级的那一批 其他人哪怕发育的再好 兵马也过不了500 在这种情况下 万剑齐发效果并不拔群 所以 吴将选择了万丈刀芒 这个技能 可以用来打乱对方的阵型 当他的手从石碑上放下时 大将骨枪一步上前 递过来几个光团 吴将伸手接过 一瞅 恭喜 获得骷髅守卫 残魂 X6 他突然抬起头看向骨枪 两久憋出一句 我枪 果然是大地之姿 吴将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而后又兑换了一份晋级材料 走回领地之内 他的目光扫尸一周 发现自家的兵种们 或多或少身上都挂在 于是乎 吴大领主下令原地迅速修整 吴主 需不需要重铸攻势 文言 吴将摇摇头 接下来不再是守卫战斗 这些攻势 没有必要重铸 骨枪眼眶中的魂火抖了抖 而后向吴将请辞 独自一哭 走向一边练起枪术 到目前为止 骨枪的等阶 已经是职业阶十级 来到了这个阶段的极限 继续修炼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 最近这段时间 骨枪都在不断磨砺自己的枪术 似乎从上次 哥布林部落之战回来后 骨枪更加勤奋刻苦了 勤学苦练 日月不坠 哪怕等级还是没有提升 但身上那股肃杀之气 和强大实力带来的压迫感 与日俱增 见状 吴将大领主 可谓是老心宽慰 知耻而后勇 智者也 除此之外 骨刀来到职业阶八级 骨三也是职业阶六级 反倒是雪莉这家伙 最近似乎不给力啊 只有区区职业阶五级 想到这里 吴将看了眼 还在呼呼大睡的雪莉 我是不是应该好好敦促 一下这个反骨子呢 吴将念头浮现的瞬间 沉睡中的雪莉 突然露出难受的表情 似乎 做了个噩梦 确认领地内 暂时没什么问题后 吴将打开论坛 看看目前这些领主 究竟是什么情况 灾恶之神 我盖你老了 日神大佬 恐怖如斯 刚点开 就遭到了雷击 在心头默念哥们牛逼后 他继续往下看去 求求各位大佬别搞我 我家里上有八十岁老母 下有三岁孩子 家中老婆重病未遇 你们可不能杀我了 楼上就这 我才惨啊 我打小就是孤儿 相依为命的兄弟 今天不幸离世 怎一个惨子了得 呜呜 有没有大佬代代我 妹妹人美身甜 需要的私 除此之外 也有整八斤的大佬 在招揽人手 大家好 我是日免之时领地的领主 ID我就是太阳 欢迎各位强者朋友加入 有意向的 不妨私聊我 天河岭招募各位有志领主 结伴行 共同抵御敌人 详情请查看本人主页 准备好详细资料 进行私聊 散人俱乐部 承邀诸位平民玩家加入 咱们普通人 就应该团结一致 守护住我们的领地 下方清一色的招募信息 一度让吴江以为 回到了曾经新人大比过后 但对于这种招募性质的东西 吴江都是保持着观望态度 这里面水太深 一般人把握不住 把握得住的人 又不需要加入进去 读读 吴江还在浏览记录 一旁的好友提示响了起来 低头看去 发现丁华叶发来的消息 大佬在播 丁华叶问道 有事 吴江回复 在另外一头的丁华叶健壮 瞬间来了精神 赶紧双手并用的打起字来 是这样的大佬 我这边建立了一个小团体 都是我认识的人 一共有三个 所以我想 你想让我加入你们 吴江道 健壮 丁华叶赶紧解释道 哪里 我们哪里敢让大佬加入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 大佬给一个你的定位 我们去加入你 啊 这 在这边的吴江挠了挠头 加入我 貌似自己这边不需要人吧 而且 丁华叶是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家伙 自己手里 这些大将们 可都是见不得光的呀 于是乎 吴江让对方发过来定位 而后以距离太远为由 直接拒绝了 再到丁华叶这边 看着吴江发来的拒绝消息 丁华叶无奈地叹了口气 显然是被拒绝了 气 我还以为多牛逼的人呢 大佬 给亦整笑了 耸得都不敢 让我们去找他 葛东南吃笑一声 随之抬起头颅 仿佛施舍般地说道 走吧 带你们去见见真正的大佬 跟他比起来 丁华叶口中的 喝不值一提 你说的是 李萌萌抬起洁白的勃梗问道 新人大比第二名 临江市最强领二代之一 拥有恶魔兵团 恶魔领的大佬 九十一廖先生 廖云帆 此话一出 众人多少吸了口凉气 这个胖子 竟然能绑上这种大佬 第九十七章 狩猎领主们的游侠 无将手指点过一个个克老 和由二代发出的视频 还有一些平民天才的记录 看着里面明显不相同的野怪数量 不禁陷入了沉思 这些领主面对的野怪数量 有多有少 难道是永恒之界 对弱者的关怀 这个念头刚浮现 就被掐断 永恒之界 对于所有人 都是一视同仁 并不可能无端 对某些领主给予关怀 但眼前的一幕幕 却让无将不得不陷入思考 野怪数量相差太大了 有多的野怪 比如那个 ID叫野生驯龙者的家伙 面对的野怪数量 保守估计是无将的十倍 因为袭击这家伙 职业皆野怪 甚至达到了二百之巨 数量之多 简直不可思议 哪怕是他特制的城墙 都被轰烂了大片 兵种损失过半 也有野怪数量其少的 就比如这个 ID农民翻身把歌唱 这家伙第二轮就五头职业皆野怪 这这这 就离谱知道吧 但很快 无将脑海中灵光一闪 仿佛发现了什么 紧接着 他仔仔细细观察完 这些人发出的每一个视频 良久 呼 简直不可思议 那些被野怪重点光顾的对象 竟然是用了大量现代工艺的领主 不错 那些用现代工艺越多的领主 遭遇的野怪就会越恐怖 甚至到了超纲的地步 而没有用现代工艺的领主 面对的野怪 基本不会太强大 有了这个发现的无将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永恒之界的意志 是抓住那些作弊的家伙 往死里整啊 想到这里 他不禁看了看自己身后的骷髅守卫们 还好 还好我干的不是太过分 与此同时 丁 准备时间结束 领地已回收到专属空间 请各位领主踏上征途 话音落下 每个领主脑海中都浮现出一个位置 那里就是此行的目的地 在提示结束的瞬间 无将领地内的建筑 包括祭坛全部化为光点 没入自己的脑海中 无将通过精神力进行沟通 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将其放出来 得到这个结果的他 心头微微舒缓 还不错 紧接着 无将大手一挥 领地内的兵种们纷纷动起来 少请三个队伍整齐地排列在他面前 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19.63 血液进化点 18.21 暗精灵进化点 11.56 无将走下高台 手指飞速地闪动 伴随着一道道白光闪耀 无将目光扫过 骷髅系列 鼓刀鼓枪 两头骷髅销位 骷髅勇士5 骷髅守卫83 骷髅怪石 小骷髅54 总计 156元 暗精灵系列 弗雷亚 暗精灵护法3 暗精灵队长41 暗精灵工兵28 暗精灵24 总计 97元 血液系列 血力 紫童幽服14 腐蚀蝙蝠34 血服19 总计 68元 领地兵马总共 321元 这就是无大领主 目前所有兵力 骷髅守卫已经来到了83头 想到这里 无将摸了摸自己的戒指 骷髅还差17头骷髅守卫 需要进化点51个单位 按照无将的准备 他准备将组建一支 由骷髅守卫组成的骷髅军团 到时候 配合上团计万丈刀芒 即便是遇见顶尖职业级英雄 也能有碰一碰的底气 但 就目前情况而言 他又有点想进化骨枪 自家大将 已经很久没有进化过了 虽然目前来说 顶尖战力并不缺 但万一呢 万一遇见了可咋办 现在说这些为时尚走 毕竟我的进化点 比脸都干净 无将摸了把脸 全军出动 现在是大白天 无将并没有齐成血力 主要是现在风声鹤唳的 还是低调一些的好 咔哒 脖子被扭断的声音响起 在不知名的地方 一名西方长相的男人 随手将手上的尸体扔向一旁 在他的身下 赫然躺着五具尸体 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是被男人扭断脖子的新人领主 男人名叫迈克 乃是血腥教会的中层 一名大队长 他伸手抚摸着自己的脸颊 嘴角铁饰着手上的鲜血 露出享受的表情 在他又半边脸上 一道猙獰的刀疤 几乎梗盖了整半张脸 抚摸着脸上刀疤的他 看着倒在地上的九州领主 脸上逐渐露出仇恨的目光 半年前 他受到血腥教会高层命令 加入入侵九州的队伍 也就是那次入侵 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直到现在 他都还记得那个男人 那个坐在飞龙之上的男人 那个男人毁灭了他的祭坛 破碎了他的灵主梦 更是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耻辱的伤疤 而那次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幸运的是 迈克活着逃回去 经过不断打探情报 得知那个男人名叫 伤红 迈克想要向男人复仇 可惜祭坛破碎的他 只有成为一名游侠 游侠受到的限制太多太多 哪怕是用尽全力 拼尽一切 可惜 距离那个男人 差距还是越来越大 这一度让他感到绝望 甚至萌生了放弃的想法 但 一个月前的情报 让迈克看到了希望 伤红的女儿 成为了领主 迈克当时有多高兴 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他只知道 现在非常的兴奋 极度的兴奋 抑制不住的兴奋 伤红 你让我失去了一切 我等了这么久 哈哈哈哈 我也要让你体验 失去一切的感觉 想到这 迈克拿出随身携带的道具 看着道具上方的标注 距离自己 只有几公里的距离 快了 快了 迈克拿出栽勒木偶 将五人的印记强行剥离 而后没入木偶之中 远处那群陷入混乱中的兵种 眼眸中闪过一抹黑暗 而后整齐地出现在迈克身前 拜见主人 迈克一甩一袖 队伍浩荡荡地走动起来 到目前为止 迈克依靠着自己带进来的武员 被压制到职业街的兵种 已经捏碎了13位新人领主的脖子 收集到的兵马 达到了恐怖的五千之巨 迈克队长 大神官让我们去破败之城集合 这么做 一名手下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只是可惜他的话音还没有结束 扑斥一声 长剑从他胸口传出 鲜血滴答滴答地落下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迈克 你 你 迈克双眼微眯 一把抽出长剑 目光森然地扫尸周围的四人 没有谁能够阻止我复仇 大神官 也不行 如扔垃圾一般 将手下扔在一边 他一步跳上师舅的后背 走吧 第98章 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迈克骑在师舅的身上 居高临下 俯视着下方的一切 他手上拿着一张羊皮纸 在上面不断挥制着图案 不多时 一幅山川草色的地形地势图 出现在眼前 呦 迈克 你这画得真不错呀 身旁不知何时 又来了一位西方男人 与迈克的争鸣不同 这人脸颊狭长而尖锐 浑身散发着一股寒冷 弗罗 不出意外 又是一员大队长 呵呵 迈克微微一笑道 在成为领主前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 最大的希望 就是画出一幅 可以流传千古的名画 说完 他往身后看了看 弗罗带了一个更为巨大的队伍 粗略估计得有七千支巨 其中的职业阶兵种数量 达到了十五位 但奇怪的是 身为大队长的弗罗 是一个人前来的 这次进入试炼之地的血腥教徒 最低都是一个小队长 每个队伍有五名小队长 和一名大队长组成 六人相互辅助 一般情况下 不得分开行动 而且 一切要以大神观的计划为主 对此 迈克目光闪烁 把那群家伙都杀光了吗 比起我 弗罗更像是一个屠夫 弗罗似乎察觉到了迈克的目光 他无所谓的摊开手 满脸无辜 哦 老朋友 你可不能这么看着我 如果不是你说可以狩猎天才新人领主 我可不会把那群阻止我的人杀光 你知道吗 身为一个手下 竟然敢提醒我 遵守任务 更是用大神观来压我 对于这种混蛋 我也只能送他们下地狱了 文言 迈克也不甚在意 其实到了他们这种层次 对于上层的一些任务计划 都有自己的小道消息 就比如这次狩猎九州新人领主 恢复自己的祭坛任务 也就只有那群没脑子的小队长 还有底层会傻乎乎地相信 自己手上的垃圾木偶 真能恢复祭坛 不过 哪怕知道这事的坑 又如何 在迈克眼里 他想要的 从来不是恢复祭坛 而是报复那个 毁灭他祭坛的男人 哪怕他明知进来后 十有八九都出不去了 那又如何 刻骨铭心的仇恨 时刻折磨着他 那个男人如鬼神般的身影 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半年来 将他折磨得没了人样 他想要毁灭 想要解脱 想要复仇 所以 他明知这是个陷阱 依旧毫无犹豫地跳了进来 至于俘罗 这家伙 压根就是个疯子 进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狩猎天才新人领主 似乎狩猎天才 能让他感受到极致的愉悦感 而为了这股所谓的愉悦感 他不惜以身犯险 这人是个择八斤的疯子 加入血腥教会的人 又能有几个正常的 思绪翻涌之间 迈克和弗罗的队伍 已经来到了一处山丘群之中 脑海中的那股冥冥中的感应告诉他 只要在这里等着 就会遇见他魂牵梦银的商家大小姐 没有犹豫 他招呼失就落在地上 紧接着 快速安排起一切 哦 迈克 等那群新人来后 你一定要把最天才的留给我 弗罗说着 用血色的舌头 贪婪地舔噬着嘴唇 当然 你只需要把那个女人交给我就行了 其余的 给你杀个爽 迈克道 哈哈 好好好 我就喜欢和你合作 我的老伙计 弗罗哈哈一笑 立即带领着他的队伍埋伏起来 此刻 九州北部 裂缝驻守边疆城内 一个巨大的堡垒之中 无谓散发着上位者气息的男人 围在一个圆桌前 在他们的身后 各跟着两个工作人员 老商 手下线人来报 血腥教会的那群狗崽子 钻进了试炼之地 说话的是五姓男人 商红听见老友的话 平静地点点头 我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里面有一个家伙 是冲你家闺女去的 五姓男人突然加了一句 此话一出 在场其他人瞬间瞪打双眼 专门冲着商妇盟主的闺女 商星柔去的 这可不得了啊 谁不知道 商妇盟老来得女 是其为掌上明珠 谁敢动商星柔 无异于是在摸老虎屁股 简直找死 但当众人将目光放在商红身上时 却发现这位 竟然格外地冷静 这 我不仅知道他们 是冲我闺女去的 我还知道 这群家伙 就是半年前那群 进犯九州的血腥教徒 商红缓缓放下手上的茶杯 紧接着 打出一记响指 会议室上方的显示屏 突然亮起来 画面清晰以后 众人就看到万余名兵种 如长龙一般 涌入小秋山之中 而后 在视频里 藏进这些小秋的阴影处 众人见状 纷纷露出惊异之色 反倒是是那个五姓男人 一拍桌子 马德 就是这群狗东西 跟非洲的猎狗 和鹰狗里的老鼠一样恶心 紧接着 他转头看向商红 老商你既然发现了 这群狗崽子 还不快通知 你的宝贝女儿小心点 我看这群家伙 就是在这里等着他 商红闻言 十分镇定地 再次端起茶杯 就要饮用 却被五姓男子直接夺去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只知道 还不赶紧通知我那宝贝侄女 看着自家老战友 那极不可耐的模样 商红嘴角 不禁勾起一抹糊涂 他饶有意味地 看了一眼上方的屏幕 接着道 你猜 这是谁给我的 难道不是你用的道具 哼 商红轻笑一声 就见画面逐渐厚挪 渐渐地 一群密密麻麻 一眼望不到头的兵种 已然将那群血腥教会的人包围 而在兵种的正前方 有五名人类领主 正目光炯炯地看着远处 其中一位亲历的美少女 赫然是商妇盟主的女儿 商心柔 在她的手上 有一个投影道具 隐晦地闪烁着光芒 见到这一幕 众人纷纷恍然大悟 原来是早有准备啊 干 老商 你早就准备好看我笑话是吧 五姓男人 不禁老脸微红 好在他脸色比较黑 也看不清楚 反倒是此刻的商妇盟主 微微往后靠上一背 我能杀破他们的胆一次 就能杀他们第二次 第三次 这群鹰沟里的老鼠 来一次 我杀一次 杀的他们 不敢踏入九州境内一步 为止 画面回到试炼之地 商心柔远远看着 那边藏起来的家伙 心里估摸着大概后 轻声喝道 行动 第99章 道具禁用结界 细细索索 商心柔一方的兵种们 在暗中悄无声息地不断接近着 此刻 麦克趴在草堆前 目光死死盯着 经过山丘群的必经之地 快了 老子的梦魇即将结束了 麦克心中 甚至有些急不可耐起来 但突然 他感觉心脏仿佛被人敲击了一下 紧接着 一股杂乱的情绪 进入脑海之中 让他整个人都心神不宁起来 察觉到这股异样的麦克 不由得眉头一皱 他目光缓慢地扫尸过所有位置 发现兵种们 都隐藏得非常隐蔽 既然问题没有出现在这里 那是 想到这 他又将目光投向远处的佛罗 佛罗察觉到麦克风的目光 对他竖起大拇指 问题也不在那里 内心的急躁与慌张 越来越剧烈 这让酒精沙场 磨练过危机感的麦克腾的一声站起来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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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罗 这不对劲 麦克刚说完 瞳孔骤然收缩 只见远处的天空中 突然闪现出一抹黑点 黑点迅速被拉近 眨眼间已经来到自己的前方 直到现在 麦克才看清楚 这特么 哪里是什么黑点 分明是密密麻麻的剑雨 几乎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 麦克目自欲炼 吼道 防御 嗖嗖嗖 箭矢落下 枪冰被一箭穿喉 锯模被射成筛子 长臂魔员怒吼一声 但面对他的依旧是铺天盖地的箭 砰的一声 这头职业界的存在倒在了箭矢之下 就在麦克仓皇逃窜的同时 他头顶上的虚空中 骤然凝聚出大量的巨型火球 这些火球每一个都有面包车大小 而且密集程度令人不禁扎舌 几乎覆盖了麦克方冰种躲藏的所有位置 轰轰轰 还不止 火球落下瞬间 天空中的黑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汇聚 而后阵阵雷霆 如球龙般在里面翻涌 哗啦 雷霆如神阀般落下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造成近五米的漆黑胶坑 至于这里的冰种化作了一堆灰 大量的AOE技能疯狂落下 即便是职业界的冰种 也难以抵挡 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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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一边拼命躲避 一边疯狂地爆粗口 麦克你特么玩我 你这是在谋杀 还不等弗洛再开口 一道雷霆光狼一声落在他身旁 法克 这特么麦克 是带着自己进了陷阱堆里 这密密麻麻的大范围技能 甚至一度认为是 九州方面的主力打了过来 面对弗洛的怒骂 麦克脸色阴沉如水 毫无疑问 哪怕是傻子都知道自己被埋伏了 更别说他老麦克 究竟是谁出卖了老子 麦克目光冷烈地扫过几方所有人 在一个黑影的身上停留了下来 另外一边 廖云帆见自己手上的大范围道具 都用得差不多 不由地将目光放在伤心柔身上 商姐 东西用完了 我也用完了 俺也是 听着身旁同伴们的话 伤心柔点起脚 往远处看去 在确认手上的道具 已经将整个土地都离过一遍后 总算是放下心 一个也别让跑了 文言 其余三人像打了鸡血般激动起来 作为大江省领二代的他们 没少听说血腥教会的残暴 给九州人民带来的伤痛 而且 受父辈的影响 他们对于这群家伙 除了仇恨 还是仇恨 今天 自己干掉了几个血腥教会的中层 回去在家族中说话 都会硬气些 毕竟战绩摆在那里 呜 呜 一名狗头人 突然爬上高处 拿出号角 吹得响彻八方 煞时间 他们的兵种们 冲锋向前 势如破竹 有身躯高大 但行动缓慢的战争庶人 有人形态的陆女树妖 也有身高四米长相猙獰的深渊魔物 双方一接触 就是成一面倒的情况 迈克眼见不敌 拉着弗罗 瞅准一个地方疯狂逃窜 跟上 别放过那两个家伙 不知道谁吼了一嗓子 所有兵种的目光 都投向逃跑的迈克 法克 迈克怒骂一声 身躯瞬间膨胀起来 撑破衣物 露出猪肝色的皮肤 头上不断生长出一对牛角 四肢长出利爪 半兽魔人 廖云帆作为恶魔领主 一眼就看出了 这是中等恶魔 稀有层次的转值魔物 半兽魔人 追 别让他跑了 少请 迈克浑身无力地停下 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远 直到现在 彻底跑不动了 随着他的停下 跟着他一起逃跑的 十二位职业街巅峰兵种 也停了下来 此刻 他们已经被完全围了起来 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兵种 他们目光冰冷地看着迈克等人 天空中有战鹰 尸臼 凶暴就盘旋齐上 哪怕是地下 也是死亡如虫和地魔人在虎视眈眈 肃杀的气氛包围了所有人 似乎 他们已经陷入到了绝境 与此同时 远在灵星的众人 看着屏幕上的这一幕 不禁露出会心的笑容 这群家伙完蛋了 五姓男子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由地端起茶杯 这群游侠受天地压制 手段不多 今天 哼哼 基本凉了 说完 他继续看向屏幕 此刻 试炼之地内 迈克脸色阴沉地 看着周围的一切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但此刻 佛罗却笑了 迈克 陪他们演了这么久 我也累了 结束这一切吧 此话一出 伤心柔异边的所有人 几乎是下意识认为 这些人在虚张声势 正准备动手时 突然 众人余光中 看见白芒闪过 下一刻 扑痴 队伍中的一个年轻男子 瞪大双眼 满是惊恐与不解 机械般地转过头去 看见的是自己一柄 沾满鲜血的长剑 长剑地没入他的胸口 鲜血不断地滴落在地上 滴答 滴答 喂 为什么 辞了 拿着剑的男子 一把抽出长剑 身形一跃 来到迈克身旁 可可可 装了这么久的小屁孩 可给我憋坏了 男子有着干涩的嗓音 双眼心红 散发着细血的冷意 他似乎被夺射了 快 恢复卷轴 伤心柔率先反应过来 赶忙来到那个被被刺的男子身旁 施展起了续命术 草 廖云帆怒骂一声 立即从兜里掏出 一张卷轴 猛地撕开 然而 意想之中的屏障和生机之光 没有出现 反倒是卷轴分成了两半 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看向远处的迈克 只见迈克手上 绽放着喜色光芒的石块 这似乎是结界石 早就知道 你们这群家伙道具很多 所以 我特意给你们准备的 道具封锁结界 第100章 领军新人VS老牌游侠 整个过程发生得太快 快到坐在会议室内的伤红 和诸多上层 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五姓男人豁然起身 老伤 你还在等啥 快想办法呀 文言 伤红整个人也紧张起来 不过作为这里的领导者之一 他还是按捺下心中的些许交集 向众人道 各位放心 我已经安排人前往支援了 只要心柔他们能够坚持半小时 基本可以无碍 众人听见伤父盟主这么说 提起来的心 不由地放下了些许 以伤大小姐的实力 坚持半小时应该没问题吧 好歹也是新人大笔第一名 伤父盟主的千金 哪怕没有了一身道具 手上的能兵强将 应该也没啥问题 但实际上 伤心柔看着对面的三个人 好看的毛子紧紧促起 队友的背刺和反水 让他始料未及 到现在 他整个人都还有点猛 实话实说 他虽然被誉为天才领二代 拥有特殊体制 从成为领主开始 便一路高歌猛进 碾压同背天才 但也正是因为顺风顺水惯了 导致出现这种情况后 还没缓过来 反倒是 一旁廖云帆抢先回过神来 只见他一把拉住伤心柔 和另外一个女队友 疯狂向后退去 廖云帆你做什么 你这样的话苏钱会死的 另外一个女人大声喊道 闭嘴 廖云帆冷冷瞥瞥了他一眼 而后沉声道 苏钱他没救了 他的内脏被魔力搅碎 除了附生卷轴 没人能够救他 可是也不能 啪 一个清脆的巴掌响起 廖云帆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让这位女队员闭上了嘴 阿炎 阿荣 哄 面前突然闪过两魔火光 两头巨大的魔物出现在眼前 荣炎狂魔 稀有 职业皆十几 荣活者 稀有 职业皆十几 你们负责挡住 另外让所有兵种自爆 廖云帆话音落下 队友苏钱彻底死亡 迈克拿出灾厄木偶 吸收了对方的领主印记后 对方的兵种也成为了他的手下 自此 原本只有区区十三位职业阶兵种的迈克一方 瞬间获得了一半的兵力 双方兵种数量 眨眼间已经对等 一群小屁孩 离开了父母带来的一切外 你们还能有什么 红眼男子嗤笑一声 反倒是扶罗咧嘴一笑 别废话了 那个男小子 是我的了 没问题 迈克激动的脸上的刀疤 都仿佛在蠕动 那个商家大小姐给我 三人瞬息而动 一场战役即将爆发 在某个隐蔽而不起眼的地方 有双红色的眼睛 一直注视着这一切 还准备继续看看的雪莉 脑海中突然响起 自家领主呼唤的声音 无奈之下他摇摇头 转过身 震翅高飞消失在这里 当他回到队伍的时候 正好看见大块头骨枪 一枪拿下职业阶的野怪 呼 吴将感觉头顶一阵强风吹过 抬头看去 就看见雪莉那双翼盏 达到30米的巨大翅膀 话说一个小时前 沉睡中的雪莉突然苏醒过来 而后 体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翼盏只有20米的她 直接被拉长了一半 达到了30米的程度 而且 体表也由之前的几块鳞片 变成了现在的鳞甲 覆盖全身 有些露在外面的皮肤 也紧凑厚实地 向龙皮靠拢 当然 最离谱的 还是这家伙的头颅 已经不再是鼠头 而是有些像双足飞龙的龙头了 以后 可不能再说拍鼠头 要改成龙头 可即便如此 吴将让她跟骨枪过过招 还是被两招按在地上摩擦 枪 仍旧是我军第一战力 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32.6 赶路了整整五个小时 一路上也基本上在战斗 32.6的进化点 还能接受 吴将点点头 再凑49个单位的进化点 骨枪就可以进化了 全军休整 赶了五个小时的路 也该让大军休息休息 也就在这时 头顶上的雪莉落下地 快不向吴将跑来 领主大人 雪莉发现了好玩的 吴将 于是乎 在雪莉的不断解释下 吴将基本上搞清楚了事情的经过 两队人马打起来了 而且还挺激烈的 领主大人 要不趁着这个时候 咱们一起去看看 雪莉高举双手 一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模样 见状 吴将抬手就是两个毛栗子 打得雪莉 赶紧抱住头 看热闹 热闹是那么好看的吗 这要是一不小心 卷入纷争怎么办 咱们要稳健 这种情况 自然是啥也不管了 哦 雪莉无奈回了句 但突然 轰隆 一声巨响 在离休整地不远处产生 连带着地面 都发生了些许颤动 听见这个声音的吴将 不禁老脸一黑 给脸不要脸是吧 还向自己这边打过来了 想了想 他还是招呼到 弗雷亚 你们留在这里 鼓刀 鼓枪 雪莉 走跟我去看看 闻言 雪莉不由地撇了撇嘴 刚才还说不去结果 磕 一声脆响 他又吃了一记毛栗子 身为领主 我要再告诉你 当麻烦找上你时 如果没办法迅速抽身离开 最好还是去看看 是什么麻烦 说完 雪莉化为巨型蝙蝠 发动隐匿这个技能 载着吴将向深渊处飞去 一路辗转 飞过两个小丘 下方的场景 多少浮现在吴将眼底 在他的目光里 双方各有十几元高品阶 高等阶兵种交战着 一方是三个男的 吴将微微眯眼 发现这三个男人中 有两个是歪果人 另外一边两女一男 哇 这不是商大小姐吗 之前在新人大比上 虽然只是一面之缘 但对方那个站在那里 周围十米之内 空无一人的场景 很难让人不印象深刻 歪果人一方气定神闲 仿佛是在玩猫捉老鼠一般 反观商大小姐这边 边打边退 而且是被 压着打的状况 吴主 主 骨枪 骨刀来到 吴将从血力背上落下 身影藏匿于山丘之上 看着下方的战场 很明显 根据兵种品质来看 商大小姐方是 占据些许优势的 但 他们还是被压着打 原因其实很简单 歪果人一方的兵种 明显更有战斗经验 总能找出对方的破绽 而后快准狠地痛击对方 反观伤心柔方 因为到现在 不过才是一个月的新人领主 手下兵种们战斗次数有限 经验严重不足 这时候 吴将倒是不禁妈撒起了下巴 自己可是答应过商妇盟主的 在他女儿遭遇危机的时候 要出手相助 这要是没遇见 也就算了 可既然见到了 嗯 还是得看看再说 毕竟鲁莽并不是 无大领主的作风 第101章 叛逆者 碰 稀有三星的巫女 抓住精灵大祭司的破绽 一记黑巫之手 将其击飞 直到现在 整个战局基本上 已经显露出结果 伤心柔一方兵种全员负伤 麦克一方没有丝毫损伤 看着这一幕 扶罗无趣地撇了撇嘴 看向廖云帆的目光 充满了火热 就仿佛是小孩子 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一样 呵呵 麦克 老子先动手了 说完 他张开大嘴 一口咬向自己的手掌 扑斥一声 鲜血似箭 原本狭长的脸 被急速拉长 逐渐向马脸靠拢 而他的四肢 也逐渐变得异常怪异 分化成一根根触手 他的肚子中央 解开巨大的窝口 两边长满尖锐的獠牙 肚子赫然化为 螺旋獠牙的争鸣口气 身上肉皮翻涌 不多时 一个浑身触手 中心处有张争鸣口气 脑袋上一颗巨大眼珠子的怪物 出现在原地 在怪物出现的瞬间 一股深深的不祥气息浮现 远处的吴江 看着这玩意后 突然瞪大了双眼 心脏在这个瞬间停下了跳动 他脚步腾腾腾地 后退了好些距离 紧接着 心中迸发出的 是压抑不住的愤怒与仇恨 愤怒 极致的愤怒 仇恨 刻骨铭心的仇恨 这股由仇恨和愤怒而生火焰 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没 他牙齿死死咬紧 双眼中挥洒出 无法遮掩的金光 叛逆者 镇定 镇定 吴江抬起右手 按向自己的脑袋 不断低语 叛逆者必须死 但我必须镇定 镇定 再镇定 随着他不断自言自语 眼中的金灰 逐渐浅了下来 最后消失不见 两久 呼 吴江深深吐出一口气 整个人才放松下来 斯尔曼家族职业 唯一的缺陷 叛逆者极致的仇恨 但这种仇恨与其他不同 可以通过个人的自治理来压制 而正好 吴江能将其压制住 经过吴江的观察 他发现 歪国人中另外那个九州人 似乎没办法出手 这家伙手里 一直拿着个古怪的石头 真正能够战斗的 也就那个叛逆者怪物 还有那个歪国人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吴江发现 哪怕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双方也没有使用道具 歪国人一方他能理解 可能是穷 但作为官方领二代的 伤心柔一方 怎么可能缺这东西 所以 他们不能用道具 吴江又看了看 那个人手里的古怪石头 既然如此 枪 吴江沉声道 吴主 骨枪一步上前 他感受到了主的愤怒 这也是他的愤怒 诛杀叛逆者 有没有压力 吴江反问 哭 三招拿下 好 刀尼辅助枪 血力在我上天 吴江大手一挥 开始行动 目送二位大将离开 吴江妈撒着下巴 陷入沉思 自己这个样子 出现在那个领二代面前 会不会不太好 吴大领主秉持着低调的选择 眼珠子一转 从储物界里 拿出两样东西 紧接着 随着阵阵魔法波动产生 黑雾散去 一个人出现在原地 仔细看去就会发现 此刻的吴江 已然换了副面孔 他掏出匕首 借助反光 依稀能够看清楚此刻的面相 嗯 为了安全起见 隐身斗篷里面的脸也改一改 这样才算是安全 做完这些 吴江才能心安理得地 走上血力的后背 可 伟大的吴大领主 就喜欢做好事不留名 人呢 为什么还没到 那群家伙 是干什么吃的 就不能快点吗 五姓男子疯狂捶打着桌子 他们的位置 也从原来的会议厅 到了现在的战时指挥室 并且 伤父盟主出现在个人情绪 影响指挥 现在的总指挥 有五庸赞代 伤父盟主坐在一边 还有其他若干负责人 都齐齐地站在那里 低着头 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谁敢喘气 整个情报部门 调查血腥教会这么久 只知道对方有大动作 结果没想到 是针对这两位的 一位是伤父盟主的千金 一位是廖盟主的大少爷 两个都是临江市的 领二代中的领军人物 这特么 要是被血腥教会干掉了 不说 这两位大佬的雷霆之怒 临江市领主联盟 直接沿边扫地 军轮为死对头的笑柄 他们这些人 都得下岗去一线战斗 报告五队 我方队员 已经在全力赶去的路上 可是路途太远 至少还要二十分钟 什么 五庸双眼瞪得大如同龄 二十分钟 没有二十分钟 最多给他们十分钟 十分钟之内 到不了指定地点 军阀处置 这 是 工作人员还想说什么 但看到五庸吃人的目光 也不再废话 报告五队 商小姐和廖少爷那边情况不对 很可能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什么 五庸一惊 龙行虎步地走到大屏幕前 正好看见佛罗变身成一头怪物 发了风似的冲向 廖云翻 而且这时 麦克也正好化身为恶魔形态 向伤心揉杀去 碰 五庸一锤桌子 马得个八子 这群家伙一小七大 呸 一大七小 别被老子逮着了 非得抽筋八皮不可 至于商负盟主 此刻他正惊危坐 但放在桌子下方的手 早已捏出冷汗 他隐晦地拿出一样东西 但挣扎一下 还是将其缓缓放下 还不到那个时候 不行 那些负责人 也赶紧看向大屏幕 他们的心此刻 随着商料二人 不断抽拉着 伤心揉被一击打飞后 那个恶魔男人冲上来 他们的心瞬间沉入谷底 脸色铁青 当伤心揉显之又显地 躲过这一击时 他们又感觉缓了一口气 看着大屏幕的他们 内心不断七上八下 比他们曾经新人试炼 还要有压力 不好 伤小姐撑不住了 不知道谁吼了一嗓子 众人的脖子 被瞬间拉长 只见精灵大祭司 被女巫控制住 而恶魔男的身影 已经居高临下 来到伤心揉正上方 来人好好举起长刀 一刀砍下 不要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呐喊 甚至有人已经遮住眼睛 不想看着血腥的一幕 武庸突然感觉双腿发软 要跌落在地 伤红手上的东西 也来到了他嘴旁 完了 伤心揉看着砍下来的长刀 紧紧闭双眼 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但 许久过去 预料之内的疼痛感 迟迟没有到来 他那好看而修长的睫毛 微微颤抖 水灵灵的大眼睛 缓缓睁开 看到的是一位浑身沐浴死亡之气 双眼冒着幽蓝色光芒的骑士 他背靠这一轮血月 在血色月亮的衬托下 浑身沐浴死亡之气的他 更为高大而难以直视 第102章 一骑当千 走 骨枪一条长枪 伤心揉的身体嗖的一声 飞到20米开外 呵呵呵 我感觉 你更加强大 怪物形态的佛罗 怒吼一声 发疯似的 向骨枪杀来 嗡 沉闷声响起 骨枪直接开启技能 一骑当千 漆黑的死亡之气 攀附上盔甲 原本高大的身影 此刻更加地让人感到压力 好 怪物佛罗怒吼一声 无数双触手袭来 骨枪眼眶中的浑火微抖 技能 洞悉 佛罗此刻的触手 被无限制地放慢 每一个动作都破绽摆出 但即便如此 在那密不透风的触手笼罩下 每一个破绽 都被另一个触手所覆盖 成了 毫无破绽 见状 骨枪身躯往后微侧 他静静地看着佛罗冲过来 5米 3米 2米 10厘米 怪物想开了他的血盆大口 猙獰的獠牙不断蠕动 腐蚀性的液体低落下来 甚至能够闻到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反观骨枪 他坐在马上一动不动 他在等 等一个时机 佛罗越来越近 危机也越来越大 吴将没有急 因为他相信骨枪 骨枪也没有急 他此刻尤为镇定 而此刻 时机到了 在这个瞬间 他豁然刺出一枪 这一枪他全力以赴 这一枪汇聚了他三个技能 这一枪他磨练了数千上万次 这一枪倾注了他日以继夜的努力 但 这也仅仅一个普通的刺枪 扑齿 长枪精准地没入怪物的下身位置 那里是他的死穴 恐怖的死亡之气 灌入其体内 这些死亡之气 仿佛活了过来 疯狂吞噬着生机 怪物的身体迅速干枯 老化 腐朽 眨眼睛 化为一滩灰烬 定 您的中烟骑士 骨枪 经过无数次的练习 将死亡之气 与枪术完美融合 自创技能 生育 生育 以极致的死亡与枪术为核心 受到攻击者将无法被治疗 且以极快的速度老化致死 看到这个技能 无将不由地感叹道 我枪 果然是个坚实的后盾 他话音刚落 扶罗死去的位置 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紫色光芒 几乎是下一瞬间 天空中骤然投下一抹金光 正中骨枪身躯 提示音突然响起 您的兵种中烟骑士 骨枪 受到天道奖励 潜力受到提升 由稀有提升至稀有 待到金光散去 骨枪此刻的身影 逐渐出现在众人眼前 原本光节正亮的盔甲 生长出了大量锐利的纹路 更显猙獰与强大 一个个扭曲而庞大的符纹 卷刻于旗上 散发着点点蓝光 如同自死亡之渊走出的使者 他的身躯更高更大了 原本2米5出头的身躯 此刻已经来到了2米8的程度 站在亡灵马旁边 几乎相差无几 手上的长枪 时刻萦绕着死亡之气 此刻的骨枪 在一起当千的加持下 仿佛是地狱中走出的骑士 给人以致命的压迫感 呼 再看见 有人挡住了 那致命的一击 武庸发麻的腿 在这瞬间 彻底失去力量 砰的一声坐在椅子上 重重地喘着粗气 两久过去 他拿起纸巾 擦拭额头上的汗珠 还好 还好 总算是赶上了 跟他一样松口气的 还有周围那些官方的工作人员 众人此刻就仿佛是 溺水得救般 心里满是劫后余生的舒畅感 而后 他们就看见里面的那个骑士 紧紧一击就干掉了怪物化的佛罗 不禁眼皮抖了抖 这是哪个部门的援兵 这么猛 武庸先是惊讶 转而是欣喜 给老子找出来 我要狠狠嘉奖这个部门 升职加薪都不是问题 文言 站在那里的负责人们 赶紧抬头看看 屏幕中的那个兵种 生怕漏点 哪怕一丝东西 导致自己没能认出来 痛失整个升职加薪的机会 但很可惜 哪怕他们如何辨别 也无法跟自己 记忆中的某个人 产生联系 下方的工作人员 不断打电话问情况 但得到的回答 却是 报告吴总队 我们的人说 说什么 武庸激动看着他 他们说 说他们其实还没有赶到 什么 在场的人 顿时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不是自己人能是谁 难不成是路过的程咬金 你确定 武庸反问 嗯 确定 我已经问了所有官方 新人领主的负责人 他们给的答复很确切 还在赶去的路上 这 整个战时指挥所 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回到吴江这边 在骨枪得到提升的同时 一个长方体宝箱 突兀地浮现在吴江面前 他下意识 使用了一个鉴定术 物品 守卫宝箱 简介 斯尔曼家族 与天道的约定 每斩杀一名叛逆者 都将获得一个 不同品质的宝箱 当前宝箱品质 青铜 熟练地将宝箱 收入储物界之中 都回来 麦克眼见情况不对 立即招呼所有兵种 他话音落下 除了其中五位职业街兵种 因为弗罗的死亡陷入混乱外 其余的十一位 成功回到他身边 麦克 接下来怎么办 手持结界服饰的男子问道 怎么办 我TM知道该怎么办 麦克虽然心里紧张极了 但脸上还是镇定 对方来得似乎只有一员 我只需要以绝对的实力和速度 干掉这个骑士 剩下的都是跳梁小丑 想到这 他立即沟通手下的兵种们 十一元高品质 职业街的兵种迅速来到骨枪周边 女巫默默退至重兵身后 作为法师的他 要提供的是远程支援 而不是近身肉搏 大 大 亡灵马躁动着的抬动马蹄 吴江看着被围起来的骨枪 心里也有些泛起了嘀咕 十一位老牌职业街兵种 枪真的能打得过吗 枪 如果觉得没把握 找机会带着那三个人跑 吴江通过精神链接 传送自己的想法 但 此刻的骨枪眼眶中不断一出幽蓝色火焰 冰冷的目光扫过所有的职业街兵种 他敏锐地发现 有六位兵种 眼中是麻木与空洞 就像是被人控制的木偶 弱小而无力 吴主 枪觉得 这些家伙太弱了 吴江文言 微微点头 既然枪想打 那就打 上 一个不留 哭 是 亡灵马高高抬起前提 其余十元兵种 瞬间拉开距离 女巫则浑身隐没于阴影之中 目光死死盯着远处的骑士 只要对方露出丝毫破绽 迎接她的 必然是雷霆一击 只不过 不知何时 两柄散发着死亡幽光的长刀 出现在她的背后 古刀眼眶中的蓝色火焰 因为速度太快 成为了一抹拖影 她每一根手指 都在发生抖动 速度之快 连光线都难以捕捉 只能看到她一瞬间 一瞬间的浮现 就像不断使用闪现版 在这个时候 古刀原本幽蓝色的魂火 骤然变得血红 技能 绝杀之 一击必杀 第103章 猛逼的丁华夜 虚空中突然亮起一抹白芒 透露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致命危机 女巫惊恐地回过头 她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自上而下地斩成两半 灰红色的血液喷射出 再无存活可能 可怜她一个脆皮法师 结果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 被鼓刀惊深 刺客对法师 一招秒了 有什么好说的 会会会 亡灵马发出高亢的叫声 鼓枪应声而动 战斗瞬间拉开帷幕 半小时过去 蹭 长枪划过虚空 随之飞舰而起的 还有还有最后一位 职业皆兵种的生命 站在十具尸体中的骨枪 缓缓将长枪拎起 而后 重重一挥 枪上的血液 飞溅到旁边的巨石上 留下深刻的印记 哒 哒哒 身下的亡灵马 用力地摆动着马头 发出呼吱声 一步又一步地 向仅存的麦克走去 怪 怪物 麦克看着 向自己走来的骑士 眼中除了 再没有半分之前的疯狂 与不可一世 他此刻只想逃 逃离这个地方 逃离这个家伙 太恐怖了 整整十一位 历经无数次战斗的兵种 其中还有五位元精英阶的兵种啊 最次都是优秀二星的存在 但就是这样的队伍 被对方一名骑士 杀了个精光 他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战士 能够灵敏地 捕捉到每一个破绽 当没有破绽的时候 这家伙就以绝对的蛮力 强行打出破绽 直到现在 麦克瞳孔微缩 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种程度 绝对不可能是一元 稀有三星的职业阶兵种 能够做到的 如果做到了 那必然是先天觉醒 自我意识的兵种 他豁然举起手 指着骨枪 你是 蹭 白忙闪过 麦克的头颅缓缓落下 查 给我把这小子查出来 不惜一切 今天晚上之前 我必须看到 这人的全部资料 武庸恶狠狠地下达命令 从小到大的所有信息 我要这家伙 从小到大的一切资料 这时 伤红也来到了他身旁 对 不惜一切代价 另外 我在增添三百万的悬赏 要这个人的一切信息 看着这些负责人不解的目光 武庸与伤红不以为意 也不愿意过多解释 以他们两个大领主的眼光 即便隔着屏幕 也能肯定 这个骑马的家伙 就是一元先天觉醒 自我意识的兵种 能够拥有这种兵种 并将其培养为 稀有层次的新人领主 绝对当得上顶尖天才四字 伤红记得 上次拥有这种兵种的家伙 还是神兜的太子爷 郭绍泽 现在 人家已经是顶级大领主 疆域辽阔 幅员百万 即便是永恒之界的一些联邦国 都得向他上贡 他们这群第一批的老家伙 也只能望尘莫及 对方只等待着永恒之界 发生一场史诗级别的战役 然后投身战役 获得史诗称号 就可以晋升为 九州唯一一个 也是第一个称号领主 而现在 有一个还没有发育起来的郭绍泽 出现在二人面前 怎么能不激动 怎么能不疯狂 九州再次出现这等天才 必须牢牢把握住 这是商务二人的共识 随着他命令下达下去 下面的情报机构 立即打起十二分的精力 开始拼命地工作 不拼命不行啊 之前因为血腥教会的原因 都导致差点丢了乌纱帽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补救的机会 能不努力点吗 于是乎 仅仅根据一个模糊的截图 再加上各路专家的努力 半个小时后 一位情报工作人员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报告五座 商座 还有诸位 我们并没有调查出目标是谁 但根据对方的装扮 曾有人见到过 谁 开口的是五庸 也是所有人的问题 工作人员缓缓翻开文件 根据多方研究分析 和大量情报显示 本市的五位领主 曾见过这个黑袍人 这些人分别是 丁华叶 李萌吗 丁华叶 商洪逐渐起身 没有丝毫犹豫 两人快步向外面走去 边走边到 通知武装部的 立刻派人去盯着这几个家伙 别让其他人 结族先登了 另外 给我安排最好的谈判专家 让他立刻马上赶往丁 李嘉 说完 五庸侧目看向商洪 从兜里掏出一张传送卷轴 嘴角不禁勾勒起一抹笑意 这份功劳 咱俩就要了 永恒之界那头 血力巨大的身影缓缓落下 掀起阵阵狂杀 此时 富商的伤心柔和廖云帆 还有另外一个女玩家都走了过来 他们都有些拘谨的 来到吴江前面不远处 谢 谢谢 伤心柔诚挚的道谢 如果不是对方 自己这三个人必然被全灭 感谢哥们救我 我叫廖云帆 不知道哥们愿不愿意告诉我名字 这样下次找个机会 我带哥们 你去撸个串 廖云帆一如既往的豪爽 说完 他们两人将目光投向最后一个女孩 谢 谢 吴江文言 只是白白手 举手之劳 不用在意 说完 看着已经被血力叼起来的尸体 爬上对方的后背 准备离开 见状 伤心柔纠结着一步上前 那个 能不能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后面我也好感谢你 呼 呼 血力扑朔着翅膀 转眼间已经飞上百米高空 而后带着一行三人 逐渐远去 不必了 远处的声音传来 目送吴江离开 廖云帆率先收回目光 找回我们的兵种 这里距离城池还有五十公里 快走吧 说完 一步走向前方 另外两人健壮 也纷纷跟上 吴江这边回到聚集地后 确认没有发生其他意外 带着队伍不断前进 最终在经过两小时的急行军后 一座壮壶巍峨的巨城 出现在天边 走 早已经换回自己原本装扮的吴江 大手一挥 整个队伍逐步走入城中 与此同时 丁华叶一行 在经过半日的奔波 在遇见大腿之前 先一步来到了目的地所在的城池 恭喜 完成第一阶段时间 奖励将会在第一阶段结束后 进行结算 提示音在所有的新人领主脑海中 一如上学的时候 下课临般美妙 丁华叶在安排好自己所有的兵种后 心中默念 回归 眼前景色如梦境般发生安稳 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自家的大别墅内 老爹 我活着回来了 然而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丁雄一脚踹开了他的房门 气势汹汹地冲进来 拎着他的衣领 滚蛋小子 你给老子在那边干了什么 丁华叶一脸猛逼地看着自家老爹 疑惑地摸了摸头 没干啥呀 我就守了两波家 然后就绝对赶往城池 你放屁 丁华叶还没说完 就被他老爹打断 别墅外面 被警车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 你跟我说啥没干 啥没干九州武装部的会来 什么 丁华叶听见武装部都来了 整个如遭雷击 这这这 我丁华叶一生本本愤愤 最多也就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秘书 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 你这混小子 老子跟你讲 等会咱们下去 你看我脸色行事 一旦有不对 千万别反抗 有什么坏事 都往我身上推知道吗 啊 听见自家老爹的话 丁华叶赶紧拒绝 老爹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怎么可以把事往你身上推 不行 绝对不行 我是老子 还是你是老子 听老子的 丁雄一拍对方的脑袋道 很快 客厅房门被打开 一位长相和蔼的老者 脸上满是慈祥的笑容 他乐呵呵地出现在两人面前 请问 哪位是丁华叶 丁小兄弟 第104章 抵达城池 第一阶段结束 呼 吴江走进城池后 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有着大量的建筑 时刻都在响起 乒乒乓乓的声音 吴江放眼看去 率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间由木头搭建而成的房屋 屋内摆放着高高的服务柜台 屋外有着一个露天熔炼炉 锤子 错具 模具 各种各样的工具 这是 铁匠铺 哪怕吴江没有见过这儿八斤的铁匠铺 但没吃过猪肉 还没听过猪叫 这个样子 明显就是个铁匠铺好吧 而且 这特么是个现成的铁匠铺 不急 不急 稳一稳 稳一稳 万一是幻觉呢 吴江赶紧压下自己激动的心 而后小心翼翼地对铁匠铺进行观察 最终 什么也没发现 丁 突如其来的提示音 直接给吴江吓了一跳 新人领主 吴江 首次击杀叛逆者 获得三类建筑一次使用机会 三类建筑为 铁匠铺 附魔台 卷轴之塔 主 只有一次使用机会 选择后根据需要生产的物品 提供最后的魂金魂石后 自行生产 请领主慎重决策 听完提示 吴江先是一愣 玄机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三类建筑一次的使用权限 而且 只需要提供魂石魂金 不需要自备原材料 这么好的事去哪里找去 要知道 领主们的每一个建筑 都不会凭空产生东西 这些建筑 更类似于一种功能型建筑 领主想要生产东西 不仅需要提供魂金魂石 还需要自备材料 自备工作兵种 而现在 吴江只需要给钱就行了 不错 击杀叛逆者 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 休特老师说的真没错 叛逆者都该死 最好都能死在我手上 吴江一边想着 一边往前一步 映入眼帘的是两间房屋 和一座高塔 房屋除了铁匠铺外 另外的就是放着 附魔台的房屋 至于高塔 吴江抬头看向那座 十余米高的高塔 卷轴之塔 顾名思义 自然是打造卷轴 这类战略性道具的建筑 这玩意 别说再灵星了 就是在永恒之界也是珍贵 稀有的紧啊 哪怕是最著名的魔法师塔 药剂施工会 亦或者神圣教堂 战争训练营 在卷轴之塔面前 都只能低着头 小声说话 毕竟能够限制神明的天道契约 都产自于这里 光这一点 就足以秒杀所有建筑 登顶首座 但也正是他太牛逼了 所以吴江第一个排除了这玩意 为什么 卷轴之塔制作出来的 最次都是三阶卷轴 那种一旦用起来 都可以毁灭一座现成的玩意 至于效果差一些的 一二阶的卷轴 都是由卷轴制作师手搓出来的 哪里用得着卷轴之塔 进这里面消费 嗨嗨 浑石都是以百位单位的 吴江清了清嗓子 以后我吴江 必定要进去好好消费一次 说完 他转身进了铁匠铺 附魔台自己有 以后有的是机会 反倒是铁匠铺 这机会可不多 得珍惜 言罢 他三步并坐两步 走进铁匠铺之中 当他来到柜台两米内时 自动弹出一条提示 首次进行打造 您获得一折优惠 您将要打造的物品 吴江沉饮了一会儿 将手指放在上面 输入了两个字 长枪 您需要打造的长枪品质 而后 下面立即浮现出价格表 普通 低 中 高 十魂鲨 三十魂鲨 一百魂鲨 优秀 低 中 高 三百魂鲨 六百魂鲨 九百魂鲨 西游 低 中 高 二十魂金 六十魂金 二百魂金 卓越 低 中 高 十魂石 二十魂石 五十魂石 展开 吴江看着展开二字 展开 展开个蛇 下面的是我吴某人能消费得起的 面对这种情况 吴江转身就走出铁匠铺 然后从储物界里逃出自己的家底 满打满算 一共加起来还剩五块半魂石 最多也就打造一个稀有高阶的武器 但觉着稀有品质的武器 似乎有些配不上自家大将 人家到现在用的 还是没有特性的白板装备 要换 就得换得好的 干 于是乎 吴江直接掏出击杀佛罗石 爆出来的宝箱 按照记忆里的情报 这种宝箱是可以指定的 属于是天道给斯尔曼家族开的小灶 是否开启 是 我 否 是 定 守卫宝箱具有选择性 请心中默念您需要的物品方向 浑石 问 暗紫色的光芒闪过 宝箱里面静静地 躺着十块浑石 吴江再度迈入铁浆铺 在一阵肉腾之中 送入了十块浑石 而后 眼前立即浮现出大量的光团 请为您的长枪 卓越 选择附带属性 看着眼前的白光 吴江几乎是秒懂 选buff吗 这个我懂 他手指飞速点动 少请 定 为长枪增幅 腹膜 穿透 流血 吸膜 吞噬 属性增幅 附带魔法 增速 轻盈 需要额外添加浑石 999 啊 这 知道这玩意还要收钱后 吴江赶紧剔出了大量增幅 最终留下的 有 吸膜 属性增幅 兼顾和穿透 定 请额外支付浑石 三 干 作为我手下的公骨之臣 苦了谁也不能苦了 我家骨枪大将 所以 这钱 吴大灵主给了 随着浑石消失的光芒亮起 铁匠铺的后院 砰砰砰地走出三位地精锻造大师 他们体型壮硕 吴大三粗 手臂比吴江大腿还粗 身高也来到了一米七 完全跟又矮 又受损的地精 沾不上边 三头地精熟练地 从拿起各种工具 开始制作起来 这时候 吴江眼前白光一闪 整个人出现在铁匠铺之外 距离锻造结束还有 五小时 说实话 如果能够培养出 三名地精锻造大师的话 基本上不用仇魂石了 回想着那三头地精 吴江又摇摇头 地精锻造师 可是要培养的 进化点只能进化兵种 那三头地精锻造师 单论品阶的话 也不过是优秀一新的地精斗士 永恒之界 不是一个游戏世界 这里可是有些 各种大势力的存在 就比如锻造行业 就有着龙头老大 铁与锤之歌工会 这个工会专门负责培养 考核各种种族的锻造人才 名气之大 连吴江这种新人领主 都有所耳闻 所以 有那时间培养 不如多进化出几个 能够战斗的兵种 吴江白白手 走回兵种们所在的地方 第105章 空战之 骷髅扶骑兵 在走出身旁的石门后 入演的是高耸的城墙 和破败的城内场景 倒塌的房屋 上面积满的灰尘 甚至用手一捞 就是一大把 木头 房梁 牌匾 石头等等 各种东西 横七竖八的 被扔在四周 吴江走到一块木板前 上面还有着这个世界 通用文字写的东西 飞龙运输队 能够用飞龙作为运输的 哪怕只是拥有 丝毫血脉的亚龙中的亚龙 也足知晓这家店铺的底蕴 也可以看出 这座城池 曾经是何等的繁荣 但现在 外表巍峨壮壳的城池 实际上 已经是一座 彻头彻尾的空城 生灵都去哪里了 对于这个问题 吴江已经有了些许猜测 种族纷争 亦或者 叹逆者 摇摇头 吴江不再继续思考 无论这个城池 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覆灭的 都不是目前的自己能够干预的 毕竟自己连新人时间都没有度过 想到这 他快步向前 不多时 一个不可见的结界 出现在他眼前 通过灵魂链接传来的讯息 自家的兵种们都在里面 这东西不错 起码在隐私上 做的没有丝毫问题 吴江点点头 一步迈入其中 砰砰砰 阵阵锤打声不断地响起 吴江抬头一看 哇 好家伙 骷髅们这是在练舞 不错 这里正是新人大笔时候 吴江待过的奇迹训练场 里面拥有五个木庄人 提供训练之用 而在这五个木庄人前方 五头没有武器的骷髅勇士 正在不断地发动进攻 神奇的是 吴江正好看到 他们头顶的进化点增加数量 加零点零霸 好 不愧是我家大将 深得我信 吴江走到骨枪的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 哭 骨枪眼眶中的魂火抖了抖 即便已经是被领主大人夸了无数次 但依旧感到高兴 而后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赶紧拿着长枪 走进兵种门最中心 动起来 动起来 不准偷懒 啊 吴江看着自家大将 然后 竖起大拇指 骷髅需要休息什么 起来 将007贯彻到底 很好 再给自家大将点了个赞后 他沉生道 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73 赶路近10小时 一共获得73个单位的进化点 算算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骨枪已经是稀有三星 如果想要继续提升品阶的话 需要 243个单位的进化点 四 吴江倒吸一口凉气 这特么的 三个几何倍数 真就这么离谱 其他的话 血液进化点 16.63 暗精灵进化点 30.56 暗精灵的话 很简单 再将30只暗精灵 进化成暗精灵弓兵后 宣告结束 至于血液 吴江看了看这些家伙 虽然这群家伙白天要休眠 基本上天天都会有偷懒的时刻 但 作为吴大领主最好气的兵种 老兵 自然是要好好对待一下的 想到这里 他招呼来一头最早的蝙蝠 吴鸡 拍了拍对方鼠头 示意安静点 而后 血液 过来见我 呼 狂风呼啸而下 小屁孩血液出现在吴江面前 吴江见状道 别变回来啊 赶紧变回去 啊 吴江的话 让血液下意识地心里打鼓 难道是我出场太庄 又要被领主大人收拾了 想到这 他挖屋地一下 抱紧吴江的大腿 领主大人啊 小血液知道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装了 吴江 满头问号的吴江 老脸一黑 他一脚踹开血液 让你变回去就变回去 哪来那么多废话 啊 领主大人 不是要教育小血液 察觉到自己 似乎误会了领主大人 血液整个人都高兴了起来 终于 终于不用挨打了 呜呜呜呜 身为一名立志成为血液亲王的血液 他容易骂他 悲伤完 他立即调动浑身磅礴的气血 随着一阵变化 巨大的蝙蝠出现在原地 鸡鸡 领主大人 你要干嘛 文言 吴将摆摆手也不干嘛 抽你一管血 血液 Sigma 哦哦 毫不理会心理抗议的血液 吴将找准位置 一针扎向血液的皮肤 紧接着 砰的一声 针头断了 嘿嘿 领主大人没想到吧 血液的皮肤 可不是这种简单的东西 能够扎破的 就在他暗自窃喜时 吴将脸色更黑了些 仿佛无数只乌鸦飞过 枪 吴主 鼓枪来道 我要点血液的血 吴将道 文言 鼓枪巨大的骷髅头 看了看血液 又看了看吴将手里 断成两截的针头 他瞬间懂了 只见他掏出随身携带的长枪 上面闪烁着名为锋利的寒芒 血液见状 竖着的巨大瞳孔 瞪得更大 不要啊 领主大人 会留死人 呸 留死福的 扑吃 没有理会血液的惨叫声 鼓枪手起枪落 大量的鲜血喷射出 吴将也立即拿出针管 在血液中抽出一管 不愧是自家大将 就是深得我心 做完这些 让弗雷亚随手给血液 加持了一个治疗术后 他自顾自地来到 刚才来到自己身旁的子童幽浮潜 将针管里的血液 全部喂给对方后 大量的红色光芒 在这头蝙蝠身上产生 他巨大的骨骼 发出咔咔咔的声音 被不断扯大 皮肤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粗糙而坚固 他不断地摇着头颅 但源自于血液中的狂暴力量 还是不断冲刷着 他那不多的神志 最终 好 这头子童幽浮 彻底疯狂起来 也就在这时 无将手指落在他头上 随着一阵白芒闪烁 他本就被扯大的身躯 变得更为庞大 嗡 白光大盛 而后缓缓消失 原地留下来 一头一盏 超过十八米 一半皮肤 覆盖着深红色的龙龄的蝙蝠 出现在无将眼前 子童幽浮 受到神秘伟力的作用 潜力发生巨大的改变 子童幽浮 幽秀 龙灵符 幽秀 您的龙灵符 觉醒技能 龙力 龙力 源自于血脉深处的龙族力量觉醒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也让他的力量 提升了整整一倍 叽叽 龙灵符仰天长笑一声 结果叫出来的的 还是叽叽叽 见状 无将让这头龙灵符 再起鼓三 发现没有丝毫问题 在空中也能做到急停 翻转与加速 得到这个结论 不由地妈撒起了自己的下巴 事实证明 我的猜想是正确的 用血力的血液 可以极大的提升血液的实力 而且这么一来 我是不是可以组建一队 由骷髅消卫 搭配上龙灵符的空中战队呢 无将越想越觉得可行 但这终究是一个大工程 别的不说 每一名骷髅消卫 都极难进化出来 更别说龙灵符了 不过 大工程归大工程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就比如 先把血力的血 按照其他蝙蝠的承受能力的不同 分给下去 想到这 无将与骨枪 几乎是同时转过头 咕噜噜地看着血力 血力 第106章 来自丁华叶的疑惑 少情 随着最后一次抽血结束 血力只感觉眼前 出现大量重影 小脑袋昏昏沉沉 脑瓜子嗡嗡地 走起路来感觉天地都在旋转 反观无将 此刻的他 一脸乐呵呵地 把最后一滴血 注入到血浮体内 看着眼前再度变大一圈的血浮 点点头 不错 这都是 我未来骷髅们的做起啊 档次必须拉起来才行 这件事结束后 他看了看领地周围 确认没有什么需要自己的事后 心头默念 回归 游戏角色原本灵动的双眼 突然变得死寂 而后缓缓向后方坐下 与此同时 远在灵星的吴江悠悠转醒 他拿着水果手机 看了眼现在的时间 16点36分 昨天晚上应该是8点开始的试炼 也就是说 距离第一阶段结束 开始第二阶段 还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吴江还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可以自由支配 他首先想到的 就是吃饭 现在整个人只感觉饿得前胸贴后背 可正当他起身时 却看见了自己电脑桌子上的一瓶药剂 还有一张纸条 想了想 还是决定上去瞅瞅 官方赠送饱腹药剂 喝一瓶可以保证七天不饿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让吴江生出一股满满的暖心感 还得是九州官方啊 竟然为每一位新人领主 送一瓶药剂 虽然这种药剂并不贵 但几千成万的送 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嗯 还是哈密瓜味的 吴江一口干掉后 饥饿感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热情高涨 浑身充满了力量 匆匆又洗了的澡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开始沉思起来 经过第一阶段的试炼挑战 吴江很明显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自己的兵种们虽然强 但是缺乏那种 面对潮水般野怪 能够大范围击杀野怪的破坏力 以及防护能力 说白了 也就是少了些巨型兵种 再直白一点就是 肉盾 之前那个 ID叫做蔡坤不是坤的战争树人 给了吴江很大的震撼感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想培养一批肉盾 毕竟骷髅们是战士 按精灵射手兼职法师 血液暂时担当做齐 现在 自己需要能够顶在前面 抗住野怪输出的肉盾 或者说是坦克 不过 以吴江目前浅薄的知识 并不足以选出自己想要的 所以 上论坛 这么说来 那位拯救商家小姐 和廖家公子的人 真的不是你 丁家别墅大厅内 官方派来的老者 目光灼灼地注视着 对面的丁华叶 啊 丁华叶抱着脑袋 抓狂道 这句话 你都问了二十遍了 兵种也给你看了 领地也证明了 你还要怎么确定 都说了不是 不是 不是 我真不知道 那位大佬是谁 当初我也只不过是 见过他一面 一面之缘而已 丁雄看着自家儿子 抓狂式的模样 心里也是无语的紧 哪个滚蛋玩意儿 装逼救人 害得自家儿子被插水表 害得他还差点以为 自家魂小子犯了天条 被这么多官方工作人员 找上门 周老 这领地和兵种 你们都看了 这照片里的家伙 我儿子也确实不认识 并不是隐瞒不报 所以 能不能让我儿子 先回去精英领地 好应对接下来的试炼 周姓老者闻言 自然知道对方 这是送客的意思 他用征询意见的目光 看向商务二人 后者点点头 好吧 既然是场误会 那也就不再打搅 说完 他准备起身的动作 突然一致 丁少爷 真不认识那个人 真不认识啊 你还要我怎么说 丁华叶再度抓狂起来 这 好吧 既然这样 二位 我们就先离开了 如果二位后续 有什么线索的话 不妨告诉我 报酬方面吗 他又看了眼商务二人 在得到肯定的眼神后 接着到 随便离开 可以 后续如果有线索的话 我肯定第一个联系你 好 得到丁雄肯定的答复 众人才纷纷离去 贵儿子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丁雄目光看着远处 离去的官方人员 心情复杂而沉重 听到脑海中 自家老爹传来的声音 丁华叶想了想 还是否定到 真不知道 哼 还想骗你老子 你屁股一翘 就晓得 你想拉屎拉尿 你不愿意说 老子也不想多问 丁雄收回目光 与众心肠地道 你最好通知一下那个人 这群家伙 应该已经获得了 一些情报 否则他们可不会 这么简单离开 文言 丁华叶心头威震 对于假扮自己的人 他其实已经有了些猜想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吴江 吴大佬 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圈子里 培养骷髅的 就那么几个人 其中实力强大的 就他所知 也就只有吴大佬了 不行 万一他们发现 大佬可咋办 我去给他打个消息 不对 论坛是官方的 不能这么做 算了 我直接跑一趟 也不行 万一有尾巴可咋办 丁华叶想了又想 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发现 现在什么都不做 才是对大佬最好的保护 只有等回到永恒之界后 再亲自告诉吴大佬了 想到这 他赶紧回到房间 开始准备后续挑战 回到吴江这头 他看着论坛上 这些人的发言 吴江赶紧擦了把汗 肉盾 作为一名资深玩家 我跟你讲 圣骑士 这玩意 在获得了圣光这个技能后 比石头人还肉 一人可以抵挡一千头野怪 本身的上限也高 培养起来 性价比非常不错 我的评价是 不如我的重甲雄兵 听我的 重甲雄兵开了狂暴之后 就跟个推土机一样的 你有见过那种野怪 被撞飞的样子吗 贼刺激 超爽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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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骑士并不适合大量收集 重甲雄兵没有脑子 如果可以的话 这边建议选择巨魔王 嗯 圣骑士是稀有二星 重甲雄兵是稀有一星 巨魔王才优秀三星 这么看来 巨魔王挺不错的 啊 这 这是我吴某人能想的 各位凡尔赛的大佬们 能不能看清楚我的提问 无奈地摇摇头 自己跟这群资深玩家 果然没有共同语言 得 这件事 还得靠自己来想 关闭论坛 他看了眼时间 估摸着 也差不多改到结算的时候了 同时 脑海中提示音再度响起 第107章 奖励结算 肉盾计划 灾厄试炼第一阶段已结束 请所有领主返回领地 领取天道奖励 文言 吴将赶紧以最舒服的姿势躺好 而后闭上双眼 再次开启灵魂降临模式 五 仿佛是刚睡醒的感觉 原本盘坐在角落里的吴将 豁然睁开双眼 这次甚至没有灵魂的撕扯感 这是我适应了 还是最近又变强了 一或者两者都有 这个问题注定没有人为他解答 而吴将的注意力 很快也不再放在这之上 因为提示音再次响了起来 恭喜 新人领主吴将 通过灾厄试炼第一阶段 阶段奖励结算中 由于您击杀叛逆者 奖励重新结 结算完毕 本次试炼表现平分为A加 正在结算奖励 您获得奖励如下 意义全员等级加4 获得魂石石块 二 突破材料黑暗血石 品质提升道具 漆黑魔眼 三 白银宝箱X1 中型资源宝箱X1 特制附魔宝箱X1 提示音结束 天空中骤然落下 阵阵金色光辉 在光辉之下 每位兵种都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 至于无疆 他此刻 感觉自己浸泡在温润的海洋之中 一股股看不见的暖流 流淌过奇经八脉 享受着从未有过的舒畅和自由 待到这股感觉散去 他才悠悠睁开双眼 紧接着 意念一动 蹭 仅0.01秒 一柄三尺长剑 便凝聚于胸前 当然 这还远远不止如此 随着他精神力的不断消耗 周围磅礴的魔力 向其体内涌去 第二柄 第三柄 第四柄 直到第五柄长剑凝聚而出 整齐平旋在身体周遭区域 发出阵阵嗡鸣声 配合上他此刻浑身黑袍 神秘 强大 酷炫 无将屈指一弹 长剑发出嗡的一声脆响 或许 等到我达到精英阶 乃至统领阶的时候 能够见气化龙 甚至是见气化海 一剑开山海 也不难 停下精神力的练阶 周围魔力微微停滞 而后五柄长剑 瞬间烟消云散 其实练气是真不错 就很帅这件事外 真的很方便 无将点点头 接着观察起了其他兵种 毫无疑问 领地内的所有兵种 都提升了四级 哪怕是刚召唤出来的小骷髅 也来到了四级 如谢力 鼓刀 鼓三 鼓四 都来到了职业阶十级 已经是巅峰层次 至于鼓枪 因为已经满了的原因 没有任何变故 对此 无将也不感到可惜 这区区四级 对于自家大将来说 缺这点经验吗 出去走一趟 简简单单升五六级 而后手下几头骷髅勇士 还有刚晋升的龙灵符 也已经是学徒阶十级 晋升等阶 迫在眉睫 看到这里 无大领主只感觉头皮发麻 这要是试炼结束 自己能不能拿到海量的资源 他不知道 但大出血一波 必然是少不了的 但现在 无将拿出储物界里面的 三样进阶职业阶的材料 来到鼓五 鼓六面前 为了防止出现血力那种情况 也为了极大的发挥作用点的作用 无将下令每个兵种 没有他的的命令 不得擅自晋升 起码目前不允许 骷髅进化点 89.56 我现在有77名骷髅守卫 还差23元 需要69个单位的进化点 但现在 无将准备先提升 一下鼓五和鼓六 所以 两道白光闪过 进化点 54 酷 酷 两头骷髅消卫单膝跪地 恭敬地扶手在他面前 拿去 晋升职业阶 酷 是 X2 而后 无将又进化出十一元骷髅守卫 还剩下两个单位的进化点 选择存起来 做完这些 他又回到祭坛所在地 单手一挥 三个宝箱静静地躺在地上 无将率先打开了那个 散发着银白色光芒的宝箱 白银宝箱 这世纪来了两次青铜宝箱后 第一次开启白银宝箱 星头默念开启 甚至都不需要提示 恭喜 获得魂金 100 恭喜 获得奇迹建筑 十人雕像 恭喜 获得残魂 十人 X30 恭喜 获得奇迹建筑 烽火台 白光彻底散去 无将久久没能回过神来 这算啥 一发出双金 要不要这么离谱 无将赶紧摸了摸自己英俊的脸庞 难道我除了有个挂之外 其实还是一名欧皇 惊讶之余 他俯身将两样奇迹建筑图纸捡起 鉴定 奇迹建筑 十人雕像 简介 一个拥有着十人化光芒的雕像 在他的光芒笼罩之下 使用随机残魂进行祭坛召唤 必定召唤出十人 嗯 怎么说呢 十人虽然站起来牛高马大的 但距离我想要的肉盾 还是要差眼 摇摇头 把这个奇迹图纸放入储物界之中 而后看起下一个 奇迹建筑 蜂火台 简介 蜂烟起 战火生 点燃蜂火台后 为几方兵种增加大量士气 减少溃败概率 并且战斗力正10% 毫无疑问 蜂火台绝对是某些战争狂人的最爱 在这玩意的加持之下 哥布林在干五两甲九 都敢去日巨龙 继续把东西放进储物界后 剩下的两个宝箱 吴江并不准备立即打开 左右都是一些材料性质的道具 也没啥太大的作用 还是等到新人试炼结束再说 想到这 他抬起脚步 往外围走去 叽叽 正巧 血力带着他的血液团队 从吴江面前走过 这些家伙受到龙血影响 体型大了两倍有余 看着拥有龙龄后 防御大增的血液们 吴大领主欣慰地笑了 是啊 有什么是比领地兵种更强 领地更为安稳强大 更值得高兴的呢 大事好事啊 如果不是暗精灵 无法承受龙血的洗涤 骷髅没有血肉 我真想再是 不对 我是不是忘了啥 一抹灵光 在吴江脑海中乍现 他立即用手拖着下巴 陷入沉思之中 血液按道理 应该是一群主幻术 吸血并且发展眷属的兵种 到了我这里 却变成了像巨龙靠旗的猛夫 在这瞬间 吴江感觉 自己手里的血液们 是不是发育错了方向 但很快 他一拍脑袋 发育错了方向 这根本就是受到龙血的影响 向龙族的身体 靠齐 想到这 吴江恍然大悟 自己还找个屁的破盾啊 永恒之界无数种族中 涉及到体型和恐怖防御力的存在 谁第一个想法 不是巨龙啊 龙灵 可是毫无争议的防御神器 龙羽魔法 也是被誉为 静咒之下的第一魔法 而自己手上 还有不少龙血精脆 用这些玩意 参考血液的培养计划 完全可以培养出龙化的食人啊 按照龙血的作用 极大的提升体型 极大的增强防御 再加上食人天生坚硬的身躯 这不就是自己的肉盾吗 草 众里寻他千万度 莫然回首尽在我身边 第108章 第二阶段 吴江的队友们 据说巨龙里面 也有实属性的巨龙 只不过食龙的战斗力 不如五色巨龙 那么令人胆寒罢了 吴江想了又想 决定还是专业的事 问问专业的人 于是火 他叫来了血力 领主大人 有事叫小血力 血力眨巴着红眼睛 满是期待地看着吴江 似乎之前的大出血 根本没有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 闻言 吴江目光闪烁 他点点头道 不错 确实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领主大人问吧 嗯 就是 你为什么能够融合巨龙的血脉 我准备招募一批食人 将龙血注入他们体内 创造出食龙人 不知道是否可行 吴江一口气 把两个问题抛了出来 说完后 就目光灼灼地看着血力 后者闻言 先是认真地道 小血力能够承载巨龙血脉的原因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我知道 每次见到龙血 我浑身都在兴奋 领主大人准备培养食龙人的话 血脉中的直觉告诉我 这非常困难 困难吗 吴江眼神闪烁 难难道 对方感觉十分困难 但并没有直接否认自己的猜测 这说明 这条路 起码不是一条死路 而如果不是死路的话 又要怎么操作呢 吴江独自一个人 在原地待了许久 仍旧未能思考出答案 算了 下次斯尔曼家族会议 去问问那些老牌大领主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想到这里 缓缓靠近祭坛 既然准备尝试了 自然要先将食人召唤出来 囤积进化点 吴江站在祭坛之上 将怀里的三十枚食人残魂 放在了祭坛之上 而后根据肌肉记忆 念出那串召唤咒语 屋里啥低 煞时间 周围的魔力袭来 没入每一个残魂之中 在阵阵白光闪烁中 一道道身影 静静地站立在祭坛周围 他们有些青花石一般的皮肤 皮肤上面布满着密密麻麻的裂纹 看起来 就像是无数小石头堆积而成的人形态 他们身高大概在一米八左右 拥有着比成年男性 更为明显的肌肉轮廓 只不过 这些不是肉 而是石块 吴江放眼看去 眼睛 鼻子 嘴巴 手 脚 除了没有耳朵之外 跟人几乎差不了多少 这才叫石人嘛 而不是那个怪怪的石头人 点点头 正当他准备招呼这群家伙走下来的时候 三十道身影中 那个明显与其石人有着差别的存在 吸引了他的目光 这头石人的眼睛不是灰色 而是如海一般的湛蓝色 身体没有其他石人那么庞大 更为瘦小一些 但 这家伙身上的石头 似乎更为坚硬 看起来像是花钢岩那种 而且 体态看起来瘦弱 但细看的话 会明显发现 更为有纹理 更靠近人 死 莫非 又是一员有大地之姿的石人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吴江赶紧用了一发鉴定术 兵种 钢岩石人 易变 品阶 普通 等级 学徒灵级 天赋 硬化 技能 石拳 简介 留存时间极长的花钢岩 受到天道的赐福 诞生了莫名的生命 PS 这位石人发生了未知一变 身体变得更加坚固的同时 多出来一些有趣的东西 啊 这 原来不是大地之姿啊 吴江善善一笑 看来是骨枪拉高了我对这些残魂的期待 摇摇头 收回目光 对着这名异化的石人道 既然你天生与其 石人不同 那就由你担当石人的领导者 至于名字 吴江围着这名异化石人转了一圈 左右就是个石人 那你便姓 石 至于姓的话 就遵从 吴江话说着说着 突然发现 这头石人身上 似乎有一个字 他赶紧凑近 瞪大双眼 一个弯弯曲曲的蓝 出现在他眼中 就叫你 石蓝吧 话音落下 原本蓝子前方的石块 突兀地发生一阵抖动 随着一阵石灰洒下 一个石字出现在之前 死 吴江倒吸一口凉气 此此 有大秘密 吴江目光深邃地看着眼前的 异化石人石蓝 而后又将目光 看向天空中的红月 直觉告诉他 这两者必然有着什么秘密 只不过现在的 他知道的太少 还不足以发现 其中的猫腻 罢了 罢了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既然来了 吴大领主应下便是 吴江大手一挥 大将骨枪上前 将石人们带下去工作 至于他 弹作在祭坛旁边 开始修炼 时间飞速流逝 一个小时后 第二阶段试炼 将在十分钟后 开始 请所有领主 做好钢准备 闻言 吴江静静地等待着 十分钟转瞬即逝 等到他突然 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出现在了 一城池高耸的城墙之上 冷冽的寒风吹来 让他不由地紧了紧衣服 身为转职者的存在 竟然还怕冷 要不要这么离谱 吴江无奈地 覆匪了一阵 而后放眼看向周围 与他一道出现的 还有四位一样的 新人领主 他们大多 都在相互打量着其他人 眼中满是慎重与疑惑 第二阶段战斗即将开启 请所有领主 尽快熟悉几方城池 与合作领主 逐一 本阶段 试炼为守城试炼 需要五位领主相互协作 共同抵御来犯之敌 逐二 兵种已为所有领主 放置在军营中 每位领主 只能查看自己的兵种 逐三 本阶段试炼为期三天 请所有领主 做好相应准备 注四 战争石碑已出现在城中 消息结束的瞬间 在场五人也回过神来 吴江看着周围的五人 发现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都没有对自己 进行保密措施 都是以真面目示人 当然 也不排除 有领主用道具 改变容貌的情况 嗯 这是 丁华叶 当吴江目光 扫过最后一人时 瞬间瞪大了双眼 好家伙 竟然遇见熟人了 至于其他人 两女一男 自己貌似都不怎么认识 五人就这么你看我 我看你 场面一度陷入沉默当中 就在这时 嗨嗨 五人中 丁华叶率先清了清嗓子 一步上面 既然接下来三天都要相互合作 那就由我先自我介绍吧 我姓丁 明华叶 新兴俱乐部的三大股东之一 丁氏集团 就是我家开的 同时 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 我手下可都是能兵强将 丁华叶豪爽地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接着手一挥 两头面目凶狠 狼猫如同钢针一般的宗颜狼人 出现在众人眼前 宗颜狼人 稀有 职业皆酒疾 吴江看了眼丁华叶的狼人 微微点头 示意自己知道了 出乎意外的是 其他人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 只是点头示意知晓 这让吴江心头微微一宽 看来 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啊 第109章 我被安排在了 后勤 介绍完后 丁华叶默默向后退了一步 目光看向右方 他的右边 是一位穿着运动背心 搭配白色长裤 运动鞋的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长得平平无奇 唯一的亮点 也被白色长裤所遮掩 但浑身透露出来的那股气质 给人一种非富极贵的感觉 我叫谢霆 是大川省谢家的人 个人介绍没什么好说的 就说我的兵种吧 我降生在雪地 培养的兵种 以雪怪为主 最强战力 是一名稀有三星的 职业阶十级的兵爆雪怪 因为它太大的原因 不方便展示给各位 但请各位相信 我的实力 正面战场交给我 没有丝毫问题 说完 这个名叫谢霆的克老领主 再次后退 余下的两人 一人叫做孙向芳 有一头浑血 稀有一心的地魔人 另外一个叫李萌萌 看样子 似乎与丁华叶认识 手上的兵种 以空战为主的阴身女妖 为首的是一头 战力强悍的稀有三星兵种 阴妖主母 不出意外 为了获得更好的失恋评分 两人都表达了 自己想成为正面战场主力的想法 毕竟评分越高 奖励越丰厚 在自身有实力的情况 不去搏一搏 谁又甘心屈居人下呢 所谓一步先 步步先 把握现有的优势 不断变强 才是克老该走的路 直到现在 其他人介绍完毕 四双眼睛看向吴江 等待着他的回答 吴江想了想 而后看向自己狩猎的兵种们 弗雷亚在突破职业阶 不能打断对方 骨枪身为大将 就不用出场了 血力这个反骨子 出来太丢人了 骨刀的话 吴江看着还在为暗精灵们 制作箭矢的他 依旧是个安静的实干家 他不忍心打搅对方 吴江这边迟疑了三秒钟的时间 在场的人纷纷相互看了一眼 最终由孙向芳开口 这位老弟 老哥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文言 正在纠结的吴江 眉头一挑 请讲 老弟你也看到了 大家伙 都对一阶的兵种 有足够的信心 都希望成为主战的一份子 而且你看 说到这里 孙向芳示意 吴江携从城池左端 看向右端 而后接着到 城门只有三个 在这附近布置兵力 三千左右差不多了 如果再多 就要往外推一段距离 而这么一来 距离太远 对于咱们领主而言 精神力压力太大 所以 孙向芳在这里卖了个关子 吴江眉头一皱 有话不妨直说 就是 我希望 老弟你充当一下咱们的 后勤 后勤 吴江有些诧异 不错 三个城门 有我 丁兄弟 谢女士 李姑娘负责空中支援 所以小兄弟你们 就麻烦后勤 接待伤员的事情了 听完孙向芳的话 吴江不由地用手脱起下巴 他看了眼在场的四个人 发现都是战役昂然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显然在第一阶段的新人试炼上 取得了不错的评价 想借助第二阶段高额的评分 获得足够的好处 提升自我实力 这样 一旦雪球滚起来后 越滚越大 实力也越来越强 可问题是 自己也想战斗啊 总不能让自己打酱油吧 大将骨枪 养精蓄锐已久 骨刀的长刀擦拭的增量 血力也一副安耐不住的模样 剑吴江没有立即拒绝 孙向芳就当对方同意了 于是乎 他退了一步道 这样吧 要不咱们得后勤换着来 这样也有助于 第一天就有小兄弟当后勤 第二天就交给孙某 至于第三天 第三天我来吧 丁华叶插了一嘴 第一天战斗强度不高 后面两天也有出手的机会 这个要求 我倒是能接受 吴江如是想到 见吴江点头同意 孙向芳露出宽慰的笑容 等到自己展露出足够的实力 到时候 又有谁好意思 让自己当后勤呢 而后 一行五人在城墙之上 走了几个来回 仔细打量了一番城池的一切 少请 五人再次回到原来的地方 李蒙蒙袖指一谈 一套名贵的木制会议桌椅 出现在现场 在场众人纷纷入座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周边 发现这座城池后半部 处在悬崖边缘 只有前半部分是森林 所以说 我们只需要守住前面 基本上没有问题 孙向芳 这人年纪比较大 吴江姑得 有个四十出头 属于是大年纪 获得领主资格的领主 说话沉稳有力 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 后半部分处在悬崖边缘的话 好处是 我们只需要守一半就够了 坏处大家活也很容易看出来 我们 没有退路 孙向芳说完 用平静的目光 看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而后继续开口 既然确认都没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该下一部分的安排 也就是兵种安排了 我们四个中 只有李萌萌是空中单位 所以空战方面 就拜托你了 李萌萌郑重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选择拒绝 而后孙向芳 又将目光放在谢霆 这位雪怪领主的身上 谢霆你的兵种是雪怪 有没有远程手段 谢霆听见对方问自己 点头回答道 有 我有雪怪投手 能够投掷冰冻雪球 延缓野怪的速度 投掷距离在三百米左右 好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 我的地魔人和丁小兄弟的狼人 作为前方的主要站立 两侧 由谢小姐和李小姐守护 同时 如果有远程手段的话 大家都安排出来 提供输出 这样如何 在场其他四人 包括吴江在内 听见对方的安排 都没有发出反对意见 似乎 这也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见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孙向方只感觉 这些队友很不错 起码没有出现在唱反调的人 哦 对了 这位小兄弟 还不知道 你是以什么兵种为主的 直到众人起身 孙向方突然开口 冲吴江问道 闻言 吴江还是认真回答道 我以培养暗精灵和骷髅为主 这样啊 此话一出 众人脸上多少浮现出恍然的神色 暗精灵加骷髅 这是什么神仙配合 孙向方就认识一位 培养骷髅系列兵种的新人领主 对方初期 还是随机出石头骷髅怪 发育之困难 提升之缓慢 他也是有所耳闻 不过好在 对方在新人试炼开始前 清晰地知晓 自己挤精几两 主动放弃祭坛 当一名游侠 想到这 他看着吴江的目光 莫名中多了一抹赞赏 能够靠骷髅和暗精灵 撑过第一阶段试炼 这个小伙子 还是有些实力的嘛 既然这样 小兄弟就辛苦一些 按精灵安排在后方 提供远程输出 骷髅们嘛 就帮助大家运送一下伤兵吧 相信以骷髅高额的劳动力 这点应该不是问题吧 孙向方的话说完后 又看向其他人 不出意外 没有人拒绝 吴江 什么情况 不是 我家兵种超涌的好吧 罢了 后勤就后勤吧 反正还有两天时间 不急 第110章 临时作战会议 时间回到几小时前 伤红一行 离开了丁家大别墅后 坐在车上的伍庸 用那双大如同龄的目光 盯着伤红 伤大领主 我们大老远花费 传送卷轴过来 结果连那个新人 叫什么都不知道 就让我回去 这样 你觉得好吗 听见老伙计的话 伤红轻笑着摇摇头 既然人家不愿意说 我伤某人 没有强求的想法 再说了 对方的主力是两头骷髅 还有一头大号的蝙蝠 我们找准这三个点 排查实力极强的 临江市新人领主 相信 要不了多久 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何必跟这群孩子较劲 浪费时间呢 文言 伍庸也不由得点点头 是啊 人家不愿意说 又何必跟对方号着呢 直接调查不就好了 偌大的一个临江市官方 难不成 还找不出一个新人领主来 正巧 伤红的特质联络器 发出堵堵堵的声音 他见状不由的 眉头紧锁起来 正常情况 可不会有人用这玩意联络自己 喂 对 我 伤红 那头的人说了 大概有五分钟 伤红的目光 由开始的诧异 转变成阴沉 最后到冰冷 断开联络后 他那双目光冰冷的 仿佛蜡月的寒冬 咋了 武庸问道 被发现了 伤红前言不搭后语道 什么被发现了 那个先天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被血腥教会的人发现了 现在那群家伙在暗地里动用资源 开始调查了 这 我们今天大张旗鼓 会不会是 武庸这人也是粗中有戏 嗯 这也是我担忧的地方 伤红点点头 既然这样 要不我们终止行动 全力封锁此次行动信息 武庸道 呵呵 伤红忽然冰冷一笑 保密 为什么要保密 血腥教会那些老鼠 在九州躲那么久 干了多少坏事 正好 也得是这位新人出现在的好啊 给了我伤红一个机会 说完 他立即叫来手下的人 向特别行动队的 传达我的命令 是 一位工作人员走上前 您请讲 让他们最近全力盯好 每一个打探那位新人信息的家伙 有一个算一个 发现一个抓一个 如果遇见对方逃跑 或者反抗的 直接击杀 说完 伤红看着这人 满脸严肃道 出了任何事 我伤红一人顶着 是 工作人员道 目送对方的离开 伍庸脸上 不免露出复杂的神色 老商 你这么做 会不会太过于武断了 万一是上面的人要查 伍庸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伤红直接打断 血腥教会在九州盘根已久 不下猛药 根本无法铲除 武断就武断吧 对于这种家伙 就得狠一些 这 伍庸目光灼灼地 看了伤红许久 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吧 廖盟主不在 你就说 临江市最大的头头 听你的 伤红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他目光放在外界 看着外面倒退着的景色 心里不由的思绪万千 小家伙 这件事 就算我伤红 还你救我女儿的人情 也希望你能够安稳地度过新人失恋吧 伤红收回目光 刚才那通电话 可不仅仅是告诉自己 血腥教会的人盯上了那个兵主 还有就是 自己手下英雄调查出来的信息 作为在临江市 经营已久的老牌大领主 伤红在临江市的市里 几乎是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很惊讶 没想到曾经的随意一句话 竟然真的救了自家女儿一命 而这个情报 这让他的态度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一位如此信守承诺 又有天赋 更有强将的领主 让他萌生了拉拢对方的想法 这些想法出现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 他以捕杀血腥教会成员为由 斩断所有想要将手伸向无疆的人 替对方顶住了所有压力 当然 这么做 必然会得罪许许多多的大人物 说不定自己这个临江市领主 连蒙副盟主都会被撤掉 但那又如何 如果连这点风险都不敢承担 他伤大领主 还不如回家洗洗睡了 不过 话又说回来 还人情虽然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伤红也有自己的私心 灵心的空间裂缝越来越大 而且 整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按照他估计 这多十年 两个世界必然会接轨 到那时候 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 而到了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考验领主们实力的时候 京都那些大人们 早就拉拢了一切可以拉拢的人 而他们这些不愿意加入他们的大领主 自然只有另起炉灶 培养自己人 为未来做准备 这件事情不只是他 其他省市的大领主们 早就开始行动了 很不巧 那位名叫吴江的新人 非常有实力 伤红也非常看好他 所以 他也想冒险一试 成泽获得一位天资卓绝的未来大领主 败则 伤红内心呵呵一笑 重重握紧拳头 我伤红看中的人 不可能失败 等到一行人回到大门口时 伤门的又一位老友 刘建国 出现在了门口 老伤 上面下了命令 要求所有官方领主 使用投影道具 进行实时投影战况信息 避免令千金的事再度发生 另外 上面还开启了论坛的直播功能 号召所有非官方领主 积极分享战斗画面 最后 有一点就是 各市 成立临时作战会议 对本市的官方领主 进行实施监督 一旦发现与血腥教会有接触的人 立即处理 绝不姑息 众人闻言 皆不由得微微惊讶 这可不是针对一两个的安排 而是对这一届所有新人领主的计划 这次 官方似乎真的动起来了 伤红此刻低下的眼瞼 闪过些许锋芒 只见他唇齿微动 对自己心腹 下达了一则命令 消除今晚在工作室所有人 有关大人的所有记忆 并删除有关今晚的所有视频文件 这件事 不能留下丝毫蛛丝马迹 淡淡回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是 回到吴江这边 此刻的他 走在自己的领地内 看着正紧张 忙碌着的兵种们 也不知道其他领主的领地 究竟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所有兵种都这么听话 且努力奋斗 吴江想了想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参观一下其他人的领主 这样也能更为全面地了解 领地间的差距 他缓缓走下祭坛 正准备去看看新召唤的食人 一道轻盈的身影 这边小跑着过来 主人 弗雷亚 晋升职业皆了 闻言 吴江不禁一挑眉头 哦 那可真是太棒了 吴江下意识地伸出手 弗雷亚也几乎是条件反应的低下头 嗯 不错继续努力 弗雷亚 星号 Omega星号 就在这时 冥冥中的一股感觉 油然 吴江的嘴脸不禁上扬 枪 你的枪做好了 第111章 武器到杖 战斗将起 叮叮叮碰 叮叮叮碰 回到熟悉的铁匠铺 与之前的冷清不同 此刻 这里的街道上 来来往往有些不少的行人 其实也不能说是人 而是杂七杂八的各种生物 虎头人 木精灵 骄人 这些生物 零零散散地在街道上行走着 这里看起来也有些不简单 吴江并没有深究的想法 目前自己实力低微 形势需要谨慎 走进铁匠铺 与之前的提示不同 这次铁匠铺内 竟然有一名体格粗壮的 地精老者 客人来得正好 您定制的武器 已经打造完成了 地精老者说完 脑海中立即响起一阵提示音 武器已放入储物界内 文言 吴江点点头 好 然后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 在刚才地精老者开口的瞬间 他莫名 察觉到了一股窥探感 但这股窥探感 仅仅存在了一瞬间 而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吴江也无从探究 赶紧离开这里 想到这 他甚至没有把长枪拿出来检查一下 就直接快步向着进来的那道门走去 问 虚空发生一阵波动 吴江的身影回到城池后 身后的石门也缓缓合上 最终消失于虚无 呼 他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快步向着自己的领地走去 枪 来见我 吴江通过精神链接 向骨枪传达讯息 很快 随着阵阵框框框的声音传来 骨枪那高大的身影 逐渐走到了镜前 而后立即单膝跪地 右手扶左胸 吴主 您叫我 嗯 吴江点点头 旋即向储物界中 输入一抹魔力 只见一道暗红色光芒闪过 一柄长度达到两米八的长枪 出现在吴江手上 嗯 好沉 这是吴江接手长枪后 心中的第一个想法 而后放眼看去 这把枪与九州传统枪不同 它两头都有尖锐端和韧口 极大的提升了作战操作性 上面刻录着密密麻麻 小如蚂蚁的深奥符文 中心所在的某些地方 附带着红色的魔力水晶 在水晶的红色光线下 整把长枪更显得霸气 鉴定 武器 未命名 品质 卓越 中阶 特性 吸魔 属性增幅 坚固 穿透 蓄能 简介 一柄由地精锻造大师布鲁斯 耗时数日锻造而成的精品之作 并且 为了让长枪更具有强度 免费为其添加了蓄能严精 看完基础面板后 吴江继续将目光放在特性之上 吸魔 在长枪刺入敌方血肉之后 会自发吸收对方体内的魔力 最终将20%的魔力 反馈到持有者身上 兼顾 长枪采用了某种不知名的昂贵材质 实施品质以下武器 无法将其破坏 穿透 长枪拥有强大的锋刃 每次攻击附带20%的穿透效果 无视护甲 及魔抗 蓄能 使用技能前 可以将大量魔力存储于其内 属性增幅 持有者所有属性正30% 好枪 吴将双手拖着长枪 将其递向骨枪 骨枪见状 眼眶内的魂火 激动地抖个不停 赶紧高举双手 结果领主大人刺下的长枪 他将自己原来的长枪插在一旁 而后目光询问着地 看向吴将 试试吧 看趁不趁手 试 刺 挑 挡 扫 一连串的动作下来 骨枪是越用越喜欢 越玩越停不下来 如果不是领主大人在这里 说不得要运转魔力 试试长枪的锋芒 满意吗 吴将道 吴主 我很满意 骨枪郑重道 嗯 他以后是你的了 此话一出 骨枪瞬间愣住 他缓缓抬起头 看着眼前的领主大人 仿佛魂火都停止了跳动 取个名字吧 吴将心情也不错 骨枪闻言 赶紧单膝跪地 高高举起长枪 请吴主赐名 啊 这 听见骨枪将烂摊子甩回来 吴将只感觉自己脑壳疼 但为了不影响自己高大的形象 他伸手拖着下巴 就叫 心痕吧 闻言 骨枪握着长枪的手 不断注入魔力 在那个刻名字的地方 逐渐被雕刻出两个字 心痕 做完这些 吴将拍了拍骨枪的肩膀 而后转身走向外面 战斗估计要开始了 骨枪目送他离开 他缓缓起身 看着吴将离去的背影 只感觉手上的心痕异常沉重 吴主赐予我生命 赋予我名字 更是为我已重任 现在 更是特意为我打造一件武器 骨枪回忆起这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 发现自己为领主大人做的 跟领主大人给他的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那次 更是让领主大人受辱 此刻 他眼眶中的幽蓝色浑火 不断焚烧着虚无 这柄长枪 骨枪觉得自己受之有愧 所以 我要变强 更强 很强很强 强到没人胆胆挑衅吴主 吴主 枪不会让您失望 哪怕付出生命 也要捍卫吴主这份荣誉 骨枪不知道如何变强 但他听领主大人讲过 一份付出 一份收获 所以 他努力地修炼 不断地磨炼自己的枪术 一刻不停 稍有时间就提升自己 努力努力 再努力 他比领地内的其他任何人都努力 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强 但他知道 这远远不够 世界很大 强者很多 想要守卫住领主大人 捍卫住领地的荣耀 还要更强 更强 更强才行 他拿起长枪 再度投身磨炼当中 轰隆隆 吴江刚走到城池之上 便感觉地面一阵抖动 就好像有千军万马冲过来盘 但当他放眼看去的时候 下面有大量的树精 这些身躯高大的树精 整整齐齐地分布在城池前方50米的地方 形成一道宽度足有50米的树精墙 但还不止 在城门处 还有一头头树精继续向前方涌入 吴江收回目光 在周围寻找着 很快找到了城门里面的孙向方 正巧 丁华叶也来到了 他一拍孙向方的肩膀 老孙 没看出来啊 这么多优秀品杰的兵种 还是不可驯服的树精 虽然只是学徒街 但光这数量 我就得给你竖起大拇指 孙向方文言 收回指挥着树人们的目光 转而看向吴丁二人 丁兄弟 可就折煞笔人了 说来也是运气好 前些日子花费大代价 攻下一座小型树精部落 从里面获得了一个残破的树根 本来以为还是啥垃圾 结果一鉴定 可不得了 这玩意竟然是一个树怪 树怪 吴江满头问号 第112章 开局幻境 强度拉满 嗯 按道理说 属于是精怪的一种 费了我十块浑石 成功救活过来后 主动跟我签订主仆契约 而这些树精 也是他招募来的 他 丁华叶惊讶到 他看了看周围 也没看到孙向方所说的他 看什么啊 在这里 孙向方指了指上方 两人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发现对方指的是头顶上的巨树 这是一棵巨大的树木 最粗的树干部分 需要五个人核爆 高度看上去 保底的有二十米 树干上长满了各种各种花草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死树 吴丁二人原本以为 这是诚实自带的巨树 没想到 这竟然是 鉴定 二人几乎是同时使用 英雄 咕啦啦 树冠 品阶 稀有 等级 职业八级 天赋 树精之主 生机 技能 催眠花粉 再生 腐化树叶 震慑 简介 树类生命中的异类 因为其所散发的花粉 会吸引树精 控制树精 一旦被树族发现 面对的必然是负灭的危机 啊 这 吴将看完 不禁扎舌起来 怪不得能够汇聚这么多优秀一心的树精 没想到有这玩意 想到这 他不得不感叹 孙向方此人运气是真不错 有了咕啦啦这种树怪 基本上炮灰不用愁了 是那种无花费 自动增加的炮灰 而且 他看了眼外界那厚厚的树精墙 对方似乎也不全是炮灰 孙哥牛的呀 白嫖这么多树精 说实话 我丁某实名羡慕 丁华叶打趣道 孙向方文言 连忙白首 拿脸 拿脸 运气 运气罢了 三人闲聊之中 城池的三扇大门不断涌出兵种 最前方的是丁华叶的哥布林大军 这玩意是真的多 吴将粗略估计得有一千之数 不过都是普通的哥布林 一个大哥布林都没有 但即便这样 数量已经非常多 超过普通克老的收集能力了 不过别忘了 哥布林可是有一个无解的玩意 那就是堪称恐怖的繁殖能力 吴将扫视一眼这群哥布林 发现绝大多数都没有显示兵种属性 属于是野生哥布林 一般情况下 野生哥布林无法参战 但如果有特殊道具的情况 又要另说了 吴将想了想 还是没有多问 毕竟这是别人的秘密 问多了容易结仇 大哥布林和哥布林祭司 还有哥布林勇士 都躲在树精墙里 在后面就是谢霆的雪怪大军 这玩意真的是大军 三百个体型巨大的普通三星雪怪投手 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 比起那些站起来歪七八扭 一群烂泥般的哥布林 简直不要太好 呼呼呼 阵阵风声响起 吴将抬起头 两百有余的阴身女妖扑腾着翅膀 居高而视 吴将抬头看了眼阴身女妖 这玩意浑身皮肤被阴毛所覆盖 四肢跟人的四肢沾了点边 但人手脚掌的地方 却是阴的爪子 配合上一颗大而猙獰的阴头 说实话 这玩意看起来满满的违和感 丑得不要不要的 想到这 他的目光放在那名叫李萌萌的女生身上 挺好看的一个女生 咋 喜欢培养这玩意 难道背地里是个反差 吴将赶紧摇摇头 收回目光 因为这时 丁华叶的声音响了起来 哥们 我们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你的暗精灵 文言 吴将点点头 马上 而后将目光放在自己的领地内 经过这段时间的尝试 他发现 只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将领地的一切看在眼里 对此 他也不得不感叹 就是方便 弗雷亚 吴将动用精神链接交流道 主人 我听得到 弗雷亚温柔中 带着一抹洒爽的声音 响在他脑海中 准备得怎么样了 吴将道 主人 弗雷亚有一个想法 弗雷亚有些没底气 什么想法 吴将道 就是 您让我用这些职业阶生物的身体 打造战斗僵尸 这么一来 战斗力会大打折扣不说 而且 尸体本身也会快速腐烂 无法长存 文言 吴将妈撒着下巴 告诉我你的想法 嗯 弗雷亚觉得 主人可以考虑 制作爆炸丧尸 爆炸丧尸 吴将不禁挑了挑眉 看了看远处的树人 沉吟稍许 能有多大威力 职业阶生灵的尸体 制作而成的爆炸丧尸威力 还是非常可观的 到时候 弗雷亚再附带一个爆破树 一旦爆炸 相当于精英阶强者的一击 四 吴将倒吸一口凉气 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他直接让弗雷亚 全力制作爆炸丧尸 而后动用脑海中的链接 让98名暗精灵通通 走出领地 加入到后排位置 嗯 这是优秀一星的暗精灵队长 有啊 还有优秀三星的暗精灵护法 丁华叶目光炯炯地看着走出去的暗精灵们 有些惊讶 转而看向吴将的目光 也不由得来了精神 哥们也厉害的呀 这名黑袍人 在他心里的地位 不自觉地往上挪了挪 能够培养出41名优秀层次的暗精灵队长 足以说明对方的天赋 这种后排实力 在平民天才中 也算是一流层次了吧 孙向芳如是想到 谢霆与李萌萌也不由得高看了对方一眼 在90多位暗精灵加入后排阵营后 整个队伍的后排算上哥布林剑兵 雪怪投手 人数已经来到了500数量 而且多为优秀品阶的兵种 如果再算上其他数量的兵种 五人的手底下 光拿出来的兵种数量 就已经过了2500之数 虽然有一千 是丁华叶贡献的炮灰哥布林 五人完成所有准备后 便静静地准备着野怪的来袭 丁 试炼第二阶段开始 请所有领主做好准备 应对随时而来的冲击 提示音结束 五人的目光由之前的松散 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但即便是这样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十分钟过去 还是没有野怪来写 反倒是吴江下意识地抽动着鼻子 嗯 怎么又鼓花香 他将目光看向周围的其他四个人 发现众人都没有任何反应 依旧是目光不动地注视着前方 突然 他感觉肩膀仿佛被拍了一下 但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危机感 谁 吴江反问 但回应他的 只有一阵微弱的呢喃 吴江仔细倾听 甚至不断动用魔力方法 最终 总算是听清楚了信息 主 您 该醒醒了 这是 鼓刀的声音 吴江瞳孔骤然收缩 只感觉脊背处 漠然产生一股良意 这股良意 很快扩散到浑身 醒来 难道我睡着了 不对 不对 我记得上次 我要求过古道一件事 那就是 我陷入幻境的时候 阻拦着我 想到这里 他瞪大双眼 仔细向两侧看去 这四个人的动作 似乎有那么一点 僵硬 而且 他们的目光 好奇怪 吴江没有犹豫 直接从兜里掏出那把匕首 故技虫师 重重扎向大腿 啊 剧痛袭来的同时 眼前的场景 突兀地产生一股裂纹 而后 破碎 哗啦啦 吴江的眼神缓缓聚焦 入眼看到的是 密密麻麻的野怪 战斗不知何时已经打响 他赶紧收回目光 发现自己 正被古刀两手死死控制住 根本无法动弹 刀 可以放开我了 第113章 有两把刷子的呀 文言 古刀的灵魂火焰摇曳了片刻 他仔细观察着吴江 在确认领主大人是真的恢复后 松开禁锢着的双手 主 术 古刀话还没说完 就被吴江挥手打断 你做得很好 他拍了拍古刀的肩膀 而后夸赞了一番后 让古刀继续回归领地内 至于他自己 看着下方一步又一步 走向外围的队友 吴江抹了八脸 纵身一跃跳下城池 率先来到丁华叶身旁 将手放在其肩膀上垢 运转体内的魔力 将些许魔力打入其体内 后者莫名地浑身一颤 失去光泽的双眼缓缓聚焦 最终 哥们 你站我前面干嘛 这是丁华叶醒来后的第一个想法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不对啊 我们之前不是在准备 我怎么在下面来了 满肚子疑惑的他 又看向周围 卧槽 另外三人为什么在往外跑 嗯 不对劲 这股味道 是致幻迷雾 真操蛋 丁华叶怒骂一声 甚至来不及跟吴江道谢 飞速冲向另外三人 最终于下的三人回过神 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 立即露出劫后余生的心悸感 我们是什么时候中招的 谢霆问道 来不及问这个了 所有人 上城墙 孙相方怒吼一声 因为根据咕啦啦传来的讯息 有部分野怪冲过蜀精墙了 好 李萌萌回答 好 X3 五人赶紧飞速冲进城门 而后快速通过外围的石梯 回到城墙之上 直到这个时候 前方的战斗情况 才终于映入眼帘 吴江再度放眼看去 第一反应就是乱 太乱了 数字不清的身影 乱成一团的冲过来 甚至因为太多 太乱的原因 导致有些小型野怪 被大型野怪压倒 踩踏死 但很快 众人都发现了一个怪事 那就是 太安静了 哪怕是那群巨大无比的怪物 飞奔起来都没有丝毫声音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这群怪物没有神志后 是出名的 爱发声吼叫 而且 有些野怪明显张开了嘴 一副再吼叫的姿态 我们应该是中了声音阻隔一类的幻术 孙向方道 此话一出 李萌萌似懂非懂弟点点头 而后从储物界中 取出一个巨大的肋骨 他也是丝毫不含糊 挽起自己的衣袖 拿起两个鼓棒 砰砰砰的就打了起来 随着他不断的敲击 鼓发出阵阵看不见的波浪 这股波浪发散着传遍四周 而后 吼吼 吼 碰 嗷吼 此起彼伏的嘶吼声 碰撞声 众物扎地的声音 纷纷响在众人耳旁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这群怪物 仿佛是残日的鱼侠 组成一张浩浩荡荡的画卷 他们嘶吼着 奔跑着 用那嗜血而残忍的目光 企图将眼前的一切 撕成粉碎 吴江看着眼前这一幕 之前固守领地的时候 尚且还没有感觉 毕竟也就方圆五百米的范围 哪怕挤满了怪物 看起来也不会太离谱 但现在不一样 城池前方的空间之大 何止是之前的十倍 吴江估计二十倍都有 而且 他们站在二十多米的城墙之上 自上往下看去 看到的是 真正如潮水般涌来的怪物 他们就像平常 我们翻开一个大土堆 发现一个蚂蚁窝的感觉 密密麻麻 让人下意识感觉到不是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说不得会直接昏过去 可即便是这样 由大量树精组成的树精墙 依旧挺立 它们化身大型绞肉机 绞杀每一只冲入其中的野怪 若小的 直接被数十根锋利树条 割裂成若干块 强大的野怪走在这里面 也会遭遇巨大的树根 从地底刺出 整个身体被自下而上贯穿 当这些野怪死去后 地面泥土翻涌 以一秒钟不到的时间 将其吞没 吴江甚至发现 一颗树精在吞食了大量野怪后 树干变大变粗 树皮也变得更有坚韧 这 他说 为啥孙相方愿意让树精冲在第一线 敢情人家是以战养兵 借助野怪来提升自己的兵种呢 明白其中关爱后 吴江不禁在心底感叹道 果然 不可小觑天下英雄 再反观丁华叶的哥布林 这群贪生怕死的玩意 赫然正躲在自己暗精灵的后方 吴江匆匆扫了一眼 好家伙 几乎没折损 难道这群家伙 在面对怪物潮的第一时间 就直接逃了回来 吴江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而且 这家伙竟然还躲到了自己暗精灵的后方 特么的 怂也不带这么怂的好吧 三坑之一哥布林 出了名的怂坑 论坛大佬成不起我 诸位莫及 看我丁某人呢 丁华叶出言安慰众人 而后拿出一个血红色的长笛 他将长笛放在身前 调整状态 深吸一口气 而后 嘘嘘 萧萧鸟鸟的声音响起 墙下方 哥布林在听见笛声的瞬间 双眼充血 血丝密布 他们的体内 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激活了斑 原本瘦弱的身躯迅速膨胀 眨眼间 已经成为一头半成品的大哥布林 为什么是半成品 因为这家伙的头 没有大哥布林那么大 膨胀的只有身躯 但 这也足够了 鉴定 哥布林怪 普通 学徒皆十几 零十 简介 受到未知笛声的影响 体内的暴虐基因被激活 成为了只知道杀戮的怪物 无视疼痛 没有恐惧 PS 状态结束后死亡 啊 这 看完介绍 吴将与众人一道 看向丁华叶 富家子弟 果然是好啊 吼吼吼 城下的哥布林怪 发出怒吼声 而后发疯似的冲向外界 与冲来的野怪 相互厮杀起来 天空中的阴神女妖 突然自天上俯冲而下 抓起一头比较强大的怪物 飞向空中 等到距离足够后 松开爪子 怪物落在地上 砸死一堆奔跑中的野怪 也有后排的雪怪投手 投掷出大量的雪球 雪球击中弱小的怪物 直接将其带走 而如果是强大的怪物 则会激发冰冻特性 极大的延缓对方的动作 这时候 配合上发疯般的哥布林怪 此消彼长之下 哥布林怪 甚至能够搏杀一头 优秀一星的普通狼人 吴将目光 看着下方不断行动着的兵种们 不由地点点头 兵种搭配非常合理 用作固守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这群人果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暗精灵们根本不需要 他特意下命令 早在野怪 冲入进攻范围后 他们就不断倾泻着剑士 整个兵种们各司其职 如同战争机器一般 不断运转着 绞杀一头又一头来犯之敌 剑撞 吴将伸手托起下巴 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野怪的话 按照目前的阵容 挺三天 应该没啥大问题 当这个想法刚浮现 远处立即响起阵阵号角声 读读 第114章 绿魔军团 号角响起的瞬间 原本还疯狂着的野怪 如潮水般退去 只留下原地的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五人抬头看去 只见千米外的巨树丛林间 弥漫着的绿色毒物 不断翻涌藤挪 这股墨绿色的毒物 仿佛有生命的存在般 不断地向前推进 十米 五十米 一百米 五百米 毒物推进的速度极快 不过是几个呼吸间 便来到了距离城池一千米处 毒物扩散开来 笼罩了方圆五百米的所有区域 碰 碰 碰 巨物踩它的声音响起 墨绿色的毒物不断鼓动着 渐渐地 一道身影 出现在五人目光之中 它有些哥布林一般的墨绿色皮肤 只不过四肢粗壮剑朔 恐无有力 整体造型更趋近于哥布林勇士 它们拥有着牛的一般的鼻子 鼻子上面还打上了一个鼻环 配合上头颅上 还顶着一对巨大的恶魔角 猙獰之气扑面而来 绿魔力士 优秀 学徒皆十几 一头 两头 三头 随着大量的身影逐渐出现 整整四百头绿魔力士 出现在众人 它们整齐划一地 分成三横排列 如同训练有序的军队 见此一幕 其余四人纷纷相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沉重 训练有素的野怪 比起如潮水般的混乱怪物 更为危险 啊 啊 深沉的吼叫声响起 这次出现的是更为多的怪物 绿巨人 优秀 学徒皆八级 八爪绿妖 优秀 学徒皆九级 绿魔法师 优秀 学徒皆十级 绿魔狂徒 优秀 职业皆二级 到最后 一座巨型的高耸塔楼 出现在众人眼底 这座塔楼说是楼 其实更像是一个 由大量兼顾铁幕制作而成的巨型城墙 上面插着十几张随风飘荡的旗帜 旗帜上描绘着一头牛逼项脸恶魔角的怪异图画 物品 绿魔军团旗帜 简介 绿魔军团的团队旗帜 是绿魔军团强大实力的象征 傻傻 细碎的声音响起 三道笼罩在土棕色长袍的高大身影 出现在塔楼之上 露出的四肢也比成年人头颅还大好几圈 巨大的法杖上面 悬挂着大量不知名存在的头颅 绿魔巫柱 卓越 职业皆十级 压制 简介 绿魔军团的最强者之一 身为中上阶位的魔物 拥有着请神术的加持 可能会引动神灵之力 施展神法 四 在场五人 包括吴江在内 看完吴不道西一口凉气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其中孙向方的脸更是阴沉如水 新人试炼中 赫赫有名的二十大魔物军团之一的绿魔军团 竟然被自己给碰见了 怎么可能是绿魔军团 难道是我前一阶段 使用灵星打造的武器 所以被添到针对了 孙向方并不是一个人 在他的背后 也有着一个团队 早在之前 团队传来消息称 使用现代工艺品的领主 似乎会被添到针对 面对的是数倍 乃至于数十倍的怪物 也正因为这个情报 即便领地内 还放着大量的现代工艺大杀器 他也不敢拿出来再用了 与孙向方的想法不同 此刻的谢霆与丁华叶 整个人都处于猛逼状态 这这这 这特么卓越层次的兵种啊 手底下还有一堆优秀存在 而且最次的也是优秀一星 普通品贱的兵种 毛都没有一根 这还怎么玩 吴江放眼看去 对面那传动的人头 保守估计得有三万兵马 对此 吴大领主也感觉压力很大啊 这三万兵马 可都是精兵的 何为精兵 就是能够以一当十 一万当十万 当数十万的存在 哪里是那群散兵游泳士的野怪 能够比拟的 吴江在心里抹了一把汗 他在考虑 要不要把腐朽古哨拿出来用一用 但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眼下这种情况 明显还不到用底牌的程度 他将目光放在其余四人身上 发现除了李萌萌还算正常外 其余三人或多或少 脸色都有些阴沉 但都没有要退缩的意思 这让吴江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去 这场战会很难打 孙向方沉默良久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无奈道 难打也得打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谢霆一步上前 突然 对面的绿魔乌柱高举法杖 呼噜噜 沉闷的声音 回荡在空旷的原野 在绿魔军团后方位置的绿魔法师们 纷纷举起自己手上的法杖 数百名法师 齐齐念起咒语 相互重叠的呢喃声 配合上他们沉闷的嗓音 让人有一种头昏眼花之感 随着他们吟唱结束 数百根法杖 同时绽放出暗紫色光芒 这些光芒在墨绿色独障之下 看起来是大量绿色中的一抹抹紫色 妖艳而又充满美感 但见到这一幕的孙相芳 整个人差点跳起来 只见最前方的树精墙周围 突兀浮现出大量的黑色火焰 火焰快速攀附在树精身上 如同复古之躯一般难以扑灭 树人怕火 而对方施展的正好是深渊火焰 虽然这群树精只是炮灰 没有花费孙相芳多少资源 但别忘了 这才刚开始 后面的战斗 还需要靠树精们顶在最前面 巨大的树精们 不断发出惨叫声 甚至有些弱小的树精 已经被火焰焰烧大半 还差一点即将陷入死亡 见状 李萌萌秀眉微醋 只见他手一挥 上方扑腾着翅膀的阴伸女妖 飞速向远处的绿魔军团飞去 而孙相芳也赶紧拿出一张回灵卷轴 激发后一抹抹绿色光点 在树精之中凝聚 随着绿色光点的出现 火焰焰烧的速度明显慢了一大截 但卷轴的效果 终究会有消失的时刻 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 对此 他也只能将目光寄托在 李萌萌的阴伸女妖身上 呼呼 阴伸女妖群们将高度拉到300米 这已经是优秀一星兵种 阴伸女妖的极限 即便是优秀三星 阴妖阻老 也只不过400高度 但很可惜 这点高度 甚至都无法突破 绿魔投手的攻击 数百根精致长矛 齐齐自下而上 射去 有躲避不及时的阴伸女妖 被击中落下满天鸟毛 甚至有个体格格外庞大的投手 凝聚磅礴的魔力 在长矛之上 前腿重重踏地 而后猛地发力 嗖 破空声响起 一头阴妖族老反应不及时 被传长矛穿胸而过 直挺挺地坠落下去 烈 阴妖主母长笑一声 浑身血红色的羽毛 乍立而起 紧接着 她急速俯冲一段距离 而后突然急停 摆动身子 技能 剑雨 嗖嗖嗖 大量的羽毛如利剑般射向下方 砰砰砰 可惜 绿魔乌柱只是轻轻举起法杖 一个墨绿色的屏障 便将这些攻击悉数挡下 回来 李萌萌道 紧紧交手瞬间 高下立判 在等阶与品阶的双重压制下 阴妖主母 完全不是绿魔乌柱的对手 继续戴下去 说不定会有丧命的风险 第115章 不讲武德的绿魔军团 眼见不可立敌 李萌萌只能赶紧让鹰妖主母回来 而后看向孙向方的目光充满歉意 抱歉了孙大哥 鹰身女妖根本进不了身 没事 孙向方摆摆手 直到现在 竖精通过自断的方式 将沾染上火焰的部分进行切割 虽然代价是 竖精们暂时没有了战斗力 但好处是 绝大多数竖精保住了生命 只是现场的氛围略显沉闷 毫无疑问 双方第一次交手 以己方惨败而告终 远处的三名绿魔乌柱健壮 都冒下的绿色眼珠子 不断转动着 充满嘲讽的意味 只见为首的乌柱高举法杖 冲 刚才退回的野怪们 再度如潮水般 向城池方向涌来 显然 这名绿魔乌柱 并不愿意直接派遣重兵 以损耗绿魔军团为代价 强行攻占下对方的城池 他准备先对敌方的有声力量 进行消耗 与此同时 在试炼之地的另外一个区域 大量的黑袍人快速朝着这个方向涌入 不多时 一名骑着黑马 带着大量兵种的男人 出现在这群黑袍人的身前 判官大人 众人齐齐单膝跪地 周立看着眼前的众人 估计着这群人 大概也就是所有人了 他拿出怀中 不知道何时绘制而出的图纸 仔细端向了起来 张左 你带五个人去这个地方 左右 你带六个人去这里 胡八 给你十个人 去把这个位置的新人干掉 很快 随着周立安排完毕 所有人井然有序地离开 随着大多数人的离去 周立看着原地留下来的十人 指了指地下 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这里 说完 他又叫来两个人 你们去调查附近最强的势力是哪个 速度要快 我只给你们半天时间 是 二人领命 两人离开后 又一道身影 出现在周立身旁 判官大人 大神官让我来帮帮你 声音沙哑而低沉 哦 周立听见这似曾相识的声音 表情不变道 大神官对周某人似乎不放心啊 嘿嘿 来人满头白发 浑身皮肤都是老人般 知道就好 大神官就是派我来盯着你的 闻言 周立不禁多看了对方一眼 这么直白的人 可不多见啊 他沉吟了一会儿 那就麻烦阁下 帮我把周围的种族都驱赶过来 用来当冲击用的怪物巢 怪物巢 白发老人惊讶了一瞬间 很快又反应过来 怪物巢 这玩意 不是给那群新人送积分吗 送积分 周立轻笑一声 活着的人才有积分 死了的 只能当肥料 此话一出 老人先是一愣 旋即哈哈大笑起来 有趣 有趣 判官大人 是想让试炼中的怪物打先锋 直到最后一刻 再以雷霆手段 快去见面那群新人 对此 周立只是笑笑不说话 他摊开手 指着周围的所有人道 你们听到的 这是这位先生的计划 这么蠢的计划 可不是我周立说的 对于周立的嘲讽 老者却魂不在意 他摇摇头 判官大人 如果想以这种方式激怒我 那可真是太幼稚了 言罢 他转身离开 周立目光炯炯地 看着对方离开 他想了想 还是将手上的地图 放进储物界之中 可惜第二阶段 处在上古战场裂缝之中 如果我进去 万一走错了地方 到了古神陨落的地方 以我这点实力 可没办法在那群 存在眼底下抽身 周立摇摇头 如果可以在第二阶段 找到那个家伙的话 可以省去自己大量麻烦 只不过很可惜 第二阶段的试炼 进入的风险实在太大 周立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 他只能耐心等一等 无所谓 那个兵种越强 对于我来说 不是越好吗 周立黑黑一笑 继续开始准备起来 杀 阵阵喊杀声响起 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 高强度战斗 绿魔军团一方的炮灰 基本被清理完毕 现在的主力军 是谢霆的雪怪大军 而站在最前方的 那道巨型的身影 每一拳都砸下 连带着五米范围内的野怪 被直接轰飞 丁华叶的两头宗颜狼人 也加入了战斗 他们的身影快如闪电 而且专挑野怪之中的 高品皆击杀 极大的缓解了 其他兵种们的压力 至于孙向芳 他赶紧收回了所有树精 转而驱使更强一些的 地魔人迎接战斗 至于无疆的暗精灵们 看着他们身旁 仅将目光放在领地之内 看着依旧在不断 努力制作剑矢的兵种们 吴江欣慰地笑了 不错 不错 我家兵种尽可前线 勇猛杀敌 退克后方打好后勤 这妖牛逼的兵种 哪里有 肯定也只有吴大领主才有啊 也就在这时 弗雷亚传来消息 主人 十九名爆炸丧尸 制作完毕 闻言 吴江嘴角微微上扬 他目光看向远处的 那群绿魔长毛手 和绿魔法师 这两个庞大的队伍 可是让几方吃尽了苦头 但也仅限于现在了 他缓缓向众人走去 真该死啊 五百余绿魔长毛手 守卫着后方的三百绿魔法师 再加上绿魔无助 根本无法打击到后排 但如果再这么下去 任由绿魔法师输出下去 我们的兵种都得完蛋 孙向方捏紧拳头 重重砸向桌面 整个人气得不行 不只是他 丁华叶 还有谢霆和李萌萌 心里都积攒了不少火气 太特么畜生了 派遣炮灰冲刷城池不说 那几百绿魔法师 还在后面玩音的 比如敲摸摸来一记陨石 或者火球 或者酸雨 甚至直接施法 让炮灰自爆 横竖对方派来的都是炮灰 拉着自己这边的兵种一起死 他是一点也不心疼 这种打法摆明了 是要耗死他们 甚至不给他们正面交战的机会 这种打法 让四人憋屈至极 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轰隆隆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地魔人与野怪交战的地方 被大范围AO轰出一个 巨大的真控地带 在那个地方的 无论是野怪 还是几方兵种 都全部化为飞灰 草 谢霆 地魔人这边 被轰出一个缺口 我这边需要紧急支援 森相方焦急地嘶吼道 谢霆文言 看着自己负责的这块区域 被大量野怪冲刷着 他的压力也很大 但即便如此 他围绕红唇 好 马上就去支援 不行 丁华叶突然插话 我这边发现大量 隐藏在野怪中的 高品质绿膜 需要紧急支援 不 萌萌 快让你的阴身女妖来 我这边的哥布林勇士 快要撑不住了 李萌萌看着阴身女妖 不断掉落的毛发 虽然她很心疼 但一咬牙 丁华叶挺住 马上就来 第116章 核弹投放计划 乱 很乱 非常乱 密密麻麻的野怪 不断冲过来 他们嘶吼着 咆哮着 不具危险 无视疼痛 他们甚至不需要杀死 领主们的高品质兵种 只需要以绝对的数量 牵制住对方 下一刻迎接而来的 必然是绿魔法师团的 雷霆一击 而且 时不时的 还有高品质绿魔 混入怪物巢中 企图闯入后排 干掉吴江一方的 后排输出 对此 丁华叶四人 感觉压力山大 黑袍兄弟 黑袍兄弟人呢 别忙着打后勤了 来帮我分担一下压力 孙向方焦急道 之前不是你让我打后勤的吗 吴江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立即给出了回复 支援马上就到 好 得到肯定答复的孙向方 继续将注意力 集中在战斗之中 下方的战火 并没有任何停息的意思 堆积如山的尸体 让交战双方的位置 整整拔高了三米有余 浓郁的血腥味 配合上火焰的消炎味 让整个战场 充满了肃杀与混乱 突然 嗡嗡嗡 对面的绿魔法师军团 再度高举法杖 看着这一幕的四人 只感觉后背莫名产生一股凉意 脸上的血色都褪去了大半 下一刻 天空突兀地浮现 遮天蔽日的黑云 黑云将整个方圆千米所笼罩 翻涌之间 一滴滴雨水落下 水滴落在树筋身上 立即发出痴痴的腐蚀声 滴落在雪怪的身上 立即带走大片雪身 滴落在地魔人和哥布林身上 立即腐蚀大块血肉 干 是腐蚀酸雨 丁华爷大吼一声 只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赶忙忍着肉疼 拿出一张墨绿色的卷轴 在众人面前将其撕裂 此拉声响起 随着卷轴被撕裂开 周围立即浮现出一道 看不见的白色屏障 在屏障的遮挡之下 下方的兵种们 这才缓过神来 防护卷轴 只能持续五分钟的时间 你们快想想怎么办 众人闻言 不由得纷纷陷入沉默之中 他们这边的队伍 没有法师队伍 这是最大的弊端 当然 没有法师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毕竟兵种之中 法师是出了名的稀有 哪怕是被誉为法师集中营的精灵一族 产出的法师也绝不超过十分之一 再加上 培养法师比培养其他兵种更为困难 需要的资源也更为庞大 所以 哪怕是一些由二代和克老 都不会大规模培养法师 可话又说回来 没有法师团 这战斗真的是要命啊 轰轰轰 地面颤抖的声音响起 绿魔军团发动进攻了 见状 孙向方瞳孔骤然受损 黑袍兄弟 黑袍兄弟 黑袍兄弟你的支援呢 你人呢 回到吴江这边 站在远处的吴江目光 一直放在远处的绿魔法师团身上 只要干掉了对方的法师 在两边都没有这玩意的情况下 自己这边的压力便会骤然缩减 但如何干掉对方的法师团 就在这时脑海中响起一阵声音 报告领主大人 小血力已经抵达目标上空 吴江文言立即回答道 按计划进行 是 收到自家领主大人的指令 翱翔在八百米高空之上的血力 用那双血红色的巨铜 注视着下方的某个位置 双翼重重拍打空气 身体往上腾空一段距离后 猛地将脑袋掉转向下 整个巨大的浮身被他完全收拢 如陨石般急速向下方坠去 呼呼呼 剧烈的狂风不断在耳旁响起 但血力的目光一刻也未曾改变 这时 在下方的绿魔乌柱 敏锐地察觉到天空之上传来的异样 哦 他抬起墨绿色的眼珠 抬头往上看去 发现天空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身影 这个身影飞速下降 目标就是他的法师团 杂凹 嫡席 防御 绿魔乌柱高吼一声 下方的绿魔长毛手 立即举起长毛 瞅准目标 疯狂投掷而出 叮叮叮叮 无数长毛击中解力 但在他那龙龄的防御之下 甚至都无法留下丝毫硬痕 见到这一幕 可就给绿魔乌柱干极了 他高高举起自己的法杖 晦涩的咒语在嘴中呢喃着 周围的魔力疯狂向其涌来 一个针对血力大型魔法即将来到 不能让他用出魔法 打断他 吴大领主的声音 在血力脑海中乍响 闻言 血力奋力张开双翅 重重一摆 原本急速坠落的身躯 陡然一缓 此刻 他已经来到了绿魔法师团 上方百余米的高度 只见他张开锯嘴 吼 厚重的嘶吼声中 附带着一抹强大的高种族威压 这股威压伴随着恐怖的声浪 传到每一头绿魔脑海中 绿魔乌柱也不例外 受到这股威压的绿魔们 木然产生一股毛骨悚然质感 明刻于他们基因中的恐惧 油然而生 龙威 继续下降高度 吼将声音再度响起 血力也不含糊 连忙振动翅膀 继续压低高度 眨眼间 已经来到了上方五十米的距离 这时 绿魔乌柱已经回过神来 陆亚 滚蛋 他怒吼一声 其他绿魔如梦初醒 以极为愤怒的目光 看向上方的那道巨影 就在这时 头放 血力立即松开左爪 而后阵翅动身 拉开些许距离后 又松开又爪 做完这些 他拼命扑腾着翅膀 魔力在体内汇聚 技能 急速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腾空 与地面的绿魔军团拉开距离 目光放在地面 绿魔投手看着天空中被扔下来的东西 没有丝毫犹豫 大量的长矛倾泻而出 转眼间 这东西已经成为了一个刺猬 死得不能再死 绿魔乌柱 看着被逼走的血力重重呼出一口气 而后又看到变成刺猬的那个东西 羁押的愤怒顿时消失大半 死了就好 威胁就没了 但很快 他就发现不对劲 这玩意 怎么那么古怪 为了安全起见 这头绿魔乌柱 还是赶紧施展了一个技能 沙奥拿 真实之眼 随着他目光中闪过一抹紫芒 远处的东西 瞬间没入眼瞼 这是 爆炸丧尸 爆炸丧尸重重 砸在绿魔法师汇聚的小屏障之上 而后 哄 一声巨响 轰天动地 还没完 这道响声结束的瞬间 另外一具丧尸也落在了屏障之上 他疯狂地吸收绿魔法师们汇聚过来的魔力 聚拢于丧尸心脏处 当到了某个灵界点时 轰隆 被压缩到极致的魔力突然迸发 恐怖的冲击波瞬间覆盖而下 强大的撕扯力 不断冲击着每一头绿魔法师 带到尘埃散去 绿魔法师团中央 留下来两个直径30米的巨型坑洞 里面站着的绿魔法师死不见失 周围的绿魔法师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转眼间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绿魔法师团便遭受了重创 失去了一战之力 与此同时 血力的声音在吴江脑海中响起 报告领主大人 核弹投放计划成功 第117章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站在后方的吴江用手擦了擦汗 还好 还好 差一点血力就回不来了 道 让骷髅们赶紧出来 我们要开始战斗 吴江通过精神练接道 是 主 在绿魔法师团受到重创的瞬间 天空中的酸雨云缓缓散去 吼吼 绿魔捂住此刻心头在滴血啊 看着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绿魔法师们 这可都是绿魔军团无数年的积累 现在 毁于一旦 他愤怒 他咆哮 他要毁灭一切 他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声 墨绿色的目光中充满仇恨与杀戮 你们 都该死 他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 而后伸出绿色舌头 用匕首一割 墨绿色的鲜血瞬间喷射出 在他的控制下 精准地射向手中的法杖 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做完这些 他的精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围抿起来 但这都不重要 他要将对面的那座城池 移为平地 呼缩 晦涩且深奥的咒语响起 他身后虚空出现在阵阵涟漪 一道由火焰组成的巨型符纹 逐渐浮现 火焰出现后 吴将突然抬起头 在他们头上 磅礴的火元素与土元素疯狂汇聚 压缩 再汇聚 再压缩 最终 一颗半径超过百米的巨型陨石 横跟在虚空之中 它旋转着 散发出恐怖的热浪 一旦落下 整座城池将会不复存在 弗雷亚 这个火球能挡住吗 吴将突然问道 主人 术弗雷亚无能 这种程度的魔法 只有顶尖的精英存在 才能够勉强挡下 闻言 吴将立即将目光投向其他人 哥们 你真特么牛逼 接下来这玩意 就交给我了 丁华叶畅快地笑道 对于这颗巨大陨石 不以为意 吴将解决了 他恨得牙痒痒的绿魔法师团 可给丁华叶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至于这颗巨型陨石 丁大灵主自有办法 只见他拿出两块形状奇怪的石头 在吴将的目光下 将第一个石头扔向上方 神奇的是 丁华叶明明是轻轻一扔 但石头却不断地向上飞 就像是指定了目标一般 而另外一个石头 他对准远处的绿魔军团扔过去 少请 吴将头顶的巨大陨石 被怪石形成的漆黑漩涡所吞没 而后在另外一块石头的地方 这个漆黑的漩涡再度出现 呼呼 陨石落下 目标正是绿魔军团 物品传送符石 竟然还能这么用 谢霆美眸闪烁 看着丁华叶的目光中 多了一抹赞赏 此刻 看着天空中飞向自己的陨石 三名绿魔巫柱头皮发麻 两侧的巫柱用责备的目光 看着正中心的那头巫柱 甚至不需要说话 这名头领就知道两者的意思 见到这一幕 巫柱头领心里羞愧难当的同时 也莫名地夺出来愤怒的情绪 对面的那群羔羊 竟然胆敢反抗 那么他们面临的 必然是血淋淋的屠刀 巫柱头领 与其他两名巫柱 缓缓高举起自己的法杖 随着阵阵紫气翻腾 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漆黑的点 这个黑点自出现开始 周围的空间都仿佛产生了扭曲 周围的空气 物质 哪怕是光线 都被其不断地吸入其中 吞噬黑洞 这玩意每出现一秒 对于三者的消耗 都是海量的 但突然 自远方闪过一抹隐晦的光点 光点速度极快 眨眼间来到三名绿魔巫柱身前 而后迅速打在中心处的巫柱头领身上 施法中断 一个是法师都会的打断魔法 扑 巫柱头领体内魔力突然发生混乱 气血逆冲 然后张口喷出大口鲜血 滚蛋 吞噬黑洞 因为少了一个主要魔力攻击 瞬间被世界意志磨灭 另外两头巫柱也受到反噬 张口喷出墨绿色的鲜血 巫柱头领豁然抬起头颅 责任而是目光跨越千米之巨 放在了那个站在黑袍人身旁 高冷且洒爽的暗精灵身上 暗精灵大祭司 你该死啊 呼呼 飞速降落的陨石与空气不断摩擦 穿破空气产生巨大的风声 轰然落下 轰隆隆 这恐怖的一击 让整个地面发生了剧烈的抖动 仿佛发生了十二级低震盘 哪怕吴江已经是一名职业者 也难以站稳 城池内部的建筑被破坏得更加杂乱 路面甚至出现了大量裂痕 见到这一幕 其他四人不约而同地露出惊喜的神色 绿魔军团似乎被干掉了 总总算结束了 李萌萌浑身香汗淋漓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孙向芳也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量 整个人摇摇欲坠 谢霆用手扇风 缓解因为陨石高温而散发出来的热量 丁华叶也不由得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但就在这时 吴江的话语如凉水泼下 不 还没完 四人 他们强撑着身体的虚脱感 奋力挣扎着站起身来 向远处望去 正好看见乌柱头领仰天喷出一口老血 身体直挺挺地向后方倒去 显然抵挡住这致命的一击 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乌柱头领自然不会真的倒在地上 两侧的乌柱立即上前将他搀扶住 进 进攻 一 一个不留 五 五 绿魔号角手站上高塔 深吸一口气 吹出进攻的号角 下方绿魔大军 发出震天般的吼叫声 而后齐刷刷地冲向城池所在 绿魔大军养精蓄锐已久 如今冲锋依旧是满状态 甚至是巅峰之势 反观吴将一方经历一个多小时的打战 损耗严重 军心涣散 绿魔军团的巨型怪物们 如利剑般插入树精墙中 他们力大无穷 加之皮糙肉厚 根本无惧树精的枝条 绿巨人以冲撞的姿态 汇聚一身力量 轰得撞击在树精的树干之上 大一些的树精尚且还能顶住 小一些的直接被急腰撞断 树精墙只支持了一分钟不到 便被移为平地 见到这一幕的孙向芳 内心在滴血啊 这群家伙 趁着自己树精最衰弱的时候 发动最强力的攻击 直接将他的树精墙移为平地 这可是他一个多月的积累啊 就这么没了 如果不是孙向芳心理承受能力强大 怕不是要直接一口老血喷出 昏死过去 绿魔军团第二步冲进了 谢霆的雪怪队伍 和丁华叶的哥布林队伍之中 双方爆发激烈的战斗 有哥布林勇士 重剑击退绿魔战士 正当他以为可以传口气时 却因反应不及 被绿魔斗士偷袭 一毛穿胸而死 有战争雪怪 被绿魔刺客不断折磨 腿部遭受数百次的攻击 而后轰然倒地 被大量的绿巨人砸成血团 也有绿魔吞噬者 张开血盆大口 突然咬中地魔人的腰 而后咔嚓一声 将其腰部咬下 吞入腹中 他们疯狂着 冲锋着 势不可挡 无人能挡 无人能敌 两人的兵种 已经处于强弩之末 战一开始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向一边倒去 见状 四人顿时心生绝望 这仗还怎么打 整个过程说起来很慢 但其实连一分钟都不到 自轰炸完毕后 吴将就下令 让骷髅们走出领地 一分钟不到 骷髅们结果大门都没走到 对面倒先冲过来了 正当他想催促一下的时候 鼓刀的话音在脑海中响起 主 骷髅守卫们 已经在城下集结完毕 好 吴将心头大喜 回答道 让血力按计划行事 是 说完 吴将低头向下看去 正好看到 鼓三和鼓九两头骷髅消卫 从城门中走出来 他一步上前 伸手拍了拍 丁华叶和谢霆的肩膀 剩下的 就交给我吧 第118章 大范围攻击 万丈刀芒 话音落下 丁谢两人第一反应是错愕 他们俩满是猛逼的看着吴将 吴将站立在城墙之上 身体略微前倾 轻声道 上 杀 什么上 丁谢二人先是一阵猛 而后突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这人是隐藏大佬 现在要发力了 呼 身后响起剧烈的风声 巨大的阴影 将众人锁笼罩 他们纷纷抬起头 看到的是一头一盏超过30米的巨型蝙蝠 不 严格意义来说 更像是双足飞龙 领主大人 小血力出发了 血力在飞过众人头顶的时候 突然开口道 闻言 吴将脸色一黑 只感觉头顶有无数匹马奔腾而过 听见血力的话 谢力二女也是强忍着笑意 李某某强忍着笑意 她看了看飞走的血力 总感觉这个身影似曾相识 当她沉下心来 仔细回想自己所有见过的场景 煞时间 一幕画面出现在她脑海中 那是一位隐藏在黑暗中的身影 坐在巨大的蝙蝠之下 俯视着整个战局的场景 难道是她 那位先天觉醒自我意识兵种的领主 但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可能 当初那头蝙蝠 仅仅是一头一展二十米左右的兵种 而眼前这人的蝙蝠 大了好几圈不说 身躯已经已经向龙族靠拢 显然是具有龙族血脉的兵种 而且这家伙能够说话 赫然是觉醒了智慧 拥有成为英雄机遇的兵种 两者 毫无比较的意义 想到这里 她美眸不禁闪烁起来 与李某某一样 心思闪动的 还有在场的其他三人 他们以复杂的目光 看着此刻的吴江 只感觉这位 曾经被自己侵蚀的平民天才 似乎是大佬 就在这时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打断了众人的思考 寻生望却 只见刚才飞出去的那头 名叫血力的龙形蝙蝠 飞到一个地方后 立即送来爪子上的物体 那玩意一旦落地 便发生剧烈的爆炸 在原地制造出一个 直径三十米左右的大坑 波及范围 更是达到了五十米之广 巨大的蝙蝠 此刻就跟个轰炸机一样 不断地投放炸药 炸得下方的绿魔们 人仰马翻 死伤惨重 见状 众人赶紧补了一发鉴定术 道具 爆炸丧尸 职业阶 简介 由职业阶冰种尸体 通过黑魔法丧尸制作 制作而成的爆炸丧尸 拥有极强的爆炸威力 刷 刷刷 四双眼睛 瞬间看向此刻的吴江 职业阶冰种的尸体 制作的爆炸丧尸 那么说明 这些都是他击杀 或者他已经死亡的 职业阶冰种 无论是哪一条情况 算上之前的两个爆炸丧尸 和这次的四头 一共六头职业阶 爆炸丧尸 怎么看 眼神这位黑袍人 也不想是一个平民心人玩家 能做出来的事情 此刻 在众人的眼中 吴江莫名地遮掩上一层 神秘的面纱 领主大人 小雪莉回来了 哈哈哈哈 众人再也憋不住 纷纷笑了起来 吴江听见雪莉的话 尴尬的 只想赶紧挖个缝钻进去 三天不打上方接瓦 枪 吴主 正在练习枪术的 骨枪突然停下 隔着大老远 转头看向吴江 你懂的 吴江道 骨枪文言 感受到灵魂练阶中 领主的情绪 又看了眼头顶的雪莉 他一把 将心横插在旁边 扭动着双手 吴主 我明白了 刚回到领地的雪莉 突然感觉到 一股莫名的杀意 他瑟瑟发抖地转过头 正好看见 浑火肆意的骨枪 而后 骨枪大哥 别 雪莉飞回领地后 另外的那头 龙灵符 也抓着两头 爆炸丧尸飞了出来 毕竟龙灵符 各项属性都不如雪莉 为了自家兵种的安全 吴江只让对方 投放两头爆炸丧尸 随着轰轰声响起 龙灵符完成了 轰炸计划 折返回来 而后 雪莉再度飞出来 只是 现在的雪莉头顶上 莫名地多出来几个凸起 也变得老是本分起来 降落轰炸说起来长 但实际上 不过是十来秒的时间 十八头职业街 爆炸丧尸的投放 对庞大的绿魔军团 造成了巨大的损伤 除了第一波 冲到城下的绿魔之外 其余两波基本上十头绿魔 只有两头负伤 加入战场 这么一来 极大的缓解了 守城兵种们的压力 但败事已成 依靠十八次轰炸 可仅仅不够 在场的四人 已经被震惊得 不知道说什么了 十九位 不是一两位 一或者五六位 而是整整十九头 职业街兵种尸体啊 他们这些克劳领地里 满打满顺 都没有十九头 职业街的兵种啊 但很快 他们就顾上 震步震惊了 因为绿魔已经 冰临城下 要打进城里了 没来由的 四人将目光 投向这位神秘的黑袍人 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无将毫不在意的挥挥手 随后 在稀有异性的 骷髅销卫带领下 一百头装备精良 身躯高大的骷髅守卫 整齐滑衣地走出城门 骷髅守卫们 浑身覆盖着精致钢甲 手上的钢刀寒光灵灵 眼眶中的魂火 如黑暗中的灯塔 明亮而显眼 见状 无将微微汗手 不往我打架时 偷偷摸鱼回去进化 一百头骷髅守卫 加上团击万丈刀芒 应该是没问题了 无将等了那么久 不就是等凑够进化点 再将万丈刀芒用掉去 战斗中的兵种 无法接受团击洗礼 这个人跑步 最好别吃饭 是一个道理 好 好 厚重的吼叫声 随着恐怖的音浪 席卷八方 远处的庞然大雾 抓住两头宗年狼人的破绽 一把将其抓住 重重砸向地面 煞时间 泥沙飞剑 原地被轰出一个巨型的坑洞 这动静 自然吸引了无将的目光 他侧目看去 下意识一发鉴定术 绿魔执行者 稀有 职业皆十几 这头身体粗壮的像一头大象 身高达到了惊人八米的恐怖玩意 似乎是绿魔巫柱手下的王牌之一 健壮 无将双眼微眯 既然你跳出来了 那就用你祭道 他的念头刚闪过 就看见丁华叶冲过来 一把抱住他的手 大佬 帮帮我 我不能没有纵严狼人啊 无将伸手拍了拍对方 而后将目光投向下方的骷髅守卫们 骷髅第一军团 目标 绿魔执行者 杀 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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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髅守卫们高高举起大刀 随着呼喝声响起 一股名为氏的东西不断凝聚 随着是汇聚到了一个顶点 为首的骷髅消卫 缓缓拔出背后的长刀 周围的魔力疯狂向着这边靠拢 直到骷髅消卫长刀彻底出窍 整整101头骷髅 动作整齐滑一的高举长刀 磅礴的魔力在氏的引导下不断凝聚 一柄长打百丈的恐怖长刀 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汇聚而成 长刀漆黑如墨 表面不断萦绕着大量的魔力与死亡之气 这时 站在守卫的骷髅消卫幽蓝色的魂火 骤然变得心红 团计 万丈刀芒 101头骷髅 骑骑后退一步 钢甲发出黄黄黄的摩擦声 凝聚气势 而后长刀麾下 斩 第119章 逐渐火起来的直播间 黄的一声 百丈刀芒自骷髅们上方悍然斩下 见到这一幕的绿魔执行者 扫腿踹开两头宗年狼人 面对百丈刀芒 他没有退却 反而怒吼一声 浑身激发出阵阵绿色光芒 粗如大象腿的两条腿 重重踏地做出深蹲姿态 紧接着那双比人还大的双臂 捏紧双拳 技能 抱拳 奋力重拳出击 吼 蹭 两者接触瞬间 刀芒几乎是没有丝毫停顿地斩下 轰的一声 尘埃尚且没有落地 巨大的绿色鲜血向四周喷洒 原地留下了一道长百丈 宽三米有余的巨大窝口 浮游汗术 不知所谓 吴将打出一记响指 四头骷髅消卫和三头骷髅勇士 瞬间冲出城门 加入到剩下的战斗之中 失去后援的绿魔们 紧紧依靠着不足两千的残兵 如何能与吴将一方的精锐之士战斗 半个小时后 随着敌方的巫柱头领 被再次气吐出一口绿血 昏迷过去 双方的战斗暂时停下 开始了休战状态 在战斗停止下 四头骷髅消卫赶紧扛着尚且完好的职业阶 兵种的尸体回来 而后 等到沼泽吞噬完其他尸体 吴将手下的骷髅们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素 将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一看就知道是惯犯了 等到其他四人反应过来时 刚才的战场上 除了还有大量残留的鲜血外 啥也不剩 他们的头顶纷纷冒出一个 随后 以诧异的目光看向吴将 面对四人的目光 吴将强忍着尴尬 右手捏拳放在嘴巴前 挡住嘴巴 脸部红心不跳地道 可 大家辛苦了 我已经帮你打扫好了战场 四人 啊对对对 灵星 九州境内 这几天 都是所有非星人领主的狂欢之夜 为什么 因为官方要求 所有官方领主开始直播 也鼓励非官方领主 主动开启直播 而当所有大势力发现开始直播 不仅可以打广告赚钱 还可以以此打响 几方势力的名号后 也乐此不疲地要求 旗下的领主开始了直播 所以 今天晚上的九州论坛 同时在线人数 达到了恐怖的五千万 几乎赶上了九州一半的领主数量 对于老玩家而言 有什么事比拿着瓜子 吃些花生 坐在屏幕前 与水友们批判新人们的不足 指点江山 更为惬意的是呢 至于发育 发育不及于一时一刻 但新人失恋错过这次 说不定真就没有了 就比如眼前这名 ID龙哥就是龙的老玩家 他正翘着二郎腿 在九州论坛上的大量直播平台中翻掌着 这五个新人太菜了 五个人加起来 只有十位职业间 没法看 没法看 这个好一点 但完全不懂兵法 略过 略过 这个懂一些兵法 你们自己怎么打起来了 算了 算了 润 张明不断更换着直播间 但找了许久 依旧没有看到令自己满意的 至于官方置顶的那几个 实力太强 几乎是碾压式的打法 完全没有啥看头 他更喜欢那种势均力敌的战斗 这样看起来更具观赏感 翻掌间 一个另类的粉色框的直播间 引起了他的注意 直播间名字叫 黑袍人和他的四个克老队友 张明想了想 还是点了进去 卧槽 职业街兵种当轰炸机 还能这么晚 牛啊 牛啊 我本以为职业街兵种当轰炸机 已经够离谱了 没想着黑袍新人 竟然拿职业街兵种尸体当炮弹 黑袍人这波操作 我给99分 剩下的一分不给 是因为我怕他骄傲 这波轰炸后 其他四个人的职业级兵种 为何迟迟不动 太 慢 太慢了 我的评价是 除了黑袍人 其他四个还得多练练 一群普通老领主 充当起了谁友 开始评判当下的新人 张明看到水友们的话 原本的睡意 瞬间没了大半 而后 他就看到百鱼头骷髅守卫 在一头骷髅宵位的带领下 骑刷刷地走出来 王德发 这么整齐的骷髅守卫 这小子 莫不是个克劳 楼上睁大的眼睛好好看看 这些骷髅守卫身上 用的可不是铁甲 而是钢甲 这特么是顶级克劳啊 马德 又是克劳 他不是平民天才吗 操 我好不容易相信一次 你却让我说得这么彻底 难受 香菇 但很快 整个直播间 就陷入到沉默之中 因为骷髅们使出了团计 瞬间将稀有三星的 绿魔执行者斩成两半 路人甲 路人蚁 张鸣 梁九 卧槽 黑马 绝逼是黑马 今年的新人试炼 绝对有这人的名字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说 你们别急着惊讶 这群骷髅的战斗力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手脚好快 不错 这打扫战场的速度 简直不要太快 其他四个 明显没有反应过来 哈哈 我好像看到 其他四人猛逼的眼神了 哈哈 戏剧性拉满 看着直播间 人数不断地上涨 虽然慢 但胜在持久 还有直播间 谁有门的激烈发言 这让苏小妹心中 尤为开心 这样一来 就可以完成集团 安排下来的指标了吧 苏小妹摸了摸 自己深灰色的皮肤 刚刚提起来的情绪 不由得再次低落下去 如果吴江在这里 一定会发现 这人就是她之前 购买暗精灵的 那个特殊体质女孩 因为体质特殊的原因 成为领主后 召唤出来的 都是暗精灵 由于实力太弱 也实在没有精英天赋 战斗天赋 最终在自己姐姐和姐姐 闺蜜的劝谐下 放弃了领地 成为了一名游侠 而之前跟集团签订契约的她 哪怕成为游侠后 要求的任务 也是一样都少不了 就比如 今天集团给她安排了 一万个订单的指标 如果完不成 就客扣她 以及她姐姐两人的资源 为了不连累自家姐姐 她特意找到了 自家姐姐的闺蜜 谢婷 而后 成功获得了这次直播的机会 原以为直播情况会一团糟 毕竟自己深灰色的皮肤 摆在这里 别人点进来看到 下意识就退出去了 但事实却是 直播间人数不断地增长 抛弃系统安排的三千英兵 还有两千个真人 这让苏小妹 不由地鼓舞起了自己 苏小妹 你可以的 加油赚钱 争取让姐姐早日当上大领主 苏小妹捏紧拳头 鼓舞自己一番后 继续抬头观察起 每一条水友的信息 第120章 领主也是需要安全感的 其实在自家姐姐的好闺蜜 她的谢姐和队友 陷入绝境的时候 她都差点哭了出来 作为曾经的领主 她清楚地知道 一旦那群怪物冲入城中 领主面对的 必然是死亡这一条路 不过好在 神秘的黑袍人出手了 为此 她特地为这位神秘的黑袍人 加了一个特写海报 并将直播间名字 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黑袍大大也要加油啊 她捏紧双拳 为无疆打气 屏幕那头 似乎进入到休战状态 直播间的水友们 继续热闹地讨论起来 永恒之界 试炼之地内 四头骷髅宵卫 和三头骷髅勇士 用不知道哪里搞来的蛇皮口袋 装着一大堆的东西 放在战争石碑前 战争石碑发出一抹白光 将所有战利品 吸纳干净 叮 回收完毕 获得积分 一万两千 由于该阶段为合作阶段 请领主自行分配积分 提示应结束 站在战争石碑前的五人 最终 由孙向芳率先打破沉默 嗨嗨 还没有问一句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话音落下 其余三人也瞬间投来目光 名字不方便透露 你们就叫我 K吧 吴江嗓音陈后道 文言 四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得 大佬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既然这样 K先生 孙向芳想了想 直接叫K有些不土 毕竟人家刚救了自己一命 起码得尊重 还是要给的 如果没有K先生的话 我们肯定不能活着站在这里 所以这积分就由您先拿 剩下呢 我们再分 吴江一听 眉头不禁挑了挑 这孙向芳 会做人啊 而后 他又扫了眼其他人 谢霆 丁华叶 李萌萌 三人被他的目光看到后 都点头示意 自己没问题 对此 吴江笑着摇摇头 守成大家都出了力 都有兵种折损 都需要及时的补充 这样吧 一万两千积分刚好够用 我们评分就是 说完 他一步上前 守在战争石碑上一滑 两千四百积分进入账上 K先生高义 那孙某就确之不公了 说完 孙向芳也上前 划走两千四百积分 这时 来到了李萌萌这里 他看了看周围 而后走上石碑 只拿了两千积分 阴神女妖飞在空中 损失并不大 所以 我要两千就够了 剩下的五千二百积分 就被丁卸共拿了四千八百 每人两千四百积分 剩余的四百积分 在两人的劝慰下 进入了孙向芳的手里 算起来 这场战斗损失 最大就是孙向芳 出来的数百数金 几乎全灭 光数金的损失 就足以让他 拿走这四百积分 更别说 还有地魔人的折损 分赃缓解 其乐融融 而后世熟悉的兑换缓解 由于城池内 足足有五块战争石碑 除了分配需要排队之外 其情况完全可以一人一杯 吴江走到石碑之前 首先查看起自己的余额 剩余积分 三千五百一十二 啊这 咋多了一千 吴江立即翻阅起了 战争十倍的记录 很快一条消息 出现在他眼前 击杀叛逆者 积分加一千 对此 吴江深吸一口气 叛逆者是真该死啊 想到这里 他赶紧进行下一步 首先找到了万剑齐发 兑换后 积分六百 如果我有100名 暗精灵队长 那么在发动技能 五连发的情况下 应该有五百支箭 而加持万剑齐发 这个团击后 就是五千支箭 这也是吴江对这个团击 有想法的原因 五千支 加持了穿透与破魔的箭矢 对付潮水般的野怪 简直不要太有用 紧接着 继续浏览起残魂起来 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的兑换 似乎有些不一样起来 他看见的残魂里有 骷髅勇士 我 擦 是谁遇见了骷髅军团是吧 骷髅勇士 残魂 价格 三百积分个 当前剩余 五 按照小骷髅残魂市场价 二至三克魂杀一枚 这里兑换一积分一枚的话 也就是说 骷髅勇士价值 六至九块魂金一枚 吴江妈撒着下巴 这么真的是稳赚不亏 要知道 市场上的商品价格 可不是这么算的 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 市面上的优秀 三星骷髅勇士 残魂 价格在十二到二十块魂金一枚 而且 有事无价 如果能保证活着出去的话 买下来当差价卖 还是能大赚一笔的 但吴江也与其他绝大多数新人玩家一样 没有选择这么做 擦 小命保不保得住都是问题 还有心思想赚钱 这不纯纯活腻了吗 但话又说回来 这五枚骷髅勇士残魂 要兑换吗 说实话 吴江并不是很愿意 主要原因莫过于三百积分 太贵了 五枚就是一千五百积分 而且 之前他也见到过别人的骷髅勇士 装备明显不如自家骷髅勇士 最重要的是 脑子差距太大了 自家的骷髅勇士 在大将骨枪的调教下 精通不少手指活 连制作剑矢都能胜任 竟可战场杀敌 退可后勤耕耘 各个资质不低 未来可期 想了想 吴江还是决定 先保留这部分积分 看看有没有啥自己急着用的 于是乎 他继续翻找 意想中的骷髅法师 没有出现 但是其他诸如巫妖 巫女 哥布林祭九 倒是有出现 不过普遍价格高昂 不在吴江的采购范围内 骷髅法师这玩意 遇见需要靠机缘的 至于为什么 别忘了骷髅们的执行力 是所有兵种中最强之一 拥有一头不知疲倦 不会恐惧 不会有反抗情绪的骷髅法师 这这这 这是多美妙的一件事 如果说骷髅是涌动机 那骷髅法师是啥 只要给足魔力 这玩意就是涌动炮台 市场需求 简直不要太大 不急 这才第一天没结束 后面还有两天多 运气好的话 出现后就是拼手速的缓解了 吴江继续在下方 寻找小骷髅残魂 小骷髅 残魂 价格 一积分各 剩余数量 53 区区53点积分 吴大领主根本不缺 所以没有犹豫 直接拿下 而后又进货血液残魂28枚 至于暗精灵 不知道为什么少了起来 只有区区21枚 吴江沉吟了一下子 还是决定买一些石人残魂 毕竟石人吃石头就可以养活 没事休息的时候 也能变成石头 满足自己对于兵种的基本要求 所以 石人加26 积分78 直到现在 兵种交易完毕 总计划费180点积分 剩余2732 而后 他将目光放在兑换上面 也不知道有没有提升 领主等级的资源 吴江是真怕上次的情况再发生了 野怪大多杀都杀不完 甚至有些都冲到了自己面前 这会让他这位领主 很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 自己也得赶紧抢起来 起码得有自保之力吧 想到这 他赶紧翻阅起来 不多时 还真就被他找到了一样东西 物品 修炼提升石 简介 使用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修炼速度提升五倍 仅限于转职领主 剩余实现 30天 30天 价值 2000积分 吴江一拍大腿 买了 第121章 准备工作 将自己手上的积分花得差不多后 他又看了看周围人 发现自己的队友们还在兑换 吴江没有打扰任何人 他快步走回领地之内 攒了那么久的精华点 现在该看了看了 快步走回领地 入眼第一位 坐在一堆木头扎子上的骨刀 他一丝不苟地 对手上帝剑使 进行着加工 可能是加工过太多次了 骨刀的手几乎成为残硬 一旁的剑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着 看着从来都是低调做事 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的骨刀 吴江摸了摸手上的戒指 虽然他很想将英雄之证给骨刀用掉去 但对于骨刀 能否通过英雄试炼 成为英雄 吴江保持怀疑态度 毕竟骨刀看起来似乎 并不是太聪明的样子 这也是为什么 英雄之证 还在他储物界里击灰的原因 再看吧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 让骨刀成为英雄单位的话 就等进化到卓越品阶 再给他英雄之证 没有继续再纠结于这个问题 吴江看向其他地方 骨刀 还在那边不断练习着枪术 弗雷亚原本美帝不可方物的脸上 满是血污 纤细而柔软的双手 正在一具聚职业阶滤膜尸体上工作着 各种内脏骨头摆放在一地 要多血腥 有多血腥 弗雷亚席得的是 复杂的僵尸制作 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僵尸复活魔法 骷髅校尉们不断训练着骷髅守卫 骷髅勇士则在练习着木桩子 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了领地的安全稳定 自家的兵种们都在努力 都在奋斗 不错 我家兵种果然未来可泣 吴江点点头 很快他的脸色就如翻书一般变得阴沉 因为 他看到血力正躺在一个木板上 呼呼大睡 不过当吴江联想到 这家伙提升等级的方法是沉眠后 也就放任他继续睡觉了 来到祭坛上 吴江把手里的残魂 全部转化成兵种单位 骷髅加53 暗精灵加21 血浮加28 食人加26 将新出来的兵种们安排好后 心中默念 进化点 骷髅进化点 1.56 食人进化点 1.51 血液进化点 19.98 暗精灵进化点 46.21 骷髅们的进化点 因为刚用过的原因 现在只有一点几也能够接受 此战暗精灵出力最多 增加了整整46个单位的进化点 对此 吴江表示很不错 这个世界 估计也只有进化点是最公平的 只要兵种们努力 增加的就快 偷懒就慢 收回目光 他手指轻点 随着五道白光闪起 暗精灵队长增加5名 剔除之前被偷袭死掉的一个 拥有56元 距离100名 暗精灵队长 还差44名 还得多多努力才是 血液方面 进化出两头龙灵符后 整个进化工作完成 正在补充兵员的丁华叶 突然感觉到 似乎有人陷在自己的领地外面 陈寅片刻之后 他还是决定去看看 正当他走出领地时 看到的是自己的老熟人李萌萌 萌萌有什么事吗 丁华叶笑着欢迎道 作为自己团体里的老熟人 对于自己能与李萌萌成为队友 丁华叶觉得自己 还是挺幸运的 毕竟能够遇见一个知根知底的人 在这危机四伏的永恒之界 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反倒是对面的李萌萌 他看了眼周围 确认没人后 立即用出一个隐蔽节节道具 而后神秘兮兮兮地开口 丁华叶 我们是不是碰见过那个黑袍人 闻言 丁华叶顿时露出了然的神色 他说 一向不怎么主动跟自己搭话的李萌萌 今天怎么找自己聊天 原来是因为这个事啊 嗯 怎么说呢 很有可能是之前我们遇见的那位 进攻哥布林部落的大佬 不过 谁又说得准呢 也有可能不是啊 可是 我感觉就是他 李萌萌异常坚定道 哎呀 萌萌 咱们还是别管这些 毕竟 无论是不是那位大佬 对于咱们来说都一样 都是大佬 胡乱打探人家的隐私 万一得罪大佬 可就不好了 丁华叶将自己心里的实话说了出来 越是大佬 越有自己的秘密 一味地打探别人 很有劫仇的可能 这对于目前的他们来说 可没有好处 再加上那位大佬的兵种 四头稀有一星的骷髅肖卫 稀有三星的暗精灵大祭司 稀有一星的血腥男爵 最离谱的 还有一百位拥有团祭的骷髅手卫 还特么装备精良一匹 这么横向对比起来 自己家里的兵种 撑场面的 就两头稀有一星的宗严狼人 八个自己叠起来 都不是人家对手 而且 这还是人家明面上的实力 按道理说 这类大佬都喜欢藏一手 估计真正的顶尖战力 还未曾动用 听见丁华叶的话 李萌萌十分认同地点点头 而后露出沉思的表情 丁华叶说的他 也有想到 但也正是丁华叶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秘密 而他打探那位神秘黑袍人 也是有原因的 只不过 这涉及到自己的秘密 他也不方便跟丁华叶明说 看着自己这位老熟人 似乎还不死心 丁华叶突然提了一嘴 萌萌 你这么打探容易得罪人 按我的意思 不妨直接去问问人家大佬 如果他愿意说 那么正好 如果不愿意的话 你最好打住 文言 李萌萌想了想 也觉得丁华叶说的确实有道理 自己这问来问去 多少有种做贼的感觉 收起笼罩两人的结界 正好碰见快步走来的谢霆 丁帅哥 李美女 谢霆挥手示意 而后来到 两人面前停下 谢姐 有事 丁华叶反问道 一场战斗下来 几人自然而然的熟络了起来 嗯 确实有些事情 谢霆略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谢姐请讲 丁华叶微微拉开两者距离 伸手示意 嗯 是这样的 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情况紧急的原因 我没有来得及征询几位的意见 就是我开了个直播 全程直播我们的战斗过程 什么 两人不约而同的瞪大双眼 也就说 自己最近的表现 说不定正被人看在眼里 这这这 其实也没什么惊讶的 两人都不是普通人 对于官方的要求 也有所耳闻 说是为了防止血腥教会的人捣乱 说实话 丁里两人 到现在还没见过血腥教会的人 而且真正需要保密的东西 莫过于领地内的情况 不过这玩意 天道 已经遮掩的够好了 至于拿出来手兵种 和一些道具 就没啥好保密的了 毕竟除了本人之外 这里还有四个人呢 如果直播给两位造成损失的话 我愿意赔偿 如果带来反感的话 说到这里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毕竟自己答应了 那个可怜的小妹妹 食言的话 实在是忍不下那个心 哦 没事 没事 记得把我拍帅一点就是了 丁华叶大气的白白手 李萌萌也是摇摇头 这样也是 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没意见 见两人都没有意见 谢霆不由地松了口气 剩下的也只有 那个神秘人了 第122章 为了部落的荣耀 向丁李两人告别后 谢霆一个人独自走着 直到他彻底看不到 笼罩丁华叶领地的屏障后 又停下脚步 他还手抱胸 整个人站在一座大型建筑之下 黑袍人把自己笼罩在黑袍里面 必然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而我要直播这件事 明显与他的本意相违背 谢霆思量许久 他看着吴江领地所在的方向 如果被拒绝后 我又该怎么办呢 谢霆不禁反问自己 自己答应了自家闺蜜的妹妹 回想起对方那祈求的目光 他实在不忍心 关闭自己右方的某个道具 他想了又想 最终银牙威咬 既然这样 那就不讲了 反正自己用的直播道具 非常隐藏 根本不用愁会被发现 大不了尽量不拍黑袍人 减少对方的感知 想到这里 他悄悄离开 距离吴江领地一公里所在 昏迷三个小时的 绿魔巫柱头领 悠悠转醒 他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自己的两个兄弟 巫柱头领名叫 布鲁斯 另外两头巫柱 都是他的亲弟弟 老二叫 布鲁克 老三叫 布鲁鲁 看见大哥醒来 老三布鲁鲁赶紧上前搀扶 兄长大人 怎么样了 嗨嗨 布鲁斯因为激动 牵引起了自身的伤势 咳嗽不止 但很快 随着一阵绿芒 在其周身亮起后 他的情况立即好转起来 对此 布鲁斯用感谢的目光 看向老二布鲁克 兄长 对面的人类城池防御力很强 而且他们的战斗方式 我绿魔一族从未见过 接下来该怎么办 布鲁克问道 哼 在我强大的绿魔大军面前 不值一提 老三布鲁鲁握紧拳头 兄长大人 请允许我献祭一些生灵 开启深渊之门 召集我们绿魔一族的勇士 冲破他们的城池 吐露他们的族人 洗刷我们绿魔军团的耻辱 听见老三布鲁鲁 说到深渊之门 老大布鲁斯 陷入到深深的沉默之中 深渊之门和神罚 都是他们绿魔军团的底牌 现在他身受重伤 神罚已然无法施展 但绿魔军团 他看了看自己的两位弟弟 后两者立即投来认同的目光 但想了想 布鲁斯还是拒绝道 不行 为什么 二人不解 别忘了 我们费了多少代价才进入这里 我们要的 不是推平那座城池 我们的目的是 击杀那几个人类 夺取他们的资源 回去壮大我族 布鲁斯重重拍打着床 深渊之门打开后 能够进来的 都是那群没有脑子 只知道破坏的深渊绿兽 他们会破坏我们的资源 得到提醒的布鲁克和布鲁鲁 顿时陷入沉默 他们的部落 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伟大德神使大人预言 生机就在这片战场之中 为此 花费大代价 才将绿魔军团送入其中 如果自己等人这么做 那到手的 必然是一座空城 与族群无用 与自己无用 想到这里 两者顿时陷入沉默之中 结结结 布鲁斯突然发出宁笑声 为兄有个办法 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城池 什么办法 两者惊讶地问道 神使大人说过 只要击杀掉人类领主 他们手下的战士 自然会陷入混乱 所以说 我们只需要想办法 干掉那几个领主 布鲁鲁立即反应过来 嗯 布鲁斯心为地点点头 自己这个三地 总算是聪明了一回 可是 城池上面的人类领主 足足有五位 我们恐怕无法一次性全灭 而第一次失败后 恐怕就不再可行了 布鲁克提了一嘴 布鲁斯文言 都冒之下的绿脸 挂上嗜血的笑容 不 我们要杀的 只有那个黑袍人类 至于其他人 根本不是强大绿魔军团的对手 兄长大人 不愧是我绿魔一族的智囊 小弟拜扶 老三回想起其他人 还真就不如黑袍人类 顿时对大哥佩服的五体投地 哼 布鲁斯冷哼一声 好好看 好好学 你也能跟我一样 紧接着 布鲁斯从储物口袋里 拿出两样东西 他的两位弟弟健壮 不由地吞了口唾沫 瞪打双眼 兄长大人 请允许我做此战先锋 布鲁克主动请应 安 也一样 布鲁鲁道 哼 此战若败 那就陷进你们两个 召唤绿魔巨兽吧 布鲁斯目光冰冷道 死 听见绿魔巨兽四个字 两人不由地缩紧脖子 但兄长拿出来的东西 实在是给了两者莫名的底气 他们齐齐跪下 双手举过头顶 为了部落的荣耀 正在修炼的吴江 突然睁开双眼 他看向自己脚下的砂石 动 动 动 仿佛是有规律的跳动 来了 他立即中断修炼 而后起身 向城墙之上跑去 等他来到城墙上的时候 发现其余四人 早已站在这里 察觉到有人到来 四人跳望远处的目光 收了回来 冲吴江点头示意 呜 呜 号角声响彻四面八方 远处那庞大的绿魔军团 连带着塔楼不断后退 五人见状 赶紧招呼自家兵种们 走出城池 开始应对接下来的战斗 但很快 绿魔军团来到距离城池 1500米左右的地方 突然停下 刚才吹号角的绿魔 也走下塔楼 而后在五人诧异的目光下 绿魔捂住头领 高举一幅不大的神奇阑珊 随着他嘴巴开合 一道道咒语念诵而出 而后 轰隆隆 声音来自于地下 地表不断摇晃 而且愈演愈烈 最终随着轰的一声 一道巨型的窝口 出现在五人眼前 裂缝底部 不断散发着阵阵光芒 透露着不祥与混乱 靠 是帝元裂缝 快 毁了那个围栏 丁华叶瞪大双眼 浑身颤抖着吼道 其余人还处于错愕之中 弗雷亚 毁了那个东西 吴将率先反应过来 遵从您的旨意 弗雷亚挥动法杖 周围立即凝聚出 一股暴躁的雷霆之力 哗啦一声 雷霆跨越千余米距离 降临到奇迹道具上方 可惜还没等到雷霆落下 奇迹道具绽放出阵阵光辉 两魔法泯灭于无 现魔法阵 操 想要毁了那个玩意 只能强攻 丁华叶一颗心脏 沉入谷底 众人刚想问问 什么是地渊 地渊又带来什么事 地面颤抖起来了 第123章 无法被杀死的地渊暗影踪兽 结结结 地渊生物除了血肉 对其他任何物品都不上心 只要打开了地渊裂缝 既不用损耗我族勇士 也不用担心资源被损坏 绿魔污住头领 布鲁斯争鸣地笑道 就在这时 地面上横罐数百米 宽度达到近十米的巨大裂缝中 突然响起 阵阵呲啦呲啦的声音 力爪在墙壁上摩擦 而后 呼 厚重的嘶吼声响起 一头体长近四米 体高在一米六左右 类狮型怪物 从裂缝中窜出 它有些类似于熊士的外形 鬼一般的脸色 但力爪上有些薄薄的蒲肉 似乎具备了游泳的能力 脖子上的毛发 更像是一根根彩色的水枣 暗影棕兽 优秀 学徒皆七级 简介 地渊中的疯狂种族 对于血肉 有着无法理解的贪婪 除了庞大的种族数量之外 它还有恐怖的分裂 再生能力 率先冲出裂缝的暗影棕兽 先是以迷茫的目光 围着原地转了一圈 在它身后 有些阵阵五彩霞光 遮挡了它感知与施展 于是乎 它摇晃着脑袋 看向另外一方 当它看到城池之上的五只人类后 树桶中闪现出嗜血的光芒 它深吸一口气 而后脖子后的蒲肉 突然翻了起来 像是一个喇叭花 不断地进行震动 一道无法被人理解的声音 传回地渊之中 紧接着 随着阵阵嘶吼声响起 一头 两头 三头 二十头 一百余头暗影棕兽 出现在裂缝之上 它们一同震动着蒲肉 仿佛是在不断地号召其他同类 让无疆很想打断施法 但对面 站在绿魔巫柱头领两侧的另外两头巫柱 早已将法杖高高悬起 抵挡下弗雷亚的所有攻击 哪怕丁华叶不断用出道具 但收效太低太低 下方的暗影棕兽不断增加着 几分钟时间过去 远处的裂缝周围汇聚了大量的暗影棕兽 它们还在嘶吼着 咆哮着 源源不断地从地底钻出 将原本绿色的平原 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奇怪颜色 丁华叶看着远处成千上万的暗影棕兽 脸上是挥之不去的僵硬 完 完蛋了 它声音颤抖 神色颓然 其余四人 虽然未曾见过暗影棕兽 但看着丁华叶恐惧的表情 心里也不由地遮上一层阴霾 这场仗很难打 远处的绿魔乌柱 看见从地渊中钻出来的 竟然是暗影棕兽 笑得极为张狂 呼呼呼 结结结 暗影棕兽 老二 老三 地渊召唤出来的 竟然是暗影棕兽 哈哈 天佑我足 天佑我足 赞美您 伟大的灾厄之神 三者齐齐举手高呼 一副狂热的模样 与此同时 苏小妹的直播间 暗影棕兽 似乎看起来挺牛逼的 有没有大佬懂的 出来解释解释 我打个脚先 别看哥们 哥们也不知道啊 同球 同球 看见整个直播间 都在寻求暗影棕兽的信息 苏小妹赶紧上论坛查阅起来 可惜 这似乎是比较隐秘的情报 她也查不到 但很快 一位ID曾经的岁月进入直播间 丁雄花费了大代价 才找到了直播自己儿子的直播间 当他激动地打开直播间后 看到的却是成群结队的泪湿 皮肤充满各种异彩的怪物时 瞳孔骤然收缩 一股无名火腾的一声燃烧起来 是这个家伙 他捏紧拳头 重重砸向桌面 暗影棕兽 对这种怪物的了解 恐怕整个九州 也没有几个人强于他 作为曾经的 让祭坛抵达三级巅峰 距离大领主 只有一不知遥的丁雄 当时他领地的旁边 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渊裂缝 丁雄当年经营的领地 以骑士为主要兵种单位 在降临永恒之界的那天 随即到十八元 普通三星的人族骑士 而后 凭借他自己本身的财力 和些许的经营天赋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运气 在新人试炼时 他已经组建出一支 人员破两百的骑士军团 有五名稀有二星的圣骑士 担任领军人物 当别人还在辛辛苦苦守城的时候 他已经派遣骑士军团 在野怪巢里横冲直撞 双手插兜 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当年丁雄的天赋 甚至能跟一些领二代碰一碰 风光无限 风头无两 可惜 他最终还是被这些 地渊里面爬出来的暗影宗兽 给活生生拖垮 放弃了祭坛 成为一名游侠 这 是丁雄一辈子痛 任谁也无法忍受 本是天资卓越的天才人物 亲手毁掉自己的祭坛 如今再次看到那熟悉的身影 丁雄只感觉心脏 被狠狠地抽了一下 难道我丁家的男人 天生与暗影宗兽犯冲 丁雄心里绝望啊 身为巅峰资深领主的他 都拿这群家伙没办法 自己儿子和四个新人领主 又能拿对方怎么办呢 看着提问的水友们 丁雄触景生情 不由地在屏幕上打起字来 暗影宗兽 地渊种族之一 本身战斗力不强 但他们有两个令人费解的能力 分裂于再生 当他消息发出去的瞬间 直播间的诸多水友 立即来了兴致 卧槽 有董哥 哥们细说 会不会说话 能懂这玩意的是董哥吗 放尊敬点 是大佬 大佬细索 求大佬解惑 加一 加一 看着水友们诚心诚意地问了 丁雄也耐着性子解释起来 当一刀将暗影宗兽 砍成两截后 他就会由一头分裂成两头 虽然实力会降低一些 但总的算起来 更强了 难道就没有弱点吗 一击必杀的那种 有人问道 本人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暗影宗兽确实没有弱点 哪怕你将它切成肉末 它都能快速融合在一起 重新复活 我曾将暗影宗兽切片看过 它浑身只有一种奇怪的肌肉细胞 这种细胞 有点类似于动漫寄生兽里面的怪物细胞 甚至是更为可怕 生存能力极其强大 浓硫酸都无法将其杀死 受到致命攻击后 会吸收周围的魔力 迅速增值 只要不是瞬间破坏了所有细胞 哪怕只有一个存活着 短时间内就可以让死亡的个体重新复活 此话一出 直播间的水友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他们第一反应是 这人在危言耸听 但转念一想 这么做对对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既然对方说的是真的 自己遇见这玩意该怎么办 众人左思右想 发现要么搬迁领地 要么放弃领主的资格外 没有第三条路 可领地是那么好搬迁的吗 牵一卷轴 可遇而不可求 想到这里 众人只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这么说 这玩意是根本杀不死的存在了 一位水友胆战心惊地问了一句 整个直播间的聊天频道 都彻底安静下来 静静等待着丁雄的回答 良久 不 有一种办法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松口气 还好 还好 只要有办法就行 那就是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打击 或者用三阶以上的卷轴进行毁灭 再或者依靠统帅阶强者 强行泯灭他们 众人 二者 第124章 骷髅兵的优势 直播间陷入到沉默之中 首先 现代科技带入永恒之界 会因为两个世界的法则不同 而导致无法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 有枪炮啥的不用 领主要打造床奴和连弩的原因 其次 三阶卷轴那玩意 是一般的资深领主 能够拥有的东西 能够造成大范围毁灭伤害的卷轴 跟灵星的核武器有啥区别 都是战略性武器 珍贵的不要不要的 最后 那老十字统帅阶更是扯淡 五阶 统帅阶的存在 大领主都不一定有几位 更别说他们这些老鸟了 所以说 哪怕资深玩家遇见了 也只有等死 这一刻 他们这群水友 再也没有了乐呵呵的指点江山的性质 在场的都是领主 谁也无法保证自己 一定不会遇见这玩意 而当他们遇见了 又该怎么办 众人不禁反问自己 煞时间 整个直播间都陷入沉寂之中 而此刻 沉默的不只有直播间 站在城池上的四人 听完丁华叶的介绍后 也陷入到了死一般的沉默之中 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 他们再也不负之前那般跃跃于世 吴江一步上前 拍了拍丁华叶的肩膀 杀不死 有谁亲眼见到了 丁华叶 你亲眼见过吗 闻言 丁华叶摇摇头 叹息道 可是 我爹他 吴江抬手将其打断 杀不杀得死 只有杀过才知道 打不打得赢 只有打过才知道 魏战先妾 吴江扫尸一周 轻声笑道 可不是一名领主该表现出来的 言霸 他纵身一跃 跳在城墙侧壁之上 目光由上至下看去 对面的暗影棕兽已经汇聚到了一定的程度 估计等不了几分钟就会发动冲锋 他立即指挥起来 暗精灵体型较小 可以站城墙上进行输出 雪怪投手靠近城墙 我手里的骷髅 还有丁华叶的哥布林 再加上孙向方的地魔人 充当前卫 不过这次战斗明显不一样 所以 这次战场集中在靠近城池一边 我们要做好剧城固守的准备 吴江在那头不断地指挥着 话音沉稳有力 指挥起来游刃有余 四人看着他 那股自信 深深感染了众人 哪怕是最为绝望的丁华叶 都在他身上 看到了些许名为希望的光辉 这位大佬说的没错 倒是我孙向方拥人自扰了 孙向方洒然一笑 再度恢复到之前的那般从容 一旁的谢霆也走了过来 冲三人点点头 丁华叶受到鼓舞 虽然神情还不是很好 但也不再那么悲观 甚至能够鼓励起自己 操 我爹已经拜过一次了 身为儿子的我 难道还要再拜第二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一拍大腿 此战必胜 原本被死亡阴霾笼罩的众人 因为吴江的操作 恢复了些许希望 见到这一幕 吴江欣慰地笑了 人 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哪怕身处绝望 死死无生的境地里 只要能够有希望 哪怕是虚假的希望 也能够振奋起来 拼死一搏 而且情绪也能感染人 吴江那份沉稳 那份自信与从容 深深感染了其余四人 让他们相信能赢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悠扬的唬唬声 大量的暗影棕兽 震动肉脯 似乎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吴江伸手拍向 站在他身旁的弗雷亚 而后通过脑海链接 沟通起泄力 沉声道 进攻 问 呼 破空气响起 身边的突然产生 剧烈的魔法波动 血力巨大的身影 震翅飞了出去 四肢上面 有着足足四头 直叶接绿魔的尸体 暗精灵们 早已经见识拉到满弦 下方的雪怪 投手准备完毕 骷髅手卫们 手持寒光灵灵的大砍刀 浑火摇曳着 地魔人舔视着自己的双手 胳膊灵眼中满是慎重 轰隆隆 大量的暗影棕兽 发起冲锋 密密麻麻的身影 比起之前的野怪群 更有压迫感 1000米 600米 300米 暗精灵们瞅准距离 突然松开了弓弦 在暗精灵队长的五连射 和万剑齐发加持下 数千只箭矢 如雨点般射出 这时 下方的雪怪 投手弯腰 投出手上的血团 第一波的攻击降临 前排的暗影棕兽 遭受到最为猛烈的攻击 有些头颅和心脏被贯穿 原本奔跑的动作抖停滞 翻滚倒地 似乎是死了 但很快 他们缓缓 从地上爬起来 摇晃着脑袋 继续加入冲锋之中 去 弗雷亚轻喝一声 耗费弗雷亚大半魔力 产生的弱大火球 从空中砸下 正中的暗影棕兽 瞬间被焚烧殆尽 这次 他似乎无法再复活 血力带着爆炸丧尸 投向最前方的点位 爆炸正中心的 几头暗影棕兽 被撕扯成碎肉 但这些血肉没多久 便快速汇聚起来 在无疆的目光下 这些暗影棕兽碎肉 组成了数量 众多的小暗影棕兽 轰炸机计划 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学力回来吧 不用浪费爆炸丧尸了 无疆下达命令 最终 冰临城下 呼 暗影棕兽吼叫一声 张开血盆大口 借助惯性飞扑着 咬向一头骷髅守卫 反观骷髅守卫 依然不动 等到对方抵达自己攻击范围后 手起刀落 一记挥砍招呼而上 将对方砍成两半 整个动作相当娴熟 没有一丝一毫的破绽 好强的骷髅守卫 这是四人的第一想法 之前因为是团体作战 他们还没有明显地察觉到 但现在 这头骷髅守卫的技能 怎会用得如此娴熟 单兵实力确实不错 他们纷纷向吴江 投以诧异的目光 此战 说不定能赢 两兵交战 现场瞬间陷入到了混乱之中 有骷髅守卫 一刀将暗影棕兽砍成两截 倒在地上 没有流出丝毫血液 而后里面的血肉 迅速长出肉芽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汇聚成一个巨大的肉流 再接着 肉流不断生长 前面一截生长出后半身 后面一截生长出前半身 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钟 这两头小型暗影棕兽 刚起身准备咆哮一声 哐 哐 两刀下来 一头暗影棕兽 成功变成四截 一刀不行 就两刀 两刀不行就四刀 四刀不行就八刀 如果是人形兵种 此刻说不定会因为 这种无法被击杀的敌人 而吓破胆 从而发生溃败 但骷髅不会 他们看到敌人 只会不断地击杀来犯的敌人 唯一的改变 就是从缓慢地挥出一刀 转变成 砍刀挥成残影 这就是骷髅 不知畏惧的兵种 吴将看着被骷髅们 砍成拳头大小的暗影棕兽 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抹灵光 如果 暗影棕兽再小一些的话 一把火 是不是能够将其烧死 第125章 我有一计 需要你们帮助 此刻 苏小妹的直播间内 谁他妈跟我说 骷髅是三坑之一 你看看这骷髅守卫丝滑的刀法 这汗不畏死的气势 这这这 这明明就是 我的梦中清兵啊 楼上二逼吧 三坑说的是小骷髅 哥布林 史莱姆 跟骷髅守卫有啥关系 再说了 黑袍人的骷髅守卫 明显经过强化的 楼上说的没错 本人也是经营骷髅兵种的领主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对方这骷髅守卫 无论是精气神 还是装备 都比我的骷髅守卫强 但很快一道丧气的信息出现 强 强有什么用 还不是死路一条 暗影棕兽根本杀不死 骷髅再强 也会有被淹没的一刻 哪怕偶尔有暗影棕兽的死亡 但你们仔细看看 死一头暗影棕兽 裂缝里又钻出了多少 暗影棕兽淹没整个城池 是迟早的事 这群新人 必死无疑 此话一出 数千 坐在电脑桌前的人 无论是普通领主 亦或者资深领主 他们喉结如动 想说些反驳的话 但话到嘴边 仿佛被什么卡住一般 说出来 是啊 暗影棕兽根本无法杀死 即便骷髅们战刀都挥成残影 也不过是让一头暗影棕兽 变小变多 但以多摇死相 面对密密麻麻的小暗影棕兽 骷髅们也终将会被淹没 整个直播间 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苏小妹用她那淡红色的毛子 神情紧张地看了看聊天记录 又看了眼现场张况 不知不觉间 她捏紧的双手 渗出丝丝血迹 指甲刺进血肉 都不知疼痛 谢霆对她是真的好 甚至达到了亲妹妹的程度 她也将谢霆看作亲姐姐 现在亲姐姐遇险 怎么能让她不心急 不紧张 她想化身救世主 想拥有无法匹敌的力量 冲进新人试炼 杀光所有的暗影棕兽 但很可惜 她只是个连祭坛都破碎了的人 一个 弱小的游侠 她能做的 也不过是双手 放于胸前前程祷告 谢姐姐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啊 黑袍大大 你也一样 此刻 数千领主看着屏幕 他们心提到嗓子眼 再也没有了之前那般轻松惬意 取而代之的 是深有同感的沉重 我们领主 真的是这群怪物的对手吗 真的能在永恒之界 立足发展吗 数千领主 不禁在心里问自己 与此同时 丁雄正走在大别墅里面 喂 李哥 丁雄啊 我有个事想麻烦您帮帮忙 就是我儿子参加新人领主试炼 现在遇见暗影宗寿 对 就是当年 丁雄话还没说完电话 便被挂断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拨通第二个号码 老周 我老丁啊 有事 肯定是有事麻烦你的 就是 毒毒毒 电话响起阵阵声音 丁雄看着手机上的十几个电话 心中五味杂陈 两年前 自己天赋卓绝 实力强大 领地强盛 风头无两 丁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帮助了多少人 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只知道 这十几个人 是当初自己重点关照的对象 自己当时对他们 可以说是人至义尽 结果现在 人啊 总是那么现实 丁雄苦涩一笑 虽然球人非常丢脸 他丁雄也是一个自尊心强 爱面子的人 但 现在自己儿子前途未知 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这让他不得不放下面子 放下自尊 明教父亲的责任 如同高山一般 压在自己肩膀上 压弯了几辆 压低了膝盖 压倒了自尊 压灭了所谓的面子 为了儿子 他拨通了那个电话 自己宁愿死 也不愿意拨通的电话 喂 丁雄吗 是想通吗 电话那头 传来细血的声音 我拥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你 前提是 你要保住我儿子 丁雄道 可以 不过我听说 你最近搞到了神速领土 只要把这东西给我 我可以保证你儿子的灵魂存活 话音落下 丁雄面目逐渐变得争鸣 滴答 滴答 鲜血从掌心流出 凝聚成血滴 滴落在地上 神速领土 可以塑造破碎的祭坛 只要再集齐其他珍贵材料 他 丁雄说不定就有机会重回领主 虽然只是个半成品领主 但半成品也比游侠好上千百倍 起码 能够独自召唤属于自己的兵种 现在 这个家伙 竟然要让他亲手 送出最后的希望 丁雄看了眼屏幕里自家孩子身影 以及躺在床上的丁华燕 孩子母亲走得早 他这个做父亲的 欠他太多 太多 良久 蕴含着三分挣扎 三分无奈 三分怒意 和一分爱意的叹息响起 唉 可 以 想法是好的 但现实 却是周围没有丝毫树木萤火 火焰攻击根本用不了 无疆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看着远处那条巨大的裂缝 里面不断地有暗影棕兽 从里面钻出来 又看了眼远处加持着道具 保持地渊裂缝开启的绿魔屋主 自己这边 似乎陷入到了绝对的劣势 不知不觉间 手上出现一截大拇指大小的鼓哨 腐朽军团只能帮我拖延住暗影棕兽的进攻 想要彻底解决这场灾难 只有 吴江看着远处的绿魔屋主 只有破坏了绿魔屋主的道具 乃至杀了他 物品 腐朽鼓哨 卓越 简介 腐朽军团的鼓哨 吹响后 可召唤出腐朽军团为你作战 持续时间一小时 剩余次数 三分之三 一个小时 不 我可能一个小时也没有 吴江看着外面的已经铺满地面的暗影 棕兽血肉 哪怕是腐朽军团 恐怕也抵挡不住一个小时 时间 估计在半个小时 乃至是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定生死 如果不行的话 吴江摸了摸右手上的剑纹 枪如果失败的话 就只有动用我最后的底牌了 但只要有一丝一毫的机会 他都不想 将这个最强底牌 用在这个地方 可真要是是不可为 吴江也不会有丝毫犹豫 毕竟 小命大于一切 摇摇头 他走向孙向芳 地魔人头领 马上转移到左翼 暗精灵队长向左翼提供箭矢支援 雪怪投手继续后退 防止暗影棕兽复活后的反扑 哥布林勇士快顶上 别偷懒 孙向芳唾沫纷飞地指挥着 周围的丁华叶和谢霆 一边听着他指挥 一边艰难地进行微操 但手下兵种们 不断传来抗拒和退去的念头 让通过精神力 控制他们的丁卸里三人 满头大汗 对此 三人不禁下意识 瞥了眼吴江的骷髅们 如果能够活着回归 我一定要培养一匹骷髅 这是三人共同的心声 不行不行 太多了 杀不死 根本杀不死 孙向芳擦拭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结果发现 越擦越多 手上满是汗珠 这时 吴江快步走来 他没有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有一个计划 需要你们的帮助 第126章 腐朽古少 腐朽之力 什么计划 难道是破局的计划 四人满脸的难以置信 丁华叶率先反应了过来 K大佬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有办法干掉这群家伙 其余三人 也纷纷投来七计的目光 仿佛是溺水之人 看到了救命稻草 见状 吴江并没有正面回答 这只是一个计划 成功的话 可以破坏掉绿魔乌柱的道具 阻止暗影棕兽继续增加 K先生 你说的是真的 孙向方看了看 整个密密麻麻的暗影棕兽 还有远处被绿魔军团 拱卫起来的绿魔乌柱 理智告诉他 这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 哪怕吴江说的是假的 他也愿意说服自己去相信 因为 真的没有退路了 嗯 如果计划成功的话 好 孙向方一拍墙壁 脸上满是意志不住的激动 K先生 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只要孙某能做到的 拼命也给你完成 吴江闻言 看向丁华叶 我一样 谢霆 我没有问题 李萌嘛 嗯嗯 见大家出奇的意见一致 吴江郑重地点点头 既然这样 就麻烦各位派遣手上的最强战力 集中在我们下方的城门口 杀出一道窝口 尽全力给我冲出一条路来 此话一出 四人脸上不免浮现出犹豫的神色 最强战力离开城池以后 就意味着后背空虚 一旦暗影宗兽冲入城中 亦或者绿魔军团来偷袭 那 四人甚至不敢想象那样的后果 啪 丁华叶重重挥手 左右是等死 不如放手搏一搏 K大佬 我丁华叶没问题 吴江看向其他人 李萌萌一步上前 我也没问题 只不过阴身女妖地面战斗力确实不行 所以我 尽力 好 吴江点点头 谢霆和孙向芳迟迟不能表态 显然二人还有些后手 K先生 三个城门 我们主攻最右边的 左边两个呢 孙向芳问道 左边我自有办法挡住 吴江的话音自信且沉稳 好 得到吴江确切的答复 孙向芳也没有了问题 我可以了 见众人都没问题 谢霆无所谓的摇摇头 既然大家都没问题 那我也行 好既然这样 你们准备一下 吴江说完 一步跳上招呼来的龙龄符身上 而后在他的承载下 缓缓上升 最终来到左边两个城门的正中央位置 只见他从兜里掏出那截骨哨 随着魔力的注入 扶修骨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转眼间已经由拇指大小 变成了拳头粗细 吴江深吸一口气 紧接着 喽喽喽 激荡着的声音响起 仿佛吹响了远征的号角 地面的草地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衰老 肥沃的土地 也逐渐沙化 失去生机 失去原本的模样 就仿佛被氧化 而腐朽 不过区区几秒钟的时间 原本绿油油的草原 已然变成了一片黄沙 稀稀索索 如同爬行动物奔跑的声音响起 地面的泥沙中 爬出一道道声音 有其在马上的骑士 有拿着盾牌的重甲兵 有手持长弓的弓兵 还有那巨大的沙漠巨人 一个 两个 三个 逐渐来到五十个 一百个 两百个 待到吴江一口气吹完 放下腐朽鼓哨的时候 大量的身影 出现在城池前方 稍微观察了些许后 吴江不由的心头大定 足有万余名腐朽兵马 他缓缓从龙陵符的后背站起 轻轻抬起右手 平静的声音中 多了一抹腊月寒冬般的冷冽 沙 轰隆隆 下方的腐朽军团 仿佛是按下了进攻剑的战争机器 煞时间 所有的兵种都动了起来 一头暗影中兽 企图偷袭腐朽战士 被后方的腐朽工兵一箭贯穿了心脏 倒在地上不再动弹 一秒 两秒 三秒 这次足足用了十五秒 这头暗影棕兽才艰难地站起来 而且 他行动速度大减 伤口处 有些大量泥沙附着 似乎是两股力量在对峙着 有用 这是吴江的第一反应 至于其他人 则是满脸的不解与诧异 卓越层次的道具 这是新人领主 能够拥有的东西吗 这玩意 跟三阶卷轴的价值是相等的呀 但很快 四人立即反应过来 我们的关注点是不是出了问题 K先生 能够拿出卓越层次的道具 这说明我们有救了 此刻 一个名为希望的东西 在吴江身上绽放 虎 虎 暗影棕兽汉不为死地冲锋着 但在腐朽军团的腐朽之力压制下 再生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倒下的速度一度快于站起来 如此一来 腐朽军团不仅守住了阵地 甚至一度将战线往外推了推 给城池空出来 足足三十米的空地 这一幕 极大的鼓舞了其他四人 就连直播间的水友们 看到这一幕 都觉得不可思议 却又不得不相信 也就在这时 吴江回到城墙之上 向四人吼道 动手 四人顿时反应过来 一咬牙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英雄单位咕啦啦挪动着自己 盘取折叠的树根 跨越十几米的城墙 走向外界 在这一刻 丁华叶 孙向芳 谢霆 李萌萌 四人的领地里 相继走出两到三名高品阶 职业阶兵种 甚至里面都出现在了两员英雄 好家伙 不把你们逼上绝路 手里的底牌都捏着不松是吧 吴江摇摇头 大量的身影 投身于战斗 加上吴江手上的骷髅肖位 战场上的职业阶兵种 已经超过了三十位 其中稀有层次的 超过了十五位 在这种巨大战斗力的压制下 撕裂了一个口子 吴江等的就是这道口子 继续 尽一切力量 把裂口扩大化 各位加油 好 其余四人一咬牙 纷纷从兜里掏出几瓶药剂 猛地向嘴里灌 而后又拿出许许多多吴江 来不及鉴定的道具 这次 总算是把家底都掏了出来 不再藏着掖着了 在这些东西的作用之下 下方的兵种们 加持上了数个buff 战斗力极限飙升 裂口继续被撕裂 下方兵种们 浑身都是碎末般的 暗影棕瘦肉 各种密密麻麻残枝断壁 散落四周 十米 五十米 一百米 直到某个瞬间 吴江一方兵种 将裂口撕裂到了极限 六百米 也就在这个时候 几方战斗力 已经来到了极限 吴江抓住这个时机 沉生道 枪 哭 吴主 骨枪手持长枪冲出领地 浑身沐浴在死亡之气中 高大而充满压迫感的身影 瞬间吸引了无数道目光 冲过去 吴江握紧拳头道 是 第一百二十七章 枪 必不负无主之命 枪 靠你了 吴江道 闻言 骑在马背上 不断奔跑着的骨枪 突然回过头 他紧紧捏着手上的长枪 浑火陡然剩了一些 枪 必不负无主之命 骨枪那令人安心的声音 在脑海中响起 下一刻 骨枪庞大的身影冲出城门 他剑缝插针般 在众多兵种之中 找到那个足以让亡灵马 下脚的空隙 马匹不断奔跑跳跃 在拥挤的兵种大军中 不断地往前奔跑 途中突然有一头暗影棕兽 悍然向骨枪发起偷袭 后者眼疾手快 微微拎平长枪 向着右方一个前刺 众人看去 明明就像是骨枪 随便将长枪放在一个方位 但很快 一头暗影棕兽 如飞蛾般 扑向长枪尖端 扑斥一声 长枪没入暗影棕兽 血肉之中 磅礴的死亡之气 灌入其体内 技能 生云 暗影棕兽体内的生机 飞速流逝 速度远快于对方的再生 眨眼间 变成了一堆干尸 死得不能再死 复活已成奢望 但感受到骨枪传来的信息 无将只感觉 心头沉重了些许 好消息 生云对暗影棕兽有用 坏消息 暗影棕兽体内 魔力低得可怜 吸收回来的魔力 不足施展 生云所耗费的魔力1% 最多也就用30次生云 骨枪的魔力 就会消耗殆尽 当然 这并没有影响骨枪的冲锋 它不断地向前冲去 每每伸出长枪 都有一头暗影棕兽撞上去 一头 两头 三头 直到 定 您的中烟骑士 骨枪 技能洞悉 经过无数次的锤炼 已到极致 提升为新技能 预测 预测 锁定目标 可以预测出其未来三秒钟内的所有动作 我枪 果然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 无将放眼看去 浑身营绕着死亡气息 骨枪 手上的红色长枪 在不断挥舞 斩杀一头头暗影棕兽 快 快 快 远处看起来 就像是漆黑迷雾中的一抹红色 不断闪烁 瑰丽而神秘 与此同时 苏小妹的直播间内 看见突然出现在屏幕中 杀暗影棕兽如土狗的骨枪 原本如一滩死水的直播间 再度沸腾了起来 大佬 果然是要最后出场的 你看看这出场特效 怎么样 是不是很牛逼 这是谁的步将 竟如此凶吗 来人 这种强者给我来一打 楼上中二病犯了 太 这种步将有多少 我要多少 我操 刚才说 暗影棕兽无法被杀死的家伙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头暗影棕兽 是不是死了 此话一出 上次说风凉话的水友 立即跳了出来 哦 然后呢 能杀死暗影棕兽的 就他一个 杀得完吗 你睁大眼睛看看吧 这里的暗影棕兽 绝对已经过十万 最后还不是得被托死 相对于上次 这人说完 立即有人接话 掉毛 兄弟们别理他 这种货色社会的边角料 不必在意 这名ID名叫十五的夜的领主 说完 继续向苏小妹打字问道 主播 能不能搞到那个歧视的信息 让你开直播的朋友 用一发鉴定术就可以了 因为隔着屏幕 鉴定术 无法跨世界使用 虽然有的资深领主 一眼就认出了 无将召唤出来的军团 名叫腐朽军团 但眼前这位一往无前的骑士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啊 文言 苏小妹看着里面紧张的态势 总觉得这么打扰谢婷姐姐 并不太好 想了想 她还是不好意思地拒绝到 不好意思哈 现在打扰他们 似乎不太好的样子 直播间的水友们文言 也没有责怪她的想法 毕竟战争激烈 谁也不能分心 操 这么帅的骑士 给老娘看看 快我要看 楼上老娘们寂寞疯了吧 赶紧找个快乐棒 自己解决一下 有没有董哥 来给大伙解释解释 这玩意是啥 董哥细索 加一 加一 清一色的加一 不断刷屏 却迟迟不见 一位董哥出现 直到直播间 人数缓慢增长着 很快一位无疆的老熟人 进入直播间 江南第一申请 这玩意是 中烟骑士 而且还是骷髅版的 一旦激起 千层浪 下方立即出现 大量的声音 卧槽 竟然是江南第一申请大佬 大佬看我 我上次还看到 您跟小妹妹 手牵手逛街呢 楼上可闭嘴吧你 大佬 你确定是中烟骑士吗 是啊 我怎么看 都像是死亡骑士 浓郁到这种层次的黑气 怎么看都觉得是死亡骑士 是啊 大佬 我也觉得是死亡骑士 对于广大水友们的质疑 江南第一申请 直接上图 这是一张官方制作的角色档案图片 上面有着一位骑士 和直播间里面的对比起来 简直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 直播间里面的那位 似乎更高大 更有压迫感一些 竟然真的是中烟骑士 我记得全胜版的这玩意 得是卓越一星吧 江南第一申请 不错 跳 黑袍大佬恐怖如斯 竟然已经拥有了 卓越一星的中烟骑士 这这这 这究竟是哪位顶尖灵儿的 这么说来 这次战斗 岂不是赢定吗 腐朽军团 外加中烟骑士 王牌加王牌啊 有人激动地打字 就好像赢的是他一般 也不一定 腐朽军团虽强 但你看看 他们已经在庞大的 暗影宗兽群的冲击下 陷入下风 而且 这玩意必然有着时间限制 一旦结束 黑袍一方必败无疑 我猜 黑袍用腐朽军团 拖住暗影宗兽群 又集中兵力 在兽群之中 撕开一道口子 目的就是为了让中烟骑士 冲出去又是为什么呢 有啥也不懂的游侠问道 为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白痴的问题 当然是冲到绿魔巫柱面前 毁了那个道具 啊这 这个瞬间 直播间再度陷入沉默 一个问题不由地出现在 所有人的心里 中烟骑士能冲到绿魔巫柱面前吗 哪怕能 但又能怎么样呢 中烟骑士固然是卓越一星的存在 但别忘了 对面还有着整整三头绿魔巫柱 更别说那万余的绿魔兵种 胜利的几率不能说没有 但很渺茫 黑袍这波可以说是破釜沉舟 成功的话 说不定可以重创绿魔军团 毕竟这种程度的道具 一旦被迫中断 对于施法者的反噬是致命的 但如果失败的话 良久 一人接过话茬 失败的话 再无翻身的机会 话语如大山一般压在众人心上 压得众人喘不过气 无论是直播间的谁有 亦或者控制着直播的苏小妹 都下意识捏紧拳头 心里紧张得不行 中烟骑士 加油啊 这是数万水友和苏小妹的心声 此刻 坐在保时节上的丁雄 看着平板里面的直播间 手上紧紧攥着一样东西 不到最后一刻 他还是想再挣扎一下 孩子们 加油 第128章 古爷牛逼 酷 骨枪一击 重枪自上批下 躲避不及时的暗影棕兽 瞬间被切成两半 从冲出城门到现在 不过短短15秒的时间 他已经来到了猎口的边缘 亡灵马发出高亢的嘶鸣声 战役已经酝酿到了极限 骨枪抬头看向前方 还有足足400米的距离 这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暗影棕兽 有些甚至踩在同类的身体上往前冲 跟坐在亡灵马身上的自己 视线几乎持平 多 太多了 但这样又如何 骷髅本就不知畏惧 更别提大将骨枪 他眼眶中的魂火 仿佛是被焦油一般 陡然大胜 浑身的死亡之气 浓郁地堆积起来 不知不觉间 意骑当千悄然发动 巨大的身影 哪怕是站在堆叠起来的暗影棕兽群中 也尤为醒目 他一拍马背 亡灵马前腿奋力登地 高高越过最前方那头身高十余米的血罐 手中长枪鸿芒大胜 周围的魔力也如龙卷般被吸纳入体内 一道道漆黑的电弧缠绕在长枪之上 扑面而来的暴躁气息 让人止不住地生出胆战心惊之感 技能 雷铃枪法 骨枪挥动长枪 刺 挑 扫 劈 疗 无数个动作叠加在一起 动作快到在虚空中形成脱颖 肉眼已经无法捕捉 企图接近骨枪的暗影棕兽 都被看不见长枪无差别攻击 一时间 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半径为十米的真空 好 无将一拍成墙 而后看着身旁已经满头大汗的队友们 沉声道 可以了 收拢回来 固守城池 闻言 四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而后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远处的那道高大身影 其中最为感到惊讶的莫过于李萌吗 几天不见 那位中烟骑士已经强到了这种程度吗 惊讶 羡慕 向往 以及那么一丝丝的嫉妒出现在他心中 其实也不止他 另外三人也是下意识将那头中烟骑士与自己的实力进行比较 得到的结论初始的统一 对方能以一己之力杀出半径为十米的真空地带 这份实力他们根本比不上 而且 就算是领地里所有的职业皆兵种加起来 也还是不如 丁华叶看了眼远处的那个骑士 又看了看自家的宗年狼人 不得不承认 两者差距实在太大了 哪怕狼人以敏捷著称 但在那密不透风的枪面前也只有被捅出无数个窟窿 而孙向方更难为情 回想起之前自己为了获得正面战场的机会 那副自信 无敌的模样 再结合到这位大佬 拥有如此强大的兵种 却还这么低调 他只感觉脸颊发烫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想到这里 他下意识用余光瞥了眼乌江 发现对方压根没看这边 到底是庸人自扰 人家大佬 可能根本都没放在心上 摇摇头 收回目光 继续放在战场上 此刻的骨枪 凭借着无解级别的枪术 成功将距离再度推进了100余米 但此刻 他眼眶中的浑火飘荡 感受到体内用去小一半的魔力 便不再施展技能 只以最简单的攻击方式 但即便如此 每一个攻击方式 都是他从夜晚练至早晨 再由早晨练到夜晚 骷髅不知疲倦 不会无聊 如此循环往复 日月不坠 若论努力与刻苦 恐怕整个九州的兵种 比骨枪更胜者 绝对不超过十个 明明是最朴实无华的攻击动作 但在众人的眼里 威力却各个堪比技能 他一记横扫 恐怖的距离 直接将一侧的20余只暗影 棕兽扫飞 而后纵马一跃 来到前方 如潮水般的暗影棕兽群 将骨枪淹没 但很快 随着一声巨响 兽群被大量击飞 骨枪身影再度出现在众人眼底 他不断厮杀 不断冲锋 不断向前推进 从最开始的一秒一米 到三秒一米 再到五秒一米 直到现在 举步维艰 十数秒也难以推进一米 因为越靠近裂缝 暗影棕兽就越多 攻击就越密集 他被小暗影棕兽爬满全身 就运转魔力 将它们通通震下来 被暗影棕兽抓到 就处着长枪站起来 被攻击就抽枪还击 他如同一个盘山前行的老人 一步一驱 每一步都极为沉重 无数次魔力震荡 无数次从地面爬起来 无数次抽枪反击 他的铠甲上满是伤痕 甚至有的地方被彻底打破 露出里面洁白 而缠满死亡之气的骨头 亡灵马早已被无数道攻击击碎 回到了死亡之冤中 静静恢复 现在 他能靠的只有自己 骷髅不知疲倦 不会退去 在他们的意志中 只有主的命令 直播间的苏小妹 早已泪流满面 直播间的聊天界面 也有足足十分钟 没有弹出一条消息 他们沉默 他们诧异 他们不解 他们大受震撼 究竟是什么样的灵主 才能培养出如此兵重 他们看着直播间的 那道黑袍身影 一个想法出现在心头 可能黑袍人从始至终 都没有思考过 中烟骑士是否会失败 从一开始 他们就是奔着成功去的 丁雄双手捏紧方向盘 手上青筋抱起 眼珠子死死盯着屏幕 苏小妹抬起满是泪痕的脸 倔强地看着电脑屏幕 直播间的许多水友 也看着屏幕 准确来说 应该是屏幕中的那道身影 在此刻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声音 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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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一条消息出现在直播间内 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谷歌加油 而后 这四个字 瞬间遍布整个聊天区域 谷歌加油 谷歌加油 但面对如密密麻麻 杀之不尽的暗影踪兽 骨枪又一次被暗影踪兽给淹没 一秒 两秒 三秒 足足十五秒钟过去 半分钟过去 熟悉的一幕没有出现 众人纷纷揪心起来 灵星上的观众伸长脖子 不知不觉间距离屏幕 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丁谢孙礼 四人在这个瞬间 也忘记了指挥自己的兵种 别倒下中烟骑士 站起来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 从暗影踪兽群中伸出来 下一刻 哄 周围的暗影踪兽被击飞 幽蓝色的火焰燃烧着 谷枪的身影 再度出现在众人眼前 坐在电脑桌 稍等的张明腾的一声跳起来 站在自己的电脑椅上 张开双手 仰天大吼 谷爷牛逼 谷枪汇聚浑身力量 而后纵身一跃向前方 但此刻的他距离裂缝还有十米 距离对岸 还有足足五十余米的距离 仅靠这一跃还不够 他捏紧手中长枪 再还没有跳多高的时候 悍然将长枪射向地面 哄 巨响声产生 巨大的冲击波将他的身影扫飞 凭借着这次发力 他终于飞过了数十米的距离 来到了彼岸 面对的是准备已久的绿魔军团 剑状 无疆无奈地叹了口气 枪 不用向前了 但 骨枪缓缓从地上爬起来 伸手一招 长枪飞回手上 动 沉闷声响起 长枪上方突然浮现出磅礴的魔力 这股魔力迅速修复起他 破破烂烂的身躯 原本强弩之末的躯体 转眼间恢复到了刚开始的模样 心狠专属特性 楚呢 骨枪手持长枪 浑身死亡之气翻涌 眼眶中的灵魂火焰 悄无声息地燃烧着 他侧身 看向无疆方向 无主 枪 第129章 布鲁斯的计划 既然这样 吴将斟酌两秒 杀 仅遵无主之命 骨枪缓缓转身 重新拿起插在地上的长枪 另一只手魔力激荡 往地面一拍 晦色的黑气符文字浮现 亡灵马摇晃着头颅 丝鸣一声 从地底钻了出来 骨枪抬头看 看着前方等待着自己的大量绿色身影 眼眶中的幽灵魂火 充满了战意 从未有过这么酣畅淋漓的战斗 与此同时 伤红和他的老伙计们正站在临时指挥室内 不断地指挥着 众多画面中 有的领主们应对的是密密麻麻的兽人 兽人们推着冲程车和投尸机 隔着大老远向城池输出 有的领主面对的是高空中的鸟兽群 这些鸟兽每一头都体型恐怖 密密麻麻的如同乌云般笼罩在天空 更有倒霉但遇见的是森林虫族 那密密麻麻的虫族 光是看着就让人的头皮发麻 更别说抵抗起来了 这些都是尚存的城池 有工作者双目赤红 看着电脑屏幕前被踏平的城池 无数头怪物在上面吞噬着血肉 还有城池血流成河 仅剩的一位新人领主 举止癫狂地冲向前方的怪物 现在他受不了打击 已经疯了 更有城池被轰成废墟 里面的领主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 一桩桩一幕目景象 让现场数十位工作者头皮发麻 其中有些工作者受不了 砰的一声从座椅上倒下 昏死过去 报告周队 这里有人昏迷了 有工作人员到 马上换人 整个临时指挥中心不断工作着 工作人员或指挥或查阅资料 尽自己一切所能提高领主的生存概率 伤红坐在角落旁的椅子上 目光灼灼地看眼前的屏幕 不久前 心腹给他推荐过来一个直播间 虽然疑惑 但还是点开了 入演的 正是那头熟悉的中烟骑士 看着这熟悉的一幕 伤红还是不禁在心中感慨 都说先天觉醒自我意识的兵种 几乎是暴闭般的存在 起初我还不信 现在看到 才是真的信了 他微微偏头 将头椅靠椅子上 至于另外一个画面 就是自己宝贝女儿的城池 与中烟骑士的画面不同 这里的画面几乎是碾压式的战斗 战争庶人 精灵武者 妖化青藤 等等一系列的稀有层次高等级的兵种 跟他同队伍的四人 甚至拿着一副麻将 坐在一边打起来 至于之前被消耗掉的兵种 现在 不但完全补充了上来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让他有个身为大领主的爹呢 永恒之界 不让投放东西 不代表这群经营已久的大领主 真的没有办法钻漏洞 最多 就是付出一些代价罢了 伤红收回目光 看着右侧 那道漆黑的身影 眉头不禁舒展开来 小伙子 努力争夺属于你的机缘吧 我伤红虽然不才 但在临江市这一亩三分地内 还没人能动得了我想保的人 特别是我还帮你把尾巴清理得干干净净 随便他们怎么查 最终也只能查到我身上罢了 但随着伤红沉映了一会儿 突然灵光一闪 他立即沟通远在领地中的占卜师 帮我占卜一样东西 主人 请讲 伤红道 帮我占卜一个叫无疆的小伙子 他跟我有些接触 是的主人 很快 占卜式空灵的话音在他耳畔响起 主人根据星辰能量显示 您心中的问题并没有发生 那位知晓那位领主身份的 只有三个人 嗯 很好 你再帮我遮掩一下他的身份 伤红道 是 羞羞羞 密密麻麻的长矛与飞射而来 骨枪拿着长枪的手 微微向身前靠近 形成脱颖的灵魂火焰 缓缓抖动着 在此刻他的眼中 这些长矛自天上落下 速度之慢 如同小骷髅的攻击 长枪挥舞之间 他与亡灵马身前的所有长矛 尽数被挡下 与此同时 虚空中的灵魂火焰汇聚 大量的火球凝聚而成 伴随着第二轮的长矛 向他袭杀而来 不过 作为吴大灵主手下的第一战力 这点阻碍不值一提 吴将站在城墙之上 看着隔着千余米的绿魔乌柱 心底里莫名地生出些许不安 对面足足三元绿魔乌柱 可只有中间的那头加持的道具 另外两头绿魔乌柱站在两侧 啥也不干 面对骨枪的冲锋 也是视若无睹 按理说 战事冲锋的时刻 不正是法师动手的最好时机 吴将看了看远处 又看了眼周围 腐朽军团守卫的两扇城门 没有丝毫问题 丁谢等四人 因为火力全开的缘故 暂时压力也不是很大 吴将用食指 不断敲击着身前的城墙 一切都很正常 但正是这样 他心里更加不安起来 看不见的危机 最令人担忧 哄哄 巨响声将吴将从沉思之中打断 他朝骨枪的方向看去 只见两头体型巨大的绿魔执行者 端起锯石 冲骨枪就是一顿投掷 但这种程度的攻击 在骨枪眼里 简直是在搞笑 亡灵马如同轻影般左右跳跃 上下横拉 轻松地躲避掉所有的攻击 两者距离迅速被拉近 在某个瞬间 绿魔执行者 捏起小车般大的拳头 重重向着骨枪砸去 这一拳势弱千军 如果中了骨头都得断 哭 亡灵马陡然加速 马背上的骨枪 缓缓横握长枪 而后身体动了起来 众人只看到 虚空中闪过一抹白芒 宛如是滑破黎明的那抹沉曦 将无尽的黑暗切割成两半 好 可 绿魔执行者砸下的动作 陡然一僵 而后上半身缓缓滑落 砰的一声 掀起大片泥沙 一头稀有三星的绿魔执行者 直接被腰斩 简直是耸人听闻 但此刻的骨枪 连多看一眼的想法都没有 他身下的亡灵马 不断狂奔着 眼前继续就现在大量绿魔身影 绿魔影卫 稀有 职业皆八级 十余头绿魔影卫 不知不觉间 来到了骨枪周围 他们缓缓拿出各式各样的武器 上面都附带了一个混乱祝福 只要被攻击到的存在 都会陷入短暂的混乱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 陷入短暂的混乱跟死了没两样 他们相互协同 互相配合 将骨枪周围的空间完全封锁 没有丝毫破绽 骨枪目光锁定他们所有绿魔 使用技能预测后发现 依旧没有破绽 没有破绽 那就打出破绽 他紧紧握住长枪 重重往地下处下 煞时间 恐怖的死亡之气 向周围冲刷而出 伴随着他的部分魔力 这股冲击 仿佛距离般打在了每一头绿魔影卫身上 直接将他们先飞 骨枪抓住这个瞬间的破绽 光速收割生命 在余下的时间里 绿巨人 斩 八臂魔怪 杀 第130章 大佬 我的演技如何 骨枪不断推进 开了一起当前的他 如入无人之境 站在高塔上 绿魔乌柱 看着像自己冲来的家伙 只感觉眼皮直跳 这特么 什么怪物 当他脑海中 传来两位弟弟的信息以后 嘴角勾勒出 一抹诡异的笑容 吴江站在城墙之上 一心二用 时刻关注着城下和远处的战况 就在这时 下方陡然浮现出一抹灰色的魔力 但还是被他清晰地感知到 只见两头刚冲过来的暗影棕兽 腹部漠然裂开 大量的尿液洒落在地 而后两道高大的绿色身影 出现在兽群之中 这一幕 让墙上的五人瞳孔 骤然收缩 赫然是两头绿魔乌柱 不是 如果刺客的话 我还能理解 但你们两头法师冲到我面前 是想干啥 这个念头刚浮现 下方的一头绿魔乌柱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受化 转眼间变成了比马还大的绿魔义兽 至于另外一头绿魔乌柱 他转动手上的戒指 在阵阵灰色的光芒下 身体变大 变得更为健硕 绿魔狂徒 卓越 职业皆十几 绿魔狂徒坐在绿魔义兽身上 后者纵身一跃 恐怖的跳跃力 直接让两者飞上城墙 整个过程实在太快 快到五人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远在裂缝对岸的骨枪 感受到无疆的灵魂波动 突然停下 在他的前方 仅剩一头绿魔执行者 但现在 他纠结了 领主大人的命名高于一切 生命也高于一切 两者都高于一切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骨枪那出场不久的 CPU飞速转起来 太 绿魔无助不讲武德 竟然搞偷袭 大家都在正面战斗 你小子偷家 马德 我就说不对劲 对面的两个绿魔无助全程看戏 结果这玩意 暗地里一环扣一环 设置了个连环陷阱 是啊 如果中烟骑士 冲不到绿魔军团面前 那么黑袍一方 必然被暗影踪受杀光 如果能够的话 对方要安排两头绿魔无助 进行偷驾 两条路都被堵死了 对于两位水友的发言 众人深以为然 确实 不过绿魔无助头领下的 也是一步险棋 中烟骑士 如果选择进攻绿魔无助头领 那么只要黑袍身边的绿魔 及时击杀了黑袍 那么绿魔无助头领 就能活下来 而如果折返 啥又没有 当然 也有转化为 骨枪狂热粉的人 跳了出来 操蛋 像你们这群 扰乱军心的家伙 在古代拖出去 斩首是重的 相信我骨哥 骨哥牛逼 肯定有办法 楼上我挺勉 黑袍大佬必然有后手 大家加油 现场再度陷入争论之中 各自为了自己的观点 用键盘战斗着 看着冲到黑袍人面前的绿魔狂徒 众人一颗心脏揪起来 十数万人 心中浮现出一个疑问 黑袍人 接下来 你又该如何应对 绿魔狂徒高高越过城墙 脸上浮现出残暴 而细血的神色 只要让他们近身 这个人类 必死无疑 而现在 他们距离眼前这个 让绿魔军团损失惨重的黑袍人 只有区区无米 马上 马上就能洗刷绿魔军团的耻辱 洗刷他们三兄弟的耻辱 为了部落 化为异兽的布鲁鲁 在心中呐喊 跑 这是吴江的第一反应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直接抽身向着城墙的另外一侧逃去 他反应快 但绿魔狂徒的速度更快 转眼间 他们已经来到吴江身后 手上的法杖 也变成了一把猙獰的骨头长矛 他拿着长矛悍然发力 长矛裹挟着恐怖的力道 嗖的一声飞向吴江后背 弹指间虚空中闪过两抹白芒 骨刀直接将骨毛切割成若干断 骨刀静静地出现在两者中间 手上的两柄长刀散发着幽暗的锋芒 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直到骨刀的长刀斩断骨毛后 指挥着兵种们的四人才反应过来 丁老爹 快让你的狼人回来 孙向芳焦急道 而后他赶紧向另外一侧跑去 同时脑海中沟通树怪 身形暴退 谢力两人反应过来 也是纷纷向着自己最强兵种跑去 丁华叶则是一咬牙 让两头狼人都去支援吴江 至于他自己 则向孙向芳的树怪跑去 布鲁克变成的绿魔狂徒 从绿魔异兽身上跳下来 而后伸手从自己脖子下方 捏住自己的脊椎 擦拉一声 羞长的脊骨被抽出来 又一根骨毛出现在他手中 身下的绿魔异兽瞅准机会 一个纵身飞跃向骨刀后方 目标正是逃跑中的吴江 骨刀健壮 当了法师那么久 亲手捏碎刺客的骨头 会不会很爽 布鲁克宁笑一声 开启狂话模式 浑身满是红光 攻击大开大合 速度之快 即便是骨刀也感觉压力巨大 好 绿魔异兽纵身一跃 咆哮着扑向吴江 躲不过 只有 打 他心念一动 周围的魔力请客间朝他涌来 然而还不待他凝聚出一柄长剑 绿魔异兽的力招已经来到 甚至没有机会叫来蝙蝠 或者驾驭飞剑腾空拉开距离 哄 巨响声传遍四周 吴江如同短线的风筝般 被打进城池内的某个废弃的房屋之内 废弃房屋轰然倒塌 将他埋在里面 绿魔异兽 却没有准备放过他 他纵身一跃 整个兽如炮弹射像埋着吴江的废墟之中 他要亲口咬断吴江的脖子 黑影没入其中 直到此时 两头宗颜狼人才姗姗来迟 狼人没有犹豫 静止冲入其中 但他们俩还没冲进废墟之中 一道身影飞射而出 轰隆隆 巨响声 这道身影 镶嵌入数米厚的城墙之中 众人寻声看去 带到烟尘散去 映入眼帘的场景 让他们不由地瞪大双眼 满是错愕 砰砰 轰隆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废墟掀开 阵阵金属交割的声音响起 庞大的身影 一步一步自废墟中走出 飘逸的雪白长发 布满符文的钢铁甲皱 配上手上血红色的长枪 浓郁如实质的死亡之气 萦绕在他周围 骨枪 他拿起长枪 而后奋力投掷 嗖不吃 力气入肉的声音响起 绿魔异兽头颅炸裂 死得不能再死 此刻 无论是直播间内的众人 亦或者谢孙李三人 都是满肚子的疑惑 与满满的震撼 丁华叶的身影 缓缓从咕啦啦庞大的树干下走出 嘴角挂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大佬 我丁某人的演技怎么样 文言 吴江的身影自废墟中走出 他抬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而后举起手 冲上方的丁华叶 竖起大拇指 很好